你是由全国精锐中挑选出来的特战队兵王 却在一次行动中伤到了腿后选择去守舱坡 再一次意外后你穿越到了战乱的唐朝朱七 而跟随你穿越的还有间战略物资仓库机 就在你刚醒来的时候 发现身上只有迷彩做训组 还有一部没信号的智能机 身上的配枪却不见了 你打开手机关机重启后 时间还是显示着622年 你意识到不是手机坏了 那就是你真的穿越了 不过你倒是希望自己真的穿越了 那样的话枪丢了也不怕 在这个武德年间 除了你还有人会用920手枪 你走下山时打算先找人打听一下 迎面来了几个骑马的军员 领头的人打量着你这身装扮问道 无奈平阳公主挥下智果校尉方琪 而是何人 因何在此 你冲着方琪抱拳拱手问道 这位将军 请问现在是何年月 现今来武德五年 问这做事 他被你这一问也是懵了 而你脸上笑着说没事 心里却想着小说那种狗屁饱造的事 居然让你赶上了 不行就算是武德年间 你也得混出个人样来 最起码也得把坟留下 方琪看着你阴晴不定的脸子 便说怀疑你是刘黑他的戏 让手下把你绑了 但他们根本不是你对手 正在你抢了马逃跑中 你突然想起他说的平阳公主 那个号称古往今来第一公主的李秀 此后唯一一个军礼下榜 嗜好为招的公主 出唐军权三分天下 他独占一本 大唐的大半天下可都是他大善 可惜二十多岁就香消玉允的情侣 你本想凭借着一千多年的学识 高低混个一官半职保护自己 却想起他死于六百二十三年 现在都六百二十二年十一月 心里的羊驼呼啸而过 在方琪的追杀下 你被抢来的马带到了娘子关前 只见前方出现了一排排兵独 为首一匹白马之上端坐一女子 旁边的大旗上斗大的李子 来到面前后你便大喊救命 虽然这很丢人 但是命比面子重要了 单人独奇就敢闯我的关爱 勇气可嘉 李秀宁看着怪异装扮呼救的你说的 同时也示意你后方的方琪停下 方琪翻身下马 单膝跪地 冲着李秀宁行 嘴里说着没有及时抓住贼人 请大帅择法 一听到方琪的话 你立马不干了 我就是个路过的 你就说我是贼人 是刘黑他的戏作 讲理不讲理 你指着方琪向李秀宁诉着口 你说你是路过的 姓甚名谁 从何而来 到何处去 可有过所 听到李秀宁的话 你有点猛了 努力思索着该如何回答李秀宁 总不能直接说从一千多年以后来 突然你想起来个大改 武德五年末 刘黑他会同突厥协力可汗 再次扰乱大唐 突厥现在正跟大唐打架了 随后你便向他介绍了自己 称是从西北逃难过来的并无过分 文言他便说你在胡说八道 让人把你押回了下关城内 你被关在一个五六坪的石屋里 里面就一堆茅草和一个木头 你坐在茅草堆上玩手机的时候 里面多了一个小房子的图标 你点开后惊讶的发现自己回到的基 不过基地上下悬空跟科幻片一样 看向大门你发现自己还坐在外面 走向前触摸大门后你又回到了外面 你心想看来这就是连接通道后 便又点击进去 找了辆越野吉普作为代步公寓 这个基地近三十平方公寓 里面大道导弹小道生活用品公寓 凡是跟国际名声有关系的东西 这里都会有所处理 毕竟你在这里驻守了快点 每个仓库都清查了好多次 很快你就找到了一套单兵作战装 一把九二式手枪和九九式空战散冰刀 还有一套防弹衣 至于其他什么的你就没带了 难道在这大堂还有人能挡得住九二式一枪 至于为什么不带自动毒枪或者追击枪 那玩意太大行动不变 你又不是想要大开杀截 带这些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自保能力 装备一番后你回到了大门 出去后立马摸了摸带出来的枪和刀 居然真的能把仓库里的东西拿到外面来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把东西带回去呢 你尝试一番后发现东西只出不进 你有些遗憾不过很快就失败了 毕竟里面装备一个陆军团都绰绰有余了 你用一辈子都用不完这些东西 然后养岛在茅草堆上开始闭目往生 思考接下来遇到各种情况的应对政策 最好的办法是能够跟李秀宁和平解决问题 如果不能难道就只能劫持他了吗 可他手下有几万大人了 万一惹恼了这位公主殿下通缉自己 那通缉犯的生活可是不好过 你琢磨着的时候突然脑中灵光一现 既然刘黑榻造反 自己把刘黑榻干掉不就完事了 既证明了自己不是刘黑榻的戏 又不用劫持公主 而且这还是自己的老本号 再加上有仓库在手 想要干掉刘黑榻简直不要太紧了 但是要想弄死刘黑榻 就得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刘黑榻干什么 随后你便回基地找到史书开始恶务 刘黑榻造反是因为李渊杀了他大哥剁剑 还对他们这些隐居的手下感情杀绝 但是他还勾结突厥这就不能忍了 李通外国就是汉奸就得干了 想到这里你起身来到门派拍打史乌 来人来人 我要见公主殿下 我有紧急军情禀报 门外传来的却只有士兵的贺骂声 见拍打木门吴国你又来到窗边 你们不及时禀报 后果自负啊 看守的士族听后笑出来声道 一个细作望图用这样的借口出来 你觉得我们会信吗 文言你半带威胁的说道 你们再不开门 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吧你便回基地带了一枚口香糖炸弹 说是口香糖其实就是微量的C次 你咀嚼了后便粘在了门上 然后迅速跑到角落 捂住耳朵躲了起来 一阵巨响后 石屋钻了出来 发现两人已经受伤倒地 你看 我说让你们放我出来吧 还不听 你上前查看后发现伤势不大 随后用单兵医疗包给他们做了简单处 等到你忙活完站起身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身后站满 为首的还是你的老熟人 智果校尉方琪 方琪看着你有些不解的问候 你完全有机会离开 为何不走 我说了我不是刘黑他的戏 他俩人是因我受伤 我们无冤无仇 不想这二人因我而死 其实这也是你真是小子 在你眼中 这些士族跟普通百姓没有区别 腾军的身份 让你无法就这么无视这两个伤者 这也是人民子帝兵 融入血液中的责任感 最重要的还是想借爆炸 见到李秀宁 方琪听完后 思索一番决定带你见李秀宁 随后你便跟随他来到一处院路 在屋外等候 一会后便得到召集 进屋后 所有人目光都看向了你 李秀宁看着打扮 奇怪的你说的 方校尉说你遇见本帅 刚才的巨大响声 是你搞出来的吗 不错 正是在下 为了见到公主殿下 不得已用了些小手段 小手段 听到你的话 李秀宁秀没威敌 你这小手段 可是重伤了我的两名士子 见此你拱手势力的 没办法 想要见公主殿下 证明在下的清白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还望殿下海寒 再者说 在下也没有对两位军业 不管不顾事 随后李秀宁便问你如何自证 以神色淡然的说道 你可以杀掉刘黑塔 话音刚落众 人都笑出了声 有的人觉得你在哄骗李秀宁 毕竟李秀宁坐镇养子官 跟刘黑塔交过几次手 也没能拿下他 而你现在说单枪匹马 能干掉他 见此你表示说 并无嘲讽之意 你也没有理会 这些将官的哄响声 毕竟这些古人 可不会了解热兵器的威力 只要你把基地里的 AM22型狙击枪掏出来 就能自信一公里以外 抱了刘黑他的股票 方启文言也发出了 疑问表示不信 毕竟他因为你的事 挨了石军棍 你没有回答方启的问话 而是向他索要 钢台进屋前 被搜走的东西 方启没有回答你 而是看向了领袖 见他点头后 才命令门外的进军拿进来 你把所有东西 重新装备到身上 接着将92世手枪握在手中 所有人都好奇地 看着你手里黑色的铁盒 你把枪检查了一遍 然后便打开保险上了他 准备掩饰一下手枪的威力 但是有个不知死活的将军不屑 此种奇迹赢巧的攻险 就能吓唬到我们了 文言你也是笑了 便让他配合你一下 打算给他个后世的教训 询问后你得知他叫孟姬 孟将军是吧 不知将军敢不敢 将这个茶盏拖在掌心 站到大门处啊 然后笑嘻嘻地 把茶盏递给他 同时指了指外面的院子 这又何难 孟姬接过茶盏 便走到了大门处 大门距离你大概三十多米 而九十二十手枪 最大杀伤力的距离 正是五声 这已经足够你表演了 你把茶盏拖在手上平举 对 侧面平举 别举在你面前 我怕打死你 你冲着孟姬高声喊道 并且做着动作示范 你没想到这个傻帽 居然双手前身平举着 就这个距离 一枪下去 连茶盏带人都得些菜 陆尘虽然想要给这个孟姬一个教训 但也不想没等证明清白 直接先整死一个游击将军 好了 真麻烦 孟姬嘴里嘀咕着 但还是配合陆尘平举右臂 将茶盏托举在掌心上 孟姬刚摆好姿势 就见陆尘抬手就是一枪 平的一声跟着啪叉 孟姬手中的茶盏 被陆尘一枪打得四分五裂 而孟姬也被陆尘这一下给吓了一条 直接嗷的一声 把右手缩了回来 仔细查看了半天 才发现右手一点是没有 在低头看到 地上四分五裂的茶盏 心里不禁一慌 没等屋内 众人惊呼 就见陆尘再次抬手 又是一声枪响 孟姬头盔上的簪音 直接被陆尘一枪给打飞了 而孟姬的感觉 是就头盔一震 当得一声响 然后就看到自己头盔上 那红色的簪音 已经掉落在了地上 这时孟姬才感觉到后怕 如果陆尘这一下 瞄得不是簪音 而是自己的脑袋 估计此刻 自己已经弃绝身亡了 自己脑壳再隐 也没有头盔硬 这是什么暗器 好生厉害的暗器 屋里顿时吵杂起来 所有将官直接围拢住了陆尘 七嘴八舌地询问起来 所有人的眼光都赤果果地 带着贪婪的目光 看向陆尘手中的铁疙瘩 肃静 就在这时 始终站在李秀宁身旁的女将 高声娇喝一声 煞时间 议事厅里安静了下来 此为何物 李秀宁看着站在议事厅中央的陆尘 眼中带着好奇之色 盯住陆尘手里的手枪 此物称之为手枪 陆尘将手枪保险关好 插入腰间枪套说道 你是墨家传人 从过去到李秀宁所处的唐初 要说机关术最厉害的 自然是春秋时期的墨家 所以李秀宁就认为 陆尘手里的手枪 绝对是墨家机关术的产物 如果没有墨家传承 绝对制作不出如此神奇的东西 而且墨家由于汉武帝 罢出百家 独尊儒术的缘故 早已绝迹于世 有些对于墨家的传说 也都是说墨家的传承者 形式神秘 不拘常理 所以李秀宁带着试探性的口吻 询问陆尘 听到李秀宁的问话 陆尘突然脑子一个机灵 正愁 没有合适的身份呢 李秀宁倒是帮自己想出来一个 神秘的墨家 不正好可以给自己这个 外来户打个身份掩护吗 还是被公主殿下察觉了 陆尘直接来个顺坡下驴 苦笑了一下 来人 赐座 李秀宁一听陆尘承认是墨家传人 立马命人给陆尘搬来椅子 谢公主 陆尘冲着李秀宁一拱手 没有客气 直接大马惊刀地往椅子上一坐 而此时 孟记则是一脸忐忑地走进了仪式厅 他也知道 刚才陆尘只是给了自己一个教训 如果刚才陆尘再往下描三寸 估计此时已经该挖坑埋自己了 还未请教先生高姓大名 李秀宁说着 事宜一旁的女将给陆尘上茶 在下陆尘 尊师尊一命 重归故土 游历天下 陆尘用很平淡的口吻说道 心里可是在琢磨 必须得说一命啊 这要说凤家师之命出外游历 这公主百分之百得让自己带着去找自己的老师 自己也确实有师父 但是那位老将军 在一千年以后呢 上哪代平阳公主 去见他老人家 所以陆尘只能说是一命 第十三章 墨家传人 原来如此 听到陆尘的话 李秀宁点了点头 那么先生所说的 能够击杀流黑榻 是否就是依仗先生手中的手枪 李秀宁问道 非也 陆尘摇了摇头 此物的射程不过十几丈远 如何能够击杀流黑榻 陆尘笑道 只是师门另有机关 可在无声无息间击杀流黑榻而已 因师尊祖训有命 不便展示 还望公主赎罪 其实就连手枪此物 也不应该在人前展示 在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陆尘起身 冲着李秀宁失礼 本宫明白 李秀宁认可地点了点头 毕竟天地君轻师 古人对于长者命 那是不敢辞的 更何况是陆尘的师承祖训 所以对于陆尘的说法 倒是很赞同 不知先生可愿在军中任职 李秀宁直接开始招募陆尘 只不过眼中有寒芒在闪动 不怪李秀宁这么着急招揽陆尘 主要是陆尘展示的机关术 实在太厉害了 光是手枪这个东西 十几丈之内 就可以杀人于无形 更何况陆尘说 还有射程更远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 陆尘的机关术 制造出来的手枪能够连发 弓箭的射程能达到百步之远 可是那是单发 陆尘可是毫不费力的就可以连发 究竟能连发多少 陆尘也只是展示了两枪 但是是不是超过两枪 谁也不知道 而且激发毫不费力 要知道 达到百步之远的弓箭手 是要长期训练的 陆尘的手枪 即使给个三岁孩童 估计都能使用 能造出这种武器的人才 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怎么能行 另外 墨家子弟的机关术 在传说中 那都是号称有通天彻地之能的 墨家子弟就可以做出一人手一成的功绩 说是霸出百家 独尊如数 那是皇帝与文官 想要巩固统治才做的决定 而对于武将来说 墨家机关术这种攻城拔债的戾气 才是他们的最爱 更何况 如果能够得到陆尘的帮助 大唐的天下将会更加稳固 而且李秀宁也相信 以自己的实力 绝对可以保证陆尘的安全 何况 如果陆尘真的展现出实力 李家也绝对不会让陆尘 出现任何意外的 再者说了 如果陆尘真的不答应 也绝不能让陆尘 落入其他人的手里 因此 李秀宁在等待陆尘回答的时候 眼中才有寒芒闪烁 在下只不过是方外之人 如何能够在军中任职 何况 家师的临终一命 是命在下游历故土 这如何使得 陆尘连连摆手说道 面上露出为难之色 何况 如果不是出现这次误会 在下也不会说出 帮公主铲除留黑榻 以此来自正清白之词了 实际上陆尘不想留下吗 想 现在陆尘这个外来户 两眼一抹黑 有李秀宁这棵大树 抱住多稳当 当然 穿越过来以后 陆尘的第一目标 就是李秀宁这棵大树 不光要抱大腿 还得给李秀宁续命 但是陆尘不能表现得急切 要沉稳 这也是前世训练的结果 在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前 一定要演 还要演得精湛 这是间谍的必修课 而此刻 陆尘给自己定义的身份 就是墨家传人 回归故土游历 方外之人如何 方外之人 就不能建功立业了 李秀宁听出陆尘话里的犹豫 直接准备下猛药 说不得 今天李秀宁也要把陆尘给拿下 我大哥太子建成府上的 太子喜马魏征 就是道士 我二弟秦王市民身边的李淳风 也是道士 这都是方外之人 此二人尚可为国效力 阁下又有何不可呢 李秀宁说着 凤木含笑看着陆尘 可是师命终究难为啊 更何况是家世一命呢 陆尘继续着他的表演 手指抹撒着茶杯 还是一副为难和犹豫的神色 只不过话语间 多少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 不知先生的师命 可有时间限制 李秀宁继续追问 见陆尘话语间 没有提到方外之人的事 这就让李秀宁感觉到 自己的说服对陆尘起作用了 岂不知 这一切都是陆尘希望听到的 对方越迫切 那么自己的价码就会越高 这倒未曾提起 只是让在下游厉故土 陆尘摇了摇头 看来先生并没有理解 令先世的用意啊 李秀宁突然为自己的智慧的感到骄傲 露出笑容看着陆尘 游厉故土而已 哪有什么用意 陆尘装作不明所以的样子 看向李秀宁 这他们游厉故土 都是我自己编的 还用意 我要知道用意 我是那个 我师父在一千年以后呢 他老人家又不知道 我能穿回唐朝 还用意 用意个嗚 老子就是找个借口 找地方吃饭 陆尘暗自付匪着 李秀宁这姑娘明显是自己脑补了 难道游厉故土 就是随遇而安 如今恰逢多事之秋 先生一个人游厉难免有危险 就算先生有那个什么 手枪 对 手枪防身 可是孤身一人 如遇突袭 又如何安全 说到这里 李秀宁停顿了一下 见陆尘并没有表现出反感 才继续说道 正所谓 良情则目而欺 贤臣则主而是 四先生这种大财 若遇袭而不得善终 岂不是我李家的莫大损失 至于先生游厉天下的事情 待得江山安定 先生自然可以尽情领略这大好山河 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这陆尘假母假式的沉吟了一下 也罢 殿下已经把话说到如此地步 想那刘玄德三顾茅庐 也不外如是了 在下应成了 陆尘说着站起身 冲着李秀宁义功到地 以后就谨遵公主殿下吩咐了 好 李秀宁一拍椅子扶手站起身 来到陆尘面前双手向掺 同时宣布道 即日起 陆先生就是我娘子军的军师 全军上下务必遵从军师吩咐 今日得到陆军师这种大财 真是我娘子军的福气 李秀宁冲着重将军高声说道 排摆宴席 为我们的陆军师接风洗尘 同时通告三军 第十四章 宴席 所谓的宴席 也不过是宰了几只羊 做了全羊宴 外加几只烤全羊 平日李军营中是不允许饮酒的 因为今日宴席的缘故 没有执行任务的士兵 也都可以饮酒三杯 也仅此而已 一顿饭陆尘吃的是一个好爽 倒不是唐朝的羊肉有多好吃 主要是从被抓到现在 陆尘是谁米味打牙 饿得不行 如果不是李秀宁说百验的事 陆尘都准备找个地方进仓库 去拿点军用口粮先吃着了 说实话 对于这个时代的饭菜 陆尘只能给个差评 实在是这个时代的调料种类太少了 除了盐 就是一些花椒 胡椒 以及猪鱼之类的东西 比后世可是差得太多了 至于主食汤饼 李秀宁他们称之为汤饼 不过在陆尘看来 这汤饼说白了 就是后世的面片汤 而且是连葱姜蒜 都没有的面片汤 顶多加点酱料和胡椒进去 盐在这个时代 还是很珍贵的 所以那味道可想而知了 要不是陆尘饿极了 还真不一定吃得下去 陆尘可是部队出身 吃饭那叫一个风卷残云 毕竟在部队里 如果吃饭慢了 很可能就吃不饱 所以陆尘的吃相可不文雅 但是也不是很粗俗 就是不停地往嘴里塞 然后闭嘴咀嚼 再塞 再咀嚼 毫无声息 速度极快 李秀宁坐在主位 手中把玩着酒杯 看着陆尘在那 不拘礼节的胡吃海塞 不仅不厌烦 反而觉得 这才是真性情的体现 毕竟李秀宁是带兵打仗多年 手下也多是豪爽之人 如果是身宅大院里的 那些自诩高人一等的人 估计会很厌烦陆尘的吃相 李秀宁把玩着酒杯 饶有兴致地 看着陆尘在那吃喝 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 看来陆军师很饿 就在陆尘正狼吞虎咽的时候 坐在李秀宁右手位的女将军 看着陆尘那一副吃不饱的模样 忍不住调侃了陆尘一句 陆尘顺着声音望去 发现正是阻止方琪的女将军 在出言调侃自己 赶忙放下碗筷 一脸不好意思的笑道 一日未曾进食 倒是让将军见笑了 未曾请教将军如何称呼 婢子换作叶竹 本是公主殿下的婢女 被殿下赐予副将之职 拦住方琪的女将军 正是平阳公主的贴身婢女叶竹 现在是娘子军的左副将 原来的是叶将军 师敬 师敬 陆尘抱拳 拱手给叶竹见礼 跟着端起酒杯起身 来到李秀宁面前 见到陆尘站到李秀宁面前 屋子里的声音顿时小了很多 在下 想要进公主殿下一杯 感谢公主的知遇之恩 陆尘说着 将酒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君师哪里话 本宫能遇到君师 也算是三生有幸 降与良才了 李秀宁也不矫情 直接端起酒杯 也是一饮而尽 说起这事 本宫还要感谢方校尉呢 要不是方校尉追赶于你 本宫也遇不到先生 不然岂不是错失良才 方琪何在 李秀宁直接问了一句 墨将在 听到李秀宁喊自己 正跟梦记15喝6的方琪 赶忙起身来到李秀宁面前 不知道大帅有何吩咐 本宫刚才与军师说到 若不是你对军师穷追不舍 本宫也不能将军师这等大才招致麾下 所以这一道 你是有功的 本宫向来赏罚分明 今日期你就升为正位校尉吧 李秀宁说话间 就给方琪提了一级 要知道 智国校尉只不过是一个正七品上 而正位校尉可是正六品上 直接手下就多了一辈人 这在军中 要是没有大功 这题的品级可就费了劲了 谢大帅 一听李秀宁给自己整整升了一级 方琪的喜悦之情 异于言表 欢天喜地的谢恩 本宫说了 宫是宫 过是过 先前只打了你十军棍 还有十军棍本宫可还给你记者呢 至于要不要打 还得看你以后的表现了 李秀宁说着 瞟了陆晨一眼 跟着又瞪了方琪一眼 方琪那也是老油条了 对于这种事 怎么能不明白 赶忙在一旁 找来个大碗 到了满满一碗酒 来到陆晨面前 军师 之前多有得罪 望军师海涵 方琪来到陆晨面前 也不含糊 把话一说 直接一碗酒一饮而尽 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 还来个碗口朝下的动作 表示自己喝得很干净 站在一旁的陆晨 哪能听不出李秀宁话里的意思 显然这是李秀宁 想让自己卖好给方琪 毕竟陆晨心来乍到 寸功未利 就被李秀宁一句话 给任命为军师了 这是李秀宁帮自己收买人心呢 方校尉说笑了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如果不是这场误会 在下也不会受到 公主殿下的赏识 以后大家伙 都是一个锅里捞饭吃的兄弟 我这里经大火一碗 陆晨也不含糊 直接也是酒杯换大碗 担起酒碗一饮而尽 同时跟方琪一样 碗口朝下 表示自己的诚意 好 和彩生顿时响满屋子 屋子里都是军中将官 都是多年 跟着李秀宁的粗野汉子 对于陆晨的豪爽之举 那是最欣赏的 他们最讨厌那种扭扭捏捏 满嘴知乎折野的书生 陆晨当然了解 当兵的是怎么回事了 正所谓军以国士代我 我必以国士代军 正是军中最好的写照 要知道 四大铁里可有一起扛过枪 那都是过命的交情 随着陆晨一碗酒下肚 屋子里的气氛 顿时更热烈起来 本来还觉得 陆晨有些格格不入的将官 在陆晨一碗酒下肚 也是看着陆晨顺眼多了 甚至有将官过来 跟陆晨攀谈起来 而李秀宁自然 把一切看在眼中 对于陆晨的欣赏之意 愈加浓烈 就在屋中热闹之时 屋外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 爆 长长的一声爆字 顿时让整个屋子里 安静了下来 就见外面 一名义族打扮之人 身背竹筒 一身尘土 快步跑进大厅 单膝跪地 骑禀大帅 有底报道 第十五章 其实是一件事 承上来 李秀宁一挥手 义族毕恭毕敬地 从身上解下 用红漆封印的竹筒 双手交于叶竹手中 撕掉封印 叶竹从竹筒中 将一卷底报抽出来 跟着确认 底报没有问题 才双手承送给李秀宁 至于宴会 随着底报的到来 就结束了 自然有兵族 进来撤下酒宴 所有将官 全部各就各位 站得坐的都有 而陆臣作为军师 自然是坐在 左手第一个位置 至于李秀宁的贴身婢女 兼左右副将叶竹 和陆秋明 则是分别站在了 李秀宁的两旁 刚才宴会上 嬉闹的气氛已经消失了 整个大厅里 除了还弥漫着的酒肉香气 剩下的 就只有肃杀的气氛 也是微微骤气 军师 看来不是好消息 站在陆臣身后的方起 轻声在陆臣耳边 嘀咕了一句 嗯 看着李秀宁 越来越阴沉的脸色 陆臣也知道 底报上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然李秀宁的脸色 不会这么阴沉 刘黑他这丝 只想勾结突厥扣鞭 看罢底报 李秀宁将底报 重重地拍到了桌子上 我大哥与三弟 已准备迎战突厥了 李秀宁声音冷烈地说道 大帅 我能看看底报吗 陆臣站起身 冲着李秀宁问道 军师 但看无妨 李秀宁汗手点头 同意陆臣看底报 陆臣拿起底报看了起来 底报上大致的意思是 刘黑他被李世民击败 跑到突厥 突厥适逢饥荒 刘黑他跟突厥协力可汗 与突厥克汗勾结 引兵犯我边界 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 已经兵分两路 迎战突厥人了 同时命云州总管李子和 协助李世民 左五位大将军断德操出下周 切断协力可汗退路 更是派出郑元寿 准备出使突厥 上面也陈列了 封得一境界的四步走 请原谅作者君才书学浅 实在编不出文言文 同时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封李渊给李秀宁的书信 也就是上语 这种东西 是皇帝给公主的私人信件 陆臣是不能看的 其实看到底报 陆臣就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就是二次征讨刘黑他 这次征讨刘黑他最大的赢家 应该是李建成 不仅推了突厥的骑兵 还趁势收了幽州的礼仪 以及平定了刘黑他 陆臣现在就在琢磨一件事 要是自己现在 把刘黑他给干掉了 自己这个蝴蝶 会把唐朝扇向什么地方 最主要的是 如果修改了时间线 陆臣本身是否还能存在 这是陆臣最想要知道的事 如果说现在干掉刘黑他 那么李秀宁 就不用再对刘黑他的战役中 香消玉玉了 虽然后世对于李秀宁的死 有两种猜测 第一种 是李秀宁也参与了这次迎战突厥 毕竟娘子官 也有可能是这次突厥袭击的目标 而李秀宁 因为与迎战突厥而允命 另一种说法 就是李秀宁没有参与这次迎击突厥 而是在后方防御刘黑他 与刘黑他作战的时候 李秀宁不幸相消玉玉 但是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五得五年末要发生的事情 而陆臣如果提前干掉刘黑他 就为迎战突厥 扫清了一个最大的后顾之忧 可是陆臣现在不敢确定 如果真这么做了 绝对会造成时间线改变 到时候 自己还会不会存在 就不好说了 当时 陆臣着急要证明自己清白 保住性命 才提出要干掉刘黑他 现在已经被李秀宁封为军师了 这件事 陆臣到底还要不要做 就让陆臣有了思量 不过陆臣马上又转念一想 其实杀了刘黑他 对于陆臣来说无关紧要 就算保住李秀宁 也没有问题 因为李秀宁不可能称帝 顶多就是让李建成少了一项攻击而已 最多影响到李建成这次想要的军中声望而已 应该不会影响到自己 至于玄武门之变还远着呢 走一步看一步吧 大帅 在下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陆臣将底报重新放到桌子上 看向李秀宁 军师有何定计 但讲无妨 李秀宁看向陆臣 朗生说道 在下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陆臣神色淡然地说道 军师何出此言 听到陆臣的话 李秀宁不禁微微一愣 要知道 现在的形势可以说 大唐岌岌岌可危 正面有突厥扣鞭 后背河北那面 还有刘黑榻在虎视眈眈 不明白 陆臣怎么能说这是一件好事 如果二次讨伐刘黑榻事件 在陆臣的记忆中没有出错的话 这次突厥来袭 可是经过和谈才撤兵的 也就是说 大唐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唯一得到的 就是平定了刘黑榻 至于刘黑榻的盟友 徐渊朗 那都是不足为道的人物 在第一次李世民 讨伐刘黑榻攻城 刘明就回京的路上 顺手就收拾了 所以 现在摆在李秀宁面前的是 两个敌人 一个是进犯的突厥 一个就是二次盘踞河北的刘黑榻 其实 现在摆在李秀宁面前的 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因为娘子官的地理位置 一面就是突厥 一面就是刘黑榻 这让李秀宁一时间难以抉择 偏偏在这个时候 自己刚刚招致麾下的 军师陆臣 居然说这是一件好事 怎么能不让李秀宁纳闷 大帅 在我看来 这两件事 其实是一件事 陆臣笑着说道 刘黑榻二次造反 是戒了突厥的事 如果太子与秦王 能够成功阻截突厥 让突厥感到危险 必然会从刘黑榻那抽掉兵马 到时候 刘黑榻莫了突厥的事 就凭他现在手下的人马 并不足以造成太大的威胁 何况 在下说过 有办法无声无息地干掉刘黑榻 说到这里 陆臣停顿了一下 看到李秀宁的表情有些缓和 这才继续说道 刘黑榻一死 刘黑榻一死叛军 必然群龙无首 到时候 大帅可以趁刘黑榻一死内乱之际 直接挥兵直下 平定河北内乱 至于突厥方面 依在下所见 有太子和秦王两位殿下 两面夹击应对 应该暂时无暇顾及娘子官 陆臣说完 看向李秀宁 第十六章 定计 嗯 李秀宁沉引了片刻 思索着陆臣话中的可能性 而陆臣分析的 确实是眼前的大唐所遇到的近况 也是李秀宁面临的问题 李秀宁现在坐着娘子官 确实有些进退为谷的意思 如果陆臣真的能够解决掉 刘黑榻的话 那真的就破体了 陆先生真的有万全把握 能够除掉刘黑榻 李秀宁带着西纪的目光 看向陆臣 因为陆臣所说的一切都是建立在 陆臣能够无声无息地 干掉刘黑榻这个条件上的 如果陆臣不能干掉刘黑榻 那么其他一切都是免谈 时生时的把握不敢说 但是九成把握是有的 陆臣此时的状态 就差来个羽扇观惊了 明显的一副蜘蛛在握的状态 好 那先生需要多少人 李秀宁看到陆臣如此自信 直接朗声问道 丹人独其足矣 陆臣很是自信地说道 不妥 没等陆臣把话说完 李秀宁直接抬手阻止了陆臣的话 那刘黑榻如今盘踞在定州 对魏州虎视眈眈 你现在去往定州 这沿路之上 到处都是那刘黑榻的探子语细作 如果先生 想要单枪匹马闯龙谈虎穴的话 本宫是绝不允许的 这次李秀宁没有说本帅二字 而是说了本宫 这就是在用公主的身份压制陆臣 不让陆臣独闯龙谈 可是在下向来独来独网惯了 而且 如果人多势众 更容易暴露 如果因人多而暴露 那咱们的计划 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陆臣脸上露出倔强之色 依旧在坚持己见 毕竟陆臣可不是什么 这儿八经的墨家弟子 他的那些所谓的机关术 全部来自基地 这要是让别人看到了 那还得了 大帅 末将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就在陆臣与李秀宁僵持不下的时候 一直站在陆臣身后的方琪 跃众而出 来到李秀宁面前拱手失礼 你有何话说 李秀宁正因为陆臣要独闯龙塔二不快呢 这时候方琪居然跑出来出头 李秀宁怎么可能会给方琪好脸色 大帅 我觉得大帅与军师说的都在脸 方琪话还没说完 就被李秀宁与陆臣齐齐地回敬了一句废话 这俩人现在都觉得自己有理 方琪这话说了跟没说不是一样吗 方琪也不生气 憨笑地挠了挠头 在下认为 大帅是担心军师的安危 而军师呢 则是怕人多眼砸 容易暴露 依在下的主意 咱不如折中一下如何 方琪带着讨好的表情 看了看李秀宁 又看了看陆臣 如何折中 李秀宁与陆臣齐声问道 由在下率领精兵武士人 保护军师前往定州 到了定州 咱们分散潜入定州 如果军师继承 咱们就全身而退 如果军师继不成 咱老方拼着一声寡 也能把军师护送回来 方琪直接一挺胸脯 朗声说道 听到方琪的话 李秀宁的手指 在椅子扶手上倾扣了几下 显然在思考方琪所提计划的可行性 而陆臣则是一脸诧异地看着方琪 不明白这家伙 突然要护送自己去定州铲除留黑榻 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 这句话让陆臣想起来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 也是陆臣一直以来 能够完成任务的不二法宝 现在方琪突然提出要护送自己 这就让陆臣心里开始琢磨了 先生 您一下如何 李秀宁琢磨了一下 还是准备把决定权交给陆臣 毕竟现在要以身犯险的是陆臣 李秀宁把决定权交给陆臣 也表明他对于方琪的提议 是有异想的 现在就看陆臣如何决定了 也罢 就按照方校尉所提醒是吧 陆臣稍微一思索 也明白了李秀宁的意思 如果自己不同意 那么这件事就只能作罢 而自己想要救李秀宁的事 就得并想别法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陆臣面前 如果陆臣不答应 就说明陆臣有一定的私心 会极大的削减李秀宁对陆臣的信任 毕竟这件事是陆臣提起的 所以陆臣只能同意方琪所提之事 何况 从现在看来 方琪说的话 也是为了自己好 陆臣并没有反驳的道理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陆臣虽然答应了 先生请讲 李秀宁见陆臣答应了 也就暂时安心下来 毕竟陆臣可是墨家传人 陆臣一个人的安危 可比刘黑榻重要得多 别说一个刘黑榻 就是八个十个 也比不上陆臣重要 这一路上都要听从我的指挥 方校尉能答应吗 陆臣看向站在一旁的方琪问道 这是自然 方琪一拍胸脯 这一路上都听先生安排 您让往东绝不往西 您让打狗 我绝不碾击 方琪一脸认真的说道 那就行 陆臣见方琪答应下来 也就点了点头 至于方琪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那就只能往后看了 行了 这事就易到这里吧 李秀宁见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就直接终止了这个话题 业主 你给先生安排一个住所 让先生先休息一下 另外 方琪 那五十名精兵必须严格挑选 李秀宁直接对方琪下令道 是 尊大率令 方琪领命转身离开了议事厅 去军营里选人去了 而陆臣也在业主的带领下 来到距离李秀宁宅底 也就一百多不远的一处院落 石头围墙 与大厦是有些斑驳的木门 推开木门是一个小院 两间正房 左右是柴房和厨房 来到正房 里外两间 里间屋是卧室 外间屋就是会客厅了 说是会客厅 也就一张方桌 两条板凳 一看就是普通名居到处来 给陆臣居住的 这家原来的住户呢 陆臣打量着这间名居的 颇有些简陋的布置 好奇地看着业主询问了一句 第十七章 一将功成万古窟 下官成村一大半的村民 已经逃难到关内了 业主帮着陆臣整理着房间 唉 听到业主的话 陆臣忍不住叹了口气 泽国江山入战图 声名和继乐桥苏 平均末化封侯士 一将功成万古窟 陆臣想起唐婉弃诗人曹松的一首 几亥岁二首其一 顺口忍不住就念了出来 都说一将功成万古窟 这战争伤的不仅是国家民族 更是对人民的伤害 陆臣一面扑着被褥 一面摇头叹息 俗话说巴水绕长安 而现在突厥南下 流黑踏作乱河北 长安也算是进入了战争版图了 所以陆臣这一句泽国 也不算是突兀 先生真是好文采 听到陆臣口中念的诗 业主忍不住称赞了陆臣 一看先生 就是胸怀天下之人 业将军说笑了 我就是一方外之人 哪有能力左右这视觉 只是偶尔有感而发而已 但愿战争早点结束 天下太平吧 陆臣自嘲地笑了一下 前世也是经过血雨腥风的人 但那大多都是定点打击 斩首行动 真的见到这种凄惨的场景 饶是以陆臣的心性 都忍不住感慨了一番 我大唐不就是为了 天下太平而征战吗 听到陆臣的话 叶竹笑着说道 但愿吧 作为后世的人 史书上的血痕依旧还在 只是不知道 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 去改变这一切呢 陆臣再次感慨了一句 自古以来 心 百姓苦 亡 也是百姓苦 所以百姓才是国家的根基 善待百姓 才是国家新亡的正宝 婢子毕竟只是一个婢女 说是副将 其实也是 为了伺候公主殿下方便 先生说的大道理 婢子不是很懂 但是知道 先生是悲天悯人之人 只希望先生 能够辅佐公主殿下 让这天下百姓 能过上好日子 夜竹笑盈盈地冲着陆臣失礼 跟着便告辞离去 夜竹一走 陆臣就把房门紧闭 至于外面负责守卫的兵兵 也都只是站在院门左右 院内并无一人 陆臣盘膝坐于床榻之上 进入了基地之中 他要去寻找历史类书籍 恶补历史知识 至于为何战略物资仓库里 会有这类书籍 是因为 只要是关于国民生计的东西 战略物资仓库里 都会有所备份 别说历史类书籍 就算是课本 里面都会备份 这关系到国家的传承 文明的传承 总之 只要关系到国民生计的东西 战略物资仓库里 都会备份到 陆臣在乐捕着历史知识 另一边夜竹 回到了李秀宁的宅邸 先生表现如何 可对院落有何不满之处 李秀宁放下手中的书籍 看向夜竹 回禀殿下 军师是有大才之人 而且胸怀广大 夜竹一五一十地 把陆臣的所作所为 汇报给李秀宁 当夜竹说到 陆臣看到百姓逃亡的时候 吟诵的那首 《几海岁二首其一》的诗的时候 李秀宁直接眼中金光四射 好一句平均默化封侯事 一将功成万古枯 一句话道出了战争的本质 世人只看到了封侯败相 却看不到封侯败相后面的雷雷白骨 果然陆先生是有大胸襟 大情怀之人 高才 高才啊 李秀宁再次感到 拜陆臣为军师 是自己最正确的决定 一夜无话 第二日 大清早 陆臣院子的门 就被方琪给拍响了 军师 军师 俺老方来了 方琪一面拍打着门板 一面高声叫喊 洗漱已毙的陆臣 此时正在吃着汤饼 听到方琪的叫喊声 就命一旁的冰冰过去开门 随后方琪迈步走了进来 而在方琪身后 则是跟着跟半截塔相似的梦境 军师 人俺给你凑齐了 啥时候出发 方琪冲着陆臣失礼 然后问道 坐下说话 陆臣放下碗筷 指了指对面的那条板凳 方琪直接大马惊刀的 往板凳上一坐 孟继还在那站着 孟将军也坐呀 陆臣看孟继 似乎有话要说 也示意孟继坐下说话 孟继看了看被方琪 占据了大半的板凳 面色有些尴尬 孟继身高将近两米 虎背熊腰 体重绝对超过两百斤 而且顶盔冠甲 方琪身高与陆臣差不多 但是身材比陆臣粗壮了 能有两圈 陆臣身高一米八三 一百七十斤 方琪的体重绝对在一百九十斤左右 这么两个顶盔冠甲 穿戴的跟狗熊式的人物 坐在一条板凳上 那场面多少有些富有喜感 而且 这两人的体重一起放到板凳上 估计板凳能直接给做批了 来人 去给孟将军拿条板凳过来 陆臣也看到了孟继的尴尬之色 赶忙让兵族去给孟继 也寻了一条板凳过来 孟将军来我这里 是有事吧 陆臣没有回答方琪的问题 而是看向孟继问道 我知道昨天对军师多有得罪 俺这里给军师赔礼了 孟继说着 直接一撩罗袍抵金 就要单膝跪地 孟将军这说的哪里话 陆臣一见孟继要下跪 赶忙起身双手向掺 你我也是不打不相识 以后都是军中袍则 何必如此 再说了 昨天在下 不也是把将军下得不轻吗 咱们就来个两相抵消 如何 陆臣笑着说道 一想起昨天陆臣手里的手枪 孟继就后脑勺冒凉气 陆臣只要往下挪三寸 估计明年的昨天 就是孟继的周年了 昨晚上一宿孟继都没睡好 生怕得罪了陆臣 陆臣可说过 有九成把握 能无声无息地搞死刘黑榻 在千军万马之中 搞死刘黑榻都这么大把握 想要自己的命 那不是更加易如反掌 因此 孟继一大早就跟在方起身后 来给陆臣赔罪 至于想要跟着陆臣一起去行刺刘黑榻 一是给陆臣卖好 修不好两人的关系 再一个 如果这是成了 绝对是大功一见 自己在李秀宁 那也好交代 毕竟自己得罪过陆臣不是 今天是端午节 祝各位看官大大 端午节安康 第十八章 一碗汤饼 在下倒是不介意孟将军同行 只是大帅那面会放人吗 陆臣倒是没有拒绝孟继 毕竟一个羊也是板 两只羊也是放 都有方起那五十人 也不在乎再多一个孟继 何况孟继勇武过人 带着他也有好处 只是陆臣不知道 这孟继要跟随自己去行刺 刘黑卡 李秀宁那面同意了没有 只要军师同意 大帅那面末将自会报备 孟继相信 只要自己跟李秀宁说 要去保护陆臣 李秀宁绝对会同意的 毕竟李秀宁现在重视陆臣 重视的不是一点半点 何况李秀宁手下第一猛将 乃是其起家的时候 就跟随在左右的和攀人 那是仅次于叶竹与陆秋明的中军副将 总督军中事务 可谓位高权重 在征得大帅同意的前提下 我是不拒绝孟将军同行的 陆臣给出自己的意思 就是说 想要跟着自己 首先得征得李秀宁的同意才行 那行 末将这就到此 前去奏明大帅 孟继见陆臣没有拒绝自己 立马起身 兴高采烈的 去找李秀宁报备去了 方启深深的看了一眼离去的 孟继的背影 方校尉吃过早饭没有 陆臣看着转过头来的方启 笑着问道 吃过了 方启赶忙说道 不过提鼻子一闻 发现同样是汤饼 陆臣的汤饼 明显要香气扑鼻许多 不由得舔了舔嘴唇 早上多做了一些 来人 去给方校尉 也承一碗汤饼过来 陆臣招呼了一声 在外面站岗的兵足 这汤饼 可是陆臣早上在厨房自己做的 实在是唐朝太缺乏调味料了 陆臣倒是不挑食 毕竟前世出任务 什么条件没遇到过 有时候吃个虫子生肉什么的 也经历过 但是现在既然有条件 陆臣就不能虐待自己 昨天要不是确实太饿 唐朝的这些吃食 陆臣还真不一定能吃得那么开心 虽然前世陆臣是特战队长 但是也有休假 休假的时候 陆臣可是一个生活得很精致的人 因此 一般休假的时候 他的那些队友都喜欢到他家聚餐 还不是因为陆臣手艺好 因此 今天一早起来 陆臣就自己整制了一锅汤饼 这汤饼就是后世说的面片汤 不过调料可是陆臣从基地里带出来的 再加上点葱花香菜 直流口水 正常来说 这些兵族是不吃早饭的 在唐朝 普通人一天就两餐 午餐和晚餐 只有富贵之家会一日三餐 至于皇亲国妻 则是一日四餐 本来就强忍着饥饿感的士兵 被陆臣汤饼的香味一勾引 哪还忍得住口水 只不过碍于身份 都是偷掩关桥 偷偷地咽口水 陆臣自然是独乐乐 不如中乐乐了 招呼几个士兵过来跟他一起吃 他给几个兵族 一人一大碗汤饼 几个兵族吃的那叫一个迅速 陆臣半碗还没吃下去呢 几人已经干了的盘干碗净 眼巴巴地看着陆臣 想吃自己去锅里撑 陆臣看着几人那不断偷看 厨房的眼神 笑骂了一句 哎 得到陆臣的手肯 几个兵族争先恐后地去厨房 又一人盛了一大碗 直到一人吃了三碗 才回归本来岗位 也就这个时候 方启和孟吉一起来了 君士 你这汤饼 可比那些火头君做的好吃多了 方启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了 嘴里嚼着面片 还不忘冲着陆臣 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那是自然 这可是本人的独家秘制调料烹饪的 一般人可吃不到 陆臣看着方启那吃相 忍不住自得了起来 后视调料的刺激 那是唐朝人能抵挡得住的吗 也就不到五分钟 一大碗汤饼 被方启吃的是碗底朝天 奈何早上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就算方启再想吃 也吃不下了 顶多就是肚饱眼不饱 行了 想吃以后 有的是机会吃 有机会 我做个烤全羊 让你尝尝 虽然陆臣现在还摸不清 方启要跟着自己的意图 但是该说的话给说 而且 如果方启没有恶意的话 收买一下方启也是可以的 毕竟人生地不熟的 多个熟人也多条路嘛 军师 您可不能诓骗啊 俺可等着你的烤全羊了 吃了汤饼的方启 直接很是认真的看着陆臣说道 行啊 等解决了刘黑榻 就给你做烤全羊 行了吧 陆臣觉得 方启的性格倒是挺有意思的 有些憨直 这样的人真的会算计自己吗 陆臣不禁琢磨了起来 如果这是方启伪装出来的 那陆臣只能说 这个人的演技是真的太好了 对了 咱是来找您去看行动队的 一说到刘黑榻 方启一拍脑袋 才想起来自己是来干嘛来的了 直接拽着陆臣就要出门 一碗汤饼 直接拉近了方启与陆臣的关系 可见后世说酒桌上 是拉近关系的最好场所这句话 多没有道理 陆臣示意兵族收拾下碗筷 就跟着方启往院门外走去 结果刚走出院门 就看到 孟姬正大不留心地往这面走来 军师 这是要出门 隔着时来不远 孟姬就高声喊道 同时快步来到陆臣面前 嗯 去看看方启伪选的兵 陆臣冲着孟姬点了点头 这面匆忙赶回来 是大帅同意了吗 陆臣问道 嗯 俺跟大帅说了 大帅同意了 孟姬粗声粗气地说道 那行 就一起去看看吧 既然李秀宁同意了 那陆臣也不会拒绝 直接邀请孟姬同去看兵 不长时间 陆臣就跟着方启和孟姬出了下官城村 李秀宁手下 那是十多万大军 怎么可能都窝在一个下官城村里 在村外毗邻连河蔓延出去好几里的军帐 就是大军驻扎之底 而在军营的一处平坦的轿场里 此时正有一名队将在操练着几十个人 陆臣一眼就看出来 这几十个光着膀子操练的精壮汉子 应该就是方启为自己准备的行动队了 第十九章 学会畏惧死亡 陆臣跟着方启与孟姬来到对将面前 所谓对将就相当于后世的一个排长 只不过现代的一个排大约三十到五十人 在这时的对将则是负责五十到八十人 对将见到方启跟孟姬陪同着一个装扮怪异的人来到镜前 喊停了操练 转身向方启二人失礼 只不过眼神始终警惕地看着陆臣 这位是军师 还不跟军师见脸 孟姬眼睛一瞪 呼喝了对将一句 小人张友 见过军师大人 对将张友 直接单膝跪地 给陆臣见礼 快快请起 张对将不必多脸 陆臣双手向颤 将张友扶了起来 想必这些就是那五十位壮士了吧 陆臣看向站立在一侧的偷掩官桥 自己的那些精壮汉子 是的 虽然同位对将 张友的盔甲明显要好于其他同样在教场训练的对将 这位张对将 乃是大帅禁卫军中的对将 大帅为了军师 可是把左前卫军的精锐给掉了出来 方启笑着给陆臣介绍 要知道 李秀宁可是被李渊赐予了 同东宫六律一样的配置 东宫太子有东宫六帅 李世明有天策军与玄甲军 而李秀宁有自己的娘子军与禁卫军 这张友 就是左前卫军中屡历战功的一位对将 张友在操练的这五十人 就是他带的队伍 那在下真得多些大帅的台爱了 陆臣说着 冲着李秀宁宅底方向拱手失礼 陆臣三人跟着张友 来到那些精壮汉子面前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道道的疤痕 刀伤 枪伤 剑伤等等 没有一个人的正面皮肤是光滑的 陆臣围着这个五十人组成的队伍转了一圈 其余三人都不知道陆臣要干嘛 站在原地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陆臣 陆臣转这一圈 主要是看看这些汉子的后背 如果后背伤痕过多 只能说明 这个士兵在进攻的时候畏缩不前 甚至有可能临阵退缩 陆臣观察了一圈 对于这五十个士兵比较满意了 后背的伤痕很少 毕竟集团冲锋的时候 被人误伤后背 或者混战时应接不暇 被伤到后背 也是有可能的 后背的伤痕都是寥寥无几 说明这些都是血性汉子 勇于向前的 但是这血性 陆臣就比较满意了 在陆臣的心中 如果一个士兵连血性都没有 那就没有训练的必要了 很好 都是血性汉子 陆臣转了一圈 重新回到其他三人面前 很是满意的说道 那是自然 听到陆臣的称赞 张友很是得意的说道 阿老张带出来的兵 就没有一个怕死的 你错了 正在张友得意的时候 陆臣直接打断了张友的话 而听到陆臣这么说 其他三人都是一愣 打仗不怕死 才敢冲锋 怎么陆臣反而说 这样是错的呢 你们怕不怕死 陆臣没有跟这三人说话 而是直接来到那五十个士兵面前 高声问道 不怕 五十人齐齐地高声回应道 放屁 陆臣直接不屑地回了一句 你怕不怕死 说实话 陆臣直接来到一名壮汉面前 面容严肃地问道 士兵沉吟了一下 这才有些发虚地说 啪 这就对了吗 陆臣伸手拍了拍这名士兵的肩膀 而此时其余三人 则是恨恨地瞪着这名士兵 直接看着这名士兵直缩脖子 你们也不用这样瞪着他 陆臣转身看着孟姐 方琪 以及张友三人 你们就不怕死吗 陆臣笑着问三人 俺不怕死 孟姐一拍胸脖 脖子一梗说道 你也是放屁 陆臣直接笑骂了孟姐一句 我用手枪打你赞音的时候 你不怕死 陆臣来到孟姐面前 捶了孟姐一下 这次孟姐没说话 只是嘿嘿一笑 没有人是不怕死的 陆臣没有继续调侃孟姐 而是转身冲着五十名士兵高声说道 马上我要带你们去办的事 很可能就让咱们回不来了 所以我也怕死 其实死亡本身并不可怕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蒙 陆臣看着这些汉子继续说道 我们真正惧怕的是牵挂 这个世界上有我们牵挂的东西在 有我们未能完成的事情 有我们还未实现的愿望 若是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诸多的不舍和遗憾 所以我们才会怕死 怕死并不可耻 因为我们还没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 你们还没好好地孝敬父母 还没遇到那个 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人 还没给老婆孩子 幸福幸福地生活 所以你们要学会怕死 只有怕死 你才会向死而生 才会用尽全力地去杀死你的敌人 获得你们的荣光 我将带给你们无上的荣光 你们信我吗 陆臣声音有些颤抖的高声问道 香谢 听到陆臣一番话 这五十名士兵齐齐地高声回应陆臣 齐齐地攥紧了拳头 原来怕死并不可耻 怕死才是他们前进的动力 他们想到了家乡的老婆孩子 想到了高堂父母 陆臣说可以给他们荣光 给他们博一个未来 俺也谢 就在这时 站在陆臣身后的三人 也齐齐地喊了一声 差点给陆臣吓一跳 你们怎么也跟着一惊一乍的 陆臣笑骂了三人一句 军师你说得太好了 回去我就找人把这段话写下来 日日背诵 然后念给我手下的那些崽子听 方启这话说的就有些谄媚了 这些个心灵鸡汤你学他干啥 带好你的兵得了 陆臣瞪了方启一眼 啥鸡汤 军师你要喝鸡汤吗 方启哪懂得心灵鸡汤是啥 以为陆臣想要喝鸡汤 这正简约士兵呢 怎么突然想要喝鸡汤呢 行了 你也别瞎琢磨了 陆臣直接冲着方启摆了摆手 我问你 这些士兵可会骑马 毕竟这里距离刘黑榻所在地可不近 这要是腿着去 说不定等走到那 李建成都回师 直接去干刘黑榻了 那自己扯这些鸡汤有啥用 去拉链啊 第二十章 选马 军师说笑了 听到陆臣的问话 方启笑了 作为大帅的禁卫军 入选条件第一条 便是马术金战 这些人可都是游骑兵里的好手出身 方启有些自得跟陆臣介绍道 能带我去看看马匹吗 陆臣看向方启询问道 毕竟按照历史记载 这个时代可是没有金属马凳和马蹄铁的 此时用的大多是木制马鞍 以及用皮革 麻纤维制作的马凳 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 至于马蹄铁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一般骑兵长途作战 都会一人三骑 一匹马驮着装备 另外两匹马交换骑乘 如果是短途作战 则是一人两骑 交换着骑乘进行突击 追击以及奔袭等任务 自然可以 方启回道 这次大帅可是给军师安排的 军中最好的马匹 方启忍不住替李秀宁 再向陆臣卖好 陆臣没有回答 而是点了点头 方启要是不替李秀宁说话 这事才奇怪呢 跟随着方启三人 陆臣来到了军营中的马厩 要知道 李秀宁手下第一大将和攀人 在跟随李秀宁以前 可是胡商出身 所以李秀宁军中的战马 都是从突厥 西域等地弄来的 陆臣看到的这个马厩中 康国马 突厥马 占据大多数 还有一些大渊马 以及契丹马 契丹马相较于前三种马身形较小 比如传说中的 指路为马 实际上说的就是契丹马 因为契丹马身形较小 特别适合丛林 山地奔驰 康国马是西域康国 竞献给唐高祖李渊的 当时一共竞献了四千匹 李世民得了一千匹 用在了玄甲铁卫中 李秀宁也得了一千匹 用在了禁卫军中 至于剩下的两千匹 则是喂养在皇家麻场里 看着这些马 陆臣满眼都是喜爱之色 就跟是男人就要开高达一样 在这里就是是男人就应该骑战马 尤其是看到其中一匹 喂养在单独的马厩中的白马 这马的毛色 一身雪白 没有一点杂毛 而且闪闪发亮 就像劈了一身银丝 陆臣快步来到这匹马的跟前 仔细打量着这匹大渊马 真是好马 陆臣伸手抚摸着马的踪毛 这匹马被刷洗引漏得很好 手摸在踪毛上 如同摸在了颈段上一般 性格也极其温顺 任由陆臣抚摸 这是谁的马 陆臣转头看向方琪问道 军事真是好眼烈 方琪看着陆臣 对这匹白马满眼喜爱的模样 笑着说道 这可是咱们大帅的做起 哦 那算了 陆臣有些不舍地看了一眼白马 难怪这匹神骏非凡的白马 照料得如此之好 感情是李秀宁的做起 这就难怪了 咦 这匹马也不错 陆臣看到了另一匹白马 这匹马同刚才李秀宁的做起一样 也是单独的一个马就 只是这匹白马一看 就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而且浑身的剑子肉隆起 从表面看单论脉象 还在李秀宁做起之上 只是这匹白马 一副焦躁不安的模样 不停地在用蹄子刨地 似乎想要挣脱缰绳 从马就中冲出去一般 军师 这匹马可不行 一见陆臣往这匹白马走去 方琪赶忙上前阻拦 这匹马性子太烈了 至今无人能够降服 从送来就一直关在马就里 方琪一面阻拦陆臣 一面说道 我就要他了 陆臣一听 这匹马是无主之物 顿时来了兴致 前世陆臣也训过马 毕竟要完成潜入任务 什么工作不得伪装一下 本军师今天给你们露一手训马绝技 别啊 孟继和张友也齐齐上来劝阻 这马都踢伤了三四个驯马师了 军师您身份娇贵 这伤了您 我们没法向大帅交代啊 孟继和张友 挡在陆臣面前 一脸为难之色 大有陆臣再往前去 就要搂腰抱胳膊 阻止陆臣的意思 这是怎么了 就在两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一阵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 几人寻声回头 看到李秀宁带着夜主和陆秋明 正从不远处走来 在三人身边 还站着一位顶盔冠甲的大汉 大汉身高也在一米九左右 绑大腰圆 只是面容跟汉人不太一样 落塞胡子 圆脸 阴勾鼻 一对蓝眼珠 陆臣看到这人的面容 就知道 此人应该就是李秀宁手下第一大将 胡商出身的和攀人了 见李秀宁走了过来 几人赶忙转身 同李秀宁见礼 本帅巡视军营 就听到 你们几人在此吵闹 所为何事 李秀宁正带着三个副将巡视军营呢 就有人禀报说 方启还有梦记在这面 不知道为何吵闹 李秀宁这才带着三位副将赶了过来 一看 是几人不知为何在阻拦陆臣 骑禀大帅 军师祥迅马 我等正在阻止军师 方启赶忙上前一步 将事情经过 说给李秀宁知道 哦 李秀宁一听陆臣要迅马 顿时一脸不可思议的看向陆臣 先生还有迅马的本事 回大帅 我莫家所学甚杂 这迅马之术 倒是也有传承的 在下见到如此神俊 被劝于龙内 不斥于明珠蒙尘 这才想要试上一试 陆臣拱手施礼说道 先生可有把握 据本帅所知 至今整个军中 还无人能降服此马 一匹马倒没有什么 就怕伤到先生 就得不偿失了 李秀宁有些担忧地看着陆臣 毕竟这笔白马 可是踢上了三四个驯马好手了 以至于现在军中已经无人敢试了 现在陆臣要驯服此马 李秀宁怎么能不担心 在下有自保手段 就算驯马不成 也绝技不会让他伤到分好的 陆臣笑着说道 好 既然军事有如此气魄 那本帅今日就要开开眼界 见一见墨家的驯马手段了 李秀宁听陆臣说的信心十足 也不好辅了陆臣的面子 只不过却是让个人准备好弓箭 做好戒备 准备随时射杀白马 宁肯损失一匹战马 也不能让陆臣受到伤害 这就是李秀宁的底线 第21章 驯马与马距 陆臣来到白马单独的马臣前面 并没有急于接近 在距离马臣二十多步的距离 站立在原地 同时示意一旁的兵族 解开马缰绳 打开马臣 马臣的门刚刚打开 白马如同一道白色闪电一般 直接冲了出来 而目标竟然是站在原地的陆臣 军事 小心 一见白马冲着 陆臣而去 周围所有人都大惊急呼起来 就见白马马马上就要撞到陆臣的时候 陆臣身形往旁边一闪 顺势抓住马的缰绳 瞬间一个翻身 就跨坐在了白马的背上 陆臣这一套动作 那叫一个行云流水 潇洒至极 方琪只知道陆臣身手好 而且也跟李秀宁汇报过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陆臣的身手能好到如此地步 在肩不容发的时候 居然能够潇洒地翻身上马 好 陆臣这一套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直接获得了叫场上一片的叫好声 白马瞬间感觉到 后背上多了个人 郁佳的张狂起来 不停地前纵后跳 甚至人力而起 就为了把自己背上的陆臣给甩下去 别看陆臣此时在外人的眼中 好似惊涛骇浪里的小船一般 实际上 陆臣却是牢牢抓住了马将 整个身子就如同粘在了马背上一样 任由白马如何使劲 也无法将陆臣给甩下去 但是 这一切看在李秀宁眼中就不一样了 李秀宁此刻很是担心地 看着趴扶在马背上的陆臣 生怕陆臣一个不小心被摔下来 同时命令身旁的禁卫军功上衔 随时准备射杀白马 抢救陆臣 一人一马就在轿场里叫上劲了 白马想要把陆臣甩下去 陆臣就是想尽办法粘在白马身上 整个人趴扶在白马的后背上 右手牢牢地拽住马缰绳 左手则是在不停地抚摸白马的脖子 安抚白马的情绪 一人一马足足僵持了一个时辰 终于白马不再暴躁地奔跑跳跃了 他也知道 后背上的那个人自己是甩不下去了 逐渐地降低了速度 终于陆臣勒住了缰绳 白马停在了原地 陆臣翻身从白马身上跳到了地上 同时伸手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跟着回身拍了拍白马的脖梗 白马跟在陆臣的身后 一人一马缓步走到了李秀宁进前 先生 好身手 李秀宁眼中一彩连连地称赞陆臣 承蒙夸奖 幸不如命 陆臣笑着拱了拱手 不过 我刚才在续马的过程中 发现此马似乎腿部似乎有伤 因此才异常暴躁 陆臣刚才坐在马背上 就觉得白马的右腿用力并不流畅 哦 听到陆臣的话 李秀宁也好奇了起来 虽然李秀宁也有自己的宝马良居 但是刷洗引流 那都是专人伺候 所以陆臣说的东西 他也很感兴趣 陆臣也不多说 直接来到白马面前 伸手就把白马的右蹄给抬了起来 马通人性 既然白马已经认定了陆臣是自己的主人 那么陆臣抬起白马的右蹄 白马也就乖乖地顺从陆臣抬起了右蹄 随着白马抬起右蹄 众人的目光也会聚到了白马的右蹄之上 这才发现一道裂口在马蹄之上 显然是被尖利的碎石所伤 所谓食指连心 人伤手指都疼得不行 何况白马一直要四脚着地呢 这种不断的疼痛感刺激着 才让白马一直焦躁不安 无法驯服 而陆臣刚才的驯服 也不过是让马匹挣扎的脱力了而已 哎呀 这不废了吗 看着白马右蹄的伤口 方蹄带着惋惜之声说道 在这个时代 马匹一旦受伤 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能够养好接着用 一种就是受伤无法治愈 只能杀死吃肉 而最难治愈的就是马蹄受伤 因为这个时代就算有兽医 对于蹄子受伤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怎么会废了呢 陆臣看着方蹄笑道 给他穿上鞋子 不就可以不受伤了吗 给马穿鞋 听到陆臣的话 李秀宁眼中顿时闪烁出惊奇的光芒 要是能给马穿上鞋子 那骑兵就不需要一人两骑 或者一人三骑了 可以节约大量马匹 创建更多的骑兵队了 有了更多的骑兵队 那还怕什么突厥 吐蕃 有了更多的骑兵 老娘能打到他们家里去 先生 可有良策 李秀宁的文化颇有些急不可耐 这个陆臣故意卖了下关子 还真有 为了我这匹宝马良居 没有也得有啊 陆臣拍了拍白马的脖子 开着玩笑的说道 不知军中可有工匠 铁匠 陆臣开了句玩笑以后 正色询问道 这自然是有的 不知先生需要多少人 李秀宁询问的有些着急 不用太多 毕竟马蹄铁与马灯并不复杂 不过给马安装马蹄铁 却是个精细活 需要一些新细的工匠才好 陆臣嘱咐道 放弃 立刻着急工匠 铁匠前来 全权听从军师调派 为令者 斩 李秀宁最后一个斩字 说的是斩钉截铁 满满的不容质疑质疑 末将领命 方启直接单膝 跪地接令 然后起身快速带着清兵 去找工匠和铁匠去了 毕竟这是李秀宁正式下达的军令 方启是必须如此接令才行 在方启去寻找工匠和铁匠的时候 陆臣让人找来笔墨纸验 直接在纸上开始画马凳和马蹄铁 这种程度的绘画 对陆臣来说 简直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前世能够画布防图的人 还画不好一个马凳和马鞍吗 别看用的是毛笔 这在前世那也是训练过的 虽然不能说书写绘画的有多好 但最起码达到了普通水准 谁让这玩意也属于一项技能呢 因此说 潜入这个工作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就在陆臣将马凳与马蹄铁的图纸 刚刚画好的时候 方启已经领着一大帮工匠和铁匠 浩浩荡荡地回来了 众人给李秀宁建立以后 这才来给陆臣建立 陆臣看着这帮子匠人 都说古代匠户地位不高 但是军中这帮匠人 可没有面黄鸡兽 一个个体格子还挺好 第二十二章 出弹腐兵制 这是马蹄铁和马凳的设计图 能不能看懂 陆臣招呼了匠人的领头人 来到镜前 打开图纸给两人看 当然 这个需要用到模具吧 看着陆臣绘画出来的设计图 铁匠的头人刘老三问道 刘老三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汉子 尽管三十多岁 脸上已经有了风霜的痕迹 并脚有些斑白 身上穿着一件洗的发白 打着补丁的短袄 高挽着秀面 两条露出来的古铜色小臂 上面有着道道烫疤和囚禁的肌肉 确实需要模具 马凳可以统一制作 只不过这马蹄铁 却需要根据美皮马的提形进行修正 最重要的是这个 陆臣指了指图纸上的马蹄钉 马蹄钉的形状类似于大号图钉 这个钉子一定不能长于一寸四分 不然会伤到马掌的 请大人过目 刘老三攻身失礼道 嗯 去吧 我得去看看 我的大宝贝的伤了 陆臣示意刘老三可以去准备了 工匠什么的暂时用不上 只有等马蹄铁 马凳和马蹄钉准备好才行 所以陆臣准备先给自己的白马治伤 白马的伤势 其实不算太严重 只是蹄子劈了而已 只要将劈掉的地方修剪掉 然后上药 将蹄子包扎起来 不让白马用力 僵养一段时间 就可以恢复如初了 到时候 自然要为白马定马掌 铁匠打造这些马具 还需要一段时间 虽然不是什么大剑 也有设计图 但是时间还是需要的 正好李秀宁巡视大营的事 还没有结束 陆臣就陪同李秀宁 一起巡视起军营来 军师 对于本帅的这支军队 可有什么建议 李秀宁一面走着 一面面带微笑询问陆臣 大帅君荣其者 君威浩荡 不错 陆臣一路看着 一路琢磨着唐朝的军队制度 敷衍 李秀宁直接瞪了陆臣一眼 本帅想要听真话 不是此种鳄鱼奉承之言 那在下就随便说说 大帅全且听一下 若有不妥之处 还望大帅见谅 陆臣提前先打了个预防针 万一自己说的话 李秀宁不愿意听 也好有个回转的余地 本帅不是听不得建言之人 既以拜先生为军师 先生自可无话不谈 李秀宁听出了陆臣话里的意思 直接笑着说道 那在下就献丑了 陆臣一拱手说道 大帅 据在下所知 咱大堂采取的乃是辅兵之法 陆臣看着李秀宁问道 此时两人已经在一处营帐内坐下 毕竟走了不短的时间了 正好借着休息的可以畅谈一番 不错 更古以来用的都是如此慕兵之法 此时已经有人给两人端了茶来 李秀宁端起茶杯瞎了一口 而陆臣则是让人给他换一碗凉白开 实在是这个时代的茶陆臣喝不惯 说实话 唐朝的茶都是煮茶 简单来说就是把茶叶当汤煮 里面放盐 放调料 放奶 反正乱七八糟一顿操作 整出来的更像是茶汤 怎么看也不像后世的茶水 那么前朝最后的兵役状况又如何呢 陆臣接过凉白开喝了一口 继续问道 无兵可用 李秀宁思索了一下 神色有些茫然的说道 因何缘故 陆臣继续引导着李秀宁 要想改变辅兵制到募兵制 李秀宁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一是李秀宁手里有兵权 二是李秀宁位高权重 有话语权 礼堂天下 最起码有一半是李秀宁打下来的 所以现在 这个时候的李秀宁说话 基本上比太子李建成 和秦王李世民还好使 因为李秀宁 不会威胁到李渊屁股下面的座位 不知 李秀宁歪着头思索了半天 没有想出来原因 还望先生指教 李秀宁很是诚恳地看向陆臣 府兵制说白了 就是世袭军户制 这个制度的前提是 军户手里有地 有地才能有粮 才能吃得饱饭 人吃饱了 才有立即打仗 但是随着王朝建立 土地兼并会越来越多 说到这里 陆臣偷眼观察了一下李秀宁的神色 李秀宁似乎并没有恼怒 而是略有所思的模样 陆臣见状才继续说下去 土地兼并多了 而税收又加在军户百姓身上 这样的话 别说征兵打仗了 能够不造反就不错了 陆臣说完 看向依旧是一副 若有所思模样的李秀宁 本帅明白了 愿门能有两刻钟的时候 李秀宁突然说了一句 直接把一旁正在喝水的陆臣吓了一跳 这李秀宁怎么一惊一乍的 因为陆臣把历朝历代后期 因为府兵制造成的兵力不足的原因 跟李秀宁剖析了一遍 李秀宁本就是绝顶聪明之人 结合史实一琢磨 可不就跟陆臣说的一样吗 李家造反能成的原因不也在此吗 老百姓都被逼得没活路了 能不造反 先生可有破解之法 李秀宁直接起身 冲着陆臣恭敬师礼问道 李秀宁这一下 直接把陆臣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躲到一边去了 别说什么现代人还怕失礼吗 别忘了 这是唐初 给陆臣失礼的是平阳公主李秀宁 这是什么人物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人物 这要传出去 给陆臣扣个大不敬之罪 李渊直接就能下令弄死他 殿下可折煞在下了 陆臣闪过李秀宁的义礼 赶忙躬身回礼说道 还望先生教我破解之法 护我大堂基验 李秀宁语气很是诚恳地说道 破解之法也不是没有 只是不宜现在使用 毕竟大堂出力 这府兵制还能用一阵子 而且天下未定 待得天下大定 再行破解之法也来得及 此刻要是殿下提出更改君制 怕是会让朝堂不稳 更何况 世家也在虎视眈眈 那些世家门法可不管这些 只要伤及他们的利益 他们就敢造反 现在大堂还要靠这些世家稳固朝堂 因此 殿下还需耐心等待才是 路晨表现出一副运筹帷幄的模样 就插给他的鹅毛扇拿在手中 然后高喊 我就是诸葛武侯 第23章 刘老三 先生所虑甚是 是秀宁心急了 李秀宁有些神情落寞地说道 这次李秀宁没有自称本公或者是本帅 而是自称名字 这就是对路晨彻底的折服认可了 并且把路晨放到了一个 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位置 才有可能在路晨面前自称名字 这是把路晨当师尊一般对待了 听到李秀宁在自己面前自称秀宁 路晨也是微微一愣 对于这些礼节问题 路晨还是知道的 这是李秀宁把自己当老师对待了呀 殿下妻可如此称呼自己 路晨赶忙提醒李秀宁 这话也就是两人在这里说说 要是传出去 那可是不得了的 先生当得如此 在秀宁看来 军师之职对于先生来说都是屈就了 而秀宁现在唯一能给先生的 也只是这一份信任 带得班师回朝 我必奏请阿爷为先生请功 只希望先生能长居大堂 保我大堂万事基业 李秀宁再次对路晨失礼 这路晨表现出为难之色 要说庙堂之高位 谁不想要 但是这可是堂出啊 朝堂里都是 吃人不吐骨头的世家门法 路晨可不喜欢跟他们玩那个弯弯绕 毕竟是特战队长出身 一般可都是直接拳头招呼的 玩脏得太累 所以路晨并不想进入朝堂 殿下 你也知道在下有师命在身 就是一方外散人 朝堂之事在下实在无心过问 但在下可以保证 公主在一日 臣便辅佐一日 如何 路晨沉吟了一下 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一般 看着李秀宁诚恳地说道 再说 谁能保证万事基业之事 如江上之大财 也才保得周朝八百年 在下可比不了江子牙呀 说到这里 路晨哈哈大笑起来 那便如此说定了 李秀宁一听路晨的话 也是喜上眉梢 只要自己在 就可以得到路晨的辅佐 至于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呗 说不定哪天 能让路晨扭转心意呢 报 就在路晨与李秀宁谈笑之际 外面有人高声称 报 进来 李秀宁回归本座 朗声让传令的进来 大帅 那个马马蹄铁 已经打制完成了 进入营帐的是和攀人 刚才营帐之内 只有李秀宁与路晨 其他人本来也想在这里 都被李秀宁给赶出去了 哦 路晨倒是没想到 这个马蹄铁 能这么快制作完成 要知道 这个时代可都是手工把制 可以没有后世的机械技术 这才一个多时辰左右 就制作好了 路晨也不想想 确实这个时代都是手工业者 但是架不住人多啊 何况军营里的都是老手 技术也都是达标的 毕竟这帮人还得修补盔甲兵器 那手速慢了能行吗 既然制作出来了 就去看看吧 大帅意下如何 路晨起身询问李秀宁 童雀 童雀 本帅也想看个新鲜的 说到底 李秀宁也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年纪 对于新兴事物 自然充满了好奇心 更何况还是路晨设计出来的 李秀宁自然是要看看什么效果了 李秀宁与路晨等人再次回到马厩 此时铁匠刘老三已经带人等在了这里 地上放着三个箱子 一个箱子里是马蹄铁 一个箱子里是马蹄钉 另外一个箱子里就是马凳了 大人 目前小人只能打造这么多 主要军中的铁料不多了 还得容留一些给修补兵器盔甲用 因此 说到这 刘老三抬头看了路晨一眼 生怕路晨因为自己打造 少了生气 结果发现 路晨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 反而放下手里拿着的马蹄铁 直接来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头 刘老哥手艺不错 有没有兴趣帮别人打造一些别的东西 路晨这话明显就是在招揽刘老三 刘老三没敢说话 而是转头看向李秀宁那面 虽然刘老三是铁匠 但是也是军户出身 军级还是在李秀宁军中 如果李秀宁不同意的话 他是不能随便干活的 难得军师赏识于你 还不赶紧谢过军师 以后你就跟着军师吧 这是路晨第一次要人 虽然事情挺突然的 但是李秀宁怎么可能不给路晨面子 何况还只是一个铁匠而已 李秀宁直接笑着应成了 那小人就谢军师赏识 以后小人就专职给军师打铁了 刘老三一听李秀宁的话 哪里不明白话里的意思了 以后刘老三很可能就不是军户 而是路晨的家丁了 直接双膝跪地给路晨磕头 哈哈 听到刘老三的话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而其他的铁匠 则是纷纷羡慕地看着刘老三 搭上军师 这就是攀上高枝了 他们这些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 能有这么个机会脱离军户 能不羡慕吗 路晨双手向掺 把刘老三从地上拉了起来 不必如此大力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路晨笑着拍了拍刘老三的肩头 那些工匠呢 过来几个机灵的 我将你们定马掌 另外套马凳 你们也得学学 收下刘老三以后 路晨直接回身问道 工匠比铁匠多 所以分成了几个队伍 然后每个队伍领头的人物 来到了路晨进前 老方 去整匹马过来 要温顺的呀 别一会给我来一脚 那我可亏大了 路晨一面吩咐工匠 找一个半米高的木墩子 同时让方起去找匹杏子温顺的马 毕竟路晨这也是第一次定马掌 得找杏子好的马 而之所以让方起去找马 是因为他跟方起最熟 谁让两人第一次见面 就先干了一架呢 就用在下的做棋吧 方起也不含糊 直接让清兵 去把自己的那匹大青马 给牵了过来 你可看着点他呀 别让他丢梯了 方起指挥青马 把蹄子放到木墩上 你这马怎么让你造他成这样 路晨看着青马的蹄子 不禁一皱眉 马蹄子明显没有打理过 马蹄都快打卷了 第24章 差点闪了腰 因为这个时代 没有马蹄铁的存在 所以很少 有人会打理马蹄的脚质层 就如同白马的马蹄脚质层 劈了一样 没有人会注意 不过方起的大青马的马蹄脚质层 由于长期跟随方起的缘故 脚质层磨损很厉害 倒没有太长 不过就算这样 也得进行处理 才能安装马蹄铁 路晨亲自示范了 如何切脚质层 叮嘱工匠脚质层要留多长 以及钉马蹄脚的注意事项等等 然后在工匠的帮助下 开始给大青马钉马掌 每个马蹄铁是有八个钉孔的 但是路晨只钉了七个 这就让一旁看着的方起感到了奇怪 军师 为何要留一个钉孔啊 全钉上不是更牢固吗 李秀宁也看到了路晨的操作 因此也好奇地在路晨身边询问 路晨示范了一个提子 就让其他的工匠进行操作 他在一旁指导 说实话 路晨的技术 也就是按照前世所见进行操作 但是这帮工匠见都没见过 所以路晨倒是也能指导 只不过这些工匠的手艺实在太好 很快就不用路晨指导了 听到李秀宁的问话 路晨笑了 留一个钉孔是留着备用的 七个马蹄钉就足够牢固了 留一个钉孔 是为了其他钉孔 如果有脱落的话 这个钉孔可以临时加固 路晨给李秀宁解释道 当然他的声音 其他围观的将士也能听见 这就是未雨绸缪啊 要不说人家是军师 咱们是大头兵呢 方琪一记马屁拍了过去 少拍马屁 路晨笑骂了方琪一句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路晨觉得方琪对自己 不是抱有敌意的 相反 有讨好自己的意思 如果说这都是表演出来的话 那只能说方琪的演技太好了 把自己这个特战队长都蒙蔽了 大人 大青马已经订好马蹄铁了 这时 有工匠来跟路晨抱 我看看 路晨回身来到大青马旁边 逐个检查马掌的情况 而方琪也是趁着脖子看 定得不错 路晨夸赞了一句 要不说树叶有专攻吗 这工匠的手艺 就是比路晨的好 把马凳拿来 拿两个就行 路晨吩咐一名工匠 去取了两个马凳过来 大青马本身也配有马凳 只不过那是用不制成的 说白了 就是两个用不做的脚环 骑马的时候套在脚上 勒住脚掌 而铁马凳就不一样了 铁马凳乃是类似于小脚踏一般 骑士只要踩在上面就行了 路晨将原来的布马凳给拆掉 然后把铁马凳给系在上面 然后冲着方琪一招手 来 试试 方琪也不含糊 一听说让自己试试 方琪直接踩凳班安 一翻身 就骑在了大青马上 居士 太方便了 方琪惊讶地踩着脚下的铁马凳 冲着路晨说道 毕竟 如果还是以前的布马凳的话 他上马是需要别人帮忙的 他先得套好一只脚在布马凳里 然后其他人在身后扶他上马 再帮他 把另外一只脚套在布马凳里 有了铁马凳就不一样了 只要踩着一面的铁马凳 抓住马鞍 一个翻身 自己就可以上马 另一只脚很自然的 就踩到了另一面的马凳里 跑两圈 试试 路晨说着 照着大青马的屁股一拍 大青马吸溜溜一声鸣蹄 甩开步子 就在马就前面的轿场跑了起来 铁马凳凳踏在地面上 石子翻飞 对大青马的速度 却一点影响都没有 清脆的马蹄声响变叫场 骑在大青马上的方琪 似乎觉得光骑马还不过瘾 转了一圈 骑着大青马跑了回来 同时 让兵足递给自己一柄长枪 跟着拨转马头 一面骑着大青马 一面舞动着长枪 真稳当啊 一旁骑他的将官 看到方琪那舞动 虎虎生风的长枪 忍不住带着羡慕的口吻赞叹道 要知道用步马凳的时候 虽说也能舞动长柄武器 但是不稳当 因为脚上就两根绳承重 一旦用力过猛 万一步马凳断裂 没等伤敌 自己再因为马凳断裂 掉下马 那哭都没地方哭去 而此刻有了铁马凳踩在脚下 那对于这些马上将军来说 那和平地就没啥区别了 而且铁马凳可是整个脚掌踩在上面 那发力也容易多了 因此 这帮子将官 现在看着那箱子里的马凳和马蹄铁 就跟看到西式珍宝一样 眼睛里都放光了 军师 给俺的马也撞上 那什么马凳和马蹄铁呗 对 对 还有俺的 一帮子将官 直接就把陆臣给围了起来 争先恐后的 想要抢先安装铁马具 为了这铁马具 一帮子将官也不顾关接了 互相推散着 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架势 都会有的 都会有的 陆臣看着这帮将官这阵仗 也有点头皮发麻 一大帮子五大三粗的大汉 围着陆臣 单从身材对比上来看 陆臣就好像一只 掉进狼群里的绵羊 小绵羊陆臣 只能求救一般的 看向李秀宁 而李秀宁也是有些惊讶 他起初以为 陆臣搞出来的这铁马具 也就是方便骑乘 保护战马而已 但是当看到方骑骑在马上 如屡平地般的耍着长枪 才意识到 这种东西的重要性 这是可以抹平与突厥 骑兵差距的神卧 都吵吵嚷嚷的淡麻呢 李秀宁一声娇嚇 直接喝止了一众将官 众人只能乖乖地退到一旁 只不过 眼神可是出卖了他们的不死心 军师 这马凳与马蹄铁 堪称行军打仗的神物 军师如此轻易地就共性出来 实在是让本帅有些受之有愧啊 李秀宁冲着陆臣拱手失礼 大帅说的哪里话 这东西 有我半点用处也没有 既然在下 现在作为大帅的军师 自然是要为大帅着想 此等东西 只是区区小道而已 陆臣赶忙给公身李秀宁还礼 同时还不忘吹了一波 陆臣一番话说的李秀宁 一双妙目中是光芒闪烁 显然又被陆臣给忽悠到了 但是接下来的话 让陆臣差点一屁股坐地上 那是否可以为本帅的御狮子 安装铁马鞠呢 李秀宁一个弯 也拐到了安装马凳和马蹄铁上了 整了半天 李秀宁的目的也是这个 陆臣忍不住心中吐槽了一句 第25章 此乃神物 大帅 只怕还得试验几匹马 才能给您的御狮子安装才好 虽然李秀宁有些着急 给自己的御狮子安装这种铁马鞠 但是陆臣知道 这只是刚刚用方琪的大青马 做个试验而已 就算工匠们手艺都不错 但是毕竟是第一次安装马蹄铁 还是要多试验几匹马 有了经验才行 这上来就给御狮子安装马蹄铁 万一伤到了御狮子 这责任就大了 陆臣说的话不无道理 所以李秀宁也就没有抢球 而是让工匠尽快进行操作实验 实验对象自然就是其他将官的马蹄了 第二个就是孟继 孟继的坐骑是一匹黑马 一看就喂养得很好 一身毛皮像黑段子一样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安装上马蹄铁 孟继就迫不及待地拎着他的马朔 开启了狂飙模式 此时方琪已经骑着大青马回来了 下马之后 一溜烟地就跑到陆臣面前 军师 这东西真是神物啊 方琪一来到陆臣面前 就开启了铲笑的马屁模式 同时一脸嘚瑟地看着其他同僚 那表情明显地说看看 军师多看重我 你们都不行 行了 说说感觉怎么样 陆臣看着方琪那嘚瑟的模样 笑着问道 而李秀宁也是站在陆臣身旁 只是脸色多少有些不悦 不过神情倒不是看着方琪生气 似乎更是那种 没有得到满足的不快感 更多一些 等着方琪的汇报 回大帅 军师 听到陆臣的话 再看到 李秀宁那有些不悦的脸色 方琪赶忙正色拱手说道 此铁马具真乃神物 末将绝不是在瞎扯 其在马上 踩着马蹬确实有一种如履平地之感 发力也更充分 而大青马安装了马蹄铁以后 更是可以肆意奔跑 以前需要小心躲避的尖锐碎石 自从安装了马蹄铁以后 都可以无视了 嗯 听到方琪的汇报 李秀宁点了点头 确实跟自己目测的相差不多 这就更增加了 李秀宁想要给自己御狮子 安装马蹄铁的迫切心情 何攀人 李秀宁示意方琪可以退下了 方琪转身 去到一众将官那里 开始鼓吹铁马具如何如何好 李秀宁直接召唤了一声何攀人 末将在 随着李秀宁的召唤 一直站在李秀宁身后侧的何攀人转了出来 此物断不可流传出去 这些参与制作的将人必须严密控制 李秀宁面容严肃地叮嘱何攀人说道 末将领命 何攀人领命转身 安排人手去了 大帅不必如此紧张吧 这不就是个马具吗 陆臣被李秀宁的安排弄得有点猛 一个铁马具能有什么影响 早晚满天下都得用这玩意 虽然中原大帝出现马蹄铁 是南宋时期 自己不过是让这东西提前了几百年而已 也不至于如此小题大做吧 军师 你是不知此物对战争的影响啊 李秀宁看着陆臣笑道 看来自己这个军师也有 看不明白的时候 李秀宁笑得有些小得意 虽然李秀宁只提了这么一句 陆臣瞬间就明白了 李秀宁为何如此重视铁马具了 这种化时代的东西 对这个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意义影响巨大 因为这东西出现以后 骑兵就再也不必一人两骑 或者一人三骑了 当然长途奔袭有被马的情况除外 而且对于路况的要求也会大大降低 这就相当于原来一个骑兵团 直接就可以招募骑兵 变成两个或者三个骑兵团了 因为此前陆臣还沉浸在后世思维里 当换位到这个时代的时候 一下就明白了此重关节了 在下明白了 没等李秀宁再说话 陆臣直接说道 但是此事不应奏报给朝廷吗 陆臣有些疑惑地看着李秀宁 显然这丫头没想把这件事告诉李渊 奏报朝廷 哼 听到陆臣的话 李秀宁直接冷哼了一声 奏报朝廷 那世家门阀不就知道了 到时候只怕李秀宁说到这里没有说下去 而陆臣也自然明白了李秀宁话里的意思 只要世家门阀知道了这些东西 到时候满天下都会有这东西的 谁当皇帝对世家门阀来说都无所谓 只要别伤及他们的利益就行 这就是世家门阀的观点 可是 大帅 刚才刘老三跟我说了 军中铁料已经不足了 更何况 在下认为用绳子系码凳始终不是办法 还是需要配套才行 陆臣看着李秀宁 直接把话题转移到铁料上了 铁料之事本帅来解决 只是军师所指的配套又是什么意思 李秀宁不知道陆臣又要搞什么东西 但是一个铁码具就已经让李秀宁大开眼界的 没想到陆臣还要继续整心玩意 自己真是捡到宝了 李秀宁看着陆臣那俊俏的脸庞 心中暗自得意 哦 就是在下还设计了一种袋子 正好跟马邓配套 陆臣笑着说道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种东西 不过去需要试验 这军营中 但有军师需要的 都可自行调配 李秀宁一句话 就直接放权给陆臣了 意思就是 我这军营里 你随便折腾 倒用不了太多人 一个刘老三就可以了 如果试验成了的话 再行推广即可 就如同这铁码具一般 陆臣笑着说道 对于李秀宁的信任 陆臣还是挺感动的 刘老三 陆臣招呼了一声 跟在工匠身边 学习定马掌的刘老三 哎 大人 听到陆臣召唤 刘老三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带我去你的铁匠炉看看 你帮我打造点东西 陆臣看着刘老三说道 哎呦 贵族不太间谍 我拿铁匠炉的窝棚 又脏又乱的 别脏了大人的衣服 你要打什么 吩咐小的就好了 刘老三一听陆臣要去铁匠炉 赶紧惶恐地说道 什么贵贱的 我不看着你打 你知道怎么做吗 陆臣直接瞥了刘老三一眼 都说人老金马老滑 这刘老三也是个老油条 第26章 刘金 刘老三不知道 陆臣想要打造什么东西 不过能够让自家大人亲自监工 估计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刘老三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领着陆臣往工匠驱走 陆臣跟在刘老三身后 而陆臣的身后 则跟着方起跟孟记 这俩人现在怎么看 都不像是娘子军中的将领 反而有些像陆臣的保镖 至于李秀宁 倒是对于这种情况 似乎有些默认 不然方起跟孟记 也不可能随意跟着陆臣到处走 匠人们居住的地方 肯定比不上士兵居住的地方 匠人们居住的地方 基本都属于匠人自己搭建的 类似窝棚一般的住所 当然 一个巨大的火炉 通红的炭火在炉中燃烧 一些铁匠正光着膀子 汗水横流的 在铁针上叮叮当当的敲打着铁气 不时的 有烧红的铁气 放入水桶降温发出的刺拉声 周围充斥着烟雾 以及呛人口鼻的焦炭味 还有汗臭味混合在一起 但是陆臣三人却是毫不在意 方起跟孟记 倒是能够接受这种味道 毕竟他们经常来这里 而且跟兵族丝混在一起 那味道不比这里强多少 但是陆臣居然没有遮掩口鼻 这倒是令方起和孟记有些意外 包括刘老三也很意外 而陆臣则是有些怀念这种味道了 毕竟前世跟特战队员在一起 摸爬滚打 有的时候闻到的味道 比这种味道还浓烈 所以陆臣也没有感到什么不适 当然 这里就是军营中的一个铁匠炉了 那边那个是我儿子 刘老三直接冲着远处 一个正在帮工的少年 招了招手 少年大约十四五岁 小脸被碳灰和汗水 混合的黑一道白一道的 一身剑子肉 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灰色汉卦 看到刘老三招呼自己 赶忙跑了过来 来到刘老三近前 憨憨地叫了一声 阿爷 大人 这是我家娃子 小名狗娃 大名刘京 刘老三冲着陆臣介绍道 还不给大人磕头 跟着回头瞪了刘京一眼 刘京一听自家老爹说 面前穿着怪异服装 留着怪异发型的俊朗青年是大人 赶忙趴在地上就磕头 行了 起来吧 陆臣看着跪在地上 磕头磕脑磕头的刘京 突然想到了自己队里的狗子 狗子当初跟着他的时候才18岁 也是一副磕头磕脑的样子 不知道狗子现在怎么样了 陆臣在心中暗自神伤了一下 你这儿子 体格可比你这个当父亲的好多了 陆臣笑着同刘老三说道 眼中却是对这个磕头磕脑的少年的喜爱 那是 还指望着孩子 继承我的手艺呢 刘老三一脸憨笑地说着 恐怕 你得另外找个徒弟了 这个娃子我看着不错 当铁匠可惜了 以后就让他跟着我吧 正好我也缺个半当 陆臣笑着同刘老三说道 还不谢谢大人 刘老三一把就给还愣 站在一旁的刘京摁到地上磕头 谢谢大人 刘京憨憨地说道 赶紧洗洗去 别这么脏兮兮的 让别人看到 还以为我虐待吓人呢 陆臣直接吩咐人带刘京梳洗一番 以后刘京就跟在自己身边了 可不能这副脏兮兮的模样 老刘 你这是一步登天了 看着陆臣在铁匠工坊里转悠 方启用胳膊肘碰了碰 站在一旁傻笑的刘老三 咱家小子不懂事 还望两位大人多照顾照顾 刘老三还能不懂人情事故吗 别看他马上要脱离军户 成为陆臣的家丁 但是毕竟 这里还是娘子军的地盘 方启和孟继可是校尉和将军 要修理自己 那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有军师罩着 谁敢得罪刘京啊 你老小子就等着享福吧 孟继大笑了一声 直接一巴掌拍在了刘老三的肩头 直接给刘老三拍的 差点一屁股坐地上 但是刘老三还是满脸堆笑 以前这些将军 哪会正眼瞧他们这些将人 要不是刘老三跟了陆臣 刘老三还能在这里 跟方启和孟继聊天打屁 想不别想了 所以说 等你好了 身边都是好人 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 陆臣在铁匠工坊里转悠了一圈 等陆臣再转回来的时候 身后就跟了三个铁匠 这是陆臣转悠了一圈选的三个铁匠 因为陆臣看到这三个铁匠 在打造盔甲叶子 这在铁匠里也算是精细活了 而陆臣马上要做的东西 就属于精细活 铁匠工坊里有管事房 陆臣让管事拿来纸笔 然后就开始写写画画 其他人就站在陆臣身边看着 当然他们也看不懂 属于典型的看个热闹 这个东西 你们能做吗 好半天 陆臣画完 看着几个工匠问道 这个好像是扣子 但是还不一样 铁匠看着图纸猜测着说道 这个叫灯带 这个叫马蹬扣 陆臣指着图纸上的东西 给几个铁匠介绍道 这个灯带需要用皮革做 这个马蹬扣 现在先用铁的做 只有以后再改良再说 明白 有图纸 这些匠人就能把东西给做出来 众匠人应了一声 刘老三怀里跟揣着宝贝似的抱着图纸 领着几个铁匠出去打造去了 至于皮匠 自然有其他人去找 当然 找的也是手艺出类拔萃的 陆臣就坐在管事房里 喝着水 同方起跟孟继闲聊 一段时间以后 疏习已毙的刘金被人送了过来 身上穿着一件大了不少的布衫 布衫有些破旧 打着补丁 一看就是穿的他爹的 刘金一进来 就给陆臣和方起 还有孟继磕头剑礼 跟着 就双手缩在袖笼里 垂手站立在陆臣身后 看着刘金到微微缩缩的样子 陆臣忍不住就教训了他一句 大男人 微微缩缩的干什么 挺胸抬头站直了 听到陆臣的话 刘金只能努力站直身子 只是眼神多少还有些飘忽 毕竟刘金从小到大 见到最大的官 就是匠人的管事 而眼前屋子里坐着的 可是连管事都毕恭毕敬的存在 第27章 新马安 你们老刘家 可是祖坟冒青烟了 你小子怎么就入了军事的法眼了呢 方起坐在陆臣对面 看着站在陆臣身后的刘金 笑着调侃道 就在这时 管事房外有人高声问道 大人在里面吗 进来吧 陆臣说了一声 跟着刘金很自觉地过去把门打开 一件是自家老爹 老爹身旁站着管事曹林 老爹身后跟着两个手里 捧着小木箱的工匠 显然刘老三的地位也上升了 就连管事曹林 都对刘老三笑脸相迎 刘老三带着两个工匠 捧着木箱进了管事房 曹林也在后面跟了进来 东西可是陆臣吩咐打造的 曹林自然要给陆臣留下好印象 亲自去监工去了 两个木箱被放到了桌子上 陆臣拿起来看了看 做工很精细 别看是临时打造 但是可以看出 工匠和铁匠是用了新的 军师 这玩意是干嘛用的 看着陆臣手里 拿着的灯带和马凳扣 好奇地问道 取个马鞍过来 陆臣吩咐人取了个马鞍过来 陆臣把马凳带穿过马鞍 拴到了马鞍下面 然后又让人去取了马凳过来 再把它套在马凳带上 跟着要了一把锤子 直接把子母扣给扣死 然后砸死 老方 你试试能不能拽开 陆臣放下锤子 示意方奇用力拽马灯带 看看能不能把马凳给拽出来 好嘞 方奇一手攥着马凳一手扯着灯带 双臂叫力 喝了一声 开 就使劲地往两边拽灯带和马凳 结果拽了半天 脸都憋红了 也没拽开 军师 俺拽不开 方奇也自诩恐无有力 双臂角力那也是一二百斤的力量 愣是拽不开这马凳带和马凳 所以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说道 呵呵 你和老孟一起拽 只要你俩拽不开 这东西就成了 陆臣笑着指了指在一旁 正嘲笑方奇的孟奇 军师 俺怕给你这玩意拽坏了 孟奇可比方奇力气大多了 因此有些为难的说道 放心 你俩拽不坏 来吧 陆臣把两个马凳 分别交到孟奇与方奇手里 示意两人在两头使劲拽 结果自然是 两人脸都憋红了 也没拽开 这玩意成了 剑方奇跟孟奇两人 河里都拽不开 陆臣就知道 这子母扣和马凳带 算是做成了 走吧 回去给大帅看看去 陆臣示意曹林 继续吩咐工匠 制作马凳带和子母扣 然后拿着成品 回去找李秀宁了 等到陆臣带着刘京几人 回到教场的时候 就见教场上 两名校尉正在骑马厮杀 一个用的是马朔 一个用的长柄喧花斧 教场上就跟打铁一样 叮叮当当的兵器 交击声不断 周围将官则是不断的喝彩 两个打的那叫 一个难解难分 陆臣也是第一次 见到活的冷兵器马战 而以前都是 在电视里看过这种马战 但是真的实际看到 发现电视里演的太假了 这在马上作战 哪有电视里 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套路 基本都属于直来直往的 只要有一方扛不住 估计就得连人带马都给砍呢 俩人交手好半天 跟着便各自收住兵器 拨转马头 开始往剑靶的方向奔跑 一面跑 一面弯弓搭剑 多 多 多 几声与剑射中剑靶的声音 在轿场内转开 跟着幼士族开始爆把 俩人的剑术 也是相差无几 申他娘的得劲 两人相视哈哈大笑 跟着拨转马头 来到李秀宁面前 翻身下马 大帅 给俺三千骑兵 能把突厥可汗的狗头 给他剁下来 其中一个长相粗犷的高大校尉 神情有些激动的高声说道 俺只要两千五就行 跟在这名校尉旁边的身材 稍微矮一些的校尉 直接有些抬杠的说道 结果没等李秀宁说话 旁边梦记说了一句 连修德 彭尊 这怎么刚回来 就听到你俩吹牛呢 哎呀 军师回来了 军师这是又带什么宝贝回来了 身材稍矮的彭尊 一眼就看到 跟在陆臣他们后面 捧着木箱的工匠 一脸狂热的问他 这次可不能先给你们用了 这是给大帅准备的 军师笑着冲彭尊说道 咱就说 军师不会无缘无故 亲自跑去铁匠呢 感情是亲自献报啊 高大的连修德 嘿嘿一笑 调侃了陆臣一句 陆臣也不恼 反而很喜欢这种氛围 军营嘛 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汉子 多好 少了很多花花肠子 舒坦得很 那是 大帅如此看重在下 怎么也得给大帅 准备点与众不同的东西不是 陆臣嘴里说着 让人把七好的马凳带 和马凳拿了过来 这是陆臣让工匠单独打造的一副 用金水走了好几遍 赠光瓦亮的金马凳 外加一条叼着牡丹的马凳带 就连连接用的马凳扣 都是用金水走过的 这是何物 李秀宁自然没见过这东西 但是光看做工 就知道陆臣花了心思 而且 李秀宁到底还是一个女孩子 怎么会不喜欢漂亮的东西 所以 眼底中暗藏着雀跃和惊喜 大帅一会儿便知 陆臣神秘一笑 然后吩咐陆秋明 把李秀宁的马鞍取了来 李秀宁的马鞍 做工自然是精细的 大红的马鞍 配上陆臣专门给制作的 红色雕刻玫瑰的马凳带和金马凳 顿时让马鞍有一种雍容大气的感觉 真漂亮 看着马鞍 陆秋明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还请大帅试试着马鞍 如有不妥之处 也好改进 陆臣自然看到了李秀宁 那跃跃欲试的表情 顺水推舟的邀请一句 那就试试吧 李秀宁也不矫情 直接班鞍上马 一声架 御狮子稀溜溜一声 便在轿场里撒开欢了 看着李秀宁在马上 那英姿飒爽的身形 陆臣忍不住想起了 抗窝名将七级光的马上行 南北区持报主情 江华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时横搁马上行 这首饰的意境 和此时的李秀宁如何相似 堂堂的大唐公主 却要为大唐南征北战 束手边关 第二十八章 炒菜 军师 好文采 方起听到了陆臣嘴里念叨的马上行 直接一记马屁拍了过去 冲着陆臣竖起大拇指 好像你听得懂一样 梦记直接冲着方起翻了个白眼 对了过去 就因为俺听不懂 俺才佩服军师 文武兼备 方起一副甜不知识的模样 对于梦记的白眼 视而不见地说道 老方 我怎么发现 你这马屁功夫 越来越精湛了呢 陆臣也凑去地 调侃了方起一句 这你可冤枉俺老方了 不负高人有罪啊 军师 您就是俺心里的刀人 方起依旧舔得大脸说道 得 你可别说了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陆臣现在也对方起放下了戒心 从这段时间观察来看 方起就是诚心 想要结交自己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就在三人斗去的时候 李秀宁骑着玉狮子回来了 翻身下马 将玉狮子的缰绳交给叶竹 然后快步往陆臣这边走来 陆臣几人赶忙迎接上前 大帅 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 陆臣看着李秀宁拱手问道 并无任何不适 先生 实在你所做的一切 真的太令本帅惊讶了 李秀宁看着玉狮子身上的马鞍 忍不住赞叹道 既无不适 那在下也放心了 此间剩下的事 都可交于将人们进行了 在下就先告退了 陆臣说着 就在方起等人的陪同下 离开了军营 而李秀宁则是继续巡视着大营 回到陆臣的小院 陆臣直接喊来了刘老三 老三 你帮我打造一口铁锅 狗啊 你去帮我弄些羊油来 进了小院陆臣 就吩咐刘老三准备干活 之所以找羊油 陆臣是准备炒菜用 这个时代的烹饪方式 还处于蒸煮烤煤煮的时代 而高门大户里的铁锅 也多用于烧烧米饭之类的 炒菜基本很少 至于仓库里 倒是也有花生油 菜籽油 豆油这些东西 但是陆臣现在要是把这些东西给拿出来 第一 没法说清楚这些东西的来源 第二 万一被荡城妖人给烧了 那咋着 所以陆臣就准备用羊油炒菜 唐朝有没有铁锅呢 有 而且铁锅最早出现在汉朝 但是多是达官贵人家里才有 现在陆臣在军营里 上哪弄铁锅去 所以陆臣只能让刘老三打造一口铁锅 刘老三会不会打造铁锅 答案是肯定的 毕竟隋军以前 在家就是靠打铁为生的 有高门大户要打造铁锅 也遇到过 所以刘老三领命离开了陆臣小院 去军营的铁匠工坊去了 至于找羊油的任务 自然就交给了刘金 此时 陆臣的院子 除了门口处站岗的卫兵 就剩下陆臣一个人了 陆臣百无聊赖的 在院子里的凳子上坐下 在琢磨着 去找刘黑榻的事情 按照他恶补的历史知识来看 再有一个月 应该就是李建成跟李世民 跟协力克汗对上的时间了 武德五年十月 李世民与李建成 两面夹击协力克汗 然后李子河和段德操 会断了协力克汗的后路 这时 李渊就派了郑元寿这个大忽悠 去把协力克汗忽悠的退兵了 但是 在这个时间段里 刘黑榻可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会疯狂的进攻魏州 不过魏州守将田流安 是个狠人 一直顶着刘黑榻的进攻 直到李建成入昌乐 在这里就要提到魏征了 也正是魏征提出的守恶必办 携从不问的策略 直接要了刘黑榻的命 陆臣在地上比比划画 突然一个想法从脑子里冒了出来 如果说自己去偷袭刘黑榻 同时 让李秀宁奋兵突袭昌乐呢 既然李建成可以守恶必办 邪从不问 为何李秀宁就不可以呢 如果没有了对刘黑榻这场战役 李秀宁不就不会死了吗 陆臣扔下树枝 用脚将地上自己血化出来的东西抹掉 在心中做出了决定 就在这时 刘老三拎着一口黑铁锅 从外面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的是 捧着一个桃冠的刘金 大人 您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看着坐在院子的陆臣 刘老三赶忙拎着铁锅走了过来 大人 您看合不合用 刘老三把铁锅放到陆臣面前 让陆臣查看 陆臣看了看铁锅 虽然与后世的铁锅有些出入 但是也能凑合用 至于厨具 陆臣准备找时间 让刘老三打造一套 大人 您看这羊油合用吗 刘金也把桃冠打开 里面大约有三分之一罐的羊油 陆臣看了看羊油 然后伸脖子纹了一下 确认是羊油无物 才点点头 让刘金给送到厨房里去 大人 这铁锅放哪 刘老三看着陆臣问道 放厨房的灶上 陆臣带着刘老三往厨房走去 刘老三拎着铁锅 结果进来发现 这铁锅比造大不少 没办法 只能扩建一下 陆臣指挥刘老三 以及刘金 把灶台重新扩建了一下 这才把铁锅安装在灶台上 其实这也是因为 这里的厨房 就是以前村民用石头随便垒出来的 才容易扩建 这要换个大户人家的青砖垒的 陆臣今天这炒菜 估计是吃不上了 陆臣让刘金去拎了铜水过来 刷洗铁锅 而刘老三则是在灶下点火 烧了一锅开水以后 虽然这个铁锅应该是用过的 但是陆臣还是要开锅一次才放心 虽然这个时代没有炒菜 但是有锅铲 高门大户用铁锅铲 像陆臣这个房子的原住民 用的就是木锅铲了 反正有锅铲就行 不然陆臣还真的去外面献客一个 等着铁锅烧水的时候 陆臣就让刘金把松 银铜松 就是现代白菜的前身 给摘洗干净了 陆臣今天中午准备弄两道菜 一道羊肉炒白菜 一道葱爆羊肉 等到把铁锅里的热水咬出去 陆臣就开始呛锅了 先放了一点羊油下去化开 跟着把切好的葱姜蒜放进锅里 伴随着刺拉声 呛锅的香味顿时弥漫在厨房里 而顺着厨房的门窗 也直接飘散出了小院 第29章 哎呀 我的菜 好香啊 老孟 你闻到没 就在陆臣在厨房里呛锅的时候 隔着两道院的方琪 替鼻子闻了闻 然后看像坐在自己对面的孟吉说道 是挺香的 闻得我都馋了 孟吉当然也闻到了呛锅的香味 他俩跟着陆臣回来 陆臣回了小院 他俩就聚集在方琪的院子里 他俩也不是为了商量什么事 就是方琪私藏了一壶路的杜康 这还是方琪从长安带出来的 一直也没舍得喝 两人准备把这酒拿去送给陆臣 味道好像是从军师那传来的 方琪起身打开院门 伸脖子闻了闻 转身冲着孟吉 黑黑笑着说道 那还等什么 孟吉抄起小石桌上的酒壶落 直接就出了门 方琪一见赶忙跟了上去 那是我的酒 方琪一面带上院门 一面冲着孟吉喊道 就在陆臣正在撕松菜下锅的时候 就听见院门咣当一声 狗娃 去看看怎么回事 正在切羊肉的刘金去看一眼怎么回事 刘金刚走出厨房 就看到孟吉跟方琪一前一后的 从院门处走了进来 俩人还吵吵把火的 大人 是孟将军何方校尉来了 刘金看到二人进院 赶忙回到厨房里给陆臣回饼 哦 陆臣放下锅铲 转头看向正往厨房走来的孟吉跟方琪 帮我扒拉两下 别胡过 陆臣将锅铲递给刘金吩咐道 跟着拿起手镜擦了擦手 才走出厨房 你们两个这鼻子是狗鼻子吗 这都闻到了 陆臣看着二人笑骂了一句 这可不怪我俩 要不是俺们跟军师熟 能进院 院外还站着一帮子眼盼盼地看着呢 孟吉对于陆臣的调侃并不在意 军营里就是这样 只有真正跟你交心相熟的人 才会动不动调侃肖骂两句 孟吉说着还指了指院门外 陆臣顺着孟吉的手指方向看去 就看到几个将官正在门口探头缩脑地往里看 不是鼻子还抽动两下 贪婪地抽泄着空气中弥漫的饭菜香气 就差流口水了 军师 俺俩也不白揽 可带礼物来了 孟吉说着 献宝似的把一葫芦杜康拿了出来 递给陆臣 这里是什么 陆臣看着被妈撒的赠光瓦亮的酒葫芦 杜康 孟吉黑黑笑着说道 不过可不能被大帅知道 大帅知道是要吃板子的 哦 陆臣呜了一声就没有说话了 孟吉和方启顿时纳闷了 难道陆臣不喜欢杜康 两人面面相去 一时没了主意 本来俩人合计用这个酒讨好陆臣的 现在看陆臣面无表情 顿时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可惜两人并没有注意到陆臣的目光 因为就在孟吉同陆臣说话的时候 从门外又走进来三个人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平阳公主李秀宁 以及叶竹和陆明秋 这次李秀宁没有穿盔甲 而是穿着一身鹅黄色净装 绣发高碗 金簪别顶 流苏摇曳 就是看到李秀宁往这边走 陆臣才没有答话 孟将军 是什么事 不能让本宫知道 李秀宁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着听到自己声音 僵硬转头的孟吉和方琪 两人此时的表情 要多精彩 有多精彩 不是 那个孟吉手里还捧着酒葫芦呢 看到李秀宁 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 旁边的方琪 则是很自觉地向旁边跨了一步 一副与我无关的表情 好啊 居然敢私藏如此好酒 此时 李秀宁已经一把夺过了孟吉手里的葫芦 打开闻了一下 颇有些参怒地说道 这酒不是俺的 是他的 孟吉直接把往一旁躲的方琪给拽了过来 一副要死一起死的架势 这酒明明是你拿来的 为何说是俺的 方琪立马开摆 一副这酒绝对不是我的的表情 行了 你俩别装了 李秀宁收起参怒的表情 笑着说道 这酒是方琪从长安带来的吧 李秀宁把玩这酒葫芦问道 是 方琪直接搭拉着脑袋承认了 你孤久的时候 本宫就知道了 这是准备送给陆先生 李秀宁继续问道 俺老方琪也没啥值钱的东西 遇到陆先生 陆先生不仅不择怪俺 大帅还给俺上了职位 俺这不是想要感谢一下陆先生吗 可是 俺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也就这葫芦从长安带来的杜康还行啊 方琪也不隐瞒 直接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你呢 李秀宁转头又看向梦境 俺就是想感谢陆先生那天手下留情 大人不计小人过 大帅 你也知道 俺比老方还穷 他还有这一葫芦酒 俺是毛都没有 这不是借老方的光 合计来个借花献佛吗 梦记黑黑的酣笑着 要在下说啊 你俩这是栽赃陷害 想要大帅 是在下一个军中藏酒的罪名吗 陆臣笑着说道 其实陆臣这么说 也是替这两人解围了 不然李秀宁真要指这两人一个军中藏酒 谁也说不出来什么 现在既然两人说这酒是给自己的 陆臣就把这事揽到自己身上了 行了 陆先生 你也别往自己身上懒了 这酒本帅没收了 今天中午就喝他了 李秀宁自然不会去治他们的罪 刚才的话也不过是玩笑而已 要知道 李秀宁至君甚严 能够在陆臣面前说出这番话 那简直跟太阳从西边出来差不多 而孟记跟方琪 也是有些吃惊的看着李秀宁 毕竟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可见陆臣在李秀宁心中的地位 达到什么程度了 突然 一股烧狐味传了过来 哎呀 我的菜啊 一闻到烧狐味陆臣一转身 一溜烟钻进了厨房 哎呀 你个狗娃 你真是一根筋啊 让你扒拉一下 你就可一个地方扒拉啊 我的羊肉烧松菜啊 李秀宁等人 正纳闷陆臣急火火地回厨房干嘛呢 就听到厨房里 陆臣对着流经的鼠落之声 以及陆臣心痛的呼喊声传了出来 第三十章 羊肉烧松菜 李秀宁从来也没听说过羊肉烧松菜这道菜 别看李秀宁贵为公主 但是这个时代 炒菜还没有正式出现 所以李秀宁很好奇 陆臣痛心疾首般呼喊的羊肉烧松菜 到底是个什么菜肴 要多珍贵 才能让陆臣如此叫喊 李秀宁好奇 其他人也好奇 所以都跟在李秀宁身后 往厨房里钻 厨房一共才多大 李秀宁带着人往里一站 直接就人满为患了 陆臣正在抢救自己的羊肉烧松菜 在那挥舞着锅铲 刷刷的芭拉菜呢 能吃的留下 烧糊的就只能挑出来扔掉 还好抢救的及时 烧糊的不多 这让陆臣安心不少 结果一回头 就看到李秀宁等人瞪大了眼睛 再看着自己炒菜 哎呀 公主殿下 您怎么进厨房来了 陆臣看到李秀宁进了厨房 赶忙说道 有道是贵族不太见地 李秀宁如此身份 怎么能进厨房呢 怎么 这里是皇宫禁地不成 陆先生禁得 本宫就禁不得 就算是皇宫禁地 本宫也是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 李秀宁看着陆臣 嘴角带着细血的笑意 李秀宁这话 还真不是夸大气词 这里堂的天下 至少一半是李秀宁打下来的 李渊可赐过他上殿不败 下殿不辞 入宫成教 打马欲接的 最简单的意思 就是李秀宁在皇宫可以横晃 当然李秀宁倒没有这么淡过就是 如果他真这么做了 也没人敢说他 殿下说笑了 皇宫大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呢 陆臣笑着说道 陆臣能不知道长安皇宫在哪吗 别说长安皇宫 燕金子进城他都去过多少次了 但是他不能说啊 说了就是找不自在了 你会知道的 自从陆臣来了以后 李秀宁在跟陆臣说话的时候 这冷若冰霜的大帅 居然也会开玩笑了 殿下 我看门口还有不少将官都聚集在哪 左右也是吃饭 不如把大家一起叫进来 热闹热闹 也尝尝在下的手艺 陆臣用眼角余光 看到门口聚集的将官越来越多 忍不住提议道 放弃 让他们进来吧 听到陆臣的提议 李秀宁点了点头 毕竟以李秀宁的身份 自然可以撵这些人回去 但是大家心中是不是有怨言 就不好说了 而李秀宁也不好替陆臣做主 现在陆臣既然开口提了 他自然没有不应成的道理 哎 方起接令 直接屁颠屁颠的 去把门口那帮子围观的将官 给放进了小院 好家伙 整个小院里 压压叉叉站了二十几位 基本上除了在军营里当职的 基本都跑来了 俺跟你们说 让你们进来 是大帅和军师开恩 都老实点 别瞎转悠 方起一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架势 在叮嘱着这帮将官 这帮将官也知道 现在方起的梦迹 简直就是陆臣的哼哈二将 是陆臣面前的红人 而陆臣是李秀宁最看重的人 何况 陆臣造出来的马具 也征服了这帮汉子 自然点头应成方起 有精细的 直接命令自己的亲兵 去去板凳来 毕竟陆臣这小院里 哪来那么多桌椅板凳 陆臣本来以为 门口也就几个人在那 结果方起放进来 陆臣一看 好家伙 这一院子都快站满了 回头再一看 锅里炒的那点菜 哪够干啥的 给这帮人塞牙缝都不够 得了 加到计量吧 陆臣吩咐刘金 赶忙又去 抱了几颗松菜回来 然后让孟姬切肉 而李秀宁和业主 以及陆秋明 被陆臣请到主屋里坐着去了 总不能让李秀宁 在厨房和院子里待着吧 陆臣把先前炒好的羊肉 烧松菜成了一盘 自己端着送到了李秀宁那 本来这是陆臣想要自己吃的 没办法 只能先给李秀宁吃了 陆臣把菜放到桌子上 夜竹直接拿起筷子 就准备先试一下 哪知道被李秀宁 直接伸手挡住了 自己拿起筷子 直接加了一块羊肉 英纯微章 将羊肉送入口中 嗯 李秀宁一双秀木 直接瞪大了 长这么大都没有吃过 如此味道的炒菜 味道微辣中带着鲜香 不腻不删 肉嫩可口 比起烤全羊和羊汤的味道 这种炒菜又是另一种风味 让李秀宁有点欲罢不能的感觉 跟着李秀宁又加了一口松菜 日常松菜基本就是煮 松菜就是现在的白菜 那碗一煮出来西汤寡水的 就算加了调料 那碗一也就是个糊糊 但是还美其名曰 松菜羹 但是此时陆臣炒出来的松菜 兼带着羊肉的鲜香和脆辣爽口 那哪是李秀宁体会过的 顿时欲罢不能的韵快如飞 哪还有一点高冷的模样 殿下 怎么也不能跟平时高冷的女帅联系到一起 只好忍着笑问道 好刺 李秀宁抬头看向陆臣 顿时翘脸通红 自己这个吃相要是传出去 可怎么得了 好吃就行 殿下就慢点吃 后面还有一道菜呢 再下去做菜了 陆臣冲着李秀宁一失礼 出了主屋 内心憋着笑 没想到这平阳公主居然还是个吃货 这还就是一道炒菜 这要是吃火锅 还不知道这位平阳公主殿下得是什么模样 陆臣倒是挺期待的 陆臣回到厨房 而那面蒙鸡肉也切了一些 陆臣一看差不多了 直接下锅做菜 这次陆臣直接炒了大半锅的羊肉烧松菜 陆臣可不准备一桌一桌上 那他今天就剩做菜了 陆臣想的办法就是食堂的大锅饭 陆臣让刘京去准备了两个木桶 当然是从火头军难弄来的 陆臣直接把大半锅的羊肉烧松菜都给倒到了木桶里 然后找了的大饭勺 此时的陆臣有一种化身食堂大妈的感觉 先说好了 主食自备 餐具自备 先让刘京准备好的桌子上高声喊道 第31章 客串食堂大妈 其实不用陆臣吩咐 那面早都有将官让手下士族去抬了几筐蒸饼过来 甚至此时每个将官屁股下面都坐着一个小板凳 一手拿筷子 一手拿着个类似于饭盆的桃盆 而有几个将官则是自动自觉的开始给大家分发蒸饼 陆臣看到这一幕眼角直抽抽 因为这让他想到了前世的幼儿园 就差每个人面前一个小饭桌了 自己这也是弄了一次大锅饭 当一回食堂大妈 而方启则是自动自觉的站到了桌子旁边 用警惕的眼神 看着这些排排座的将官 一副唯恐这帮家伙抢饭的模样 至于梦记还在厨房里咔咔切肉呢 因为陆臣还有一道葱爆羊肉要做 等一会儿 还有一道菜 陆臣看着这些翘首以待的将官 有些好笑的说道 陆臣把一桶羊肉烧松菜放好以后 转身又进了厨房 这次就是直接满满的一锅葱爆羊肉 要说葱爆羊肉的味道 可比羊肉烧松菜的味道更刺激人 葱香肉香直接从厨房里飘散出去 引得人食指大动 一帮子将官现在是看着吃不到 顿时就有几个开始擦口水了 我看以后大帅要收拾谁 直接让他在这里闻军师做菜就行了 这时坐在小板凳上的棚尊 冲着一旁的连修德 黑黑坏笑着说道 闻着这味道 不让吃 比挨军棍都难受 连修德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只能闻 不能吃 不吃于一种心理折磨 至于周边的将官 也纷纷很是赞同的点头 很快 随着陆成把一盘葱爆羊肉 送到李秀宁所在的主屋 刘金也把一桶葱爆羊肉 给放到了厨房外的桌子上 等陆成端着葱爆羊肉 进到主屋的时候 就看到叶竹正在用蒸饼擦盘子 好家伙 陆成看着面前的场景 心中直呼 好家伙 满满一盘子羊肉烧松菜 已经被屋子里的三个女人 给造了个金光 这还真是光盘行动 光的那叫一个彻底 这盘子比刷过的都干净 别擦了 看着叶竹那心满意足的 把蒸饼吃到嘴里的模样 而他对面的陆秋明 则是有些不甘心的模样 显然对于没抢到盘底 有点不满意 陆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喜欢吃 我再盛一盘就是了 陆成嘴角微微抽搐着说道 本来以为李秀宁有吃货前置 感情还是自己低估了 唐朝女人的战斗力 这是妥妥的三个吃货呀 陆成眼角再次微微抽动 就这三个女人的战斗力 李秀宁自然不屑于去擦盘底 当然究竟擦没擦过 陆成就不知道了 就见李秀宁双目不离陆成的盘子 眼中的渴望都放光了 这是葱爆羊肉 我再去乘一旁羊肉烧松菜来 陆成把葱爆羊肉放到桌子上 转身离开了主屋 陆成实在是怕自己看到他们的吃相 忍不住当场笑出来 等到陆成把另一盘羊肉烧松菜 送到主屋的时候 那满满一盘的葱爆羊肉 已经被消灭一半了 陆成放下羊肉烧松菜 就借口要给那些将官放饭 直接离开了主屋 陆成来到两桶菜面前 直接拿起大饭勺 敲打了一下桶盐 放饭了 陆成朗声说道 刷 顿时本来还有些吵杂的院子 顿时鸦雀无声 接着就见二十多个将官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围拢到了陆成面前 这速度把陆成都吓一跳 好家伙 全员吃货呀 看着自己面前 那一个个挤得面目猙獰 如狼似虎的将官 陆成忍不住嘴角抽出了一下 这速度 都可以参加后市的百米飞人大赛了 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不许拥挤 不听话 没菜吃 陆成再次敲打着捅言 高声喊道 不喊没办法呀 这帮子将官都在那喊着我先来的 没听到军师的话吗 都排队 不然没菜吃 这时候 孟吉拎着刀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而方琪也是在帮忙维持秩序 别看方琪现在只是个校尉 但是人家现在跟着陆成混 跟陆成关系好 就是其他职位在他之上的人 现在也得给他面子 很快将官们就排好了队 从左往右走 陆成一人一勺葱爆羊肉和羊肉烧松菜 打到菜的将官欢天喜地的 回到自己的小板凳上 一手蒸饼 一筷子菜吃了起来 当菜一入口 那表情要多精彩 有多精彩 看着排排做吃饭的这些将官 陆成突然没来由的 有一种成就感 军师 咱们也吃饭吧 看着陆成累了半天 方琪有些愚心不忍地说道 嗯 咱们就在厨房吃吧 你俩可别嫌弃 厨房味道大了 陆成笑着冲方琪和孟琪说道 怎么会呢 方琪憨笑道 俺老早就馋这菜馋的不行 别说在厨房吃 就是在茅房吃 也没问题啊 呸 你个憨货 会说话不会 你去茅房吃去吧 孟琪直接在后面 照着方琪屁股就一脚 大家伙正要吃饭呢 这家伙居然提茅房 多添堵 俺就是形容一下嘛 方琪也不恼 伸手拍了两下屁股 跟着陆成进了厨房 进了厨房 几人围坐在一个小桌子旁边 而刘老三与刘金 也被陆成叫上了桌 起初刘老三跟刘金死活也不肯 说是下人哪有跟主家一起吃饭的道理 连连白手拒绝 直到陆成说道 今天没有主仆之分 大家都出了力了 就在一个桌上吃饭 刘老三与刘金 这才小心翼翼的坐在小桌子旁边 陪着陆成他们吃饭 这么好的菜 要是有酒就好了 方琪一口葱爆羊肉下肚 忍不住说道 显然是怀念起他跟孟姬带来的杜康了 别想了 就今天中午这个架势 别想你那杜康了 这么多人 你好意思喝 你让他们怎么看 陆成用筷子 指了指外面院子里 排排做吃饭的那些将官 如果现在三人喝酒吃菜 还不得落人口食 第三十二章 未雨绸缪 要不怎么说人家是军师呢 想的就是比咱们多 方琪直接一记马屁拍了过去 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 陆成笑骂了一句 此时 外面的那些将官基本都已经吃完了 纷纷过来跟陆成见礼 毕竟吃人家的嘴短 陆成这两道菜 也确实让他们有种大快朵頤的感觉 何况 跟陆成打好关系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再说了 就连李秀宁现在还在主屋没走呢 自己总不能在这里碍眼吧 纷纷扔下一句 军师但有吩咐无有不从的话就都离开了 陆成自然是相送之愿门处 当然 陆成也不能就这么让他们总来吃 不是陆成不能做 而是陆成总不能每天都做这么多人的饭吧 那不变成火头军了 因此 陆成告诉这些将官 会把炒菜方法传授给火头军 虽然顿顿吃这么好 不太可能 毕竟军营多少人呢 但是相信这些军官也能弄自己的小灶吃 不过 就算是炒松菜 估计其他将士也能吃得愉快 带得这些来蹭饭的将官走了以后 陆成等人也吃完了 自然是刘金跟刘老三父子负责收拾 陆成则是来到主屋见李秀宁 李秀宁一直没有离开 正在煮屋喝茶等陆成 茶汤自然是陆秋名泡的 殿下吃得如何 看到正在喝茶的李秀宁 陆成拱手问道 没想到陆先生还有如此厨艳 李秀宁放下茶盏看着陆成笑着说道 如此美味 本宫还是第一次品尝 殿下满意就好 殿下喜欢的话 可以随时过来 话说 今天晚上在下准备弄个火锅 不知道殿下意下如何 陆成看着李秀宁 笑着邀请李秀宁说道 何为火锅 听到火锅李秀宁的眼中 顿时射出好奇的光芒看向陆成 难道是带火的锅子 那东西如何吃的 但是一想到陆成说要吃火锅 顿时又露出一副匪夷所思的表情 殿下介时就知道了 陆成卖了个关子说道 好吧 那本宫就翘首以待了 没想到 陆先生对于厨艺竟还如此精通 本宫就不多打扰了 李秀宁直接起身 带着夜主与陆秋名往院外走去 陆成一路相送 等到送走李秀宁几人 陆成这才闲了下来 既然说了 晚上要吃火锅 自然要准备一些东西 首先就是火锅 没有火锅 那还吃个屁的火锅 陆成把刘老三喊了过来 老刘 军营里有黄铜吗 既然要吃火锅 首选的自然是老北京铜火锅了 那悠然自得地涮着羊肉 品着酒 谈着事 绝对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想到这里 陆成都有点忍不住要流口水了 老北京铜火锅的重点在于涮 而不是在于吃 铜火锅讲究的是 慢慢涮慢慢吃 可不是那种电磁炉烧开了 咔咔一顿放菜 然后捞起来就糟 那和乱炖有什么区别 铜火锅是要控制菜量的 毕竟炭火的温度有限 只能慢慢涮 慢慢吃 而这个涮的时间 就是用来跟朋友聊天谈试的时间 而此时也恰逢九月 秋高气爽 晚上吃个火锅 也是很美的一件事 军营里倒是有一些铜料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大人所说的黄铜 刘老三老师作答 下午去帮我打造一个物件 图纸一块给你 其实要打造火锅 也不一定就得黄铜 之所以用黄铜 是一是因为导热效果好 二是黄铜火锅 赠明瓦量的好看 反正是铜就行 陆辰也不追求是不是黄铜了 听到刘老三说 军营里有铜料 就转身回屋 拿出笔墨纸燕 开始画火锅图纸 其实陆辰的火锅图纸 也是从基地里的图书上扒下来的 不然 他也就能画出个大概形状 哪有什么尺寸 陆辰把图纸交给刘老三 转身进了屋子 告诉刘金去弄菜 至于羊肉 还是让孟吉和芳起去弄 这俩人轻车熟路的 比刘金容易弄到 而且骗羊肉的功夫 这两个人的手法 可比刘金好多了 至于陆辰自己 则是告诉几人 自己要小气一下 实际上是去基地里去了 陆辰盘膝坐在里屋的床榻上 外表看着 好似在打坐一般 实际上 陆辰已经进入到基地里了 陆辰除了在基地厨房找调料以外 还在往基地门口搬东西 一箱子92式手枪子弹 20停56式 以及两箱子弹和弹匣 以及陆辰觉得用得上的书籍 最重要的是陆辰还拎了两把AMR 二型12.7毫米反器材狙击步枪 以及一箱子子弹 也放到了基地门口 至于书籍 还有单兵口粮 药品什么的 也都用野战吉普 给运到了门口 以防不时之需 在陆辰看来 自己这就叫未雨绸缪 陆辰还发现在这个基地里 时间是不流逝的 就好像陆辰进去是什么时间 出来还是什么时间 虽然陆辰想不明白原因 但是陆辰觉得 这是好事 这证明基地里的东西 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变质 而最让陆辰感到意外的是 基地的电力系统 居然运转正常 除了基地里只有他一个人以外 其他运转一切如常 陆辰甚至还琢磨 想要找到能够维持基地运转的动力源在哪 可惜陆辰开着野战吉普 转变了基地也没找到 而出口经过陆辰确认 也就基地大门一个出口 只有基地大门能让陆辰来去自如 陆辰研究了半天 最后放弃了 实在这不是他能够了解的领域 陆辰检查着堆放在基地门口的物资 觉得暂时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这才离开了基地 由于出来进去的时间是不流逝的 所以陆辰出来以后 居然百无聊赖起来 除了门口站岗的士兵 其他人都被陆辰派出去干活去了 陆辰干脆直接躺在床榻上 呼呼大睡起来 殿下 我怎么觉着陆先生不仅仅会墨加的机关术呢 就在陆辰呼呼大睡的时候 在李秀宁的门房内 叶竹一面帮李秀宁打理着头发 一面似乎有感发地说道 第三十三章 好坏兼具 叶竹 你也发现了 听到叶竹的话 李秀宁轻笑了一声 说道 是啊 陆先生 文才好 会厨艺 还有那马具和什么手枪 对 手枪 尤其是那个手枪 奴婢也在殿下这里读过书 那手枪并不像是单单用墨加机关术 就能造出来的 叶竹面露思索之色说道 你说的不错 但是 既然陆先生不愿意吐露 必然有不愿吐露的原因 所以陆先生不说 咱们就当他是墨加子弟好了 李秀宁叮嘱了叶竹一句 生怕这丫头冒冒失失的去追问陆辰 惹得陆辰不快 那就不好收场了 何况 手枪子弹弹头和弹壳 李秀宁已经令人找了回来 他也想看看 这种叫做手枪的暗器 究竟为何如此犀利 但是当把弹头和弹壳找回来以后 李秀宁发现 以军营里工匠的手艺 竟然无法仿造 更是无法知道 这种暗器是如何激发出去的 再加上陆辰这段时间显露的才能 李秀宁此时唯一想的 就是把陆辰绑在李唐的战车上 因为李秀宁觉得 就算满朝文武绑一起 再加上李建成和李世民手下的那些谋士 也抵不上一个陆辰 李秀宁现在就觉得 只要陆辰不离开 李唐的江山就可以永固 叶竹 你说有什么办法 能够捆绑住陆先生呢 李秀宁微微皱眉思索着问道 这个婢子也不清楚 不过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只可惜殿下也有驸马 不然陆先生可是上上之选呢 叶竹在心中将陆辰与柴绍进行了对比 发现无论哪一方面 柴绍都是完败 更何况陆辰还有一身神鬼莫测的能耐 以及出口成章的文才 你这丫头 静瞎说 李秀宁略显怒地苛责了叶竹一句 不过叶竹的话 倒是给李秀宁提了个醒 带他回到长安的时候 可以跟自家阿爷提一下这件事 毕竟自己还有好几个姐妹带子归忠 到时候让阿爷下旨给陆辰赐婚 不就把陆辰给捆绑到李家的战车上了吗 但是李秀宁又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毕竟 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事 要是事先不得陆辰的同意 到时候惹恼了陆辰 只怕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件事 最好还是先探探陆辰的口风再说吧 另一边 李世民正在带兵踏上北出秦州 迎击协力可汗的路上 此时 李世民的大帐内 麾下的一杆文武聚集到了一起 府街 你为何阻止我兵出幽州 而是转出秦州 主位上的李世民此时年方二十五岁 正是一个青年人 血气方刚之时 加上连年征战的杀伐之气 端地是虎聚龙盘一般 这种气势 出现在一个略显求然 相貌英俊的青年身上 竟然毫无违和感 回殿下 坐在李世民 下手位的长孙无忌 冲着李世民一拱手 此时的长孙无忌并无官职 但是却无人可以小看他 因为他是李世民的大舅哥 在下认为 封德仪提出的四条建言中 第二条是最符合殿下 此时身份的 都说长孙无忌长相先锋道骨 一副儒雅与清零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长孙无忌的长相 应该与这种描写 是大相径庭的 因为唐代著名 楷书大家 欧阳巡曾经说过一首打游诗 来回敬长孙无忌 锁头连背暖 慢当未度寒 只因心浑浑 所以面团团 从这首诗不难看出 长孙无忌实际上 是一个肥瘦圆润的胖子 当然 其因也是因为长孙无忌 调笑欧阳巡的长相 耸博成山字 埋肩不出头 谁家林德上 话此一迷猴 才遭到了欧阳巡的反击 但是也从侧面 反映出了长孙无忌实际长相 克明 你的想法呢 李世民又转头看向 坐在自己另一边的 名列十八学士之首的杜如慧 陈同一伏击之意 头戴斧头 一身青涩长袍的杜如慧 也冲着李世民一拱手说道 此时杜如慧已经年过三巡 身形略显单薄 但儒雅之气不减 为何 李世民虎目中寒光一闪 问道 显然对于手下 这个决定他是不太爽的 此前 他在河北刚刚大败刘黑榻 平定河北 收服幽州李 可是一转头 这面就又让他吸出秦州 迎战协力可汗 而李建成 却去了幽州 这怎么能让李世民心情好 但是李世民有一点好 那就是从见如流 不然李世民 也不可能成为千古明君 殿下与太子之间 已经是同水火 何况殿下此时 已有功高盖主之嫌 陛下已对殿下有所猜忌 此次能让殿下出兵 已经是因为形势所迫 难道殿下在长安的时候 就感觉不出来吗 杜如慧毫不避讳地 看着李世民说道 而这些话 杜如慧敢于直接说出来 也因为李世民这座营帐之内 皆是李世民的心腹之人 这杜如慧一番话说的李世民 也陷入了沉思 之前平定河北 回转长安之后 故意身穿黄金甲 带着秦琼 玉池靖德 以及承之杰等25个将领 率领一万玄甲军 耀武扬威的回京 明显给了李渊压力 本来李世民的意思 是给李渊压力 让李渊换自己为太子 结果却没有李世民 想得那么好 直接被李渊冷落到现在 然后让骑兵发秦州 直面协力可汗 要说这件事 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事 是李世民如果赢了 抵御住了协力可汗 那李世民就是大功一剑 声望再次提升一波 坏事则是 如果没能抵御住协力可汗 那么李世民的声望 就会遭到打压 要知道 朝堂里不光有李渊 李建成看李世民不爽 就连武姓期望 也有不少人看李世民不爽 到时候落井下石的机会就来了 可以说 李世民此次兵出秦州 好坏艰巨 但是李世民还不得不这么选 因为李世民如果选兵出幽州 李渊根本就不会同意李世民出兵 这就是逼着李世民选第二条 至于第一条 自然是留着给太子李建成造势了 第34章 丁锦此人 其实之前 房桥也说过 殿下进城之事 有些操之过急了 杜如会看着李世民继续说道 事已至此 说来何用 其实当时李世民那么耀武扬威的入城 给李渊和李建成施压 房玄灵就阻止过李世民 说此事不妥 可惜当时李世民没听 现在却成了麻烦事 当然 也算不上什么大麻烦 只不过李渊敲打了李世民一阵子而已 其实 依臣所见 此次协力可汗之事 倒不算什么大事 反而是平阳公主妹妹 殿下要抓紧了 现在李世民手下可以说谋士如雨 猛将如云 人才济济 想要消灭协力可汗 当然不可能 但是想要阻住协力可汗 那是易如反掌的 因此 李世民出兵秦州 只要不冒进 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杜如辉为何会提到平阳公主李秀宁 还不是因为 如今礼堂天下兵马三分 第一份自然是坐镇帝都长安的李渊 和太子李建成 第二份 就是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军府 至于第三份 就是平阳公主李秀宁了 这三分兵马里 李秀宁可以说是现在最强大的 毕竟当初李渊 在晋阳起兵的时候 李秀宁就已经手握数万兵马了 更何况 李渊能入主长安 登基大宝 那也是李秀宁功劳最大 因为长安城 就是人家李秀宁打下来的 要不是因为李秀宁是女儿身 恐怕这太子 都轮不到李建成和李世民争 直接李秀宁就名正言顺地拿下了 科技大统 那也是顺理承担的事情 满朝文武 估计更不会像现在一样 说三道四 至于李世民 与李建成的太子之争 别看现在是李建成要捞军中威望 李世民要挖世家关系 是最主要的 就是得到李秀宁的支持 无论李秀宁支持他们中的哪一个 那第一个条件 根本也就无关轻重了 只要李秀宁说一句 本宫支持李建成 或者本宫支持李世民 那么整个礼堂天下三分之二 甚至四分之三 就落入了这个人手中了 杜如会提起李秀宁 自然是要提醒李世民 一定要搞好跟李秀宁的关系 虽然暂时李秀宁看起来是两不相邦 毕竟两个都是自己哥哥 据作者军查阅资料 李秀宁离世十十年 应该在二十三至二十四岁 而武德五年的时候 李世民已经二十五岁了 李建成此时三十三岁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李秀宁自然不能随便表态 何况以李秀宁的心智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自己位置的重要性 这就更加不能让李秀宁随便表态了 而杜如会提起李秀宁 也就是要提醒李世民 即使一时不能促使李秀宁表态支持他 也得保证李秀宁不能支持李建成 也就是说 维持状态 不能骄恶得罪李秀宁 秀宁的事 姑自然明白 李世民当然知道李秀宁的重要性 看着杜如会说道 话说 前日有奏报送来 说是秀宁得了的了不得的人才 此人换作陆臣 身份是墨家传人 一手机关术 可于十数账之外 瞬间取人性命 克明 对此事有何看法 此人为臣看不透 杜如会直接摇了摇头 据奏报得知 此人服装怪异 发式怪异 并不似我中土之人 但是长相却可以肯定是中土之人无二 至于墨家传人一说 据维臣所知 墨家早已失踪百年之久 此人突然出现 携带如此利器 也不知是服侍货 管他是服侍货 直接杀了便是 坐在一旁的 长得跟黑铁塔相似的 御池静德 直接问声问气地说了一句 竟然无法得知此人来路 直接一刀 一聊百两 胡闹 坐在御池静德旁边的秦琼 直接瞪了御池静德一眼 此人现在在平阳公主 麾下任军师一职 你把人家军师给杀了 这不仅仅是得罪公主殿下 更是把公主殿下 直接推向了太子那面了 秦琼直接喝择了御池静德一句 老黑 俺就说 你这脑袋不灵光吧 一趟的程咬金也摞着胡子 黑黑坏笑地看着御池静德 御池静德被秦琼数落了一番 还被程咬金给落井下石 看了哈哈笑 顿时一张黑脸 欲加黑的灯锅底一般 继续盯着此人吧 对于陆臣 李世民虽然也想要招揽陆臣 不论别的 就陆臣的机关术 就足够让李世民重视了 可惜陆臣现在是李秀宁的人 李世民也只能徒乎奈何 同样的话语也出自李建成之口 而李建成这面得到的奏报 则要比李世民那面详细一些 上面甚至有陆臣为李秀宁做的那首马上行 但是现在陆臣在李秀宁手下 想要招揽 恐怕也只会得罪李秀宁 因此也只是命人继续盯紧陆臣的一举一动 陆臣自然不知道 自己已经落入了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眼中 直到日暮西山之时 陆臣这才从床榻上起来 伸了个懒腰走出房门 刘老三一直坐在院子里等着 一看到陆臣出来了 赶忙拎着放在脚边的火锅来到陆臣面前 大人 您看是否合用 刘老三双手平脱火锅 让陆臣过目 做得不错 虽然跟后世那争名瓦量的铜火锅有出入 不过倒是按照陆臣的图纸给打造出来了 狗啊 拿个方桌过来 陆臣招呼刘金 抬个方桌过来 很快 刘金就跟方琪两人抬了个方桌过来 放置在了院子左面 火锅被陆臣安放在了桌子上 看着铜火锅 想着一会儿就能在这大堂吃上火锅了 陆臣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探呢 陆臣转头问刘老三 此前他吩咐刘老三打造火锅的同时 拎一些木炭回来的 这呢 这呢 就在陆臣话音刚落 方琪就献宝似的抱着一匣子木炭过来 想吃火锅 得先烧炭 来 老方 我教你欧炭 陆臣黑黑笑着 把方琪拽到一边 找了豆瓦盆 先放了一些树蓉 树枝之类的一燃物点燃 然后把几块木炭放到了瓦盆里 方琪就蹲在陆臣的旁边看着 老方 一会儿这些炭红了 就放到火锅底下 你看着点炭啊 陆臣叮嘱了一句 起身离开 方琪就只能老老实实地蹲在那守着木炭 因为刚开始 木炭不容易阴燃 因此 方琪还得到了陆臣的一把扇子 让他不时地删两下 第35章 吃火锅与涮羊肉 陆臣把一切安排好 方琪在樱然木炭 梦记则是在切肉 狗娃流金在洗菜摘菜 陆臣则是来到厨房调制酱料 说是调制酱料 其实就是从仓库里拿的调料出来 方琪跟梦记 现在倒是有点焦不离梦 梦不离焦的味道 陆臣也忍不住调侃 二人现在的状态 就差粘在一起了 陆臣把调制好的酱料 用桃盆端出来 放到桌子上的时候 就看到方琪双目通红 一脸躯黑的炭灰 两道泪痕明晃晃的挂在脸颊上 咋了 让你烧个炭 还哭了呢 陆臣看到方琪 这悲催的模样 忍不住打去了方琪一句 军师啊 这烧炭的活不好干啊 这给我呛的 您看看 方琪哭丧着脸 跟陆臣抱屈 你是不是傻 你不会站在上风口烧吗 非得顶在下风口 陆臣看着方琪这悲催的模样 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 军师 不是您让俺蹲在那烧的吗 方琪大眼珠瞪得溜圆看着陆臣 我是让你蹲在那烧炭 可没不让你动地方 咋的 要是让你在一个地方等人 你就要么死等 要么等死 陆臣很是无奈地看着方琪 好家伙 让他蹲那 他还真就一动不动地蹲那 脑子活络一点吗 赶紧去洗洗吧 陆臣看着方琪 有些一根筋的表现 忍不住拍了拍方琪的肩头 俺这不是听话吗 方琪看着陆臣黑黑一笑 然后去一旁洗脸去了 陆臣看着陶盆里已经烧红的炭 用铁筷子加了几块 放到了火锅下面 同时又加了几块炭 放到陶盆里 继续阴燃 就在火锅里的汤底孤独起泡的时候 李秀宁带着夜竹和陆秋明来了 夜竹手里拎着两个酒葫芦 在三人身后则是两个卫兵 每个卫兵手里拎了两坛子酒 殿下来的真是时候 火锅刚开锅 陆臣看到李秀宁进院 赶忙赢了上去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火锅吧 李秀宁很是好奇的 围着桌子转了一圈 无端打量着桌子上被菜盘围绕的铜火锅 晚上就吃这个 这如何吃 李秀宁转头看向陆臣问道 吃火锅只有一个要诀 就是涮 陆臣请李秀宁在主位坐下 自己则是坐到了李秀宁的对面 在下监狱了 为殿下演示火锅的吃法 陆臣说着 夹起一片羊肉 在火锅里涮了起来 要说这梦记的刀工还真是不错 比后世用机器刨出来的羊肉片 厚不了多少 就弥漫开来了 方琪跟梦记站在陆臣身后 看着陆臣筷子上的羊肉 忍不住吞咽了一下口水 陆臣先给李秀宁的银吃碟中 咬了一叠酱料 然后将主熟的羊肉 放到另一个盘子里 推到了李秀宁的面前 殿下 沾着酱料尝尝 这酱料 可是在下秘制的 李秀宁一眼 用银筷子夹起羊肉 沾了一下吃碟中的酱料 银唇清起 将羊肉送入口中 柔软细腻的口感 配合着酱料 羊肉的肉香味 直接一满口腔 与中午吃的羊肉烧松菜 以及葱爆羊肉 截然不同的口感 直接冲击着李秀宁的味蕾 微辣鲜热的羊肉 咽下肚中 润食暖心暖胃的感觉 一满全身 好一个火锅 一口羊肉咽下 李秀宁秀母微瞪 吃了如此美味 还让本宫 以后如何用善 李秀宁感叹了一句 这玩意又不费剑 行军打仗也可吃的 陆臣笑着统李秀宁说道 想当年 传说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 攻打宋朝期间 多次交战 人困马乏 鸡长鹿鹿 当时正值冬天 忽必烈吩咐火夫 将鲁掠来羊宰杀清顿 这是蒙古的人 在草原上常见的一种吃法 可羊刚杀完 还未下锅 就有探子来报 宋军已经逼近 战火告急 此时忽必烈饥饿难耐 一便命令军队开拨 一便叫嚷火夫 拿羊肉来 要吃清顿羊肉 怕是来不及了 忽必烈脾气暴躁 弄不好脑袋就要搬家 幸亏厨师眼疾手快 集中生智 火速将羊肉切成薄片 和其他食材一并放入开水锅 一看肉变色 就赶紧捞起 然后立马撒上调料 葱花 姜末等佐料 迅速呈给忽必烈 忽必烈大口吃起来 大叫 好吃 美味 连吃几碗 翻身上马 前去迎敌 最后棋开得胜 凯旋 战后大摆庆功宴的时候 忽必烈想起来 即节约了时间 又美味劲爆的几碗羊肉片 特意让将帅们 品尝他站前吃的羊肉片 将士们吃完后 都赞不绝口 连连称宝 纷纷问这道菜叫什么 火福营上前 请忽必烈赐名 忽必烈一边摔着肉片 一边豪爽地大笑着说 我看就叫摔羊肉吧 当然 陆成不能说忽必烈打汉人的故事 自然是将忽必烈换了个名字 然后变成汉人打突厥 但是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李秀宁 这也是 可以在军中实行的就餐方式 而且 吃火锅 还有个名字叫涮羊肉 李秀宁听着陆成的故事 笑着点了点头 先生言之有理 然后示意所有人都坐下一起吃 如果是在李秀宁的府邸 这些人估计除了陆成 其他人都不能上桌 但是 这是在陆成的院子里 何况还是军营里 周围又都是近人 李秀宁也不会因此而分桌而食 至于刘老三父子 则是在忙着上菜 这个火锅 讲究一个涮子 因为咱们不是行军打仗 所以要涮着火锅聊着天 那才惬意 要是有酒就更好了 陆成看着夜竹贼兮兮的说道 先生的杜康 本宫可是带来了 李秀宁哪能看不出来陆成的意思 自然是让夜竹 把那葫芦杜康给拿了出来 然后指着另一个葫芦说道 这可是本宫在皇宫内带出来的玉酒 一并也送于先生了 多谢殿下赏赐 在下就确之不公了 陆成起身冲着李秀宁拱手说道 玉酒啊 没想到今天也能尝到皇帝老子的酒了 看着装着玉酒的葫芦 陆成暗戳戳的有些小得意 第三十六章 五千足矣 打开酒葫芦 夜竹帮着陆成倒了一杯杜康 米黄色的杜康酒伴随着清新而典雅的酒香 陆成端起酒杯殿下 在下敬你 说着抿了一口 细腻且醇和的滋味 一下就刺激到了陆成的味蕾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曹成像成不起我啊 陆成赞叹着杜康酒 同时对后世的勾兑酒嗤之以鼻 那玩意就不能叫做酒 看到陆成如此称赞杜康酒 李秀宁也微微抿了一口 然后就开始吃起火锅了 相较于杜康酒 还是火锅更对这些人的胃口 当然 有李秀宁在 芳起和孟继也只能矜持着吃 如果李秀宁不在这里 估计这两人能为了一盘羊肉 人脑子打成狗脑子 酒过三巡 火锅周围的菜也添了一轮 陆成不得不佩服自己对面的公主殿下 和他的两个婢子了 这吃货属性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陆成吃了的八分饱就吃不动了 就是陪着李秀宁聊天 看着他们运筹如飞的咔咔噪 陆成就是想不明白 这么好的身材 这些东西都是吃到哪里去了呢 难道本宫脸上有什么东西不成 李秀宁看着陆成 微笑着看着自己吃火锅 忍不住问道 没有 没有 只是在下惊讶于堂堂平阳公主殿下 吃相居然如此豪卖 不愧是能够领兵打仗的骑女子 陆成竖起大拇指称赞了李秀宁一句 这也就是喝了酒 陆成才敢这么说 如果是平时 这要不给陆成定个调戏公主 大逆不道之罪 都怪了 先生有所不知 本宫长这么大 还没吃过如此美味之物 真不知先生为何脑子中 竟有如此之多奇思妙想 李秀宁放下银块 微笑着看着陆成 这个嘛 陆成总不能说 老子是从一千多年以后来的 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思维要发散嘛 有的时候一件事情 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会有不同的发现 陆成只能模棱两可的 给了一个颇具有哲学思维的回答 那本宫有一事 倒是想要军事给参谋一下 李秀宁看着陆成继续说道 愿闻其详 陆成回应道 今日有奏报来 说是刘黑榻已经带兵南下 准备进攻魏州 不知此事先生如何看 李秀宁继续盯着陆成 显然是想要考教一下陆成 而且陆成说过 要干掉刘黑榻 刘黑榻现在离开苍州 看看陆成要怎么做 哦 听到刘黑榻离开苍州 陆成眉毛微微一挑 这时间不对啊 刘黑榻猛攻魏州 应该是突厥那面的协力可汗 答应唐朝退兵 并且与刘黑榻一刀两断 才逼得刘黑榻狂攻魏州的 刘黑榻怎么现在突然进攻魏州了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出现 影响到历史时间线了 不过陆成面上 依旧表现得云淡风轻之色 说道 刘黑榻这么着急进攻魏州 只怕是协力可汗受到了严重威胁 这个威胁大道让他不得不把 借给刘黑榻的兵抽掉回去 这才逼得刘黑榻趁机扩大地盘 扩大地盘是次要的 主要的刘黑榻想要扩大地盘增兵 敬礼秀宁点了点头 似乎是同意了自己的说法 陆成喝了口酒继续说道 这说明 太子殿下与秦王殿下 已经有所收获了 而刘黑榻既然出了苍州 那他就回不去了 陆成说着 黑黑冷笑了几声 身上冷不丁出现的杀气 让在座各位不由的一愣 这两天 陆成一直都是 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这陡然露出的杀气证明 陆成绝对不是个善茶 而且 陆成这种杀气 那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 才会具有的 陆成杀气一外露 立马就收了回来 刚才的杀气 也只是一瞬间而已 但是还是被李秀宁等人 敏锐地觉察到了 不过众人也都没说什么 毕竟陆成那天 把手枪拿出来的时候 李秀宁就知道 手枪是杀人戾气 陆成要是没有人命在身 那才奇怪 殿下 恐怕不止 刘黑他一件事吧 陆成看着李秀宁笑着问道 因为在刚才李秀宁说 刘黑他事的时候 眼中似乎闪过一丝犹豫 陆成自然觉察到了 既然先生问起 本宫也就不瞒先生了 是我大哥与二哥都有书信来 想让我出兵相助 李秀宁难得的 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这还是陆成第一次 见到这个历史第一期女子 面露难色 要我说 很简单 不忙 陆成直截了当地说道 殿下要出兵讨伐刘黑他 陆成黑黑一笑 讨伐刘黑他的功劳 留给李秀宁的理由 有了 讨伐刘黑他 李秀宁有些不解的看着陆成 自己驻守娘子官 是为了防备突厥 这陆成突然让自己出兵 讨伐刘黑他 那娘子官怎么办 就这么扔着 不需太多兵力 但是却需要殿下亲自走一趟 陆成再次抿了一口酒 我负责干掉刘黑他 但是干掉刘黑他以后呢 刘黑他还有那么多部下呢 到时候群龙无首 难道在下能把他们都杀了 不是还得让殿下收尾吗 难道殿下准备把这功劳 送给太子殿下 或者秦王殿下 只怕到时候会有人添油加醋 说是殿下偏袒某一方了 所以这功劳 只能殿下亲自来收了 陆成说的话很有道理 本来李秀宁就是两不相帮的状态 如果刘黑他一死 那么怎么处置刘黑他 剩下的势力和手下 那就是一件功劳 这是 不论是给了李建成还是李世民 授一方绝对会大肆宣扬 是李秀宁偏袒让功 而另一方 只怕也会对李秀宁产生怨念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李秀宁把这件功劳占据下来 那么到时候 谁也不能说出来什么 先生言之有理 那本宫明日就差人送信 只是不知 须本宫率多少兵马配合先生 李秀宁如此心思通明之人 一下就听明白陆成的分析了 因此也就点头同意了陆成的建议 陆成直接伸出五根手指 五千足矣 第37章 身份证明 只要五千兵马 听到陆成的话 业主忍不住惊呼一声 吃惊地看着陆成 那刘黑榻现在虽说是 借了突厥的事 但是手下兵将也是好几万的 甚至有传言说 刘黑榻此次带兵十万攻打魏州 陆成居然说 只要李秀宁带五千兵马相助 又不需要殿下亲自上阵 只需要这五千兵马保护殿下而已 难道殿下随便出门露个脸 都得几万人不成 何况 如果几万人出动 声势浩大 对行动不利 陆成看着业主那惊讶的模样 笑着解释道 其实陆成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也有过考量 因为陆成在基地里 恶不历史知识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击杀刘黑榻以后 控制刘黑榻军队的关键 只要有了这个人 那么一切也都好处理了 甚至李秀宁可以不费一兵一卒 就可以拿下刘黑榻的军队 到时候 不管这军队里的兵将 是要继续当兵 还是回家务农 都可以进行操作了 可是 就在业主还准备说什么时候 李秀宁直接伸手截住了业主的话头 就一先生所言 业主 让禁卫军做好准备 随时听候军事调遣 时候已经不早了 本宫就回去歇息了 此时已经是月明星熙的一更天末尾了 外面的更夫 马上就要敲接二更天的更点的时候了 李秀宁也不能一直坐在陆成这里 就带着业主跟陆秋明回自己的府邸去了 陆成等人自然是恭送李秀宁 带到李秀宁走远 这才转身回到院子里 这次没有了李秀宁在这里 刘老三父子也被方启叫到了桌子上 几人开始好饮狂吃起来 陆成今晚的酒也没少喝 等到方启跟孟姬两人打着酒阁离开的时候 狗娃刘金把陆成搀扶到了卧房之中 等将陆成安顿好了 这才转身出屋 跟自家老爹一起收拾起桌子上的残羹冷制 日上三干 陆成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一面走着一面揉着太阳穴 这杜康好喝是好喝 就是这后劲有点大 再加上还喝了不少玉酒 那玉酒的味道与杜康相比也不成多让 这时这度数却比杜康要高不少 让陆成久违地体验了一把宿醉的感觉 突然陆成发现自己竟然无事可做了 因为现在就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去截杀刘黑榻 而刘黑榻才刚刚从苍州出发 苍州距离渭州起码七八百里 几万大军出洞 没有个几天是走不到的 那可不是后世 坐着高铁飞机 搜搜的速度 人吃马胃的 人都靠步子量 几万人一起行动 再加上先锋营 两跑运输 陆成估计刘黑榻要到渭州境外 至少要五天左右的时间 而娘子官到渭州是四百多里地 陆成带着的是五十人组成的骑兵队 就算一匹马一日跑两百里 那两天也够用了 至于李秀宁的大军 可以在自己出发后缓慢前进 等到自己消息以后 再进驻渭州就行 至于渭州 如果被刘黑榻攻打的话怎么办 陆成昨晚还特意问了李秀宁 现在渭州的首将是谁 也确认了 确实是史书上记载的那位田流安 这位大人 可是让刘黑榻连续猛攻了七天 都无可奈何的人物 所以陆成并不担心渭州会失守 陆成闲了下来 觉得无事可做了 然后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那匹白马 陆成就决定去军营的马厩里 去看看自己的白马 陆成招呼了一声刘金 刘金急忙跑了过来 大人 有何吩咐 走 跟我去军营 看看我的大宝贝去 陆成手里拿着一柄折扇 这折扇 还是陆成在基地里的一间宿舍里找到的 今天陆成也没有穿那身做训服 而是穿上了李秀宁派人送来的蓝色圆领如袍 足灯一双造靴 要不是那一脑袋的寸头发型 陆成妥妥的偏偏家公子 只是那一脑袋的寸头发型 比较容易让人出戏 陆成摇着折扇在前面 刘金则是一身小丝打扮 跟在陆成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大摇大摆的走进了军营 刚到军营门口 陆成就被两个守门的士兵给拦了下来 什么人 此乃大营禁地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其中一名士兵用枪头指着陆成 立一声喝道 有喝 有点意思 陆成眼含赞许之意 看着拦住自己的士兵 能够拦自己 说明军纪严明 李秀宁治军有方 不是什么人都往里放 这是好事 竟敢用兵器威胁我家大人 你们是射雄心豹子打了吗 刘金直接闪身挡在了陆成身前 有些色力内忍地指责这两个士兵 只不过颤抖的双腿 还是出卖了他有些胆怯的心情 他们也是职责所在 比人陆成 要进大营 看看我的白马 陆成摇着折扇 看着两个士兵说道 有何凭证 虽然两个士兵看着陆成那自信的模样 和异于常人的发型 已经确信了八分 但是还是要艳明正身才行 士兵这句话 可让陆成为难了 那些将官知道他是军师 可是这些士兵不知道 何况昨天负责开门的士兵 也不是今天这两个 这下有点难倒陆成了 就在陆成危难之际 就听到远处营内有人高声喊道 这不是军师大人吗 怎么来军营了 今天又有什么新发明吗 陆成寻声望去 就看到身穿铠甲 身高马大一脸求然的何攀仁正 笑呵呵地看着自己 原来是何将军 这下有人能证明身份了 陆成正为难如何证明身份的时候 看到了何攀仁 这位李秀宁手下头号大将 陆成自然是心头一喜 麻烦何将军给在下做个证明 不然这两位尽忠职守的小哥 可不放在下入园门啊 陆成苦笑着 冲着何攀仁招了招手 两个有眼无珠的东西 连陆军师都不认得 要等何用 何攀仁快步走了过来 罩着两个士兵的屁股蛋 就是一脚 直接将两名士兵 踢得一个亮枪 何将军不可如此 这二人也是尽忠职守 依我看 倒是可以嘉奖一番 陆成也不知道 这何攀仁是真生气 还是假演戏给自己看 赶忙上前劝阻 第三十八章 我不懂医术 鲁迅先生说过 我不利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 陆成是一直很相信这句话的 这也是陆成前世 在各种危险环境中 能够活下来的准则之一 就如同看着此时 站在自己面前的何攀仁一般 虽然陆成在何攀仁那双蓝色眼睛中 看到了一些诚意 但是毕竟 两人交集很少 陆成还不知道 何攀仁为何突然 对自己这么热情 至于那两个负责把守员门的士兵 此时则是战战兢兢的看着陆成 毕竟自己两人刚才可是用武器 指着陆成来着 这可是以下犯上之罪 虽说不知者不怪 但是如果陆成诚心要收拾他们两个 那跟碾死两只蚂蚁 没有任何区别 你们不必如此害怕 你们做得很好 说不定 你们还会得到奖赏吗 一事同仁 尽忠之首 很好 陆成拍了拍其中一个士兵的尖头 士兵被陆成一拍好 悬眉一屁股坐地上 既然军师如此说 那你二人算是走了狗运了 和盘人当然不会不给陆成面子 他还有事要找陆成呢 既然陆成都说 二人有功无过 至于这两个小兵 随便给个武掌 也不是不可以 也是给陆成的面子了 多谢军师 多谢何将军 二人一听 顿时喜出望外的跪下 就给二人磕头 陆成笑呵呵地让二人起来 然后便被和盘人抓着手腕 往军营里走去 何将军 是有事找在下吧 陆成看着和盘人 如此火急火燎地拽着自己 这明显是无视献殷勤的节奏 陆成直接就问道 听到陆成的问话 和盘人停下了脚步 反而看着陆成问道 陆先生可懂医术 和盘人冲着陆成拱手问道 医术 不慎懂的 将军 为何突然如此发问 和盘人一句话 把陆成问得有点猛 医术那玩意 陆成也就知道一些急救的手段 那都是执行任务必须学的东西 真要说到医理这玩意 陆成哪懂那东西 有道是 劝人学医 天打雷劈 医之医道 那是需要时间堆砌的 更有道是 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治病之药 这可是要王孙思淼的原话 一句话就道出了医之医道的难度 一辈子都未必能够真正学懂学通 是这样的 前几日 有几名赤后带着队长归来 队长腿部受了剑伤 军中医官一直无法控制病情 今日要截了 那名赤后的腿 都是跟随大帅征战多年的老兄弟 实在不忍心看着老兄弟 遭逢如此大难 和盘人面露痛惜不忍之色说道 这名赤后队长 也是和盘人的老部下 这要是截了腿 直接就是个废人了 就给的那点抚恤金 都不够家里干啥的 何况家里 还有老婆孩子 等着他的军饷吃饭呢 可我不懂医术 陆成听到和盘人的话 心中也是有些不忍 毕竟这玩意感同身受 以前他主动申请去看守基地 不也是因为腿伤的原因吗 若不是穿越过来 估计他现在还瘸着腿 在基地巡视呢 而这位队长比他还惨 这是要少一条腿的节奏 可是陆成也没辙 他只会一些战地急救的技术 哪懂治病救人 前日军师伤到的两个士兵 伤情已见大好 经在下询问 方知是军师给处理的伤处 按理说 他们伤得比那名队长还重 但是既然能够痊愈 在下就想请军师出手相救 和盘人直接抱拳 冲着陆成行礼 请求着陆成 这话说的 陆成这才明白 和盘人为何火急火燎的看到自己 就拽着自己匆忙赶路 既然和将军话都说到这儿了 那在下 也就勉励一试 死马当活马医吧 陆成也是不忍心 那位斥候队长真的少条腿 如果能救一下也挺好 陆成也就答应了和盘人 和盘人带着陆成 来到了军中的医馆 说是医馆 也就是几个大帐篷 浓厚的中药味 在空气中弥漫着 大帐外面左右个十几个砂锅 瓦罐在小炉子上尖着药 几个要同模样打扮的 半大孩子在忙碌着 有的在用扇子给炉子扇风 有的则是打开锅盖 罐子盖在网里添药 也有往陶碗里倒药的 也有在给炉子添火的 总之几个医仗 都是进进出出的身影 走到其中一个医仗门口 就听到一阵阵的 呻吟声和叫喊声 里面躺在软床上的士兵 掉胳膊的 白布缠头的 掉着腿的 总之就是伤病满胀 其中最醒目的 就是一张围着三四个医冠的软床 上面一位身穿白色中衣的男子 男子双唇发白 面色惨白 紧闭双目躺在软床上 几名医官身边的小木车上 正摆着锯子 显然这是要准备节制的前奏了 而几名医官则是在讨论 到底是从哪下锯子 且慢 就在其中一个医官 回身拿起小木车上的锯子的时候 和攀人直接高喊了一声 大人 见过大人 几名医官回头看到和攀人 赶忙给和攀人建立 黄郎中 这是要动手了 和攀人蓝色眼眸中射出两道寒光 看着其中一名胡子 已经有些花白的医官问道 回大人 如果不截之 只怕温队正性命不保啊 被称作黄郎中的医官 也是面露不忍之色 忍不住长叹一声 医者父母心 能救的谁不想救 可是现在病床上的温队症 伤口恶化得很厉害 不截之就得丢命 这和攀人转头 看向站在身边的陆臣 能让在下看看吗 陆臣看着黄郎中问道 您是 黄郎中不知道陆臣的身份 疑惑地看着陆臣 在下陆臣 蒙大帅不弃 现任军师一职 对于医生 陆臣向来是尊敬的 医生与老师 那是最值得尊敬的两种职业 一个是救人活命 一个是教书育人 在这些人面前 陆臣可不会用高高在上的眼神看人 哦 您就是陆军师 快 快 陆军师快请看看 温队正是否有救 黄郎中一听陆臣的名号 直接拽着陆臣 就来到温队正的病床前 第39章 有辙了 陆臣一脸猛逼的 被黄郎中拽到了 那个温队正的病床前 他有些搞不懂 这黄郎中开始 还对自己爱答不理的 这怎么听到自己的名字以后 突然变得这么热情 热情让陆臣都感到害怕了 当陆臣看到昏迷在病床上的 温队正的时候 眉头不经一皱 温队正伤的是右小腿 一枚狼牙剑 直接钉在小腿肚子上 小腿已经肿胀成了黑紫色 由于箭头并没有拔出来 伤口周围已经化农感染 不时地流淌出黄色粘稠的农业 农业中还混合着暗红色血液 化农的恶臭味 充斥在病床周围 为何不把箭头取出 陆臣用手帕捂着鼻子 看了看伤口 转身问黄郎中 不是不想取出 实在是温队正这一件伤得太深 已然伤及颓骨 切着狼牙剑装有道刺 如果贸然取出 只怕会大出血 到时温队正一样性命不保 黄郎中一脸无奈地 看着陆臣解释道 你们郎中都取不出来 找在下有什么用 我又不懂医术 陆臣看着黄郎中那无奈的老脸 陆臣也只能摇头叹息 他会急救术 又不会手术 这找他 他也没辙呀 军师说笑了 前日两名士兵受伤 不就是军师医好的吗 老朽并不是要让军师 为温队正手术 而是老朽观察 那两名士兵 伤口并没有恶化 按理说 那种伤口也会恶化才对 等到老朽询问那二人 方知是军师给其包扎上药才未感染 老朽斗胆 向军师讨要此种金疮药而已 黄郎中直接冲着陆臣攻身失礼 很是诚恳地说道 听到黄郎中的话 陆臣顿时明白了 这冷兵器时代 打仗最怕的就是士兵伤口感染 轻则弯肉轻创毒命 重则节肢丧命 显然黄郎中是盯上了自己的急救药了 说白了 就是没有一用酒精之类的东西 有了一用酒精 就能给伤口轻创消毒 大大降低感染的几率 只怕有了酒精 这温队症也来不及了 看着温队症腿上的伤口 陆臣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此时如果用一用酒精的话 只会火上浇油 让伤口恶化无法愈合 酒精 难道酒也能成精 恐怕此物少之又少吧 难怪能够遏制伤口恶化 听到陆臣嘴里念叨的酒精两个字 黄郎中直接叹息地说了一句 黄郎中 说笑了 酒精这东西好弄 酒精就是从酒中提炼出的精华 简称酒精 只是此时对温队症无效而已 听到黄郎中说酒精是酒成精了的话 陆臣忍不住笑了起来 赶忙解释道 突然陆臣脑中灵光一现 要说自己不懂医术 那是肯定的 但是基地里有说啊 自己可以去查 说白了 温队症的到底也是皮肉伤 看着挺严重 在后世 那都不算大伤 真要动手术 也只不过是把肌肉割开 把箭头取出来 然后小心养育伤口就是了 要是这一件设在腰子上 就算陆臣看了 医术也没辙 黄郎中 明日我会带药过来 这温队症可能挺重 陆臣看着黄郎中问道 哦 难道军事已有对策 黄郎中有些激动地看着陆臣 只能说是姑且一试 死马当活马一呗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节制的好 陆臣说道 温队症已是如此情况 单个一两日 老朽还是能保证的 只是还望军事尽快才好 黄郎中冲着陆臣 又失了一礼 那就如此说定了 陆臣说罢 转身就往帐外走去 一直跟在陆臣身边的何攀仁 也是跟在陆臣身后 一直到了园门处 还望军事救救我这兄弟 何攀仁冲着陆臣一攻到地 何将军 快快请起 这是折杀我了 陆臣赶忙双手向掺 都是军中袍泽 焉有不救之理 只是 如果需要人手 只怕需要和将军给调配一番了 陆臣看着何攀仁说道 但有驱策 无有不从 军事只管发令便是 何攀仁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说道 那等我消息吧 事不宜迟 我就先回去了 陆臣也不去看白马了 救人如救火 陆臣冲着何攀仁一拱手 直接转身带着刘金快步离开了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陆臣嘱咐了刘金一句 就转身进了卧房 刘金领命以后 直接拿了个板凳 坐在了门口 陆臣回到卧房 就进入基地 寻找关于伤口处理方面的医书 基地的时间 跟外面的时间是不流通的 所以尽管陆臣进入基地看书 看了个昏天黑地 出来的时候 也不过是陆臣刚刚回到卧房的时间 原来这个伤口得这么处理啊 陆臣坐在床榻上 忍不住有些小得意起来 陆臣又耽搁了一段时间 把准备用来救温对症的方案 又在脑子里过了几遍 并且在基地里拿了几样药品出来 这才从卧房里走了出来 狗啊 跟我去找何将军 把这些东西拿好 听到陆臣的话 刘金蹭的一下 从板凳上站了起来 结果陆臣递给自己的布包 跟在陆臣身后 再次往军营走去 陆臣二次来到军营 这次畅通无阻 直接进了军营 让人去通知何攀仁 到军医方找自己 便直奔军医方而去 黄郎中很是诧异 陆臣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难道没有想出办法 看到陆臣到来 黄郎中迎了出来 军师 难道 有辙了 陆臣看着黄郎中笑着说道 哦 本来黄郎中 还以为陆臣是来告诉自己 无计可施的 结果陆臣说有辙了 顿时一张老脸激动的通红 不知军师有何良方 这个得一点一点来 说话间 陆臣就看到何攀仁 大不留心地来到了境前 不知军师有何吩咐 何攀仁见到陆臣 也不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当我把这张单子上的东西准备好 这可是能不能就得了 温对症的关键 陆臣说着 从怀里取出一张纸 递给何攀仁 何攀仁看到纸张上 列出来的物资清单 直接愣住了 第四十章 生理盐水 军师 你这些东西 真的是治病救人用的 何攀仁看着陆臣清单上 列举出来的东西 一脸疑惑地看住陆臣 救人用锅底灰 这个何攀仁 还是能理解一些的 毕竟锅底灰 又称草木灰 百草霜 这玩意有止血的功效 军众的衣冠 在制作金疮药的时候 也会添加一些 盐这种东西 何攀仁也能理解 因为伤兵清洗伤口的时候 也用过盐水 但是这铁锅 锅盖 陶罐 长颈瓷瓶 又都是干嘛用的 这东西 何攀仁就看不懂了 自然是有用的 还想不想就问对症吗 陆臣现在可没有时间 跟何攀仁解释 只能摆出有些不悦的表情 看着何攀仁 在下马上让人准备 何攀仁看到陆臣脸色不善 生怕惹恼了陆臣 赶忙裴笑 转身让人去准备 清单上的东西了 人多好办事 让人累气了两个炉灶 不过陆臣说的锅盖 没有找到 只能让铁匠 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了一个 随着帮陆臣找清单上的东西 军营里也传开了陆臣 要救治温对症的事 自然很多人就闻讯赶来了 其中就包括李秀宁 当看到李秀宁也来了的时候 陆臣不由地微微抽动了一下嘴角 这两天陆臣发现 这李秀宁 明显跟史书上写得不太一样 按照史书上陆臣看到的记载 这位历史第一公主 应该是个雷厉风行 另行禁止的英姿 萨爽很高冷的模样 但现在在陆臣看来 与事实不符啊 而目前在陆臣看来 这位公主殿下 带兵确实是雷厉风行 另行禁止 但是这好奇心和吃货属性 也显现在了陆臣面前 难道是因为自己穿越 引起了什么偏差不成 还是历史书记载的不全 陆先生这是在做什么 看着陆臣在指挥刘金 往一个陶罐里倒水 然后陆臣在添加了一些草木灰后 就让刘金搅拌 李秀宁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在下正在制作盐水 陆臣听到李秀宁发问 赶忙失礼回道 一方之内 不是有现成的盐水吗 这么大的军营 盐水这种东西 肯定是常备的 李秀宁闻言 有些诧异地看着陆臣 其实在下是在提纯金言 陆臣回道 金言 难道也是如同酒精一般的存在 陆臣提过的酒精之事 自然也传到了李秀宁的耳中 因此 李秀宁才会如此发问 差不多吧 但是盐的用处可比酒精多多了 陆臣一面回答着李秀宁的话 一面继续指挥刘金工作 刘金把一大罐子泛黄的盐水 倒到了垫着氯纸的另一个罐子里 这氯纸是陆臣用几层宣纸制作的 虽然宣纸比较贵 但是陆臣从李秀宁那样不少 很快就滤出了一罐子清澈的盐水 蹬着倒入锅中开始熬煮 刘金这个立功就开始搅拌锅中的盐水 随着时间推移 另一个制作蒸馏水的大锅 也在陆臣的指挥下开始工作 就在另一边提取蒸馏水的时候 这面盐水变成了洁白晶体 就已经出现在了锅中 看着那洁白如雪的金盐 李秀宁简直惊呆了 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盐 就算是皇宫中的供盐 也无法跟陆臣制作出来的盐相提并论 这真的是盐啊 李秀宁有点不敢相信的 看着锅中的金盐 大帅可以尝一口试试 陆臣看着有些目瞪口呆的李秀宁 忍不住笑着说道 啊来试试 方启自告奋勇地越过众人 在锅边抓起一块盐睛 就咬了一口 金盐是什么味道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方启这一口下去 直接熬就是一声 给所有人吓了一跳 都以为方启中毒了 结果就见方启跟疯了一般 冲向一旁的水缸 一脑袋扎进水缸里 大口大口喝水 啊娘啊 可酷死我了 好半天 方启才把脑袋从水缸里缩了回来 大口喘息着说道 这玩意比咱们那粗言可信太多了 看着方启狼狈的模样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另一边 蒸馏水的提取 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很快也提取了一罐子的蒸馏水出来 陆辰让刘金将盐睛在盐波里 给导成细末 跟着按照比例 用蒸馏水制作出了生理盐水 以后给士兵清洗伤口换药的时候 就用这个盐水吧 陆辰把那罐子清澈的盐水 递给在一旁 看得眼睛都直了的黄郎中 黄郎中看着罐子里清澈的生理盐水 然后看着陆辰眼中似乎有某种渴求 黄郎 是想要这盐水的制作方法吧 陆辰一眼就看出了黄郎中的渴求 直接笑着说道 放心 这次救治温队正过程中用到的东西 在下都会书写成册 留给黄郎中 如何 那本帅就替全军将士多谢军师了 没等黄郎中说话 李秀宁直接冲着陆辰失礼说道 大帅 言中了 这本就是在下分内之事 只不过 在下也只是近人事 听天命了 能不能就得了温队正 保住温队正的腿 也只是五五之数 陆辰闪身躲过李秀宁的失礼 还礼之时 颇有些感叹地说道 军师尽力而为便是 温某还没那么娇气 如果不能保全 也只能怪温某时运不尽 此时 一个有些虚弱的声音 在陆辰身后传来 尽管虚弱 却也是坚定无比 陆辰回身看去 此时温队正正 被人用软床抬了出来 躺在软床上的温队正 虽然依旧是面无血色 但是一张脸上 却全是坚毅之色 军师尽力而为便是 如果温大哥有所闪失 以后温大哥的一家老小 自由我们负责 军师无需挂怀 抬着温队正出来的 几名赤后打扮的士兵 单膝跪地 质地有声地冲着陆辰说道 你们也太小瞧陆某人了 看着几个士兵 以及软床上的温队正 陆辰顿时也被这些汉子感动了 也想起了前世自己的那些兄弟 顿时豪气甘云地说道 第41章 医用酒精 陆辰这边在教授黄王中 如何制作生理盐水 毕竟需要很多东西 他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黄王中看着胡须花白 一副老像 其实也不过四十多岁 黄王中本名黄阳 居然是要王孙思淼的徒孙 这倒是让陆辰感到很惊讶 要王孙思淼啊 这要是能见上一面就好了 陆辰相当想要见见 这个活了一百四十多岁的老神仙 结果跟黄阳一攀谈 才知道 只能靠运气 因此 陆辰教授给他生理盐水的调配工作 倒是进行得很顺利 看着需要的白酒什么的 也被运了过来 陆辰就开始忙活酒精的制作 黄阳也有徒弟 黄阳先是自己试着调配了一些生理盐水 然后就交给徒弟做 这玩意也就是个熟练工 材料都是现成的 黄阳的徒弟敏文光 倒是做得得心应手 毕竟才13岁的孩子 对于这种动手的东西 还是很喜欢的 至于黄阳 则是凑到了陆辰这边 看着陆辰蒸馏酒精 看着陆辰把毛竹做成一个 外面还套着一层的套管 黄阳眼睛都瞪大了 其他人更不用说了 而李秀宁也感叹了一句 墨加机关术果然神鬼莫测 一段普通的毛竹 在陆先生手中 都能变成如此神奇的东西 看着陆辰把所有东西都连接到一起 然后把白酒倒入一个长颈瓷瓶内 跟着把长颈瓷瓶 放入了装着水的青铜顶内 青铜顶下面开始烧火加热 一番步骤下来 就看着瓷瓶里的酒变成蒸汽 缓缓地进入了毛竹套筒之内 套筒的另一端 则是连接着一节阳长细管 直接插在另一个瓷瓶里 随着酒蒸汽地从这端进入 另一端就又变成了液体 进入了另一个瓷瓶 陆辰如此反复了两三次 这才把另一端 装着酒精的瓷瓶取了下来 但是他的下一步 却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陆辰居然把瓷瓶里的酒精 倒入了一个陶罐里 而陶罐底部 是陆辰提前放进去的生石灰 随着陆辰把酒精倒进陶罐 刺刺声不绝于耳 白烟顺着陶罐口飘散出来 等到烟雾散尽 陆辰才利用红锡手段 把陶罐里的酒精 重新倒入瓷瓶里 呼 看着白色长颈瓷瓶里的酒精 陆辰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还好手艺没丢 虽然陆辰不会医术 但是这种制作酒精 生理盐水等等的功夫 可是很到家的 毕竟前世的他 只要在超市逛一圈 手挫个炸弹出来 那都是小意思 陆辰如此往复 直到做出三瓶酒精 这才跟一瓶蒸馏水混合到一起 酒香味好浓啊 一众将士忍不住抽了抽鼻子说道 这东西可不能喝 会要命的 陆辰看着这帮子酒鬼 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 笑着警告了他们一句 因为 你喝到了肚子里 会这样哦 陆辰从瓷瓶里 稍微倒了一点酒精出来 然后撒到了火堆上 就见烈焰腾空 瞬间而起 众人看到那瞬间 因为酒精生腾而起的火焰 顿时缩了缩脖子 这要是在肚子里这样 那还不得常穿肚烂啊 陆先生 这个就是 你说的那个酒 酒精是吧 黄阳拿起陆辰勾兑出的 一用酒精 闻了又闻 看了又看 这才问道 这个叫一用酒精吧 其实 根据浓度不一样 用处也不一样 陆辰摇着折扇给自己降温 说实话 当才那一通操作 也是给陆辰忙活了一身的汗 浓度 黄阳疑惑的看着陆辰 显然这个词 也是很新颖的 哦 就是不同配方配出来的 当然 这玩意 加水勾兑个白酒也行 不过 我不建议那样用 陆辰突然想起了后世的勾兑酒 说了一句 有了这生理盐水 和一用酒精 温对政治商 就有指望了 陆辰继续说道 当然 现在的量肯定是不够用的 因此 这两个制作生理盐水和酒精的设施 就没有停过 只不过是 交给了黄阳这些衣冠来操作 陆辰则是来到一帐旁边的一块空地上 来回丈量着 至于李秀宁 则是率领的一众将官 也来到这边 好奇地看着陆辰在干嘛 这里 这里 还有这边和那边 我做了记号的地方 下庄子 陆辰吩咐着几个 扛着庄木的士兵说道 军师这要干嘛 我怎么觉得 军师要盖房子 方起跟孟继两人在那嘀咕着 在这盖房子 这破地方盖个房子 干嘛使 所有人都一轮纷纷 军师 你这是要做什么 探着陆辰在那指挥士兵 搭建了一个古怪的 类似帐篷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 这个帐篷棚顶的采光度 要比其他帐篷好很多 李秀宁忍不住好奇问道 造一个残房 陆辰一面指挥着士兵 一面说道 军师要养残 听到陆辰的话 方起忍不住询问了一句 养什么残 一旁的河畔人 直接给了方起一脚 蓝眼睛冲着方起一瞪 残房 宫里太监近身的地方 就叫残房 不学无术 不是吧 军师这是要给谁近身啊 一听到陆辰居然要造一个 近身用的残房 所有将官顿时觉得 两腿之间冷嗖嗖的 一股寒风似乎从裤裆中间吹过 不禁都打了个寒战 军师太可怕了 哎呀 怎么就被和将军猜到了呢 陆辰自然也听到了 这帮人的讨论 顿时充满恶趣味的准备 吓唬吓唬这帮子将官 其实 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想啊 你们总是跟在大帅左右 大帅乃是堂堂公主殿下 你们一帮子老爷们成天跟着 难免会有风言风语传出 这会影响到殿下的风平的 所以呢 在下就准备帮殿下解决这个后顾之忧 陆辰说着 还摇着折扇 眼神一直往各个将官的腰间扫去 而且 你们看 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陆辰说着 示意刘金把手术工具取了出来 其实这个时代 已经有外科手术器械了 刘金拿来的 自然是黄阳的那套工具 还一一展示给这些将官看 当然除了柳叶刀 镊子 还有剪刀 是陆辰认识的 其他的器械跟后世 都有些大相径庭 所以 陆辰只能胡周这些器械的用处 但就这样 也是把这帮子将官吓得够呛 第四十二章 以前扇过猪 直到日暮西山之时 陆辰的残房 算是搭建了的差不多 另一边也是提取出了 不少的酒精和生理盐水 至于生理盐水和酒精 陆辰告诉了黄阳用法 黄阳给几个受了轻伤的士兵试了试 生理盐水果然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士兵在清洗伤口的时候 也没有痛苦的大喊大叫 而伤口也容易清洗了很多 陆辰来到残房里 让士兵按照自己指定的位置 巴尔必粗细的牛油蜡烛点了起来 这儿必粗细的牛油蜡烛 是陆辰找李秀宁要来的 毕竟这年头这玩意 也就功力有 普通人家能点个油灯就不错了 所以 陆辰跟李秀宁讨要了几根 结果李秀宁直接让叶竹 给搬来一个小木匣的牛油蜡烛 足有二十几根 当牛油蜡烛亮起来的时候 整个残房里 在牛油蜡烛成黄色火焰的照耀下 可以说是亮如白昼一般 在中间的是一张病床充当手术床 病床上面还悬挂了一盏吊灯 五根牛油蜡烛在上面燃烧着 陆辰走过去 伸手在手术床上试了一下 手臂的影子几近消失 这就是山寨版的无影灯啊 旁边有几张桌子 是用来放手术器械的 手术器械是黄阳的 被陆辰扔到废水里煮了几遍 又用未勾兑的原浆酒精 泡了一阵子 才取出来 把芳起给我架过来 陆辰看一切准备的差不多了 直接用折扇一指芳起 冲着左右士兵一声令下 别啊 军师 你不能这么对俺啊 俺对大帅 那是忠心耿耿啊 对军师也是无比的敬仰 军师你不能这么对俺啊 方启一看 几个士兵如狼似虎的冲着自己从来 直接高声叫喊 求救式的往李秀宁身后躲 大帅 就把 俺还没澄清啊 俺不能对不起祖宗啊 李秀宁不知道陆辰要干嘛 但是看着陆辰眼中的坏笑 就知道陆辰是要捉弄一下方启 自然是要配合陆辰了 直接一闪身 把方启给露了出来 方校尉 军师刚才所言 本帅也觉得有理 承日与儿等私混 确实有些不雅 今日为了表示你的忠心 你就听军师的吧 李秀宁憋着笑说道 方校尉 放心 在下手艺还是可以的 以前跟着师尊游历的时候 还在村子里扇过猪 陆辰看着手跑脚蹬的方启 用折扇挡着嘴说道 实在是陆辰憋笑有点难受 就用扇子把脸给遮住 扇过猪 一众将官看着被抓进残房的方启 不由的脑海里 想象了一下陆辰扇猪的画面 其实唐朝也有扇猪的习惯 只不过扇猪技术不发达 扇完以后容易死 军师啊 晚上有老 瞎小小 你就放过我吧 残房里传出来 方启带着哭腔的哀嚎 不是说你没成亲吗 陆辰从托盘了拿出手术刀 在牛油蜡烛的照耀下 本身就是同处的手术刀 发出金黄色的光芒 陆辰用手拨了拨刀刃 看着被摁在手术台上的方启 嘿嘿冷笑着 这个 这个不重要 俺不能没有子孙根啊 方启被陆辰逼得有点语无伦次了 陆辰 你小子是不是要公报私仇 方启突然想起来 自己跟陆辰见面的事情了 当时自己差点一刀 砍了陆辰 陆辰这是要报复自己啊 嘿嘿 你小子说对了 给他裤子扒了 陆辰看着方启那恐惧中 带着愤怒的表情 就更想捉弄方启了 下令让左右士兵 去扒方启的裤子 陆辰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方启一见陆辰要动真格的 直接怒吼了一句 陆辰一见方启 真的有些发火了 赶忙抬手阻止了左右的士兵 我说老方 你咋这么不惊吓呢 我还能真欠你子孙根啊 我是那样的人吗 陆辰把手术刀放下 一把把方启给拽了起来 我这不是逗你们玩的吗 你们说我这残房是要给人近身 我不就想逗逗你们吗 我的军师大人啊 你这哪点像是逗人的啊 俺都快被你吓死了 看着陆辰那笑脸 方启恨不得给陆辰一拳 哪有这么吓唬人玩的 这半条命都吓没了 你觉得这残房如何 你躺在床上 有没有什么不识感 陆辰这才跟方启说明 把他弄进来的原因 方启重新躺倒在手术床上 感受了一下 有点窄 有点硬 方启感受了一下说道 那不重要 又不是让你在这里睡觉 给他捆上 陆辰直接折扇一合 在手里一拍 顿时左右士兵过来 从床的两边抽出牛皮绳子 直接把方启给捆到了床上 军师 你还来 方启一见陆辰 让人把自己捆到了床上 直接惊叫了一声 瞎说什么 方启用折扇在方启身上拍了一下 你用最大的力气 看看能不能挣脱 方启文言照办 结果方启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无法挣脱 成了 起来吧 陆辰认方启如何努力 也无法挣脱 直接折扇在手里一拍 命士兵把绳子解开 让方启下床 走吧 陆辰说着 就准备迈不出残房 结果刚要走 就被方启给拽住了 咋了 陆辰回身看向方启 就见方启一脸坏笑地看着陆辰 然后在陆辰耳边说了几句话 陆辰听了方启的话 脸上坏笑再次浮现 老方 你是真坏啊 陆辰说着 用折扇在方启肚子上拍了一下 就这么办 陆辰直接让士兵临时充当叫号的 方启则是被两个士兵架着肩膀 给拖出了残房 一路上还直哼哼 声音还是有些尖细的 跟皇宫的内饰的声音差不多 下一个 孟记 随着士兵一声喊 正站在那的孟记 直接浑身一哆嗦 这位战场杀人如麻的将领 就觉得一股凉气 从脚底板直冲天灵拜 老孟啊 咱家是活不成了 就在这时 方启开枪了 连自称都变成咱家了 第43章 烧口 看到方启那惨样 孟记腿肚子都赚惊了 这帮子将官要说打仗完命 那是个顶个的不怕死 但是怕这个 谁好端端的想当太监啊 看着孟记那有些惨白的脸色 和哆嗦的嘴唇 陆辰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而方启也是站了起来 哈哈大笑 咋样 老孟 吓坏了吧 方启跑到孟记面前 舔着脸 非非笑道 我去你娘的 吓死老子了 孟记现在还感觉裤裆冷嗖嗖的 直接给了方启屁股一脚 哈哈 所有将官也都明白了 这是陆辰搞的恶作剧 同时估计也是一个警告 连李秀宁对于陆辰如此做法 都会不闻不问 可见陆辰在李秀宁心目中的位置 有多重要 黄郎中 残房已经准备好了 明日就可对温队正经心救治了 陆辰来到黄阳敬前说道 先生大财啊 黄阳看着陆辰修建的残房 直接义公道地说道 德玉先生 实乃君中将士之福啊 不管黄阳如此对待陆辰 陆辰制作出来的生理盐水和酒精 这可以能救将士命的东西 同时也让黄阳打开眼界 怎么能不让黄阳佩服 黄郎中过月了 陆辰赶忙搀扶黄阳说道 说实话 陆辰也就知道这么多东西 不少还是在书上献学的 不 黄军一说的没错 先生献出此等宝物 确实有恩于本帅和重将士 就在陆辰还准备谦虚两句的时候 李秀宁直接打断了陆辰的话 而李秀宁的话 也纷纷得到了一众将官的负荷 别看刚才陆辰搞恶作剧 把他们吓得够呛 但是这些将官 现在是打心眼里佩服陆辰的 有了陆辰造出来的这些东西 自己手下的士兵的生命 就有一定的保障 都说一将功成万古枯 但是有那个将军 不珍惜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吗 那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背后更是一个个家庭 没有人天生就喜欢打仗 大帅 现在有一件最紧要的事要办 陆辰看着李秀宁说道 什么事 先生但说无妨 李秀宁一看陆辰说是最紧要的事 里面神色严肃地看向陆辰 而一种将官也纷纷聚拢过来 一副陆辰有需要 自己都可以处理的架势 大家不要紧张 我说的最紧要的事情 自然是吃饭了 陆辰黑黑一笑说道 明以实为天吗 不吃饱了 哪有力气干活啊 去 所有人都被陆辰这最紧要的事 给整得很无奈 搞了半天 一脸严肃的陆军师 居然说的是吃饭的事 不过在陆辰的提醒下 所有人也都觉得鸡肠鹿鹿了 更何况陆辰这一忙活 一整天中午饭都没吃 一直忙活到现在掌灯时分 有时忙的时候还不觉得饿 这一忙活完 顿时饥饿感就袭卷来了 军师说的在理 不知军师有何提议 自从昨天在陆辰那吃了火锅和炒菜 李秀宁就对自己厨子做的菜 就不感冒了 甚至把厨子派到陆辰那学习炒菜 可惜陆辰今天都在军营里忙活 并没有时间指导厨子做菜 这么多人 不如吃火锅吧 再配上烧烤 陆辰看了一眼眼前这黑压压的一群将官 除了今日当值的 基本都在自己这了 解决这些人的吃喝 要是炒菜得累死 还不如来点快捷的 火锅加烧烤 不知这烧烤又是如何吃法 李秀宁现在对于陆辰在吃上的研究 那是相当的佩服 昨天回到府邸 还在回味火锅 今天陆辰又提出了新点子 作为觉醒了吃货属性的李秀宁 怎么可能不关心 就是烤肉 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 陆辰笑着回应李秀宁 狗啊 你去咱家厨房 把我调制的两罐调料带来 陆辰吩咐了刘金一声 刘金领命而去 功夫不大 刘金就抱着两个桃罐回来了 甚至还把陆辰家里的铜火锅给拎了来 一罐是火锅料 一罐是陆辰整个烧烤料 本来陆辰这烧烤料 是想今天自己吃的 但现在要在军营吃烧烤 自然得把调料也拿来了 军营火锅很简单 像陆辰 李秀宁他们自然是吃铜火锅 其他人弄个铜盆洗刷一下 倒上水加点料 也算是火锅了 方启自然是清车熟路的烧炭 今天方启也学经了 他找了几个将官教他们烧炭 既然是跟陆辰和李秀宁一起吃 自然不会让士兵来烧 至于学会了 回去自己吃火锅的时候 再教士兵烧炭就行了 就算是烧炭的工作 那也是要抢的 谁不想给陆辰和李秀宁 留下好印象 切肉则是梦记带着几个 刀法精湛的将官 其中就有彭尊和联修德两人 梦记带着几个将官 给羊肉切片 彭尊和联修德 则是带着几个人切块 他们也不知道 为啥要切块 但是陆辰怎么吩咐的 他们就怎么做 煞时间 军营里的一众将官 都化身切蹲除湿了 而就在这段时间里 陆辰让铁匠打造的烧烤炉 也被送了过来 所有人都不明白 陆辰让铁匠打造 这么个铁码槽 是干嘛的 还带着一堆持续的木签子 铁签子 陆辰将木签子和铁签子 交给刘金 让刘金先用酒精 冲泡了几遍 然后在水盆里又清洗了一遍 这才拿起签字 开始穿肉串 直到现在这些人才明白 陆辰要干嘛 当陆辰让方琦 把烧好的碳 按照陆辰的要求 摆放到烧烤炉中 所有人也明白了 这个铁码槽 是干嘛用的 随着阵阵烧烤的香气飘散 所有人都忍不住 咽了一下口水 这味道可比烤全羊香多了 最主要的是 陆辰在肉串上面 撒的调料 太诱人了 陆辰把烤好的几根肉串 递给李秀宁 大帅 尝尝吧 陆辰笑着说道 李秀宁也不客气 直接露了一块肉 在嘴中咀嚼起来 这就是军师说的烧烤吧 果然美味 李秀宁很快就把一串肉 吃了个干净 冲着陆辰笑着称赞道 第四十四章 哲仙人降临 烧烤加火锅 这帮子将官 哪曾吃到过这些东西 火锅也不过是 听到了方启跟孟姬的吹嘘 等到真的吃到嘴里 真是吃得这帮人 筷子都放不下了 开始还能等着涮 后来就直接大锅炖了 沾着酱料 吃得那叫一个嗨 烧烤更不用说了 李秀宁都没怎么吃火锅 烧烤造了不少 李秀宁还刻意允许 今日晚间饮酒 但是却不许过量 当然这命令陆辰是 不用遵守的 现在的陆辰 在娘子军中 那就是个挂着军师头衔身份 尊贵的闲散人员 所以这帮子将官 纷纷过来给陆辰敬酒 陆辰也不客气 酒到杯干 这一顿饭 直接吃到了深夜才算结束 虽说喝的是米酒 但是等到宴会结束 往回走的时候 陆辰还是有些晕晕乎乎的 陆辰摇摇晃晃的 在前面走着 刘金在后面跟着 随时保持着 搀扶陆辰的姿势 一旁则是方启和梦记 业主也跟着送陆辰 现在陆辰有任何闪失 李秀宁都是不能接受的 就在出了园门的时候 陆辰抬头看到了 漫天的繁星 星光星星点点 要比后世明亮的多 一轮弯月高挂空中 陆辰突然有些悲伤 想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忍不住一声叹息 而陆辰又想到了 只有自己能够进出的基地 忍不住琢磨 这世上莫非真有仙人不成 不然 自己如何能穿越呢 还是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 若是有仙人 是什么样子的呢 想到这 陆辰想起了诗仙李白的一首诗 《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五成 仙人扶我顶 结发寿长生 物竹世间乐 颇穷里乱情 九十六圣君 浮云挂空明 天地赌一致 未能忘战争 试射霸王略 将七轩缅容 十命乃大谬 弃之海上行 念到这里 陆辰突然发现 后面的记不住了 这首诗很长 也是陆辰在基地恶补历史知识的时候 偶然看到的 哎 记不住 就记不住吧 反正已经来了这里 既来之 则安之 陆辰看着漫天烦心琢磨了一下 然后摇摇晃晃地继续往前走 陆辰摇着折扇往前走不要紧 这可把跟在后面的夜主吓坏了 因为陆辰 刚才迎送的几句诗句 充满了怀念之意 再加上 此时陆辰走在前面 尽管有些摇摇晃晃 但是身姿挺拔 微风带起陆辰的青衫 此时有说不出的 飘逸洒脱之感 再加上这两日 陆辰那些层出不穷的手段 直接就把夜主给惊着了 这哪是什么墨家传人 根本就是哲仙人领返了 陆辰回到院子 摇摇晃晃地进了卧房 直接一头就扎到 床榻上睡了过去 至于刚才 仰望星空淫湿的事 早就忘到脑后了 陆辰这边是忘了 夜主可没忘 把陆辰护送回了院子 夜主非也试地 跑回了李秀宁的宅邸 那速度 把负责看守宅邸的禁卫君 都给看猛了 要不是认识夜主 还以为是什么人 要来行刺李秀宁呢 公主 公主 夜主一溜烟 直接跑进了李秀宁的闺房 娇喘连连地喊道 什么事 这么大惊笑怪的 李秀宁略有不悦地看了一眼 风风火火跑进来的夜主 君师 陆先生 根本不是墨家传人 夜主也顾不得礼节了 直接端起水壶 给自己倒了杯水 喝了一口 陆先生 是哲仙人灵返 什么 听到夜主的话 李秀宁也是一惊 瞪大了眼睛 看着夜主 你把话说清楚 这话可不能乱说 要知道 此时的李渊 可是十分推崇道教的 甚至以道教教主 太上老君李尔的后裔自居 在李渊的心中 道教第一 那是第一位的 后面是儒教 至于佛教此时 只能排第三 若不是因为佛教此时 不是太昌 李渊都能来个灭佛运动 也说不定 刚才婢子奉公主命 护送军士回家 半路上军师 仰望天空 迎送了一首诗 夜主就把陆成 刚才迎送的诗句 说给了李秀宁听 李秀宁听着 听着就眉头紧皱起来 显然李秀宁 对于这个劲爆的消息 一时也有些举气不定了 本来以为 如果陆成 一直没表露身份 就当作他确实是 墨家传人来相处 但是现在陆成 居然自爆了 这怎么弄 这要是传出去 太子和秦王 不得打破头的抢夺陆成 到时候万一惹得陆成不快 到时候李家的天下 还坐得稳吗 陆成的那些手段 实在是太恐怖了 单单两日 陆成施展出来的手段 直接就可以 把娘子军的战斗力 提高一半还多 谁知道 陆成还有多少手段 没显露出来 这两日跟陆成相处 也让李秀宁 揣摩出了一些陆成的性格 此人心性洒脱 对于名利毫不在意 但是绝不是说 此人好相遇 对于刘黑榻 陆成就表露出了 杀伐果爵之意 可见此人 只能为有不能为敌 这件事 还有谁知道 李秀宁低头沉淫了片刻 然后抬头看向叶竹 眼中射出果爵的光芒 当时护送陆先生的 只有婢子 还有刘金 以及方启方校尉 和孟吉孟将军四人 叶竹小心翼翼地 把几人名字报了出来 他有点摸不准李秀宁的心思 是想要灭口 殿下放心 婢子是绝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的 叶竹信誓旦旦地说道 你想什么呢 看到叶竹那小心翼翼的模样 突然笑了起来 本宫又不是试杀之人 不会做灭口之事 不过你要告诫 其他三人 今晚陆先生的诗 你们都没有听到过 不 陆先生就没有念过这首诗 明白吗 李秀宁收起笑容 神色冷峻地看着叶竹 如果日后此事传了出去 本宫为你们几个诗问 婢子明白 婢子这就去办 业主赶忙躬身失礼 退出李秀宁的闺房以后 风风火火地去警告 那三个人去了 此时 刘京已经回到偏房 跟自己老爹睡下了 而芳琪和孟琪 则是一脸担忧地 分别坐在自己的院子里 虽然他们不太通文墨 但是陆成刚才吟诵的诗词 大致意思还是能听明白的 两人都有些忐忑 一脸愁容地坐在院子里望着天 似乎是在等待判决的到来一般 第45章 紧急手术 清晨 艳阳高照 陆成在刘京的伺候下洗漱完毕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伸了个懒腰 这连续几天的被伺候洗漱 陆成居然有些习惯了这种腐败行为 狗啊 我记得今天应该有些事要做 怎么想不起来了 陆成挠了挠后脑勺 昨天又喝多了 陆成决定以后不能这么喝了 都说米酒度数低 但是架不住后劲大 明显自己昨天有喝断片的嫌疑 大人 今天您要给温队正智商 刘京在一旁恭敬地说道 啊 对 差点把这事忘了 陆成一拍手里的折扇 这可是大事 看来以后酒肯定得少喝了 差点误事 快走 陆成说着就往院外走去 大人 您还没用饭呢 刘京见陆成急匆匆地就要走 赶忙追上去说道 回头再说 洗酒人 陆成直接一摆手说道 结果刚出院门就愣住了 因为他看见两个半截塔 相似的家伙正在门口站岗了 你俩这是搞什么 陆成看着方启和孟记 有些猛地问道 没事 就是以后 喊哥俩得跟着军师混饭吃了 方启冲着陆成 嘿嘿一笑 咋的 关被撸了 陆成感到有些好笑的看着两人 那倒没有 只是大帅说 军师身边不能没人 就把我俩安排到这里了 孟记挠着后脑勺说道 昨天晚上 两人在院子里 跟准备上行事的等待的时候 夜主分别找到了两人 把李秀宁交代的话 告诉了两人 至于这两人一大早就来陆成这里站岗 自然也是夜主安排的 因为只有跟着陆成 这两人才能保住命 至于刘金 夜主根本就没走 本身刘金就已经是陆成的长随了 如果长随敢乱嚼舌根 不用陆成动手 方启跟孟记就能扒了他的皮 其实一开始 方启跟孟记就打算跟着陆成的 这下因为这件事 他俩的打算也算是坐实了 既然是大帅的吩咐 你俩就跟着我吧 通过几天的相处 陆成也知道 二人算是可靠之人 跟着自己也不无不可 就在几人往军营走的时候 一名身穿圆领青袍的青年人 急匆匆地从军营里走了出来 陆成认得此人 乃是黄阳的一名弟子 黄阳的这名弟子 看到陆成 直接快步跑了过来 怎么了 这么劫 陆成看着这名黄阳的弟子问道 家师让小人去请大人 说是温队正情况不妙 黄阳的弟子失礼说道 快走 一听到温队正情况不妙 陆成立马加快了脚步 几人急匆匆地来到军中一方 此时黄阳正在一战外面来回踱步 老黄 这是咋的了 看着再来回踱步的黄阳 叶辰直接喊了一声 昨天晚上 喝酒的就把黄阳的称呼 给确定下来了 哎呦 我的军事啊 您可算来了 快点吧 温队正情况不妙啊 黄阳一把拽住陆成的手 就把陆成给拽到了一帐之内 就见温队正此时面色煞白 唇无血色 身体还有点抖动 陆成见状快步上前 伸手一摸温队正额头 这额头的温度都有些烫手了 可见正在发高烧 麻烦了 陆成眉头紧皱 这种重伤感染最怕发烧 一旦发烧严重 会引起器官衰竭 到时候 就是神仙也难救了 事不宜迟 马上手术 咱们只能赌一把了 陆成面色凝重地看着黄阳说道 也只能如此了 来人 把温队正抬到残房 黄阳马上让自己的弟子 把温队正抬到残房 残房的消毒 已经被陆成在昨天教授给黄阳了 温队正躺在手术床上 陆成看着温队正的小腿 温队正的小腿已经肿胀成黑紫色了 伤口一直有黄色粘稠的浓液 伴随着黑紫色血水流出 老黄 你主刀 陆成直接用直血带在温队正 大腿根出给记住 行 黄阳作为一个军医 自然动过刀 不然那些将士重剑 还能都留在肉里吗 但是像温队正这种 黄阳却是第一次 但是现在为了救人 咬着牙也得上了 看到陆成在温队正大腿根的位置 记得直血带 黄阳忍不住问了一句 军师 这是 有什么问题 就完人再说 现在陆成哪有心思回答黄阳的问题 先救人再说吧 行 那我动手了 黄阳也明白轻重缓急 拿起手术刀 直接沿着伤口切了下去 黄阳这一刀一下去 直接一股腥臭的浓液 伴随着黑紫色血水 直接喷了出来 喷得雪白的手术床的床单黑紫一片 就连黄阳跟陆成的衣服上 也沾染了一些 黄阳和陆成都没有在意这些 黄阳继续思维 随着伤口的切开 一根带着盗刺的狼牙剑剑头 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也不知道该说温队正运气好 还是运气不好 运气好 是这根狼牙剑 没有伤到筋骨血管 运气不好 是这根狼牙剑 居然带有盗刺 黄阳轻轻地挑开盗刺周围的肌肉 让盗刺露出来 此时有学生不断地用白布 擦拭着周围的血水 黄阳一直小心翼翼地 清理着伤口的腐肉 等清理得差不多的时候 整个狼牙剑也就可以拔出来了 黄阳拿起小钳子 一瞬间把狼牙剑给拔了出来 随着狼牙剑的拔出 温队正的小腿也流出了鲜红色的血液 终于不是之前的黑紫色血液了 看到这个情况 黄阳与陆辰都是长出了一口气 缝合伤口吧 陆辰从随身的包里取出阳长线 缝合 黄阳听到陆辰的话 忍不住一愣 这是他从来没听说过呀 我来吧 陆辰这下才想起来 这里是唐朝 此时还有缝合伤口一说 很快 陆辰就用阳长线 把温队正的肌肉伤口缝合上了 至于表皮缝合 则是用了丝线 这丝线也是单兵医疗包里的 跟着陆辰 又取出了退烧药和消炎药 给温队正给灌了下去 看着陆辰这一套操作 直接把黄阳都给看呆了 尤其是看到陆辰缝合伤口 和得温队正式的白色小药丸 第46章 如此简单 解开止血带 温队正的腿 逐渐恢复了血色 伤口自然是由黄阳的弟子来包扎 不过包扎的过程中 陆辰还是进行了一些指导 看着呼吸平稳了的温队正 陆辰也算是放下心来 命算是保住了 后面就得慢慢僵养了 陆辰跟黄阳出了残房 此事不光芳琪跟孟继等在残房外面 就连李秀宁跟河畔人也等在外面 尤其是河畔人 一脸交集 但是碍于李秀宁 河畔人没法直接询问 温队正没事了 好好调养 过段日子又是好汉一条 陆辰当然知道 这些人想要问什么 没等他们问 直接就提前说了出来 大人 衣服给您带来了 陆辰刚才进残房前 就嘱咐刘金 回去给自己拿一套衣服来 现在还没有手术服和手术手套 所以陆辰就知道 身上肯定要沾染血迹 就命刘金先回家 给取了一套衣服 诸位失陪 在下先去换身衣服 陆辰冲着这些人拱了拱手 就跟黄阳一起去到仪仗里面 去洗漱换衣服了 用灶脚洗了手了陆辰 换了身衣服 重新来到李秀宁等人的面前 路上陆辰还琢磨地弄点肥皂 这灶脚太硬了 洗手太遭罪了 陆辰刚走出来 和派人便上前失礼 感谢陆辰的救命之恩 都是军中逃则 和将军无需多礼 陆辰笑着拍着和派人的胳膊说道 大帅来此 恐怕是有事吧 陆辰看着李秀宁笑着说道 正常如果说 就是给温队症做手术的话 李秀宁根本不用来 而李秀宁来了 恐怕就是有事找自己 有探马回报 说是刘黑踏已经率八万大军 出了仓州了 李秀宁很是直截了当地说道 哦 我还以为还得几天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了 陆辰对于刘黑踏行动这么快 倒是有些惊讶 要知道 刘黑踏意图出兵 魏州的奏报 也才报上来没几天 现在刘黑踏就已经出了仓州了 那看来 自己也该活动活动了 方启 那些士兵这几日训练的如何了 陆辰转头问一旁的方启 随时可以出发 方启抱拳回禀 嗯 做好准备 明日出发去魏州 陆辰点了点头 直接冲着方启下领导 末将这就通知下去 方启领命转身离去 大帅 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陆辰看看河畔人等人 本帅晓得 这件事但凡走漏一丝风声 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 绝不顾惜 李秀宁秀目中寒光一闪 扫视着身边的几个将官 末将谨遵大帅令旨 被李秀宁目光扫过的河畔人 孟记等人 纷纷抱拳应道 哎呀 这个老黄 看来不跟他说道说道 是不让我走了 陆辰转过头 看到一直站在军帐门内 冲着自己翘首以盼的黄阳 无奈地说道 大帅 明日我出发的时候 就不跟大帅打招呼了 我什么时候出发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陆辰再次转头 同李秀宁说道 李秀宁自然知道陆辰的意思 直接从腰间 把一块写着李字的金牌摘了下来 递到了陆辰手中 见此令牌如见本帅 相信陆先生用得到 李秀宁的这块令牌 乃是李渊亲此之物 有了这块令牌 皇宫禁地都可以随便溜达 多谢大帅 陆辰接过令牌 冲着李秀宁拱手道谢 我去跟老黄说说吧 不然这老小子得馋死我 陆辰无奈地跟李秀宁告辞 来到依仗处见黄阳 说吧 你想知道啥 陆辰大骂惊刀地 往衣杖内的空床上一坐 摇着折扇看着黄阳 我想知道 那个白色药丸是啥 黄阳笑嘻嘻地看着陆辰 那是我师门的密钥 术在下不能外传 陆辰就知道黄阳得问 陆辰只能把师门搬出来 不搬出来不行啊 你跟他解释 这是抗生素 一种是退烧的 一种是消炎阵痛的 陆辰自己都整不明白 抗生素的成分呢 怎么跟黄阳说 所以就以师门不传之密 打发了黄阳 哦 黄阳点了点头 也不再深究抗生素的事 毕竟涉及到人家师门的事 古人对于师门是很重视的 这探究别人师门不传之密 跟挖人家祖坟有啥区别 所以黄阳也就不再深究此事 那那个伤口缝合有何作用 黄阳继续问道 这还不简单 你想啊 那么大的口子 是缝起来恢复快 还是就那么长着 慢慢长肉块 陆辰摇着折扇 笑呵呵地看着黄阳说道 如此简单 黄阳难以置信地看着陆辰 就是如此简单 只不过这缝合伤口的线 却有所不同 我给问对正缝合内部伤口 用的是阳长线 外部用的是普通的线 外部伤口愈合后 还需要把线抽出来 内部的阳长线 到时候会直接化在肉里 变成血肉的一部分 陆辰就开始给黄阳解释 什么是阳长线 什么是普通线 而且这些线在使用以前 都得用酒精消毒等等 一直说的 陆辰口干舌燥 喝了三四碗水 黄阳这才放过陆辰 而且陆辰还跟黄阳提议 可以招一些女兵 来做缝合工作 女人心细 手也比男人要巧 伤口缝合 清洗伤口 和照顾病号这种事 女人要比男人合适 黄阳听到陆辰如此说 也觉得陆辰说的有道理 说准备奏包大帅试一试 陆辰跟黄阳说完话 就带着刘金 悠哉悠哉地去看了看 自己的大白马 大白马看到陆辰相当的高兴 直打响鼻 陆辰看到大白马也挺开心 看了看大白马的蹄子 伤口恢复得很好 估计再有个十多天 就可以恢复力所了 给大白马重新上药包扎 顺便还给大白马取了个名字 叫白狐 看完白狐 又去看了看那五十个 正在训练的士兵 这五十个士兵 看到陆辰来了 一个个就跟死忠粉似的 那叫一个兴奋 陆辰跟士兵说了几句话以后 就离开了 这一圈下来 就已经时至中午了 陆辰对于军营里的大锅饭 实在不太感冒 所以就带着刘金 回到自己的小院 炒了两个菜 弄了壶小酒 坐在院子里 自针自营起来 第四十七章 出发 吃过午饭 陆辰就回到了房中 跟着一直到第二天傍晚 才出来 这一天多的饭菜 都是刘金送到陆辰房中的 刘金也不知道 陆辰在摆弄什么东西 只知道 陆辰一直在摆弄一堆黑铁块一样的东西 但是刘金知道 该知道的大人会告诉自己 不该知道的 自己绝对不能乱问 这是作为长随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陆辰出来的时候 又恢复了刚来时的装束 一身迷彩做训服 腰间插着九十二十手枪 小腿上的刀鞘里是散兵刀 腰间挂着单兵急救包 身后背着一个背包 同时还背着一个 用黑布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黑色长条物品 狗啊 你看好家 我出去个几日就回来 陆辰叮嘱了刘金一句 就推开院门离开了 看着陆辰离去的背影 一种无力感从心底涌现上来 作为陆辰唯一的长随 竟然不能一直跟随在主人身边 这给刘金来说是一种打击 刘金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自己能配得上 陆辰长随的位置 陆辰很快就来到了军营 此时军营里已经是灯火通明 对于陆辰之身装束 原门负责站岗执勤的士兵 已经见过了 所以陆辰很顺利的 就来到了方启跟孟继所在的军帐 也是今晚要跟着他去渭州的 那些士兵所在地 军师 当陆辰走入军帐 方启和孟继赶忙起身 冲陆辰行礼 坐吧 陆辰抬了抬手 都准备好了 坐在主位的陆辰 看着方启跟孟继问道 都准备好了 方启回道 让士兵抓紧时间休息 半夜出发 此时还不到一更天 陆辰说道 对了 所选马匹全部用不包住蹄子 陆辰叮嘱了一句 这是陆辰来的时候 在路上想到了 毕竟现在大部分的马匹 都已经定了马掌 五十几匹马一起活动的马蹄声太大 谁也不能保证 这偌大的军营里 有没有留黑他的细作 所以还是小心为妙 是 在下这就吩咐下去 方启起身离开军帐 毕竟这里他的职位是最低的 所以 这种跑腿的活 还得他来 时间静静的流逝 军帐内的几人 也都静静等待着时间 月上中天 半夜子时 闭目养身的陆辰睁开了双眼 一道寒光在陆辰的眼中一闪而过 伴随着陆辰起身 走向军帐外 方启与梦记也紧随其后 出了军帐 外面黑压压的站着五十名士兵 士兵身边是四个蹄子 都被麻布包裹着的战马 领头的自然是对象张友 看到几人从军帐里出来 张友快步来到陆辰几人面前 单膝跪地 给几人行礼 见到张友见礼 五十名士兵也齐刷刷的跪地见礼 起来吧 都吃饱了 陆辰目光扫视着 这帮子身穿黑甲的汉子 回军师 吃得小燥 吃得饱饱的 张友笑嘻嘻地说道 那炒菜的味道 至今还让张友回味无穷 吃饱了好干活 该说的我都说了 出发 得胜归来 我请大家吃烤羊 陆辰把手一挥 翻身上马 当先行去 所有士兵都默默转身 牵着战马往外走去 陆辰的银湖还在养伤 因此陆辰今天骑的是一匹黑马 这匹马乃是和派人的坐骑 听说陆辰今晚要出发 和派人就把自己的坐骑借给陆辰 要不是因为他需要坐镇大营 说不定他自己都要跟着陆辰一起去了 有条不稳地来到园门 到了园门 陆辰发现自己来时 负责值守园门的士兵已经不见了 此时站在园门处的是李秀宁 以及和派人 叶竹还有陆秋明 大帅 看到李秀宁站在园门处 陆辰赶忙翻身下马 过去同李秀宁见礼 殿下 您怎么在这里 陆辰有些疑惑地 看着李秀宁问道 军师率兵出征 本帅焉有不送之礼 李秀宁看着陆辰笑着说道 军师此去是有可谓便为止 不可谓当以军师为重 刘黑踏不过萧小而已 军师切记 李秀宁的言语中透露着关切 若无十足把握 在下绝不会轻举妄动 陆辰自然感受到了李秀宁言语中的关切 笑着说道 就算我不要命 这帮子弟兄的命还得要啊 陆辰稍稍地开了个玩笑 缓和了一下颇有些凝重的气氛 军师 此番出征必会骑开得胜 只可惜末将要主持军中事务 不能同网 何攀人也来到陆辰面前说道 脸上露出惋惜之色 何将军说笑了 这大营之内的事情 还都指望和将军调动呢 何将军把心爱的宝马 梁居借给在下 在下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陆辰看着何攀人笑着说道 同时拍了拍一旁 何攀人的爱马飞风的脖子 天色不早 实则生变 在下就出发了 陆辰手持马鞭冲着几人拱了拱手 然后翻身上马 驻军师此行 骑开得胜 李秀宁几人冲着马上的陆辰说道 借各位急言了 在下告辞了 坐在马上的陆辰 冲着几人再次拱手 跟着一斗马将当先行去 看着陆辰领着队伍离去的背影 何攀人 李秀宁点了何攀人的名字 末将在 何攀人赶忙抱拳战力 点五千护卫军 日操练 随时等候军师消息 李秀宁直接对何攀人下达了命令 末将领令 何攀人接了令 转身往军营内走去 哎 军师此去也不知道急凶祸福啊 李秀宁叹息了一声 军师乃是仙人灵返 想到刘黑榻也只有瘦瘦地分了 业主在李秀宁身边 小声宽慰了李秀宁一句 就你话多 李秀宁瞪了业主一眼 不过心中倒是宽慰了许多 陆辰带着小部队 悄无声息地穿过下关城村 出了娘子关 直接打马飞奔 直扑魏州的方向而去 而此时 正率领八万大军 想要攻取魏州的刘黑榻 还坐在军帐之内 跟手下的将官探讨攻打魏州之事 他并不知道 此时死神已经把枪口 顶在了他的脑袋上 第四十八章 无人村落 出了娘子关 来到大陆之上 陆辰带着方琪与孟继 以及麾下的五十余名将士 那真是昆蓬斩翅灵万里 策马扬鞭刺奋提 领头的陆辰胯下飞风一声嘶鸣 甩开四个蹄子 在前面狂奔 后面范琪与孟继 以及一众将士 紧随其后 一直狂奔了 能有一个多时辰 回头已然是看不见娘子关了 陆辰这才拢住江绳 放慢了速度 前面不远 就是行州地界了 方琪追上陆辰 并驾而行 跟陆辰介绍道 军师 咱们进入行州城吗 方琪问道 不进 直接越过去 咱们直插魏州 中间不走城镇 要是川州过府的话 目标太扎眼 要是有刘黑榻的探子 一定会给刘黑榻通风报信 探子的职责 就是上报任何风吹草动 至于对几方有利还是不利 这都是上面的人来分析 陆辰领着这么多人 而且一看就是精兵 那些探子细作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消息的 是 方琪领命 军师有令 直插魏州 方琪直接让传令兵下去 传令去了 娘子关距离魏州 也就几百里地 陆辰并不急于赶路 而是带着一帮子士兵 绕过行州城 溜溜达达地前进 绕过戴州城 找了一片密林 陆辰带头 直接钻入了密林之中 此时距离天亮 应该还有两个时辰多一些 陆辰命令就地休息 等到天光见亮 有冰冰埋锅造饭 早饭就是几大锅的汤饼 当然加入了陆辰带来的调料 一众人等于也是 吃了个不亦乐乎 吃吧早饭 陆辰一挥手 众人上马 继续前行 因为要绕过城镇前进 所以走的大多是 杳无人烟的地方 还好有方启带路 不然陆辰 对于这个时代的路 还真不是太熟 陆辰也就是 在书上看过大致的地图 真要放到现实中 发现地图上 也就是有些城镇名字 具体怎么走 陆辰还真不知道 出生的红日挂在半空 清新的空气 顿时让陆辰心情大好 天怕乌云地怕风啊 小鸡仔 就怕那老药鹰啊 骑在马上的陆辰 忍不住哼唱起了二人传 军师 您这唱的是什么曲啊 怪好听的 俺咋没听过呢 听到陆辰哼唱的二人传 方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这个啊 这个是当年 在关外学的一个曲 陆辰顺嘴胡周了一句 不过也不算胡周 毕竟二人传 确实传自东北 在这个年代 东北可不就属于关外吗 是迎州吗 方启追问道 迎州 听到方启的追问 陆辰略意思索 确实 此时东北关外 确实是属迎州管辖 隶属河北道 就是那块 那块可是好地方啊 一想到那东北粮仓黑土地 陆辰忍不住说道 好啥呀 鸟不生蛋 吐不拉屎的地方 有兄弟从那边回来 说冬天都能冻死人 军师怎么还说 那地方好呢 要是好地方 那些契丹人 还能经常因为吃不饱翻边 此时 在陆辰另一面的孟继 撇了撇嘴说道 那是因为契丹人不是生产 只会骑马打猎 陆辰看着孟继那不屑的样子 笑着说道 在迎州往北有一大片平原 全是黑土地 如果那些黑土地随便种种庄稼 都能让大唐人人吃饱饭了 真的假的 听到陆辰这么说 孟继一脸的不可置信 一双牛眼瞪得老大 当然是真的 陆辰看着孟继的表情 就觉得好笑 这天下之大超出你的想象 你以为咱们大唐够不够大 陆辰反问孟继 那是自然的 这天下就数咱们大唐最大了 孟继很是骄傲的 一挺胸脯说道 你错了 咱们大唐对于整个世界来说 只是一小块地方 往西一直走 就是汉朝班超去过的地方 那里如今叫黑一大石 黑一大石的地盘 就可以与咱们大唐相提并论了 黑一大石在往西 就是罗马教廷 现在应该是一个叫 希拉克略的人在统治那里 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陆辰简略地跟孟继 说了一下唐处的世界格局 直接把孟继和一旁听音的方琦 说得目瞪口呆 那个军师 您知道的这么详细 您是去过那些地方吗 方琦有些忐忑地问道 陆辰知道的这些太恐怖了 那是多么遥远的地方 而且陆辰还知道 那里人的风俗习惯 这要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 就走过那么远的地方 现在谁要说 陆辰不是仙人灵凡 方琦第一个就跟他玩命 呵呵 算是去过吧 也有一些是诗门传承的古籍中记载的 陆辰模棱两可地说道 要说去过 陆辰肯定去过 前世执行任务 整个地球上的国家 他都快跑遍了 哦 方琦冲着梦记蛇的眼色 梦记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但是陆辰说出来的这些东西 就已经够吓人了 有的时候知道的太多不是好事 两人默契地没有再继续追问 此时 陆辰这些人 是在山间小路上前进 很快就转过了一个山坳 在众人面前出现了一座村落 当陆辰众人来到村落外面的时候 发现整个村落毫无生气 残垣断壁 有几只乌鸦 被陆辰等人的马蹄声 惊飞 怎么回事 陆辰命人进村查看 顿时二十几个汉子 骑马冲进了村子里 本来村子也不大 满打满算 就是十几户人家 所以 很快带头冲进村落的张友 就飞马回来了 如何 看着骑马回来的张友 陆辰问道 回禀军师 整个村子被洗劫一空 没有一个活口了 张友面带恨意地说道 是突厥骑兵做的 看着张友的恨意 陆辰试探着问道 毕竟现在突厥那面闹饥谎 突厥南下 范鞭也是因为这件事 如果说有小谷的骑兵渗透进来 洗劫一个村子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四十九章 探子 看着像突厥骑兵的作风 但是又有些似是而非 张友有些模棱两可地说道 是就不是 不是就不是 怎么还来个似是而非 方琪有些恼怒地瞪着张友 大人 根据小人的经验 确实有些无法判断 因为 还是大人自己看吧 张友在马上拱手 有些无奈地说道 去看看 听到张友吞吞吐吐的话语 陆尘一抖马将一吹黑风 率先进入了村子 方琪跟孟琪 则是狠狠地瞪了张友一眼 紧随着陆尘也进入了村子 破落的房屋的房脊上 站着不怕人的乌鸦 转着头 看着缓缓骑马进入村落的陆尘众人 不时地发出 的叫声 似乎是在催促陆尘等人赶紧走 不要妨碍他们寻找食物一般 院子的木门倒在地上 上面有凌乱而清晰的脚印 院子里的尸体 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血液渗入泥土之中 早已变成干涸的黑色 男人都是被捆绑双手 咽喉处一刀毙命 女人则是衣衫不整地躺倒在地上 显然生前遭受到了凌辱 最让人愤怒的是 就连墙堡中的婴儿 都没有逃步这场劫难 为何说不是突厥骑兵所为 陆尘双目赤红 转头看向张友 因为门板上的脚印是军靴 这种军靴 只有咱们大唐才有 张友被陆尘的杀气惊到了 一只一副人畜无害模样的军师 此时在张友眼中 就如同一直要是人的怪兽的一般 那杀气让酒精沙场的张友 都从心里感到胆寒 张友还是壮着胆子回禀 军靴 陆尘走向门板 开着门板上那清晰的军靴印记 是的 大人 这种鞋印是大唐军队的军靴所能留下的 而突厥骑兵穿的是皮靴 印记与咱们不同 张友在陆尘身边解释道 也就是说 有可能是唐军化妆成突厥骑兵截掠 或者是突厥骑兵化妆成唐军截掠 陆尘转头看向张友 是的 所以末将才说 这件事像突厥骑兵所为 但又似是而非 张友拱手说道 就在陆尘皱眉思索的时候 就听到村头一阵吵杂叫喊声 什么人 抓住他 很快 吵杂声和脚步声平息了下去 几个士兵推搓着一个倒剪双臂 衣衫褂褛的男人走了过来 跪下 随着几个士兵的怒吓以及拳打脚踢 这个衣衫褂褛的男人跪倒在陆尘面前 大人 抓住个探子 一个士兵失礼说道 我不是探子 我不是探子 听到士兵说自己是探子 衣衫褂褛的男人高声叫嚷道 你是何人 姓甚名谁 陆尘低头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男人 立声问道 回大人 小人是这个村子的住户 小人叫牛二 住在村东头第二家 自称牛二的男人战战兢兢地回答道 好 牛二 我问你 村子里到底发生何事 陆尘继续盯着牛二 牛二说话虽然战战兢兢 但是似乎并没有作为 对于有着审讯经验的陆尘来说 如果牛二不说实话 陆尘通过微表情 还是能察觉到一些的 前天夜里 村子里来了好多骑马的士兵 进村就开始杀人 抢劫 小人害怕 就从家中后窗跳了出去 躲到了山里 今日才赶回来 牛二依旧是战战兢兢 磕磕巴巴地说道 同时磕头如捣蒜 大人 小人真的不是探子啊 我来问你 那些人是如何装扮 陆尘继续问道 小人没有看清 那些人进村就开始杀人 小人没敢多看 钻出后窗就跑了 请大人给小人做主 给全村人报仇啊 牛二依旧磕头如捣蒜一般 额头已然有鲜血流下 更是剃泪横流 都不知道是何人所做 本座如何帮你报仇 陆尘伸手搀扶起牛二问道 小人 小人记得那些人头上都戴着沾帽 脑后有辫子 骑着马 牛二抹着眼泪说道 而且那些人截略完村子 往东边去了 哦 你刚才不是说 没看清楚吗 现在怎么又说往东边去了 你这前后说的 有些矛盾啊 陆尘看着牛二笑着说道 啊 是小人躲在山上树后看到的 牛二急忙辩解道 那你告诉我 是山上每棵树后面能藏住你 陆尘说着 伸手指了指村子的后山 后山确实有不少树木 但都是碗口粗细的做树 那碗衣能挡住人吗 而且此时已经是初秋季节 树上的叶子也不多 而且 一个村民 虽说衣衫蓝绿 但是大多都是身材单薄 你这丝身体厚实 还有你这脸 明显是烟熏涂化的 这村子只是被劫掠 没有被烧 乃来的浓烟 陆尘指着牛二鼻子一顿贺问 直接问得牛二 饿了半天 无言以对 跟我这满嘴胡斗 说 到底是何人派你来的 陆尘双目寒光闪烁 盯着牛二贺问道 去你娘的 牛二一看自己败路 转身就跑 凭一声枪响 牛二只觉得 大腿就好似被千斤大锤砸中一样 直接扑倒在地 陆尘手里的九十二是手枪 硝烟鸟鸟鸟 黑洞洞的枪口指着牛二 一步一步的走向牛二 跑啊 继续跑啊 看看是你跑得快 还是我的枪快 陆尘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 冷笑着蹲在牛二的身前 看着用手捂着大腿的牛二 而陆尘这一枪 也把周围的士兵都震惊到了 除了方启和梦境 这些人还是第一次 见到陆尘使用手枪 都震惊地看着陆尘手里的黑疙瘩 你要是不说实话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张嘴 虽然后世对于刑讯逼供是不允许的 但是在这个时代 可是没人会管陆尘的 只要能得到口供 那就行了 看着陆尘手里的铁疙瘩 牛二胆寒了 而且大腿的疼痛 也在不断刺激着牛二的神经 我说 我说 牛二撕心裂肺地叫海了出来 他生怕陆尘照着他的脑袋来一枪 第五十章 没人心 说吧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陆尘把手枪插入枪套 看着捂着大腿 浑身抖如筛糠一般的牛二 小人是从广宗县来的 牛二颤抖着说道 广宗县在哪 陆尘转头看向方启 应该是前面距离 这里五十多里的一个县城 方启思索了一下说道 广宗县的 跑这里干嘛来了 陆尘转头继续看向牛二 小人是广宗县县委手下的一个小吏 前日县委大人带人来此打秋风 然后就派小的来此收尾 前面见大人等人骑马经过 没敢露面 就尾随而来 牛二撂得那叫一个痛快 一股脑把他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打秋风 陆尘咬牙切齿地看着牛二 恨不得一枪直接崩了他 全村几十口子的人 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我去NM的 听到牛二的话 方启上去照着牛二胸口就是一脚 孟姬更是抽出妖刀 就准备一刀截裹了牛二 住手 陆尘直接喝止了二人 他还有用 死了怎么收拾那个县委 听到陆尘的话 方启与孟姬这才冲着牛二催了一口 砸碎 转身来到陆尘身边 给他包扎伤口 不死就行 去广州县 陆尘狠狠地瞪了牛二一眼 招呼了众人一声 翻身上马 有士兵过来 简单地给牛二包扎了一下大腿 跟着捆住手脚 横担在马上 跟随上前面的大部队 黑风似提翻飞 陆尘快马加鞭 一众人如风似电般 冲到了广宗县的城门口 守卫的兵族 一见这群亏名假量 凶神恶煞一般的人物 哪敢阻拦 陆尘带人直接打马就冲进了城门 有腿脚快的 看到陆尘带人冲进了城门 直接跑到县衙禀报县令大人 当陆尘来到县衙门口 翻身下马的时候 县令董良已经带着县城 主部以及县卫三人 站在了衙门口 广宗县在大唐的县等级划分里 只是一个中县 因此只有县城 主部以及县卫剧 各有一人而已 陆尘的目光 直接就看向 站在县令右手边 一身容装的县卫身上 此人长得一脸横肉 身材倒是魁梧 只是那双眼睛 总是不时飘向别处 显然是心思不定之辈 看着一身迷彩作训服的陆尘 县令董良露出诧异的眼神 但是当他看到 跟在陆尘身后的 方启和梦记的时候 又瞬间收起了诧异的眼神 换上一副笑脸 毕竟方启来过这里 他是认识的 方校未来此 有何贵尬 在下迎接来迟 还望恕罪则各 身穿一身绿色官服的董良 冲着方启拱手施力 此时的官服 就是一身圆领长袍 不同品杰不同颜色而已 至于后世所说的阑珊 那是要到马周成为宰相时候才有的 至于衣冠禽兽 更是要等五兆称帝才会出现 恕罪 方启看着董良 黑黑的冷笑了起来 只怕你这罪大了 在下可帮不了你 要不你求求我家军师如何 方启说着 看向站立不动 冷着脸的陆臣 军师 听到方启的话 董良就是一愣 转头看向陆臣 这个穿着奇装一服的年轻人 居然是娘子军的军师 自己从来也没听说过此人 但是 董良到底是为官多年之人 见风使多的本事还是有的 赶忙冲着陆臣拱手施力 下官董良 不知军师大人驾到 树下官眼镯 未能认出军师大人 还望军师大人恕罪 你见过我 陆臣看着面前 这个大约四十多岁 有些干瘦 一把花白胡子的 老头模样的董良 直接问道 嗯 没见过 董良脑子里琢磨了一下 自己就是客气一下 这军师 怎么直接就对人呢 但是又没法发作 只能沉吟了一下 回答道 没见过 你眼中个蛋 陆臣正一肚子火气呢 丝毫没给董良面子 虚伪 陆臣一句话 郝璇没给董良憋出内伤 心中暗自琢磨 这脾气火爆的家伙 能是娘子军军师 看着模样 长得倒是很周正漂亮 别不是李秀宁的面首吧 当然 这话也就是在心里琢磨 董良要敢把这话说出来 放弃他们 当场就能火管了他 就在董良暗自赋匪 不知道如何接话的时候 陆臣直接问道 县位是那个 陆臣明明一眼 就瞧见了那个一脸横落的县位 还是直接问了一句 下官没人心 见过军师大人 听到陆臣问话 一直站在一旁的县域梅人心 赶忙过来给陆臣建立 梅人心 梅人心 陆臣听着梅人心的名字 在一结合小山村的惨状 你还真是人如其名啊 陆臣狠狠地盯着梅人心 咬牙切齿地说道 听到陆臣的话 梅人心心里咯噔了一下 马上就联想到自己 扮作突厥骑兵 打秋风的是漏了 不过梅人心又马上 推翻了这个想法 自己做的可以说天衣无缝 这个军师应该是在试探自己 梅人心低着头的脸上 脸色微微一变 就马上恢复了原样 冲着陆臣再次拱手说道 下官不知何事得罪了大人 让大人如此说下官 脸上居然还表现出了一丝不满 哦 看来 你对我很有意见 陆臣看着梅人心 冷笑着说道 下官直知 大人有些仗势欺人了 梅人心表现出 愈加不服的表情 看着陆臣 行啊 演得不错啊 来啊 把人给我带过来 陆臣也不想跟这个梅人心过度的磨解 毕竟自己还有钥匙在身呢 随着陆臣话音刚落 后面就有两个士兵 好像拖死狗一般 把牛二给拖了过来 毕竟再马上颠了一路 再加上腿上的伤口 此时的牛二 明显的一条命 已经去了半条了 这是 看着 被好似死狗一般 扔到地上的牛二 献令董梁有些梦了 因为牛二这个小力 他还是认识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落得如此惨样 至于站在董梁旁边的梅人心 则是一脸阴沉的表情 看着牛二 第五十一章 可惜你跑得不够快 看来 董县令认识此人啊 看着县令 董梁那有些疑惑的表情 和县尾梅人心 那阴沉不定的表情 陆臣冷笑了一声 至于县城和主部 此时已经悄悄往后挪动了两步 拉开了自己与董梁和梅人心的距离 一副升牌殃及迟鱼的表情 此人是县衙之中的一个小力 不知何时得罪了大人 董梁抱拳拱手问道 他没得罪我 得罪的是云田村的老百姓 几十口子的冤魂 可看着你呢 陆臣冷笑着说道 在来的路上 已经有手下士兵 打听到了那个小村子的名字 那里叫云田村 云田村 董梁听到这个名字就是一愣 因为他想起来了 昨天没人心 还跟自己提起过云田村的事 说是有小谷突厥骑兵 劫掠了整个云田村 云田村上下六十来口人 没有一个活下来 本来今日董梁 还准备去云田村看看 结果没等他出发 陆臣直接找上门来了 据下官所知 云田村乃是遭逢 被突厥骑兵洗劫 此事与这个小利有何关系 难道此人是突厥的探子不成 董梁本来还纳闷呢 突厥骑兵 现在要么在关外 要么在刘黑榻手下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广宗县 如果出现的话 为何没人提前示警 若是牛二给带路的话 这中间的关节也就打通了 他可不是突厥的探子 再说他也没那个胆子 至于突厥骑兵 更是子虚乌有之事 反倒是董大人身边 还真有个突厥骑兵 陆臣转头看向 站在一旁的没人心 如同看着一个死人一般的眼神 直接看得没人心一哆嗦 尤其是陆臣说 突厥骑兵四个字的时候 明显就是冲着他来的 大人说笑了 这广宗县 怎么可能有突厥骑兵呢 被陆臣盯得有些发毛的没人心 善笑着说道 倒是此子 居然敢给突厥骑兵通风报信 带路习村 论罪当珠 没人心说着 抽出腰间佩刀 直接朝着尾盾在地的牛二 劈了过去 当了 没等没人心这刀劈落 就被一旁的孟姐 用腰刀刀鞘 将没人心的钢刀给架了出去 你这是准备杀人灭口啊 孟姐冷笑着看着没人心 此子论罪当珠 在下不过是一时冲动了而已 没人心也顿时警觉 自己这下子有些突兀了 敢忙解释道 一时冲动 陆臣挑眉看了没人心一眼 那你帮我解释解释这些东西吧 陆臣说着 招了招手 随着陆臣招手 后面有几个士兵 直接抱着一堆突厥骑兵的衣物 来到了陆臣面前 陆臣微微点头 这些士兵把东西直接扔到了地上 来 没限位 帮我解释一下 这堆东西是从哪来的 还有这几个人 又是怎么回事 说着 陆臣又招了招手 后面又来了十几个士兵 推搓着几个五花大榜的兵族 来到没人心的面前 这 看着人赃俱货的场面 没人心的冷汗也流了下来 这解释个鸟啊 我都被面前这个兴露的给端了 没人心眼中凶光一闪 一个闪身 直接把刀架在了县令董梁的脖子上 没人心 你要造反不成 被没人心刀架脖子的董梁倒是硬气 直接出声呵斥没人心 造反 李家不就是造反出来的 当初老子也是一身军功 然后被派到这个穷哈哈的广宗县 当了个县位 老子不过是打个秋风而已 死几个老百姓怎么了 兔爵饭鞭死的 多了去了 没人心双目赤红 大声吼叫着 今天你们不给老子活络 老子就带着你们一起上路 看见没 这就叫狗急跳墙了 看着被没人心刀架脖子的董梁 陆成倒是不慌不忙 董县令 脑袋掉了婉大的疤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放心 你这算是以身殉国 在下回头 一定禀明公主殿下 给你安排个风光大董 本来还豪气满满的董梁 听到陆成这话 好学没哭出来 这位相公也太没溜了 自己都被人刀架脖子了 还有闲心说风凉话呢 陆成 董县令死了 你也逃不了干系 你最好给我一笔快马 放我出城 听到陆成的话 没人心直接怒火攻心的大吼起来 说的有道理 陆成依旧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来人 给他一匹马 陆成招手让人牵了一匹马过来 让他们退后 把弓弩都放到地上 没人心一面拖着董梁往马匹那靠近 一面让陆成身后的士兵 把弓弩都放到地上 照做 陆成下令道 所有人都听令 把弓弩放到了地上 见陆成满足了自己的要求 没人心直接把董梁往陆成这里一推 翻身上马 打马就跑 结果马跑出去 也就二三十不远 没人心正得意 自己能逃出升天的时候 身后 平的一声响 跟着没人心 转头向后看去 发现陆成正手 举着一个奇怪的铁疙瘩 瞄准自己 铁疙瘩的前面还有鸟鸟 轻烟冒出 跟着胸口就传来一阵剧痛 没人心伸手一摸 满手鲜红 血 没人心刚刚念叨了一个字 就翻身栽下马来 你看 我让你走了 可惜你跑得不够快啊 这你就不能怨我了 陆成带着一众手下 溜溜答答的来到唐岛 在第五只胸口的没人心面前 你好狠 没人心颤抖着手指 指着陆成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狠 你TM灭了云天村六十余口的时候 怎么不说狠 仙银掳掠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狠 你怎么不说狠 陆成骂一句就踢一脚 骂一句就踢一脚 要知道 陆成穿的可是战术军靴 鞋头里可是有钢板的 挤脚下去 没人心就开始吐血墨子了 至于一旁的人都被陆成 这近似疯狂的举动 给吓得净若寒蝉 尤其是县令董良 看到此时撞落风虎一般的陆成 差点没吓尿了 赶紧拦着点啊 一会儿踢死了 要说董良反应也快 直接拽了拽孟靴的胳膊 第五十二章 杀鸡儆猴 可不能让他死了 董良急火火地喊着 声音都变掉了 杀官是等同于造反的 虽然没人心最大恶极 但是也需要本官上奏以后 才可定罪 可不能让大人背负 杀官造反的名声 本来方启和孟靴 也觉得没人心 被陆成殴打特别解气 但是在董良的提醒下 两人也醒悟了过来 赶忙上前 一左一右的抱住 正在抱提没人心的陆成 君士 息怒 息怒 两人一面抱住陆成 一面出言劝阻 此时两人才知道 陆成的力气有多大 尽管两人五大三粗的 两榜也是二三百斤的力气 但是就这样 都差点没抱住陆成 大人 息怒 息怒 此人虽最大恶极 但是也得上报朝廷才可问斩 大人这直接杀了 只怕招惹是非 董良也赶忙过来劝阻陆成 嘿 TMD 他敢威胁我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 陆成指着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没人心 真当老子不敢杀他 是 大人您杀他 就像碾死 只臭虫一样简单 但是别忘记了您的身份啊 董良哪曾见过这个场面 只能一个劲地说好话 行了 松开 陆成晃动了一下身子 方启和梦记 这才松开了陆成 回头你就把这件事 原原本本地上座给公主殿下 至于后面怎么处理 殿下自然会有所交代 这个人我就留给你 到时候 你把奏书直接给他就成 我还有事 就此告辞 陆成叫了几个士兵过来 一个是看住没人心 一个是看住董良 现在陆成也不知道 这个董良是好是坏 陆成现在没时间跟董良莫及 只能让几个士兵看住他 到时候 他的奏书 也会让其中一个士兵 承报给李秀宁 毕竟这个时间段 这里还是受李秀宁节制 有什么事也是 先上报李秀宁 然后再往长安朝廷送报 除非是大事 一般的事 李秀宁就可以直接独断专行 这是李渊授予李秀宁的权利 看到刚才陆成那暴力的状态 董良哪敢说个不字 赶忙连连应承 至于留陆成吃饭的事 董良压根就不敢说出口 只希望这位活颜旺 一样的娘子军军师 赶紧离开广宗县才好 陆成也不跟董良废话 交代完事情 直接翻身上马 领着一众将士 打马羊边去 看着陆成打马羊边去 董良这才松了口气 两腿一软 直接坐在了衙门的台阶上 至于刚才发生的事 哪有敢为官的老百姓 早被吓跑了 坐在台阶上的董良 只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伸手一摸 才发现冷汗已经浸透了衣衫 县令大人 这位军师也太可怕了 一言不合就杀人啊 直到这个时候 一直躲在衙门大门后面的 县城和主部才敢路头 主部一撩衣衫 蹲到董良身后 小心翼翼的说道 眼睛还不时的 瞟向陆成离去的方向 那有什么办法 公主殿下手下的兵 都是刀头填血的人物 这没人心 也是自寻死路 平时欺压城里的百姓 我都是睁一眼闭一眼 毕竟六曹在他手上 还是有过军工的人 没想到 居然是这种新兴 董良厌恶的看了一眼 依旧奄奄一息的没人心 忍不住催了一口 可是这没人心眼瞅着就要厌弃了 他现在可不能死啊 县城也蹲了下来 有些担忧的说道 去 找个郎舟 给他吊住命 我这就写奏说 把这件事上报 董良说着就要起身 结果两腿发乱 直到县城和主部左右搀扶 这才站了起来 至于陆成留下的士兵 则是尽职尽责地跟着董良 而董良也只能无可奈何地 让这几个士兵跟着 毕竟他惹不起陆成了 陆成带着一众将士 离开广宗县 直奔魏州而去 反正已经进了广宗县 行踪已经暴露 而且此时距离魏州 也就二百多里陆成了 陆成也不在乎 有探子回禀刘黑榻 其实 即使回禀了刘黑榻这件事 估计刘黑榻也不会在意 总共五十几个人能干啥 估计刘黑榻也只能猜测 陆成是去魏州报信的 军师 您刚才可太吓人了 连续多日的相处 方启跟孟纪 何曾见过陆成如此暴力的一面 刚刚陆成的表现 可是把方启跟孟纪吓够呛 主要是陆成的暴起 实在太突然了 而且 如果陆成真是不慎 把没人心打死了 其实没人心被打死 方启跟孟纪根本不在乎 主要是董梁那句杀官造反 可是把两人吓到了 别人不知道陆成的能耐 他俩还不知道吗 他们真怕别有用心之人 真给陆成扣上一个杀官造反的帽子 到时候逼得陆成使用手段 到时候非得天下大乱不可 吓到了 陆成转头看向方启 我就是故意做给董梁看的 陆成笑着说道 现在咱们只知道 没人心劫略图村 但是董梁有没有牵扯在内 咱们并不知晓 咱们也没时间跟他们磨解 所以你懂得 大人这是杀鸡锦猴呢 孟纪一下就听出来 陆成话里的意思了 老方 你跟老孟多学着点 刚才你抓我 胳膊都给我掐清了 陆成说着 撸起袖子 给方启看了看 被他抓清的印记 哪有孟纪那一肚子 花花肠子 要不怎么说着 狗东西能当将军呢 方启直接吐槽了孟纪一句 听到方启吐槽孟纪的话 陆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跟着一斗缰绳 胯下黑风 直接一马当鲜的窜了出去 大人 你慢点 一看陆成加速 方启和孟纪赶忙抖江绳登了上去 整队骑兵带起滚滚沉烟 呼啸而去 日落时分 陆成带着一众将士来到了魏州城下 城门洞 上面高悬时刻大字 魏州 陆成他们来到的是魏州西城门 城门大开 有百姓在进进出出 几个守卫的兵丁 持枪站立在门洞两旁 来者何人 随着陆成勒住马将 几个兵丁手持长枪 警惕地看着陆成 第五十三章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无奈平阳公主挥下郑微笑为方启 陪同在陆成身边的方启 一抖江绳 胯下战马 缓步来到几个神色警惕的兵族面前 高声说道 今日陪同军师大人前来视察防务 而等还不速速通报于田流安 有何凭证 尽管几个兵族 看着身穿山文甲的方启那高大威猛的模样 已经信了几分 但是其中领头的五长 还是静责地反问了方启一句 尽管声音多少有些忐忑 跨坐在黑风之上的陆成 看着那五长一副紧张忐忑的模样 忍不住微微点了点头 看来这陈流安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虽然这些兵丁有些胆怯 却依旧能尽忠职守 倒是不错 殿下遇刺金牌在此 而等可识的此物 陆成直接把李秀宁给他的金牌亮了出来 金牌之上 一个宁字 被上龙下缝的雕刻装饰围绕在中间 在火把的照耀下 闪着金光 五长示意一旁的兵丁过去查看一下 这名兵丁收起长枪 缓步来到陆成马前 仔细辨认了一下陆成手中的令牌 是真的 兵丁回头 同五长点头 还不速去通报 方启直接冲着五长一瞪眼 小人这就去通报 五长被方启一瞪眼 直接将手中长枪交给旁边的手下 转身一溜烟跑进了城里 约莫一刻钟左右 伴随着遥远及近的马蹄声 一对人马明火执杖地来到城门处 为首之人身穿一身飞色戎装 头戴服头 来到陆成面前 直接翻身下马 冲着陆成失礼 下官田流安拜见平阳公主殿下 毕竟陆成手持平阳公主令牌 见此令牌如见公主本尊 因此田流安必然要先对李秀宁失礼 免礼 陆成表情严肃地回应了一句 跟着将令牌重新揣好 这才翻身下马 随着陆成下马 他身后的众人也纷纷下马 下官见过军师 孟将军 方将军 田流安又同陆成以及方启和孟继失礼 田流安对于方启和孟继算是比较熟悉的 毕竟以前也见过几面 不过当看到打扮怪异的陆成的时候 田流安还是愣了一下 田流安现在光知道陆成是娘子军的军师 但是姓是名谁 他可就不知道了 而且 这娘子军突然冒出来的军师 也让田流安有点猛 田总管不必多礼 陆成赶忙双手向掺 此时的田流安还只是魏州总管 等到田流安击败刘黑太以后 才晋升历任徐州 红州此二州的都督 最后更是被李渊封为道国公 就在田流安打量陆成的时候 陆成也端向了一下田流安 田流安身高按照陆成估算 也有个一米八左右 毕竟跟自己的身高相差不算太多 面白如玉 河下三缕常然随风飘洒 笔指口阔 一双豹子眼中金光闪烁 圆壁风妖 如果说方启跟孟继是熊的话 那么田流安就是一头猎豹 按照陆成的想法 这种守城大将 一般都应该是方启和孟继这种猛人 但是看到田流安以后 陆成终于明白什么叫儒匠了 此时田流安的装扮 可是满足了陆成对于儒匠的想象 不知军师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陪着陆成走进魏州城的田流安 有些小心翼翼的询问 毕竟田流安摸不准这个新来的军师要干嘛 因此陪着笑脸小心询问 没什么大事 就是例行巡防而已 陆成又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 神色淡然的说了一句 哦 田流安没有回答 只是简单的应了一声 心里却是暗暗吐槽 寻防能寻防出好几百里 我信你个鬼 只不过表面上 他可不能表现出任何不满的情绪 依旧是陪着笑脸 给陆成介绍起了魏州城 同时表示已经命人准备好了饭菜 为陆成等人接风洗尘 饭菜很丰盛 当然依旧是以羊肉 蒸饼之类的为主 陆成等人奔波了一天 倒也吃得香甜可口 吃罢饭菜 陆成让方琪与孟吉 带领手下众人去军营歇息 毕竟他们来的理由是寻查房屋 至于陆成则是跟田刘安来到总管府 总管府书房内 陆成与田刘安分兵主落座 田刘安命人上茶 陆成可喝不惯着茶汤 示意给自己倒了一杯白水 有仆人献上茶水和白水以后 就自觉地退出了书房 田刘安起身 先探头往书房门外左右看了一眼以后 这才将书房门紧闭 陆先生 此次来魏州 恐怕不是单单巡视房屋这么简单吧 此刻的田刘安 已经没有了刚才那谈笑风生的神色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脸的严肃 双眼盯着陆成 田总管果然目光如炬 陆成对于田刘安看自己的眼神 丝毫没有介意 端起茶盏 微笑着看着田刘安 在下本次前来 是位刘黑榻 陆成吹了吹茶盏上的热气 小心地抿了一口 不是本官自夸 别看刘黑榻号称十万大军 但是想要攻下 我魏州城 他也得有一副好牙口才行 听到陆成提到刘黑榻 田刘安忍不住有些不懈地说了一句 难道田总管只想坚守 不想进攻 陆成笑着说道 对于田刘安的话 陆成可没有一丁点的怀疑 要知道 史书上可是记载的明明白白 刘黑榻带兵猛攻了田刘安七天 都没能把田刘安如何 反而被田刘安一个反攻 就俘虏了六千人 甚至就连刘黑榻这个汉东王 封得深州刺史梦柱 都被田刘安给摁了下来 可见田刘安也是个狠人 这 听到陆成的话 田刘安忍不住沉吟了一下 毕竟此时魏州城里满打满算 也就一万多兵丁 而刘黑榻则是携十万大军而来 正面硬碰硬 显然不是什么好主意 进攻此时最好的防守 见田刘安沉吟不语 陆成继续说道 而且 本军是有办法斩首刘黑榻 只是到时候 需要田总管配合在下出兵 不知田总管意下如何 陆成说到这里不再说话 而是端起茶盏喝起水来 等着田刘安给自己答案 第54章 愿闻其详 此时陆先生有多大把握 田刘安没有立即回答陆成 而是抿了一口茶汤 双目盯着陆成 石成把握不敢说 陆成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看着田刘安 而田刘安也正在喝着茶汤 对于陆成这谦虚的说法 田刘安也是比较赞同的 毕竟是在十万大军之中 取元帅首级 谁要是说有石成把握 那绝对是吹牛逼 如果陆成真这么说了 田刘安绝对会直接拒绝陆成 现在听到陆成这有些谦虚的口气 田刘安反倒有些想要与陆成合作 但是听到陆成接下来的话 田刘安好学没把嘴里的茶汤给喷出去 但是九成九的把握还是有的 陆成冲着田刘安微微一笑 听到陆成的话 田刘安费了好大力气 才压下了口里的茶汤 没有直接喷洒而出 那可是十万大军 就算吕布再生 也不敢说十万大军之中 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吧 田刘安看着陆成嘴角冷笑了一下 不瞒先生 如果先生不能拿出让在下信服的手段的话 恕在下难以从命了 田刘安冲着陆成拱手说道 此时田刘安的脸上 已经有些不悦的神色了 显然对于陆成这种好似吹牛皮的话语 已经有了些许不满 当然 碍于李秀宁的面子 田刘安并没有对陆成说出更难听的话 再则 说白了 田刘安应该算是李世民所在的天策府阵营的人 而陆成此次前来 顶多是寻求合作 而无法直接对田刘安下令 当然 如果李秀宁真的对田刘安下达指令 田刘安也只能遵从 但是是不是真心实意就不好说了 所以 田刘安此时脸色不好看 也就不算是什么意外了 陆成也自然知道 田刘安为何如此给自己脸色 如果换成自己 对方没有拿出让自己能够信服的手段的话 自己也是不会信任对方的 毕竟是马上要上战场 那是完命的地方 何况一个真正合格的将军 是不会随便拿自己手下士兵的命去挥霍的 更何况 陆成接下来要做的事 是必须保证能够信任田刘安才行的 这么说来 本军师是需要给田总管亮亮手段了 陆成依旧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这是自然 田刘安冷面抚须说道 田总管 你知道殿下为何会给在下军师之职吗 陆成笑盈盈地看着田刘安 就在田刘安一愣神的功夫 陆成直接拔出92手枪 开保险 上堂一气呵成 对着书房门外就是一枪 咔嚓 就在陆成枪响的同时 田刘安直接把端在手里的茶盏 给捏了个粉碎 长大了嘴巴 瞪着一双豹子眼 呆呆地看向书房房门处 此时房门的窗帘纸上 有一个手指粗细的窟窿 正在散发着鸟鸟青烟 伴随着陆成枪响 书房所在的跨院顿时充满了脚步声 同时 灯球火把 量子油松也直接照亮了整个院落 大人 您没事吧 大人 就在陆成将手枪收进枪套的时候 田刘安的管家已经开始拍打书房房门 同时不断呼喊着田刘安 就在田刘安听到管家呼喊 刚刚恢复神情的时候 哐当一声 两个身强体壮的嘉宾 已经撞开了书房房门 两名嘉宾撞开房门就 就见手里 捏着破碎茶盏的田刘安 和坐在客位上的陆成 鲜血顺着田刘安的指缝 不断滴落在地上 休要伤害我家大人 两名嘉宾齐喝一声 瞬间抽出妖刀 就准备对陆成下手 住手 看到嘉宾要对陆成动手 田刘安赶忙大喝一声 出去 谁让你们进来的 没看到我正在 与军师大人商议钥匙吗 田刘安一脸不悦地 看向管家与嘉宾 大人 您的手 管家疑惑地指了指田刘安 因捏碎茶盏而受伤的手 此乃本官不胜划伤 与军师大人无关 还不退了出去 没得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进入跨院 本官与陆先生有钥匙相伤 田刘安抽出一条手帕 随便包扎了一下右手 直接冷声说道 莫 管家一见自家大人 已经不高兴了 赶忙带领一众嘉宾奴仆 退出了跨院 不过还是留了几个嘉宾 驻守在跨院两边的月亮门处 等到管家带领着嘉宾奴仆 退走以后 田刘安的神色也恢复如初 陆辰笑着同田刘安说道 田大人 有没有兴趣 陪再下去院子里瞧瞧 陆辰说着 起身就往院子里走去 田刘安不知道 陆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是很显然 陆辰腰间的那个黑疙瘩 可不是什么善差 田刘安也只能陪同陆辰来到院中 书房所在的跨院里 有一棵古柳 这棵树一看就有了年头 单人无法合报的粗细 此时陆辰拿着灯笼往树上照去 就发现一个手指大小的窟窿 正好在树干之上 至于深度也有一指多深 莫非这就是陆先生手中暗器所致 在灯笼光线的照耀下 田刘安也看到了这个弹孔 忍不住扭头看向陆辰 言语中多少有些心悸的感觉 陆辰没有回答田刘安 而是微微点了点头 田刘安直接冲着陆辰身失忆里 在下有眼无珠 高人当面而不识 还望先生海寒 看着眼前鼓柳上的弹孔 再回想起刚才陆辰那一番操作 这暗器可是太生猛了 也太可怕了 简直防不胜防 一滴冷汗出现在了田刘安的病角 田刘安此时更是在心中暗暗琢磨了一下 陆辰刚才那一下 如果不冲着房门外 而是冲着自己的脑袋 那后果 田刘安都不敢往下想了 如果陆辰不把这暗器给自己看 而是找到机会偷偷给自己一下 那么自己一死 陆辰接受魏州城就太简单了 别忘了 陆辰可是娘子军的军师 就说田刘安是被刘黑他的戏作暗杀了 整个魏州城不就直接一逐给了李秀宁了吗 田大人说笑了 陆辰起身 双手搀扶田刘安 恰好碰触到了田刘安右手的伤口 疼痛使得田刘安微微一皱眉 但是却没有说什么 田大人 你这伤口不处理 可不行 既然震慑效果达到了 陆辰觉得就该往下谈了 直接与田刘安携手揽腕地回到了书房之中 陆辰可是随身携带着单兵急救包的 直接从腰间的急救包里取出纱布 酒精就开始给田刘安处理手上的伤口 这药水可能会有一点疼 还望田大人忍耐一下 陆辰用棉签占着酒精提醒着田刘安 田刘安何曾见到过陆辰单兵急救包这种东西 只是愣愣地看着陆辰在那不断掏出各种东西 都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至于说陆辰要取他性命之事 他是根本没有考虑的 毕竟陆辰要想要他的命 直接给他一枪就行了 何必还如此大费周章 田某也是行武出身 受伤之事也属家常便饭 陆先生尽管示威便是 田刘安冲着陆辰淡然一笑 这话田刘安还真不是瞎说 田刘安乃是山东张丘人 随朝曾随军攻打过高沟里 后来起义反随曾投过张世成 最后被李世民接纳 成为天策府议员 因其战功 这才人魏州总管一职 陆辰见田刘安如此淡定 也不搭话 直接用酒精棉 开始给田刘安手上的伤口消毒 所幸割裂伤口不神 并未有茶盏残渣 留存在伤口之中 不过酒精擦拭伤口那种 火辣辣的酸爽痛感 还是让田刘安的额头 出现了一层细腻的汗珠 嘴角微微抽动着 显然是在忍受着痛苦 好在手掌上的也就挤到伤口 功夫不大 陆辰就擦拭消毒完毕 停止擦拭以后 酒精带来的清凉感 倒是为田刘安 缓解了一些疼痛 陆辰又帮田刘安 用一用纱布包扎好伤口 说实话 陆辰包扎伤口的手艺 确实不咋地 毕竟在特战队的时候 这种工作都是夜阴来做 因此 当陆辰包扎结束以后 田刘安的右手 直接戴上了一只白色手闷子 看着自己被包扎的右手 田刘安一脸的哭笑不得 这持有所短寸有所长一话 古人成不起我啊 田刘安忍不住在心中 暗暗吐槽了一句 尽管田刘安在心中吐槽不已 脸上还是做出笑模样 对着陆辰一拱手 多谢军师 田大人不必客气 陆辰对于自己的包扎技术 倒是很满意 不知此物为何物 为何会有酒香 田刘安在刚才 陆辰给他用酒精擦拭伤口的时候 就已经闻到了酒味 直到现在才开始发问 此物称作酒精 不可饮用 但是对于伤口清洗恢复 有大作用 陆辰一面把东西收回 单兵急救包里 一面同田刘安解释道 至于他已经在娘子军中 传授酒精提取方法的事情 陆辰倒是没有跟田刘安说 哦 田刘安有些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 被陆辰收入急救包里的酒精 看来此物得来不易 若是能推广军中就好了 田刘安暗自思索了一下 只是看到陆辰拿出来的酒精 也仅仅是一小瓶 他就觉得此物得来不易 因此没好意思张嘴讨要 田大人 咱们说正事 既然威慑过了 还是要把正事跟田刘安说清楚 毕竟距离刘黑踏大军到来 也就三五日的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里 陆辰还准备去刘黑踏军营里找一个人 如果能把此人劝降过来 那直接就能让刘黑踏先踏半边天 而且 让李秀宁率五千人来接收刘黑踏大军的首要先决条件 也是能把此人拉拢过来 已经见识过手枪威力的田刘安 立马正经危坐 愿闻其想 田刘安目光炯炯地看向陆辰 田大人 你觉得凭借此物 在下能否斩首刘黑踏 陆辰指了指自己枪套里的手枪 冲着田刘安笑道 只是不知此物与弓箭相比如何 虽然见识到了手枪的威力 但是想要在十万大军中干掉刘黑踏 单凭威力可是不够的 毕竟那是十万大军 自然是需要射程才行 你要是就着书房到补留的距离的话 田刘安还是不太相信陆辰能够干掉刘黑踏 此物只是防身之用 对付刘黑踏 我另有武器 只是不便为田大人所知 还望田大人海涵 陆辰说着 冲着田刘安拱了拱手 而我所说的另外的武器 射程可达两里地 什么 听到陆辰的话 田刘安好学妹一屁股坐地上 本来手枪就已经够让他吃惊了 他没想到 陆辰居然有比手枪威力还大的武器 而且 居然可以在两里之外的距离取人性命 这怎么能不让田刘安心里哆嗦 此事 田刘安觉得 一定要上报给自己的老大理市民知道 毕竟陆辰手里的东西太可怕了 其实陆辰也知道 自己跟田刘安交底 毕竟会引起对方注意 但是现在陆辰需要得到田刘安的助力 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至于后面田刘安上报李世民 还是其他人 陆辰倒是并不担心 若是对方想要来抢夺 陆辰自信 他们还没那个胆量得罪李秀宁 退一步讲 就算他们敢冒着得罪李秀宁的风险 跟自己过不去 那也得是暗中较量 完音的 陆辰自信 在这个时代 还没人能玩得过自己 田大人放心 既然我跟你交了底 自然不怕你上报 当然 也不怕别人来抢 陆辰仿佛看穿了田刘安所想一般 直接冷笑了一声说道 如果不怕我家殿下发怒 或者觉得自己命运的话 完全可以来试一试 另外 在下对于皇家之事 并无太大兴趣 在下所为 只是为了不让百姓受苦而已 当然 对于太子殿下和秦王殿下 在下也是很敬重的 陆辰并不知道 田刘安所属阵营是谁 不过先把话递给田刘安 也是明白地告诉田刘安 不管你跟着哪个老大 都别想让我出力 用我手里的东西 帮你们去抢那个位置 只要你们不为难我 我就不会找你们麻烦 至于以后怎么样 就看大家怎么相处了呗 当然 陆辰并不知道 此时的李秀宁 已经写了一封迷信 让人快马加鞭的 带给了自己的阿耶 第55章 君事不可 似乎被陆辰说中了心中所想一般 田刘安表情 有些不自然地大笑了两声 陆先生说的哪里话 下官自然会全力配合陆先生 至于上报之事 下官到时 只会书写上报军功的奏报而已 田刘安说着类似于打哈哈的话 心中则是不断地在揣夺 他现在也算是对于陆辰有了初不了解 自己面前这个娘子军军师 别看面上笑嘻嘻的 不过绝对是出手狠辣之人 而且实力高绝 就算自己上报给秦王李世民 也得臣民其中厉害 能与此人交好 也不可与之交恶 不然 最后吃亏的 肯定是自己这方面 就算将来此人不能成为秦王的助力 也最好是让其保持现在的中立状态 毕竟单单从刚才的手枪 倒给自己智商来看 陆辰的手段绝对是层出不穷的 何况虽然自己没有见到陆辰所说的其他之物 田刘安也相信 陆辰绝对不是夸夸其谈 有田大人此言 那陆某也算放心了 陆辰冲着田刘安起身拱了拱手 算是对于田刘安的感谢 陆某明日会出城 待到刘黑踏大军攻城之日 如若收到在下信号 望田大人能率兵出城破敌 陆某告辞 该说的也说的差不多了 该威慑的也威慑的差不多了 陆辰也把接下来的计划 同田刘安说了一下 当然 李秀宁会摔五千部队前来的事 陆辰没跟田刘安说 因为陆辰还不能完全相信田刘安 李秀宁是陆辰控制田刘安的底牌之一 怎么可能告诉田刘安呢 到时 如果田刘安坚守不出 就需要李秀宁出面解决了 陆先生 今日不如在本关这里下榻如何 听到陆辰要走 田刘安赶忙起身挽留 多谢田大人好意 只是陆某还有一些事要安排下去 这就到此了 陆辰婉拒了田刘安的挽留 毕竟他回去还有事 要让跟自己而来的兵士去做 肯定不能留宿下来 再者说 田刘安也没有能让陆辰完全信任 陆辰怎么可能留下 田刘安站在府门处 看着骑着黑风奔军营而去的陆辰 忍不住摇头叹息了一声 这才转身回到了府中 军营在魏州城城内的东南位置 距离魏州城东门不足两里地 显然也是为了能够急速应对 刘黑塔此次进攻 田刘安才把军营安置在此 来到军营园门处 没等守门兵丁上来询问 一直等在园门处的方琪 跟孟吉就主动迎了上来 陆辰翻身下马 方琪牵着马 孟吉此时警惕地看了看陆辰身后的方向 大人 您没事吧 对于陆辰独自会晤田刘安的做法 孟吉跟方琪是很不同意的 但是因为陆辰下了死命令 让二人率队到军营 两人这才没有办法 带着手下众人来到兵营驻扎 至于二人则是始终等在园门处 其实二人也想要直接去田刘安府邸等着陆辰 但是没有经过陆辰同意 就前去接应的话 会坏了陆辰的计划 因此二人也只能焦急地在园门处等待 直到此时看到陆辰回来 这才放下心来 我能有什么事 陆辰笑了一下 对于二人再次等待自己的举动 陆辰还是心中感动的 回营 我有事要交代你们去办 陆辰在方琪二人的带领下 快步来到众人所在营帐 陆辰一行人的营帐 被安置在军营靠近东面城墙的位置 算是一个独立的区域 但是回到营帐以后 陆辰依旧让方琪派遣了几个士兵 去营帐外把守 加强警戒 听到陆辰的话 方琪自然知道陆辰的意思 因此挑选了几个精英的士兵 去到外围把守 取纸笔来 陆辰命人取来纸笔 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服案份笔集书 好半天才把写好的书信封入竹筒 用红旗风口交给了孟纪 明早让人把这封信带给大帅 陆辰神色严肃地叮嘱孟纪 居师 放心 孟纪郑重地接过竹筒 揣入怀中 不然 属下亲自跑一趟 孟纪看着方琪问道 不可 陆辰直接回绝了孟纪的提议 虽然这封信最好的戴信人 就是方琪或者孟纪 但是这俩人却不能离开 毕竟这件事 陆辰不想让田流安得知 如果方琪或者孟纪其中一人离开 必然引起田流安的注意 记得戴信人不可身着军装 明白吗 陆辰再次提醒了孟纪一句 属下明白 听到陆辰都这么说了 孟纪自然明白了陆辰话里的意思 明日我会出城 等到刘黑塔大军到来之间 你们注意信号 陆辰坐在主位 同方琪和孟纪说道 军师不可 听到陆辰说要明日单人独棋出城 方琪和孟纪立马变了脸色 齐骑出声阻止 军师若要出城 还望准许我等配同 这件事 只有本军师单人独行方可 你俩不必劝阻 另外 你俩还有任务 在我离去这段时间 务必稳住田流安 此人心思缜密 要时刻小心 陆辰自然知道 二人是关心自己 但是这件事 只有陆辰单人独棋才能完成 人多反而惹眼 而且 要说冲锋陷阵的话 方琪与孟纪绝对是不二人选 可是自己要做的事 却与冲锋陷背道而驰 因此 陆辰绝对不能带一兵一族在身边 更何况 自己身上还有大秘密 只有我收拾别人 谁能带我喝 陆辰直接把九十二世手枪亮了出来 笑着同方琪跟孟纪说道 看到手枪 方琪跟孟纪 这才想起来手枪的恐怖 这几日与陆辰相处 陆辰一直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 除了收拾没人心的时候 有些暴力外 两人竟然已经忘记了 被手枪支配的恐怖 现在看到手枪 同时方琪也想起了 刚遇到陆辰时 陆辰那轻易撂倒自己清兵的身手 两人这才不再言语 这几日 你们该操练操练 就像平常一样 陆辰叮嘱了二人一句 就让二人离开了 躺在营杖内的木榻上 陆辰看着映照在营杖维曼上 隐隐绰绰地活把火焰的影子 忍不住暗自思索 也不知道 那人会不会听从自己劝说 如果不听劝怎么办呢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对于刘黑榻 陆辰可以毫不顾忌地下黑手 毕竟勾结突厥 侵略国土 这在陆辰看来 跟汉奸是没啥区别的 但是另一个人 陆辰是实在不忍心下手 而且 就算这次无法说服对方的话 对方也早晚会降堂 只不过那时候的他 在后来的地位却是有些尴尬了 唉 到时候再看吧 陆辰翻了个身 沉沉睡去 一日清晨 陆辰起床 在卫兵的服饰下 梳洗一番 走出了营帐 此时 陆辰所在的营地内 几十名士兵在张友的带领下 正在沉练 早餐是羊肉汤和蒸饼 羊肉是陆辰 让孟继头一天带人去买的 蒸饼则是军营里现成的 吃过早餐 知会了孟继与方琪一声 同时又把昨晚所说之事 叮嘱了一番以后 陆辰就骑着黑风离开了军营 一路无阻地出了魏州城东门 陆辰一声 驾 黑风似提翻飞的急迟而去 大人 军师大人出城了 就在陆辰离开魏州城的时候 有人来到总管府 禀报了田流安 嗯 田流安微微点了下头 下去吧 田流安冲着来报之人摆了摆手 禀报之人拾续地退了下去 田流安则是起身直奔书房而去 陛下 平阳公主有信道 一名内侍 双手捧着封着红旗的竹筒 在李渊所处的暖阁外 通报了一声 哦 这丫头居然想起来 给无险信了 这倒是稀奇 承送上来 李渊放下手中毛笔 吩咐了一只势力在旁的长宝一声 是 陛下 长宝应了一声 走过去接过内侍承送的竹筒 然后撕掉封漆 检查了一下 却无异物以后 这才双手将竹筒承送到李渊面前 李渊从竹筒中抽出一卷硬黄纸 硬黄纸上面的捐绣字迹 李渊一眼就认出 是自家三女儿的字迹 只是上面所书写的内容 则是让李渊越看越惊讶 好半天 李渊才把李秀宁的这封信看完 同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可惜丫头是女儿身啊 看完书信内容 李渊忍不住在内心叹息了一声 不过 恐怕就算不是女儿身 只怕这丫头也没有这个念头 对于自家女儿的性情 李渊可是太了解了 别看李秀宁掌握着天下三分之一还多的兵权 但是李秀宁对于这个位置 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就算李秀宁是男儿身 恐怕也不会对这个位置有兴趣 因为若不是要帮李渊 李秀宁根本就不会显露自己带兵的本事 当初李秀宁打下李唐的半壁江山之时 就曾经有过想要上交兵权的举动 只不过被李渊给驳回了 不为别的 只因为李秀宁手中兵权太重 如若不在李秀宁手中 只怕早已打破了平衡 第五十六章 打肩 看着手中来自李秀宁的信件 李渊陷入了沉思 一直视力在旁的长宝默不作声 只能小心翼翼地看着李渊 长宝啊 对于墨家 你了解多少 李渊将手中的性质放到龙书岸上 询问起长宝来 长宝可以说是李渊最亲近的人 就算是那些嫔妃和子女陪伴李渊的时间 都没有长宝多 在大隋年间 长宝与李渊的关系就很密切了 这还是源于李渊 曾任职隋朝的殿内少监 而长宝与李渊的亲密关系 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后来隋杨帝想要灭太原留守李渊的消息 也是长宝透露给李渊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 李渊能够在太原事实起兵 一方面是因为李渊身边 一众将领谋臣的关系 另一方面 恐怕也跟长宝的提前示警 有很大关系 因此 在李唐王朝成立的时候 长宝自然而然的 就成为了李渊的贴身内侍 宫内的大总管 而长宝此人本身武艺也是不俗 对于一些江湖的东西 也了解颇风 据说 不良人就是长宝帮助李渊设立的 故此 李渊才会对长宝发问 回陛下 墨家自使皇帝焚书坑儒以后 便一蹶不振 道德汉武帝以后 就已经难觅踪迹了 长宝冲着李渊 躬身失礼回道 哦 听到长宝的回答 李渊微微点了点头 同时目光再次扫向龙叔案上的兴致 这墨家传人出现 也不知是好是坏 希望不会对我大唐带来灾难 李渊沉吟了一回 长宝 盯紧陆成此人 有任何异常 随时来报 其实 陆成出现在李秀宁军中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有不良人给长宝送来了消息 因此 陆成其实早已经在李渊这里挂了号了 至于陆成在军中所做的事 李渊就算不是全都知道 也知道个七七八八 只不过陆成的所作所为 只是在壮大李秀宁的实力 因此 李渊也就听之认知了 现在李秀宁给自己送来的信件中 更是在为陆成求官 希望能够留下陆成为大唐效力 这件事 就让李渊不由地开始重视起陆成来了 其实 此时李渊也很好奇 陆成究竟是为何来大唐的 如果时机成熟 李渊倒是不介意见上陆成一见 而李秀宁在信中 其实对李渊也有所隐瞒 只是提到了陆成墨家传人的身份 以及陆成要游历故土的师尊一命 对于陆成那自称仙人的天上白玉经 十二楼五城的诗句 倒是只字未提 是 奴婢明白 长宝自然明白李渊的意思 后面自然是由长宝安排下去执行 陆成骑着黑风出了魏州城 一溜烟就跑出去四五十里的地 直到遇到了一个小镇子 才停了下来 陆成在镇子口下马 牵马走进镇子 这个镇子占地面积不算小 按照陆成的姑娘 这个镇子最起码得有一两万人口 不过此时整个镇子却显得颇为萧条 站在镇子口的陆成 看到不时有邪家带口 推车背包袱的居民 再匆匆地逃离镇子 整个镇子只有两条路 连通东西南北的十字大街 将镇子分割为四块 居民商铺的房屋临街而建 本来应该热闹的大街 此时却是颇为寂静 街道两旁的房屋 更是紧闭房门 不少店铺都是门板紧闭 大门上更是铁将军把门 黑风清脆的马蹄声 在大街上回荡 不时有邪家带口的人家 在陆成身边 行色匆匆走过 往镇外魏州城的方向走去 当然也有不少人 在经过陆成身边的时候 都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了一下陆成 陆成在大街上 走了一段路程以后 终于在街边拐角处 发现了一家 还在开门营业的饭庄 只不过饭庄大堂里 静悄悄的 空荡荡的 两个小二打扮的青年人 正坐在饭庄门口聊天 不时还摇头叹息 当陆成牵着黑风 来到两人面前的时候 两人瞬间起身 对陆成笑脸相迎 这位客官 是打监还是住店啊 其中一名长相 轻瘦一些的店小二 殷勤地冲着陆成问道 另一位则是主动伸手 去牵黑风 本店有上好的草料 保证客官的马匹 吃得饱饱的 另一位微胖一些的店小二 也是殷勤地介绍道 陆成抬头看了看 这件名叫扶卫居的饭庄 正好肚子也有些饿 就在轻瘦小二的引领下 迈步走进了饭庄 至于黑风 则是被另一名微胖的小二 给拴到门口一旁的拴马庄上 黑风面前就是牲口槽 微胖小二抱着一捧稻草 就放入了牲口槽里 随着陆成迈步走进扶卫居 轻受小二直接高声喊道 客官一位 打尖 整个大厅此时 只有陆成一名时刻 陆成随意地找了一个位置 准备坐下 这个位置正好能看到 门口拴马装出的黑风 黑风正吃稻草 吃得津津有味 没等陆成落座 跟着陆成的小二 赶忙拿起肩膀搭着的毛巾 擦拭了一下板凳 此时的板凳 并不是后世的那种高脚板凳 而是一种类似于马杂子一样的小凳子 至于桌子 也就是四个木块垫起来的木板 客官请坐 小二殷勤地招呼着陆成 客官吃点什么 本店拿手的是羊肉汤 蒸羊肉 小二殷勤地给陆成介绍起伏位居的菜品 不过再陆成听来 也不过是那几样 那就来个羊肉汤 一个正羊肉 一个租鸡 盐菜 再来几个蒸饼就行了 陆成随意地点了几样 好嘞 客官稍后 小二转身往后厨方向走去 一面走 一面抱着菜名 毕竟整饭庄里就陆成一个时刻 上菜的速度也不算慢 很快陆成要的饭菜 就被小二送了过来 小二 我问你 为何这镇子上的人都好像桃荒一般 陆成有些明知顾问地 同小二打听 哎 没等小二说话 一旁一直站在柜台里的掌柜叹息了一声 从柜台后面转了出来 本来饭庄也没人 正好也能跟陆成聊聊天 掌柜的音和叹气 陆成依旧是一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模样 客官有所不知啊 那刘黑榻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听说率领了二十万大军要攻打魏州城吗 掌柜的直接坐在了陆成旁边 哀声叹气地说道 镇子里有消息灵通的人说 那刘黑榻距离这里也就几百里地了 要不是舍不得这饭庄 我也早就一走了之了 掌柜的说到这里 忍不住摇头叹息起来 哦 听到掌柜的话 陆成眉毛微微一挑 本来还合计刘黑榻到达魏州城 最少还得个五七六天 不曾想居然来得如此之快 几百里的陆成 如果刘黑榻即行军的话 估计也就两三日的功夫 就到了魏州城下了 我们这才过上几天安宁日子 这眼瞅着就又要打仗了 这可让老百姓怎么活啊 见陆成没有搭话 掌柜的忍不住再次摇头叹息起来 掌柜的放心 那刘黑榻翻不起大浪 据我所知 朝廷已经派大军前去评判了 陆成也不知道 要怎么如何宽慰这个老掌柜 只能尽量给予掌柜的信心 而陆成也感觉自己要抓紧时间了 不过就算如此 只怕这个镇子 也得先遭受一些苦难 毕竟在陆成的计划里 刘黑榻必须死在魏州城下 陆成一阵风卷残云 然后赴了饭钱 这才骑着黑风离开了这个镇店 骑在黑风上 陆成忍不住回头 看了一眼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镇店 心中有些不老人 为了自己的计划 要牺牲这么个镇店 还真是觉得自己有些残忍 不过好在从老掌柜那得知 整个镇店已经没有几户人家居住 也算是让陆成少了一些负罪感 而陆成在临走之前 也劝了老掌柜先行逃离镇店 就希望这个老掌柜 能够听自己一句劝了 出了镇店 再往前走个几十里 就已经出了魏州地界 进入了齐州地界 这里的情况比魏州地界还萧条 村子里十世九空 路上全是往魏州方向逃难的人 看到这些人 陆成忍不住皱起了眉 如果这么多人都进了魏州城 绝对会让田流安手忙脚乱 而陆成觉得 这一切似乎也是有人策划的 陆成一拨马 直接进入了山林之中 他的庄树太过扎眼 一路上很多人都会盯着他看几眼 这让陆成有些后悔 没有带着一些唐朝偿服出来 不过好在山林茂密 黑风又很适应山地路径 所以在山林中穿行的陆成 倒是再也没有遇到麻烦 单人独气的好处就是 陆成饿了 就可以进入基地 拿单兵口粮出来吃 而黑风的口粮则是随处可见 当然 陆成也偶尔会从基地 带一些黄豆之类的穀出来 给黑风加餐 在山林中 小型夜宿了两天 这一日 陆成终于看到了一大片绵延的军杖 而这些军杖 就扎在齐州往魏州的大路上 军营里不时有巡逻的士兵队伍走过 更是有人在架锅造饭 站在山头通过望远镜 整个军营内的一举一动 都被陆成看在眼中 陆成此时就在寻找他想要找到的那个人 第57章 抓舌头 陆成站在山顶 用望远镜看着 顺着大路绵延出去树里支援的军营 这可是号称十万大军的军营 要在这里找出一个人 又没有后世的天眼面不识别 陆成看到眼睛发酸也没找到 这他娘的比大海捞针还难 陆成放下望远镜 坐在身旁的一块石头上 揉了揉鼻梁 吐槽了一句 不过也不算一无所获 最起码陆成找到了一块军容 最整齐整齐的营杖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营杖的军队 就是那个人的手下了 陆成坐在石头上 一面咀嚼着压缩饼干 一面用望远镜盯着那块军营看 确定好方位以后 陆成收起望远镜下山 来到黑风身边 黑风虽然被拴在树上 却把自己周围的草吃的那叫一个干净 此时嘴里还在不停地咀嚼 同时一双马眼 居然还盯着面前的树干 不停地询摸 黑风啊 没想到你居然也是个吃货 看着黑风这副模样 陆成忍不住笑了起来 直接掏了一块压缩饼干 塞到了黑风嘴里 黑风欢快地吃了起来 黑风低头吃着杂草 陆成背靠大树 坐在大树底下的一块青石上 手里拿着一根长草 有一下没一下地逗弄着 正在低头吃草的黑风 黑风 晚上我要进军营里去 你能照顾好自己吧 几天的相处 黑风与陆成的关系进展神速 都说宝马通人性 一点也不假 听到陆成的话 黑风居然冲着陆成叫了一声 那意思显然是表达出没问题 咱俩一会儿悄悄地摸过去 到时候我进军营找人 你在外面等我哦 陆成起身 笑着拍了拍黑风的脖子 黑风直接冲着陆成喷了一口气 咦 真淘气 陆成牵着黑风在树林里穿行 向着自己既定的方位走去 随着红日息坠 伴随着军营里亮起的灯球火把 黑夜降临了 而此时也是陆成最喜欢的时段 黑夜是属于收割者的盛宴 当然 陆成现在并不是收割者 充其量就是个夜行人 陆成一路顺利地绕过港哨 摸到了军营附近 背靠着栅栏 偷延往军营里望去 火盆映照着巡逻士兵的身影 在营帐上伴随着士兵的走动 不停地移动 这刘黑踏还真是治军有方 看着巡逻路线的设计 陆成忍不住暗赞了一句刘黑踏 实际上 刘黑踏本身也是拥有将帅之才 只可惜野心太大 野心大不要紧 但是勾结扑绝人 就有点不地道了 陆成趁着巡逻兵丁走过去的空档 直接翻过栅栏进入军营 悄悄地摸到了一座营帐后面 这里距离陆成确定的方位的帅杖 还有一段距离 陆成只能一点点的小心翼翼地 往里面摸索进去 此时看着不断走来走去的巡逻队 陆成反而有一种兴奋感 这又让他找到了 前世执行任务时候的感觉 只可惜 此时他只有孤身一人 并没有队友陪伴在身边 也不知道 这个帅杖里到底是不是苏烈 大约一个时辰左右的时候 陆成终于摸到了自己的目标营帐旁边 但是此刻陆成反而担心摸错地方 万一里面不是自己要找的苏烈 那就麻烦大了 不错 陆成来此的目的是要劝降苏烈 苏烈 自定方 仅次于李靖的大唐军神 被称作大唐战神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能称得上军神的话 也就苏烈和李靖了 都说王玄策一人灭一国 是大唐狠人 但是跟苏定方比起来 王玄策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苏定方那可是一人灭三国的存在 灭西突厥 平冲领 帕米尔高原 以百计 伐高沟黎 史书记载 前后灭三国 皆生情其主 灭国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不光灭国 还把人家国家的老大给抓了回来 直接给抓回长安 称其一生大唐军神毫不为过 而且不光他自己厉害 教出来的学生也同样厉害 他的学生最出名的一个就是裴行俭 这裴行俭可也是狠人一个 不过此时的苏定方 还只是刘黑他手下的一个将官 而苏定方之所以跟着刘黑他造反 在陆成看来 倒不是苏定方对大唐有多不满 要反大唐 而是应该是要报仇而已 不然 后面刘黑他失败 苏定方也不会被李世民给请出山 直接辅佐大唐两朝 并适于任上 在陆成看来 此时苏定方之所以跟大唐干架 一方面有早年跟随窦建德 后面又跟随一副高雅贤 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第一次刘黑他被围剿的时候 高雅贤死了 而且是死在幽州李懿的手里 而苏定方帮着刘黑他反叛的最主要原因 应该是想要借助刘黑他之手 为自己的义服报仇 不过陆成已经想好了 如果自己见到苏定方该如何劝降对方了 而且陆成有十足的把握 能够劝说对方祥唐 只不过 现在陆成没法确定面前这个营仗究竟是不是苏定方的 尽管这一片区域是陆成观察到军容最整齐的军营 但是陆成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在这时 陆成耳朵一动 听到有人往这面走的脚步声 陆成胆忙缩下身子 接着夜色的掩护躲避在营仗的阴影里 探头往声音来源方向看去 就发现一名负责守卫营仗的士兵 一面往自己这面走来 一面解着腰带 显然是打算在营仗背面找个无人之处方便一下 天助我眼 陆成看着这名士兵 眼中金光一闪 心中就是一喜 这真是打瞌睡 就有人送来枕头 这不是县城的舌头吗 这里究竟是不是苏定方的营仗 问问这小子不就知道了吗 那名想要截手的士兵 显然没有注意到 身后有人正捏手捏脚的跟踪 自顾自的 一面解着腰带一面哼着小曲 站在一处小营仗的后面 面对着草丛哗哗的放水呢 就在他放水完毕 身子一抖的时候 陆成瞬间扑了上去 左手捂住士兵的嘴巴 右手的散兵刀 就抵在了士兵的脖子上 嗯 被陆成这么突然袭击一下 陆成用散兵刀的刀尖 顶了顶士兵的咽喉 压低声音威胁道 嗯 听到陆成的威胁 士兵果然不敢乱动 双手直接捶了下来 一副任由陆成摆布的模样 说 苏定方在哪 陆成低声询问士兵 散兵刀始终顶在士兵的脖子上 嗯 被捂住嘴巴的士兵说不了话 不过眼睛却能传达信息 听到陆成的话 士兵就是一愣 似乎对于陆成提到的名字很陌生 一副不知道陆成说什么的样子 然后就开始摇头 表示自己不认识什么苏定方 而这样子交流也有点太费劲了 陆成继续低声警告士兵 你要是不想死 最好不要大嚷大叫 你只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就放你离开 能做到不 士兵听到陆成的话 胆忙如同捣算一般点头 同时不断发出 嗯 的声音 陆成慢慢松开 捂住士兵的左手 这士兵果然没有高声喊叫 而是大口喘息起来 显然刚才被陆成捂得 已经有些缺氧了 只不过陆成右手的散兵刀 依旧顶在士兵的脖子上 只要这名士兵稍有异动 陆成马上就会给对方来个抹脖子 好汉 我真的不认识苏定方 士兵喘息了半天 这才带着一丝哭腔说道 不认识苏定方 陆成不由得感到有些纳闷 难道刘黑踏这次 攻打魏州没带苏定方来 这不可能啊 攻打魏州不是小事 高雅贤与苏定方 应该在斗剑德还在的时候 就跟刘黑踏认识的 绝对是刘黑踏的左膀右臂般的人物 莫非因为自己的穿越 事情出现了偏差 陆成有些迷茫起来 如果苏定方没来 那自己的计划 岂不是泡汤了 你们这里有没有姓苏的将领 陆成不死心地继续问道 如果这名士兵回答说没有 那陆成就只能放弃原计划 另外再琢磨对策了 姓苏的将领 听到陆成的问话 士兵有些疑惑地挠了挠头 我想起来了 在左大营的统领 是一位姓苏的将军 士兵声音有些大 陆成直接再次捂住士兵的嘴巴 不想死 你给我小点伤 陆成警惕地看了一眼左右 确认无人发现的时候 这才再次警告这名 有些莫名兴奋的舌头 而这个士兵 只能配合地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绝对配合 那名姓苏的将军 叫什么名字 陆成再次松开士兵的嘴巴 低声询问道 我想想啊 士兵回想了一下 好像是叫苏 苏联 接着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对 我听大帅喊过那名将军的名字 叫苏联 士兵刚想继续说什么 就觉得眼前一黑 直接倒在了地上 第58章 苏定方 对不住了 兄弟 陆成看了一眼 被自己敲晕的士兵 心中默默地道了个歉 虽然刘黑他在陆成这里 上了必杀名单 但是这些士兵 毕竟都是农户出身 被刘黑他带着造反的 甚至有不少是被抓的撞钉 对于这些人 陆成还是无法下死手的 陆成现在也知道 自己身处何地了 自己认为 军容齐整的军营 居然不是苏定方所在的营地 反而这个营地 对面的那个营地 才是苏定方的所在 而这里却是刘黑他的营地 刚才陆成隐藏身形的 那座大营帐 是刘黑他的帅帐 既然来了 陆成决定先认认人 陆成用士兵的腰带 把士兵给捆绑了起来 同时又在士兵衣服上 割下一个衣角 塞入了士兵口中 跟着把士兵 给搬运到了栅栏边的草丛里 然后观察了一下 觉得没有落下什么首尾以后 这才重新摸到了 刘黑他帅帐的后面 陆成用伞兵刀 在营帐的围蔓上 划开一道口子 偷眼往里面看去 整个大帐里 倒是很整洁 旁边的盔甲架子上 是一套金七山文甲 凤翅盔挂在盔甲架子最上面 被营帐内的烛火 灰映得金光灿灿 一名身穿长袍的大汉 此时正坐在木榻之上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这名大汉 按照陆成的推测 站起来的话 身高最起码一米九左右 虎背熊腰 一看就是恐无有力之人 只不过此人的面相不善 两刀卧残眉 鼻指口阔 和下一副求然 单看这些部位 此人绝对是一副鹦鹉的面相 只可惜 整个面部被一双鹰眼 和一道存在于右脸颊的刀疤 全部破坏了 让此人看着 就是一脸的凶相 而且 那双鹰眼的目光中 总是让人有种奸诈的感觉 萧雄 此人给陆成的第一感觉 让陆成不自觉地 在脑子中冒出这个词语出来 同时 陆成也把刘黑他的样貌 深深地记在了心中 至于刘黑他在琢磨什么 就不是陆成关心的 到时候 刘黑他到达魏州城外的时候 就是这家伙毕命之时 陆成悄悄地离开了刘黑他的大帐 摸清方向以后 就往士兵所说的苏定方所在的左大营 所谓的左大营 其实就是巩位在刘黑他大营 左手位置的军营 陆成此时也有些明白 为何除了刘黑他的军营 军容整齐以外 其他的大营都有些乱糟的 因为除了刘黑他的军营 是纯正的士兵以外 其他的军营里 都是兵士与自重挑夫 混合而成 正是因为如此 再加上刘黑他这一路获胜 也使得这些叛军 反而警惕性不高 陆成一路上很容易地 就摸进了左大营 也很容易地 就找到了苏定方所在的营帐 陆成顾及重施 依旧是躲在大帐的阴影里 用散兵刀划开为慢 偷眼往大帐里看去 苏定方的大帐 比刘黑他的小了不少 与刘黑他那相同的是 苏定方的营帐内 也是灯火通明 不同的是 刘黑他是独自一人 坐在营帐中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而苏定方的营帐里 则是有四个人 主位上自然做的 就是未来达成 一人灭三国成就的 狠人苏定方了 而在他左右下手位 则是分别做着 三位将官打扮的人 这三人应该就是 现在苏定方手下的将官了 陆臣悄悄地打量起苏定方来 苏定方此时 也就三十左右岁的年级 面白微虚 贱眉虎目 鼻指口方 唇红齿白 这张脸充满了阳刚之气 放在后世妥妥的偶像派 一身青色戎装 在主位坐定 将军 您说 咱们这次能攻下魏州城吗 就在陆臣打量苏定方的时候 位于苏定方左手位的将官 冲着苏定方问道 难 听到将官的发问 苏定方微微摇了摇头 此次攻打魏州城 恐怕很难如前面那么顺利 为何 如今咱们兵强马壮 更是有十万雄兵 难道还拿不下一个区区的魏州城 位于苏定方右手位的一名将官 很是不服气地说道 梁文啊 此次大帅攻打魏州城 我是很不赞成的 苏定方扭头看向一脸不服气的梁文 你要知道孙子曰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所谓攻城 那是在拿士兵的性命去填 更何况 那魏州总管田流安 可不是前面几座城的守将能够比拟的 这个时代的攻城 可没有后世的那些重火力 完全是拿士兵的命去填 让士兵如同蚂蚁一般 不停地抢夺城墙与城门 攻城的兵力 最起码要有守城兵力三倍以上 才有可能成功 但是 如果遇到一个善于指挥战斗的守将 那攻城的难度 绝对是几何级的上升 而田流安此人 从反随的时候 就已经跟随礼堂作战了 战斗经验何其丰富 但是 将军 据探子回报 魏州城的守军也就万余之数 如今 我们有十万大军 可是守军的十倍 难道还拿不下魏州城 梁文依旧有些不服气 前面咱们 能拿下那些城池 是由于有突厥骑兵协助 更是有协力可汗在北方牵制礼堂 如今协力可汗撤军 咱们现在已经是孤军作战了 何况 这十万大军里 单单农夫就占据了一半以上 难道咱们 还能驱赶农夫 前去攻城不成 对于梁文的不服气 苏定方并没有任何不满 而是继续给手下的三位将官 分析当前的形势 将军 难道咱们此战必败吗 听到苏定方的分析 梁文也收起了轻敌之心 反而有些担忧 如果咱们在出发之后 能在十日之内攻下魏州城 咱们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按照大帅如今的行军速度 哪 咱们就只能指望 那李建成与李世民 能够稍晚一些过来 持缘魏州城了 苏定方忍不住看向 刘黑踏银杖的方向 眼中忧虑的眼神一傻而逝 更何况 就算咱们攻下了魏州城 在魏州城后面 还有李秀宁的娘子军 镇守在娘子关 咱们这一路真的难啊 苏定方说到这里 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那将军 咱们要不要早做打算 听到苏定方分析这么多 梁文忍不住想要探听 苏定方的口风 实军之路 中军之势 近人势 听天命 更何况 我还为义父报仇 这魏州城本将军非打不开 苏定方眼中 恨意浓郁的 看向魏州城的方向 年轻的苏定方 此时的心中 只有找李唐报仇的念头 你们都下去做准备吧 此时 苏定方也失去了弹性 示意三位将官可以离开了 三位将官齐齐功身 冲着苏定方失礼 然后退出了营帐 一直都在营帐外面的陆成 把苏定方的分析 听了个一清二楚 果然不亏未来的大唐军神 这直接把全局形势 都分析了得透透的 可惜此时的他 已经被复仇的心思冲昏了头脑 陆成在心中暗暗地叹息了一句 尽管陆成知道 这次进攻魏州城 最终刘黑踏会以失败告终 而苏定方也会直接归影 直到李世民登基 才重新被请出山 可以后来也沉寂了好多年 毕竟在这个世家当道的时代 苏定方的出身 就是他最大的短板 不过 遇到了陆成 陆成说什么也不能让 这位大唐军神不被重用 那简直就是暴殖天物 但是现在陆成还不能进去见苏定方 毕竟此时苏定方营帐外 不光有不少的巡逻队在走来走去 而且也有不少散兵 也在到处走动 一个不留神 就容易被人发现 最好就是等着夜深人静的时候进去 陆成悄悄离开了营帐的阴影 找了个安全的角落 开始等待时间流逝 终于伴随着军营里的羹夫 敲响了三更的帮子点 陆成才再次悄悄地 来到了苏定方的营帐 此时军营里除了外面火把和火盆里 传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 再就是巡逻队的脚步声 其他营帐里基本就是酣声了 军营安静了不少 而苏定方的营帐里 依旧是灯火通明 陆成透过刚才留下的缝隙 往营帐内看去 发现苏定方正坐在木榻上 在烛火的照耀下 正在看书 陆成悄然地往营帐门口摸去 等看到并没有巡逻队注视这里的时候 陆成一个闪身 就进入了苏定方的营帐之内 而苏定方也瞬间警觉到陆成的到来 直接抬头看向陆成 耳是何人 苏定方怒吓一声 伸手就去摸悬挂在木榻左侧的宝剑 而苏定方的声音也引起了巡逻队的注意 顿时巡逻队急促的脚步声就越来越近 秀 得一声 就在苏定方伸手就拿宝剑的时候 陆成直接一枪将宝剑的剑碎给打落了下来 而苏定方想要拿去宝剑的手 也停在了半空 扭头目光有些复杂地看着陆成 苏将军 我无意取你性命 只是有点事情 想要跟你谈的 陆成把手枪收了起来 面露笑容看着苏定方 而苏定方则是盯着一声怪异装束的陆成 似乎在确定陆成所说是真是假 不过从陆成收起那奇怪暗器的动作来看 陆成似乎的确无意取自己性命 第59章 说服 就在这时 巡逻队的兵士已经冲进了苏定方的营帐 一众兵士瞬间就把陆成围了起来 手中长枪 长刀在营帐内烛火的映照下闪烁着森森的寒光 对于这些神色警惕地盯着自己的士兵 陆成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 直接伸手拨开了离自己最近的枪头 笑着看向苏定方 莫非这就是苏将军的代课之道吗 苏定方看着一副荣辱不惊模样的陆成 心中也不由得为陆成的胆气 按束大拇指 就冲着临危不惧的胆气 苏定方也决定听听陆成想要说什么 都下去吧 此乃本将军的客人 苏定方直接冲着一众兵丁摆了摆手 这些兵士一听 面前这个装束怪异的男人是将军的客人 这才收回兵器 直接退出了营帐 看到一众兵丁退了出去 陆成也不客气 直接一屁股坐到苏定方对面 看着苏定方 还未请教 苏定方上下打量着陆成 虽然陆成一身怪异的迷彩服 但是苏定方却能一眼看出这种衣服的优势 适合山地作战隐藏身形 对于行动来说也更加方便 不过防御力方面肯定是不如盔甲之类 但是再联想到陆成刚才展示的暗器 似乎灵活性比防御性更重要一些 娘子军军师 陆成 陆成冲着苏定方抱拳拱手说道 同时将李秀宁给他的令牌亮了出来 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哦 一听陆成自曝是娘子军的军师 苏定方两道剑眉就是微微一挑 先生孤身犯险 就不怕本将军直接将你生情活捉 要知道 抓到你 可是大功一剑啊 苏定方说着 从一旁的茶府里咬出一盏茶汤送到陆成面前 多谢 陆成道了一句谢 接过茶汤 不过却没有喝 而是直接放到了面前的地面上 如果苏将军想要抓我 刚才就不会让那些士兵出去了 苏将军应该也想知道在下的来一把 陆成依旧是面带笑意看着苏定方 如果在下所料不差的话 先生应该是来劝降的吧 苏定方眼中金光一闪而逝 看了一眼地上被陆成打掉的剑碎 微微一笑说道 苏将军果然是聪明人 既然知晓在下来意 将军意下如何呢 陆成见苏定方都开门见山了 自己自然也没有必要再虚与微移了 直接捞班的落就完了 恐怕陆先生要无功而返了 在下与礼堂有杀父之仇 岂可祥堂 苏定方看向营帐门口方向 冷笑了一声 斩钉截铁地说道 先生请回吧 今日就当本将军没有见过你 你我他日战场相见便是 苏定方说着 冲着陆成做了一个请离开的手势 看着苏定方这副模样 陆成也不能恼火 而是神色淡然地说 在下本来还以为苏将军是名势力之人 未来必定有机会成为一代名将 可惜是在下想多了 没想到苏将军居然是是非不分 舍大意而取小杰之人 在下告辞便是 陆成说着就站起身准备离开 陆成漫步往营帐外走去 内心却不断呐喊 赶紧叫住我呀 我都那么说你了 你不得跟我辩驳一番吗 就在陆成一只脚 快要迈出营帐的时候 终于苏定方开口了 先生留步 苏定方声调中多少有些不分 苏定方也是自视甚高之人 如今被陆成一番数落 心中自然有些不服气 要知道 古人最讲究的就是结义二字 陆成说苏定方是舍大意而取小杰之人 不斥于指着苏定方的鼻子骂娘 而且还是骂得相当之凶残 这要传出去 直接就把苏定方定义成无情无义之人了 这苏定方怎么受得了 哦 莫非苏将军准备食言 想要将在下生情 献给那通敌叛国的刘黑踏不成 陆成站定脚步转身盯着苏定方 若是如此 在下束手救情便是 陆成说着 冲着陆成伸出了双手 一副准备束手救情的模样 非也 既然在下说过 任先生随意离去 自然不会食言而肥 只是在下不明白 先生因何说在下舍大意而取小杰 苏定方依旧是一副不愤的语气 甚至带着一丝丝恼怒的情绪 哦 如此简单之事 苏将军居然分辨不清吗 陆成反身 重新坐到了苏定方的对面 礼堂反随 如今天下出定 正是与民生息的时候 刘黑榻罔顾天下大势 连番作乱 此次更是勾结突厥霍乱天下 有道是兄弟戏鱼墙 外遇起舞 而刘黑榻居然勾结突厥 但是这一勾结外贼行径 就够他死一百次而不止了 提到刘黑榻的时候 陆成很不屑地说道 而听到陆成的话 苏定方的脸部表情有了变化 显然是对陆成所说之话有了触动 当然 这一切并没有逃脱陆成的眼睛 其实陆成说的话 真的已经有些触动 苏定方了 当初刘黑榻去借协力可汗寻求合作之事 苏定方就是极其反对的 不论刘黑榻是叛乱也好 还是苏定方 想要借刘黑榻的是给一副高雅贤复仇也罢 这都是汉人的事情 简单点说 就是怎么打都是一家人 刘黑榻跟突厥合作这件事 就有点不地道了 可是苏定方 还需要利用刘黑榻手下的队伍 给高雅贤报仇 而苏定方说是刘黑榻手下的主要将领之一 可实际上 从高雅贤死了以后 尽管苏定方立功无数 也没有被刘黑榻重用 当然 其中也不乏小人作祟 比如刘黑榻的弟弟刘世善 这个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没够的东西 就跟治军有方的苏定方很不对付 因此 没少在刘黑榻面前说苏定方的坏话 要不是刘黑榻手下 现在也是无人可用 估计此时苏定方 还是不会被刘黑榻重用 能够统领刘黑榻的左军先锋营 看到自己的话 对苏定方产生了触动 陆成深知趁热打铁的道理 于是继续说了下去 将军此次助刘黑榻出兵 无异于助纣为虐 而且自古以来 得到多助师道寡助 行兵打仗自古以来就讲究 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 此次刘黑榻此三要素 任何一处都不占 如何能胜 陆成说到这里 再次停顿了一下 等着苏定方的反应 就见苏定方面露一丝苦笑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即使刘黑榻此次必然兵败 就算某家兵败生死 也算是为义父敬孝了 先生不会不明白 敬孝知道吧 苏定方说吧 看着陆成 果然 能为君神者 无不是一致坚定之人 陆成忍不住在心底 暗自赞叹了苏定方一句 尽管在陆成看来 苏定方这所谓的敬孝方式 有点极端 但是陆成还是对苏定方佩服不已 明知必死之局 为了给义父报仇 竟然都可以罔顾自己的性命 将军此言差也 你就算是想要为您的义父敬孝报仇 也找错了对象 说句不好听的 您这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哭错坟了 陆成直接轻笑了一声 看着苏定方说道 想你义父乃是死于幽州礼义之手 你报仇应该去找礼义才对 为周成上下 礼堂百姓又因何被牵连在内 这被陆成这么一说 苏定方一时竟然有些语节 不知该如何回答陆成这个问题 因为陆成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你义父高雅贤 是被幽州礼义给宰了 你报仇大可以领兵去干礼义 你现在不去干礼义 却帮着刘黑榻来攻打魏州城 魏州城招你惹你了 这沿路之上 所有城镇之中的老百姓 招你惹你了 你这帮着刘黑榻一路穿州过府 嗷一顿打 结果人家礼义在幽州屁事没有 到时候 你被困在魏州城下 别说礼义能不能来救援 就算礼义在李建成 或者李世民的率领下来了 那你也是被围剿的命 你拿啥找礼义报仇 如果将军信得过在下 只要将军祥堂 将军为义父报仇之事 就包在在下身上 有道是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在下可以保证 只要将军祥堂 必然让将军首任礼义 如何 陆成看到苏定芳有些阴晴不定的脸色 就知道火候差不多了 直接再来一剂猛药 你不是要报仇吗 我帮你 还让你首任 这条件还不够吸你呢 而且陆成知道 礼义本身就是的反复无常 凶暴固执之人 不出意外的话 再有个三四年 礼义就该造反了 要是苏定芳能够详堂 到时候让李秀宁上奏 派苏定芳前去评判 不就可以了 君师此言当真 听到陆成最后的话 苏定芳一个机灵 双眼死死的盯着陆成 在下与苏将军一见如故 倾心相交 岂有哄骗之理 如若将军不信 在下可发毒誓 陆成说着 举起三根手指 面容严肃的说道 将来如若不能让苏将军首任仇人 陆某便遭天打五雷轰 受千刀万剐之刑 君师说的哪里话 在下相信君师就是 一听陆成真的发了毒誓 苏定芳赶忙起身阻拦陆成 对于古人来说 这种发誓 可是最真诚的誓言 第六十章 注意看信号 苏将军既然称在下为君师 是否可以理解为 将军已然同意弃案投名了 被苏定芳双手向掺的陆成 直接一副明知故问的模样 君已赤诚待我 苏某必不负君 苏定芳直接抱拳 拱手冲着陆成 诚意满满地说道 苏将军严重了 陆成赶忙给苏定芳还礼 只是苏将军这投诚了 那您的下属重将 陆成还是把自己心中 所担忧的是说了出来 如果苏定芳控制不住手下 那么今晚陆成 就准备直接把苏定芳带走 如果苏定芳能控制得住 那到时候 就会给苏定芳准备一份大礼 也算是苏定芳的投名状 这点君师放心 对于左军先锋营 在下还是可以控制的 既然已经决定投堂 苏定芳对于陆成 也是毫无保留 河盘托出 我手下的将官 都是从我一副时期 就跟着我们的 完全可以信任 那就好 听到苏定芳如此笃定地回答 陆成也就放心地点了点头 难道军师是想让我 左路先锋军直接划遍 捉拿流黑榻吗 苏定芳此时还不知陆成心中所想 而陆成所问之事 也直接让苏定芳联想到 划遍夺旗之事 因此带着心中的疑惑 冲着陆成发问 我可不想苏将军做如此危险之事 苏将军如果直接划遍 就左路先锋军所处的位置 你觉得有机会吗 陆成笑着提醒了苏定芳一句 毕竟苏定芳这支队伍 说是左路先锋军 可是扎营的位置 却是被其他队伍 直接包裹在中间 别看与流黑榻的中军大仗 只有一强之隔 不过想要在这个位置上 划遍拿下流黑榻 那也是不太容易的 甚至可以说不可能 就是左路先锋军军营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出来 留黑榻对于苏定芳并没有完全信任 这个位置明显就是在监控苏定芳这支队伍 那军师是何用意 苏定芳自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 只不过 先前一直处在报仇的情绪中 现在被陆成点醒了 又如何不知自己所处的境地 只不过 如果陆成真要让他划遍夺旗的话 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我会给你准备一份投诚大礼 也算是你的投名状吧 陆成冲着苏定芳神秘一笑 等留黑榻兵临卫州城下 到那时 就在陆成说完这话的时候 外面巡逻的登夫已经敲响了五更天的帮子点 我也该走了 到时候 你注意看信号就行 居师 路上小心 苏定芳起身送陆成出了营帐 就见陆成在众多营帐之间几个穿行 就不见了踪影 真是一高人胆大 神龙剑手不见尾啊 看着陆成在军营中来去自如地身影 苏定芳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当回身再次看到地上的剑碎的时候 再想到陆成那恐怖的暗器 苏定芳不由地心中一颤 刘黑踏实实死无声了 五更天已经有火头军开始起锅造饭了 陆成则是原路返回 一路上倒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进到树林里 看到黑风还是好端端的拴在树上 陆成这才放心下来 他还真怕黑风被人发现 到时候回去没法跟河畔人交代了 不过也幸好是黑风陪着自己来 这要是淫湖的话 可就太扎眼了 陆成在解开黑风的缰绳的时候 被黑风直接喷了好几口 黑风明显在表达 对于陆成把自己扔在树林里不管的怨气 陆成只能摸着黑风的踪毛安抚了半天 一人一马开始在林中穿行 那真是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在山头上远远的看着自己来时 打尽了萧条镇垫 陆成叹息了一声 若不是为了自己的计划 陆成是真不忍心把这个镇垫给牵扯进来 刚才在军营里就有机会干掉刘黑踏 但是那样的话绝对会军营大乱 而劝降苏定方的计划就泡汤了 陆成现在只希望镇垫里的百姓能快点离开这里 镇垫里的人是越少越好 同时也希望刘黑踏手下的士兵在破城的时候能够对百姓好一些 不要太过分 陆成坐在大清时上一面吃着单兵口粮 一面用压缩饼干喂黑风 自从黑风吃过压缩饼干以后 明显对于身旁的野草什么的不感兴趣了 这倒是让陆成哭笑不得 这要是回去以后 河畔人没有压缩饼干给黑风吃 不知道黑风会不会给河畔人一蹄子 陆成突然对于这样的场景充满了期待 黑风啊 看来咱俩要风餐露宿几天了 陆成一面吃着香菇牛肉炒面 一面看着正在咀嚼压缩饼干的黑风 笑着说道 而黑风则是看了陆成一眼以后 继续咀嚼着压缩饼干 吃饱喝足以后 陆成把降解带直接埋在了土里 躺在大清时上抬头看着已经泛白的天空 没想到穿越到大唐的自己 居然又干起了老本行 不过这里倒是没有后世那种躲避监控的麻烦 这让陆成忍不住笑了起来 跟着一阵困意袭来 陆成居然就这么在大清时上睡了过去 至于黑风则是一面咀嚼着压缩饼干 一面不时地扭着码头到处看 似乎是在给陆成放哨一般 通往魏州城的大路上 一支五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着 队伍前面则是旗帜飘扬 最显眼的两面大旗 一面上面写着唐字 一面上面写着宁字 为首一人红鹰金盔 一身金甲 跨下红雕鞭 金鞭 腰玄宝剑 画下一匹神俊异常的御狮子 来者非别 正是平阳公主李秀宁 按照于陆成所定制计策 率五千将士 直奔魏州城而来 而此时 早已有棋牌官打马飞奔至魏州城去 通知田流安前来接驾了 当棋牌官带着李秀宁的令箭 来到魏州城 通知田流安的时候 直接把田流安吓了一跳 他不明白 这李秀宁 为啥不声不响地 率领五千大军 直接来自己的魏州城 但是不管他心中作何想 或者有什么想法 都不能怠慢了这位公主殿下 毕竟这偌大的礼堂江山 三分之一的兵权在人家手上 一半以上的疆土 是人家打下来的 这要是怠慢了公主殿下 把自己给砍了 估计就算自家老大秦王殿下也没辙 虽然都说 这位公主殿下 不会这么不讲理 但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田流安赶忙顶盔冠甲 整理装束 率领魏州城的大小官员 齐齐地来到魏州城外迎接 下官田流安 见过公主殿下 就在李秀宁率领大军 来到魏州城外五里的时候 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田流安 赶忙上前同李秀宁建立 其他一众官员 也跟在田流安身后 给李秀宁建立 免礼 端坐在御狮子上的李秀宁 朗生说道 其他一众官员 也是低头让路 在这个时代 这帮子小官员 哪敢抬头指示公主殿下 只能低头闪到一旁 也就陆成这个穿越人士 丝毫没有邪悦的自觉性 跟李秀宁肆意说笑 五千军兵自然是不能进入魏州城的 本身魏州城容纳一万多士兵 就已经有些饱和了 五千军兵就在将官的带领下 在城外安营扎寨 李秀宁则是带着叶竹和陆秋明 以及五百精卫军进了城 来到总管府大厅 李秀宁自然是要坐在主卫之上 其他人则是分裂两旁 本来田流安还想找个机会 询问一下李秀宁的来意 结果没等田流安开口 李秀宁直接看着方启和孟姬问道 陆先生人呢 回大帅 前日军师单人独奇出城 至今未归 孟姬小心翼翼的失礼说道 什么 听到孟姬的禀报 李秀宁直接秀眉一挑 一拍桌子 桌子上盛着茶汤的茶盏 直接掉落在地 摔了得粉碎 我为何让你俩跟着陆先生 你俩不知吗 看着李秀宁圣怒的模样 田流安只能缩了缩脖子 本来想要说的话 也只能咽回肚子里 此时出头 跟送死没啥区别 启禀大帅 我俩也想跟着去 奈何军师执意不肯 而且军师还说我俩目标太大 不宜出城 孟姬苦着脸继续说道 你俩是傻子吗 你俩目标大 不会找几个精细的兄弟 跟着先生吗 每人去领石军棍 如果陆先生有个三长两短 我扒了你们两个的皮 李秀宁直接怒气冲冲的一挥手 至于方琪跟孟姬 只能老老实实的 跟着禁卫军出去 功夫不大 就传来方琪跟孟姬的呼喊声 而听到方琪跟孟姬的呼喊声 拿自己出气 至于方琪和孟姬在外面虽然大喊大叫 可是这石军棍 根本就没有打在他俩身上 而是打在两人后背上的两个皮革铺团上 声音也跟打在人身上差不多 因此从跨渊路过的人 听到鸡打声 不由地加快脚步 谁还有心思探头看的究竟 至于方琪跟孟姬两人 还互相挤眉弄眼 第61章 终于来了 公主李秀宁来了魏州城 自然要给李秀宁准备住所 而整个魏州城 最适合公主下他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总管府了 因此 公主的禁卫军 自然而然的 就接管了整个总管府的防务工作 至于田流安 则只能去衙门里住着了 至于李秀宁的来意 田流安也知道了 李秀宁告诉田流安 他此次率兵前来 就是为了增援魏州城 力求歼灭刘黑踏于魏州城下 即使不能歼灭刘黑踏 也可以给他大哥李建成 以及弟弟李世明 围剿刘黑踏拖延时间 李秀宁都这么说了 田流安自然不能反驳 难道田流安敢舔着个脸 告诉李秀宁 公主 你回去吧 这里有我就行了 那不是明显 不给李秀宁面子吗 先不说李秀宁会不会发火收拾他 他这么撅李秀宁 他老大李世明 也不会放过他 因此 田流安也只能感恩戴德地 搬离了总管府 住进了魏州城衙门 晚饭过后 李秀宁坐在总管府的书房里 夜主视了一旁 面前站着的是方琪与孟继 至于陆秋明 则是被李秀宁派 去巡查城外的军营了 军师可有话交代你们 李秀宁饮了一口茶汤 放下茶盏看着方琪与孟继问道 至于陆成派人送的信 他在来魏州城的半路上 就已经收到了 尽管陆成在信中 把接下来该怎么做 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他还是需要找方琪跟孟继询问一下 看看陆成是不是还有什么 是在信中不方便说的 回禀大帅 军师临走之时 叮嘱我俩 叮紧田流安 而且还说了一句 带到刘黑踏兵临魏州城的时候 注意信号 孟继冲着李秀宁失礼说道 看来军师很不放心 这个田流安 李秀宁轻笑了一声 不过李秀宁也明白 毕竟田流安不是自己麾下之人 而是李世民的人 所属不同 只怕会有小心思 陆成有所担心 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既然他来了 这田流安就翻不起大浪来 本宫知晓了 你们回去吧 就按照军师吩咐去办 李秀宁直接摆了白手 在确定陆成没有留下其他讯息的时候 就示意方琪跟孟继可以回去了 两人齐齐失礼 转身就准备离开书房 结果两人刚要迈步 就被李秀宁叫住了 对了 你俩命人盯紧城外 如果有军事消息 随时来报 李秀宁再次叮嘱了二人一句 是 两人齐齐应默 这才转身离开书房 殿下 让陆先生这般孤身犯险 婢子觉得陆先生是否有些拖大了 那可是近十万的大军呢 待到方琪与孟继二人离去以后 叶竹在李秀宁身旁有些担忧地说道 哼 李秀宁直接轻笑了一声 陆先生的本事大着呢 别说十万大军 只怕三十万大军也拦不住陆先生 毕竟陆臣送念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五城的事 只有李秀宁和陆秋明知道 李秀宁现在只把陆臣当作哲仙人下凡 不是李秀宁相信有仙人 而是陆臣那一身神鬼莫测的本事 让李秀宁就觉得陆臣就是仙人下凡 至于那墨家传人 李秀宁看来 就是陆臣给自己找了的身份而已 就凭陆臣前段时间随随便便做出来的那些东西 根本就脱离了墨家的范畴 再加上墨家的奸爱非公陆臣更是提都没提过 墨家可没有好像陆臣这般杀伐果掘的人 终于来了 清晨在山里等待了三天的陆臣 终于在山顶用望远镜看到了大陆上迎风招展的惊奇 浩浩荡荡绵延树里的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魏州城了 至于陆臣担心的阵电倒是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 看来刘黑探对于麾下部队的约束力还是不错的 而在刘黑探大军逼近魏州城的时候 坐镇魏州城的李秀宁也收到了的探马的回报 大帅 刘黑探的大军距离魏州城不足五十里了 探马单膝跪地向李秀宁禀报 再探 李秀宁直接令探马继续打探 同一时间 刘黑探的大军也开始安营扎寨 今日休息一日 明日就濒临魏州城 打下魏州城 魏州城前面就是长安了 王侯将相 您有种呼 他里约能得天下 咱们诸位兄弟也能得天下 刘黑探端坐在自己的帅上之内 冲着麾下一众将官慷慨激昂地说道 当然有人觉得刘黑探这番说辞很激励人心 不过有的就是很敷衍地笑了笑 敷衍的自然就是苏定芳了 经过于陆臣的会面以后 再加上这几天陆臣对苏定芳所说的话的发酵 再加上苏定芳自己的分析 苏定芳已经彻底倒向了礼堂一边 大帅 属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就在其他将官正为刘黑探话的饼感到兴奋的时候 苏定芳则是直接说了一句 哦 苏将军有话但讲无方 刘黑探表现得很大度 直接示意苏定芳有话直说 如若大军久攻不下 必然会引来礼堂其他军队的合围 倒是我军该如何是好 还请大帅明示 尽管已经决定投诚礼堂 而且自身也不是太喜欢刘黑探 但是毕竟自己的义父高雅贤与刘黑探共同辅助过斗建德 而苏定芳也不忍心刘黑探这些将官跟着刘黑探送死 因此苏定芳还是决定提醒一下刘黑探 本来还有些群情激昂的将官 在听到苏定芳的话以后 也瞬间冷静了下来 纷纷看向刘黑探 哼 区区魏州城也不过一万守军 咱们有十万大军 兵法云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如今咱们十倍于魏州城守军 还不能拿下一个区区魏州城吗 刘黑探冷哼了一声 显然对于苏定芳此时泼冷水的行为很是不满 因此说话的语气多少带着点恼怒 苏将军如此长他人志气 灭自家威风的话还是少说为妙 刘黑探警告了苏定芳一句 是 末将谨遵大率令 见刘黑探有些恼怒的模样 苏定芳也不再说什么 毕竟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自己已经提醒了 对方要自寻死路 苏定芳也算是人之一尽了 这就安营扎寨了 已经组装好狙击枪的露出 蹲在一根树叉上 透过瞄准镜 看着前方正在忙忙碌碌 安营扎寨的刘黑探的大军 跟着收起狙击枪 将狙击枪背在身后 一个翻身下了树 落到了黑风的马背上 黑风直接稀绿绿地叫了一声 似乎对于陆辰的突然袭击 有些不满 黑风啊 想家了 陆辰伸手抚摸了一下黑风的棕毛 都怪那个刘黑探 竟然这么早就安营扎寨了 看来咱们要再等一天了 晚上给你加餐 行了吧 本来陆辰还以为 刘黑探会一鼓作气直接攻城呢 结果这还距离魏州城三十里呢 就安营扎寨了 本来陆辰还希望能在今天 就把计划搞定了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了 不过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一日 红日高悬 站在魏州城城头的李秀宁 冷冷地看着 游远及近的刘黑探的大军 伴随着惊奇招展 近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地接近了魏州城 魏州城城头 突然出现一个女将军 再加上城头树立的梁杆 代表李秀宁的大旗 刘黑探一下 就猜到了城头上的女将是谁 没想到李秀宁居然会出现在魏州城 看到李秀宁的那一刻 刘黑探心中就是一惊 不过也好 如果在这里情下李秀宁 就相当于砍掉了李唐的一只胳膊 而且 这李秀宁长得也是国色天香 刘黑探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叫阵 身处中军的刘黑探 直接另其一挥 一匹快马直接从阵中杀出 直奔魏州城而来 魏州城守将听着 我家大帅说了 投降出城免而易死 如若抵抗 城破之时 必然等血流成河 前来教阵的士兵在城墙下高声喊吓 而随着教阵士兵的喊吓 刘黑探大军中也不断发出嘲笑声和呐喊声 投降不杀 回去告诉刘黑探 有本事就来攻城 少扯这些没用的 就算战志一兵一族 我李唐官兵也绝不会想叛逆投降 这种话自然不能由李秀宁来说 阵前队骂这种事自然是由田刘安手下的士兵出面 城上的士兵与城下教阵士兵一顿对喷 一面骂的 无非就是 你是缩头乌龟 不敢出城迎帝 另一面则是回击有本事你就攻过来之类的 如果是陆臣在这里的话 绝对会吐槽 毫无新意 终于 教阵的士兵把转码头回归本队 而随之 就是刘黑踏军中鼓声大作 一对对的士兵扛着云梯 抬着攻城锤 就开始往魏州城猛冲 而李秀宁则是高高举起手臂 带到这些攻城的士兵到达一定距离以后 直接下令放箭开始反击 攻城的士兵在剑雨之下是成片的倒下 但是后面的士兵则是前赴后继 因为鼓声不停 他们就只能进攻 如果后退 后面督战队就会砍了他们的脑袋 后退肯定是死 攻进魏州城则还有活的可能 更有可能趁机捞一把 而此时的路程自然是蹲在树上 用望远镜将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原来古代攻城战如此惨烈 看着仁阳马帆血流成河的场景 路程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第六十二章 刘黑踏浮诛 此时的攻城战 哪有后世的什么火炮洗地 步兵占领 就是拿命往里面填 就看攻城的和守城的谁先顶不住 简而言之 就是谁人少谁就顶不住 就算如此 攻城者与守城者的战损 也最起码是三比一 就是攻城者就算成功 也必然损失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孙子兵法 中的谋攻篇中就提到了 关于攻城战 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 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不弱则能避之 意思很明显 十倍于敌人就围攻 五倍于敌人就强攻 如果是两倍到三倍的话 就要想办法与对方对战 争取逐步击破 如果兵力少于敌方 还是别打了 赶紧撤吧 现在的情况是 魏州城内 加上李秀宁带来的队伍 满打满算 也就一万五千人左右 而刘黑踏则是号称十万大军 尽管里面最少三分之一是辅兵挑夫 但是那也有六七万士兵 就相当于五倍于魏州城内守城的士兵 刘黑踏此人也深谙兵法之道 武则攻之 因此就肋骨让士兵不断地冲击魏州城 魏州城城头之上 李秀宁与田流安指挥士兵剑如雨下 刘黑踏挥下那些攻城的士兵 则有不少直接倒在了攻城的道路上 不少重剑以后的士兵都在哀嚎 甚至有的本来还有救 就被后面冲上来的士兵给践踏而死 此时魏州城下的泥土都变成了红色 鲜血汇聚成了水洼 不停地被践踏飞溅 整个魏州城东门外的战场 直接就变成了血肉绞肉机 刘黑踏手下屏着盾牌的士兵 掩护着扛着云梯的士兵往城墙从 而城上的士兵则是弯弓搭建 不停地射杀这些想要靠近城墙的士兵 有些士兵已经来到了城墙下 竖起了云梯 直接搭在了魏州城的城墙上 守卫夺口的士兵 直接开始往下抛滚木类士一类的东西 有的更是一脚踢倒云梯 还在攀排云梯的攻城士兵 直接带着惨叫就跌落下去 怎么还没有信号 此时李秀宁心中已经有些焦急了 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难道军师出了什么事不成 李秀宁不住地四处观望 这里太危险了 殿下 还是先去城内吧 城下必是死守卫魏州城 田流安也看到了李秀宁有些焦虑的神色 以为李秀宁对于守城战有些不满 敢忙过来规劝李秀宁 再说了 现在城上往下放剑 下面也往城头放剑 有道是 大将军不怕千军 就怕寸铁 这流史横飞的战场 万一哪下伤到了李秀宁 田流安绝对吃不了多着走 秦王殿下也饶不了自己 而且 田流安内心也有些焦急 此时他也想着陆臣 等着陆臣的信号 脑中也琢磨着陆臣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迟迟不见陆臣的信号 一直在帮着守城的方琪跟孟姬 也是内心焦急 他们也在等陆臣的信号 军师不出了什么事吧 一刀砍倒一名爬上城头的士兵 方琪抹了一把脸上被剑射的鲜血 扭头冲着在身边 同样砍杀敌兵的孟姬说道 不可能 军师的本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孟姬抬起一脚 把一名爬上夺口的敌兵踢了下去 估计是什么事担的了吧 孟姬也是有些担忧地说道 这工程讲究一股作气 现在正是流黑踏军士气鼎盛的时候 看着如潮水一般 涌向魏州城的部队 苏定方也在不停地环顾四周 等待着陆臣的信号 哀嚎声 喊杀声 直冲天际 当真是赤色沙场碎铁衣 城东以和树重围 怎么还没有信号呢 站在城头的李秀宁 看着城下 魏州城外山坡上 趴在一块巨石之上的陆臣 端着狙击枪 透过瞄准镜 在搜索着流黑踏 终于在帅子旗下面 找到身穿金甲 骑着青黑色战马的流黑踏 这么亮眼的颜色 真是太显眼了 想不注意他都不行 何况他身边 还有那么大的帅子旗呢 陆臣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拇指 测试了一下风速 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距离流黑踏 大约900米左右 这个距离用M99式狙击步枪 陆臣相信 一枪干掉流黑踏不费劲 但是苏定方哪里去了 陆臣开始用瞄准镜 搜索苏定方 终于在流黑踏的左后方 看到了苏定方 苏定方此时 距离流黑踏 大约一匹马左右的身位 看来这家伙 似乎也有所准备了 透过瞄准镜 陆臣看到苏定方的目光 始终锁定在流黑踏身上 既然都准备好了 那就送流黑踏归天吧 看着依旧意气风发般 指挥工程的流黑踏 陆臣冷笑了一声 此时战场上的喊杀声 已经自动从陆臣脑中 过滤了出去 陆臣此时屏息静气 调整着呼吸 透过八倍光学瞄准镜 死死地盯着流黑踏 终于陆臣扣动了狙击枪的扳机 喊杀震天的战场 掩盖住了狙击枪的枪声 陆臣透过瞄准镜 就看到流黑踏胸口鲜血飞溅而出 整个人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样 直接从胯下的马匹之上 被撞飞了出去 而跌落的位置 恰恰就是苏定方身旁 陆臣一箭一枪击中流黑踏 直接掏出提前准备好的信号枪 冲着天空就是一枪 一枚红色的信号弹 直接飞升而起 挂在了天空之上 出现了 当高高的天空出现 红色信号弹的时候 李秀宁 田刘安 方启 孟计 以及身处流黑踏军中的苏定方 都是心中一喜 与此同时 苏定方也看到了 被陆臣一枪击飞的流黑踏 此时的流黑踏 躺在地上声息皆无 刚才还一起风发 指挥工程的流黑踏 此时 胸口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鲜血就跟全眼似的 咕嘟咕嘟的往外冒 大理 这两个字 如同一道利闪一般 从苏定方脑中划过 而苏定方也立马明白了 陆臣说的大理 到底是什么了 那就是流黑踏的脑袋 大帅 看着流黑踏坠落在地 流黑踏身边的副将 高声呼叫了一声 而就在这个时候 苏定方直接手起刀落 把流黑踏脑袋给砍了下来 直接举了起来 流黑踏已经扶诛 所有人 想者免死 苏定方一手持马朔 一手举着流黑踏的人头 高声喊吓起来 而跟随在苏定方身后的 左路先锋军的各个将领 也是高声喊吓起来 声音传了出去 顿时流黑踏的部队就乱了起来 就连攻城的部队也是一致 因为没有指挥者了 这帮子士兵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攻城的攻势 顿时就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 魏州城的东门 直接放下了吊桥 城门大开 方琪与孟基二人 一马当先的率队冲了出来 后面是李秀宁麾下的5000士兵 出了东门 直接占据住了东门左侧 在后面就是田流安 率领魏州城的士兵也冲了出来 占据了东门右侧 在两军中间的通道上 李秀宁骑着玉狮子 也从东门里走了出来 写着李字与宁字的帅气 迎风招展 响者不杀 15000人的部队 一面逼近刘黑踏的大军 一面高声喊吓 而此时 由于苏定方已经斩首刘黑踏 整个部队的中军已经大乱 一直跟在刘黑踏身边的刘世善 一见哥哥被苏定方砍了脑袋 直接率队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至于带兵能力 更是没法跟苏定方相比 你还我哥哥命来 你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刘世善一面对苏定方破口大骂 一面挥舞着长枪 就向苏定方冲了过来 结果 他还没冲到苏定方面前 就被苏定方身旁的梁文给拦了下来 结果双方交手没几个回合 就被梁文一枪 来了个透心梁 梁文直接双臂叫力 长枪直接就把刘世善 从马背上高高挑起 刘黑踏 刘世善已然扶诛 还有谁想要送死的 尽管过来 虚发揭章的梁文也是杀性大发 直接枪挑刘世善高声喊赫 环视着把自己和苏定方等人 围在当中的一众将官 那些以刘世善为首的 想要给刘黑踏报仇的将官 看到如此凶残的梁文 纷纷勒马止步 甚至有的直接拨转马头 带着手下的脱离战场而去 这面苏定方大闹中军 手下众人不断呼喊着刘黑踏 刘世善已死 想者免死的口号 另一面 李秀宁的大军则是步步紧逼 同样高喊着 想者不杀 两面夹击之下 很多士兵直接放下了兵器 乖乖地站在原地 然后就不断有魏州城的士兵 出来看管这些俘虏 此时苏定方则是率领着梁文等人 手持刘黑踏与刘世善两兄弟的人头 从中军冲了出来 直接来到了李秀宁面前 第六十三章 苏定方详堂 罪名苏定方拜见平阳公主殿下 苏定方将刘黑踏与刘世善的人头放到一边 一撩群甲直接跪倒在地 如今刘黑踏已死 叛军的军队建制也就荡然无存了 因此苏定方这个被刘黑踏任命的左路先锋官也就毫无意义了 故此苏定方自称 罪名一点错都没有 再者说了 你的官也是叛军匪首刘黑踏任命的 难道还能用这个官衔来觐见李秀宁吗 那让李秀宁怎么想 对刘黑踏还念念不忘 你投降以后是不是还要反 这都是苏定方要考虑的 因此直接称自己未明也算是讨了一个巧 同时也算是告诉李秀宁 表明在下确实是来投诚的 苏将军能够弃暗投名 本宫很是欣慰 李秀宁坐在马上看着苏定方 30岁左右的苏定方 那也是浑身一团阴气 别看身上的有不少血字 但也挡不住苏定方的鹦鹉之气 再加上颇有些帅气的面容 也博得了不少李秀宁的好感 而等暂且跟在本帅身边 至于如何处理 待这一战结束再说 李秀宁直接下令 苏定方等人当然无有不从 纷纷翻身上马 来到李秀宁的身后 只不过苏定方几人 并没有聚在一起 而是被分隔开来 基本上每个人身边 都会有两个人看着他们 还没有找到军师吗 李秀宁秀眉微醋 转头询问陆秋明 看信号的方向 是从西南方向的山林里出现的 方启跟孟继两位将军 已经带人过去查看了 应该会找到军师 听到李秀宁的问话 陆秋明赶忙应道 冲出魏州城的第一时间 方启和孟继 就带着那一路跟来的五十来人 直奔陆成发射信号的山坡而来 而此时陆成则是忙着拆卸狙击枪 重新用包袱包好 鞋背在身上 既然攻城 那就该身退了 陆成翻身上马 骑着黑风一溜烟的 就开始往魏州城方向跑 就算是要去找李秀宁 也得从魏州城那边走 总不能直接一脑袋扎站场里吧 而且事情已经结束 一切也都按照计划进行着 陆成就骑着黑风溜溜达达的出了山林 往魏州城南门走去 而这一溜达 正好与前来寻找 他的方启和孟继 直接擦肩而过 至于战场方面 田流安也是带着魏州城的一万军士 与刘黑他的残部接了火 有翔的自然是放过 当然也有顽抗到底的 这就让田流安有了用武之地 这都是军功啊 既然不肯投降 那就不能怪田流安下狠手了 当然 这也不过是负于顽抗而已 也就一个多时辰 战场就已经没有之前的喊杀震天 只有伤兵的身影和满地的鲜血 大帅 并未发现军士踪迹 就在李秀宁命令士兵打扫战场的时候 方启跟孟继带着那五十来名军士 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 见到李秀宁 孟继翻身下马 捅李秀宁禀报 难道 见方启与孟继二人并没有搜寻到陆城 李秀宁顿时脸色一变 心中不由地生起不祥的念头 莫非军师遭遇了不测 还是直接就飘然离去了 李秀宁在心中不停地揣着着 反正不管怎么想 李秀宁都是往坏的方面想 就没想到陆城会从魏州城出来 就在李秀宁心中不断翻动各种不祥念头的时候 后军一阵喧哗 吵吵什么 后军的喧哗自然也引起了李秀宁的注意 本来方启跟孟继没有找到陆城 就让李秀宁心情不佳 如今部队大肆喧哗 就更让李秀宁心中不爽 李秀宁直接转头怒喝一声 结果李秀宁一转头就愣住了 就见后军自动分开一条道路 一身迷彩服 背着黑色长条包袱的陆城 正骑着黑风悠哉悠哉地冲着自己走来 陆城那一身怪异的装束 娘子军哪有一个不认识的 因此见到陆城从魏州城里出来 这才都嘲嚷了起来 君士 你这是 李秀宁越发觉得陆城有点神出鬼没了 明明信号是从西南方向的山里发射的 但是本尊却是从魏州城里出来的 此时的李秀宁明显地忽略了时间差这个概念 也忘记了魏州城是有四个城门的 见过大帅 陆城翻身下马就要给李秀宁建立 君师勉劣 见到了陆城 李秀宁心中一块大石也算落了地了 也直接翻身下马 阻止陆城给自己行礼 而一旁刚刚投降的苏定芳则是吃惊地看着陆城 他知道陆城是娘子军的军师 但是他没有想到 陆城居然在李秀宁心中地位如此重要 见到陆城居然翻身下马迎接 军师 你没受伤吧 李秀宁直接关切地问道 在下并无任何损伤 多谢大帅关心 陆城笑着回应李秀宁 君师无事便好 传令 收兵 见陆城确实无恙 李秀宁直接下令收兵 至于打扫战场 归至俘虏的事情 李秀宁都交给了田流安去做 田流安赶忙领命去办 这也算是功劳了 此次魏州城一战朱杀刘黑他兄弟 虽然田流安肉吃不上 但是汤总是能喝一口的 更何况 田流安并没有与陆城交恶 相信陆城也会给自己美颜几句吧 田流安一个我懂的眼神 顿是田流安心中一喜 尽管田流安是秦王李世民一系的 但是未来的李唐天下 终究是要李世民掌管的 跟未来的道国公搞好关系 总是好的吗 回城之时 陆城本来是跟在李秀宁身后的 结果李秀宁硬是让陆城 跟自己并驾而行 这一幕可是羡煞了旁人了 谁不知道 这位平阳公主在李唐的地位 能够跟她并驾齐驱 那是多大的荣誉 可惜陆城并不在乎这些 既然李秀宁让自己陪着 那就陪着呗 随着李秀宁进城 两旁道路上 已经有魏州城的百姓 自发的家道相迎 毕竟李秀宁的到来 保住了魏州城 让魏州城的百姓 免遭刀兵 在老百姓的眼里 你能保护他们 你就是他们的英雄 就是他们的信仰 公主殿下威武 唐君威武 也不知道是谁先喊的 总之一瞬间 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 就飘荡在了魏州城的上空 端坐于御狮子之上的李秀宁 则是冲着道路两旁的百姓 挥手致意 回到总管府 李秀宁端坐于主位 左手边则是陆城 然后则是其他的将领 至于苏定芳等人 此时则是站在门外 虽说没有五花大榜 但是也是有兵丁在看守着他们 苏定芳等人 倒是没有什么不满 毕竟自己是降将嘛 虽然斩首了刘黑他兄弟 但是人家小心谨慎一些 也是没什么毛病的 因此苏定芳等人 倒是很安心 军师 记得你临行之际 提到要找一个人 此人可曾找到 李秀宁看着陆城问道 找到了呀 这不现在就在门外呢吗 陆城笑着指了指 站在门外的苏定芳 就是此人 长得倒是一表人才的 李秀宁再次打量了一下苏定芳 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让他进来吧 李秀宁冲着门外招了招手 听到李秀宁的召唤 苏定芳迈步走进大厅 此时苏定芳已经脱掉了那身假皱 只穿着内衬军袍 进到大厅 撩一惊跪倒在地 草民苏定芳 拜见平阳公主殿下 苏定芳的声音 充满着不卑不亢 李秀宁看着跪倒在地的苏定芳 而今详堂 更是阵前斩杀叛贼刘黑榻 本是大功一见 奈何尔身份有别 而今只能等待本宫上奏朝廷以后 方可定夺 至于尔如今在营中的职位的话 李秀宁扭头看了一眼 老神在在坐在一旁的陆城 而就先跟在陆先生身旁吧 本来还担心李秀宁会把自己关起来 等到他上书朝廷以后 再来定夺如何处置自己 没曾想 李秀宁直接把自己交给了陆城 毕竟 这是苏定芳在娘子军中最熟悉的人了 哦 陆城听到李秀宁的话 直接转头看向李秀宁 让苏将军跟着我 可是有些大才小用了 陆城笑着说道 毕竟这是一人灭三国的狠人 陆城将苏定芳整过来 也不过是想要帮帮李秀宁而已 没成想 李秀宁居然把苏定芳推给了自己 作为本帅的军师 陆先生也该有自己的卫队才是 其实 陆城带着那一对人马出征的时候 李秀宁就已经有了 想要把这对人马 给陆城做卫队的想法 正好今天 陆城又招揽来了苏定芳 李秀宁也不介意 直接做个顺水人情 至于李秀宁说的 上书朝廷 然后再定夺苏定芳职位的是 李秀宁其实也就是怕 直接让苏定芳跟着陆城 在军中造成不必要的风言风语而已 李秀宁自己就有任命官职的权利 至于上奏 也不过是送个捷报而已 自今日史 方启 孟继 以及张友 苏定芳等人 接任之于军师卫队之中 没等陆城说话 这时就被李秀宁给定了下来 第六十四章 军师此言果然精辟 陆城也不客气 直接拱手感谢李秀宁 多谢大帅厚爱 不知在下这支卫队番号为何 不管是什么部队 总得有个番号不是 这几人又不是自己的家将清兵 只是李秀宁赐予了卫队干部 陆城可没有傻到会 直接把这几人当成家将来用 说白了 这些人就是李秀宁派来保护陆城的 东宫太子李建成有东宫六帅 秦王李世民有天策军与悬甲军 而李秀宁有自己的娘子军与禁卫军 陆城这个卫队也得有个番号才好 总不能就叫陆城卫队吧 那玩意也太low了 这支卫队 以后就是军师的亲军 至于名字军师自己决定 然后告知本帅即可 李秀宁这话一出 让陆城自己有命名权 就相当于直接把这支卫队 包括这几个将领都送给陆城了 那在下这支卫队 就以贝维二字命名好了 陆城突然想起了南宋名将 民族英雄岳飞的贝维军 岳飞是陆城的偶像 现在陆城就准备借用一下 岳元帅的贝维军的名号 当然 陆城也不会辱没了这个名号 后来威震天下的贝维军 也就在此时成立了 贝维 听到陆城说的名字 李秀宁稍微愣了一下 不知军师为何要取如此之名 燕北之人称呼九平为为 而大将九平必令清姓人复之 因此 贝维乃是对清姓之人的称呼 金大帅将此卫队赐予在下 以后 他们便是在下的清静之人 因此以贝维二字命名 陆城冲着李秀宁解释道 哦 原来如此 李秀宁听到陆城的解释点了点头 那以后 你这支卫队 就称作贝维冰吧 其实 贝维二字 还有一个来源 就是源于西夏的牙头贝维一词 西夏源于党项人 在党项语中 龙 鹰 也被称作为 而蛇子的毒鹰 则是与贝相近 因此 贝维军 又可以被称作龙蛇之君 当然 这里涉及到龙的问题 都说皇帝是真龙天子 陆城如果把这个解释说出来 很容易引起李秀宁的不快 因此 这第二个解释 陆城就没有说出来 多谢大帅赐命 虽然这个名字是陆城起的 但是没有李秀宁的同意 也用不了不适 因此 陆城还是要感谢李秀宁 能同意他用这个名字 当然以后李秀宁 也会为今天的决定感到自豪 毕竟名满天下的贝维军 可是他给命名的 随着陆城感谢李秀宁 方启 孟继 以及苏定芳等人 也齐齐地冲李秀宁谢恩 同时目光灼热地看向陆城 这位以后就是他们的领头人了 而且 贝维二字的含义 也是让众人心头一热 军师这是多信任自己 才会用贝维二字 给亲位取名 而方启等人 那带着丝丝灼热的目光 直接看得陆城心里直发毛 不就是个名字吗 用得着用这么狂热的眼神 看自己吗 报 就在这时 外面有卫兵进来禀报 说 李秀宁直接看向前来禀报的士兵 魏州总管田流安 在外面求见 卫兵单膝跪地禀报 跟着李秀宁回来的 自然是娘子军的一众将士 还有就是苏定芳等人 至于田流安 则是接了李秀宁的命令 再进行收尾工作 喧 李秀宁冲着卫兵微微汗手 卫兵起身出门 功夫不大 已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的田流安 从门外走了进来 臣 魏州总管田流安 见过平阳公主殿下 田流安躬身对着李秀宁失礼 田流安之所以称李秀宁为平阳公主 是因为别看李秀宁统领着偌大的娘子军 而且娘子军一众将士 也都经常称呼李秀宁为大帅 但是实际上 李秀宁并没有什么兵马大帅的头衔 他的头衔依旧是平阳公主 因此田流安只能称呼李秀宁为平阳公主殿下 田总管免礼 李秀宁淡淡地看着田流安 田总管应何来找本宫 启禀殿下 城外战场已经清理完毕 敌军尸首已经掩埋 我军受伤将士正在进行诊治 只是我军阵亡将士 还有那些 祥军该如何处置 还望殿下试下 田流安再次施力问道 不是田流安不想处理 实在是这祥军数量有些过大 这一战俘虏的刘黑他的部下将官就有十几个 至于士兵和那些名夫 除去被带着逃跑的 留下的也有四五万 他这魏州城可容纳不下这么多人 军师 你对此事如何看 李秀宁转头看向陆臣 毕竟整个计划都是陆臣安排的 这后续工作自然也得陆臣安排才好 将士就照例进行抚恤 至于那些降兵与降将的话 如果愿意继续当兵 可以留在军中 当然要打散编制 重新编排队伍 而不愿意继续当兵的 可以发放陆费 让其回归故里便是 陆臣看向李秀宁 等待着李秀宁的抉择 其实陆臣何尝没有其他想法 只不过这些想法 现在想要实施起来 实在是太困难了 再加上 本是此地也不是能够一世之所 陆臣也就把其他念头埋在了心里 不过也幸好 此次魏州城之战 主要是刘黑榻单方面大乱 伤亡也大多集中在刘黑榻的乱军之中 而魏州城守军的伤亡 主要是后期对付那些 富于顽抗之人时造成的 并不算太多 也就几百人 至于娘子军这面 可以说是灵伤亡 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 是保护李秀宁 因此对付那些 富于顽抗之人时 娘子军的士兵 并没有进行战斗 嗯 军师所言有理 就按照军师所言去办吧 田流安 你明白了吗 李秀宁也同意了陆臣的安排 直接命令田流安 遵照执行就是了 田流安见李秀宁都这么说了 只能领命而去 对于那些降将和降兵 李秀宁似乎并没有太大兴趣 这面田流安 处理降兵降将的时候 李秀宁再写了一封奏书 让人送往朝廷以后 就命令部队开拔 直接回转娘子官而去 甚至在魏州城 都没有多停留一天 李秀宁与陆臣等人 拍拍屁股走了 田流安有些梦了 这么多降兵降将 李秀宁就这么扔给自己了 整合这些降兵降将 那也是有功劳的 李秀宁就这么走了 难道他就不怕 太子和秦王派人过来 瓜分这些人 不要小开这三四万人 不论这些人落到 太子李建成手里 还是秦王李世民手里 那都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田流安是李世民一系的 自然是想要把这些人 送给李世民 但是李世民现在远在秦州呢 而离这里最近的 则是身处幽州的李建成 魏州城之战这么大的事 肯定是瞒不过李建成的 看到自己这里 有这么多降兵降将 李建成肯定得过来奋一杯羹 田流安在书房里来回夺步 思考着 如何才能拖住李建成 让李世民来接收 这些降兵降将 思考了许久 田流安马上开始奋笔记书 然后打开书房门 招了一个下人过来 让其快马加鞭 前往秦州 给李世民送信 至于报级的奏书 则是早前已经有人 送往朝廷那边去了 君士 你说大帅 为何不要那些降兵降将啊 有了那三四万人 咱们娘子军 不就更加壮大了吗 回娘子官的路上 方起追上陆臣 在陆臣身边 一脸惋惜地说道 定方 你告诉这个憨惑 大帅为何不要那些降兵降将 陆臣直接给了方起一个白眼 然后让苏定方 回答方起的问题 方将军 苏定方冲着方起一拱手 毕竟他现在的身份 只能算是陆臣的清兵统领 跟方起的职位 还是没法相比的 再加上 他乃降将出身 自然要对方起一礼相待 大帅不要这些降兵降将 一在下看来 那是明智之举 别看这些人也算是士兵 但是跟娘子军比起来 那就是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再多 不也是乌合之众 再加上 说句不好听的 我本身就是那面出身 太了解那些人了 说实话 刘黑他的队伍 大部分都是一些泼皮无赖 这些人让他们打架结舍还行 真要入行武 每日操练的话 这三四万人 最后能留下一万人 就已经不错了 苏定方有些不屑地说道 因此大帅如此作为 也在情理之中 哦 听到苏定方的话 方起直接嗷了一声 那这帮人按照军师的话讲 就是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行的人呗 苏定方直接冲着陆成一拱手 老苏啊 你这浓眉大眼的家伙 怎么也开始拍马屁了呢 陆成无语地看了苏定方一眼 历史上不是说 苏定方治军严谨 勇武过人的吗 这怎么还开始拍马屁了呢 属下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军师对于刘黑踏挥下士兵的总结 实在太到位了 一句话就到出了这些人的本质 令属下不得不佩服军师的眼力 苏定方脸不红心不跳地 继续攻为陆成 郝玄没把陆成给攻为的 从马上掉下去 第六十五章 天机不可泄露 经过五日的行军 李秀宁与陆成率领着一众娘子军的将士 回到了娘子关 而此时 不论是太子李建成 还是秦王李世民 都已经得到了 关于魏州城一战的消息 此时 已经回到长安天策府的李世民 看着手里田流安送来的奏报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这三姐还真是厉害 兵不屑任地就收拾了刘黑踏 姐夫 你这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 放下手中的书信 李世民忍不住调侃了 坐在左手一旁的柴少 柴少与李秀宁两人感情极好 只可惜 现在为国征战 事据少离多 如今的柴少不仅仅是驸马 是李世民的姐夫 更是霍国公 四十亿一千二百户 并任郑三品右萧卫大将军一职 此次李世民 西出秦州 正面拦截协力可汗 作为右萧卫大将军的柴少 自然是要随军而行 尽管对于自己妻子 能取得如此大胜 心中很是欢喜 但是表面上还是不能表露出来 盲拱手笑道 公主殿下向来温婉 何来末将日子不好过一说呢 是 是 家丑不可外扬 想安老成就不怕老婆 已经身为肃国公的程咬金 则是在一旁帮腔说道 只不过程咬金这话一出口 众人纷纷笑了起来 谁不知道 整个天策府 如果说怕老婆的话 房玄陵绝对是第一 而第二就是这个承之节了 好了 不要说笑了 对于我三姐军中的这个军事路程 诸位有何看法 李世民倾咳了几声 跟着环顾了一下众人问道 此人有定国安邦之才 一直端坐在一旁的李淳风 直接来了一句 一身倒是打扮的李淳风 向来在这种天策府会议的时候 都不太发言 而且他现在的身份 也仅仅是天策府的 一名济世参军 正常来说 这种职务的人 连参加这种会议的资格都没有 偏偏整个天策府 包括李世民在内 都没有人敢于小乔这位道爷 都说房谋度断 在天策府的时候 房旋林与杜如慧 就已经是崭露头角 此次会议 自然也有着二人的位置 不过显然他俩的作用 跟李淳风不同 更何况 每次李世民出征以前 必然会找李淳风密谈一番 至于说的什么 却无人知晓 直到李世民荣登九五至尊之位以后 李淳风在朝中献身的次数 就逐渐少了起来 更多的时间 是跟袁天刚在一起 研究新斗数数 紫薇斗数 算术一理等等这些东西了 现在李淳风居然说 陆尘有定国安邦之财 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 俺不觉得 那陆尘有如李道长所说的那些才能 在俺看来 他不过是有些小聪明罢了 这次说话的是玉池公 嚎声粗气地说道 语气中颇有些不服气 咋的 你这铁匠会打个马蹄铁 马蹄钉就不服气了 就你那狗脑子里 能想出这些东西 程耀金直接也语起了玉池公 玉池公原名玉池靖德 玉池公是他的次名 由于长相屈黑 再加上是打铁的铁匠出身 所以 程耀金经常称呼他为老黑铁匠 被程耀金一言语 玉池公顿时就开始冲着 程耀金吹胡子瞪眼 撩衣服晚袖子 咋的 不服啊 来啊 练练啊 二哥 你也甭拦着他 今天他要敢答案 俺就敢上奏朝廷 就说玉池公殴打国公也 程耀金一副你打我呀的表情 而另一边 一国公秦琼 则是拦住了腰过去 奏程耀金的玉池公 看着这帮子武将又要开闹 李世民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轻声咳嗽了一声 势意不要胡闹了 这还有正事要谈呢 程耀金跟玉池公 这才停下了手脚 可惜两个人还是互相几枚弄脸的 其他人也懒得管这两个憨货 只能当作没看见 道长 何出此言 虽然李淳风在天策府 有既是参军的职位 但是在称呼上 从李世民到下面所有人 一律都是称呼其道长 天机不可泄露 评道只能说 有此人于大唐 有大大的益处 李淳风浮沉一水 微微一笑说道 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评道好友 近日应该会与那陆陈一物 说到这里 李淳风便不再言语 这老道 说话竟说半截话 看着李淳风 一副闭目养神的模样 程耀金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不过程耀金也不敢说得太过分 别看他敢跟玉池公 跟那些文官干架 甚至有时候 还跟李世民急吃白脸一番 唯独不敢惹李淳风 主要这家伙太邪性了 谁知道他整点什么手段 就能诚挚得你欲哭无泪的 这种人程耀金 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能不得罪 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别看程耀金 一副魂不令的样子 但是什么人能得罪 什么人不能得罪 他是文青 既然道长如此说了 那就慢慢来吧 李世民叹了口气说道 李世民没想过 招揽陆成过来吗 想过 但是陆成现在是娘子军的军师 一个当弟弟的 跟姐姐抢人 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而且自己姐夫 还在自己这里 给自己帮忙呢 这直接就挖人 柴上那也说不过去啊 李世民只能把这个心思 按在了心底 就盼着有一天 能见到陆成 到时候 要是陆成自己 想要过来帮自己 是不是自己姐姐 就没啥话说了呢 对了 田流安来信说 此次魏州城一战 可是俘虏了 降军三万余人 诸位有什么看法 李世民低头扫了一眼 自己面前书案上的信件 看着一众文武问道 冷兵器打仗打的是什么 数量 虽然也有精兵强将一说 比如李世民手下的 三千悬甲军 那都是以一当百的存在 三千悬甲破十万 那不是开玩笑的 但是这种兵养起来也贵啊 要知道 唐朝的后勤保障 可没有现代丰富 那真是用乘车乘车的 铜钱堆出来的 就连天侧府这家大业大的 也只能喂养出来 三千悬甲军 要是都按照悬甲军的 标准养兵 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 根本上 现在还是谁人多谁说了算 因此 现在卫州城的 这三万余人的降军 就是一块肥肉 不管是李建成 还是李世民 谁把这些人吃下去 就变相地削弱了对方 而且一正一反之间 就相当于 比对方多了六万人马 李世民怎么可能 不掩热这三万多降军呢 同理 另一边在幽州坐镇 还没有返回长安的 太子李建成 也得到了奏报 自然也要对 这三万多降军下手 但是现在也有个问题 就是 这三万多降军 是李秀宁抓的 别看现在是田流安在管理 但是这场大截 说实话是人家李秀宁的 更直接一些 这整个大截 都是人家 娘子军军师 陆臣策划出来的 不然哪来的三万多降军 只怕这时候 魏州城还打得热火朝天 血流成河呢 因此 这三万多降军怎么分配 得看人家李秀宁的脸色 别说什么皇帝李渊 下令分配啥的 为了照顾自家丫头的心情 估计李渊 会直接把这三万多降军 直接划给李秀宁 这时自然有人会提醒 李建成的就是魏征 殿下 只怕想要拿下这三万多降军 还要平阳公主殿下首肯才行 李世民话音刚落 居于墨西的房玄陵师里说道 毕竟他此时的官职 可不是尚书左仆叶梁国公 而只是一个天策府的济世参军 从职位上 他本没有资格参加本次会议 能够参加议事 也是李世民首肯特许 因此 他的位置是在众文武之后的位置 难道陛下不会直接下旨吗 反问房玄陵的是长孙无忌 作为李世民的大舅哥 他的位置自然是文武众人靠前的位置 长孙无忌话里的意思 自然是让李世民上书 跟李渊讨要这些祥君 伏羁兄 此言诧异 因为此时的长孙无忌 也仅仅是北道行军点签 而这个官是李渊给的 在天策府 他并无职位 而且说实话 他的官职还不如房玄陵 只不过 他能够得到靠前的位置 也不过因为 他是李世民的大舅哥 所以房玄陵称呼其 伏羁 倒并没有什么轻视的意思 倘若此次大劫 乃是秦王殿下所得 陛下直接绕过殿下 直接下旨 说是这一众祥君 直接让太子 或者平阳公主接手 殿下心中作何感想 房玄陵不卑不亢地继续说道 但是并没有把话说得太透 如果在下所料不差的话 这三万余祥君的归属 只怕还要着落在 平阳公主的一句话上 相信不久 就会有陛下的旨意下达了 房玄陵说到这里 就不再说话了 而是回归本位 但是在场的那都是人精 谁听不懂房玄陵话里 是什么意思 克明 对于此事 你有何看法 李世民看向杜如慧 既然有了房玄陵的谋 就不能少了杜如慧的段 回殿下 臣下也觉得 玄陵所言不差 为今之计 是尽快派人前往娘子关 毕竟太子此刻坐镇幽州 距离娘子关更近 只怕池则生变 杜如慧失礼说道 第66章 右眼皮跳 克明 你的意思 是不是咱们要提前做准备 不要等着陛下下旨再行动 这话是秦琼问的 而秦琼这话 明显也是替李世民问的 另外 克明 你觉得派谁去何事呢 在下以为 此番前往娘子关之人 非诚之杰成将军莫属 杜如慧直接冲着李世民 躬身失礼说道 直接 你可愿跑一趟 李世民直接看向程咬金问道 末将愿望 只是俺觉得 四昌比末将合适吧 毕竟四昌乃是平阳公主的驸马 要是论远近的话 只怕除了殿下 就属四昌关系最近了吧 程咬金直接有些疑惑地问道 毕竟亲戚有远近 朋友有厚伯 要论与平阳公主的关系 除了秦王李世民这位三弟之外 只怕最亲近之人 就是柴少这位驸马了 程咬金不明白 为啥单单让自己去 你也知道 霍国公与公主殿下的关系 而公主的脾气 你又何尝不知 柴驸马去了 只怕反而不好说话 更何况 你此次前去 最主要的对手 可不是公主殿下 而是太子那面敌人 一旁的房玄陵如何不明白 杜如辉为何要指明成之截去 要说这种谈判抢人的戏马 还必须给程咬金 这种不要脸的混不吝才行 房玄陵都解释得这么清楚了 程咬金哪还不明白 自己要干嘛去 这是跟太子那面抢人啊 尽管说是三万余人 但是这里面也是参差不齐的 那是有老有小混杂一起的三万多人 这选人抢人 那也是技术活 而且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 恐怕这三万余人 就算公主殿下同意给 也不会全部都给咱们天策府 到时候 就是肃国公的用武之地了 房玄陵笑着说道 房玄陵都解释得这么清楚了 程咬金哪还不明白 自己要干嘛去 这是跟太子那面抢人啊 尽管说是三万余人 但是这里面也是参差不齐的 那是有老有小混杂一起的三万多人 这选人抢人 那也是技术活 就算是只能拿一部分 那也得把好的挑回来 末将灵命 程咬金一抱拳 直接转身离开了天策府一世殿 伴随着程咬金的离开 李世民又与一众文武 说了一些别的事 也就散了 程咬金直接回到肃国公府 正在房中坐着女工的夫人孙氏 见程咬金回来了 赶忙迎了出来 与此同时 程咬金的两个儿子 程处墨与程处亮 也赶忙过来 给自家老爹建立 夫人 为俺准备一些礼品 俺要出趟远门 程咬金一面喝着下人送来的茶汤 一面说道 这是要去哪啊 自从嫁给程咬金以后 孙氏一直也没有过几年安生日子 现如今 李世定顶天下 丈夫贵为肃国公 自己又被封为肃国夫人 本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 哪成想 这叛乱四起 还有突厥作乱 丈夫依旧是东征西讨的 本以为这次程咬金 随着李世民征讨协力可汗归来 能够安稳下来 结果程咬金一回来 就让自己备礼品 肯定是又要出门 还要带上两个孩子 孙氏难免要问上一句 去趟娘子官 秦王殿下 让俺去探望一下平阳公主殿下 没什么大事 程咬金自然也知道 夫人是关心自己 何况此次前去 并没有什么刀兵之事 也就淡淡地解释了一句 哦 那我这就去准备 孙氏一听 是要替秦王去探望平阳公主 赶忙麻溜地去准备礼品去了 平阳公主的大名在大唐 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这里唐能得天下 平阳公主居功甚伟 当真是金国不让须眉 程家如果能跟此种人物打好关系 对程家只会有好处 不会有坏处 玄成 魏州城一战 你如何看 此时坐镇幽州的李建成 也招了魏征到境前询问 此战大劫之功 必然是要归于平阳公主殿下 但是围臣最为在意的是 娘子军的军师陆臣 此人不可小觑 魏征冲着李建成失礼说道 哦 听到魏征的话 李建成的眉毛微微一挑 对于陆臣在娘子军的所作作为 李建成自然也是知晓的 何况马具已经开始在军中推广 只不过 那酒精和生理盐水的提炼 相对于娘子军来说 其他部队想要制作 还是比较费劲的 更何况 本身现在粮食和盐也不足 就没有得到普及 一方面 陆臣的治炎流程 除了老黄那几个衣冠以外 其他人还真就没掌握 另一方面 李秀宁也严禁治炎之书外传 所以 酒精与生理盐水的推广 也就封锁了 玄成如何看待陆臣此人 李建成看着魏征问道 此人有旷室之才 单单马具的发明 就提高了我大唐部队多少战力 而且 此人出口成章 显然满腹经轮 若能为殿下所用 可稳操胜劝矣 魏征回道 难啊 李建成叹了口气 此人明显毫无出事之心 不然当初也不会因我三妹 执意挽留 这才做了娘子军的军事 对于陆臣如何成为 娘子军的军事一事 明显李建成已然知晓了 陆臣在李秀宁极力挽留下 陆臣才勉为其难的 成为了娘子军的军事 而这刚一上任 就兵不屑任地拿下了 刘黑他兄弟的人头 就这能力 不论是辅佐自己 还是李世民 都能轻易地推其中一个 去到那个位置上 现在主要的问题 并不是这个陆臣 而是魏州城的 三万余人的降军 就算咱们不能全都拿到手里 也得分一部分 相信秦王那面 应该已经有所动作了 魏征直接提醒了李建成一句 现在想要把陆臣 弄到太子这面 明显是不现实的 而且 此时的主要目标是 魏州城的降军 而且 依陈下鱼剑 此次能否拿到 这些降军的关键 还是在平阳公主的身上 至于魏征的分析 也与房玄林差不多 玄城言之有理 不若玄城走一趟 李建成看着魏征问道 唯臣自当领命 魏征冲着李建成拱手失利以后 退了出去 李建成在幽州的住所 是李毅提供的一处府邸 这座府邸 乃是幽州一名富商的宅院 李毅原本是想要邀请李建成 住他的燕郡王府 不过被李世民拒绝了 虽说李世民 没有住在李毅的燕郡王府 不过两人之间的关系 倒是突飞猛进 毕竟在李毅看来 太子这个名号 可比秦王的名号 更接近那个位置 这边魏征也带着人 出发前往娘子关 我这又眼皮老跳 是怎么回事 躺在院子里 躺椅上的陆臣 一面摇着折扇 一面琢磨着 这躺椅 是陆臣从魏州城回来以后 让刘老三找军营里的木匠制作的 结果刚做出来第一个 他刚享受了一个时辰 就被前来这里蹭饭的李秀宁给拿跑了 没办法 他只能让木匠再给自己做一个 而此时陆臣的小院里 什么桌椅板凳算是齐全了 此时陆臣躺在躺椅上 狗娃刘金则是在厨房里切菜 至于切肉的工作 依旧是孟吉来担任 烧炭的依旧是苦逼的方琪 而今天的晚餐自然是火锅 当然也是为了欢迎苏定芳的到来 此时的苏定芳 正坐在陆臣旁边的板凳上 网盆里摘菜 让一个一人灭三国的狠人摘菜 躺在躺椅上摇着折扇的陆臣 想一想都觉得爽 这要是有网络 高低得拍个照发朋友圈炫耀一下 让自己的那些战友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档子 可惜 这里既没有网络 也没有了以前的那些战友 想到这里 陆臣忍不住叹了口气 老苏 你说我这有眼皮总跳 是怎么回事 陆臣转头看向 在认认真真摘菜的苏定芳问道 军师 在下也不知道 不过在下听说 左眼跳喜右眼跳菜 苏定芳看着陆臣 很是认真地说道 呸 没等陆臣说话 端了一盆羊肉出来的孟继 直接脆了一口 老苏 别瞎说 军师那是鸿福齐天的人 怎么可能有灾祸 俺听说这早跳喜 晚跳财 现在是晚上 军师眼皮跳 应该是要发财的征兆 孟继拍着陆臣马匹说道 老孟这话中听 晚上让你多喝二两 陆臣一和折扇 指着孟继称赞了一句 那俺可多谢军师了 孟继说着 还冲着苏定芳挑了挑眉吗 那意思很明显 拍军师马匹 还得是俺孟继 你苏定芳火候还不够呢 看着孟继那嘚子的样子 苏定芳直接给了孟继一个白眼 显然从魏州城回来的这一路上 苏定芳已经与陆臣手下的人 混得很熟了 见到肉和菜已经上桌了 陆臣也从堂椅上起身 招呼一众人等吃饭 就在院子里肉香飘逸的时候 陆臣小院的门被人给敲响了 这李秀宁又来了 一般这个时间点 能来陆臣这里蹭饭的 也就是李秀宁了 陆臣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不过还是走过去打开了院门 但是一打开院门 陆臣愣住了 因为他从来也没想过 自己院门口 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位人物 第67章 袁天刚 陆臣打开院门 看到站在面前的人 陆臣直接就猛了 因为站在陆臣面前的 并不是李秀宁 而是一个中年道人 三缕漆黑常然迎风摇摆 面如满月 细长高挑的身材 外照一身青色道袍 头戴太极冠 手持浮沉 身背宝剑 一派先锋盗补的模样 正微笑着看着陆臣 无量天尊 平道路过此地 闻得院中肉香飘逸 这才不请自来 想要讨杯水酒呵呵 不知居士能否应允 道士一百浮沉 冲着陆臣起手说道 没问题 道长里面请 陆臣赶忙侧身 做了个请的首饰 这个时代的道士 可不像后世的那些 很多就是披了个皮 到处坑蒙拐骗 这个时代的道士 可是有很多世外高人 能人一世的存在 而且面前的老道 一派先锋盗鼓的模样 也不像假的 就算是假的 管顿饭能咋地 多谢居士 老道再次冲着陆臣 打了一个骑手 这才迈步走进了院子 而随着道士走进院子 院子里几人的目光 骑刷刷地集中到了道士的身上 道长请坐 狗娃添一副碗筷 陆臣亲自搬了把椅子过来 让道士落座 并让刘金去给道士添一副碗筷 为请教道长道号 陆臣也落座 直接看着道士问道 哦 贫道黄罐子 道士冲着陆臣微笑着说道 黄罐子 陆臣嘴中念叨了一句 似乎有些熟悉 便在脑中思索了起来 突然 陆臣想起来了 唐朝最有名的两个道士 一个是现在 在天侧府的李淳风 另一个就是 他有着一世一有关系的袁天罡 而黄罐子 则是李淳风的道号 这世上敢冒充李淳风道号的 恐怕只有天师袁天罡了 黄罐子 陆臣挑眉冲着倒是黑黑一笑 李淳风此时 应该在天侧府 不应该在我这里吧 陆臣收起笑容 顿时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 直接把在座的众人都吓了一跳 这是陆臣首次散发这种 有如实质般的杀气 别说其他人 就连袁天罡 都是一脸吃惊的看着陆臣 刚才袁天罡 虽然只跟陆臣打了一个照面 但是尽管如此 陆臣的面相 也不像一个试杀之人 但是这如实质般的杀气 那是 只有经过尸山血海 才能凝练出来的 袁天罡 甚至觉得自己引以为傲的像术 是不是出错了 袁天罡 你此来何为 陆臣的杀气 仅仅是微微一释放 就收了回去 又变成了刚才那如好好先生 一般的模样 甚至让所有人都以为 刚才感受到的杀气 只是一个错觉 只不过 陆臣此时的话语 依旧给人一种冰凉的感觉 陆军师 凭道只是路过而已 难道上门讨杯水酒喝 也要被责难不成 袁天罡 依旧是一副笑模样 摸着自己的三缕常然 是吗 如果只是来与陆某 把酒迎欢的话 陆某欢迎 但是 陆臣说到这里 冲着袁天罡冷笑了一声 跟着啪的一声 把手枪掏了出来 直接拍到了桌子上 如果说 袁道长是来做说客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陆臣说着 抬手就是一枪 直接把远处枪头的一块石头 给打飞了出去 陆臣说着 拎着枪站起身 来到袁天罡身边 附身轻声在袁天罡耳边说道 如果袁道长来者不善的话 只怕你的五行像书 意境悬耀 都要写不成了 陆臣用只有他跟袁天罡 能够听到声音说道 而这声音听在袁天罡耳朵里 不至于天雷乍响和恶魔低语 一脸震惊地看着陆臣 就算陆臣拎出手枪 这种暗器 袁天罡都没有在乎 但是陆臣接下来的话 却是确确实实地 惊到了袁天罡 因为此时 袁天罡也仅仅是有 这两本书的念头而已 而陆臣竟然已经知道了 陆臣说完这句话 依旧是一副笑意满满的模样 轻轻地拍了拍袁天罡尖头 这才回归本位 拿起筷子 招呼大家吃火锅 就在这时 小院的门被人直接推开了 伴随着两列顶盔冠甲 手扶腰刀的卫兵的进入 李秀宁带着夜主与陆丘明 直接从门外走了进来 本来李秀宁还一脸担忧和 怒气冲冲的模样 在街道有人奏包 陆臣院子里有枪声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带着自己的卫队来到这里 结果院门打开以后 却看到陆臣正在吃火锅 而桌子周围 除了他熟悉的人 还多了一个道士 只不过当道士起身的时候 他已经看清楚了来人 袁天罡与李秀宁也有过一面之缘 李秀宁自然是认识袁天罡的 没想到袁道长居然在这里 李秀宁直接摆了白手 两列卫兵直接退出了小院 陆丘明则是过去把院门关了起来 平道见过平阳公主殿下 袁天罡赶忙同李秀宁见礼 冲着李秀宁打了个起手 念了一句无量天尊 道长无须多礼 不知道道长应何来此 此时陆臣自然是把位置让了出来 既然李秀宁来了 主位自然是这位公主殿下的 李秀宁直接坐在了主位上 看着袁天罡 至于闪退一旁的陆臣 则是有一搭无一搭地摆弄着手枪 脸上依旧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只不过眼中金光闪烁 看着袁天罡 那眼神明显是在警告袁天罡 回殿下 平道云游四方 恰好路过这下关城村 被陆先生的酒肉香气吸引 就过来讨口饭吃 袁天罡很是恭敬地应答着李秀宁的问话 不过当袁天罡用眼角余光 偷瞄了李秀宁的面相以后 心中则是暗暗地大吃了一惊 既然如此 那本宫就不打扰诸位的雅信吗 李秀宁虽然也想留下吃火锅 但是这里这么多人 再加上有袁天罡在此 李秀宁怎么好意思留下吃饭 只能起身带着夜主与陆秋明离开了 看着李秀宁离去的身影 袁天罡眼中金光一闪 心中突然感叹 这趟还真来对了 当初袁天罡此时 虽然已然认知火山令 也有说是火警令 但是并没有进长安 而是依旧在一周川中 此次乃是接到一事一有的李淳风的书信 这才来治娘子观 一场小风拨过后 这顿火锅吃得也是颇为安静 吃过火锅 自然是刘金登刘老三收拾桌子 至于苏定方跟方启和孟继 则是去了隔壁的小院 把陆成的小院留给了陆成和袁天罡 毕竟这些人也知道 陆成肯定是有事要跟袁天罡说 陆成与袁天罡对面而坐 两人之间是一张小鸡 小鸡上陆成面前摆着一盏开水 袁天罡面前则是一盏汤茶 在下喝不惯这汤茶 这场死结是李秀宁的必然 以袁天罡的能耐也无法化解 没成想 今日再见李秀宁 李秀宁哪还有什么死结之相 分明是凤凰涅槃之相 以后会一生顺遂 不过当袁天罡坐在陆成对面 仔细地看了陆成的面相以后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哦 陆成听到袁天罡的话 直接挑了挑眉吗 笑着看向袁天罡 在本人看来 公主殿下命不该绝 陆成也摆出一副高深的模样 他总不能告诉袁天罡 老子穿越过来 就找到这么一条大腿 不报警了 难道让老子直接去死吗 此乃天道轮回 先生这逆天改命 只怕会招惹大因果呀 听到陆成这么说 袁天罡忍不住叹了口气 语气中反而充满了担忧 逆天改命 我的到来就已经够逆天了 一个区区逆天改命 又算得何时 您说呢 袁天师 陆成拿起一旁的水壶 给自己的茶盏中添了一些白水 笑眯眯地看着袁天罡 你敢泄露天机 我自然不怕逆天改命了 再说了 就算保住公主殿下的命 对于大唐又会有什么改变吗 影响了那两位的夺嫡 还是大唐的发展 没等袁天罡说话 陆成继续笑着说道 在下知道 袁天师此次前来 定是收到了李淳峰的书信 不然你定不会放弃修书 而从一周川中走出来 正常你该在十年后 才会出川入长安才对 陆成说着 给袁天罡再次添了一勺汤茶 听到陆成的话 袁天罡更加吃惊了 就连自己什么时候 会去长安的事都知道 而且还如此笃定 而袁天罡也曾经给自己沾过褂 得出的结果 与陆成所说不差 只不过他自己得出的结论 是九至十年之后 而陆成则是很笃定的说 他是十年后 第68章 看不透就不要硬看 袁天罡最开始见到陆成的面相 也仅仅是以为 陆成是传说中的命战舞曲 乃是舞曲转世之相 只不过在陆成说过 刚才的一番话以后 突然又觉得自己的推断 似乎出错了 向来无往不利的像术 在陆成这里 竟然失效了 而陆成随口而言之话 竟是比自己还了解自己的未来一般 这是袁天罡最吃惊 和感到恐惧的源头 若不是陆成 并没有表现出对大唐的敌意 那么 陆成绝对会成为天下大乱的祸根 常言道 舞曲转世占紫薇 这句话说的是舞曲转世之人 要么帮着紫薇地心之人成其大业 要么就会取而代之 每个紫薇地心之人身边 都会有舞曲心病之人辅佐 刘邦有张良 刘备有诸葛 只可惜 刘备只有一半的紫薇地心命 因此到最后 也只能成为蜀汉之主 无法一统天下 初见陆成之时 袁天罡就以为 陆成就是命战舞曲之人 只是现在袁天罡看不懂了 因为这时在看陆成的脸的时候 陆成的脸上 已经被一团迷雾笼罩了起来 袁天罡皱眉饮茶 一副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模样 另一只手则是不断地在推算 终于袁天罡突然感觉肋骨发胀 猴头发甜 心中暗道一声 不好 赶忙停止了推算 一丝鲜血顺着嘴角流下 道长 你这喝茶都能喝得吐血 也是没谁了 陆成自然看出来 袁天罡在推算什么 不过这还是 他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 真有人能推算到吐血 以前见到的 那都是在电视剧和电影里 哎 频道道横低威 还是看不透啊 袁天罡掏出手帕 擦拭了一下嘴角的鲜血 苦笑着说道 你能算出来 就见鬼了 老子都不知道 什么跑到这里来的 你能算出来 别看你跟李淳峰合住的推背图 很牛逼 但是那是多年以后 集合两人的能力 才整出来的 陆成忍不住在心中吐槽了一句 看不透就不要硬看嘛 陆成很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强窥天机 只会遭到反噬 还望袁道长 能够保重身体才是 陆成此时也是一副神圣叨叨的模样 陆成可是练就了一身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本事 陆先生说的是 袁天罡将手帕揣进袖笼之中 再次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我说袁天师 你这次来不是就为了见见我吧 把李淳峰拜托你的事说说吧 陆成打开折扇 轻轻摇动了几下 一副准备指点江山的模样 那平道也不瞒陆先生了 此次皇冠子道友 拜托平道来见陆先生 一是想要看看陆先生 二是希望有机会 让陆先生能够帮助秦王殿下 袁天罡也不藏着掖着了 很是痛快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 秦王 陆成听到这两个字 顿时笑了起来 秦王殿下有大地之姿 何须在下相邦 陆成摇着折扇笑着说道 只不过 这得为之路吗 多少会遭受一些非议 陆成这话说的倒是不假 一场玄武门之变 变成了唐太宗李世民一辈子的痛 也可以说是李世民一辈子的污点 是胸求腹的行为 一直被后人诟病 尽管这件事有其的必然性 但是这件事 也确实做的有点很辣了一些 按理说 李建成这个太子 是相当不错的 长相鹦鹉 而且生性仁厚 更是受到各大世家的支持 在反随之时 更是显示了其并不赐予李世民的军事才能 如此一个人 怎么会轻易的就在玄武门被杀了呢 至于李元吉 此人确实有取死之道 但是真的如何是史书说的那般不堪吗 说是瘦小枯干 窄额奸恶 拱嘴作腮 蜀木鹰鼻 但是更是有史书记载 李元吉善使马朔 马朔这东西没有两膀子力气 如何能够使用起来 比如程咬经 史书记载也是善使马朔之人 而程咬经此人 却是长得虎背熊腰 这么一推测 李元吉是真的瘦小枯干吗 更何况 李元吉有善使马朔的如此评价 可见武力值不会低 而且李元吉十五岁的时候 就被李元安排独守兵州 这是武力值低的皇子能够做到的吗 至于李元吉的那些荒唐行为 也多为李世民登基以后所写 至于真实的李元吉究竟是什么样子 谁能知道呢 所以 这么两个人 能够轻易地被李世民在玄武门斩杀 这其中就透着诡异 至于是否要阻止玄武门之变 陆成现在没有考虑清楚 因为其中牵扯的太多 甚至会改变历史的走向 那到时候 自己究竟还会不会存在 陆成心中也没底 所以就一直没有往这个方面想 要不是袁天刚把话题说到这里 陆成也不太愿意考虑这件事 看到陆成说完 就沉默不语 一副思索的样子 袁天刚就知道 陆成这里是不可能去帮李世民了 而袁天刚 其实也算出 李家会有一场大的血光之灾 而如何化解这场血光之灾 袁天刚也一直没有想出办法 因此这件事 袁天刚也没有同李淳峰提过 毕竟袁天刚知道 李世民具有九五之相 这场血光之灾 就是因李世民而起 现在陆成这含糊的话语里 明显也是知道 李家血光之灾之事 只不过 现在却没有任何想要出手的意思 袁天刚也不敢过于追问 陆先生 天色已然不走 评到这就到辞了 袁天刚知道自己再问下去 估计陆成也不会说什么 便起身同陆成告辞 袁道长可有歇息之处 陆成起身相送 评到来时已找好投诉之地 评到这就告辞了 站在小院门口 袁天刚冲着陆成起手说道 既如此 就输在下不远送了 陆成冲着袁天刚拱了拱手 袁天刚冲着陆成再次起手 到了一句无量天尊后 转身离开了 这神棍还真探娘的厉害 看着袁天刚离去的背影 陆成忍不住在心中赞叹了一句 居然能够算出这么多事 能够称作天师 还真不是浪得虚名的 陆成关上院门 就直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然后一头钻到基地里 开始继续恶补历史知识 尤其是关于袁天刚和李淳峰的 可惜对于这俩 神棍的记载并不多 只是这两人留下的著作 则是不守 袁天刚离开陆成的小院 就直接来到了李秀宁的府邸 刚站在李秀宁府邸的门口 就被守门的卫兵 直接给拦了下来 道长此来何为 卫兵看着袁天刚问道 话语之间倒是很客气 毕竟这两个守门的卫兵 可是跟着李秀宁 去了陆成的小院 也见过袁天刚 只是不明白 袁天刚这么晚了 来到公主府邸要干什么 平道袁天刚 来此是想要求见平阳公主殿下 还望两位能够通禀一声 袁天刚浮沉一摆 冲着两个卫兵 打了个起手说道 都说宰相门前三品官 更何况 面前这二人 乃是公主殿下的近卫君 袁天刚说得很客气 两名卫兵对视了一眼 跟着其中一名卫兵 转头看向袁天刚 道长稍后 在下会进去禀报 至于殿下是否肯见你 在下就不敢保证了 卫兵说完 转身进了府邸大门 袁天刚尽力在门前等待 功夫不大 刚才进去禀报的卫兵 从大门内走了出来 道长 殿下请您进去 卫兵恭敬地冲着袁天刚说道 卫兵没有想到 他刚刚禀报给陆副将此时 陆副将就直接去把此事 告知了李秀宁 而李秀宁很是痛快地 就答应了袁天刚的求见 进到大门内 一身侍女打扮的陆秋明 已经等待在了门内 见到袁天刚进来 直接迎了上来 殿下已经在厅内等候道长了 有劳吕居士了 袁天刚冲着陆秋明打了个起手 跟在陆秋明身后 来到了宅邸的正厅 此时 李秀宁穿着一身鹅黄色袖凤如裙 正坐在主位之上 平道袁天刚 见过平阳公主殿下 袁天刚冲着李秀宁 直接打了个起手 袁道长免礼 给袁道长看坐 李秀宁示意袁天刚就坐 谢殿下赐坐 袁天刚在此冲李秀宁行礼后 才坐到了椅子上 这椅子自然也是李秀宁 从陆成那抢来的 当然他可不敢坐实 而是只坐了半个椅子 别看说的 他多牛多厉害 又是天师啥的 但说到底也只是个道士 跟天界比起来 那就是啥也不是 人家可是一言可定生死的人物 不知袁道长如此十分求见 本宫所为何事 李秀宁看着袁天刚 朱唇亲启问道 评到为天界之事而来 袁天刚恭敬地回答道 哦 听到袁天刚的话 李秀宁秀眉微微一挑 带着些许好奇和疑惑 看向袁天刚 不知袁道长所说的 天界之事所指为何 夺敌之事 袁天刚直接说出了这四个字 而这四个字 不至于炸雷一般 直接让李秀宁的脸色 阴沉了下来 第69章 探探他的口风 在听到袁天刚提到 夺敌之事四个字的时候 李秀宁的一张俏脸 顿时阴沉了下来 方外之人的道士了 就算是在天界之内 那也是讳莫如深的四个字 而二王夺敌这件事 也是最让李秀宁烦恼的事情 一面是哥哥 一面是弟弟 手心手背都是肉 李秀宁现在都是 尽量不去想这件事 而袁天刚 居然当着李秀宁的面 把这件事 如此轻描淡写地提了出来 李秀宁怎么可能不恼火 道长 还望慎言 这种话 我不想听到第二遍 李秀宁冷着脸警告袁天刚 大有你袁天刚敢再说一次 就直接砍了你的味道 如果说有人能解决这个事的话 殿下还会如此恼怒吗 袁天刚 似乎别没有因为李秀宁的发怒 而感到胆怯 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只不过 却是用眼睛扫视了一眼屋里的其他人 听到袁天刚的话 再看到袁天刚那胸有成竹的模样 再联想到袁天刚过往的传闻 李秀宁不由地冷静了下来 不过目光依旧有些森寒 盯着袁天刚 希望道长不要诃骗本宫 同时摆了摆手 示意左右之人全部退出大厅 一众仆人退出了大厅 而陆秋明则是在退出大厅以后 直接把大厅的门关上了 并且亲自直接站在了门外把守 道长有话 不妨明说 见左右已经无人 李秀宁这才看着袁天刚 语气森然地说道 殿下请勿心急 记得多年前 平道与殿下曾有一面之缘 殿下可还记得 袁天刚并没有直接说夺敌之事 而是提起 他跟李秀宁曾经见过面 本宫自然记得 道长突然提起此事作甚 李秀宁被袁天刚说的 有种一头雾水的感觉 本来是要说夺敌之事的似的 这怎么突然又转到自己身上了 其实当时 平道就看出 殿下在今年必有一节 且为生死节 只可惜 平道也无法化解 也就没有提过这件事 袁天刚的言语中充满了无奈 似乎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自责 不过转瞬间 袁天刚就恢复了正常 本宫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李秀宁并没有怀疑袁天刚的话 而是好奇地反问了一句 毕竟袁天刚的能耐 虽然他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袁天刚的本事 他是相信的 那是因为 有人为殿下逆天改命了 本是死节之相 此时已是凤凰涅槃之相了 袁天刚说到这里笑了一下 那笑容多少带有自嘲的意味 哦 听到袁天刚的话 李秀宁的美目之中 多了一丝名物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事 不过李秀宁并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看着袁天刚 等待他接下来的话 而平道所说的 能改变格局之人 袁天刚继续淡淡地说道 年前平道侥幸与太子殿下见过一面 据平道观察 太子殿下的寿命 只怕不超十年了 说到这里 袁天刚叹了口气 这听到袁天刚的话 李秀宁心中就是咯噔一下 对于李建成身体的事 他是知道的 而为何会有夺敌之事 他也是一清二楚的 他现在保持中立也是必须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礼堂天下 可是听到袁天刚的话 还是让李秀宁心中有些难受 一道长的意思 本宫是应该向道长所说之人求助吗 李秀宁终于还是出声询问袁天刚 不错 此事已早不宜迟 越早越好 刚才李秀宁的表情变化 已经全都落入了袁天刚的眼中 似乎李秀宁已经知道 自己所指之人是谁了 多谢道长指点 李秀宁直接站起身 冲着袁天刚施礼道谢 殿下窃窃不可如此 这可折煞平道了 一见李秀宁给自己行礼 袁天刚赶忙闪身躲过 既殿下已知此中关键 那平道也算不虚此行了 平道这就告辞了 望殿下早下决断 袁天刚冲着李秀宁打了个起手 转身就往大厅外走去 此时一直在门外负责守卫之责的陆秋明 打开了大门 袁天刚迈步走出了大厅门外 由陆秋明带着离开了李秀宁的府邸 明日探探他的口风 坐在椅子上 李秀宁微微醋眉琢磨了一下 这才起身往自己的闺房走去 至于此时的陆成 已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次日清晨 你这一大早就来我这蹭饭来了 陆成看着方启直接说道 军师 俺倒是想来蹭饭 今天可没那机会了 方启闻着面香 咽了下口水 苦着脸说道 这能看能闻不能吃 简直太折磨人了 不是蹭饭的 你跑我这干嘛来了 陆成放下筷子 拿起一旁的手帕擦了擦嘴 看着方启问道 是大帅让俺来找你的 说是有事找您相伤 方启咽了下口水 说道 行了 你也别在 我这卖惨了 自己去厨房盛面吃去 吃完了 咱们再去见大帅 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 要是急事 估计也不是你来了 陆成直接笑骂了方启一句 军师 这可是您让俺吃的 一会儿大帅要是责怪俺办事不利 您得帮俺说话 方启听到陆成的话 直接一溜烟跑去厨房 功夫不大 就端了一大碗面回来 坐在陆成桌子对面 呼吱呼吱开造 同时还不忘嬉皮笑脸 行了 吃你的吧 陆成冲着方启摆了摆手 跟着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功夫不大 陆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军师 你这是看着面前陆成的装束 天天看着陆成 穿着迷彩装的方启 竟然有些猛 因此陆成穿了一身 天蓝色的剑袖长服 腰横轻玉带 脚上是一双黑色陆皮靴 除了脑袋上 依旧是那一头 稍微长长了一些的寸头外 当真那就是翩翩家公子 一气凌青云 陆成唰的一声 把手里的折扇打开 轻摇了两下 方启冲着陆成一身大拇指 俺觉得 军师现在就跟那些 经常去勾兰瓦舍听取的玩 方启努力琢磨着 对 玩夸子弟一样 对 一样 方启对于自己 对陆成的称赞 很是得意 而方启一句话 就把陆成说的脸黑了下来 怕用折扇 一打方启的脑袋 以后多读点书 那叫顽固子弟 还玩夸子弟 以后每天学习五十个字 走 跟本军师去觐见大帅 陆成摇着折扇 一步三摇地往外走去 方启只能匆忙地喝了几口汤 放下饭碗抹着嘴 蹬在陆成身后 往院门外走去 陆成路上一步三摇地 往李秀宁宅底走去 不是 局势 你穿这样不冷吗 看着陆成 一身有些骚包的天蓝色长服 从另一边带着巡逻兵士 走过来的河畔人 用很无语的表情问道 要知道 现在可是武德武年年末了 已经是入冬的时节了 这帮人穿着羊皮袄都觉得冷 陆成居然还穿了一身长服 这是要风度不要温度吗 这帮人怎么可能会知道 在这身长服里面 陆成可是套了一件保暖内衣 下一身穿着保暖秋裤 怎么可能会冷呢 不冷啊 陆成看着冲着双手直哈气的河畔人说道 毕竟这时候 还没有手套这种东西 稍微不活动 手指就会被冻僵 河畔人不停冲着双手哈气 其他巡逻士兵也是怀里抱着武器 不停地对着双手哈气 这玩意送你了 你巡逻用得上 陆成直接从手上退下来一副手套 递给了河畔人 而此时 方琪跟河畔人以及众人才注意到 难怪陆成能够摇着折扇 还不动手 感情手上还带着东西呢 这是啥 河畔人瞪着那对湛蓝的眼珠子 反复观看手里的毛线手套 手套 陆成很是随意地说道 戴上吧 怎么戴 河畔人还是没搞明白 怎么戴手套 笨 陆成直接送了河畔人一个评语 不过还是耐心地教授河畔人戴手套 陆成笑着问河畔人 不冷了 一点都不冷了 河畔人兴奋地还抽出腰间的宝剑 挥舞了两下 军师 这玩意能全军装备部 有手套保暖 手指也不再僵硬 要说冬天是冻兵的大忌 主要是保暖措施跟不上 很多士兵不是死于战场 而是死在与严寒抵抗之上 当然可以 不过你有那么多羊毛 又有那么多人会仿见吗 陆成笑着提醒了河畔人一句 一句话如冷水一般 直接把河畔人那兴奋的心情 给交了个通透 河畔人只能无奈地苦笑摇了摇头 行了 这是本军师会想办法的 只不过今年冬天 恐怕是不行了 陆成拍了拍河畔人的肩头 转身往李秀宁的府邸内走去 第七十章 南大当婚 陆成这话还真不是忽悠河畔人 别看只是一副小小的毛线手套 要记得 这里是出塘 可不是后世的拥有流水线的工业社会 从羊毛到纺线 再到纺织成手套 这都是属于白手起家 就这些东西 就算是借助李秀宁的地位能力 最起码也得一年时间才能成行 本来陆成也没有这种想法 只不过是今早起来 看到门口卫兵被动得手脸通红的那副样子 再加上遇到了河畔人带队巡视的痛苦模样 这才决定准备如此做的 陆成溜溜答答地进了李秀宁的宅邸 一进宅邸 就看到穿着一身貂皮药的陆秋明 正在院子里等着自己 哎呦 有劳陆夫将酒后了 陆成收起折扇 冲着陆秋明一拱手 军师 你又说笑了 陆秋明冲着陆成嫣然一笑 大帅在厅里等您呢 陆秋明领着陆成进了正厅 客厅里燃热探盆 李秀宁穿着一身白色浸妆外 照白色貂皮大肠 坐在主位之上 正捧着一杯热汤茶 热气鸟鸟笼罩着李秀宁俊俏的面庞 陆成迈步走进正厅 看到李秀宁这副模样 忍着笑给李秀宁失礼 陈见过殿下 军师勉劣 快快请坐 李秀宁似乎并不介意 被陆成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而是让陆成在一旁坐下 看着李秀宁捧着茶盏 吹着热气喝汤茶的模样 陆成忍不住笑道 没想到向来威风凛凛的娘子军大帅 居然也有如此小女人的一面 军师见笑了 本帅确实是小女子一名 执掌娘子军完全是形势所逼而已 李秀宁并没有因为陆成的玩笑话而生气 因为李秀宁太了解陆成的性格了 而且陆成所展现的东西 再加上陆成的诗篇 以及袁天刚说的东西 都让李秀宁笃信 陆成绝对是折仙下凡 而且陆成在如此寒冷的天气 居然还是穿着如此一身长服 更加让李秀宁确信 只有那些世外高人或者折仙降临 才会如此寒暑不清吧 大帅完全可以把娘子军归还朝廷 回长安过着悠闲生活多好 陆成看着李秀宁笑着说道 陆成也不知道李秀宁找自己干嘛 不过李秀宁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 大清早就把自己找来 所以陆成直接拿话试探李秀宁 恐怕霍国公柴驸马 正日夜期盼殿下能回转长安吧 听到陆成提到柴哨 李秀宁不由地愣了一下 跟着叹了口气 哎 本宫又何尝不想回转长安 侍奉在阿爷身旁 何况我与四伤的孩子 也还在长安呢 想到孩子和丈夫 李秀宁不由的眼角眉梢柔和了很多 李秀宁与柴哨 可以说是情色和明的患难夫妻 两人更是为了国事奔波 天各一方 听到李秀宁的话 陆成心中就是微微一动 而李秀宁找自己前来的缘故 陆成也暗自有了些许猜测 殿下莫要悲伤 相信不久后 殿下便可回转长安了 陆成微笑着安慰李秀宁 希望能借先生急言 李秀宁冲着陆成也是轻笑了一下 只不过那笑容多少带着点苦涩 难道殿下招在下前来 就是为了跟在下诉苦不成 陆成把玩着手里的折扇 看向李秀宁 让先生见笑了 此时关乎我李唐一招之命运 说到这里 李秀宁直接起身 冲着陆成行了个礼 殿下 这可使不得 陆成一个机灵 胆忙闪身躲开 陆成可不敢受李秀宁的礼 别看陆成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不过真让他接受李秀宁一败 他是万万不肯的 毕竟这是能落人口舌之事 这个时代 可是很忌讳这些东西的 殿下有事在下自当帮忙 可万万不可如此 陆成被李秀宁这一出 整得不答应都不行了 见陆成答应了 李秀宁这才再次说道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还请先生来本宫书房一谈 说完便迈步往大厅外走去 陆成一脸的无奈 只能跟随李秀宁前往他的书房 路上陆成就在心里琢磨 能跟李唐一招命运有关的 恐怕就是四年后的玄武门之变了 李秀宁要真实说这个事 自己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李秀宁又是准备帮谁呢 说实话 对于史书上写的玄武门之变 陆成在最近恶补了历史知识以后 更加好奇了 因为尽管史书上记载了玄武门之变始末 但是陆成总觉得 其中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如果真按照历史上记载的 李世民是如何做到 安排那么多兵马 埋伏在玄武门 而不被李建成和李元吉知道的呢 要知道 李建成可是储君 整个长安那都是李建成的主场才对 更何况那冯利与薛万彻 更是在李建成出门的时候 不离左右的存在 为何当天会安排在外 李元吉竟然会拉弓三次拉不开弓 射不准剑 要知道 史书记载的李元吉 最喜欢的就是打猎 史书记载 李元吉跟程咬金一样为人骁勇 善使马朔 能用得了这玩意的武将 那绝对是屡历过人之辈 喜欢打猎 必然攻马贤熟 一个攻马贤熟 骁勇过人的皇子 居然三次拉不开弓 是不是有点太扯淡了呢 跟随李秀宁前往书房的路上 陆成就一直在脑海中 琢磨着这些事情 进了李秀宁的书房 一股香气扑面而来 书房里也早已放出了碳盆 毕竟书房要比大厅小得多 因此书房里倒是暖和了不少 陆秋明接过李秀宁的 貂皮大肠以后 就退出了书房 从外面带上了书房的房门 先生请坐 李秀宁示意陆成坐下说话 谢殿下赐座 陆成冲着李秀宁施礼道谢 这才坐在了椅子上 殿下有话请讲 在下能帮的一定帮 陆成也没把话说死 能帮的我帮 不能帮的 我可不能乱帮 这样是帮完了 把自己帮没了 怎么整 比如说扶持李建成登基 然后把李二这个唐太宗给整没了 那历史不就全变了吗 搞不好不等李建成登基 自己就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自己帮的屁啊 接下来本宫与先生所说之言 只可从本宫嘴里说出 入先生之耳 李秀宁面容严肃的 丁卓陆成说道 这是自然 陆成也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而心中则是哀嚎了一句 完蛋了 绝对是李建成与李二之间的夺敌之势了 先生可知 如今我李家行事 李秀宁看着陆成问道 如今天下大定 一切都在向好方向发展 不是挺好的吗 陆成一脸的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 心中则是暗道 再有四年 就得打得玄武门血流成河了 哎 先生何必如此 昨日袁道长已经说了 能截我李家刀兵之劫的 只有陆先生 看着陆成那副表情 李秀宁已经彻底笃定了 陆成绝对知道的比袁天刚还多 先生为何要置身事外呢 李秀宁此时的表情 多少有些小女子的忧怨了 听到李秀宁提起袁天刚 陆成心里直接把袁天刚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神棍干啥不行 非得把自己给扯到这么大的势力 有机会高低得收拾这个神棍 虽然自己是 想要帮大唐开疆拓土 为后世打下基础 可是这玄武门之变是那么好参与的吗 这是重大历史事件 一个不是容易把自己给完没了 袁天刚这神棍 真把自己当神仙下凡了呀 这是让他怎么参与 那个听到李秀宁的话 看着李秀宁那有些忧怨的表情 陆成沉吟了一下 组织了一下措辞 那个殿下 此乃天界之事 在下作为一个外人 恐怕不好参与其中吧 陆成做出为难的表情 尽量地找了一个借口 这是好办 只要本宫上书一封 可请阿爷将本宫妹子赐婚于先生 先生成为驸马 不就不算外人了吗 李秀宁对于自己的机制 就差给自己点一个大大的赞了 要不是陆成提醒 李秀宁还真想不出来 可以如此拉近陆成的关系 只要自己阿爷赐婚 陆成不就成自己的妹夫了吗 妹夫哥比军师亲近多了 李秀宁的话 给陆成经得好玄 没从椅子上出溜下去 咋的 你李渊女儿多 你李秀宁姐妹多 就可以这么玩事吗 陆成在心中暗自付匪了一句 不是 殿下 在下绝不是这个意思 一听到李秀宁要请李渊给自己赐婚 陆成赶忙连连摆手 陆成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一个十足的单身狗 哪受得了这个 本宫看着先生这岁数也不小了 也应该娶妻生子才是 李秀宁难得看到陆成窘迫的模样 忍不住笑起来 继续说道 一时间本来书房里 还有些凝重的气氛 居然消减了不少 不是 这正是还没说 怎么转到自己的婚姻状态上来了 这话题转换得也太快了吧 看到李秀宁那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陆成有点梦了 第71章 说得通了 陆成颇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那人的思维跳跃得这么快吗 以前执行任务 陆成也跟不少女人聊过天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能跟李秀宁相提并论 难道这就是时代的差距 那个 在下觉得 婚姻这个事吧 还是得看缘分 最好是两情相悦才好 殿下 这强扭得瓜不甜啊 陆成一脸无奈的同李秀宁说道 殿下 我觉得 在下的婚姻这件事 可以先放到一边 还是先谈正事为好 也罢 见自己说不懂陆成 李秀宁也就暂时放弃了劝说 不过对于这件事 李秀宁还是准备跟自己的阿爷李渊说一下 只要把陆成拉上李家的战船 那么 只要有陆成在的一天 李家江山就不会出问题 陆先生 您认为 最终谁最有机会坐上那个位置呢 李秀宁直接看着陆成 神色严肃地问道 这句话不应该我来说吧 陆成见说到正题了 陆成并没有回答李秀宁的问话 而是反问了李秀宁一句 嗯 先生此话何意 李秀宁被陆成的反问逗笑了 接着继续反问陆成 谁能坐上那个位置 难道不应该问问殿下自己吗 现在的形势 乃是殿下支持谁 谁就能坐上那个位置 陆成把玩着手中的折扇 淡淡地说道 当不再谈论陆成的曲奇问题以后 陆成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四年以后的玄武门之变 那是因为李秀宁将会出现一个变数 原本的玄武门之变 是因为李秀宁已经不在了 没人能够压制那三个人 李秀宁手下的娘子军也被瓜分殆尽 所以就没有了能够制衡那两个人的在了 不要说李渊 那时候的李渊 已经可是说是杨谷为患了 说他是皇上 但实际的权力 已经集中到了李建成和李世民手里 而彼时 两人手里的力量 却是两个极端 李建成是掌握着大部分文官和世家的力量 以及长安部分军队的力量 而李世民 则是掌握着大部分军中的力量 至于文官和世家 则是不多 至于李源吉 则是一直跟李建成关系很好 一直支持着太子这面 同时 李源吉也与世家有着联系 唯有李世民跟世家联系不深 而中间没有了李秀宁的制衡 李源也控制不住两个儿子之间的争斗 这就必然引发了 最后两者之间不死不休的斗争 不过陆臣 还是有着前面一直在琢磨的疑惑 但是现在不同了 李秀宁并没有在这次争讨流黑踏中去世 也就是说 李秀宁依旧有着制衡李建成与李世民的能力 现在究竟他俩谁有机会占据那个位置 就要看李秀宁的意思了 陆臣直接把李秀宁现在的处境给点了出来 陆臣不相信李秀宁想不到自己现在的处境 同时也不相信李秀宁现在一直不回长安 而是躲在娘子关保持中立 不是因为这件事 那以先生的意思 本宫该支持谁呢 李秀宁当然明白陆臣话里的意思 而李秀宁也正是因为想到了其中的关键 这才一直滞留在娘子关 不肯回转长安 以镇守娘子关为由保持中立 远离纷争 不是在下想要让殿下支持谁 而是殿下究竟是如何想的呢 陆臣打开折扇轻摇了一下 微笑着看着李秀宁 本宫此时意不知该如何做了 本想保持中立 但是现在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本来我们兄妹姐弟直接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李秀宁似乎是有些对于自己的哥哥和弟弟的争斗感到了疲累 表情有了一些疲累感 言语中也有了一些苦楚的意味 也有一些痛心的味道 兄妹姐弟感情深厚 李家兄弟姐妹的感情是从战场上打出来的 突然开始开始反目 难道那个位置真的那么吸引人 陆臣没有说话 而是摸着下巴琢磨了一下 总感觉这中间有什么东西 没有串联起来 突然陆臣脑中闪过一个词 世家 这中间始终被陆臣忽略了的一个角色 在陆臣脑海里闪现了出来 那就是武姓期望这些世家 这些世家除了陆臣跟李秀宁说过 府兵制那时候提过一次以外 李秀宁就再也没有提过 莫非 一个可怕的念头 在陆臣的脑海中生疼了起来 但是这个想法太可怕了 让陆臣自己都不敢相信 因为这个想法 让陆臣都细思极恐 李家 难道真的敢如此做吗 对自己下手都这么狠 如果真是陆臣想的那样的话 那这玄武门之变绝对是最可怕的一个计划 是为李唐铺路的一场惊天大忌 如果真是跟陆臣猜测的那样 那只能说 李家为了这个天下 做得太决绝了 其实单单是殿下支持 谁是一方面 还有世家到底是支持谁的呢 陆臣现在就是在套李秀宁的话 想要确认自己心中所想之事 世家 听到陆臣的话 李秀宁就是一论 而他也明白 陆臣终于还是看透了一切 其他李秀宁并不知道 陆臣不过是在试探李秀宁 在确认自己心中所想 可是有袁天刚的提醒 和陆臣最近的所作所为 李秀宁则是确信 陆臣已经看穿了一切 这是准备直接摊牌了 看来陆先生 已然看透了一切 不错 我李家确实是准备 把世家拉入战团 然后 李秀宁此时的神色 已经恢复如常 说到这里 直接做了个挥手下砍的动作 看到李秀宁的动作 陆臣顿时明白了 果然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这所谓的玄武门之便 是李家为了剪出世家 准备的一道盛宴 只可惜 似乎世家也十分谨慎 虽然这道盛宴 也让世家付出了代价 但是跟庞大的世家比起来 远远没有达到 斩草除根的目的 而直到武诏称帝 才彻底摧毁了世家 这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计划 是谁提出来的 而这计划 也未必能够真的达到效果 陆臣的话 直接如一盆冷水 泼到了李秀宁的心上 显然陆臣 对于这个计划 是不认可的 是我大哥 李秀宁有些忧伤地 回答着陆臣的问题 为何 听到李秀宁的话 陆臣摇着折扇的手 顿时停了下来 冷冷地看着李秀宁 因为陆臣在心中想到 能整出这个计划的 只有两个人 要么是李渊 要么是李世民 这两人都有这个能力 和胆识之人 胆识陆臣万万没有想到 提出这个计划的 居然是李建成 甚至他更是以身作耳 来引诱世家上钩 因为我大哥命不久也 李秀宁拿出手帕 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滴 一想到自己 与李建成的过往 在想到当初 李建成一面剧烈咳嗽 一面说着这个计划的时候 全家人都集体沉默的场面 李秀宁就忍不住开始捶泪 他们是从血雨腥风中 一同闯过来的兄弟姐妹 之间的感情自然不必说 尤其是李世民 在当初听到李建成 这个计划的时候 直接愤怒地掀翻了桌子 更是吵嚷着 要去灭了所有世家 而李元吉 更是把房门都给打穿了 最后还是在李建成的 极力劝说之下 才定下的这个计划 我大哥现在一直在靠着 孙思淼道长留下的要方续命 只不过昨天原道长说 我大哥估计没有几年了 而能解我李家这一劫的 只有先生了 李秀宁起身对着陆臣 直接施了个大理 原来如此 那一切也都说得通了 在听到李秀宁的解释以后 陆臣就把一切都梳理明白了 李建成这是准备用自己的残命 直接把世家都给拉下马 为李家的将来铺平道路 可惜选错了方法了 殿下 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这次除掉一批世家之人 但是如果世家不能连根拔起 最后朝堂之内换上来的 不还是世家之人吗 所以 世家伟大不掉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何人在朝堂 而在于输 在于这脸 陆臣直接指出了 世家屹立千年不倒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文化封锁 同时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但是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 所以想要解决这件事 在下需要见见太子殿下 和秦王殿下 陆臣继续说道 好 本宫这就写信给太子和秦王等人 听到陆臣答应帮忙 直接就喜笑颜开起来 哎 陆臣无奈地在心中叹了口气 搞了半天 自己还是被卷入了这场夺敌风波之中了 不过陆臣又琢磨了一下 如果说 再不改变历史的情况下 把这件事解决了 是不是自己就不会消失了呢 到时候 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去长安转转了 那在下就等着一睹太子与秦王殿下的风采了 陆臣冲着李秀宁拱手笑道 心中则是暗自吐槽 这女人的脸真是六月天 刚才还阴云密布 现在就雨过天晴了 不过这件事 还是得怪袁天刚那个神棍 早晚收拾她 陆臣在心中暗自在袁天刚三个字上打了个叉 若无其他事情 在下就告辞了 李秀宁今天说的话 可是让陆臣吃够了瓜 起身跟李秀宁告辞 第七十二章 战军资 陆臣离开了李秀宁的宅邸 李秀宁在书房 开始给李建成和李世民写信 陆臣溜溜答答的出了李秀宁的府邸 陆秋明将陆臣送到大门处 一旁在门房里等着的方起一看到陆臣 直接很是狗腿的从门房里钻了出来 军师 您回来了 方起一副狗腿的模样 看得陆秋明直翻白眼 你这是要干嘛 陆臣也被方起这狗腿一般的模样逗乐了 忍不住用折扇拍了方起一下 方起跟着陆臣前后搅得出了大门 陆臣在前面溜溜答答的往军营走去 好多天都没有看到白狐了 陆臣自然是要去关心一下自己的爱马了 我说老方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陆臣一面走着 一面问方起 也没什么事 就是那个什么手套 军师你还有吗 方起黑黑铲笑着 看着陆臣问道 暂时没有了 我也只有两副 剩下一副 我还得自己戴呢 陆臣直接给了方起一个白眼 基地里确实有不少手套 这些装备整个娘子军估计都够用 但是陆臣不能拿出来 那不真成神仙了 现在李秀宁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对了 真要一下子整出那么多手套 李秀宁还不得把自己捆起来 然后搭个板供起来 以后会有的 别急 陆臣拍了拍方起的肩膀 就在这时 陆臣已经看到了马厩里的白狐 而白狐也看到了陆臣 直接冲着陆臣戏绿绿地叫了起来 哎呀 我的白狐啊 你可想死我了 陆臣直接扔下方起 一溜烟跟着一个空翻就进了马厩 这操作直接把方起给看呆了 进了马厩 陆臣就会直接抱住了白狐的脖子 不停地抚摸着白狐脖子上的鬃毛 白狐则把马头直接拱到了陆臣的脸上 对着陆臣的脸就是一顿铁 哎呀 你可真调皮 陆臣宠溺地轻轻拍了拍白狐的马头 跟着俯下身子查看白狐的蹄子 白狐则是很配合地抬起了蹄子 方便陆臣查看 恢复得不错 再有个几天 应该就能出去六一六了 检查完白狐的蹄子 陆臣起身拍了拍白狐的脖子 这才走出了马厩 在见过李秀宁和白狐后的几天 一切归于了平静 陆臣每天就是悠闲的度日 当然也不算是悠闲 而是把以前训练特战九队的方法 用到了自己轻卫军 暂时被称作被围兵的这帮子士兵身上 开始这帮子士兵站在场地上 看着多出来的这些设施 还不知道干嘛用的 何况一旁还有两人合抱粗细的原木 都很好奇地看着这些新奇的东西 这是陆臣让梦记在远离军营之外 单独寻找的一处静谧之地 让被围兵单独驻扎在这里 周围更是不许任何人靠近 而这件事也是李秀宁同意的 陆臣说要秘密训练一支精英队伍 李秀宁当即就拍板同意了 军师 你这整的都是傻啊 这几天一直带领着士兵 准备着所有设施和器械的苏定方 来到陆臣身边问道 平时这些士兵身体训练顶多就是石锁 而其他则是阵列 行军 步阵 以及模拟作战之类的训练 但是陆臣让苏定方带人准备的这些东西太过兴起了 你们以为这些东西是给你们准备的吗 陆臣站在这些被命名为被围兵的亲卫面前 看着这些精壮的汉子笑着问道 难道不是吗 此时 这些汉子里有人问道 你们暂时还没资格用呢 陆臣直接轻笑了一声 这东西是给真正的被围兵用的 你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被围兵吗 只有达到标准的才可以被称为被围兵 陆臣看着这些有些怒气上冲的士兵 满意的点了点头 作为一个男人 一名士兵 你要是没有点脾气 陆臣能直接把他从被围兵里踢出去 咋的 不服气啊 陆臣咬着折扇 在这帮子整齐战列的汉子面前用侵略的语气说道 不服气憋着 陆臣把折扇一收 神色严峻的扫射着这帮人 老子亲自训练出来的被围兵 你们自问现在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吗 陆臣大声地呵斥着这些士兵 被陆臣呵斥的这些士兵都纷纷低下了头 别看他们是李秀宁的禁卫军出来的人 一个人能够以义当武 甚至厉害的以义当十或许能做到 但是以义当百 那都是想想而已 任何一个号称能够以义当百的 那都是在军中可以担任将官之职之人 陆臣居然说要把这帮士兵都训练成以义当百之人 这话可就太吓人了 你们想不想以义当百 想不想风气印子 想不想让自己弥漫天下 打击完了就该鼓舞了 陆臣直接抛出了对士兵最大的诱惑 这年头当兵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家中的父母子女 还不是为了风气印子 陆臣这话可以说是直接说到了这些人的爽点上了 想 这些士兵奇奇地回应了一声 声音太小 我听不见 陆臣故作听不见的模样 看着这些士兵 想 这次这些士兵用喊破喉咙一般的声音吼了出来 有些士兵眼睛都喊红了 很好 那就开始第一项 战军兹 陆臣把折扇在手里一拍 宣布了训练的第一项 战 战军兹 一直陪伴在陆臣身边的苏定芳 也是头一次听到这个词 直接就是一愣 发什么愣 你们三个也过去一起站 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不能跟士兵同吃同住的将领 叫什么将领 过去 陆臣一指苏定芳 芳启和梦记 让三人面向自己 直接站在了这五十几人的前面 是 既然陆臣下令了 苏定芳等三人也只能服从 乖乖地过去站着了 你们以为站军兹 只是让你们站着吗 错了 看好了 什么叫标准的军兹 陆臣把折扇往腰带上一别 做了一个标准的军兹姿态 我怎么站 你们就怎么站 在陆臣的带领下 所有人都学着陆臣的模样 开始站军兹 陆臣见所有人都开始站军兹了 就开始一个人一个人调整 军兹讲究三正 三平 三挺 两平 两贴 一顶 陆臣为每一个人纠正了姿势 然后刘金搬过来椅子和小茶几 陆臣坐在椅子上喝着水 看着这帮子人站军兹 刚开始 这帮人还觉着站军兹 也不过如此而已 但是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 而此时也不过是不足四十分钟左右 这些可都是李秀宁的禁卫军 那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身体素质绝对够用 尽管如此 第一次站军兹 也仅仅四十分钟左右 就开始受不了了 顿时有人救的姿势就垮了 陆臣直接站起身 走过去 而此时 手里则是多了一个戒尺一样的东西 直接用戒尺开始纠正军兹 足足站了一个十分左右 陆臣才让这些 已经额挖并角见了汉的士兵休息 要知道 现在可是武德五年的十二月 此时的娘子官也是冬天 尽管娘子官因为地势的原因 温度不会如北方那么寒冷 但是 那也是临下的温度 在如此温度下 都给这帮将士占出汗了 可见占军兹多辛苦了 感觉如何 陆臣手里拍打着戒尺 看着一众将士问道 军师 俺现在就觉得 腿肚子都要抽筋了 方琪苦着脸 看着陆臣诉苦 以后每天固定一个时辰的军资 陆臣没有搭理方琪的诉苦 而是继续说道 休息半课中 然后进行第二项 队列 陆臣宣布了下一项训练 陆臣在被围兵的营地待了一整天 把新兵训练 让这帮子将士都经历了一遍 虽然这帮子将士 训练得很辛苦 但是伙食 却是娘子军其他部队都无法比拟的 就连他们以前在进卫军的伙食 都不如被围兵的伙食 陆臣给被围兵的伙食标准 可是按照后世的标准准备的 虽然现在食材不如后世那么多 但也是很丰盛的 不过大多都是肉 而没什么蔬菜 毕竟是冬天 绿色可是很稀少的 因此都是酱菜和肉类 哎 这个季节也没啥蔬菜 陆臣在被围兵营地 把训练计划交给了苏定方 便带着刘京离开了营地 在回去的路上 陆臣感叹了一句 大人 这冬天 恐怕只有宫里的皇帝老爷 才能吃上绿菜吧 听到陆臣的叹息 刘京在陆臣身边好奇地问道 那谁知道去 我又没见过皇帝 陆臣笑着 回应了刘京一句 虽然陆臣有心思 在这里整个大棚种个菜啥的 但是陆臣现在明白 此地恐怕不是自己的酒居之地 如果真的解决了玄武门之变的事的话 自己应该会跟着李秀宁回长安了 到时候 高低的整个小院 整吉姆地 把自己想弄的东西弄一弄 科技才能兴国 单靠自己一个人打打杀杀 实现天下一统 似乎那肯定不现实 第73章 圣旨道 上午 陆臣吃过早饭 赵就带着狗娃刘京 溜溜达达地来到了被围兵的营地 此时这帮子将士 正在完成陆臣制作的训练手册上的训练任务之 武功礼跑 看着一面跑一面喊口号的队伍 陆臣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显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被围兵的步调基本能够一致了 口号也很响亮 武艺不练经 不算被围兵 这口号自然是陆臣给编的 喊得那叫一个响亮 看着这帮子将士的精神面貌 陆臣很是满意 带着刘京溜溜达达地进了兵营 坐在军营的点兵台上 看着场子里 这帮子依旧在跑圈的将士 就在这时 陆臣就看到一队人马 精气招展得浩浩荡荡地进了娘子军军营 嗯 被围兵营地的位置 是在远离军营的半山坡上 站在营地 正好能俯瞰到娘子军的军营 也正是因此 被围军喊的口号 才能飘荡进娘子军中 所以这一对精气招展的人马 很容易就引起了陆臣的注意 孟吉 陆臣高声喊了孟吉一声 正跟着队伍一起训练的孟吉 听到军师喊自己 胆忙答了一声 然后跑了过来 冲着陆臣行了个军礼 而这个军礼 自然也是陆臣 按照后世的军队 标准定制的 老吗 你知道 那队人马是干嘛的吗 陆臣指了指山下那队 进入娘子军军营的人马 问道 哪队 孟吉一直在带着队伍训练 哪里能注意这些东西 不过顺着陆臣所指的方向看去 也才注意到那队人马 仔细辨认了一下 这才说 看着陆臣道 看旗帜的样式 应该是功力来人 恐怕是来宣读圣旨的 这种队伍以前 孟吉也见过 又不是第一次有队伍过来宣指 所以孟吉一眼就认出了队伍的来历 哦 一听说是功力来宣指的队伍 陆臣顿时来了兴趣了 宣指的是不是 都是太监 陆臣一脸 兴奋地问孟吉 以前光在电视 或者电影里 见过太监 这次能见到活的 还能见到 真正如何宣圣旨 陆臣难免有些兴奋 应该都是吧 反正俺见过来宣指的 都是太监 孟吉不知道自家这位军师大人 为何听到太监两个字 如此兴奋 不过一想到前些日子 残访的太监事件 孟吉突然感觉 厚薄耿子凉嗖嗖的 莫非自家 这位军师对太监 有什么情节不成 那我得去看看 走 狗啊 老爷 带你去看的新鲜呢 听到孟吉的话 陆臣也不管孟吉了 直接冲着刘金一招手 直接快步往军营外走去 刘金赶忙快步跟了上去 看着陆臣兴奋离去的背影 孟吉突然感觉 胯下凉嗖嗖的 不由得打了的冷战 赶忙连连晃头 似乎想要把自己的可怕想法 甩出脑袋一样 等到陆臣带着刘金 来到军营的时候 里面已经开始了 接圣旨的流程 自然是先摆上香岸 李秀宁与宣旨太监 隔着香岸相对而战 除了李秀宁以外 其他跟随在李秀宁身边的人 则都是跪在地上 之所以李秀宁可以站着接纸 是因为李渊 给予李秀宁的权力 上殿不败 下殿不辞 打马皇宫 先斩后奏 陆臣此时出现 正好在宣旨太监身后 陆臣摇着折扇 好奇地看着 正手持圣旨黄卷的太监 偷眼往太监手里的圣旨上看去 结果发现 上面写的文言文 他看不懂 而李秀宁看着陆臣 这副好奇的模样 差点笑出来 只能强憋着 因为从来没见过 有人像陆臣一样 居然会做出这种行为 而此时太监正宣旨 宣到一半 突然身旁出来个人 手里摇着折扇 本来这大冷天的 还摇着折扇 就够奇怪的了 而此人 居然还在自己身边 探头缩脑的 直接跟住了 圣旨都念得都不顺畅了 但是他还不能停 如果此时停下来 那是对皇上的大不敬 李秀宁当场就可以砍了他 而其他跪在李秀宁身后的人 也都被自家军师 这个好奇宝宝一般的行为 给逗得努力憋着笑 如果是站在太监的视角 就可以看到 李秀宁身后跪着的一片人 此时都是双肩所动 随着李秀宁一声 臣 李秀宁 灵指谢恩 跟着双手接过圣旨 这圣旨就算是宣读完毕了 这时 宣旨太监 这才扭头 看向站在一旁的陆陈 等看清陆陈 尤其是那陆陈独有的发型以后 眼中金光就是一闪 用尖细的嗓音 直接出声怒斥 耳为何人 因何皆知不贵 还做出如此僭越之举 莫非是要造反不成 来人啊 将此不尊圣人 谋逆之人拿下 随着宣旨太监声音的落下 跟随着宣旨太监而来的侍卫 直接抽刀 就把陆陈给团团围住 有几人 直接朝着陆陈从了过来 就准备把陆陈当场情下 住手 就在一众侍卫 把陆陈团团围住的时候 李秀宁直接出言阻止 平阳公主殿下 此人目无圣人 属犯上作乱之人 礼当拿下 名正典型 以锦效尤 宣旨太监冲着 李秀宁一拱手 奸生奸气地说道 颇有些巨傲的模样 此乃本宫军师 本宫看你们 哪个敢动手 李秀宁一看太监 那有些巨傲的模样 顿时也生气了 军师乃是方外之人 不知繁文入节 实属正常 所谓不知者不怪 公公不问缘由 就要喊打喊杀的 莫非是 不把本宫放在眼里吗 李秀宁秀眉微挑 很是不悦地 看着这名宣旨太监 听到李秀宁 已然不悦地脸色和话语 李秀宁身后众人 直接把宣旨太监 跟侍卫给围在了中间 现在的场面 就是最中间的 是陆成和下的 两腿发抖的刘金 然后是将陆成和刘金 围了一圈的侍卫 和宣旨太监 最外圈就是李秀宁 以及一众将官 众人就如此对峙着 这宣旨太监 一见这形式 就知道自己 如果只要拿下这个陆成 恐怕自己就别想 活着走出娘子军的大营了 要知道 李秀宁不死 就是权倾天下的公主殿下 而且李渊 也是对这位大唐三公主 宠溺无比 毕竟李唐天下 这位三公主 可是公盖当朝 要是这位三公主 直接把自己给砍了 估计李渊连问都不会问 一个太监而已 哪有自家公盖当朝的 公主重要 而且这位公主 可是有着 先掌后奏之权的 到时候随便找个借口 自己就白死了 虽然来的时候 有世家之人 给了自己不少钱财 让自己想办法 弄死这个军师 但是那也是在能保证 自身性命的前提下 现在如果自己执意 要斩杀陆臣 只怕自己那些钱财 就是有命赚没命花 宣旨太监的眼睛 在眼眶中 咕噜咕噜地转了两圈 这才拱手冲着 李秀宁陪笑道 婢子不知此人 乃是殿下的军师 既然是军师大人 自然是不知者不罪了 还不把武器收起来 听到宣旨太监的话 一众侍卫 乖乖地把妖刀收入窍中 就在这时 军营门外 响起了粗犷的声音 哎呦 这是咋的了 这怎么宣旨 还宣出全武行了 让咱老城看看 是怎么回事 伴随着马蹄声响 一匹枣红色战马 从原门处跑了进来 随着战马跑进 一声欲 战马立定 自马上翻下一名战将 此人身躯高大 比陆臣还高了半个头 穿着一身戎装 没有顶盔灌甲 面向有黑蹲厚 一脸的落腮胡子 显得此人很是勇武 一旁枣红色战马的鸟赤环 得胜勾上 挂着一柄 寒光四射的马朔 此人快步来到 李秀宁面前 抱拳拱手失礼 莫将成之 结见过平阳公主殿下 肃国公无需多脸 显然李秀宁是认识程咬金的 直接双手向颤 一脸和煦的笑容 看着程咬金 今年一别 肃国公别来无恙啊 俺老城那是吃得好 睡得好 好着呢 程咬金很是豪爽地笑道 甚至还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这帮子杀 才惹到殿下了 跟着程咬金 扭头看向那宣旨太监 和一众侍卫 一对还眼一瞪 同时右手 就像腰间悬挂的腰刀摸去 一股子杀气油然而生 直接吓得宣旨太监 倒退了两步 程咬金的意思很明显 只要李秀宁一声令下 程咬金就直接拔刀砍了他 而此时 正处于人群最中心的露出 则是好奇地上下打量 这名传千古的福将 而程咬金的面相 显然跟后世那些 说书的嘴里说的不一样 至于那宣旨太监 此时则是两股战战 很是后悔 接了那世家的财宝 同时他也没想到 自己这次宣旨之旅 居然会同时惹了平阳公主 与肃国公两个人 说到底 他也只是个宣旨太监 之所以接了 除掉陆臣的活 也不过是因为财宝惹人眼 认为自己怎么说 也是一个宣旨太监 一个区区的军师 说是军师连个真正官衔都没有 自己在三公主面前 说两句话 是不是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现在情况很明显 他想得简单了 第七十四章 哪有手里就赶人呢 此时宣旨太监的唯一想法 就是尽快离开此地 至于世家送给他的财宝 等他回到长安 就把东西都退回去 想要弄死这个军师陆臣的行为 跟自杀没有什么两样 至于提醒那些世家小心陆臣 宣旨太监可不这么想 别看他收了财宝 答应帮世家弄死陆臣 那也是建立在 他对于陆臣的不了解 现在他既然知道了 陆臣在平阳公主这里的分量和地位 自然就不会再想跟世家有所牵扯了 虽然残缺之人爱钱 但是也惜命了 有命赚 没命花的事 他可不会干 至于那些世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如果不是因为世家 他也不会进宫 所以那些世家的死活 他是不关系的 殿下 此间事已了 奴婢这就准备回宫给陛下赴旨了 至于军师的所作所为 奴婢会报答天厅 还望殿下不要让奴婢难做 宣旨太监拱手对李秀宁失礼 一副不卑不抗公事公办的模样 至于他心中怎么想的 就没人能知道了 公公只管上报便是 至于阿爷有何责难 全有本公一身承担便是 叛人 替本公送公公离开军营 听到宣旨太监的话 李秀宁面色有些阴沉 很是不悦地说道 让何叛人直接送宣旨太监 一行离开大营 甚至连口水都没有给宣旨太监喝 宣旨太监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对李秀宁一攻守 如此 奴婢就告辞了 李秀宁冲着宣旨太监一白手 这位公公 请吧 何叛人的面色也很不善 但是该有的礼节还是有的 冲着宣旨太监 做了个请的手势 宣旨太监 只能灰溜溜地 领着一众侍卫 在何叛人的带领下 离开了大营 在下不过是好奇而已 从来也没见过太监 也没见过怎么宣族圣旨 这才惹下了麻烦 还望大帅海涵 若是有任何责罚 再下院一件承担 陆臣冲着李秀宁拱手说道 脸上充满了歉意 毕竟这件事 是因为他的好奇引起的 现在李秀宁为他出头 陆臣自然要表现得光棍一点 你就是陆臣 陆臣冲着李秀宁失礼的时候 程耀金直接凑到了陆臣面前 一双还眼眨巴着 很是好奇的上下打量陆臣 而陆臣则同样上下打量着程耀金 在下便是陆臣 速过功请了 陆臣到握折扇 冲着程耀金抱拳行礼 你小子行啊 敢得罪功力的太监 牛X 程耀金直接冲着陆臣 竖起了大拇指 黑黑的笑着 不过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程耀金直接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 一个太监而已 还能掀起什么风浪不成 若陛下真责怪下来 我天策府必定能保先生无忧 嗯 听到程耀金的话 李秀宁的眉毛就挑了起来 程耀金这话 明摆着是在招揽陆臣啊 本宫想要保的人 还没有保不下来的 就不劳天策府了 听到李秀宁有些不悦的话 程耀金也知道自己梦浪了 敢忙冲着李秀宁陪笑 殿下 咱老程这人 你也不是不知道 就是心直口快 这不是为了表达诚意吗 有殿下出马 自然陆先生万事无忧 何况加上咱们天策府 不是双重保险吗 是吧 殿下 程耀金冲着李秀宁 黑黑一笑 李秀宁也被程耀金这二皮脸 整得没招 只能无奈地转移话题 不知肃国公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李秀宁明显是明知故问 刚才圣职里已经说了 让李秀宁全权处理魏州城一战的降军之势 这程耀金这时候跑这里来 绝对不是来看风景的 基本就是为了降军而来 咱老程是代替秦王殿下过来探望殿下的 程耀金说着 指了指一旁停着的几辆马车 几辆马车上 拉得满满当当的都是箱子 秦王殿下说 许久未见到殿下 甚是想念 此次听说 殿下必留黑踏盼 换居于魏州城 获得如此大劫 就让咱带来礼物 一是替殿下探望姐姐 二呢 则是庆贺殿下魏州城大姐 程耀金满口说的 都是秦王殿下 对李秀宁的思念之情 对于魏州城降冰之事 是只字不提 那就有劳秦王挂念了 李秀宁也不拆穿程耀金 微笑着说道 既然礼物送来了 你也见到本宫了 这就回去吧 李秀宁一句话 把程耀金噎的 不知道说啥了 这剧本不对 不是应该让咱歇息几日再走吗 哪有收了礼物就感人的 以前李秀宁不是这样的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呢 不过李世民 为啥要派程耀金来呢 就是因为 这家伙不要脸 殿下 哪有手里就感人的 咱这风尘仆仆的赶路 高低不得给碗水喝 再让咱走不是 程耀金也不在乎李秀宁 那有些阅人的话 直接黑黑善笑着 看着李秀宁 来人啊 给肃国公盛碗水来 李秀宁也不客气 真就让人直接盛了一盏水来 肃国公既然讨要水喝 本公自然不能拒绝 喝了这碗水 肃国公就上路吧 李秀宁眼中 簇下的光芒一闪而逝 看着程耀金 程耀金接过陆秋明 送过来的茶盏 将茶盏中的白水一饮而尽 心中暗自叫苦 这三公主也太狠了 这是真不给面子啊 尽管心中叫苦 但是脸上还不能表现出来 多谢殿下 程耀金将茶盏还给陆秋明 苦着脸感谢李秀宁 行了 谁也喝了 话也说了 肃国公请吧 李秀宁眼中 含笑地看着程耀金 殿下呀 程耀金直接开始耍赖了 堂堂肃国公耍赖 这一招可直接惊掉了 所有人下巴 包括一旁的陆成 看着程耀金这样 好学没把折扇给扔了 都说程耀金不要脸 没想到 居然可以如此不要脸 让你不说实话 看着程耀金耍赖的模样 李秀宁笑了起来 说吧 老三到底让你干什么来了 哎 程耀金只能叹了口气 殿下 秦王殿下说 想念您是真 此次派咱前来要兵也是真 咱不是想先打感情牌吗 程耀金只能把此行目的全盘拖出 有事直说就完了 秀宁那水瓶还玩这些弯弯绕 李秀宁瞪了程耀金一眼 邱明给肃国公安排一处院落 李秀宁直接让陆秋明 给程耀金安排一处院落先住下 而程耀金也知道 李秀宁为啥让他先住下 而绝口不提降兵之事 因为李秀宁在等 在等着太子李建成那面野来人 作为一直保持中立的李秀宁 绝对是要等两面人都会面了 才会决定降兵的事 这件事程耀金心里明镜一样 因此就跟着陆秋明走了 军士 此事你如何看 大仗之内 只有李秀宁与陆成分兵主落座 战外负责守卫的士兵 已经换成了和攀人与夜竹 这是有什么看的 陆成看着李秀宁反问 降兵而已吗 让他们一人一半 自己分呗 重要的不是降兵 而是两位殿下 陆成意有所指的说道 而李秀宁一下就明白了陆成的意思 他给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书信 已经送出去了 至于两人何时能来 或者是何时能与陆成见面 只能等二人回信才能知道 计划既然已经被陆成知道了 那么这三万多降兵如何分配 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是本宫钻牛角尖了 李秀宁在陆成的提醒下 一下就明白过来了 也不是 样子还是要做的 毕竟计划只有咱们知道 他们并不知道 所以还是要做样子给世家看的 陆成提醒李秀宁 不能因为计划有了转机 就放松 该麻痹敌人还是要麻痹的 本宫知晓 李秀宁哪里不明白陆成的意思 点了点头 殿下 您说 陛下真不会因为今天之事 要了在下的脑袋吗 既然降兵之事已经有了结论 陆成就提起了 前面自己因好奇而失礼之事 毕竟这件事是因自己而起 现在是李秀宁把事情给担了下来 无妨 李秀宁看着陆成那有些紧张的表情笑了起来 一个小小宦官而已 就算他在阿爷面前说什么 也是无用 李秀宁很是随意地摆了摆手 要是一个宦官的话 都能要挟到他这个平阳公主 那李秀宁就白混了 惹急了本宫 李秀宁冷哼了一声 直到这时 陆成陡然想起来 自己面前这位可是公盖当朝的平阳公主 平时两人随意地相处惯了 陆成居然有些忽略了这位殿下的脾性了 这位可是杀伐果决之人 不然也不会有李家的江山了 今天李秀宁没当中砍了那宦官 明显是给自家老子面子 不然按照李秀宁过往的脾气 恐怕这宦官都走不出这军营 别看那宦官顶名是宣旨太监 在李秀宁这一样不好使 护独子 那是位将为帅的通病 如果一个将军或者大帅 连自己手下人都护不住 那就别带兵了 第七十五章 下不为例 这个年代的宦官 还没有后世那种权倾朝野的能耐 因此李秀宁要是真弄死这个宣旨太监 跟杀之机估计也没啥区别 就在陆成正陪着李秀宁说话的时候 就听到叶竹在帐外说话 大帅正在帐内同军师商谈要事 先生还请等待片刻 听到叶竹的声音 李秀宁脸色稍微有些不悦 这正跟陆成说正事呢 居然有人打扰 李秀宁当然会不高兴了 何人喧哗 李秀宁声音中带着不悦问道 这时 叶竹一挑账帘进到账内 抱拳跟李秀宁禀报 启禀大帅 是东宫太子府 太子喜马魏征在外求见大帅 怎么样 来了吧 陆成冲着李秀宁挑眉一笑 这不来都不来 这一来就跟一窝蜂一般 李秀宁有些不高兴的说了一句 行了 让他进来吧 李秀宁冲着叶竹 很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业主领命转身出来大帐 冲着等在外面的魏征 进去吧 跟着伸手一挑账帘 魏征迈迈步走进大帐 就看到主位上坐在李秀宁 而在侧座的位置 坐着一名风神如玉的年轻人 手里把玩着纸扇 正一脸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能够与李秀宁 坐到如此亲近位置的人 整个娘子军大营里 不超一手之数 而如此年轻俊俏的 应该就只有那个军师 陆成了 看到了陆成的位置 魏征心中知道 陆成是谁了 臣 魏征 见过平阳公主殿下 魏征不卑不亢的 同李秀宁见礼 把玩着折扇的陆成 上下打量着魏征 黑合受视魏征的特点 至于相貌 也就是普通人 属于大众脸那种 但是那一团子精气神 却是让人眼前一亮 很容易就让人 记住这个人 原来史上第一杠头就长这样 陆成在看到魏征以后 暗自在心中念叨了一句 魏卿家勉礼 看着魏征问道 一想到自己的大哥李建成 和他定下的计策 李秀宁就忍不住一阵心疼 尤其是袁天刚还说 李建成已经没有几年的 时光的情况下 回殿下 太子殿下与太子妃身子 都很安康 臣替太子谢过殿下挂面 臣此次前来 也是奉太子令 探望公主殿下而来 如今太子坐镇幽州 政务缠身 无法亲自前来 特命臣再次祝贺殿下魏州城 一战大劫 魏征的说辞 跟程咬金差不多 都没有先提降兵的事 都是先打感情牌 但是同样的话语 从魏征嘴里说出来 明显跟程咬金那家伙 听着舒服多了 难道魏州城的那些降兵 太子殿下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陆臣在一旁 摇着折扇看着魏征 淡然地问道 想必这位就是娘子军的 军师陆先生了吧 魏征听到陆臣的话 直接转头看向陆臣 有道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那魏州城降兵 也是我大唐一份子 早晚也是太子殿下的臣民 太子殿下 何须为这区区降兵 动什么心思 魏征冲着陆臣 很是傲然地说道 而本次下官代替太子殿下 前来索要降兵 也不过是因为太子殿下 在幽州与突厥骑兵一战 损失不少兵源 这才来此索要降兵 补充兵源而已 何来对降兵有想法一说 陆先生不知下官说的可对 有道理 陆臣何其折扇在手中一拍 这文人就是厉害 说话都是两头堵的 还能给你说的头头是道 那在下就舔脸替殿下做主 给予魏大人五千降兵 魏大人稍后就可带着大帅手术一封 前去魏州城领兵回幽州了 微臣虽人为言轻 但此次前来乃是代表太子殿下 若是只看下官身份 这给下官五千降兵 让下官匆匆离去也就罢了 但是如今下官代表的乃是东宫太子殿下 魏征说着还冲着北面幽州方向拱了拱手 莫非太子殿下清零的话 这娘子君也是如此这般对待太子殿下的吗 魏征说着直接双目直视陆臣 死死地盯着陆臣 那意思很明显 你不能赶我走 而且也别想用五千降兵打发我 这文官的嘴就是比武将厉害 那承咬今晚泼皮无赖才能在娘子君住下 而这魏征三言两语就把太子殿下搬出来了 还真让陆臣有种投鼠忌气的感觉 难怪这家伙会成为千古第一杠头 这嘴皮子是挺厉害 为爱卿莫要生气 君师也是同爱卿开个玩笑而已 叶竹 李秀宁见两人的话语间带了火药味 赶忙招呼叶竹进来 带魏大人前去休息 是 叶竹带着魏征出了大帐 临出大帐的时候 魏征扭头深深地看了陆臣一眼 这才跟着叶竹离开营帐 这位老道有点意思 陆臣打开折扇轻摇了几下 嘿嘿笑了几声 要知道 在这段时间里 魏征可是李建成手下的第一谋士 魏征在成为第一杠头之前 在李建成手底下那可是有名的毒士 李建成做的很多事情里 都有味争的影子在里面 时候已经不早了 在下也该告辞回去吃饭了 陆臣一点也不见外地 同李秀宁告辞 先生中午准备吃什么 李秀宁带着些许好奇和期待问陆臣 要知道陆臣最近可是搞出不少菜色 尽管此时没有绿书 但是陆臣总能变着花样 整出几道好菜 啊 起身正准备离开的陆臣 被李秀宁这么一问 顿时站在了原地 陆臣一下子就明白了 李秀宁这是准备蹭饭了 今天中午准备吃火锅 殿下可感兴趣 陆臣看着李秀宁说道 本宫也好久没吃火锅了 先生不介意堆付碗筷吧 李秀宁一听到火锅二字 顿时也坐不住了 李秀宁在自己的宅邸也弄火锅吃 但是怎么吃都吃不出在陆臣那的味道 可是作为一军主帅和公主殿下 总不能一直舔着脸 去陆臣那蹭饭吧 所以陆臣一说 今天中午吃火锅 顿时就把李秀宁的吃货属性勾出来了 殿下能够去在下小院用膳 在下求之不得呢 陆臣冲着李秀宁拱手笑道 火锅本来就是人多吃才有意思 更何况自己那里有那么多食材呢 李秀宁去了 也不过是都一副碗筷的事而已 既如此 那本宫就叨扰先生了 李秀宁嘴上说着客气话 身体可是一点也不含糊 直接起身就往帐外走去 而陆臣则是跟在了李秀宁的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的前往陆臣的 带着亲卫去到陆臣小院 中午吃火锅 是陆臣早就安排了的 等到回到院子 此时院子中间已经摆好了火锅 火锅汤的热气正在往扑扑的外貌 你俩这么快就回来了 看着正在往桌子上端盆的芳琪 以及端着盆从厨房里往外走的梦境 陆臣好奇地问道 你俩不是应该在贝维营 跟那是士兵同吃同住的吗 还有苏定芳呢 先生 我在拌酱菜 陆臣话音未落 苏定芳的声音就从厨房里传了出来 你还好意思说 你在拌酱菜 陆臣直接瞪了一眼 端着酱菜出来的苏定芳 不是让你们三个跟士兵同吃同住吗 这才几天就开始往回跑了 陆臣直接拿着折扇 照着三人的脑袋一人给了一下 而三人则是奇奇的憨憨的直笑 报告 伴随着陆臣三下折扇 齐刷刷站在陆臣面前的三人 最左面的芳琪向前一步 冲着陆臣一镜里高声喊道 说 陆臣沉着脸 看着这三个跑回来的家伙 这不是听说 军师今天中午吃火锅吗 回来蹭一顿 报告完毕 方琪再次敬礼 蹭一顿 陆臣被方琪这个坡有些无耻的理由给欺乐了 一顿火锅就能把你们三个都给勾引的善离职手 以后我还敢把什么任务交给你们 陆臣有些恨铁不承当的说道 报告军师 实在是军师的火锅太诱人 不是我们一直不坚定 孟继也是跨前一步 敬礼说道 报告军师 为了这顿火锅 我们已经做好了授罚的准备 紧跟着孟继之后 就是苏定方 我他们看着整整齐齐站在自己面前的三个人 陆臣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吃完这顿火锅 下午你们是三个 每人负重十公里 坐下吃饭 陆臣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谢大帅 谢居士 三人直接坐到了椅子上 谢过陆臣以后就黑黑笑了起来 似乎跟吃火锅比起来 那负重十公里根本就不是个事 李秀宁刚才一直坐在主位上 看着陆臣训斥这三个家伙 当看到这三人在陆臣面前的那套做派以后 李秀宁一双美目之中金光闪烁 显然对于几天不见 陆臣就整出来的这套训兵之法 很感兴趣 而三人抬头挺胸地坐在位置上的模样 也是给了李秀宁一种不一样的军容质感 第76章 把柄 先生这练兵之法可否在军中使用 席间 李秀宁想起 范前苏定芳等三人另行禁止的模样 忍不住看向陆臣问道 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 陆臣听到李秀宁的问话 放下网筷说道 只不过要是想要像被围兵那般训练 恐怕是不行 不过一想到训练被围兵的伙食问题 陆臣赶忙补了一句 为何 李秀宁好奇地看着陆臣 因为我制定的被围兵的良想和伙食标准 比玄甲军还要高一倍 在训练被围兵以前 陆臣就问过 梦记玄甲军的良想和伙食是啥样 然后按照一倍的标准给被围兵制定 啊 听到陆臣的话 惊得李秀宁差点把挽掉地上 要知道 秦王李世民的玄甲军的伙食标准 已经是大唐最高的了 现在陆臣训练被围兵的伙食标准 居然比玄甲军还高 也得亏现在陆臣只是训练50多人 这要是再多点 还不得把娘子军给吃穷吗 殿下 被围兵只不过是在下设立的标杆而已 看到李秀宁那 有些受到惊吓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起来 若殿下要是按照被围兵的标准 训练娘子军这么多士兵的话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恐怕举大唐全国之力也不够用 那这练兵之法 李秀宁还是对陆臣的练兵之法 很感兴趣 可以稍微提高一点标准 降低一点要求吗 陆臣给了李秀宁一个折中的办法 陆臣是按照特战九队的标准 打造的被围兵 在这个时代 单单这50人的伙食 每天就要消耗娘子军一个营的伙食量 这还只是50人 要是再多点 娘子军根本扛不住 陆臣都想好了 如果李秀宁真准备 按照后世的方法练兵的话 陆臣就给李秀宁先整个缩减版的 至于完整版的 那得真正能够养得起的时候再说了 就在李秀宁正跟陆臣 探讨这个练兵之法的时候 陆臣小院的门被人推开了 众人齐齐望去 就看到程咬金正站在小院门口 真香啊 程咬金迈不进了小院 第一句就是这个 不过在看到李秀宁与陆臣同桌 而死的时候 程咬金就愣住了 至于桌子中间那个好像奇怪的铁锅 程咬金都没顾得上 程咬金现在就觉得很尴尬 他现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属于进退围谷的状态 本来他在被分配的小院里 正吃着肉干和蒸饼 但是突然闻到了肉香 就合计过来整点 他也并不知道 这里是陆臣所居住的小院 按照他的想法 如果是娘子军将官的家的话 就套背近乎蹭点肉吃 但是当他闯进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他们的作辣了 自己明显是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在这个尊卑分明的时代 就算皇子公主跟下属关系再好 也不可能同桌而食 只能分桌而食 而且还是在皇子公主宴请的情况下 才可以与其分桌而食 现在程咬金看到的是 李秀宁就坐在陆臣对面 其他还有三个将官模样的人做陪 更可怕的是 这五个人居然在一个府里捞肉吃 这是如果传出去 不禁李秀宁这个平阳公主名胜有损 其他四个都得是杀头之罪 而且李秀宁可是有父之父 如今竟然跟其他四个男人同桌而食 这要是传到柴哨耳朵里 柴哨不得直接炸锅啊 这要传出去 柴哨也不用做人了 俺什么也没看见 程咬金一琢磨 这是自己就当没看见吧 直接伸手挡住自己的眼睛 就准备退出小院 肃国公 刘伯 就在程咬金准备掩面而走的时候 李秀宁直接叫住了程咬金 哎 听到李秀宁喊自己 程咬金只能咬牙走进小院 顺手把院门给关上了 神色有些不自然的站在几人面前 肃国公用过午膳没有 陆成看着程咬金问道 陆成这句话问的 给程咬金整不会了 程咬金自己都不知道该说吃过了 还是没吃过 明明自己是因为没吃饱 被肉香吸引来的 可是眼前这个情况 你让程咬金直接坐下吃饭 程咬金也不敢啊 跟公主殿下一个府里捞肉吃 程咬金再混再不要脸 但是他要命啊 这事要是传出去 朝里那帮子世家文官 还不得跟见了血的鲨鱼一般 直接参本参死你 估计到时候 都不用那些世家言官说话 李渊就得扒了他的皮 杀了他全家 这是大不敬的罪过啊 看着这个场面 听见陆成的文化 程咬金有些弱弱的回了陆成一句 那个 吃过了 还是没吃过 程咬金也不知道咋回答了 只能苦着脸说了两个答案 那意思很明显 你选吧 你说吃过了我就吃过了 你说没吃过我就没吃过 肃国公这是啥意思 吃了就是吃了 没吃就是没吃 李秀宁直接沉着脸 看着程咬金 怎么 你吃过没吃过 还得本宫来定夺吗 魏臣没吃饱 程咬金合计了一下 把心一横 印了一句 反正自己已经看到不该看见的了 现在想要离开 更是不可能了 就直接实话实说的了 没吃饱还不简单 狗娃 加副碗筷 陆成直接吩咐刘金 给程咬金拿了一副碗筷过来 同时加了一把椅子 本宫吃饱了 你们继续吃吧 本宫就先回营了 李秀宁可以跟陆成一起吃饭 但是不可能跟程咬金一起吃饭 直接放下碗筷 就离开了陆成的小院 众人起身相送 李秀宁临出院门的时候 深深地看了程咬金一眼 这才带着卫兵离开 这才回归本座 继续吃火锅 其实苏定芳等三人在作陪的时候 也都小心翼翼的 涮肉都是拿筷子夹着肉 稍微涮一涮就吃了 那筷子都不敢伸到火锅里 而且吃的是战战兢兢的 只有陆成毫不在乎这些 该怎么吃火锅就怎么吃火锅 陆先生 您是真不怕死啊 等到李秀宁走后 程咬金坐在椅子上 冲着陆成竖起了大拇指 只不过话语中 多少带着调侃的意味 苏国公说笑了 我这个人是最怕死的了 陆成看着程咬金笑着说道 陆成怎么可能听不出 程咬金话里调侃的意思 好家伙 你还知道怕死啊 程咬金看着陆成那云淡风轻的模样 程咬金忍不住继续调侃陆成 那是 我这人可胆小了 你们三个说 是不是 陆成说着 转头看向苏定芳三人 是 是 三人只能配合陆成点头 只不过 中齐齐的富匪陆成 您要是怕死 这天下就没有胆大包天这个词了 方启跟梦记想的是 跟着陆成去的魏州城 这一路上的表现 尤其是想到陆成好玄 直接踢死没人心的暴力模样 齐齐的打了个冷战 再联想到后面陆成单枪匹马 闯流黑踏营地 更是觉得怕死这个词 跟陆成根本就不沾边 而苏定芳想的则是 陆成敢单枪匹马闯军营 说服自己祥唐 更是用胆大包天的计划 直接阵斩流黑踏 你看 他们三个都说我怕死了 陆成黑黑笑着 看着程咬金 行 你是真胆大包天 刚跟三公主一个府内用膳 这要是传出去 可是要掉脑袋的 程咬金还是小声提醒陆成 要传出去 也是你传出去的 他们三个谁看到 我跟殿下一个府内用膳了 更何况 这玩意叫火锅 不叫府 陆成直接给了程咬金 一个少见多怪的眼神 今天中午 殿下是在他的府里用的膳 跟我有啥关系 肃国公 你要是再这么说 我可告你诽谤 陆成直接耍起了无赖 其实程咬金的话 也给陆成提了个醒 陆成也暗自决定 以后要是李秀宁再要吃火锅 还是分开吃好了 程咬金是不会告状的 这点陆成还是有把握的 就凭程咬金今天提醒自己 程咬金就不会背后捅自己刀子 而且纵观史书 也没发现程咬金干背后捅刀子的事 不过 要是被其他人看见了 这话就不好说了 程咬金竟然被陆成整得有点无言以对 平时都是他老程耍无赖 没想到 今天被陆成给耍了无赖了 程咬金恨恨地咀嚼了几口嘴里的羊肉 还别说 这羊肉这么一趟 还真好吃 多谢肃国公提醒 不过今天这事 肃国公也有份 您现在吃的火锅 可是殿下也用过扇刀 结果 就在程咬金恨恨地咀嚼羊肉的时候 陆成一句话整得程咬金 好学没被羊肉给噎死 你我也算是共犯了 所以肃国公 以后有什么好买卖在下 可是会想着你的 比如这次的祥兵 陆成看着程咬金喝水锤打胸口的模样 嘿嘿笑着说道 一听到陆成提到魏州城祥兵的事 程咬金立马眼睛一亮 对啊 自己怎么没想到 陆成这可是有把柄落在自己手里了 到时候 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多要一些魏州城的祥兵了吗 第七十七章 深藏不露 那咱老程就指望军士在殿下那里多美言几句了 程咬金眼珠在眼眶里一转 直接冲着陆成一拱手说道 这是自然 只不过要是以后在下 要是有什么好买卖 需要找到肃国公的话 陆成直接给了程咬金的你懂得的白眼 君师但有所求 只要咱老程力所能及的话 绝对不会含糊 程咬金一拍胸脯说道 那就行了 左右咱们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蚤了 跑不了你 也蹦不了我 是不 陆成冲着程咬金 嘿嘿一笑 程咬金只能配合地点头称 是 心说 咱终日光占别人便宜了 没想到这次栽到这小子手里了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过反过来想想 这样也好 能够多拿一些祥宾也挺好 虽然程咬金现在还并不知道魏正的到来 但是程咬金也明白 太子那面肯定也不会放过这些祥宾 说白了 就是魏州城祥宾这块蛋糕 不论是太子李建成 还是秦王李世民都不可能独吞 但是这块蛋糕怎么切 谁分得快大 谁分得快小 蛋糕刀可是攥在李秀宁手里 而陆成 则是有能力左右李秀宁如何分蛋糕的人 如今能够跟陆成打好关系 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只不过这个喜有点坑 把程咬金给拴里面了 尽管跟陆成拴在了一根绳上 但是程咬金这人性格乐观 按照通俗的讲法 就是心比较大 很快就想通了 既然陆成都不怕 自己这个国公就更不应该怕了 何况还有平阳公主在上面兜着呢 所以程咬金就甩开腮帮子 踮起后槽牙 咔咔就开始 对着涮羊肉 就是一顿躁 心情好了 火锅的美妙之处 军师 这玩意能送俺怎么一个吗 回到俺家里 俺也弄这个吃 程咬金吃饱喝足了 一抹嘴 指了指桌子中央的火锅 眼中充满了渴望 这么好吃的东西 以后吃不到 那可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有何不可 等到肃国公回转长安之时 在下送您一套火锅便是 陆成毫不在意地说道 那俺在这里 先谢过军师了 程咬金起身冲着陆成拱手致谢 俺在这里也多有讨扰了 那面有几个崽子 还在住处等咱 这里就告辞了 术国公慢走 陆成起身 把程咬金送到小院门外 程咬金一步三摇地 往自己被安排的院落走去 看着程咬金离开 陆成转身回来 苏定芳则是快步过去 在院门处左右探头看了一眼 这才把小院门给紧紧关闭 害怕了 看着苏定芳三人正经危坐的模样 陆成轻笑了一声问道 显然刚才程咬金说的是 让这三位酒精沙场的将军 也是心里没有底了 不瞒先生 确实有点怕 孟姬很是不自然地善笑了一下 怕个屁 吃个饭而已 能有多大的事 陆成直接翻了个白眼 显然对于这三位现代的表现 很是瞧不上 但是先生 要知道人言可畏 重口硕金 机会消骨啊 苏定芳则是小心翼翼地提醒了陆成一句 老苏 你还挺会整词 陆成直接言语了苏定芳一句 殿下在我这吃饭 也不是一顿两顿了 该传出去早传出去了 还用程咬金来提醒 陆成直接冷哼了一声 谁要是以后想要拿这事做文章 本军师的手段 你们是知道的 所以 你们就该吃吃该喝喝 没事 听到陆成的话 三人心中奇奇的一领 对啊 公主殿下来军师这里吃饭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要么这是没有传出去 要么就是有人刻意压下了此事 要是前一种 那就是相安无事 要是后一种 就明显是不想得罪李秀宁 或者陆成 但是难保日后不会用这事发难 不过一想到自家军师那层出不穷的手段 三人不由地互相递了个眼神 奇奇的胃后一种人默哀了一下 陆成现在除了在娘子军中 有军师的称呼以外 在被围兵中 可是有着笑面虎的称号 你要是得罪了这位大人 那你的苦日子就来了 你们仨吃饱了没有 看到三人坐在那默不作声 陆成直接出言问饱 吃饱了 听到陆成的问话 三人奇奇的正色回答道 收拾桌子 回营地去 陆成直接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是 三人奇奇起身敬礼 然后开始收拾桌子 陆成则是坐在一旁 看着三人在那忙碌 看来这几天的训练 还是有点效果的 陆成微微点头 有些自得 报告军师 收拾完毕 三人在收拾完桌子 并且刷盘子 洗碗结束以后 来到陆成面前报道 嗯 陆成满意地点了点头 回去吧 是 三人再次齐声应答 然后列队向小院外走去 就在三人刚刚打开院门 准备离去的时候 就听到陆成在三人身后说了一句 记得回去十公里负重跑 听到陆成这句话 三人齐齐地身形一个亮枪 跟着急忙整队 快步离开了小院 小样 还想混淆过关 陆成打开折扇轻摇了一下 很是不屑地说了一句 然后起身哼着小曲 也往院外走去 狗娃 陪本老爷去看看白狐 是 听到陆成的召唤 刘金一溜烟地跑了过来 跟在陆成身后 程咬金迈步走进了 给自己安排的小院 坐在厅里 有清兵端来汤茶 公爷 暖暖身子吧 这些清兵 是从返随开始 就跟着陈咬金 一直到现在 陈咬金已经是宿伯公为止 这些人也都跟随在陈咬金身边 说是清兵 不如说是兄弟 嗯 陈咬金接过汤茶喝了一口 跟着就把汤茶放到了一边 怎么 公爷此次前去不顺利 看着陈咬金 有些深沉的脸色 视力在一旁的承飞 一声问道 并没有 听到承飞询问 陈咬金轻叹了一口气 事情倒是很顺利 只不过 说到这里 陈咬金沉吟了一下 有些事情 就算是陈咬金亲近之人也不能说 对了 对于娘子军军师此人 你怎么看 陈飞在陈咬金跟随李秘的时候 就已经陪伴在陈咬金身边了 见陈咬金说话 说了半截就不说了 陈飞也知道 恐怕自家国公爷遇到了 连自己也无法得知的事情 陈飞就自觉的没有问 陈飞此人武力虽然说是不俗 但也不算出众 不过此人在陈咬金的众多嘉宾中 算是心思最为细腻之人 除了苏国公府管家城府以外 陈咬金身边最为心思灵巧之人 就是陈飞了 听到陈咬金如此一问 陈飞就知道 今天中午之事 恐怕与娘子军这位军师有关了 不过具体什么事 既然陈咬金没提 陈飞也自觉的就没有问 此人深藏不落 陈飞虽然只跟在陈咬金身边 偷看了陈臣几眼 但是陈飞还是凭借自己的第一印象 给了陈咬金一个回答 嗯 此人确实深不可测 回想着中午吃火锅时 陈臣的一言一行 以及两旁那三位将领 对陈臣的态度 陈咬金微微点了点头 公爷 依在下看 此人可结交 不可跌 陈飞在陈咬金身边 低声提议道 此事本宫自然晓得 陈咬金再次点头 不说别的 但是陈臣能够与李秀宁同转时 就可以看出陈臣在李秀宁心中的分量 陈臣的话 基本就可以左右李秀宁的抉择 所以与陈臣交好 绝对对天侧府有利 现在的形式就是 谁能得到李秀宁的支持 谁就更接近那个位置 只要陈臣能够帮着天侧府使劲 那自家秦王就比太子更有机会了 更何况 陈臣现在也说了 自己跟他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这机会就比太子那边多了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让陈臣替秦王说话呢 剑成咬金沉默不语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陈飞也就很自觉地退出了屋子 魏大人 那军师对您的态度似乎有些问题啊 此时 站在魏征身旁的长随 低声同魏征说道 此时已经吃过午饭的魏征 正坐在堂屋里喝着汤茶 不 此人似乎对我很熟悉 很了解我的性格 魏征则是直接否定了长随的说法 通过在大帐里的一番对话 魏征觉得陈臣这个军师 似乎对于所有形式都了若指掌 不 不仅是形式 似乎是对于自己这个人都很了解 这就让魏征此时感到很疑惑 魏征已经把陈臣视为自己此行的最大对手了 而且 李秀宁对于陈臣的态度 也让魏征感到很棘手 可以说 从今天见面 魏征就看出来了 对于陈臣来讲 李秀宁是极其的宠幸 不错 就是宠幸 本来魏征以为 凭借自己的话术 和以前对李秀宁的了解 自己能占到不少便宜 但是仅仅是在大帐里的一番交锋 魏征就知道 自己想要占便宜的话 很难 尤其是陈臣对自己的态度 也让魏征感觉很难受 但是魏征也命把 此行能否获得更多好处 全都着落在陈臣这个军师身上 第七十八章 不认识 就在魏征坐在堂屋里 思索着如何同陈臣接触的时候 外面有人快步走进堂屋 何事 魏征看向来人 来人是魏征此次前来带着的卫兵队长 而此人在后世大唐史书上也是 赫赫有名之人 就是薛万钧 而他的弟弟 就是在玄武门 差点以一人之力 灭了李世民嫡系的薛万彻 后来更是成为李世民的妹夫 迎娶了丹阳公主 薛万钧冲着魏征一拱手 此时的薛万钧上客居幽州 在幽州李义仗下效力 不过自从李建成来了幽州以后 就从李义手中 把这兄弟俩给弄到了自己手下 这次魏征受李建成之命 前来娘子官 李建成就把薛万钧派了出来 赞任魏征卫队的队长之职 薛万钧冲着魏征一拱手 大人 那陆臣带着仆人出门了 薛万钧也知道 魏征是李建成面前的红人 因此对于魏征很是恭敬 更何况他属于出来乍到的 刚刚来到东宫门下 自然是尽量要与这些太子 靖臣打好关系了 哦 听到薛万钧的汇报 魏征放下手中的茶盏 眉毛就是一条 魏征一直想要找个机会 跟陆臣聊一聊 既然现在陆臣单独出门了 这个机会 魏征可不能放过 魏征立即起身 往院门外走去 一旁的薛万钧见状 则是急忙跟了上去 其他人都被魏征留在了小院 只有魏征带着薛万钧 两人直接出了小院 出了下关城村村口 就看到前面不远处 陆臣正带着刘金 溜溜答答的往军营走去 魏征刚忙带着薛万钧 快步追了上去 狗啊 回头给你找个先生 教你认字如何 陆臣一面走着 一面同跟在身旁的刘金说道 啊 大人 俺也能成为读书人吗 虽然刘金得到陆臣的赏识 收为贴身小思 也就是长随 不过对于读书写字这种事 刘金从来也没有想过 而且 刘金心中也一直没底 现在是陆臣家里人手 刘金能一直跟在陆臣身边 自家父亲刘老三 可是经常在刘金耳边念叨 自家这位大人 可是了不得的人物 将来很可能要去长安 入朝堂 封王拜相的 何况就冲着公主殿下的关系 将来自家大人 也不会久居娘子官 到时候去了长安 大人的府邸一定会很大 会有很多人 到时候 肯定会有识文断字的管家什么的 要来伺候大人 所以 咱这些不识文末的下人 就要做好下人的本分 伺候好大人就行了 大人让干啥就干啥 少问多做 才不会被大人嫌弃 现在陆臣居然提到 让刘金去学习识文断字 刘金怎么能不感到惊喜 是啊 你总不能跟你爹一样 一辈子就做个江户吧 陆臣要折扇拍了刘金脑袋下 刘金黑黑的傻笑了两声 虽然在我身边 可保你们家一世无忧 但是若是有一天我不在了呢 陆臣看着刘金 在后世这么大的孩子 还在学校里上课呢 现在这孩子 却因为跟着自己能吃饱饭 就感激得不要不要的 陆臣忍不住叹了口气 大人怎么可能不在呢 等大人不在了 俺也不在了 刘金毛了毛后脑勺 很是憨厚地笑着说道 是 我不在了 你也可能不在了 但是你将来不娶妻 不生子吗 陆臣看着在憨笑的刘金说道 我也会娶妻生子的 还能让你们家一直当家奴吗 也没什么不好啊 奴才一家 能一直伺候大人一家 那也是奴才的福分了 将来俺的孩子 肯定要继续伺候大人的少爷的 刘金依旧是憨憨地笑着 眼中有光滑闪烁 似乎对于陆臣说的是 很憧憬的样子 没出现 陆臣有些怒气不争的 又用折扇打了一下刘金的脑袋 回去就找个老师 教你识文断字 大人 别打了 刘金捂着脑袋 苦着脸看着陆臣 打傻了 就不能学字了 哎呦 还会暴去了 陆臣笑着又拍了刘金一下 主播二人说说笑笑地 往军营走着的时候 就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 陆臣没理会 继续带着刘金往前走 毕竟这条路是下官城村 通往军营唯一的大道 因此经常有将士在道路上走 因此有脚步声从身后转过来 陆臣也没当回事 但是陆臣马上就停住了脚步 因为在陆臣面前站着两个人 一位陆臣见过 正是魏征 站在魏征身边的 穿着一身铠甲的将军模样的人 陆臣却不认识 陆臣上下打量着薛万军 一般的眼睛里 金光四射 身材魁梧 浑身一团子煞气 一看就是酒精沙场的猛将 魏大人 银河拦住在下 陆臣看着魏征 抱拳拱手道题折扇问道 还未请教 这位是 陆臣说着 看向薛万军 末将薛万军 给大人见礼了 见陆臣看向自己 薛万军很是恭敬的 冲着陆臣抱万当兄失礼回道 哦 听到薛万军的名字 陆臣眉毛微微一挑 见到陆臣的面目表情 魏征与薛万军 齐齐的一愣 陆臣这表情 明显就是知道薛万军的名号 但是现在薛万军兄弟 乃是刚刚从礼仪帐下 来到东宫校里 至于这兄弟俩的名号 也不过是在幽州 那些地方比较有名 而魏征 了解这兄弟俩 也紧紧跟着李建成 到达幽州 以后才知晓的 而陆臣此时的表情 明显表明 他知道薛万军 莫非军师认识薛将军 看到陆臣的表情 魏征直接追问了一句 不认识 陆臣回答得很干脆 今日是第一次见到薛将军 听到陆臣的回答 魏征又转头 用询问的目光 看向薛万军 薛万军则是直接的摇了摇头 末将也是第一次见到陆军师 陆臣一句话 给魏征和薛万军给整猛了 你竟然不认识 干嘛刚才还那副表情 整得好像你知道一样 但是陆臣接下来的一句话 直接把魏征跟薛万军 给整得心跳加速了 薛将军 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叫薛万军 陆臣很是认真的 看着薛万军问道 而陆臣这句话一出口 魏征和薛万军的心 都是突突了两下 薛万军确实是射点 稍一沉吟 薛万军点了点头 一门两郡攻 失敬失敬 陆臣拱手冲着薛万军失礼 笑着说道 陆臣这句话一说 不至于一个炸雷 直接在魏征和薛万军 两人头顶炸响 现在的薛万军兄弟俩 还只是李义手下的车骑将军呢 距离郡攻还大老远呢 陆臣就敢断言 这兄弟俩 未来肯定能授封郡攻 难道此人真有魏不先知之呢 大人莫要玩笑 我们兄弟二人 目前不过是太子帐下小族而言 虽然被陆臣这么说 薛万军心中起初很惊讶 更是高兴 不过薛万军还是很是谦虚地说道 只不过表情显然对于陆臣的话 感到很受用 学会文武艺 卖与帝王家位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能够风起印子 光耀门眉 陆臣这一句一门双郡攻 不管是不是真的魏不先知 都会让听者感到很受用 魏大人 未来乃是成就国公之位的人 在下今日能被一位国公 一位郡公拦下 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陆臣笑道 刚说完薛万军能当郡公 转过头就说 魏征能够当国公 而且说得如此言辞凿凿 直接把魏征与薛万军给惊到了 下官谢大人急言 下官并不求国公之位 乃是求天下太平 魏征倒是不卑不亢的回应陆臣 完全没有刚才薛万军那种 很受用的表情 不过魏征还是冲着陆臣道谢 看到魏征那依旧平静的表情 陆臣忍不住在心中 暗暗称赞了魏征一句 难怪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郑臣 就这份胸襟 就不得不昂人佩服 尽管陆臣喜欢富匪 魏征是千古第一杠头 但是不得不说 在这个时代下 魏征能够提出的那些策略 确实是魏国魏民 不知二位拦住在下 所谓何事 陆臣看向魏征和薛万军问道 下官为魏州城降军而来 魏征也不客气 直接了当地说出 拦住陆臣的目的 魏大人要降军 应该找殿下才是 这件事 乃是陛下下旨 让殿下定夺 魏大人找我要人 恐怕是败错妙了吧 陆臣唰的一声 打开折扇轻摇了两下 笑着说道 大人所说不假 下官此次能带多少降军回去 确实是需要公主殿下定夺 只不过是 想要请军师大人从中斡旋 为太子殿下多多帮忙而已 魏征直接把太子李建成 给抬了出来 魏大人这是拿太子压我吗 一听到魏征 把李建成给抬了出来 陆臣直接刷的一下 把折扇一收 脸色一下阴沉了下来 浑身的气息 陡然阴冷了下来 陆臣气息着陡然一变 直接把一旁的薛万军 给吓了一跳 因为薛万军太了解这种气息了 这是湿山血海 爬出来的人才有能有的杀气 第79章 你给我回来 一见陆臣要发火 魏征赶忙冲着陆臣拱手 军师息怒 军师息怒 下官绝没有用太子压迫大人的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陆臣脸色阴沉 依旧是一副不悦的模样 只不过身上的气息 则是收敛了一些 如果魏大人不能给在下一个 合理的解释的话 那倒是恐怕魏大人要空手而归了 至于在下有没有这个能力 相信魏大人也不想尝试吧 陆臣看着魏征冷笑了一声 下官绝对相信大人有这个能力 对于李秀宁对陆臣的宠信程度 在大仗里 陆臣可以代替李秀宁做决定 就能看出来 魏征相信 陆臣刚才说的绝对不是假话 下官只是想要给大人说一说各种厉害而已 哦 陆臣两道剑眉 直接微微一挑 露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模样 只不过心中则是暗道 这魏征不亏为毒事 居然已经开始要挑拨关系了 就看看这老小子要说什么吧 是什么厉害关系呢 还望魏大人为在下解惑 陆臣淡然地说了一句 现在的形势想必军师已经能够看出来吧 魏征轻声询问了一句 嗯 陆臣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 心中却在暗自赋匪 还行事呢 到底李家要干什么 你是一点也看不出来 不过 这种事陆臣是不会告诉魏征的 这件事可是事关天下 陆臣自然不会往外说 再说了 本身这件事就是天大的秘密 秦王在军中的声望 乃是一家独大 可是他再大的声望 也只是秦王 真正有资格克纪大统的 只有太子殿下 毕竟太子殿下是储君 您说是不是 魏征见陆臣有听下去的意愿 这才继续说道 魏征很怕自己刚才说的话 让陆臣一走了之 那他的盘算就彻底落空了 幸好陆臣暂时还表现地愿意听他说 那魏征自然要趁机说下去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陆臣微微点了点头 要是李建成没病的话 估计李世民 还真就是得当一辈子秦王了 既然太子才是名正言顺的储君 而秦王却一直在跟太子殿下争 这件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 魏征再次访问陆臣 嗯 陆臣继续点了点头 有道是得到多助师道寡助 秦王如此做法 咱先不说君臣之意 单是一乃同胞的兄弟之意都罔顾了 此般做法 就算日后能够登起大宝 只怕也难让天下人幸福吧 何况 此刻太子殿下也并非无助 若君师能够帮助太子殿下的话 魏征兼陆臣并没有不耐烦的意思 这才继续跟陆臣说了下去 更何况 有道是锦上添花 不如雪中送炭 若此次能得君师相助 日后太子得登大宝 君师岂不是有从龙之功 有道理 陆臣把折扇在手里一拍 表现得很是赞同魏征的话一般点了点头 魏征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 甚至可以说是很蛊惑人心 如果不是陆臣知道 具体是怎么回事 历史是怎么发展的话 换成其他人 李建成是当不成皇帝的 陆臣这两天也琢磨明白了 李建成的命可以救 甚至如果见了李元吉以后 看看李元吉的脾性 如果真的是 自己猜想的那样的话 李元吉的命也可以救 不过最后的皇帝 还是会是李世民 因为陆臣不想改编历史 见陆臣赞同了自己的话 魏征拥带着期盼的眼神看着陆臣 那君师您的决定是 这件事让在下考虑一下 陆臣没有马上给出答复 至于殿下那面 在下自然会帮忙说话 至于最后的定夺 还是要看殿下的意思才行 那一切就有劳军师了 魏征有些欣喜地 冲着陆臣一拱手 魏大人还是速速离去吧 人多眼杂 咱俩私会之事若是传出去 好说也不好听 陆臣直接冲着魏征一拱手 然后带着刘金 直接走向了军营 望着陆臣离去的背影 魏征长出了一口气 可是当他一琢磨刚才的话 本来的欣喜之感荡然无存 魏征自信 琢磨了一番刚才两人的对话 才发现 陆臣似乎除了答应 帮忙说好话以外 其他的什么都没答应 魏征不由地再次转头 深深地看了陆臣背影一眼 而就这一眼 跟陆臣对视上了 陆臣此时也转头在看他 只不过是冲着他微微一笑 然后就转过头去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军营 看到陆臣的笑容 魏征倒是没有恼怒 而是在心中暗暗称赞了陆臣一句 果然厉害 不过又联想到前面陆臣 对二人未来的说法 不由地又皱起眉头 因为陆臣说得言辞凿凿 似乎是他跟薛万钧 以及薛万彻必然的未来一般 而且他居然知道薛家兄弟 要么此人有非同寻常的情报网 要么就是 此人真的可以未卜先知 不会吧 魏征不由地想起了 袁天刚和李淳峰 一想到这两个臭 倒是未知不由地眉头皱起 似乎魏征也忘记了 他也是倒是出身 魏征一语不发地 在心中不停地琢磨着 薛万钧则是跟随在魏征身旁 心中同样在琢磨着陆臣的话 只不过一个心中 越发感到陆臣的神秘莫测 一个则是心中充满了 对未来的期待 陆臣带着刘金来到白狐的马厩 每次白狐看到陆臣 都会稀绿绿地欢快地叫两声 而此时 白狐蹄子上包裹的绷带等物 已经禁术出去 显然白狐蹄子上的伤 已经恢复了 陆臣低头查看了一下 白狐的伤势 见伤势已经恢复 就解开了白狐的缰绳 牵着白狐出了马就 跟着一撒手 说了句 去吧 就见白狐一溜烟地 开始在教场里奔跑起来 陆臣站在教场边 看着白狐在教场里撒欢 看着肆意奔跑的白狐 眼中充满了笑意 白狐撒欢奔跑了一阵 就直接来到了陆臣面前 用脑袋供着陆臣的胸口 陆臣自然明白白狐的意思 此时的白狐 可是没有装备马具的 只有一副缰绳 陆臣一翻身 直接起到了光滑的马背上 喊了一声 驾 白狐听到陆臣的指令 直接四提翻飞地 在教场里奔跑起来 白狐奔跑带起的风 直接把陆臣身上的长衫 吹得烈烈作响 跑了一阵 陆臣一雷缰绳 说了声誉 白狐停下脚步 陆臣翻身下马 拍了拍白狐的脖子 好小子 恢复得不错 陆臣对于白狐能够恢复如初 感到很开心 直接牵着白狐 就离开了教场 陆臣准备把白狐 带回自己的小院 结果刚走了几步 就见到陆秋明 站在不远处 冲着自己招手 陆副将 有何指教啊 陆臣牵着白狐 来到陆秋明面前 心情大好的陆臣 跟陆秋明半开玩笑地说道 陆先生可说笑了 婢子还敢指教您 您能指点指点婢子 婢子就三生有幸了 因为跟陆臣很熟 陆秋明巧笑嫣然地 同陆臣说道 说吧 到底什么事 陆臣才不幸 陆秋明是闲得没事 来找自己聊天 这娘子军中一天那么多事 可都是需要 李秀宁的三位副将处理的 而整个娘子军中最闲的人 估计也就他陆臣一个人了 殿下找你 陆秋明的大眼睛 眨巴了两下 冲着陆臣说道 然后呢 陆臣看着陆秋明的表情 就知道陆秋明话没说完 好像挺生气的 陆秋明陪着陆臣 往李秀宁所在的营帐走去 小心地提醒陆臣 我知道了 陆臣在心中琢磨了一下 李秀宁为何生气 难道是因为中午火锅没吃饱 那不应该啊 还是因为 刚才自己跟魏征在路上攀谈 恐怕这件事的面比较大 殿下 军师求见 来到李秀宁的营帐外 陆秋明白手 让站在营帐外守卫的禁卫军离开 两人冲着陆秋明跟陆臣行李以后 直接站在了二十帐以外 进来 随着陆秋明的禀报 营帐内转出来李秀宁有些不悦的声音 听到李秀宁的声音 陆秋明给了陆臣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后 一条仗帘 陆臣弯腰走进了营帐 而陆秋明则是手扶腰刀 站在了营帐门口 陆臣见过公主殿下 进了营帐 陆臣偷眼看了一眼李秀宁的脸色 明显有些阴沉 赶忙失礼说道 免了 李秀宁很是无奈地看了陆臣一眼 这家伙 好像无视人一样站在那 知道本宫叫你来所为何事吗 李秀宁沉着脸看着陆臣 不知道 陆臣回答得很干脆 难道是因为中午火锅没吃好 放心 我现在就去崩了程咬金 赶快公主雅兴 其罪当诛 陆臣一撩长衫 从腰间拔出手枪 转身就准备出仗 你给我回来 一见陆臣这副模样 李秀宁再也忍不住了 扑斥笑了一声 你以为本宫就那么肤浅 为了个火锅 就要了一位国公的命吗 李秀宁实在是被陆臣这副做派 给搞得有些哭笑不得 第八十章 优先权 不是程咬金惹殿下生气了吗 陆臣把手枪收了起来 转过身子看着李秀宁 我去崩了 他替殿下出气啊 陆臣一副无辜的表情 看着李秀宁 少来这套 李秀宁直接笑骂了陆臣一句 刚才有人跟我禀报 说你在营门外跟魏征私会 李秀宁撑着下巴看着陆臣 谁这么长舌妇啊 陆臣直接不屑地骂了一句 心中却是暗道 果然是被人看到了 不过陆臣又没答应魏征什么 再说了 就算是答应了 又能如何 连李家最隐秘的计划他都知道了 估计李秀宁就是想要知道 魏征说了什么而已 那魏征是不是求你在本宫面前说好话 李秀宁一双美目弯成弯跃样 笑意盈盈地看着陆臣问道 哎呀 殿下已经学会魏部先知了 厉害 厉害 陆臣冲着李秀宁 直接竖起大拇指 一副狗腿的模样 得了 谁都知道 你是本宫禁臣 钟五成咬金找过你 这魏征要是不找你 才奇怪呢 李秀宁不懈地撇了撇嘴 这是个人都能想到的东西 李秀宁怎么可能想不到 那魏征许给你什么好处了 李秀宁之所以找陆臣来 就是对于魏征许给陆臣的好处感到好奇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李秀宁也算是稍微摸透了一些陆臣的心性 魏征想要把陆臣给说服 去帮李建成 那魏征就是想瞎了心了 你让陆臣帮你出谋划策 那没问题 但是你要是想要命令这家伙干点啥 那你是别想了 除非他自己愿意 不然谁也不好使 正是李秀宁了解陆臣的心性 这才让陆臣成为娘子军中的大闲人 哎呀 陆臣也不客气 直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魏征给我许的东西 可老大了 哦 听到陆臣这么一说 李秀宁的兴趣更浓了 秀没一条 说说 是许给你大将军了 还是国公了 那他倒是没说 只不过须给咱一个丛隆之功 厉害吧 陆臣冲着李秀宁挑了挑眉毛 嘿嘿一笑 这功劳大吧 是不小 听到陆臣说到丛隆之功 李秀宁忍不住娇笑连连 同时点了点头 动心不 李秀宁笑着问陆臣 没兴趣 陆臣把玩着手里的折扇 很是不屑地说了一句 回答的那叫一个干脆 殿下叫再下来 不会就是好奇 魏征跟在下说什么了吧 陆臣把玩着折扇 看着李秀宁 确实有事找你 就是这降兵的事 应该怎么分配 李秀宁把找陆臣来的目的 说了出来 一人一半呗 反正殿下也是奉旨分配 那就一人一半 殿下即保持了中立 也满足了太子和秦王的要求 陆臣嘿嘿一笑 本宫也这么想过 但总觉得不妥 本身秦王的军中实力 就比太子强 这陡然间再多出如此多的士兵 似乎对太子那面不利 李秀宁微醋眉头 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 这还不简单 一共三万余人 秦王一万让程耀金先选人呗 陆臣黑黑的坏笑了一下 在下保证他们的关系会更紧张 陆臣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李秀宁话里的弦外之音 就是不想这件事 让这两面太平静了 最近因为刘黑他兄弟已经扶诸 突厥也已经缩了回去 太子和秦王这两方面 最近有些平静 不过这也导致世家那面 没有更多的向李建成那面靠拢 这样可不行 既然没事做 那李秀宁就得给他们整点事做 那这件事就拜托先生了 李秀宁一下就明白 陆臣要干嘛了 既然此间已无事 那在下就回去准备了 陆臣起身跟李秀宁告辞 先生请自便 李秀宁冲着陆臣一笑 陆臣转身走出了营帐 一直在帐外 等着刘金牵着白狐 赶忙迎了上来 陆臣宠溺地抚摸了一下白狐的脖子 然后往前走去 刘金牵着白狐在一旁陪着 陆臣唰的一声打开折扇 一面走一面迎送了起来 五本逍遥一散仙 青山不改救世言 闲云野鹤皆自在 看破红尘笑人间 伴随着陆臣的迎送之声 陆臣的身影渐行渐远 听着陆臣的迎送 看着陆臣渐行渐远的背影 李秀宁与陆秋明 站在营站门口 久久的凝视着陆臣离去的方向 回到下关城村 陆臣直接就去到了 程咬金所在的小院 两名负责守卫的清兵 一见陆臣来了 赶忙推开院门 其中一名清兵进去通报去了 陆臣则是站在院子中 看着堂屋 不知先生前来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功夫不大 程咬金从堂屋里走了出来 此时程咬金并没有穿盔甲 就是一身黑色浸装 大不留心地来到陆臣面前 满面笑容地冲着陆臣拱手失礼 在下也是从军营归来 路过肃国公肃处 冒昧登门 打扰肃国公了 陆臣倒提折扇 冲着程咬金抱拳回礼 先生能来 那是给咱老成天大的面子 此处非是讲话之所 先生里面请 程咬金说着 直接拉起了陆臣的手 两人携手揽腕地进了堂屋 上茶 程咬金吩咐了一旁的程飞一句 程飞领命去准备汤茶去了 先生此次前来 是给咱老成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程咬金才不信陆臣没事 会来自己这里串门 肯定是有事要跟自己说 程咬金挥手让轻卫退离开 低声询问陆臣 嗯 这个消息也不知道算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陆臣也不客套 直接说道 此话怎讲 程咬金微微一愣 看着陆臣问道 对于降兵的分配方式 殿下已经知会于我 陆臣做出有些为难的表情 看着程咬金说道 怎么 莫非降兵分配 对秦王殿下不利 看着陆臣那有些为难的表情 程咬金带着猜测的语气询问 也不能说是不利吧 殿下答应给秦王殿下一万的降兵 剩下的会交给太子殿下 陆臣表现出 有些难以启齿的样子说道 这怎么行 一听到天侧府 才分配到一万降兵 程咬金一拍桌子 直接不乐意起来 肃国公先别急 陆臣直接安抚了程咬金一句 心中则是暗笑不已 不过陆臣倒不觉得 因为这个分配方法 程咬金就真的会生气 多半是做给自己看的 如果程咬金真是这样的话 那程咬金就不会成为三朝元老了 殿下如此分配实在不公 都说平阳公主殿下 向来一碗水端平 这次不是明显的偏向于太子殿下吗 程咬金不服气的说道 肃国公慎言 陆臣直接拉了程咬金一把 肃国公这话 也就是我听到了 换一个人听到 传到殿下耳朵里 只怕这一万年也捞不到了 陆臣点了程咬金一句 程咬金虽然依旧是不服气模样 但是还是点了点头 其实 在下也曾替肃国公和秦王殿下争取了 只可惜 殿下已经决定了 此事只怕难以更改了 不过在下 倒是替肃国公争取到了一个优先权 陆臣笑眯眯的看着程咬金 是俺老程着急了 不知道先生 这优先权是啥 程咬金冲着陆臣拱手失礼 然后问道 虽然天策府这面 只分配到了一万降兵的名额 但是可以优先挑选 你想啊 你是要一万金兵呢 还是要三万杂鱼 陆臣给了程咬金一个你懂不得眼神 自然是一万金兵了 程咬金回答得很干脆 杂鱼再多不还是杂鱼 陆臣这么一提点 程咬金自然明白 陆臣指的是什么了 多谢军事提点 若是带着一万金兵回去 秦王殿下应该也会很满意的 既然肃国公明白了 那在下子不就留了 毕竟让人看到了不好 陆臣笑着起身 同程咬金告辞 程咬金起身相送 到得院门口 程咬金再次拉住陆臣的手 先生何时跟随公主殿下回转长安 一定要告诉安老程 到时候 安老程请你去天香阁喝酒 说着 程咬金还给了陆臣一个男人都懂的眼神 那可一言为定了 陆臣直接就泼下驴 答应了程咬金的邀请 那在下就告辞了 陆臣带着牵着白胡的刘金 开始往自己的小院走去 本来陆臣还想直接再去卫征那里 不过陆臣想了一下还是算了 此时前去卫征那里不合适 总不能见面跟卫征刚说帮太子说好话 那面就把结果告诉卫征 容易让卫征琢磨出门道 因此陆臣直接带着刘金 回到了自己的小院中 回到小院 把白胡拴到院子的角落 然后吩咐刘老三 去营里专门给白胡打造一个马槽 刘老三领命而去 陆臣直接回到了房间里 关好房门就进入了基地 陆臣准备在基地里找点茶叶喝喝 光喝开水 陆臣也觉得有点太淡了 这些天一直喝白水 陆臣也有点难受了 所以陆臣就决定在基地里找点茶叶喝 第81章 品茶 狗啊 给老佑我烧壶水 陆臣拎着从基地里拿出来的那一包茶叶 从屋里走了出来 直接喊了刘金一声 刘金赶忙应了一声 从厢房里钻了出来 听到自家大人让自己烧壶水 刘金也不废话 一溜烟跑到厨房里烧水去了 坐在堂屋椅子上的陆臣 打开纸袋 闻着里面铁观音的清香 陆臣狠狠地嗅了几口 真香啊 看着铁观音 陆臣口水都快下来了 虽然陆臣不是是茶如命之人 但是也是没事就喜欢饮茶之人 这么多天光喝白水 实在是让陆臣难受的不行 尤其在第一次品尝了糖朝茶汤的滋味以后 陆臣是更加想念清茶的香气 和苦尽甘来的滋味了 功夫不大 刘金拎着一壶热水走进堂屋 陆臣旁边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茶盏 里面已经放好了一小撮的茶叶 此时的茶盏就好像一个小碗一样 并没有后世的那种 带有盖子的那种三彩杯 三彩杯是唐代德宗年间才出现雏形的 最开始也只是茶盏下面放了一个托盘 被称作茶船 后来才一点点的演变成三彩杯 最开始也不叫三彩杯 而是叫盖碗茶 随着滚水倒入茶盏之中 一股子清香直接飘逸了出来 陆臣闻着茶香 用手往鼻子方向闪动了两下 一脸的惬意和舒适 这才叫茶 陆臣看着漂浮在水中的茶叶 赞叹了一句 刘金则是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自家大人 他知道 这又是自己大人搞出来的东西 不过自家大人为啥管 这个黄了巴基的水叫茶呢 刘金想不明白 在刘金的印象里 那有黑的茶砖 加上调料煮出来的汤才叫茶吧 大人 这东西也叫茶吗 刘金还是忍不住好奇 出声询问了一句 废话 这才叫真正茶 你们喝的那玩意叫汤 在本大人看来 你们喝的茶汤和羊汤没区别 陆臣直接给了刘金一个你啥也不懂的眼神 去 拿个茶盏 今天也让你尝尝本大人的茶 陆臣一指桌子上的茶盏 无才谢大人 刘金一听 陆臣要给自己也来碗茶喝 赶忙毕恭毕敬地 拿了个茶盏捧在手里 放桌上 也不怕烫着 唉 刘金赶忙把茶盏放到了桌子上 陆臣捏了一小撮茶叶 放到茶盏里 让刘金倒了开水进去 刘金就在那开始 跟茶盏里的茶叶大眼瞪小眼起来 别看刘金平时表现得好像挺沉稳的 实际上也不过是个16岁的孩子 在后世这个年纪还在上中学呢 因此对于茶盏里的茶叶 还是充满了好奇心 陆臣端起茶盏 轻轻吹了吹 滋溜一口茶水进了嘴里 舒坦 陆臣美美地品味着铁观音的香 浓 纯 甘的滋味 蜜眼斩眉 回味着铁观音的厚重味道 刘金则是有样学样 也学着陆臣的样子喝了一口 不过马上就皱起了眉头 大人 好苦啊 第一次喝茶的刘金 整个小脸都皱到了一起 吐着舌头 哈哈 看着刘金那愁眉苦脸的样子 陆臣忍不住笑了起来 狗娃 这喝茶就跟做人一样 苦尽才能干来 你现在嘴巴里还苦吗 陆臣微笑着看着刘金 听到陆臣的话 刘金砸扒了一下嘴 确实这茶刚入嘴的时候 确实有些苦 但是再现苦味过去了 居然有一丝甘甜的味道 这茶就好像人生 人呢 会苦一阵子 但是不会苦一辈子 总会有苦尽甘来的时候 就好像你刚开始喝的时候觉得苦 可是苦过了以后 是不是就甜了呢 陆臣笑着点了一下刘金的脑门 就比如你阿爷 打了一辈子铁 每次打铁的时候 是不是都很遭罪 但是 当你阿爷把铁锯打造出来了 是不是就很开心 听着陆臣的话 刘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大人 我没看到阿爷打铁很开心啊 啊 陆臣被刘金的话给噎了一下 不过陆臣也明白 日复一日的重复同样工作 确实也会把人的热情给消磨掉 更何况是浆糊呢 好吧 那你阿爷领到军饷的时候高兴不 陆臣换了一个说法 那倒是挺开心的 每次阿爷领到军饷 都会打三两酒喝 那是阿爷最高兴的时候了 听到陆臣这么说 刘金点了点头 所以这不就是甜吗 这不就是用打铁的苦换来的吗 陆臣宠溺的拍了拍刘金脸颊 就在陆臣悠然自得的品着茶的时候 李秀宁写的三封书信 已经送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长安天侧府中 李世民书房 看着面前的书信 陷入了沉思 不过很快 李世民起身 将书信揣入怀中出了书房 来到后宅 在王妃长孙无垢的服饰下 换上了一身紫色的圆领袍服 腰横玉带 出了天侧府 翻身上马 带着一对侍卫直奔皇宫而去 此时的太极殿暖阁里 李渊也是看着面前的书信 陷入了沉思 在看这封信的时候 李渊是病退了左右的 就在李渊沉思的时候 长宝在外面敲响了暖阁的门 陛下 秦王殿下在外求见 长宝隔着暖阁的门说道 嗯 让他进来吧 李渊把书案上的书信收好 整理了一下龙袍 端坐于龙书案后面 随着长宝推开暖阁的门 李世民龙行虎步地走进了暖阁 拜见阿爷 给阿爷请安了 李世民一撩一惊 双膝跪地给李渊行叩拜之礼 起来吧 李渊看着面前一身鹦鹉之气的李世民 不由地想到了此时身处幽州的李建成 再联想到李家的计划 和大儿子的身子 不由的表情有些凝重 李世民闻言 这才从地上站起来 长宝很自觉地退出了暖阁 带上暖阁的门以后 又倒退了两步 把其他的内侍都给赶了出去以后 就抄着手站在了原地 坐吧 李渊一指龙书案左侧的下守卫 下夜 李世民谢过李渊以后 坐在了下守卫 此次进攻所为何事 李渊看向李世民 要知道 除了太子住在东宫以外 其他的王爷 可是不能随意进攻的 包括秦王李世民在内 就算他是秦王 李渊嫡子 也不能随意进攻 除非是真的有事 或者李渊召见方可进攻 阿爷 三姐是否有书信前来 李世民也不隐瞒 直接从怀中 把李秀宁写给他的书信掏了出来 承送给李渊 三姐给我来了一封信 信中所言 儿子不敢做主 顾前来求阿爷指点 李渊接过李世民承送过来的书信 打开看了几眼 不由得眉头紧皱 因为李秀宁给李世民写的这封信 跟给自己写的那封信 内容是大同小异 都是希望能够 他们能够见见陆臣 看来这丫头 不光给你我父子写了信 恐怕此时你远在幽州的大哥 应该也收到信了 李渊把书信放到了龙书岸上 右手手指倾扣了几下 跟着转头看向李世民 那袁天罡的能耐如何 李渊没有说书信和陆臣的事 而是询问起袁天罡来 启禀阿爷 袁天罡此人 李渊说着看向李世民 比起他的道听途说 还是李世民更了解李淳风一些 的确如此 而每次出兵 都会先让李淳风推算一番 李世民点了点头 而袁天罡是李淳风一世一有的朋友 此人相术精湛 与人相面言出必重 哦 李渊一听李世民说 袁天罡言出必重 顿时来了兴致 也就是说 你三姐在信中所说之事 十有八九了 有可能 而且 据儿子了解 陆臣此人来历极为神秘 按照三姐的说法 是突然出现在娘子官的 虽然自称是墨家子弟 但是按照三姐的推测 此人绝不是墨家子弟那么简单 李世民低声在李渊身边说道 此话怎讲 李渊憋着笑看着李世民 其实此时李渊已经知道 陆臣酒后淫尸之事 而李世民 则是还是这般神神秘秘 李渊就忍不住 想要逗一逗自己这个二儿子 李渊手下的不良人 可是早就把这件事报了上来 而李世民此时 其实已经开始组建百祁司了 不过此时的百祁司 对外的称呼为敬畏百祁 百祁统领 就是李世民的心腹爱将李军宪 那陆臣曾经酒后吟诗一首 李世民就把陆臣念得那半首 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五城说给了李渊听 要知道 此时的人可都是很信奉这些东西的 尤其是李渊 更是信奉道教 毕竟李渊可是把李家定义为 老子李尔的后人 自然是更加推崇道教了 其实在李渊接到不良人 报上来的陆臣的诗的时候 就已经想要见一见 这位下凡的哲仙人了 第82章 守狱 待到秀宁回转长安之时 相信这个陆先生 应该会一同回来 到时不放一见 李渊稍微沉吟思考了一会儿 这才同李世民说道 毕竟如今李家的计划 这个陆臣已然知晓 倒是就要 看看这个陆臣是如何说法了 如若显露出对李家不利来 那说不得 就算是哲仙人 也不能影响到李家的江山 儿子明白了 那儿子这就告退了 李世民起身 冲着李渊行礼 去吧 此事你知我知便可 李渊冲着李世民点了点头 并且叮嘱了李世民一句 世民晓得 李世民应了一声 这才转身离开了暖阁 看着自己二儿子离去的背影 李渊再次陷入了沉思 此事 远在幽州的李建成 也收到了妹子李秀宁的来信 不过在看过来信以后 李建成第一时间 就把李秀宁的信件给烧掉了 至于回信 这件事等到回长安再说 咳 咳 李建成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脸上出现不正常的嘲红 显然凶闷得很厉害 太子殿下 您没事吧 此时有人在门外问道 听声音 李建成就知道是李毅 每天这个时间 李毅都会找李建成聊天 毕竟这里是李毅的地盘 李建成也不能过于不给李毅面子 哦 没事 李建成在书房里回道 燕郡王有事 隔着书房的门 李建成问道 无事就不能过来 给太子殿下请安了吗 李毅大笑着推开了书房的门 显然一副不拿自己当外人的模样 进门冲着李建成 随意地拱了拱手 不过李建成依旧是笑脸相迎 对于李毅如此作派 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快 燕郡王有心了 燕郡王请坐 来人 上茶 李建成冲着门外招呼了一声 李毅也不客气 直接坐到了客位之上 很快有下人送来了汤茶 摆在了李建成与李毅面前的小鸡之上 刚才听到殿下 有咳嗽之声 莫非身体有什么不适 李毅端起茶盏饮了一口茶汤 表情略带关切之色问道 哎 李建成饮了一口汤茶叹息了一声 没想到幽州的冬天居然会如此寒冷 这两天孤偶感风寒而已 来到此处 方知燕郡王助手此处之难处 李建成深有感触地说道 哈哈 听到李建成的话 李毅大笑了几声 殿下酒居关内 自然对着北地的水土难以习惯 想五等即为臣子 自然有守土雾边之责 殿下能如此关心臣等 臣下已然感激不尽了 李毅嘴里说着感激的话 脸上确实颇有些自得的表情 冲着李建成拱了拱手说道 若非燕郡王守土有方 只怕那突厥早已南下扣关了 估代表官内千万百姓再次谢过燕郡王了 李建成说着 冲着李毅失了一礼 李毅赶忙起身躲避 只不过这躲避多少有些缓慢 脸上的表情多少有些得意 嘴里却是说道 这如何使得 殿下可是折杀臣下了 本来臣下还为殿下准备了一些歌舞 不过线下看来 殿下恐怕无暇观赏了 看着李建成又咳嗽了两声 李毅语气中颇有些惋惜的说道 估身体不适 今日确实无法与燕郡王痛快唱一番了 李建成也做出惋惜的表情说道 既如此 那臣下就告退了 还望殿下保重身体 李毅起身冲着李建成拱手失礼 燕郡王慢走 估身体不适 就不远送了 李建成起身说道 殿下身体要紧 臣下告退 李毅说罢 转身出了李建成的书房 书房内 李建成看着李毅离去的背影 眼神阴冷了下来 也不知道玄城那面如何了 李建成站在书房门口 眺望着娘子官的方向 品过铁观音的陆成 此时神清气爽 让刘金把东西收了起来 陆成迈步离开堂屋 来到拴在院子角落的白狐面前 此时 刘老三已经把马草打造出来了 已经安放在了白狐面前 马草里也已经添加了草料 白狐正在欢食地吃着草料 这一天下午过得很平静 直到第二日 陆成又被陆秋明给带着 去见李秀宁去了 来到李秀宁宅底 陆秋明直接带着陆成去了书房 照就是陆成与李秀宁在书房内 陆秋明站在门口把守 这是本宫给程之杰和魏征写的手谕 先生看看 有何不妥之处 李秀宁将两张卷纸放到陆成面前 陆成拿起来看了看 卷纸上的字迹 给人一种钟灵玉秀的感觉 而且 其中还透露出金歌铁马之意味 不过都是繁体字 陆成看得挺费劲 看了半天 里面有些语句 陆成还是没看懂 陆成不禁有些暗暗后悔 以前没有好好学习繁体字 陆成假模假式地看了一阵 点了点头 基本就是这个路子了 殿下这手谕里写的 已经很清楚了 既然先生觉得没有问题 那本宫就召见他们二人了 李秀宁见陆成说 自己写得很妥贴 也不宜有他 直接吩咐陆秋明 吩咐人去通知程咬金和魏征 功夫不大 程咬金与魏征 在士兵的带领下 来到了李秀宁的宅邸 在门口的时候 程咬金与魏征碰面了 程咬金直接瞪了魏征一眼 冷哼了一声 迈步先进了宅邸的大门 魏征则是板着脸 随后也进入了宅邸 尽管魏征心中不服气 可是尊卑有别 此时的他 可不是郑国公 跟肃国公程咬金身份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只能让程咬金先进 看着程咬金趾高气扬地 进了宅邸大门以后 魏征直接付匪了一句 莽夫 来到大厅 此时李秀宁 已经坐在了主位之上 而陆臣则是坐在 李秀宁坐下手 第一个座位上 把玩着折扇 看到程咬金与魏征 一前一后地走进大厅 陆臣冲着二人 微笑着点了点头 臣 魏征见过公主殿下 臣 臣之杰见过公主殿下 二人一口同声 齐齐地冲着 李秀宁失礼 二位倾家免礼 李秀宁淡淡地说了一句 殿下 不知何事召唤臣等前来 程咬金看着李秀宁问道 本次唤你二人前来 自是为了魏州城降兵之事 此三万余降兵 每日在魏州城人吃马胃的 也是需要不少粮草 因此 本宫为了早点解决 这件事特唤你二人前来 李秀宁看着程咬金与魏征说道 而二人在听到李秀宁的话以后 都是偷眼观瞧了一下 老神在在把玩折扇的陆臣 陆臣见二人偷瞄自己 则是冲着二人微微一笑 此乃本宫手谕 你二人可凭借此手谕 前往魏州城按上面所写 进行降兵分配 李秀宁说着 冲着势力在一旁的叶竹招了招手 叶竹将两个竹筒 分别递给了程咬金与魏征 谢殿下 二人双手接过李秀宁的手谕 冲着李秀宁失礼说道 分配数额手谕中已经明确 你二人明日便可前往魏州城 循纳魏州总管田流安 按手谕所写提领降兵了 李秀宁再次说道 是 仅遵殿下御旨 臣等告退 李秀宁竟然把话说得如此清楚了 程咬金与魏征二人 也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 直接失礼告退而去 既然此件事了 再下也告退了 陆臣起身 冲着李秀宁失礼 同时冲着李秀宁眨了眨眼睛 而此时 程咬金与魏征在大门口 也是互相对视了眼 这才分道扬镳 嗯 李秀宁点了点头 他自然明白 陆臣现在离去是为了什么 因此也没有挽留陆臣 对了 过几日 本宫就该回转长安了 到时候 军师可是要随行的 就在陆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李秀宁同陆臣说了一句 在下明白 陆臣点了点头 也直接离开了李秀宁的宅邸 陆臣本来想要去山坡上的贝围兵营的看看 不过转念一想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而是往自己的小院走去 没成想 半路上就被薛万军给拦了下来 直接把陆臣给邀请到了魏征的小院里 怎么 薛将军想要绑架在下不称 陆臣笑着 看着薛万军说道 大人说笑了 借在下两个胆子 也不敢绑架大人 实在是魏大人急切地想要找军师商谈一番 薛万军冲着陆臣拱手陪笑说道 魏大人 找在下何事啊 进了堂屋 陆臣也不客气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看着魏征问道 军师 在下看了公主手遇以后 心中有所疑问 这才不得已邀请军师一谈 魏征冲着陆臣一拱手说道 哦 难道是魏大人觉得 殿下的分配有问题 陆臣一副明知顾问的模样 看着魏征 军师 虽然这数量上我们占了优势 但是这让那个匹夫先选兵 在下觉得此举不妥 魏征苦着脸看着陆臣 这有何不妥 这优先选兵又没说数量 只说有优先选兵权 而且数量是一万 难道这中间不够你做文章的吗 陆臣打开折扇轻摇了一下 提醒了魏征一句 听到陆臣的提醒 魏征顿时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第83章 丑话说前面 魏征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不明白陆臣话里的意思 魏征其实也算是一种当局者迷了 陆臣稍一点拨 魏征自然一下就明白了 其中的关键了 优先权不是重点 重点是如何使用优先权 至于如何限制程咬金这个老匹夫的优先权 自然是需要自己想办法了 陆臣作为娘子军的军师 魏征能提点自己到这里 已经不错了 毕竟说起来 自己跟陆臣的关系 也不过是见过几面 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 多谢军师提点 想通了此种官药 魏征冲着陆臣拱了拱手 在下可什么都没说 只不过是爱同位大人说些闲话而已 在下这就告辞了 陆臣起身同魏征拱手告辞 出了堂屋的门 冲着等在一旁的刘金一招手 主仆二人一前一后离开了魏征的院子 站在院内相送的魏征 看着陆臣离去的背影 直到陆臣出门转弯 不见了背影 魏征才叹了口气 多指尽腰 狗啊 走 陆臣出了魏征的院子 似乎并没有回家的打算 直接一转身 就往村头走去 大人 咱不回家吗 刘金见陆臣 竟然转身往村外走 近在指使的小院都不回了 不由的好奇问道 回家 陆臣转头看了刘金一眼 现在咱们那院子 就是龙坛虎穴 绝对有人在里面等着 再不跑就跑不掉了 陆臣冲着刘金黑黑一笑 刘金也不知道 陆臣为啥说 自家小院是龙坛虎穴 不过大人 既然说不回去 那自己陪着就是了 陆臣带着刘金 一溜烟地跑到了 位于半山腰的 被围兵营地 看到陆臣到来 所有被围兵的将士 都迅速在教场中间 集合了起来 似乎是以为 陆臣是来突击检查的 可以啊 看着整齐站着队列的 这些被围兵 陆臣笑了起来 虽然陆臣并不是 真的来突击检查的 不过既然这帮家伙 当成自己是来突击检查的 就来个顺水推舟好了 等到陆臣带着刘金 来到这帮子将士面前 整个被围兵队伍 都已经整列完毕 至于苏定方 方启 以及孟继 已经等在了那里 向右看齐 随着张友一声令下 五十名被围兵 急促地整列着队伍 向前看 少兮 报告军师 被围兵应到五十 十到五十 请军事指示 张友转身 冲着陆臣进了个军里 入列 陆臣说了一句 张友转身跑步入列 很不错 陆臣看着这帮子 被围兵的精气神 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训练了没几天 但是这些人底子好啊 那是从李秀宁的 进卫军里摘出来的 身体素质绝对是一等一的 因此接受起陆臣 制定的训练方法起来 也是比较容易的 不过 就算如此 陆臣的训练方式 也是让这帮人 吃了不少苦头 占军资 队列可都不是 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训练苦不苦 陆臣看着面前 这五十名被围兵 面带微笑高声问道 不苦 五十名被围兵 齐齐地高声 回复陆臣 扯淡 陆臣直接笑骂了一句 哪个要是说不苦 那纯属放屁 听到陆臣 如此粗鲁的话语 这帮汉子都哄笑起来 之所以说 不苦 不过是为了讨好陆臣而已 哪有当兵不苦的 陆臣给了这帮人一个白眼 当兵不但苦 还有可能随时丢命 陆臣铿枪有力地说道 不过 大家跟着我 都是我陆臣的同袍手足 绝不会拿你们的性命荡而写 以前的将领 虽然也对他们不错 但是也仅仅是不错而已 现在他们每天 就是训练苦一些 但是基本顿顿都有肉 蒸饼都管饱 以前蒸饼能吃饱就不错了 哪有陆臣这样的统领 所以听到陆臣的话语以后 这帮汉子不少人 眼眶都有些红了 之所以 让大家这么完命地训练 要知道 平时敢流血 暂时才能少流血 不流血 平时敢拼命 暂时才会不惜命 不丢命 我不希望将来真的上了战场 当咱们大姐 以后少了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陆臣的声音 依旧是铿枪有力的 过几天 我会跟着殿下回转长安 到时候 你们也会跟着一起去 我不希望到时候 你们调了我们被微微的威风 陆臣想了一下 还是把准备跟李秀宁回长安的事情 跟一众被围兵说了一下 哦 一听门跟着陆臣回转长安 顿时所有的被围兵都轰叫起来 安静 就在这时 站在陆臣身边的苏定芳 直接吼了一声 顿时场面安静了下来 我知道 你们有不少人的家 都在长安附近 回到长安 我可以给你们探亲家 回家看看家人 而且还有奖金 但是 我要是看到谁的训练不用心的话 陆臣冷笑了两声 军师对咱们是人之意尽 要是我知道 谁耍花偷懒 不用军师出手 老子扒了你的皮 就在陆臣话音刚落的时候 方启直接冲着一帮子被围兵一瞪念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冷笑着说道 怎么会 咱们可是军师的被围卫 就是 入了被围卫俺这条命 就是军师的 没有军师 就没有俺们 一帮子被围兵喊叫了起来 行了 都别在这表中心了 该干嘛干嘛去 解散 陆臣看着这帮子朴实的汉子 直接笑了一下 一回跑秀 在陆臣一声解散以后 该训练的训练 该巡逻的巡逻 所有被围兵 都按照陆臣说的班级编制 各忙各的去了 你们三个跟我来 陆臣招呼了苏定方 方启和梦记三人一句 三人跟在陆臣身后 进了营帐 因为这个营地算是一个零食的 到时候 被围兵跟着陆臣去了长安 就不一定会回来了 毕竟他们 虽然顶着被围卫的名号 实际上却算是陆臣的嘉宾了 三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陆臣召集自己三人要干嘛 只能跟着陆臣进了营帐 进来营帐 陆臣居中而坐 都坐呀 站着淡忙 陆臣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三人 哦 三人各自找了个位置坐下 依旧是看着陆臣 等着陆臣说话 找你们三个进来 是有点事要说 陆臣看了看 坐在自己周围的几个人 军事有事 只管吩咐 三人一听陆臣这语气 赶忙挪了挪屁股下面的椅子 凑近了一些 哪有什么吩咐 看着三人那有些急切的模样 陆臣忍不住笑了一下 就是这么多天了 也没问问你们的想法 什么意思 三人被陆臣这话说得突然一愣 你们也别意外 毕竟人格有志 我总得问问你们的心思 毕竟我现在虽然说是军师 实际上却是依旧一身白衣 无官无职之人 也不知道 你们三人之中 是否有人想要封猴败将啊 陆臣把玩着折扇看着三人 笑着问道 军师何处此言啊 听到陆臣的话 三人齐齐的心中一惊 纷纷在心中思索 军师这话是在考验自己啊 还是对自己三人是否有了不满 甚至琢磨 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仙人 作为军人 没有不想封猴败将的 但是也分跟着谁 如果是跟着陆臣的话 这三人相信 只要跟着陆臣一样 能够封猴败将 毕竟陆臣乃是折仙人啊 军师是否对我等不满啊 苏定方神情有些忐忑的 看着陆臣问道 他跟方琪与梦记不同 他是降将 这身份就注定 他暂时只能跟着陆臣 要是陆臣不要他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了 怎么会呢 看着苏定方那忐忑的表情 陆臣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能够看到 这个一人灭三国的狠人如此表情 毕竟人格有志 我总得问问清楚啊 如果说想要入朝堂 封猴败将 本军师肯定是要帮忙的啊 跟着我混呢 一辈子全家人 衣食无忧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不走 就跟着军师了 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齐齐地冲着陆臣一拱手 俺是最早跟着军师的 军师 你可不能辽安走啊 方琪苦着脸看着陆臣 再说 殿下也说了 让俺们一直跟着您 若是您不要我们了 那我们不是 就成背信弃义 不忠不孝之人了吗 方琪的话 也得到了其他二人的同意 两人齐齐地冲着陆臣点头 行 陆臣看着三人 笑了起来 陆臣之所以说这个事 其实也算是对三人的一个小考验 看着三人的表情不似作假 陆臣这心也微微放了下来 因为接下来 回到长安 在陆臣的计划中 就要准备一系列的东西了 必须是有忠心的人辅助他才行 那本军师丑话说在前头 既然你们三人这么说了 那全且跟在我身边 如果哪位有了想法 可一定要跟我说 如果是背着我乱来 那就别怪我用手段了 我的手段有多少相信你们 都清楚吧 陆臣看着三人笑盈盈地说道 只不过话中警告的意味 也直接让三人心中奇奇地一领 第84章 你小子走运了 不说别的 但是陆臣身上的那手枪 就已经够害人了 更何况留黑他那十万人的营地陆臣 都来去自如 想要取自己的性命简直一如反掌 而且陆臣可是哲仙人下凡 跟着仙人之未来还用说吗 当然 哲仙人下凡这件事 也是跟方启和孟姬喝酒的时候 苏定方从他们二人得知的 也正是因此 才知道李秀宁为何把他们三人 放到陆臣的身边 更是把改名为贝维尉的这支禁卫军 给了陆臣做亲卫 将来更是会成为陆臣的嘉宾 这三人其实在喝酒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了一件事 陆臣回转长安的时候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 只是一个好似闲人一般的军师 而且这三人也都知道 陆臣的能耐 那是能够安邦定国的 仅仅是现在展示出来的一点东西 那都让娘子军的战斗力 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如此人物 还有李秀宁给背书 想要不起飞都难 所以跟着陆臣是最好的选择 大人何出此言 俺们这一辈子都跟定军师了 方启三人 齐齐地冲着陆臣拱手表着忠心 不要把话说得太死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本军师也不会绑着你们 肯定是要把你们放出去的 陆臣看着三人郑重的模样 笑着说道 咱们几人也不过是谈谈心而已 不要想得太过了 只不过 陆臣此时的目光 却是看向了苏定芳 苏定芳等三人 正抱权躬身 没有看到陆臣的目光 像苏定芳这种军神 陆臣是不可能绑在身边的 那是对天下的不负责任 那是埋没人才 不过陆臣倒是准备 把现代化军事理念 交给苏定芳以后 再找个合适的机会 举荐苏定芳出头 有道是 朝里有人好作官 陆臣不喜欢朝堂的勾心斗角 不过自己抓几个人才 大神之类的培养一下 逗住自己的关系网 倒是要考虑的 而且 天侧府的人可以结交 至于世家吗 他们老老实实听话还行 不听话就该灭的灭 呆袍根的袍根 伟大不掉的世家 都是麻烦 至于方琪与梦记这两个人 就看他俩人的造化了 如果可以的话 陆臣也不会耽误 二人的封侯败将之路 至于他自己 陆臣已经不想 冲在第一线了 说实话 这些天陆臣也想了很多 穿越以前 陆臣一直都在一线 等到穿越过来 这些天的生活 陆臣觉得自己的主要精力 应该放在科技新国方面 能打仗的人太多了 能开疆拓土的人也很多 但是要是讲究科技的话 还是得自己这个 未来人才有那个能耐 至于怎么发展科技 自然从娃娃抓起 当然有人才的话 那也是要培养的 科教新国 科技和教育 才是重中之重 所以陆臣的打算 就是一点待面 去长安以后 就准备从李秀宁那 弄个桩子 开始试点 对了 想到教育 陆臣就想起来一件事 苏定方 现在就有个任务交给你 随着陆臣这一声 对了 尤其在喊到苏定方的时候 三人齐齐抬头看向陆臣 军师但有吩咐 苏列无有不从 苏定方一听陆臣 有任务给自己 立马惊声了许多 现在这三人 就怕陆臣不要他们了 一听到陆臣有任务 眼珠子都瞪圆了 军师 你想杀谁 方琪眼珠子一瞪问道 是不是那个魏征 属下听说 那牛鼻子对你不敬 属下这就去砍了他 瞎说什么 陆臣看着方琪那表情 哭笑不得的 直接用折扇 拍了方琪脑袋一下 我就是想让苏定方 叫你们十字而已 一天天的喊打喊杀的 要杀魏征还用你 我直接一枪 就崩了他了 陆臣直接瞪了方琪一眼 方琪揉着脑袋 冲着陆臣黑黑一笑 冲方给他们这帮子人上文化课 方琪跟孟琪齐齐的苦了脸 要让他们拎刀杀人 那是毫不含糊 但是一说要读书认字 立马都如同双打茄子一般 脑袋一滴 粘吧 少在那卖惨 陆臣瞪了方琪跟孟琪一眼 从今天开始 被围兵所有人都要十字 每个人最少认识三千字 不然本军师以后要教你们的东西 你们拿什么学 最少三千字 这是死命令 陆臣不容置疑的说道 是 一听到最少要认识三千字 方琪跟孟琪更粘巴了 但是 这是陆臣下的死命令 两人也没有办法回绝 何况还有五十人陪着他俩一块学 一想到所有人一起遭罪 两人心里又好受了许多 看着方琪与孟琪苦瓜般的表情 一直站在陆臣身旁的刘金 忍不住偷笑了一下 结果顿时就吸引了陆臣的目光 怎么把你给忘了 还有你一个 你也每天都要跟着苏将军学习 我会考核你的功课 功课不合格 我就把你赶出陆家 陆臣直接冷着脸 冲着刘金说道 是 本来还看着方琪和孟琪 有些幸灾乐祸的刘金 顿时那小脸也垮了下来 应了一声 还有 每天 也都跟着被围兵出操训练 陆臣又叮嘱了刘金一句 我可不想身边跟着一个书呆子 今天你就留在军营吧 陆臣说完就站起身 走出了营帐 大人都下令了 咱们这就开始吧 至于被围兵的兄弟 明天再说吧 而且 被围兵中的兄弟 应该也有能稍微时文断字的 明天都要挑出来 多几个人 一起教速度会快一些吧 苏定方看着自己面前 这三个粘头打脑的家伙 无奈地说道 大人都下死命令了 不想让大人生气的话 咱们还是照办吧 狗啊 你小子算是走运了 苏定方笑眯眯地看着刘金 大人这是有意在栽培你 你以为一般人 能让大人如此重视吗 苏定方说着 拍了拍刘金的肩膀 陆臣一路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这个小院里 现在除了角落马厩里的白胡 就剩下正在匹柴的刘老三 老刘 陆臣禁院就喊了 正在匹柴的刘老三一声 大人 您回来了 刘老三听到陆臣喊自己 赶忙在自己的身上擦了擦手 小跑了过来 不过眼神却是不经意地 往陆臣身后看去 显然是在寻找自己的儿子 刘金今天不回来了 我把他留在营地 跟着苏定方识字了 陆臣自然知道 刘老三在找什么 陆臣笑着跟刘老三说道 毕竟当爹的肯定关心儿子 啊 我家狗娃也能识字吗 听到陆臣说 让刘金跟着苏定方去读书认字去了 刘老三一脸的难以置信 毕竟他们可是世代的铁匠 匠匠匠匠身份 也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 虽然陆臣说过 要帮着刘老三家除去匠级 现在也有李秀宁的文书在手 但是一直没有去县衙报备 所以现在他们在县衙里的身份 还是匠匠 如何不能 陆臣坐在堂屋椅子上看着刘老三 你家已经不是降级了 不过是少一道手续而已 如何不能让刘金读书习字 再说了 就算是降级 本大人想要教谁 还没人能够管得了 陆臣颇为自傲地说道 俺刘老三代表俺老刘家列祖列宗谢大人了 刘老三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陆臣 直接跪地上就给陆臣磕头 俺刘老三就算是给大人当牛做马 也难抱着除鸡之恩 说着眼中还流出了感激的泪水 除去了降级 以后刘家的后人就有机会读书写字 参加科举了 到时候出个举人啥的 那都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而且也直接让刘家有机会进入世人圈子了 那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刘家的命运 老刘 这是作甚 陆臣一见刘老三给自己磕头 赶忙起身双手相掺 你和刘金就好像我的家人一样 以后我这个家还需要你跟狗娃的照顾呢 就在陆臣刚刚把刘老三掺起来的时候 院门被人敲响了 老刘 去看看是什么人 陆臣吩咐了刘老三一句 就坐回到椅子上等待 唉 刘老三抹了下眼角的泪水 快步走向院门 随着院门打开 就见程咬金带着清兵成飞站在院门外 原来是肃国公大驾光临 陆臣一看是程咬金 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这千朵万朵 还是没躲过这个混世魔王 这老小子 估计是派人盯着自己了 不过 面上则是笑呵呵的 把程咬金给让进了堂屋 如今院子里就陆臣跟刘老三两个人 陆臣只能让刘老三 临时承担刘金的角色 让刘老三去烧水 肃国公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啊 陆臣摆出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问道 俺老成是来跟陆先生瓷行的 程咬金坐在客位上 冲着陆臣拱了拱手 哦 听到程咬金是来瓷行的 陆臣挑了下眉 殿下不是准许肃国公与魏大人明日离开吗 因和现在就要离开 陆臣看着程咬金问道 第85章 如何使不得 既然俺老成有优先挑选权 就得早点用 再说 那牛鼻子到时候肯定要给俺老成下绊子 咱这叫先下守为强 程咬金很是得意的说了自己的分析 陆臣把玩着折扇 听着程咬金的话 心中暗暗给程咬金点了个赞 谁要是觉得这个能够三朝不倒的国公是个莽夫 那他就是个傻子 那魏征今天也跟在下辞行了 恐怕速播公药赶紧出发了 陆臣直接把魏征也跟自己告辞的事告诉了程咬金 什么 陆臣已经离开娘子关了 程咬金搜的一下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那俺得赶紧走了 程咬金冲着陆臣拱了拱手 直接招呼了程飞一声 快步出了堂屋 程咬金走得急 恰好刘老三提着热水壶往这边走来 程咬金与刘老三差点撞得满怀 哎呦 刘老三被程咬金直接给吓了一跳 程咬金冲着刘老三拱了拱手 说了句 抱歉 说完就带着程飞匆匆离去了 啊 看到程咬金冲着自己拱手致歉 刘老三直接愣在了原地 愣愣地看着出门而去的程咬金的背影 怎么了 老刘 陆臣也注意到 有些傻愣愣地处在原地的刘老三 叫了刘老三医生 大人 俺是不是在做梦啊 刘老三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向陆臣 什么就做梦 陆臣一下子没明白 刘老三是什么意思 刚才国公爷跟俺行礼了 刘老三放下手里的水壶 双手有些颤抖的指着院门的方向 在刘老三的心里 自己这是冲撞了国公爷了 别说冲撞国公爷 当初他在铁匠方做工的时候 冲撞了管事一下 都被管事闪了一巴掌 骂了一句 瞎了你的狗眼 而今天呢 自己冲撞堂堂的肃国公 而肃国公居然对自己抱权致歉 怎么能不让刘老三感到惊讶和感动 哦 他差点撞到你 难道不应该跟你道歉吗 陆臣很是不以为意地说道 可是刚才是奴才 差点撞到了国公大人啊 大人不是应该责骂奴才对吗 刘老三有些惊诧地看着陆臣 刘老三惊诧于 陆臣居然以为肃国公给自己道歉 竟然是应该阴分的 要知道 在这个等级分明 人命如草芥的社会里 刚才程咬经要是一刀砍了他 都会不有什么问题 陆臣听着刘老三的话 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难道告诉刘老三 人生而平等 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陆臣可不能把这种后世的话说出来 那在这个时代要是传出去 陆臣就直接的被整死 这是要被扣上犯上作乱 目无钢肠的帽子的 陆臣想了一下 看着刘老三说道 啊 估计是给本军师面子吧 宰相门前三品官 你没听过吗 那肃国公有求于我 怎么可能为难你呢 嗯 应该是 应该是 听到陆臣如此解释 刘老三不断地点着头 自己这草芥一般的身份 自然是跟自家大人不一样 自家大人那是手眼通天的人物 肃国公不跟自己计较 应该也是因为自己是大人的家丁 行了 我出去一趟 这些东西 你就收拾一下吧 陆臣嘱咐了刘老三依据 陆臣就急匆匆地出了小院 直奔李秀宁的宅邸而去 来到李秀宁的宅邸 陆臣就在陆秋明的带领下 见到了李秀宁 陆臣见到李秀宁的时候 就看到李秀宁 正穿着一身鹅黄骑胸如裙 外罩半壁 正在手里坐着女工绣花 此时的李秀宁 哪有一点 萨爽英姿的女将军的模样 分明是一个身处高院生规中的田径女子 陆臣探头望去 就见李秀宁 正在一张井帕上秀着鸳鸦 殿下这是偷得复生半日闲 锦绣圈爬秀野鸭 陆臣摇着折扇 看着井帕上的鸳鸦 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别看李秀宁带兵打仗厉害的不行 但真轮到这座女工 陆臣的评价 就是不忍直视 什么野鸭 听到陆臣的调侃 李秀宁秀目一瞪 直接给了陆臣一个白眼 本宫明明秀的是鸳鸦 是 是 鸳鸦 鸳鸦 陆臣连连陪笑说道 而一旁的陆秋名 则是捂着嘴偷笑 李秀宁也不秀了 直接把井帕往桌子上一扔 看着陆臣问道 你来此就是为了调侃本宫的吗 没有 在下决 没有调侃公主的意思 陆臣赶忙拱手说道 只是那魏征与程耀金 已经离开了 殿下不是说 让他们明日离开吗 没想到 今日便已离去 方才二人与在下辞行 在下不知道 殿下是否知晓此事 特来禀报 陆臣说的 那叫一个一本正经 此事本宫已经知晓了 他们愿意早点走 就早点走呗 走了本宫也省心了 李秀宁很是无所谓的说道 只要这两个 不在李秀宁的地盘上互掐 李秀宁才不会理会 这二人会在魏州城闹成什么样 不管在魏州城闹成什么样 自然有李建成和李世民去收拾摊子 就跟他这个平洋公主没有关系了 殿下秀着鸳鸯 莫非是想柴驸马了 陆臣看着桌子 紧趴上的鸳鸯 忍不住询问道 想起柴少这个人 陆臣还是挺佩服这个柴驸马的 自五的六年平洋公主李秀宁离世以后 柴少就一生不曾再娶 而是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柴哲薇和柴令武 直到去世后 与平洋公主合葬都未曾续嫌 可见柴少与平洋公主之间感情之好 而且柴少这个人 那是任侠仗义 绞节勇武 不仅个人武力之高 更加上用兵也不拘一格 这柴驸马 那不光是大唐开国的猛将 也是一位军事奇才 纵观大唐历史 只要是出唐有战争的地方 基本就会有柴少的影子 征讨刘武周 王世冲 陆建德 平定突厥 土玉魂 灭梁师都 这些大战都有柴少的参与 而且参与的比重也相当大 都是作为独领义军的将领参战 如果不是在征观17年就去世的话 后面大唐的灭国狠人阵营里 绝对有他的一席之地 是啊 本宫与四昌一别数年 两个儿子现在也不知道 还认不认识本宫这个娘亲了 一想到自己的驸马柴少 以及留在长安的两个孩子 柴哲薇和柴令武 李秀宁忍不住叹了口气 秀木之中 隐隐有光滑闪动 再下一位 此次殿下回长安以后 就不必再回娘子官了 陆成坐在李秀宁的对面 笑着说道 这如何使得 听到陆成的话 李秀宁虽然也有些异动 但是要是让李秀宁 扔下这娘子军 扔下娘子官这咽喉之地 李秀宁哪里能够放心 家国天下 他李秀宁 首先是李唐王朝的平阳公主 然后才是柴少的妻子李秀宁 如何使不得 陆成微微一笑 敢问殿下 驻守娘子官是为了防谁 自然是突厥 李秀宁下意识地回答道 但是现在突厥已经退去了 更是与大唐签订了盟约 这娘子官最少两年至三年无碍 陆成这话 可不是无地放逝 因为根据史书记载 突厥下次难请 就是李世民签订未水之盟的时候 而那时距离现在五得五年 已经是三年以后了 因为现在虽说是五得五年 但是马上再有一个来月 就是元政之日了 就算是再有两年 或者三年的缓冲期 到时候突厥再次难下 本宫还是要来娘子官坐镇 李秀宁不明白 陆成说这话什么意思 不过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殿下 主动出击 远比坐椅待毙要好 陆成可不想自己 棒上的这条大腿 总是要留在这偏远山区 大腿就应该在正确的地方 发挥它的作用 而长安才是李秀宁这条 大腿应该处理的地方 那突厥都是游牧民族 居无定所 咱们如何能够主动出击 一想到突厥那类似游击战的作风 李秀宁就感到头疼 李秀宁也不是没曾想过 带兵横扫了突厥 甚至也尝试过 但是尝试了几次 都是虎头蛇尾 抓不到突厥的要害 仅仅是灭了几个小部族 对突厥的影响根本不大 容在下卖个关子 快则一年 慢则两年 在下必然可以帮大唐 除去突厥这个祸患 当然这件事的前提 是需要殿下的帮助才行 陆臣冲着李秀宁 一拱手 胸有成竹地说道 若先生真能为大唐 除去此祸患 还百姓安宁 先生但有所求 本宫必全力以住 李秀宁也不推脱 很是单脆地硬了下来 那就多谢殿下了 陆臣听到李秀宁答应了下来 心中暗暗舒了口气 看来自己一点待命的计划 这就算是迈出了一小步了 对了 先生 就在陆臣话音刚落的时候 李秀宁似乎想起什么事 再次喊了陆臣一声 殿下有何吩咐 陆臣疑惑地看着李秀宁 不知道李秀宁又要说什么 不知道先生可有收徒的打算 李秀宁看着陆臣笑盈盈地说道 脚匣的光芒 在李秀宁的眼中一闪而逝 第八十六章 早做准备 听到李秀宁问自己 是否有收徒的打算 陆臣立即就明白李秀宁的意思了 这显然是 准备把柴哲威与柴令武 送到自己这进行学习 陆臣能不能教呢 能 但是陆臣不准备这么简单的 就答应下来 因为有句话 叫因才施教 陆臣总得看看李秀宁 那两个孩子的心性才行 不过陆臣倒是在史书上了解过一些 关于柴哲威与柴令武的事情 柴哲威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坐镇大唐安息都护府 也算是继承了其父母的意志 维护大唐的一方平安 至于柴令武这小子就有点正儿 你说你 又是驸马 爹妈又都那么有本事 没事参与谋反 这就是典型的 不做死不会死 最主要这小子交友不慎 没事跟房依爱混 要说房依爱这事吧 也不怪他 主要这小子的媳妇 那个高阳公主实在是不咋地 房依爱又肤刚不振 结果掉坑里了 陆臣稍一琢磨 这才说道 殿下 收徒这事 在下不敢轻易答应 虽然孔圣人说过 有教无类 但是在下 还是要看一下孩子心性 才能决定 还望殿下见谅 本宫明白 本宫也就是偶然想起此事 所以提一下 带他回到长安 此事在意 李秀宁也明白陆臣的意思 也就没有继续说这件事 如果继续说下去 就有强人所难的意味在里面了 就算陆臣不生气 也会让陆臣心里不舒服 那是李秀宁不想得到的结果 因为李家的事 还需要陆臣出手呢 既如此 那在下就告退了 陆臣这次来 就是说一说 程咬金与魏征离开的事 既然事情已经说完了 陆臣就起身准备离开 对了 殿下 您的鸭子秀得真好看 陆臣起身 正好又看到 被李秀宁扔在桌子上的井帕 看到那两只 好像鸭子一样的鸳鸯 陆臣忍不住 再次调侃了李秀宁一句 滚 被陆臣再次调侃自己的女工 李秀宁也终于有点挂不住脸了 抓起桌子上的茶盏 就准备砸陆臣 陆臣一见李秀宁做事 要用茶盏砸自己 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说到底 李秀宁与陆臣 也不过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 有说笑打闹也不奇怪 何况大唐的风气 也是很开发的 并没有后世 对于女子的那种什么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乱七八糟的规矩 陆臣开溜 李秀宁手里举着茶盏 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随着李秀宁笑起来 一旁的陆秋明 也跟着哥哥的笑了起来 秋明 这真的像鸭子吗 李秀宁拿起桌子上的锦帕 端向了起来 婢子觉得 说像鸭子 应该就是军师在调侃殿下呢 陆臣敢拿这个是调侃李秀宁 他这个婢女 可不敢跟陆臣一样 人家陆臣是什么身份 说是军师 这军师还是自家公主殿下苦求来的 不然这位哲仙人 早不知道跑哪去了 就凭陆臣腰间的手枪 还有十万大军营内来去自如 以及千丈之外取人性命的手段 这天下就没人留得住他 本宫觉得也是 李秀宁听到陆秋明的话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显然对于自己秀的鸳鸯很满意 对于陆臣对自己的调侃 很是不以为意 陆秋明只能在一旁 很是附和地点头应道 对 军师根本就不懂得欣赏 不过陆秋明在心中则是吐槽不已 这也就是军师调侃 换个人 估计现在脑袋都搬家了 出了李秀宁的宅底 陆臣心情大好 一想到李秀宁刚才秀的鸳鸯 陆臣就忍不住想笑 陆臣现在很是期待 柴少到时候 看到自己的爱妻 送他这么一对鸭子的锦帕 是什么表情 回到自己的小院 今天陆臣家的小院 除了白胡 就剩陆臣跟刘老三两个人了 所以 这一天的伙食 都是很简单的 接下来的日子 陆臣的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每天就是去营地看看 这帮子被围兵将士的训练情况 以及苏定芳三人 和刘金的学习情况 现在被围兵这些将士 每天上午出外早操 都会进行一个时辰的文化课学习 然后再开始继续训练 至于刘金最开始跟着训练的两天 每天练下来都跟死狗一样 都是被方琪或者梦记 给拖回到营帐里的 在看到陆臣的时候 这孩子都哭了 大人 俺都以为见不到你了 刚开始训练都这样 习惯就好了 虽然看着刘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陆臣也有点心疼 因为这让陆臣想到了 客栈九队里 年龄最小的鸡娃赵承宇 而陆臣把刘金留在身边的原因 估计也跟刘金小名叫狗娃有关 只不过陆臣自己并没有注意到 陆臣摸了摸刘金的脑袋 笑着安慰道 要不说年轻人就是身体好 这才没几天呢 刘金已经能够跟上被围兵的训练量了 也没有了前几天那半死不活的样子 甚至每天训练完 都是生龙活虎的 在这期间 陆臣还传授了刘金 以及被围军一众将士 一套军体拳 这套军体拳 跟后世部队里的军体拳不同 乃是特战九队独有的军体拳 可以说出手招招致命 现在被围兵每天的训练 又多了一个项目 就是集体训练陆臣教授的军体拳 这帮子人除了刘金 那都是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人物 对于陆臣的教授的军体拳 那是学得快 也爱得不行 毕竟这成套路的东西 未来都是他们上阵杀敌和保命 都能用得上的东西 因此训练的那是格外认真 就算是休息时间 也有不少人约上三五炮则队练 甚至还有挑战赛的诞生 这一日 陆臣终于开始骑着白狐 开始在娘子关乱窜了 白狐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 配上陆臣特意打造的安颤 白狐显得是神俊异常 而且陆臣还发现 自己的这匹白狐居然生有拳齿 要知道 如果野马带有拳齿 拿在野马群中都是头马的存在 这种野马甚至可以击败老虎 而且这种马是吃肉的 现在看到白狐有全吃以后 陆臣就试着给白狐喂食羊肉 没想到白狐居然吃得津津有味 而看到白狐居然吃肉 陆臣突然想起来 有一种被称作白衣的名居 这种马是酒肉 利益大无穷 乃周牧王所列八郡之三 号称天马 莫非这件事不是传说 自己这偶然得到的白狐 居然会是天马白衣的后代 陆臣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给白狐弄了点军营里的米酒 以及自己烤熟的羊腿 没想到白狐居然真的吃喝得津津有味 看到白狐居然真的吃肉喝酒 陆臣都有点猛了 还真有这种喝酒吃肉的马存在啊 自己是真是捡到饱了 看着白狐喝酒吃肉的样子 陆臣心中的感觉 那岂是一个爽子能够概括的 而且看着白狐的时候 陆臣就想到了李世民的招林六郡 后世陆臣也见过那招林六郡的浮雕 光是看着那浮雕就能感受到 招林六郡的神郡 这次去长安正好能见到李世民 这天上午吃过早饭 陆臣就准备骑着白狐去备围兵营地溜达溜达 结果刚牵着白狐出了小院 就看到陆秋明正向自己这面走来 有事 看着走向自己的陆秋明 陆臣问道 殿下让婢子来知会先生一声 三日后会回转长安 陆秋明看着陆臣笑着说道 对于能够回转长安 这个妹子似乎也是很高兴 毕竟娘子观这地方说句不好听的 靠近边塞 朝不保夕 风吹日晒的 哪有巴水长安安全和繁华 殿下有心了 陆副将替在下回复殿下 在下会做好一切准备的 陆臣冲着陆秋明笑着拱了拱手 既如此 先生就早做准备吧 婢子这就把先生的话回报殿下 陆秋明冲着陆臣一失礼 转身离去了 看着陆秋明离去 陆臣翻身上马 一抖马将 白狐一溜烟地 向着远处半山腰的被围兵营地 急奔而去 来到营地 陆臣就把苏定芳三人 给召集到了营帐里 刚才殿下已经智慧于我 三日后 咱们回开吧 回长安 陆臣坐在营帐的主位上 喝着白水 看着苏定芳三人笑着说道 真的吗 听到陆臣的话 三人奇奇地 用惊讶而又兴奋的目光看着陆臣 要知道 方琪与孟吉的家人也都在长安 不过他们 这种雾边的将领 没有赵令的话 是很难回转长安的 倒不是说 不能把家人带过来 但是这种地方 根本就不适合家人居住 真的 陆臣重重地点了点头 但是 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好 那就是军纪 队列 行径中不许散乱 陆臣表情严肃地说道 因为这一路上 会有很多眼睛盯着他们 而他们这支被围围 乃是陆臣带出来的第一支兵 写到这里 第一卷的 出入大堂 就要告一段落了 也不知道写得如何 只希望不会污了各位看官的眼睛 有不足之处 还望各位看官能够批评指证 作者军再次拱手卸博 第87章 一丈 车铃铃 马萧萧 将士弓箭刻在腰 惊奇招展 随风烈烈 刀枪剑挤 烈日昭昭 回首不见下官桥 此次回转长安 李秀宁自然是要摆出公主的架势 作为大堂最有权势的公主 在快要进入长安地界的时候 就换上了公主的服饰 以及准备好了平阳公主的遗仗 而陆臣 也是终于可以亲眼一睹 这平阳公主的遗仗了 以前也都是在书上 或者是电视上 见识过这种公主的出行遗仗 不过真的见到平阳公主的遗仗以后 陆臣觉得 后世的那种模仿 都是精简版的 不过说起来 估计平阳公主李秀宁这一仗 应该也不算是正常的公主遗仗 毕竟李秀宁 这次是奉旨回京 前些天更是接到了圣旨 本次李秀宁的回宫遗仗 直接使用天子遗仗 而入城日期 则是选了个皇道吉日 李渊会率文武官员 迎接李秀宁回长安 以彰显李秀宁 为大堂立下的卓著功勋 何况也就是个遗仗而已 这天子的遗仗的排场就是大 前面是倒架 四辆马车开道 正常应该是八辆马车 不过李秀宁说到底 也只是公主 自然不能真的如同皇帝一般 虽说是赐予了天子遗仗 但是到了李秀宁这里 自然是要有所删减的 不过光是这样就已经够风光了 拉扯的马匹 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剑术巨马 马车后面跟着两队骑兵 以及六队步兵组成的青道队 顾名思义 就是青开道路 让后面的李秀宁能够出行顺利 随着青道队后面 是八名身强力壮的部族 高举八面彩骑 四面飞凤骑 四面青鸾骑 正常皇帝是十二面龙骑 再然后就是专用车队 当然 这些车队也都是带有象征意义的 比如指南车 纪里谷车 白鹿车 鸾骑车 屁恶车 皮轩车等等 这些车辆也都是四匹马牵引 驾驶八人 匠人一鸣 倒架之后便是尹驾一仗 尹驾与倒架不同 尹驾一仗前倒 直接就是八排手指横刀 弓箭 相隔排列的骑兵组成的卫队 卫队后面跟着的是一支鼓吹乐队 乐队的乐器 以各种鼓为主 主要有鼓 大鼓 老鼓 结鼓 小鼓 与宝鼓等 还有吹奏乐器笛 肖 家 一座胡家 北方民族的一种吹奏乐器 长鸣和中鸣 均为号筒 大横吹 横笛 臂力 管乐器 等以及金针等打击乐器 整支乐队由三百余人组成 此时 整支乐队在距离长安中学门 也不过十余里的距离了 随着另气摇摆 直接开始奏乐 而所奏的乐曲 乃是陆成这几天教授的战鼓雷 不过陆成给直取了前两个字 就叫战鼓 伴随着急促的古典响起 顿时一鼓子肃杀与金歌铁马的感觉 立马显现了出来 因为李秀宁不喜欢那些有些软弱的曲子 陆成没办法 这才在基地里找了个战鼓雷的谱子出来 还好陆成以前倒是有过音乐方面的修养 给转化过来倒是没有费什么劲 伴随着战鼓响起 整个仪仗队的风采顿时又加了三成 乐曲声传了出去 一鼓子肃杀之气 直接响彻天际 知道的 这是平阳公主李秀宁还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有人要直接濒临长安城 军师这曲子写得真好 搞得俺现在热血沸腾的 都想直接去战场上冲杀一个回合了 坐在马上 与苏定方并齐而行的方启大笑着说道 别瞎说话 注意队列 苏定方叮嘱了方启一句 虽然他们是属于后卫部队里的 不过却是后卫部队的排头序列 毕竟被围围的五十多人都属于骑兵 每个人都有马匹 因此属于排头序列的骑兵队 在乐队后面跟着的是有番 壮以及金旗等组成的旗阵 旗阵之后 则是两支飞凤旗与青鸾旗的队伍 皇帝出巡 则是打着青龙旗和白虎旗 这两支队伍 同样是手持兵器 组成的旗兵队伍 护卫着左右 倒架与尹架过后 才是平阳公主李秀宁的鸾架 四匹骏马拉着的 一辆富丽堂皇的车拧 李秀宁端坐于车拧之上 头戴七拆凤冠 身穿蛋黄巢服 金丝绣凤 显得李秀宁越发的雍容华贵 但是架不住这玩意漏风 鸾架之后 本来还会有乐队 不过被李秀宁给取消了 前面有人吹就行了 后面还吹 李秀宁受不了 所以直接取消了后部鼓吹队伍 直接就是后卫队伍了 而后卫队伍领头的 就是陆臣的贝维卫 贝维卫现在算是 禁卫军里的另类了 说是归李秀宁统侠吧 也归 但是直属之人却是陆臣 而李秀宁 更是把此次回进的 近身护卫的任务 交给了贝维卫 在贝维卫后面 就是李秀宁的三千进卫军 分成骑兵队和步兵队 这些队伍都打着 会有传说中神怪的旗帜 比如辟邪 玉马 黄龙 麒麟 龙马 三角兽 玄武 金牛等等 陆臣骑着白胡上 不住好奇的四处张望 看到陆臣那一脸好奇的样子 坐在轮架的李秀宁 忍不住五嘴偷笑 因为李秀宁难得的看到 陆臣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陆臣自然是看到了 李秀宁那偷笑的模样 骑马 跑到李秀宁蓝架旁边 殿下 你冷不 陆臣裹得跟个狗熊似的 看着李秀宁 嘿嘿一笑 你说呢 李秀宁直接给了陆臣一个白眼 虽然蓝架上配着探盆 但是他穿的不厚啊 此时又没有棉袄 全靠身上的胡皮大肠保暖 又不活动 能不冷吗 这就是要风度没温度 没力了 就动人哦 陆臣嘿嘿一笑 你 此时的李秀宁 必须保持公主的矜持大气作风 自从那天陆臣嘲笑了 他的女工以后 这家伙最近就有些变本加厉了 适不适的 就调侃公主两声 李秀宁只能气呼呼的 瞪了陆臣一眼 军师 前面就快要到重学门了 就在陆臣还在跟李秀宁 斗咳嗽的时候 陆秋名提醒了陆臣一句 哦 陆臣抬眼往前方望去 巍峨的城墙 已经隐隐绰绰的 能够看到轮廓了 殿下 接着 捧在手里揣在怀里都行 很暖和的 陆臣也不废话 自己从自己怀里 掏了个圆吨吨的东西 丢给了李秀宁 李秀宁一见陆臣扔东西给自己 敢忙手忙脚乱的接住 捧在手里端向了起来 这个东西在李秀宁看来 做工很精致 黄童的外壳 上面雕刻着花纹 李秀宁在手里捧了一会儿 就温暖了起来 李秀宁也不是没有见过手炉 只不过这个时代的手炉都比较大 其实他这个栏架上的那个探盆 也是手炉的一种 可见这个时代的手炉有多大 大小居然跟探盆差不多大小 而陆臣丢给自己的这个手炉 居然只有拳头大小 而温度要比探盆高得多 他说可以揣到怀里 李秀宁突然想起 陆臣提醒他的那句话 就试着 把这个扁平状的手炉揣到了怀里 顿时暖流一般 直接流窜全身 全身上下都是温暖的感觉 而李秀宁也终于知道 为啥陆臣能够在这种天气下 还穿着长服了 只不过这长服穿得鼓鼓囊囊的 感情这家伙 居然在怀里揣着这种好东西 阿燕 三姐距离城门 还有三里地左右了 就在李秀宁坐在软架上 正感受着手炉温暖的时候 站在重学门城头上的李渊身边的李世民 有些激动地冲着李渊说道 嗯 李渊听到李世民的话 点了点头 算一算 至少三年 自己没有见过自己的这个三闺女了 李渊眯着眼 努力地看着前方 此时李渊已经年近六旬了 眼神已经大不如前了 说白了就是 已经有些老花眼了 这曲子 是大乐鼠心谱的曲子吗 这个距离李渊等人自然已经能听清楚 鼓吹乐队演奏的战鼓了 乐曲直接引得李渊 李世民父子 都有些热血沸腾了 更别说其他这些将领了 都觉得这首曲子 十分适合在战场上 鼓舞士气使用 回陛下 并未听说大乐鼠最近有什么新曲子 冲着李渊 失礼答话的是 此时任太常青的御池公 另外鼓吹鼠也未有新曲上报 哦 听到御池公的应答 李渊淡淡的应了一声 恐怕这曲子 是秀宁这丫头自己弄的吧 李渊笑着 看着李世民说道 而不觉得 三姐有这个能耐 李世民则是很认真的回答 要说行军打仗 咱大堂恐怕能够胜过三姐的不多 但是说道 这吟诗唱曲 真知女工 三姐恐怕 李世民说到这里 就没有说下去 而是看着李渊苦笑了一下 那意思很明显 自己这三姐你当爹的还不知道吗 他哪是整那些文静活得料吗 第88章 银河不贵 李渊怎么能听不出来 李世民话里的意思 而他心中也明白这件事 什么秦妻书画 真知女工 估计都跟自己家 这个三公主没啥关系 不过李渊还是说道 兴许这几年 你三姐在这方面有兴致了呢 也有可能吧 李世民听着李渊 给自家三姐 强行安装才女人设的话语 只能无奈地点头称是 心中则是吐槽了一句 三姐要是能玩秦妻书画 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小时候李世民别人都不怕 唯独怕他的这个三姐 那惹祸以后 三姐是真奏啊 一想到被三姐支配的恐惧 李世民打心底都感觉干颤 三姐这次回到长安 只怕长安要鸡飞狗跳了 伴随着鼓乐声 李秀宁的轮架 距离众悬门越来越近了 鼓乐队的演奏 也逐渐减弱了下来 毕竟马上就要被李渊接见了 总不能继续鼓吹着 站鼓 接受李渊的接见吧 随着李秀宁轮架接近众悬门 李渊也率领着文武群臣 从众悬门的城楼上走了下来 站在城门处 等待着李秀宁的到来 见到自己阿爷站在城门处 李秀宁直接伸手示意 整个仪仗队停了下来 由陆秋名跟叶竹搀扶着 走下了轮架 鸟鸟听听地走向李渊 几年没有见到自己的三公主 当李渊见到李秀宁的时候 看着李秀宁 长得与自己的发漆斗黄厚 颇为相似的面容时 李渊的眼圈不由得有些红 而李秀宁再见到李渊 见到自己父亲那愈发斑白的病角 眼眶也红了起来 女儿拜见阿燕 李秀宁来到李渊面前 行了得万俯礼 此时李秀宁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显然在极力地压抑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乖 快起来吧 李渊笑着扶住了自己的三闺女 然后就上下打量着李秀宁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李渊直接牵住了李秀宁的手 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 显然也是颇为激动 随阿燕进城 说此话的李渊 显然并不是把自己当成大唐的开国皇帝 而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说的这话 嗯 李秀宁乖巧地点了点头 任由李渊牵着自己的手 走进了重悬门 而此时 李秀宁满脑子都是小时候 李渊牵着他的手 在太原老家那所院子里玩耍的景象 而在远处骑在白湖上的陆尘 也是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李渊和李世民 李渊长得虽然并不是如太平广迹 所说的高颜皱面 不过确实并不算鹦鹉之人 李渊若不是穿着龙袍 要是换上平民装扮的话 基本就跟小区门口下天 拿着蒲扇下象棋的老爷子差不多 至于李世民 确实如史书所说 相貌英俊 浑身充满了鹦鹉之气 就这长相 要是在后世 那就是阳光形男的代表 陆尘在远处远远地打量着这些人 而这些人同样也看到了陆尘 因为陆尘的发型实在是太眨眼了 而且由于天气寒冷 陆尘还在耳朵上戴着保暖用的耳罩 这就更眨眼了 就这样 陆尘与李世民直接看了个对眼 李世民直接冲着陆尘点头微笑示意 陆尘则是直接在马上冲着李世民拱了拱手 陆尘穿越来到出堂的第一次与李世民会面 就是如此的短暂 两人只是简短地做了一次眼神交流 既然李渊牵着李秀明的首要不行 其他人也自然不能骑马或者乘车了 只能跟在后面不行 陆尘也是入乡随俗 牵着白狐跟在大部队的后面 柴驸马 公主府的女主人回来了 看来柴驸马有得苦头吃了 跟在李世民身旁的天侧府重将 纷纷打去起了柴哨 而柴哨只能无奈地苦笑着 看着这帮子家伙 过了重悬门 绕过太叶池 就是玄武门 而陆尘也终于来到了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地 此时这里还是一片祥和 只不过 这个瘟城城墙的永道上 站满了驻守在此的士兵 瘟城城头 更是惊奇招展 谁又能想到 再有三年的时间 这里会血流成河 尸骨累累呢 因为李秀宁的回来 今日李渊直接在太极殿宴请群臣 其他娘子军的士族 自然是安排在军营驻扎 至于陆尘 则是跟随着李秀宁 前往太极殿 陆尘一路走一路打量着这偌大的长安皇宫 整个皇宫里 那真是五步一挡三步一哨 守卫森严 不过陆尘倒不觉得有什么意外 毕竟这里是皇帝老子住的地方 再怎么戒严都不为过 本来陆尘是没有资格进入太极殿的 奈何李渊点名要见陆尘 陆尘也只能跟在这些文武群臣后面 来到了太极殿 不过文武群臣进入了太极殿 陆尘则只能等在太极殿门外 等着李渊的召见 陆尘站在太极殿门外 不时的偷眼往太极殿里偷瞄几眼 就见文武官员都按照自己的品级 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每个人面前一个小鸡 上面摆着吃喝之物 这大冷天多适合吃火锅 就这么摆着不吃 不都凉了吗 不知道这些凉的 吃了他们会不会集体坏肚子 陆尘忍不住很是恶趣味的想到 要是这些大臣因为吃了凉东西 集体坏肚子 那场面一定很壮观 就在陆尘偷瞄太极殿内情形的时候 就见一位年纪估计也就十七八岁的小太监来到门口 宣陆尘觐见 小太监就好像没看到陆尘一样 直接冲着外面嗓音奸细地喊道 我在这呢 站在小太监身边的陆尘 用怪异的眼神看着这位小太监 明明自己就在你旁边 你喊个毛线啊 陆大人 随奴婢进店吧 小太监喊完这才转身看向陆尘 笑眯眯地冲着陆尘说道 哎 多谢公共了 陆尘冲着小太监拱手说道 小太监见陆尘的态度比较恭敬 满意地冲着陆尘点了点头 转身走进了太极殿 而陆尘则是跟随在小太监身后 进入了太极殿 陆尘抬头挺胸 迈不来到大殿中央 不卑不亢地站立在大殿之内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鹦鹉之气 看着陆尘这不卑不亢的模样 坐在龙叔案后面的李渊 不由地点了点头 就这份荣辱不惊的派头 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要知道这个时代的人 不管多大的官 见到皇帝 那都是有些战战兢兢的 毕竟皇帝一句话 就可以要你的脑袋 甚至全家的脑袋 都生怕得罪的天言 而这乡野之人好事无知 见到圣人 因何不贵 此时坐于一旁的王规 直接出言 呵斥陆尘 哦 陆尘转头看向王规 就见此人面容轻瘦 合下三缕花白胡须 虽然穿着巢服 也能看出 此人是身形薛兽之人 此时王规已经过了 知天命的年纪了 因此在陆尘看来 王规就是个轻瘦的小老头 为请教这位是 陆尘冲着王规问道 本官王规 王规盯着陆尘说道 哦 你就是王规啊 陆尘看着王规笑道 陛下尚未苛责于我 你出来说到什么 陆尘直接一句话 冲着王规对了过去 咋的 这么多人都没说话 显出你来了 而这是强词夺脸 王规被陆尘一句话 噎得不轻 直接指着陆尘说道 在下抢什么词 夺什么礼了 你官再大能大的过陛下 陛下还没说话呢 你蹦出来干嘛 显着你了 陆尘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王规目无钢肠 岳祖带袍了 这属于大不尽的罪果 陆尘这话要是坐实了 王规可是轻则罢官 重则丢命 当然了 王规也算是李渊的进城老人了 李渊当然不会给王规治罪的 陛下 陈觉没有犯上的意思 就是看此人目无陛下 才忍不住出言教训 陆尘一番话 直接把王规对得冒了冷汗 要知道天界无情 别说自己了 那刘文静如何 李渊不还是说杀就杀了 王爱卿多虑了 朕并无怪罪你之一 李渊笑呵呵地说道 只不过看向陆尘的眼神 有些意味深长了一些 今日乃是朕的三公主返京之日 乃是大喜的日子 众卿自可畅所欲言 李渊这话就算是说透了 因为李秀宁回来 你们今天说点什么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话 都不会获罪 陆尘 见了朕因何不失礼啊 李渊看着陆尘笑呵呵地问道 草民见到陛下尊严 实属有些惶恐 一时间忘记了行礼 还望陛下见谅 陆尘说着就做事准备跪下行礼 口中念叨着草民陆尘叩见皇帝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刚刚弯腰下去 这句话就喊完了 免礼 没等陆尘跪下 李渊就说了一句免礼 陆尘也不客气 直接接了一嘴 草民谢过陛下 然后立马就站直了腰杆 压根就没给李渊行跪拜之礼 陆尘这一套动作 那叫一个行云流水 直接把分别坐在李渊左右手位置的李秀宁 跟李世民看的直撇嘴 只不过两人都是在那努力的憋着笑 而那些文武大臣看着陆尘 这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则是有些目瞪口呆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 第八十九章 对王归 此时程耀金已经带着魏州城的一万降兵 往长安回转了 这一万降兵到时候会被打散 送到秦王帐下 将领驻守的折冲府中 进行重新分配和训练 不过程耀金一想到那个牛鼻子魏征 心里就很是不得进 而魏征能使出这种下三难的手段 也是程耀金没想到的 毕竟程耀金从来没想过 他擅长的这种手段 居然有一天会被用在自己身上 公爷 您说这后面有没有可能是那位 陆军势北支的招 稍微落后一点位置的程飞 催马来到程耀金身边 低声说道 不能吧 他可是有把柄在俺手里的 他还能给那个牛鼻子支招 程耀金用充满着不确定的语气说道 程耀金打心眼里 不觉得这应该是陆尘出的招 毕竟陆尘不论是与天侧府还是东宫 都没有任何厉害冲突 本来天侧府现在与东宫那面 就是面核心不合 这是陆人皆知的事情 说得严重点 那都是视同水火了 陆尘指点魏征这种小招数 有什么用吗 莫非平阳公主也想要那个位置 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吗 应该不是陆军师的意思 程耀金思索了一下 很是确定的说道 就是那个牛鼻子 听说咱有了优先权 该恶心咱们的 程耀金与魏征先后到了魏州城 魏州城总管田流安 自然是热情接待 尤其田流安还是天侧府一系 对于程耀金自然更是亲近有加 在程耀金拿出李秀宁的点兵手艺以后 田流安那是全力配合 直接把降兵都集中到了校军场 以方便这位肃国公程耀金大人挑选 结果就在两人准备开始点兵的时候 魏征才把李秀宁给他的手艺掏了出来 同时还提出了 要直接带走两万人的意思 程耀金一听那怎么行 自己可是优先选兵权的 直接就跟魏征干起来了 一个说对方是牛鼻子 臭穷酸 不懂带兵之道 另一个就说对方莽夫 草包 不遵尚誉 两人在校军场点兵台上 闹得是不可开交 至于田流安则是只能装安纯 毕竟这两个 他一个也得罪不起 一个是肃国公 天侧府里的猛将 与李世民都称兄道弟的存在 一个是东宫太子面前的红人 这俩人那个 也不是田流安能够得罪的 最后总这么僵持 也不是办法 魏征就让程咬金 一百人一百人的选 而程咬金选一百人 魏征就选一百人 一直到程咬金选购一万人 剩下的就都归魏征带走 程咬金最开始也不同意 但是魏征就死咬着不放 要么就都别选 要么就闹上去 此时程咬金与魏征 也都得到了消息 李秀宁已经带人回转长安了 这样闹上去 基本就得去长安打官司 为了这么个破事 跑到长安闹 太子和秦王的脸 还要不要了 不说太子和秦王 真要闹到长安 这是明显不给李秀宁的面子 三公主什么脾气 他们又不是不知道 到时候真收拾他俩 那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 就连李建成跟李世民 都怕三公主 甚至有时候 李渊都怕自家 这位三闺女发脾气 毕竟李渊自觉亏欠 自家三闺女太多了 所以只要不是他添大祸 估计都不会训斥李秀宁一句 最后 程咬金也只能捏着鼻子忍了 一直折腾了好多天 这才把这一万祥兵给挑了出来 带这一万祥兵 直接回转长安而来 程咬金一想到牛鼻子魏征那副嘴脸 就气不打一出来 主要魏征 这一手玩得太脏了 太恶心人了 公爷 到时候这些人 是先送往城外军营 还是另外起一个兵营统一看管 程飞扭头看了一眼 后面绵长的队伍 忍不住问道 到时候自然有理计处理 俺操那个心呢 只要把这一万祥兵带回去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对于如何分配 程咬金才不操纳闲心呢 另一面 在太极殿 看到陆辰那一套 颇有些敷衍的行李动作以后 李渊也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嘴角 这明目张胆的敷衍 也太不给他这个当今陛下面子了 不过陆辰嘴里 说的恭维话 却又让李渊发不了火 只能嘴角微微抽动地看着陆辰 陆辰有大功于朝 这跪拜之礼 以后就免了吧 李渊和解了一下 自己闺女可说了 这陆辰有可能是折仙下凡 刚才陆辰能够这么说 做出要行李的样子 就已经够给自己面子了 万一陆辰真给自己行了跪拜之礼 到时候自己扛不扛得住 可不好说 受仙人一拜 搞不好都要损受的 而且仙人似乎向来都是洒脱不羁之辈 陆辰刚才那一番表现 颇有些此种意味 这一瞬间 李渊就想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要是陆辰知道李渊这么想 估计陆辰能够直接竖着大拇指 称赞李渊一句 脑补之王 而李渊这句话一说出来 可说是满座皆经 李渊这话什么意思 在座的可都是仁经 哪有不明白的 这以后 陆辰见到谁 估计点点头 就算行礼了 毕竟人家见到皇帝都不用跪拜 更何况其他人呢 陆辰一听李渊这话 顿时喜上眉梢 多谢陛下 陆辰直接冲着李渊抱拳行礼 堂堂七尺男 跪天地 跪父母 为祖国可抛头颅撒热血 但是你让他给其他人下跪 就算是皇帝老子也不行 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军人的骄傲 陛下 不知此人何功之有 陆辰刚感谢了李渊 一旁的王规又跳了出来 陆先生 造酒精 生理盐水救助我大唐将士无数 至马俱 使我大唐骑兵 已然不弱于突厥骑兵 莫非此不是大功吗 听到王规又想指责陆辰 李秀宁不干了 直接出言贺问王规 既然陆辰为我大唐子民 李应为大唐贡献 这算什么大功 王规对李秀宁也不含糊 毕竟王家怎么说也是五姓期望之一 若不是五姓期望支持你李家 你李家能有今天的地位 哦 听到王规的话 陆辰直接眉毛一挑 再次转头看向这个巨傲的小老头 感情刚才没对死你 你是难受啊 按照王忠允的话 是不是大唐子民就应该为大唐贡献 全部身家才是 王规此时任职东宫太子忠允 陆辰自然在刚才王规报名的时候 就已经了解到他此时的官职了 听到陆辰直接喊王规为王忠允 李渊与李世民都齐齐地一愣 只有李秀宁还是老神在在地看着陆辰在那对王规 要知道陆辰今天在太极殿是第一次见到王规 而且刚才还询问了王规的名讳 显然陆辰并不认识王规 尽管王规此时身穿五品巢服 但是一下就能喊出王规的官职 这怎么可能不让李渊与李世民感到惊讶 而且陆辰那语气似乎很熟悉王规一般 秀宁 你跟这位陆先生提过王规 李渊还是忍不住好奇地低声询问李秀宁 不操 李秀宁很是干脆地摇了摇头 而看到李秀宁摇头 李渊那有些浑浊的双眼顿时明亮了几分 然眼 大唐子明自因忠君爱国 一报天安 王规直接冲着李渊的方向一拱手 说的那叫一个大意凌然 哦 陆辰听到王规的话 点了点头 王忠允果然是忠君爱国之人 陆辰冲着王规一拱手 脸上却是不屑的表情 你这村夫莫要讥讽老夫 王规怎么会听不出陆辰话里有话 直接一指陆辰浑身有些颤抖 显然被陆辰给气得不轻 啊 难道在下说 王忠允是忠君爱国之人也错了 陆辰做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看着王规 难道非得说王忠允是欺世道明之辈 方能显得陆某诚实不成 听着陆辰的话 李秀宁忍不住笑起来 陆辰这张嘴在娘子君里 就没人能说得过他 现在这王规老杀才要跟陆辰斗嘴 那怎么可能呢 而其他人也纷纷偷笑起来 明显是笑王规被陆辰给气昏了头的模样 至于李渊和李世民则是苦笑着连连 现在李渊真不知道 在这个场合照见陆辰究竟是对还是错了 想我王规忠心耿耿可朝日远 想不到今日居然被这乡野匹肤嘲讽 陛下老臣无脸活下去了 王规此时也发觉自己刚才被陆辰气得说了婚话 只能来个正臣言官都喜欢的自证清白的套路 以死明智 王规说着起身 就准备往一旁的柱子上撞去 其他人赶忙阻拦 王忠允一心畏国 朕是知道的 陆先生只不过开了几句玩笑话而已 王忠允不必过于恼怒 李渊一看王规要寻死觅活了 赶忙说了几句场面话 听到李渊的话 再加上王规周围几个世家官员的安抚 王规这才一脸悲愤的重新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陛下说的是 咱们讨论的是忠君爱国的事情 王忠允如此寻死觅活的又是作甚 难道是分辨不成 就打算一死了之 陆尘见王规顺坡下驴的又坐了下来 直接又开始火上浇油 显然今天陆尘是准备直接把王规给挤兑死了 第九十章 图穷笔现 我王规自然是尽忠报国之人 之所以刚才一时失态 完全是被你这个乡村匹夫所激怒 王规此时已经冷静了下来 目光阴冷的盯着陆尘 如果眼神能杀人 估计此时陆尘已经被王规给千刀万剐了 王规也算是明示了 作为太原王室在朝中的门面人物 王规那也是声名显赫之人 在无性期望之中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刚才被陆尘挤兑的寻死觅活的 这是传出去 这颜面上实在是有些挂不住 因此 王规还是准备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哦 阁下的尽忠报国 就是自己寻死觅活吗 陆尘似乎并没有放过王规的打算 继续用刚才王规的表现挤兑王规 实在是 陆尘也没想到 自己两句话 就能把王规给挤兑的要撞柱子 不是说 有些身居包卫之人 最擅长不要脸吗 这王规怎么不一样呢 此事休要再提 现在说的是 尽忠报国之事 王规脸都快气绿了 他没想到 这陆尘怎么如此胡搅蛮缠 若不是因为 这里是太极殿 若不是李渊和群臣都坐在这里 王规都想抄起 小记上的酒壶砸陆尘了 对啊 是说尽忠报国的事啊 但是王忠允 为啥要寻死觅活呢 陆尘算是抓住王规寻死 这是不撒手了 依旧是一脸疑惑的表情 看着王规 那表情要多无辜 有多无辜 被陆尘连续提寻死觅活之事 王规有些气急了 只能颤抖着手 指着陆尘 就在这时 就在王规身旁坐着的一位 身穿无品以上朝服之人 面容轻瘦的中年男人 直接冲着陆尘说道 现在说的是 尽忠报国之事 而如此胡搅蛮缠 就有些无理了吧 哦 陆尘一看 有人帮王规说话 愈发来了兴致了 敢问这位大人 又是何人 陆尘冲着此人拱了拱手 本官围挺 中年人声音很是冷峻 眼中则是有着思思怒意 看着陆尘 哦 原来是左位帅围大人 施敬 施敬 陆尘冲着围挺再次拱手 难怪围大人 要为王忠允抱不平了 陆尘看着围挺冷笑了一声 这话意思很明显 你们两个都是东宫的人 基本属于一丘之河了 而且 以经兆为事 可不比太原王室差多少 都属于名门望族 何况围挺与王规私交甚后 所以 围挺为王规出头 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陆尘 能够一口叫出围挺现在的职位 李渊与李世民 依旧感觉到很惊讶 不过李世民在惊讶之余 心中则是有些窃喜 因为这两个可都是世家之人 别看陆尘 似乎是在插壳打混 但是话里话外 似乎都透露出对世家的不满 不过究竟是不是如此 还要继续看下去 至于李秀宁 这是一直面带微笑 看着陆尘发挥 柴少作为驸马和霍国公 自然是要坐在李秀宁身旁 看到李秀宁 一直任由陆尘在这好似胡闹一般的作为 不由得有些担忧 毕竟陆尘可是娘子军的军师 这么胡闹下去 真的好吗 柴少不由得有些暗暗皱眉 探头在李秀宁耳边 用带有担忧的语气轻声说道 公主 真的要任由陆先生胡闹下去吗 柴少自然不会怀疑 李秀宁会移情别恋 不过看到李秀宁如此纵容陆尘 还是有些吃味的 无妨 陆先生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理由 看着就好了 李秀宁转头看向柴少 笑着说道 陆先生的能耐 可不是我等能够了解的 李秀宁给了柴少一个安心的眼神 示意柴少继续看戏就好 另外 我想把哲薇和林武 送到陆先生门下学习 就是不知道 这两个孩子 是否有这个缘分了 看着柴少 李秀宁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柴少 而柴少则是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堂堂大堂的平阳公主的孩子 要给别人做学生 居然还要看对方的脸色 如果平阳公主 要给柴哲薇和柴令武 找老师的事情传出去 会有多少人打破头 抢夺这个差事而来 只怕托人情找关系的人 都能把公主府的门槛给踏破了 而现在李秀宁居然说 这件事 还要看自家这两个孩子 是否能被陆臣教导 还要看陆臣的意愿 难道就不能将这位陆先生 请到公主府 并为稀奇吗 柴少还是忍不住问道 若是陆先生是那么好说话的人 你觉得他现在在这太极殿 会如此狂傲吗 李秀宁笑着同柴少说道 不要用世俗的眼光看待陆先生 我只能告诉你 咱们的儿子 若是能学到陆先生议程的本事 就足以安国定邦了 莫非满朝文武 竟无一人能与陆先生比肩 柴少实在难以相信 李秀宁对于陆臣的评价 虽然陆臣在娘子军中 发明出来的东西 确实提升了大唐军队的实力 但是其他方面 柴少还是不幸的 与陆先生比肩 听到柴少的话 李秀宁笑了 这天下所有的名将与大儒 与陆先生比起来 那就是云泥之别 你懂了吗 李秀宁巧声在柴少耳边说了几个字 直接让柴少的表情如遭雷击 陆先生是哲仙人下凡 你懂了吗 懂懂了 柴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重重地点了点头 此时陆臣看着围挺说道 既然围大人替王忠允出头了 那么不如就让围大人来说一下 何谓尽忠报国吧 尽忠报国无非就是牺牲一切报效国家 为国家可以牺牲一切 奉献一切 围挺这话说的那是一个激昂澎湃 孔圣人曰君使臣以礼 陈士军以忠此为尽忠报国也 围挺说的那叫一个大义凌然 甚至冲着李渊失礼 随着围挺话音落下 有不少世家官员 纷纷为围挺这番话叫好和鼓掌 不过不少武将则是直接撇了撇嘴 因为去战场领兵作战的是他们这帮人 这帮子文官高调唱得不错 但真正拼命的可是他们这些武将 只可惜这帮子武将文化程度高的没几个 像这种引经据典的话 他们说不出来 则则 陆成啪啪地冲着围挺鼓掌 为大人说得好 陈士军以忠 但是不知道为大人是否领兵上过战场呢 陆成看着围挺笑音音地说道 而陆成这句话则是直接博得了一众武将的好感 虽然不是所有文官都不能上战场 但是这些世家的文官可没几个上过战场 卫仓 围挺回答的倒是很诚实 在下自然知道你没有上过战场 你见过战场的尸骨累累吗 见过血流成河吗 一个坐在家中只知道捧着书的人 居然说陈士军以忠 你知道什么叫空谈物国吗 陆成的言辞很犀利 顿时对的围挺脸色变了几遍 刚要张口说话 就听到陆成继续说道 你以为你下发一些政令 侍奉太子 统领个右率位就是中军爱国了 笑话 那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上的职责 陆成一点也不客气地说道 行了 你坐下吧 看到围挺被自己对的浑身颤抖 陆成直接轻蔑地看了围挺一眼 跟着扭头看向王规 跟陆成目光一对视 王规不由地哆嗦了一下 不知道陆成又要说什么 王忠宇你说 在下应该奉献发明的东西 在下可以奉献 说这是中军爱国的表现 好 在下已经做出奉献了 王忠宇是不是也应该奉献一下 陆成露出小白牙 冲着王规嘿嘿一笑 你待如何 王规现在竟然有些怕这个陆成了 不由的声音也有些发产 你太原王家 号称名门望族 想必家资丰厚 不如贡献一半家产给朝廷如何 如今天下出定 百姓实不果父的大有人在 不如就算这一半家产给天下百姓 就算你不用上战场 这也是中军爱国的一种表现吗 为国奉献家产 难道不是中军爱国的表现吗 陆成冷笑着看着王规 这就是陆成的图穷笔献 你不是让我奉献吗 那你也别闲着 你五星期望占据了那么多资源 贡献一点出来吧 陆成话音一落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王规身上 甚至李渊的目光也被吸引到了王规的身上 王规被陆成连番轰炸 此时已经浑身抖炉筛康一般 王室一半的资产 那可是天文数字啊 同时也是 直接会把太原王室给打落尘埃的 王规说什么 也不可能答应陆成的这个要求 怎么办 王规的脑门已经伸出一层冷汗了 现在他已经被陆成给挤兑的 有些骑虎难下了 答应了 太原王室就得实力大跌 不答应 名誉扫地 和家族比起来 个人名誉又算得了什么 王规想来想去 把心一横 我去你的吧 直接一咬牙 两眼一翻 咕咚一声躺倒在地 晕了 哼 陆成看着晕倒的王规冷笑了一声 要是这么一闹 就能让太原王家交出一半的资产 那这千年的世家也就太没用了 相比家族王规能够舍弃自己的名誉 陆成也只能再一句 世家之人果然不是好相遇的 第九十一章 长安献猴 哎呀 王忠远 这是怎么了 怎么说个话 还能晕过去呢 陆成看到王规直接晕倒当场 赶忙喊道 有没有医生啊 快救人啊 陆成表现的表情 那叫一个急切 李廷芳 还不速速查看 李渊一见王规晕了过去 也有些着急了 别看李渊一直是一副看好戏的态度 但是说到底 王规也算是李渊的老友之一 这被陆成给挤兑晕了 心里也怕王规出了什么意外 还好 要是被陆成直接给气死了 那就麻烦了 时任太医成的 乃是孙思淼的徒弟之一 李廷芳 说起来 陆成跟孙思淼的徒弟 倒是有点缘分 在娘子军军营里的老黄 是孙思淼的徒弟 今天又见到了另一个徒弟李廷芳 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 孙思淼徒弟并不守 另外 此时的太医署 还没有太医令 而太医令 则是李渊留给孙思淼的 结果这位老神仙 根本就不在乎这事 该云游天下 还是云游天下 不过再回长安的路上 倒是听说 有人在钟南山见过孙思淼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陆成倒是很渴望 能够跟这位老神仙 见上一见 不为别的 就算是把后世的那些医书 跟孙神仙念叨念叨 估计也会对唐朝的医学发展 有帮助吧 臣遵旨 就在陆成看着唐岛在地的王规 正在暗自思索的时候 长相白晋的一身 浅绿朝服的李廷芳 越重而出 拱手冲着李渊失礼以后 这才来到王规面前 此时 王规身边围着不少人 尤其是韦婷的眼神 更加的关切 李廷芳伸手 开始给王规耗了下脉 然后扒开眼皮看了看 然后开始给王规输精活络 同时按住了人钟 好半天 王规才悠悠转醒过来 王规刚醒过来 就看到陆成站在自己面前 黑黑笑着看着自己 王忠语 考虑的如何了 叔子 欺人太甚 一听到陆成的话 王规眼睛一翻 又晕过去了 李廷芳又开始给王规掐人钟 同时拍打前胸后背 好半天 这才又把王规给弄醒 启禀陛下 王忠语目前身子虚弱 还望陛下准许其回家敬仰 李廷芳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准了 李渊直接一摆手 随着李渊话音落下 四个小内侍 抬着一张软床 进了太极殿 把王规往软床上一放 就抬出了太极殿 而此时太极殿内有些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汇聚在了始作俑者陆辰身上 我跟老黄关系不错 陆辰低声在李廷芳身边说了一句 老黄 李廷芳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陆辰口中的老黄是谁 不由得诧异了一下 黄阳 陆辰低声说道 哦 原来陆先生认识黄师兄 不知黄师兄进来可好 李廷芳低声询问道 在娘子军中混得不错 陆辰冲着李廷芳 嘿嘿一笑 两人在小内侍 抬走王规的这个档口时间 简短地交流了几句 回归到自己的座位去了 至于与王规交好的维廷等世家之人 则是狠狠地盯着陆辰 一副恨不得吃了陆辰的样子 要是眼神能杀人 陆辰现在都得被千刀万剐了 不过陆辰毫不在意这些人的目光 因为陆辰知道 自己早晚要和世家之人对上 要么对方乖乖听话 要么就得把根都给他们拔了 陆辰 你可知罪 就在这时 李渊看着陆辰表情严肃地问道 草民不知何罪之有 陆辰冲着李渊拱手问道 弃晕上官 此乃慕无尊上 难道不是罪过吗 李渊看着陆辰表情阴沉地说道 陛下 咱说话可得讲理 此事乃是王规王中允大人 与草民进行辩论 王大人自己想不开晕过去的 与草民可没有关系 陆辰站在大殿中央 不卑不亢地说道 莫非只有当官地说的 草民就不能回应了吗 若是这样 那草民只能引井受路了 说到这里 陆辰表现出一副 自己才是受害者的样子 阿燕 陆军师此话在里 难道那王规做的初一 就不信我们陆军师做十五 没等李渊说话 李秀宁直接说话了 而李秀宁一说话 其他文武官员全都浑身一颤 要知道 今天这场大宴群臣的主角就是平阳公主 现在平阳公主护着陆辰 谁敢动陆辰一下 李秀宁就能直接抄了对方的家 李秀宁说着话 还用目光扫射了一圈那些世家官员 凡是被李秀宁目光扫到的 都纷纷低下头 装作看不见 三姐此话有理 有道是理不辩不明 事不说不清 王规因为辩论昏倒这事 在儿子看来也是个意外 不如就此作罢 不要耽误了 迎接三姐 还朝这件喜事才是 李秀宁说完话 秦王李世民也发话了 李世民这一说话 天策府的这帮子人可就不困了 顿时眼珠子瞪起来了 但凡李世民发句话 估计太极殿就能上演一出全武行 至于李世民为何帮陆辰说话 他们心中也都理解 太有用了 减少了太多伤亡 因此陆辰并不知道的是 就因为他发明出来的酒精等物 就已经博得了大量将士的好感 既然你二人都如此说了 那这件事就暂且割下 陆辰于国有功 此乃不争事实 有功自然当赏 陆辰 你想要什么赏赐 李渊见李秀宁与李世民都说话下场了 王规这事 相信也就这么暂时压下去了 至于后面会怎么样 到时再说呗 再说 本来这些世家就是李家的目标 陆辰与世家不对付 对李家是有好处的 陛下 草民没什么大的要求 一个小院 吉姆博田足矣 陆辰抬头看向李渊 很是淡然的说道 对于陆辰的心性 其实李秀宁已经跟李渊说过了 在刚才被李渊牵着手并肩行走的时候 李秀宁就叮嘱过李渊 千万不要让陆辰进入朝堂 那样会让陆辰感到反感 陆辰不喜欢朝堂上的盈盈狗狗 你这个要求 倒是有些出乎朕的意料 虽然李渊已经想到了陆辰的淡薄 但是没想到 陆辰居然提出来的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李渊自然是不可能就给陆辰这么简单的赏赐的 毕竟李家的未来还维系在陆辰的身上 好吧 阵风 你为长安县侯 黄庄一座 李渊看着陆辰朗声说道 谢陛下 陆辰冲着李渊行礼道谢 如今陆辰也是有了爵位之人 长安县侯从三品 从品级上来说 陆辰要比那个王规品级高得多了 只不过陆辰这是没有什么实权的爵位 而人家王规是手中有着权力的官职 一听到陆辰封侯了 一众世家官员有些坐不住了 毕竟陆辰刚才还是白身的时候 就把王规给干晕了 这有了爵位 谁要是动他一下 不还得掂量一下 陛下 此事不妥吧 顿时就有世家官员表示出了不满 有什么不妥的 陆大人那是为国立了大功之人 一个献猴有何不妥 陆大人的发明 可是救了无数我军中将士的性命 你们这些臭穷酸 成天满嘴子约的 能上得了战场吗 有世家官员不满 自然就有武将这面赞同了 顿时双方就吵了起来 出唐的朝廷里 那一个个武将都是血气方刚的 而世家官员也都经历过反随的战火 双方自然是互相对骂的不可开交 什么比亲娘之 尔无无奈尔合 不当人子之类的 简直是唾液横飞 当然 武将嘴皮子 怎么可能是文臣的对手 顿时就有武将就要动手 肃静 就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李渊手持龙胆 往龙叔岸上一拍 今日乃三公主 还朝的大喜日子 你们如此作为成何体统 李渊气呼呼地指着这一帮子 文臣武将喝道 陆县侯之事 正义已决 休得过躁 李渊一发火 太极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跟着就是诸人齐声高贺 谨遵陛下御旨 陆臣被封长安县侯之事 就这么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自然是陆臣入座吃习 说实话 这饭菜 陆臣是真吃不下去 而且他周围的人 他也都不认识 而这些人又属于那种中立的 所以跟陆臣打招呼的没啥人 至于天侧府和娘子军的人 都距离陆臣比较远 毕竟按品级来说 陆臣还坐不到李秀宁身边 所以陆臣只能安安静静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过陆臣一抬头 就能看到对面那些世家官员 冲着自己运气 只不过陆臣都是一笑置之 那表情就是在告诉那些世家官员 有本事你咬我呀 接下来 太极殿里自然就是歌舞 然后就是满朝文武祝贺李秀宁还朝 倒是一片喜气祥和的样子 只不过这下面有多少暗流在涌动 那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他们说的那些东西 基本都跟陆臣没有什么关系 第九十二章 没钱 整个宴会也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 加上李渊年龄也不小了 长时间的酒宴他也累 所以在差不多的时间 李渊就去休息了 李渊一走 该敬酒的该套敬乎的 就热闹起来了 这场面就跟陆臣后世去过的宴会差不多 领导一走 立马场子就热闹起来了 只不过陆臣似乎成了 这个宴会上的异类 并没有人来跟陆臣接触 不过陆臣倒是乐得清闲 看着这些人表演 就在陆臣正在看热闹的时候 一名身材高大 身穿一身国公服饰 手持酒杯站在了他面前 陆臣抬头看向来人 就见此人目炯双铜 没分八彩 身高与陆臣差不多 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子鹦鹉之气 此时正一手端杯站在陆臣面前 陆臣赶忙起身 为请教 陆臣拱手问道 本宫柴少 柴少冲着陆臣点了点头 哦 陆臣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是霍国公 柴驸马 失敬失敬 陆侯爷客气了 柴少笑着回应陆臣 不知柴驸马寻本侯有何贵干啊 陆臣看着柴少笑着问道 水酒一杯 感谢陆侯爷对三公主的辅佐之情 柴少说着 拿起小机上的酒杯 冲着陆臣依示意 一饮而尽 随手为罢了 驸马爷客气了 只能说 在下与公主殿下有些缘分吧 陆臣冲着柴少笑了一下 也是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不知侯爷接下来有何打算 柴少这话问的就很有意思了 明显是想要打探一下陆臣的行踪 打算吗 陆臣看着柴少 再次笑了笑 我这个人想法很多 要做的事也很多 至于具体要做什么 还得思考一下 不过 如果说愿望的话 我跟陛下已经说过了 一座小院 吉姆薄田 每天日戳坐日入而息 足矣 侯爷果然是淡薄明智之人 柴少点了点头 那面还有点事 竖本宫失礼了 此时 另一面天侧府的 御池公喊了柴少一声 柴少冲着陆臣告罪了一声 转身往天侧府重将那面走去 心眼不少 叹我口风 看着柴少离去的背影 陆臣眼中金光一闪而过 不过这小子 估计是吃醋了 一想到刚才柴少感谢自己的话语 陆臣在心中偷笑了一下 宴会结束 众人分道扬镳 有宣旨太监跟着陆臣 一起去赐给陆臣的皇庄宣旨 而给陆臣的这个皇庄 位于长安县内 不过距离长安城倒是不远 也就二十里地左右 毕竟是皇家的庄子 自然不会离城太远 陆臣骑着白胡 身后跟着刘金 以及苏定芳三人 以及贝维尉队长张有四人 再然后是坐在资重马车上的刘老三 在这四人后面 则是贝维尉的五十人骑兵队 每个人都是黑盔黑甲 这是陆臣让娘子军中的铁匠打造的 而设计自然是陆臣设计的 头盔上面有面罩 不用的时候能够拉上去 战斗的时候可以拉下来 只留着眼睛露出来 一身盔甲 全部都是饕贴纹 再加上整齐的军资 不要看只有五十人的卫队 但是任何人在看到贝维尉这身装束 都是不由的会一阵胆寒 要说船指太监也见过不少场面 但是像陆臣手下贝维尉这种风范的卫队 这个船指太监 还是第一次见到 与陆臣并肩而骑的船指太监 在陆臣身边笑着说道 咱家先恭喜侯爷了 侯爷可是被陛下赏赐黄庄的第一人呢 看来侯爷可是很受陛下亲爱哦 这位公公说笑了 在下就是个闲散之人 公公若是没事 可以多来装上作作 还未请教公公怎么称呼 陆臣冲着宣指太监拱手笑道 咱家琳琅 以后还要请侯爷多多照服了 宣指太监琅琅 冲着陆臣妩媚一笑 拱了拱手 咱家也想多来侯爷庄园 只可惜身在宫中身不由己啊 看着前面已经映入眼帘的黄庄牌坊 琳琅无奈地叹了口气 林公公说笑了 以后本侯爷得请林公公 多多照服一下了 你也知道 今天我在宫里 可是得罪了不少人 陆臣冲着琳琅眨了眨眼睛 陆臣就不信 自己今天在太极殿起云王归的事 这个船指太监不知道 不过让陆臣没想到的是 这琳琅似乎对世家官员有颇有不满 咱家觉得 陆侯爷这是做的就算对了 那些世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莫非公公也与世家有冤 听着琳琅口中 有些带有怨念的语气 陆臣好奇地问道 咱家之所以入宫 也是拜这些世家所赐 说句大不敬的话 侯爷不怕您笑话 但凡家中有一口饭吃 谁会做这种犹如祖宗的事情 切了那话 琳琅苦笑着看着陆臣说道 对于琳琅的话 陆臣深感同意地点了点头 除非是自己愿意 或者意外伤了那话 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切了入宫的 而这个时代入宫的 大部分都是在外面实在活不下去了 或者是 就是有人刻意培养入宫的 而刻意培养的 也大多是世家所为 公公这话说的重肯 陆臣也没法去安慰琳琅 难道说 以后还能长出来 那不扯毒子呢吗 只能说 琳琅这话说的没什么错误 说话间 队伍已经走过了代表 黄庄地界的牌方 而此时道路两旁 已经站满了黄庄里面的庄户 领头的是一位精神绝兽的老人 道是比陆臣从娘子观一路走来看到的那些衣衫破败的百姓强了许多 虽说也有补丁 不过整洁了不少 小人杜燕良见过各位大人 自称杜燕良的精神绝兽的老人 在身旁一个青年小伙的搀扶下 缓缓下跪 随着杜燕良下跪 其他所有的庄户也都跪了下来 冲着陆臣和宣旨太监琳琅行跪拜之礼 毕竟宣旨太监琳琅带着圣旨而来 相当于李渊清零 侯爷 该截止了 陆臣看着跪在面前的黑压压一大片人 有些愣愣的出神 就在这时琳琅提醒了陆臣一句 哦 陆臣冲着身后一招手 属于陆臣的一大票人 则是赶忙转到琳琅对面 在截止相按前面 陆臣站定 其他人则是跪在地上 陆臣可是李渊清赐的不必行跪拜之礼 因此 只有陆臣一个人站着 其他人都跪在了地上 琳琅自然也知道陆臣的事 因此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打开圣旨黄卷 开始宣读圣旨 什么奉天承运皇帝 赵约 什么的 陆臣听了的大概 左右的意思就是 陆臣有功于国 封为长安县侯 并将此处黄庄赐予陆臣 以后这个庄子就归陆臣所有了 巴拉巴拉的一堆 臣 陆臣接旨 等到琳琅宣读完毕 陆臣直接双手把圣旨接了过来 跟着 直接把圣旨交给了刘金 然后转头冲着方琪 比划了个搓手指的手势 刚才陆臣突然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来到唐朝这么久 他居然没有钱 方琪不明白 陆臣什么意思 呆呆地看着陆臣的手指 拿钱 陆臣趁着方琪做了个口形 哦 哦 方琪看到陆臣的嘴型 才明白过来 赶忙从掏出来一吊铜钱 放到陆臣手里 陆臣把这吊铜钱 放到了琳琅手里 少是少了点 不怕公公笑话 我这个侯爷 现在身无分文啊 陆臣无奈地笑了笑 琳琅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些边塞军人身上 能有多少钱 有点军饷 要么给家中 要么就是自己买酒喝了 毕竟他们属于典型的 今天不知明天事 有可能一场突然的作战命 就没了 怎么可能会像那些官内 十家官员一般有钱 不必了 侯爷 心意咱家领了 这赏钱就不必了吧 琳琅笑着把陆臣的手 给推了回去 怎么 瞧不起本侯爷 陆臣洋装生气地说道 还是嫌弃这赏钱少了 咱家怎么可能嫌弃 侯爷这话可说的太重了 琳琅赶忙陪笑 带着解释道 这钱都是这帮子弟兄 用命换来的 咱家哪能要 琳琅这话一说 顿时被围兵的一帮子将士 都看向琳琅 本来一路上这帮子人 是看不上这种内侍宦官的 但是琳琅这句话一说 顿时让这帮汉子 心中暖了一下 对于看向琳琅的目光 顿时有了一些改变 那就收下 陆臣直接把那吊铜钱 往琳琅手里一拍 本侯不是说大话 一年以后 本侯这里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陆臣话并没有说得太透 不过相信琳琅也能听明白 到那时 陆臣绝对会负得流油 既然如此 那咱家就收下这洗钱 谢侯爷赏了 既然陆臣都这么说了 琳琅自然是不能辅了陆臣的面子 供着身孝盈盈地收下了陆臣给他的赏钱 如此 咱家就回宫赴旨去了 琳琅冲着陆臣拱了拱手 公公慢走 陆臣冲着翻身上马的琳琅一拱手 侯爷 咱家到辞 琳琅在马上冲着陆臣一拱手 拨转马头 带着宣旨队伍浩浩荡荡地离去了 等到琳琅带着队伍离开 陆臣转头看向 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些装户 第九十三章 以锦校游 老丈怎么称呼 陆臣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杜燕良 这位老人 脸上虽然皱纹勾勾赫的 不过精神头不错 而且看得出来 这位老人应该就是整个黄庄的装力了 所谓装力 就是管理黄庄内农户的一个小头头 根本不入籍 只不过在黄庄内的权力倒是不小 装户有个什么事 都得报告给这个庄力 除了庄力之外 还有一名内庄宅使 内庄宅使的责任 则是管理着皇帝再次的行载 也有叫行宫 只不过陆臣所在的黄庄 行载并不很大 毕竟距离长安城很近 皇帝怎么可能住在这里 回侯爷 小尔杜燕良 老人颤颤巍巍的回道 话语中颇有些忐忑的意味 都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 杜燕良都六十多岁了 这要是陆臣一把火烧他脑袋上 那他真是不得善终了 听到杜燕良的名字 陆臣点了点头 跟着转头看向 搀扶着杜燕良的青壮小伙 如此寒冷的天气 也不过是多穿了几层单衣 并没有什么保暖的衣服 不过也能看出 小伙子体格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 陆臣盯着这名小伙问道 回侯爷 这是我家孙儿 杜军绰 没等小伙说话 杜燕良抢先回答道 一听到小伙的名字 陆臣眼睛就是一亮 杜军绰 那也是出唐有名的将领 而且是玄武门之变的主力 沙里建成 朱里元吉 都有此人的功劳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何况历史上杜军绰的爷爷 叫杜密才对 怎么会叫杜燕良呢 而且杜密乃是北齐中山郡的公曹 说句不好听的话 杜军绰也是书香门帝出身 如何会出现在这皇庄之中 老丈 敢问燕良二字可是您的字 您的名是否是一个密字 陆臣盯着杜燕良问道 而杜燕良听到陆臣的话 不由的眼神有些闪烁 似乎在思考该如何回答陆臣 陆臣那是什么人 一眼就看出来 杜燕良似乎心有顾忌 老丈不必急着回答 陪着本侯看过宅底再说 陆臣一摆手 其他人都散了吧 你爷孙二人 陪着本侯去看看宅底 其他庄户文听到陆臣的话 如蒙大社一般 直接散得开去 只留下杜燕良爷孙二人 以及陆臣的部署 陪着陆臣往远处的宅底走去 进了黄庄 中间一条黄泥路 直通最远处的宅底 道路两旁是田地和庄户的居所 散落的是 兴罗旗步 基本都是小路连着居所 居所出来几步路 就会下到田地里 只不过此时已经入东 田地里并没有什么作物 光秃秃的一片 陆臣一面走 一面观看着黄庄内的景色 心中则是盘算着 该从何处入手开始改造 最后陆臣决定 先从修路开始 有道是要享富 先修路 路不通则诸事不利 很快 就来到了位于道路尽头的宅底 此时宅底门口 已经站着一名宦官 以及大大小小数十位奴仆家丁 而宅底的上方原来的匾额 已经摘了下去 因为原来的牌匾 是写着李渊行宫名字的牌匾 现在这里 已经赐给了陆臣 再挂着行宫牌匾就不合适了 不过陆臣现在是侯爷了 自然也是要有牌匾的 牌匾在宴会期间 就已经造好送过来了 此时已经挂在了门楣之上 红布遮盖 等着陆臣亲自揭开了 这动作挺快啊 陆臣抬头看了看 被红布盖着的匾额 转头冲着苏定芳说道 侯爷要入主吗 想必是想要讨好侯爷 也说不定了 苏定芳虽然没有去参加宴会 不过一路上也听到了 关于陆臣在太极殿 把王归给气晕了的事 而且还直接被封为长安县侯 啥是没有 苏定芳自然也就知道 为何这匾额制造得如此之快了 有道理 陆臣点了点头 老苏 最近你这马屁功夫见长啊 陆臣怎么不知道 苏定芳是简好听的说 末将只是实话实说 苏定芳冲着陆臣黑黑一笑 就在这时 一直站立在大门旁的宦官 快步来到陆臣的面前 侯爷 呆接匾了 中年宦官满面堆笑地提醒陆臣 哦 陆臣看了这个中年宦官一眼 快步来到匾额下方 伸手一拽面前的红绸袋子 匾额上的红绸子 直接脱落了下来 一旁的苏定芳 直接伸手接住了红绸子 一块金子牌匾 直接显露了出来 上书两个大字 陆府 对于这陆府 这两个流金大字 陆臣还是很满意的 毕竟从今天开始 自己终于在唐朝 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接手 陆臣一声令下 身旁的苏定芳 以及芳启和梦记 直接一挥手 五十名被围围下马 整齐有序地冲进了宅院 随后陆臣才迈步 走进了这所行宫 说是里渊的行宫 其实也不算是太大 五进的院落 飞檐斗拱倒是有 亭台楼阁则是无 不过回廊曲折 白砖青瓦的房舍 倒是很漂亮 很快 陆臣就把整个五进的院子 看了个遍 对于有这么大的院落居住 陆臣还是很满意的 在最后一进院子 则是直接一分为二 一边是花园 另一边则是演舞场 看着花园 陆臣顿时眼前一亮 这占地最起码两亩地的花园 完全可以给自己 当试验田用吗 至于演舞场 分出来一半 建造一个射击场 绰绰有余啊 陆臣在心中 默默地记下了 自己的后花园改造计划 前院自然是有门房 各种厢房偏房 苏定方与方起 还有孟记 自己就全权接管了 陆府的房屋工作 此时被围围的士兵 已经在门口开始站岗了 侯爷 侯爷 此时正在看着后花园的陆臣 慌里慌张的 陆臣回头一看 刚才带着父亲刘老三 去找房间的刘金 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侯爷 您得给我们父子做主啊 我父亲让人打了 刘金带着哭腔说道 不要以为刘金和刘老三 跟着陆臣来了 就会怎么怎么样 这么多年底层的生活 已经磨平了刘老三的棱角 别看他俩是陆臣的家仆 但是刚来到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不胆图的 毕竟这父子俩 不是什么见过世面的人 所以进了院子以后 对谁都是恭恭敬敬的 什么 一听说刘老三 让人得打了 陆臣两道眉毛 直接就立了起来 好家伙 这是给自己下马威啊 陆臣倒想看看 谁敢打自己带来的人 而且陆臣心中 还有一个念头 他还在想 怎么把这些以前的家奴院工 还有那些个丫鬟婆子 以及那个宦官给弄走呢 这就上杆子 给自己机会啊 带路 陆臣脸色阴沉的一甩袖子 扭身就往前院走去 刘金在前面引路 等走到前面 第三进院子的时候 就听到一个奸细的声音 正在喊道 打 给咱家往死里打 什么身份 居然还想住在陆府之内 随着奸细声音的叫喊 不断地传来 刘老三的惨叫声 陆臣快步走到院子里 就看到两名 穿着轻衣小帽的家丁 正在对刘老三拳打脚踢 那个中年宦官 在一旁得意地叫嚷着 而苏定方等人则是 手钻腰中刀柄 并不敢上前阻止 住手 看着苏定方等人的表现 陆臣顿时更加的生气 随着陆臣的一声怒吓 现场的人纷纷看向陆臣 而那两个家丁 也停下了拳脚 站在了一边 刘京赶忙过去 把自己的阿爷给扶了起来 侯爷 中年宦官喊了陆臣一声 陆臣搭理都没搭理这个宦官 而是快步来到刘老三面前 怎么回事 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刘老三 陆臣沉声问道 侯爷 就在这时 一旁的宦官又喊了陆臣一声 你闭嘴 本侯没问你 陆臣转头 眼神冰冷地盯着这名宦官 而看到陆臣眼神的芳琪跟梦琪 都是齐齐的一惊 心道 坏了 因为上次陆臣露出这种眼神的时候 是在惩处没人心的时候 当时陆臣差点当场踢死没人心 今天怕是这个宦官要有苦头吃了 被陆臣一声冷喝的宦官 只能站在了原地 不过他的眼神则是冷冷地盯着陆臣 似乎对于陆臣这个新晋侯爷 并不怎么惧怕 侯爷 老奴就是想要找个房间 但是这位大人却说 我等只能住在外面 不能住在此处 老奴就往外走 跟着他说老奴拿了屋里的东西 就让人对老奴搜身 跟着殴打老奴 刘老三忍着痛 磕磕巴巴地把经过简单地说了一下 听完刘老三的话 陆臣转头看向宦官 他说的可是实情 陆臣盯着宦官问道 回侯爷 这是从刘老三的包袱里搜出来的 宦官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折了指地上的银竹台 也就是说人赃俱获了是吗 陆臣看了一眼地上的那对银竹台 冷笑着问道 回侯爷 正是如此 似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家奴 就应该处死以锦孝游 宦官有些巨傲地说道 第九十四章 没人承认是吧 以锦孝游是吗 还未请教公公大名 陆臣看着宦官那颇有些巨傲的模样 嘴角含着冷笑着问道 咱家王彪 宦官冲着陆臣拱了拱手 哦 王彪 陆臣上下打量了一下王彪 你跟王彪是本家吧 陆臣试探性地问了一下 王忠渝乃是咱家远房表书 一听陆臣提到王彪 王彪忍不住愈发的有些得意 他以为陆臣跟王彪关系不错 自家这远房表书可是李渊的好友 别看现在只是东宫的太子忠渝 未来太子若是登上大宝 那王彪绝对就是中书令或者世忠 自己这个宦官到时候也是能沾光的 原来是王公公的表书 实境实境 陆臣冲着王彪拱了拱手 侯爷折杀咱家了 王彪嘴里说着客气话 可是却没有半点躲避的样子 而是实实在在地受了陆臣毅礼 王彪之所以敢这么跟陆臣说话 也是因为虽然陆臣是长安县侯 不过却只是个有爵位没实权的侯爷 若是陆臣在朝中真有个一官半职的话 那王彪估计也不敢如此拖大 不过王彪拖大 其他人则是等着看王彪的笑话 尤其是苏定方这帮子 跟着陆臣的被微微的将士 但凡陆臣这么说话 那么对方指定是要倒霉 而且是要倒大霉 此时苏定方等人都冷笑着 看着王彪表演 就等着看王彪一会儿会有多惨 你们愣着做什么 还不给王公公见脸 陆臣回头直接斥责了苏定方等人 属下见过王公公 苏定方等人 怎么能不配合陆臣演戏 敢忙冲着王彪失礼 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 大家都是给侯爷效力而言 一见这帮子将士给自己行礼 王彪越发的有些得意 笑音音的得意说道 你还处在哪 陆臣直接指了指一旁的张友 张友被陆臣这突如其来的一句 给整得有点猛 愣愣地看着陆臣 还不赶紧去寻狼中 没看见老刘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吗 陆臣说着指了指大门 张友马上心领神会 属下这就去找狼中 张友扶着腰刀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顺手把大门给带上了 看到张友把大门给带上了 陆臣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转头看着王彪 王公公 刚才说到哪了 陆臣一副明知故问的样子 用手指戳了戳自己的太阳穴 哦 对 刘老三手脚不干净 应该处死一井笑油是吧 这个时代的家丁 丫鬟或者婆子什么的 基本都是卖身给主人家的 也就是说 主人家对于家里的奴仆 有着生杀与夺的权利 说白了 主人家随便给奴仆案个罪名 都可以处死家中奴仆 奴仆是一点权利都没有 所以 即便是过不下去的 想要卖身为奴的话 也都希望能够找个好人家 不错 这种手脚不干净的 就不能留在世上祸害人 王彪点了点头 奸细的嗓音 给人一种过躁的感觉 王公公说的有脸 陆臣一副身以为然的表情 点了点头 这种人吧 就不应该留在本侯府中 就在陆臣话音刚落的时候 陆臣直接一脚 就把王彪给踹倒在地 跟着上去就是一顿暴踢 所有人都被陆臣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给震惊了 而王彪 直接就是一声惨嚎 别看王彪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不过 那也就是 在这帮子嘉兵奴仆面前好使 陆臣这帮子人 还真就不在乎王彪 就算他是宦官 又是王家的远亲 那也没用 打断双腿 扔庄子外面去 陆臣踢了一会儿 王彪开始还在惨嚎 逐渐就没了动静 陆臣停了下来 冲着苏定方招了招手 这帮子被围位 那是对陆臣唯命是从 陆臣既然说 打断王彪双腿 扔到庄子外面 这帮子人肯定是 不折不扣的执行 苏定方直接叫了几个士兵过来 直接就把王彪拖了出去 狗啊 给老爷爷我 搬把椅子过来 陆臣既然是从娘子官来的 那小院的椅子 躺椅 基本都带了回来 刘京赶忙去搬了一把椅子过来 陆臣直接坐在了椅子上面 刚才对老刘动手的 是哪两个 陆臣扫尸了一圈 站在院中的这些奴仆家丁 所有奴仆家丁 都是缩着脖子 净若寒蝉 一副恨不得把脑袋塞到裤裆里的模样 而此时 这些家丁奴仆 也终于明白 这个新晋侯爷有多暴力了 没人承认是吧 陆臣目光冰冷地扫尸了一圈 狗啊 你去把打你阿爷的两个人 给我揪出来 不能给你阿爷亲手报仇 就自己滚出去吧 本来天气就很寒冷 陆臣的话语 简直比这冷风还让人透心凉 一听陆臣要把自己赶出去 刘京可不干了 要是因为这事 把自己给赶出去 自己也没脸活着了 不说他自己没脸活 他阿爷也得跟着他一起寻死 刘京顿时眼珠子都红了 直接来到两个五大三粗的家丁面前 你 还有你 出来 刘京指着刚才殴打自己阿爷的两个家丁 两个家丁不情不愿地走了出来 没等刘京动手 这两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带着哭腔说道 侯爷 饶命啊 侯爷 都是那王彪指使我们干的 不关我们的事啊 我们也不想动手啊 两人说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鼻涕眼泪的 是吗 是王彪指使你们的事吗 陆成俯下身子 看着这两个家丁 两个家丁听到陆成的话 不住地点头英试 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 是他王彪 还是我这个侯爷 陆成直接立声问道 脸上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 要不是本侯来得快 你俩是不是就要把老刘打死了 本侯这里 不要你们这种吃里爬外的东西 陆成看着两个磕头如捣算一般的家丁 依旧是阴沉之脸 刘金啊 你要是不把这两个家伙的手打断 你就给本侯滚出去吧 陆成冷着脸看着刘金说道 被陆成连续说了两次滚出去的的话 刘金的眼睛越发的红了 甚至伯耿子上的青筋都浮现了出来 一想到自己阿耶的伤痕 刘金就愈发的气愤 抬起脚 直接就把两个家丁踹倒在地 有陆成在这里 两个家丁哪敢反抗 刘金这段时间 可是一直跟着贝维维在训练学习 本来就有不小的力气 再加上训练 就算这两个家丁还手 也不是刘金的对手 刘金也不客气 伸手直接抓住其中一个家丁的手臂 双臂使劲 将家丁手臂用力一掰 咔嚓一声 这个家丁的手臂 居然被刘金硬生生地给掰折了 森白的骨茶都从肉里刺了出来 那名家丁哀嚎一声 两眼一翻就昏了过去 甚至有几个婢女在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直接两眼一翻也跟着昏倒了过去 而一群围着的贝维维 看到这个场景也是一次牙 好家伙 平时温温顺顺的一个小伙子 没想到居然也如此暴力 这真是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啊 刘金如法炮制 将两名家丁的四条手臂 全给徒手掰折了 然后胸口剧烈起伏 口中喘着粗气 站在了原地 表情则是有些傻愣愣的 看到刘金的表情 陆辰知道 这孩子是第一次这么做 也是第一次见血 傻愣也是正常现象 如果谁能再做了这种事以后 神色如常或者哈哈大笑 那他们不是心理变态 就是神经病 带着狗娃和老刘去休闲 陆辰冲着苏定芳说道 苏定芳领命过去 刚一拍刘金的肩膀 刘金直接一个擒拿 就想给苏定芳一个过肩摔 苏定芳那是什么人 直接在刘金身后 伸手一顶刘金的腰眼 跟着一个手刀 砍在刘金脖梗夺处 刘金直接身体一软 倒在了苏定芳怀里 跟着苏定芳又叫了几个士兵 把刘老三也抬到了一旁的厢房里 你们这些人啊 陆辰看着站在院子里的这些奴仆家丁 叹了口气 回去收拾自己的戏软 明天离开庄子 陆辰也懒得跟他们说什么了 直接摆了摆手 一听陆辰要把所有奴仆家丁 都给赶出庄子 这帮子家丁奴仆 扑通扑通的 全都跪倒在地 哀求陆辰给他们一次机会 本侯给过你们机会 可惜你们不珍惜 但凡刚才有一个人能出来护着老刘 本侯都不会亏袋的 可惜你们太让人失望了 陆辰看着跪在地上的这帮人 摇了摇头 转身就往屋里走 不过走了两步就停了下来 贝薇薇 所有人 明天加练两个时辰 陆辰一脸的不满地看着方琪与孟继 一群胆小的废物 哼 陆辰说完 转身进了内宅 看着陆辰离去的背影 方琪跟孟继不由的面面相去 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 就在这时 安顿好刘金和刘老三的苏定芳走了过来 老芳 老孟啊 不怪侯爷责罚我等 刚才 咱们都干的什么事啊 苏定芳也只能点到为止的说了两句 跟着摇头叹气 第九十五章 杜密 陆辰回到堂屋 坐在了椅子上 看着外面乱糟糟的一团 心中有些烦闷 不过在看到一直站在一旁的杜燕良爷孙二人 陆辰突然想起来了 这爷孙二人的事情 自己还没有解决呢 陆辰直接冲着外面招呼了一声 杜老爷子 进来坐 一听到陆辰喊自己爷孙 杜君辰赶忙搀扶着杜燕良 走进了堂屋之内 侯爷 爷孙二人 齐齐地冲着陆辰行李 坐 陆辰指了指一旁的椅子 小人不敢 杜燕良赶忙惶恐地说道 让你坐你就坐 陆辰沉下脸来 杜燕良不敢忤逆陆辰 毕竟陆辰刚才那暴力的表现太害人了 杜燕良只能颤巍巍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杜君辰则是站立在杜燕良的身后 不知侯爷有何吩咐 杜燕良看着陆辰声音 有些忐忑地问道 陆辰刚才的霹雳手段 实在是让杜燕良感到了害怕 这个庄子有多大 陆辰则好像忘记了 刚才发生的一切一般 带着温和的笑容 看着杜燕良问道 哦 侯爷是问这个事啊 听到陆辰是询问黄庄的面积 杜燕良这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一点 整个黄庄是1500亩 汉田300亩 水田200亩 剩下的就是房屋占地 水塘和荒地了 杜燕良汇报的倒是挺仔细 嗯 陆辰点了点头 1500亩 面积不小了 要知道黄庄的田地 那都是相当肥沃的土地 这一点陆辰很满意 不过这土地利用率也太低了 将将才耕种了三分之一的土地 不过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来看 估计这就是黄庄内庄户的极限了 老爷子 不知是否有黄庄的堪余图 陆辰摸着下巴 看着杜燕良 有的 不过并不在小老手中 而是被王彪看管着 杜燕良恭敬地回道 方琪 听到杜燕良说 黄庄看余图在王彪手里 陆辰直接喊了一声方琪 看余图这种东西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现在要用 还是为了将来打算 这种东西绝对不能流露出去 这关系到陆辰这个庄子的发展 属下在 听到陆辰的喊声 方琪快步从堂屋的门口走了进来 冲着陆辰攻身失礼 去王彪 那把黄庄看余图拿回来 遵命 方琪领命转身去 那王彪乃是王家旁之 而且是宫内的宦官 侯爷就不怕 想到陆辰刚才好似 踢沙包一般的踢王彪 杜燕良忍不住 有些替陆辰担忧地说道 区区一个王家算什么 陆辰很是不屑地说道 就算是那些世家 一起来找本侯 本侯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他们不惹本侯 还能苟言残喘 要是惹了本侯 本侯不介意把世家连灯拔起 杜老先生 我不知道是该称呼您杜燕良好呢 还是称呼您杜密 杜公曹何事呢 陆辰目光炯炯地盯着杜燕良 小老就是杜燕良 并不是什么杜密 侯爷说的这个杜密是何人 杜燕良一副 我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样子 有这么一个人 官职呢 不大 乃是北齐中山郡公曹 为人忠心耿耿 可惜北齐这几个皇帝不咋地 就因为此人为高长公上书打抱不平 结果落得个家破人亡 不知道杜老先生听说没有 陆辰说完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微笑着看着杜燕良 而随着陆辰的话说完 就见杜燕良眼中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侯爷居然连这种事都知道 杜燕良颤颤巍巍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小老就是那杜密 杜燕良抹着眼角的泪水 你这虽然乃是可造之才 一身封侯败将的能耐 难道你就甘心让他这么被埋没了吗 有道是学会文武艺 卖于帝王家 你就忍心 陆辰起身双手将杜燕良搀扶到了座位上 笑着问道 哎 那高长弓就是前车之剑啊 杜燕良看了看站立在一旁有些懵懂的杜军绰 毕竟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杜军绰还没出生呢 杜燕良也从来没有跟杜军绰提过这些事 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 所以从陆辰说故事 到杜燕良承认自己是杜密的时候 杜军绰始终处于猛逼状态 至于杜军绰的父母 在没有陆辰的同意下 是不能进侯府的 此时夫妻二人正在家中忐忑地等待着自己的父亲和儿子 高长弓之死 乃是因为功高震主 君主昏庸 老人家 我问你 当今陛下如何 陆辰看着杜燕良问道 当今陛下乃是雄主 杜燕良对于陆辰的说法倒是毫不反驳 毕竟北齐那几任君主确实不咋地 但凡留着狐狸光和高长弓 也不至于被北周那么轻松就给灭了 吃不得了 杜老 本侯呢 找你来是有件事 想要请你帮忙 陆辰眼神热切地看着杜燕良说道 杜秘算大如吗 陆辰不知道 毕竟历史上对这个人的记录并不多 但是作为一郡公曹 那绝对也得是个饱读师书之人 既然是饱读师书之人 那给孩子开盟估计没啥问题吧 侯爷但有吩咐 小老儿必然敢脑涂地 杜燕良冲着陆辰失礼说道 转过年开春 本侯准备盖学堂 让庄子里的孩子都来读书 而到时候 就要劳烦杜老先生 出任先生一职了 当然了 若是庄子里有其他人 也愿意做先生的话 本侯绝不亏待 陆辰言辞凿早早地说道 侯爷准备让庄内的孩子入私塾 杜燕良惊讶地看着陆辰 陆辰要做的 可从来没人做过 虽然世家也有学管 县州也有县学和州学 长安城里还有国子健 但是那都把持在世家的手里 寒门弟子想要上学 那简直难上加难 就算是学了 后面也得先投卷 才能找到出路 人家还不一定要你 而陆辰居然要给 黄庄里的孩子开门 授学 至于杜军措 那都是杜燕良偷着教的 而且家中也没有书 都是杜燕良 凭着自己的记忆教的 咱这不叫私说 叫学校 孩子上的就叫小学 在上面还有中学 陆辰直接照搬后施的教育设置 至于大学他没说 那玩意太遥远了 能建立到中学 陆辰就满意了 可是咱们无有书籍啊 刚刚有些兴奋的杜燕良 突然如双打的茄子一般 低下了头 书籍的是 你不用操心 本侯来解决 杜老先生只要告诉本侯 能否担任先生一职即可 陆辰微笑着 看着杜燕良 侯爷信得过小老 小老这把老骨头 就陷给侯爷了 不敢说死而后已 但是鞠躬尽瘁 是一定要做到的 杜燕良那有些浑浊的目光 居然出现了清明 甚至射出了炽热的光芒 你有没有兴趣 跟着本侯啊 既然杜燕良答应了 陆辰也算是轻松了不少 不然找先生这件事 就要让陆辰费不少脑筋 毕竟找来的先生 究竟心向着谁 那都不好说 甚至若是世家派人渗透 也够陆辰头疼的 陆辰这次的目标 盯上了杜军绰 杜军绰那可是唐初的一员猛将 玄武门之后 更是开国献功 十六位之一的一位统领 又领军卫将军 小人愿意跟着侯爷 一听杜军绰招募自己 杜军绰直接跪倒在地 冲着陆辰就磕头 起来吧 合适的时候 本侯自然会放你出去 不过你的本事还不行 还得练 明天开始 你就跟着苏定芳学习吧 见杜军绰愿意跟着自己 陆辰满意的点了点头 苏定芳 陆辰直接冲着唐屋门外高 召唤了一声 属下在 此时 苏定芳已经安排好了 整个侯府的房屋工作 同时还分派了人手 盯住那些家奴院工 毕竟明天这帮人 就要被赶出侯府 可不能让这些人乱拿了东西 那些东西 可都是自家侯爷的 虽然以前是李渊的 不过现在都归陆辰了 而安排好一切的苏定芳 就来到陆辰堂屋的外面守着了 本来是方起 不过方起 被陆辰安排 去找王彪拿看鱼图去了 陆辰身边 不能没有亲近的人 苏定芳就接过了这个任务 现在开始 杜军绰就跟着你了 给我好好好教啊 陆辰一直站在一旁的杜军绰 冲着苏定芳说道 是 苏定芳冲着陆辰拱手领命 你们先把老爷子送回家 然后军绰 你就跟着定芳学习吧 陆辰自然不能把杜燕良 单独扔在这里 直接命苏定芳 与杜军绰二人 先把杜燕良先送回家 多谢侯爷 杜燕良起身冲着陆辰失礼 然后就由杜军绰 搀扶着往外走去 至于苏定芳 则是跟在一旁 就在三人刚刚出门的时候 就见方起匆匆忙忙的 拿着一卷黄卷迎面走来 侯爷 找到了 方起一进堂屋 就妖宫似的 把黄卷双手捧着 献给陆辰 嗯 打开看看 陆辰点了点头 方起闻言 把黄卷打开 平铺在了桌子上 就见黄卷上 将整个黄庄的山山水水 房屋建筑标记得清清楚楚 甚至在黄卷的后面 还有整个侯府的布局图 第九十六章 目的是什么 方起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看余图 有点怪怪的 陆辰摸着下巴 看着桌子上的看余图 低声问道 属下并没有发现 什么怪异的地方 方起被陆辰的话问得一愣 跟着更加仔细的 查看起看余图来 不过这上面画的 倒是挺详细的 尤其是这府邸的布局 方起仔细看了半天 这才说道 对啊 听到方起的话 陆辰直接以拍巴掌 直接把方起给吓了一跳 侯爷 别一惊一乍的行不 受不了啊 方起被陆辰 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拍的 直接吐槽了陆辰一句 老方 都说 你脑子笨 不过有时候还是挺明光的嘛 陆辰没有理会方起的吐槽 而是哈哈笑着 拍了拍方起的肩头 侯爷 俺不懂你啥意思 方起被陆辰整个有点猛 只能挠着后脑勺嘟囔了一句 你小子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陆辰再次拍了拍方起的肩膀 我就说 这看余图怎么看着怪怪的 就是太详细了 老方 要是你的画 你敢画皇帝行宫 或者是行愿的看余图吗 陆辰一面看着面前的看余图 一面头也不太得问道 那哪胆啊 别说画图了 没有陛下的允许 连鞭咱都靠不上啊 方起摸着后脑勺 有些憨憨的说道 那就是了 王彪把这个府邸的勘于图 画得这么详细 想要干什么呢 陆辰看着勘于图 摸着下巴开始琢磨 刺王杀架 不过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 一个太监刺杀皇帝 疯了吧 就刚才王彪被自己揍的那个熊样 也不像有那能耐的人 再说了 要是真有能耐 还真能任由自己 把他的腿给打折 别闹啊 那王彪还真把自己当王佐了啊 王佐那也只是断了一条胳膊 王彪搞杀 断双腿 本来就少一条腿 咋得三腿齐断 卖惨次王杀架 难道真人如其名 陆辰想了半天 也想不明白 王彪为什么要绘画 如此详细的看余图 还是想要把这个看余图 交给谁呢 一想到这里 陆辰马上吩咐方起 那个王彪人呢 被扔出去啊 方起不知道 陆辰怎么突然间又问起 被自己扔出去的王彪来了 不过自己也都是按照陆辰的吩咐做事 也就照实回答就是了 去把王彪拎回来 我有事要问他 陆辰觉得 王彪画如此详细的看余图 这中间绝对有事 陆辰有点着急的吩咐方起 哎 一看见陆辰居然着急了 方起赶忙一溜烟地冲了出去 带着几个士兵 就往庄子门口跑 陆辰在堂屋里来回夺步 琢磨着王彪 到底究竟为什么这么做 莫非是世家的打算 世家有什么打算 绑架皇帝 那不还是得天下大乱吗 陆辰来回夺着步 实在是想不通 为啥会这样 就在陆辰琢磨了 能有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方起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人呢 看到方起出现在厅堂门口 陆辰有些焦急地问道 没了 方起冲着陆辰摇了摇头说道 没了 听到方起的回答 陆辰直接愣住了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人就没了 知道是怎么没的吗 听守备的士兵说 是有一辆马车来过 下来几个人把王彪抬到马车上 就走了 方起一面平复着呼吸 一面回答陆辰的问话 这么快就有人来了 听到方起的话 陆辰的表情凝重了几分 能这么快过来把王彪接走 这说明一直有人在盯着这个黄庄 只不过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住这里的 陆辰就没法断定了 是从自己来的黄庄的时候 还是一直都有人盯着 陆辰没法确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面肯定有事 行了 就离开了堂屋 陆辰则是转身去了内宅 来到内宅 陆辰的卧房 随手插上房门 坐在床榻上沉思了一会儿后 陆辰进入了基地 陆辰刚才在床榻上已经想明白了 既然搞不明白对方究竟要干嘛 那就已经制动 守住戴兔好了 不管对方有什么计划 早晚会露出马脚 到那时自然就知道对方要干嘛了 不过在这之前 自己的庄子改造计划 还是要进行的 不能因为王彪的看余图这点是耽误了 陆辰进入基地 就开始准备要用的东西 开着基谱车 就开始在基地里狂奔 首先是种子 陆辰想要在冬天吃青菜 那就得扣大棚 还有修路 这个时代 想要弄力清费点劲 不过水泥还是能烧出来的 不过陆辰并不知道如何烧水泥 所以就开始翻阅书籍 寻找水泥的制作方式 甚至很多工具书 都被陆辰找了出来 拼了命的在那恶补 而且陆辰还找了两本书 一本书是三字经 一本书是千字文 以及幼儿数学读物 陆辰觉得 要是给庄子里的孩子开盟的话 这三本书应该是很不错的 不过这三本书陆辰 都得重新改编一下 毕竟基地里的书籍 大多都是简体字书籍 陆辰得给翻译成繁体字才行 不过陆辰倒是觉得这件事 可以找苏定芳和杜燕良帮忙 千字文和三字经 完全可以他口述 让他俩书写嘛 打定主意 陆辰找了个蛇笔口袋 把自己要用到的东西 都塞到口袋里 然后拎着口袋 就走出了基地的出口 熟悉的感觉 熟悉的场景 只不过坐在床榻上的陆辰身旁 多了一个蛇笔口袋 陆辰检查了一下 蛇笔口袋里的东西 确认自己塞到口袋里的东西 都带出来以后 他这才放下心来 毕竟以前都是只拿一种东西 而这次则是带了 整整一袋子东西出来 陆辰生怕没法全带出来 不过现在看来 基地可以无限制的 往外拿东西 就是不能往里面放东西 可惜了 要是能把东西放进去就好了 陆辰将蛇笔口袋 藏到床榻之下 然后直接头枕手臂 躺倒在床榻上 仰面看着屋顶 嘴里嘟囔了一句 不过陆辰马上就笑了起来 因为他想到了 前世看过的 一部名字叫做 《多拉A梦》的卡通片 这个基地在陆辰看来 就跟叮当猫的刺猿口袋一样 只不过自己这个刺猿口袋 现在只能出不能进 更没有随意门 陆辰想着想着又笑了 自己都已经拥有了基地中 那么多东西 还人心不足蛇吞向 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也会变得贪心起来了 陆辰脑子里瞎琢磨着 就睡了过去 兴许是连日赶路的疲累 或者是在娘子官的生活 看着闲散 实则要随时警惕 边关情况的缘故 如今有了自己的家 陆辰就放松了下来 这一觉陆辰睡得很沉 直到第二天天 微微亮的时候 陆辰才醒了过来 其实陆辰也不是自然醒 而是直接恶醒的 毕竟昨天晚上饭都没吃 就一头睡过去了 此时腹中空空 五脏庙在向陆辰发起严正的抗议 陆辰搓了几下脸 然后打开了房门 结果房门一打开 咕咚一声 陆辰就看到 刘金一脑袋撞到了地上 然后就看到刘金直接跳了起来 大吼一声 谁 然后挥舞着手臂 呜呜呜呜起来 陆辰一看就知道 这小子睡迷糊了 直接罩着刘金的脑袋 就是一个脑瓜崩 伴随着 哎呀一声 刘金清醒了过来 看着陆辰不好意思的黑黑一笑 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又心疼地问道 侯爷 昨天自从您进了房间就没出来 俺怕你有什么意外 就过来看看 结果听到您在里面的打酣声 俺就守在门口了 刘金一面揉着脑袋 一面嘟囔着说道 你小子有心了 陆辰揉了揉这个 只有十六岁的少年的脑袋 走 跟本侯爷吃早饭去 哎 刘金应了一声 随手带上陆辰的房门 蹦蹦跳跳地跟着陆辰往饭厅走去 路过厨房的时候 就看到苏定方正在做饭 二人出现在厨房就好奇地站在厨房窗外问道 方起带队训练呢 苏定方听到陆辰的问话 一手拿着炒勺 隔着窗子跟陆辰说道 嗯 一会儿做完饭 你们两个也去训练 一想起昨天这几个家伙畏首畏尾的样子 陆辰就有点来气 直接对着两人下令 是 两人一听陆辰是用命令的语气说话 两人赶忙立正敬礼 嗯 见两人并没有表示出什么不满 陆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带着刘金往饭厅走去 今天那帮子奴仆家丁就该遣散了 不过这么大的宅子 没人做饭可不行 总不能一直让苏定方他们做饭吧 陆辰坐在椅子上琢磨着 实在不行 就得找李秀宁要人了 陆辰就把主意打到了李秀宁的身上 最起码李秀宁的人知根知底不是 第九十七章 安排 狗啊 你一会儿去找杜燕良来 有点事要问他 陆辰打算问问 庄子里是不是有能够建造窑口一位的江户 是 刘金听到陆辰的话 赶忙放下碗筷走了出去 功夫不大 杜燕良从院外走了进来 此时的杜燕良 哪里还是需要搀扶的状态 显然昨天的状态就是在演戏 别看杜燕良六十多了 不过依旧剑步如飞 杜老先生 您昨天可是把本侯给唬住了 看着剑步如飞的杜燕良 陆辰放下手里的茶杯 笑着说道 这也是逼不得已骂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小老也是小心行事而已 毕竟我们家的情况 侯也知道杜燕良老脸一红 冲着陆辰拱手告罪说道 放心 本侯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陆辰示意杜燕良坐下说话 同时示意刘金给杜燕良上了一杯清茶 杜燕良告了个罪 这才坐在了陆辰对面的椅子上 不过看到茶杯中那清茶 杜燕良顿时就愣住了 清香扑鼻 杜燕良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尝尝本侯的茶 陆辰做了个请的手势 杜燕良就迫不及待地端起茶杯瞎了一口 茶的味道自然是鲜苦后甜 杜燕良自然能够品出茶味来 至于刘金那就是牛角牡丹 好茶 杜燕良有些恋恋不舍地放下茶杯 毕竟茶杯不大 里面的茶水也顶多就是四五口的量 一会儿走的时候 在本侯这里拿一包茶叶走 陆辰自然看出杜燕良的不舍 笑着说道 这如何使得 这如何使得 一听说陆辰要送自己一包这种清香的茶叶 杜燕良赶忙连连摆手 这种贵人才能喝的茶 小老能够品尝一杯 已经三生有幸了 这算得了什么 看到杜燕良那一脸惶恐的样子 陆辰忍不住笑道 这东西以后全大堂都能喝得上 只不过与茶砖的制作方法不同而已 那小老就协约了 杜燕良冲着陆辰拱手说道 不知侯爷找小老来所为何事 杜老 问你个事 这庄子里可有会建造窑口的江户 陆辰这才跟杜燕良说到了正事 侯爷要造窑口 杜燕良有些诧异 不知道面前这位侯爷 怎么突然想起来造窑口了 窑口江户倒是有 就是不知道侯爷要建造什么窑口 嗯 要造的窑口挺多的 不过先造一个砖瓦窑和高炉吧 陆辰琢磨了一下 要建大棚 肯定少不了砖瓦和支撑框架 用的铁管之类的配件 另外还可以再造一个水泥窑 虽然杜燕良只能听懂砖瓦窑 听不懂陆辰说的高炉是什么 但是既然是侯爷要做的事 自己就老实地执行就行了 小老这就去召集人手 杜燕良将茶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 起身去找人去了 而陆辰则是回到房间里 绘画出高炉和水泥窑的图纸 至于庄瓦窑 相信那些匠户应该是会建造的 很快杜燕良就领着几个中年男人 来到了陆辰的府邸 侯爷 这几位都是庄子里的匠户 杜燕良指着身后的几名身材健硕的中年男人说道 嗯 你们谁能看懂这个 陆辰直接把高炉的图纸和水泥窑的图纸 放到了桌子上 几名匠户凑了过来 刘老三自然也凑过来看 侯爷 俺能看懂 在娘子官的时候 就干过这个活 让陆辰没想到的是 刘老三居然能看懂高炉图纸 不过陆辰也不意外 毕竟当初打造马具的时候 刘老三也是最早能看懂图纸的 那行 你就领着他们几个 去把这三个窑口建起来 至于位置吗 陆辰看了看 就那面山坡好了 陆辰指了指远处的山坡 是 刘老三领命带着几个匠户 直接去干活去了 对了 杜老 知道哪里有霉吗 陆辰突然想起了燃料的问题 而且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 煤也是取暖的好东西 若不是陆辰有暖宝宝 估计这天气 他昨天睡到半夜就得冻醒 屋里有炭盆也白扯 侯爷 说的可是石炭 杜燕良带着疑问的语气问道 对 就是石炭 陆辰点了点头 那玩意不能用啊 有毒的 以前庄子里就有一家用了以后 全家都熏死了 杜燕良惶恐的阻止陆辰 要是陆辰用石炭取暖 出现什么意外 整个庄子的人都得给陆辰抵命 本侯爷有办法让石炭无毒 你就告诉我 哪里有吧 陆辰看着杜燕良那惶恐又担忧的表情 忍不住笑了起来 最近的话 应该是三桥镇那有石炭 杜燕良琢磨了一下说道 成了 杜老 找几个靠得住的人去弄几车回来 陆辰点了点头 杜燕良领命却安排人去了 狗娃 一会儿找几个人 带上松土工具 去后花园 大人是要种地吗 一听说陆辰说找人带着松土工具去后花园 直接就想到陆辰不会是想在冬天种地吧 顿时一脸诧异的看着陆辰 不错 本侯觉得这后花园有些空旷 决定种点东西 陆辰点了点头 蹲起饭碗喝了口热汤 可是这天寒地冻的 如何翻土啊 虽然大多种地的农户 都会在冬春交际之前进行翻土 可是这才刚入冬一个来月 此时那土地冻的都邦邦硬 陆辰居然要在这个时候翻地 想办法呗 陆辰瞪了刘金一眼 赶紧去找人 哎 刘金坚自己劝说无果 也知道刘传是铁了心的 今天要种地了 只能听从陆辰的命令 出门去找人去了 功夫不大 刘金就领着五六个身强体壮的贝围兵 来到了后花园 就看到陆辰正在地上丈量着什么 手里还拿着奇怪的又圆又扁的一个东西 一头钉在地上 然后随着陆辰的脚步往起走 从这个怪东西里 就会吐出连绵不绝的白色细带 仔细看的话 细带上还带有刻度 只不过 上面那鬼话服一般的符号很奇怪 刘金和这帮被围兵都看不懂 侯爷 刘金与那无名被围兵 齐齐地冲着陆辰 躬身失礼 来了 陆辰拍了拍手上的泥土 站起身 别踩了我画的线 就在这时 陆辰看到刘金要走过来 陆辰赶忙阻止刘金 哦 哦 一听到陆辰喊自己 刘金赶忙低头看向脚下 这才发现 陆辰在地上画了很深的一条稻子 侯爷 这是要丈量土地吗 经过跟苏定方学习 刘金显然已经开窍了不手 看到地上那深深的稻子 刘金带着猜测说道 是 我要建一个火屋 陆辰笑着说道 火屋 是着火的房子吗 刘金好奇地问道 怎么可能是着火的房子呢 陆辰直接给了刘金一个脑瓜崩 我要着火的房子干嘛 陆辰直接给了刘金一个白眼 刘金捂着脑袋 冲着陆辰傻笑 狗啊 你信不信本侯爷能咋冬天种菜啊 陆辰看着刘金得意地说道 谢 刘金回答得很干脆 虽然冬天出现青菜 对于刘金来说不斥于天方夜谭 不过 既然是自家侯爷要做的事 侯爷就一定会做成的 你小子回答的倒是很干脆 陆辰看着刘金那坚定不移的信任目光 忍不住笑了笑 你们几个也别闲着 本侯爷现在教刘金画线 你们几个负责盖火屋 其实最早的时候 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 类似大棚的房子了 冬天也可以种菜 据《汉书》《巡历传》 记载 汉代京城就有温氏青菜了 太官原种冬生葱 酒 菜 如 赋以物 昼夜燃运火 待温气乃生 但是时间不长 温氏青菜 就被一个叫赵信臣的大臣弹劾 而停止种植了 赵信臣认为 冬天种出来的青菜是不实之物 有伤于人 不宜一份供养 这种大棚就被叫停了 后来 资质通鉴中 司马光这样描述汉代的大棚种植方法 土氏续火 使土氏争育而养之 强使成熟也 北魏时期 温氏从地上搬到了地下 人们开始利用地窖燃火升温的方法 进行反季节蔬菜种植 唐代 温泉水成为温氏升温的新法宝 人们利用温泉水 创造适合的温度来种植各种反季蔬果 可见现代人玩的东西 其实古人很多都已经开始玩了 只不过限制于材料和生产力的问题 才没有那么普及 而唐代汤全公的菜也仅仅能够隔三差五 让皇帝解解馋而已 刘金和几名被围兵战士七七应没 陆辰手把手开始教刘金 要说刘金也确实聪明 卷尺上的阿拉伯数字和刻度 刘金倒是能记得七七八八 陆辰对于刘金的学习能力 满意地点了点头 教了一阵子 见刘金将卷尺的使用掌握得差不多了 这才直接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图纸 说实话 要是没有图纸 陆辰想要盖大棚也得抓虾 说实话 今天陆辰能把大棚的面积圈出来就不错了 毕竟砖瓦窑 炼铁高炉 还有水泥窑都在建造中了 第九十八章 感觉如何 连续几天 陆辰都在忙碌中 一面是看着刘金带人给大棚打地基 一面是看着各种窑口的建造 今天是砖瓦窑第一炉开窑的时间 陆辰想要的建造大棚的砖头 能不能弄出来 就看这一炉了 伴随着窑口打开 砖窑里一排排的红砖 好似砖墙一般矗立在那里 陆辰让刘金进去 拿了两块砖出来 陆辰一手一块砖 往一起磕碰了一下 不错 看到两块红砖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裂痕 陆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老三 这个砖窑谁负责的 陆辰把刘老三喊了过来 回侯爷 是孙家二小子 孙成 刘老三说着 冲着一旁喊了一声 同时招了招手 另一边正在搬砖的孙成 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跑了过来 你是孙成 陆辰上下打量着 站在自己面前的中年汉子 回侯爷 小人确实叫孙成 不过他们都好我孙二 孙成看着陆辰 憨笑着硬道 不错 陆辰拍了拍孙成的肩头 这个砖窑以后就归你管了 陆辰直接就把孙成定为 这个砖窑的管事了 啊 一听陆辰说自己是这个砖窑的管事了 顿时有点愣 傻小子 还不信 这时 站在一旁的刘老三 照着孙成屁股就是一脚 哎 孙成被刘老三一脚给踢得清醒了过来 赶忙趴在地上 就给陆辰磕头 起来吧 陆辰示意孙成起来 本侯可是把这么重要的砖窑交给你了 要是出了什么差池 本侯为你是问 陆辰用带着警告 意味着口吻说道 小人 一定是死护好这个砖窑 孙成赶忙信誓旦旦地说道 那倒不至于 只不过 有些闲杂人等 不要让他们靠近就是了 另外 我会派几名被围围过来 协助守卫砖窑 陆辰说着 冲着正在研究 红砖的刘金招了招手 刘金赶忙放下红砖过来 狗娃 去跟苏定方要几个人 看好这几个窑口 哎 刘金领命离去 很快 刘金就领着几个被围兵跑了过来 看样子 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怎么了 看着跑到自己面前气喘吁吁的刘金 陆辰很是纳闷地问道 自己让他找人 也没让他找这么急 这小子这么急火火地跑回来 是怎么回事 侯爷 公主殿下来了 刘金一只手撑在膝盖上 一只手指着黄庄入口的方向 喘着粗气 气喘吁吁地说道 公主殿下来了 陆辰抬头往庄子入门处望去 就见到两辆马车 正缓缓地从牌房下面穿过 马车旁还有一人穿着长服 骑马陪伴着马车 马车两边则是负责护卫的兵足 陆辰不用想也知道 能陪着李秀宁来的 也就是驸马柴哨了 走吧 随本侯去接驾 陆辰一挥手里的折扇 刘金以及苏定芳等人 就陪着陆辰往庄子门口走去 不知公主和驸马前来 有失远迎 恕罪 恕罪 陆辰来到李秀宁的车架前 冲着马车和翻身下马的柴哨失礼说道 突然造访 长安县侯能亲自相迎 柴某不甚惶恐 柴哨老远就看到陆辰带人走过来 因此提前下马等在了原地 见陆辰给自己失礼 赶忙还礼 他们夫妻今天来这是有求陆辰的 所以柴哨自然要放低姿态 而且最近柴哨更是在李秀宁那得知了 陆辰在娘子官的所作所为 对于陆辰使哲仙人转世这件事 更是深信不疑 公主 驸马 里面请 陆辰做了个请的姿势 然后就当先带路 而柴哨则是快步走了上去 与陆辰并肩而行 至于他的坐骑 自然是交由一旁的亲卫牵着 随着李秀宁马车进入庄子 那些庄户也都聚集了上来 毕竟平阳公主李秀宁的大名和事迹 那是传遍了整个大堂的 所以很多村民都想过来一睹 这位平阳公主的风采 随着马车来到府邸门口 李秀宁也终于从马车里走了出来 一身如群打扮 外照狐皮大肠的李秀宁 在陆秋名的搀扶下 从马车上揍了下来 至于第二辆马车上 则是蹭蹭地蹦下来 两个半大小子 两个半大小子 一下马车就好奇地上下打量陆成 而陆成也在打量着这两个小家伙 不用问 陆成也知道 这两个半大小子 就是柴哲薇和柴令武了 拜见平阳公主殿下 随着陆成躬身给李秀宁施礼 呼啦啦 这群围观的庄户 也纷纷跪倒给李秀宁建立 年历 平身 李秀宁微笑着说道 随着李秀宁话音落下 这些庄户才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 行了 都散了吧 公主也见到了 该干嘛干嘛去 陆成直接轰散了这群围观的庄户 这几天下来 这些庄户也算是初步对自家这个侯爷 有了一定的了解 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 这位侯爷都是一个好说话的人 看来陆侯爷跟这些庄户关系不错呀 柴哲看着这些一步三回头的庄户 忍不住笑着打去陆成 毕竟以他们这个阶层来说 让他们自降身份跟这帮泥腿子相处 还是有些困难的 都是人 何必为难他们呢 陆成笑着回应了柴哲一句 不要看不起他们 水能载舟一能覆舟 陈胜吾广可不远了 侯爷说得在脸 虽然陆成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陆成话中警告的意味很浓烈了 意思很明显 李家怎么起家的 不想再来一次 就善待百姓吧 二位尝尝本侯弄的茶叶 狗啊 给公主和驸马爷奉茶 进到堂屋 分兵主落座 柴哲威和柴令武 则是老老实实地站在李秀宁身后 不过眼神却是不时地偷瞄陆成 而刘金则是领命出了堂屋 功夫不大 刘金就拖着拖盘走了进来 随着刘金走进堂屋 一股子茶叶的清香 立即在整个堂屋里扩散开来 二位尝尝 陆成示意刘金将茶杯 摆到了柴绍跟李秀宁身旁的茶几上 看着茶杯里碧绿的茶叶 和不断飘散开来的清香气息 李秀宁直接迫不及待地端起茶杯 轻轻吹了口热气 就瞎了一口 随着热茶下肚 顿时一股子暖意 遍布李秀宁和柴绍的身上 同时 铁观音那独有的唇香 也让李秀宁与柴绍痴迷了起来 跟这杯清茶比起来 自己以前喝的茶汤 都是什么鬼东西 感觉如何 陆成把玩着折扇 看着李秀宁与柴绍那陶醉的样子 陆成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 茶叶的消禄来了 清香而干裂 回味无穷 好茶 柴绍冲着陆成竖起了大拇指 不知侯爷此种茶叶可多 这个时代的人 哪能经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 柴绍眼中满含细迹地看着陆成 不算太多 陆成微微摇头 要是告诉你 老子基地里有的是茶叶 那这玩意还怎么赚钱 现在是物以稀为贵 后面批量生产 然后分档次销售 必须利润最大化才行 不过给柴绍马拿一些回去 倒是可以 本来听到陆成说不算太多 柴绍的眼神就暗淡了几分 不过在听到陆成说 可以给自己一些的时候 柴绍的眼睛 瞬间再次明亮了起来 那就多谢侯爷了 柴绍欣喜地冲着陆成拱了拱手 不知殿下与驸马 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我可不信 这大冷的天 二位是出门踏青的 陆成笑着说道 其实看到柴绍威和柴令武的时候 陆成就已经猜到 这夫妻二人的目的了 不过陆成也不点破 就是微笑着看着这对夫妻 军师 前几日本宫可是跟你说过 要让本宫的孩子 拜军师为师 军师可还记得 此时李秀宁不叫陆成侯爷 就是在拉近陆成与他的关系 哲威 令武 还不过来给军师建立 随着李秀宁话音落下 柴哲威与柴令武 从李秀宁身后走了出来 冲着陆成那头变拜 弟子柴哲威 柴令武 给先生建立 别 先别拜 陆成一见 立马起身躲了开去 殿下 在下还没答应收徒之事呢 莫非军师对本宫的这两个儿子 有什么不满意之处 李秀宁看到陆成躲开了 自己两个儿子的失礼 赶忙问道 非爷 陆成摇了摇头 殿下可还记得在下的话 若要收二位世子为徒 在下还是要考验一番的 毕竟在下这一身本事 也怕所托非人不是 陆成看着李秀宁 含糊地解释了一句 而李秀宁一下子就惊醒了过来 确实 陆成这一身本事 实在是神鬼莫测 不管是谁学了去 都有莫大好处 若是心性不好 学了陆成的本事 那就是为祸天下的灾心了 不知军师想要如何考验 本宫这两个不成器的儿子 李秀宁直接追问道 转过年 在下会在庄子里开办学堂 届时 若是二位世子有意的话 可以过来学堂 与庄子里的孩子一同学习 陆成微笑着 看着李秀宁 第九十九章 常来晚啊 作为大唐最有权势的公主的笛子 不要看柴周威与柴令五二人 现在老老实实的 但是在长安城里 这俩人究竟是否 还是在自己面前的这副模样 陆成就不知道了 陆成会让人去打听 而且 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会让他们自觉的高高在上 陆成让这两个小子 去学堂与平民的孩子一起上课 就是为了让他们两个 能够了解人间疾苦 就是不知道这两个小子 能不能明白这个事 不过陆成也并不太在意这个事 毕竟这俩小子坚持不下来 那就说明心性不行 那自己不收他俩 李秀宁也说不出来什么 不过陆成这话中的深意 李秀宁和柴少 倒是有些明白了 毕竟自己的孩子自己了解 虽然李秀宁这几年 没有在柴周威和柴令五身边 不过关于这两个孩子的消息 李秀宁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他跟柴少东征西头 这两个家伙 则是在长安城没少惹祸 而且还不光他们两个 毕竟柴少是在天策府 帮着李世民 所以这两个小子 跟天策府那帮人家里的小崽子 走得也近 俨然有成为长安祸害的趋势 既然军师如此说了 那转过年本宫 就把这两个孩子送到学堂上学 李秀宁看了一眼柴哲威和柴令五 淡淡地说道 而这两个小子一听说 这个人顿时有些年头搭脑起来 对了 殿下 在下想要弄个五百斤的铁料 不知道能不能行 毕竟铁料管制得很严 而且目前的铁料 大部分都被用作新马具的制造 因此 陆臣这五百斤的铁料并不是小数 陆臣想要搞到手的话 还必须的找李秀宁才行 不过陆臣也琢磨了 整个铁矿开采 不过没有李渊那个老头点头 恐怕这是不行 如此大的数量 布置军师要做何用 李秀宁一听 陆臣居然要五百斤的铁料 这可不是小数目 而且以现在的生产力 出唐刚刚定顶天下 如今铁矿的生产 一年也就一千万斤左右 抛去被世家客扣中饱私囊的部分 真正能收归国库的 估计也就六七百万斤左右 平均到全年 每个月五六万斤 还要供应全国 所以 陆臣提出的五百斤铁料 并不是个小数字 故此才如此谨慎地询问陆臣 怎么 殿下是怕在下造反吗 陆臣看着李秀宁 还需要铁料吗 陆臣冲着李秀宁眨了眨眼睛 军师是什么样的人 本宫岂会不知 只是这人多嘴杂的 本宫不也是怕别人乱嚼舌盾不是 陆臣的本事 李秀宁可是知道的 刘黑踏是怎么死的 李秀宁可还记得呢 陆臣弄死刘黑踏的手段 可比传说中千里之外 飞剑取人手机还可怕 飞剑 你还能看见一道光呢 陆臣弄死刘黑踏的时候 可是悄无声息的 殿下可别忘记了 在下可是墨家出身 要点铁料 进行立国立民的研究 想必并不为过吧 陆臣直接把自己 胡州的墨家传人的身份 给扔了出来 此事本宫应下了 回头就派人来 通知军师 安排人去领铁料 李秀宁知道 如果陆臣不想说 自己再怎么问陆臣 也不会把铁料的用途说出来的 反正来日方长 陆臣要是造出什么好东西 还能少得了他 这个公主的吗 想到这里 李秀宁很干脆的答应了下来 那在下就多谢公主了 这件事情都说得差不多了 李秀宁就起身同陆臣告辞 毕竟公主这一大家子 都跑到陆臣这里来了 此时的长安城里 估计已经传开了吧 时至中午 若是殿下不嫌弃 不如用过午膳再走如何 陆臣冲着李秀宁客气了一下 好 让陆臣没想到的是 陆臣就是想要客气一下 没想到李秀宁一点也不客气 一口硬承了下来 这一番操作属实 有点出乎陆臣的意料 不光陆臣被李秀宁这番操作 整个有点猝不及防 就连跟着李秀宁一同起身的柴少 也有点猛 至于柴周威和柴令武就更猛了 不知道自己的娘亲在搞什么 你不应该说本宫还有事 就不久留了吗 陆臣有些愣愣地看着李秀宁 心中富匪了一句 这咋还不按套路出牌了呢 我这他娘的毛都没准备 你中午在我这吃啥 不过陆臣反应得也很快 那个中午咱们吃火锅吧 不知殿下与驸马一下如何 陆臣想了一下 现在要准备别的都来不及了 直接就上快捷好什么火锅得了 行 就吃火锅 本宫这几日 可是甚是想念先生的火锅了 本宫也在府内试过几次 都吃不出先生这里火锅的滋味来 李秀宁一听陆臣提起火锅 顿时一双毛子明亮了几分 废话 你又没有我的底料 你那顶多算是盐水涮肉 能好吃到哪去 陆臣在心中再次傲娇地付匪了一句 当然这话陆臣是不能说的 毕竟这样是说了 就是不给这位公主面子了 陆臣当即就吩咐刘金去准备火锅 此时大棚还没有盖起来 并没有什么绿色的蔬菜能够下锅 所以中午这顿火锅 主要就是羊肉片和酱菜 但就是这样 李秀宁一家子也是吃了个勾满豪平 而第一次吃火锅的柴少 与柴哲威和柴令武父子 那吃得叫一个豪放 风卷残云一般 让陆臣都不得暗暗称赞一声 果然不亏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先生 为何我娘弄的火锅 没有先生的好吃呢 柴令武嘴里塞着羊肉片 鼓着腮帮 含含糊糊地看着陆臣好奇地问道 这个嘛 陆臣看着柴令武 此时的柴令武 也就是个六七岁虎头虎脑的半大小子 不过一想到 后面柴令武被羔羊公主窜兜的造反 就忍不住感到有些可惜 要知道李秀宁这两个儿子 那后面虽说算不上名帅 但绝对是猛将 你有什么发现 陆臣没有回答柴令武的话 而是转头看向柴哲威 在家娘亲弄的火锅 没有占量 柴哲威倒是发现了 陆臣的火锅 与李秀宁弄的火锅的区别 李秀宁弄的火锅充其量 就是水煮羊肉 涮一下沾点盐巴就吃掉了 而陆臣可是直接弄的油碟 味道自然是不同了 聪明 陆臣赞许地点了点头 柴哲威后面 不亏是镇守大唐边境的将领 这观察力就不错 阿娘 咱们可否从先生这里 求得油碟制法 不然咱们回去以后 就没有如此好吃的火锅了 柴哲威虽然是冲着李秀宁说话 只不过眼神更多的是 看向陆臣 人小鬼大 陆臣笑骂了柴哲威一句 一会儿就把这油碟的 调配方法写给你 多谢先生 柴哲威一见陆臣答应了 赶忙对陆臣行礼 这次陆臣倒是没有躲避 一顿火锅吃得很欢快 李秀宁一家临走的时候 不仅得到了陆臣赠送的油碟调料配方 还有陆臣答应柴哨的一袋子铁观音 其实说是一袋子 最多也就是无量 虽然这玩意陆臣有的事 但是陆臣自然还是要做到 物以细为贵 结果陆臣给的茶叶柴哲威蓝地隔着纸包 使劲绣了绣茶叶的清香 可惜柴哲还没把茶叶舞热乎 就被李秀宁一把夺了过去 柴哲顿时一张 脸苦了下来 无奈地看向陆臣 就在李秀宁登上马车以后 柴哲要翻身上马的时候 陆臣凑到柴哲身边 小声说道 驸马爷 下次自己来 我给你弄点别的茶喝 本来被李秀宁抢走茶叶的柴哲 还苦着一张脸 一听到陆臣这话 顿时喜笑颜开 一把钻住陆臣的手腕 咱可说好了 在得到陆臣肯定的答复以后 柴哲这才欢喜地翻身上马 端坐于马上的柴哲 冲着陆臣拱手 侯爷 醉迟三日 我派人把铁料送到庄子里来 对于陆臣的示好 柴哲怎么可能不投桃暴力 何况柴哲本就是任侠仗义之人 那就多谢驸马爷了 陆臣冲着柴哲拱手谢道 侯爷客气了 以后你我兄弟相称如何 陆贤帝 柴哲豪气甘云地笑着说道 那在下就僭越了 于帝就再次助贤兄一路顺风了 陆臣笑着回应柴哲 贤帝留步 于兄一家就此别过 柴哲坐在马上 再次冲着陆臣一拱手 然后拨转马头 陪着李秀宁的马车 向着庄外离去 看着李秀宁一家离去 陆臣差点喊出 常来玩啊 不过话到嘴边 陆臣还是把这句话压了下来 毕竟这话喊出来 总感觉有点不太妥当 娘亲 这陆侯爷 真的有您说的那么大本事吗 坐在马车里 柴哲威看着陆臣给他的酱料配方 眼中充满好奇的问李秀宁 随着柴哲威问李秀宁 柴令武也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娘亲 第一百张 开摇咯 臭小子 就这么不信任娘亲的眼睛 李秀宁温柔地抚摸了一下柴哲威的脑袋 同时捏了一下一脸好奇的柴令武的鼻子 你们两个若是真能被陆侯爷说为弟子 只要学到陆侯爷身上一成的本事 就足以保得你们一世无忧了 可是陆侯爷却说让我们兄弟二人 来年跟那些庄户的孩子一起上学堂呢 一想到陆臣对他们兄弟二人的要求 柴哲威这位未来的国公爷就有些不乐意了 而柴令武也是有样学样 抱着李秀宁的腿不一起来 你们两个还记得陆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吗 李秀宁看到两个孩子撒娇的样子 不由地板起脸来 什么话 那陆侯爷说了不少话 这兄弟二人说白了还是孩子心性 怎么可能记得朱陆臣说过什么 不过见李秀宁板起脸了 柴哲威只能弱落地问一句 毕竟自己这公主老娘的脾气可不好 小时候他们兄弟二人闯祸 可没少挨李秀宁的揍 陆先生说过 水能再周一能复周 让你们跟那些庄户的孩子一起上学 就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民生疾苦 咱们李家能一统天下 也是百姓拥护 如果你们二人以后胆敢作威作福 为货百姓 为娘的绝不饶你们 明白吗 陆臣的那句水能再周 亦能复周 可以说是深深地刻入了李秀宁的脑海中 甚至李秀宁都打算进宫 把这句话说给李渊厅 陆臣这明显 不光是点拨自己的两个孩子 也是在点拨李家 李家要想坐稳那张椅子 就绝对不能违背陆臣说的这句话 而明白了 怎么说 也是公主和国公爷的儿子 家中可是有稀稀的存在 因此 李秀宁把话说得这么透了 柴哲威怎么可能不明白 李秀宁对于两个儿子的表现 还是比较满意的 抚摸着两个儿子的脑袋叮嘱道 而谨遵娘亲大人令 柴哲威一板一眼的硬道 坏了 忘记跟李秀宁说 家奴院工的事了 看着李秀宁一家离开 陆臣终觉得忘了点什么事 等到回到院子里 看了一眼院子里的一帮操汉子 陆臣一拍大腿 这才想起来把什么事给忘记了 哎 只能下次再说了 陆臣无奈地叹了口气 其实陆臣最主要的是 想要找两个厨娘来 实在是这帮操汉子 做饭技术太差了 陆臣现在怎么说 也是侯爷身份 总不能老是亲自下厨吧 表说 你可要为孩儿做主啊 躺在床榻上的王彪 看到来探望自己的王归 间隙的嗓音 带着哭腔对着王归开始抱屈 同时一双老鼠眼中 还有泪花闪动 没想到那陆臣下手如此残忍 看到床榻上王彪的惨样 再联想到太极殿中 陆臣对自己的挤兑和羞辱 王归咬牙切齿 恨恨地说道 彪放心 这个仇 咱们王家肯定是要找那个陆臣报的 不仅要报仇 还要让那陆臣 给我王家当奴做仆 王归的眼中 狠立的光芒不断闪动着 毕竟陆臣手里 可是有不少好东西 但是陆臣在娘子军中的那些发明创造 就足够王家动心了 不光王家动心 这几个世家大族 没有一个不动心的 彪 黄庄的看余图 你可带出来了 王归这次来探望王彪 不光是为了关心王彪的伤势 最主要的是 王彪绘制的黄庄看余图 那东西可以说是事关重大 彪无能 没能把看余图带出来 那陆臣打断了孩儿双腿 还让人搜查了孩儿的住所 把看余图给搜走了 王彪眼中含泪地说道 其实陆臣哪里搜查过王彪的住所 只不过让方琪去找王彪 要黄庄看余图 王彪说没有 方琪哪里能信 直接威胁王彪 如果不交过看余图 方琪就把王彪的双手也给废了 那王彪下半辈子 就真的只能在床上过了 还是标准的生活 不能自理状态 王彪那胆子 怎么可能敢跟方琪这种战场杀佩较劲 乖乖地就把看余图交了出来 这事 王彪哪里敢跟王彪说 反正自己都伤成这样了 说是陆臣搜查房间 估计王彪也不会怀疑 因此 王彪就把所有事 一股脑都推到了陆臣脑袋上 不过 就算陆臣知道了 估计也不会当一回事 王家要是不服 就面对面地干 你就看他 陆臣能不能把王家 给连根拔了就完了 这陆臣 还真是一根脚屎棍 一听说看余图被陆臣拿走了 王彪一时也是无计可施 去找陆臣要看余图 估计陆臣能直接连他都一块揍一顿 在皇帝面前 陆臣都敢大放厥词的人物 会把自己这个太子终于放眼里 还是把王家放眼里 陆臣要真当他王彪或者王家是个事 再太极殿 就不会说 你好好养伤 其他的事我来想办法吧 唉 看着王彪的惨状 王彪不由地摇头叹息一声 转身离开了王彪的屋子 王彪是住在内侍省的一个屋子里 而王彪则是东宫的太子终于 何况王彪与王彪又是本家 本来光幻是不能私下乱见面的 但是在宫中也能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对于王彪来探望自己的内侍侄子这件事 内侍兼长宝 也就对于王彪来探望王彪的事 睁一眼闭一眼了 当然这件事也是告诉了李渊 李渊点头同意 王彪才能来探望王彪的 至于陆辰打断王彪的腿 并且遣散那些婆子丫鬟 家读院工的事 李渊则是并没有什么表示 只是说会下旨斥责陆辰一番 也就作罢了 只不过这几天 并没有内侍省的传旨太监 去给陆辰下什么老十字的斥责圣旨 甚至长宝也没有提醒李渊这件事 不过今天王彪的到来 倒是没少话里话外的提起这件事 而长宝也只能恩恩的点头 谁让王彪跟李渊关系不错呢 到最后长宝也只能扔下一句 咱家会找机会提醒陛下这件事的 咱家还要伺候陛下就撒腿跑了 气得王彪在原地好蹲运气 长宝又不是傻子 在太极殿上 李渊大宴群臣的时候 那陆辰都把你对昏过去了 都屁事没有 谁在陛下眼里更重要 傻子都看得出来 你拿着是窜多我去提醒陛下 下指呵斥陆辰 那是不奔着我好啊 那陆辰有什么手段 苏定方临震倒戈给震斩了 其实是怎么死的 长宝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这件事 李秀宁可是跟李渊说了个明明白白 作为不良人的首领 这件事也调查得清清楚楚 陛辰内用的都是神仙手段 你一个凡人 也想跟下凡的哲仙人斗 你想死 可别拉着我 说句不好听的 陛辰要是说 李渊 我带你求仙啊 估计李渊都能立马善位 王归这老不死的窜多长宝 去提醒李渊 贺责陛辰 长宝还达不到 寿星老吃披霜 活够了的境界 看着长宝匆匆离去的身影 王归只能一甩袍袖 重重地带着不屑哼了一声 侯爷 您说的那个水泥窑 开开窑了 就在陛辰正在指挥人 往后花园搬砖的时候 负责窑口的刘老三 前来禀报 哦 陛辰一听说 水泥窑最后一步回转窑 熟料烧成了 顿时来了精神 快走 快走 听到水泥要出炉了 陛辰怎么可能不兴奋 有了水泥和转头 陛辰就可以建高炉了 到时候就直接弄铁矿石就行了 就不必托李秀宁要铁料了 陛辰一路急行 往水泥窑所在地走去 而刘老三则是一路小跑 跟在陛辰后面 远远的就看到一群人 站在水泥窑的回转窑窑口处 准备把水泥熟料弄出来 至于陛辰造水泥用的铁渣从哪来的 那就是黄庄的铁匠方里的了 陛辰来到庄子的第一天 就让人找到了铁匠方 而这个铁匠方居然有炼铁的小窑口 不过铁矿石并不多 毕竟也就是给黄庄的庄户打造农具用的 不过这些铁矿石的矿渣倒是存了不少 这就变成了陛辰第一批水泥的原材料 到时候了吗 一帮人都在等着陛辰 陛辰来到众人面前开口问道 侯爷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负责这个水泥窑口的是一个老窑匠 名叫蔡忠 也算是祖传的匠户了 他这个祖传的降护是烧炭的 不过在陛辰教授烧水泥的过程里 这老蔡忠学得最快 陛辰就让他当了这个窑口的管事 那还等什么 一听时候差不多了 陛辰高兴地直搓手 有了水泥 对于自己的计划 可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 侯爷 往后退一退 这开窑温度很高 别伤到侯爷 蔡忠冲着陛辰说道 陛辰一眼往后退开了一段距离 这才听到蔡忠喊道 开窑了 随着蔡忠一声高喊 有人砸开了窑口 一股子热气 直接从窑口窜了出来 第101章 大棚雏形 侯爷 出来了 出来了 看着从窑口里出来的熟料 刘老三有些激动地喊道 是水泥出来了 不是侯爷出来了 听到刘老三的叫喊声 陛辰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刘老三这话喊的 好像我这个侯爷进去了似的 等到熟料冷却 陛辰就命人将熟料与铁渣混合 直接开始磨粉 陛辰不断地用手 捏着研磨出来的灰色粉末 差不多了 陛辰把手里的灰色粉末扔到地上 拍了拍手 跟着命人弄来一个木盆 放入灰色粉末和水 开始搅拌 跟着等待冷却 毕竟这第一次 只能算是试验品 究竟能不能称之为水泥 还得看效果才能知道 陛辰就静静地 看着木盆里的试验品凝固冷却 灰色粘稠状 确实已经很像水泥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水泥的功效 随着试验品凝固下来 陛辰先用手摸了摸 硬度还真是不错 然后让刘老三拿来一柄铁锤 陛辰抡起铁锤 照着已经凝固的试验品 就砸了下去 当 雷医生 从铁锤上传来的感觉 就跟当初他用锤子 砸水泥地面的感觉一样 再看水泥块上 仅仅是碎裂了一小块 陛辰拿起泵裂下来的碎渣 仔细辨别了一下 顿时欣喜若狂起来 成了 成了 而所有人都被陛辰造出来的 这灰不拉几的粉末的硬度 给惊呆了 所有的匠户都围拢了过来 伸手去触摸水泥块 感受着水泥块的硬度 这个时代的建筑材料 可是连三合土都没有的 就连皇宫和城墙的 砖石瓦块之间用的 也都是黄粘土浆 那玩意的坚固程度 能跟水泥比吗 而且 黄粘土浆还费功费力的 哪有水泥这么便于制作 侯爷 这东西能用来带房子吧 看到水泥的粘合度和硬度以后 作为泥瓦匠出身的黄粘 用带着猜测的语气问陆成 盖房子 陆成眉毛一挑 得意地仰起嘴角 要是只能盖房子 本侯爷造这东西何用 这东西不光能盖房 还能铺路 筑成 用处大了去了 水泥到底有多大的用处 可以说水泥是一项伟大的发明 反正陆成是这么认为的 那侯爷给这个东西起个名字吧 除了陆成 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水泥 而且这东西 还是陆成发明出来的 因此 命名权自然是要让陆成来了 这东西就叫水泥吧 陆成做出略意思索的样子 水泥 这名字真贴切 果然还是侯爷有学问 一众将户 纷纷开始讨好陆成 陆成双手下压 众人声音就被陆成压了下去 还能增加人手不 陆成转头问刘老三 增加人手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 侯爷是要一直烧制水泥吗 刘老三问道 这东西一直都要用到 陆成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关于刘老三说的 一直烧制水泥的问题 庄子里人不守 现在又不能下地 所以 能来开工的人不会守 可是铁渣这种东西 庄子并不多 刘老三一眼就看出来 水泥是需要铁渣的 虽然是冶炼铁矿石的余料 但是庄子里也没有多守 光有人守 没有材料 那也整不出来那么多水泥啊 材料的是本侯来解决 你只要找人开工就行 另外 本侯也不会让大家白干活 上工的美人美人五文钱 窑口馆是十文钱 陆成直接宣布了 有人出工的庄护工钱 总管的工钱陆成则是没有说 毕竟他属于陆成的侯府内的人 要知道 此时一升米也就十多钱 至于其他的股价格更低 也就说在水泥坊做工 就可以拿到钱 买到全家一天 甚至两天的食物了 侯爷 咱们哪有钱啊 就在陆成宣布了薪资标准的时候 刘金忍不住在陆成身边 小声提醒了一句 放心 以后钱要的是 陆成看了一眼刘金 笑着说道 老刘 加快高炉的建造 另外让铁浆铺把我要的东西 赶紧打造出来 还有这片区域从今天开始 都化归陆家庄作坊 如今 这里不是黄庄了 既然是陆成这位侯爷的庄子 陆成又住在这里 这里自然而然的就成为陆家庄了 陆成伸手一指 目前三个窑口所在的山坡说道 是 侯爷 既然陆成已经把命令下达下来了 刘老三自然是遵照执行 由于有薪资报酬 这些人那积极性飞涨 甚至有人已经打算 等到天黑回家 把自己家的孩子也带来淡火 行了 陆成见水泥已经制作成功了 便转身离开了水泥坊 如今的三个窑口 都被陆成以某某房来命名了 这一窑的水泥能整出来不少 不过陆成的首要任务是扣大棚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吗 陆成顺路去了一趟铁浆铺 看到自己要的铁框架 有不少已经打造出来了 就让身边跟着的几个贝维尉 去借了个推车给搬到了后花园 毕竟受限于这个时代的技术 一体的框架很难做出来 只能采取拼接的方式 不过就算是这样 陆成也很满意了 指挥着贝维尉把框架 打入事先标记好的位置 剩下的就是等着水泥了 有了薪资的刺激 水泥坊那面很快就送来了两车水泥 陆成一见水泥到了 顿时开始指挥人 开始进行大棚的土建工作 至于沙子 是陆成前几天 让人去流经黄庄的小河边 挖回来筛好的 有道是 人多好干活 仅仅是两天的功夫 陆成规划的大棚 就被建立了起来 而当苏定方 方琪 以及刘金三人 在铺设大棚塑料薄膜的时候 直接惊呆了 他们何曾见过如此柔软透明 还任性十足的东西 刘金甚至忍不住用脸 去贴了贴塑料薄膜 柔软的感觉 直接让刘金露出享受的表情 别陶醉了 赶紧干活 陆成看着刘金那享受的表情 就一阵恶寒 直接罩着刘金的屁股 就是一脚 哎 被陆成贴了一脚的刘金 只能黑黑憨笑了一下 开始给大棚上薄膜 侯爷 你要的东西送来了 就在陆成指挥刘金他们 给大棚扣膜的时候 刘老三从外面走了 快步走了进来 嗯 让他们放在外面吧 后花园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乱入 陆成看了一眼 刘老三说道 方琪 一会儿安排几个人 给我守好后花园 好的 侯爷 蹲在后墙上 正扯着塑料薄膜的方琪 赶忙领命 在大棚薄膜安装好以后 陆成围着大棚转了一圈 看到没有什么纰漏以后 这才带着刘金 苏定方和方琪来到前院 把一堆铁锯给搬到了后花园 这是什么东西 苏定方好奇地 看着自己扛着的那个铁筒 这个叫炉子 一会儿要给那个大棚用的 陆成看着苏定方那好奇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起来 咱们现在铁料不足 也只能先紧着大棚用了 这玩意冬天取暖效果可好了 哦 苏定方似懂非懂地应了一声 扛着铁筒 跑进了后花园 安装好了炉子 所有人开始好奇地打凉拙 陆成造出来的这个铁家伙 不明白这玩意 是如何用来取暖的 狗娃 你打一桶壶的水来 陆成吩咐刘金 去打了一桶壶的水来 就在刘金去打水的时候 陆成已经开始往炉子里添加石炭了 随着炉子里石炭被引燃 大棚耳房里的温度开始升高 放在炉子上面的铜壶的壶嘴 已经开始出现热气 侯爷 俺晚上在这里守卫吧 已经摘掉帽子的方启 冲着陆成请鹰说道 你就说 你想在这里取暖得了 苏定方毫不留情地拆穿了方启 方启黑黑地酣笑了两声 行啊 你要是不怕热死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住 陆成瞥了方启一眼 毫不在意地说道 这耳房就是冬天天冷的时候 给大棚加热用的 正常吸收光照的温度 就够大棚里保持温度的了 此时 耳房里的温度已然不低了 陆成直接出了耳房 至于方启 在感受到耳房里真正的温度以后 也放弃了晚上 在耳房里值班的想法 行了 今天就这样吧 明天里面的地应该就松了 到时候就可以种菜了 陆成感受了一下 大棚里面的温度 此时大棚里的温度 随着耳房的加热和阳光照射 已经提升了不少 走 今天晚上吃火锅 陆成大手一挥 这几个家伙没少处理 怎么也得犒劳一下 而最好的犒劳 就是食物了 侯爷万岁 一听到陆成说吃火锅 几人纷纷欢呼了起来 虽然万岁这个称呼就算传出去 陆成也不会在乎 不过总是会招惹来麻烦 毕竟陆成现在要做的是很多 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能不碰上 就不碰上为好 可是真的能让陆成如愿吗 第102章 东宫秘义 东宫 三天前太子李建成回到了东宫 此时李建成对面坐着的是李秀宁 太子妃郑观音在一旁坐陪 李建成手持卷怕咳嗽了几声 此时李建成脸上哪里还有潮红色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一丝血色 连嘴唇都显得有些苍白了起来 殿下先喝药吧 郑观音把放在一旁的汤药端了过来 送到了李建成的面前 哎 李建成无奈地放下紧怕 端起汤药一饮而尽 似乎这汤药喝起来就如同一碗清水一般 看不到李建成因为汤药的苦涩表现出任何不愿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湿了头 李建成放下汤药碗 又接过来郑观音送来的一碗清水 竖了竖口 听到李建成的话 李秀宁的表情也黯然了下来 一双本该明亮的毛子也似乎黯淡了很多 郑观音更是眼中带泪地看着李建成 一脸的心疼 你们两个这副表情干嘛 孙神仪可说了 最起码还有三四年呢 李建成看到自己妹妹和爱妃的表情 想要用话语宽慰这两个女人 可是李建成这话一说出口 不管是李秀宁还是郑观音 双目之中顿时清泪低落 哎呀 你们这是干嘛 李建成一见两个女人落泪 顿时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弄用这残躯 肃清我大唐障案 多值得啊 你们要为高兴才行啊 可是陆先生说了 你这样做并不会轻始流明 李秀宁听到李建成的话 直接就想起当初入城跟他们一谈时说的话 自古史书皆为胜利者书写 而史书上会如何写李建成 李元吉呢 必然会抬高李世民 贬低李建成与李元吉 即使李建成与李元吉 为了李家做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后世看史书的人 也未必会知道他们的苦心 只会把他们当作夺敌失败的失败者而已 那又如何呢 只要保得住李家江山 轻始流明有什么用呢 李建成很是洒脱地说道 对了 妹子 你不是说陆先生能救我吗 李建成突然想起 李秀宁今天为何来找自己 对啊 听到李建成提醒自己 李秀宁也想起来了 今天自己来这里 不就是想要带着自己哥哥去找陆成吗 刚才完全是受到自己扫扫郑观音的情绪影响 再加上刚才李建成的表现 忍不住悲从中来才会如此表现 哥 这几天要不要去见见陆侯爷 陆成封侯的事 李建成已经知道了 而对于拜访陆成的事 李建成也很上心 只不过李建成想要寻找恰当时机 去见陆成而已 今天恰好李秀宁过来邀请李建成了 择日不如撞日 就明日如何 李秀宁有时候性格会有些急躁 尤其是 这是关系到李建成的姓名 李秀宁怎么可能不着急呢 那咱们以和明目去录侯爷那呢 可是太子 出宫总得有点明目才好 毕竟李建成与李秀宁和李世明不同 不论李秀宁还是李世明 一个住在公主府 一个住在天侧府 都是在宫外 出来进去 都看他们自己 只要不是这姐弟二人不是出城太远 都不需要跟李渊报备 而相比较下 李建成就不会这么自由 毕竟他是东宫太子 一国之储君 除非李渊同意 或者是下旨 轻易是不能出宫的 这也是李建成如今在军中的威望 不及李世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建成在都城之内 在皇宫之内 距离军队太远了 明日 我会送五百斤铁料给陆先生 兄长可以用试茶铁料 用图为明前去 李秀宁秀目一亮 想起来陆成 跟他要五百斤铁料的事 就让李建成 用这个油头出宫就行了 陆侯爷要这么多铁料做甚 听到陆成居然找李秀宁 要了五百斤铁料 李建成不由得很是吃惊的 看着李秀宁 不知道 不过陆先生的神仙手段很多 要这么多铁料 恐怕是要造什么东西吧 李秀宁猜测着说道 如此多的铁料 倒是让维兄很好奇 说不得真要走这一遭了 维兄也很想见见这起男子 李建成倾咳了两声笑着说道 对了 兄长 我还有件事 想要跟你商讨一下 李秀宁一想到上次 跟陆成提亲的事 陆成那一脸紧张的样子 就觉得好笑 顿时一脸笑意的看向李建成 哦 难得我家三妹 居然有事 要跟维兄的商讨 什么事 说来听听 李家赫赫有名的三公主 向来雷厉风行的三公主 居然有事要跟自己商讨 怎么可能不让李建成感到稀奇 所以 李建成对于李秀宁所说的 要商讨之事 很感兴趣 嫂嫂不需要回避 这是 恐怕也需要嫂嫂 帮忙出出主意呢 李秀宁一眼就看到 收拾汤药碗 起身的郑观音 显然这位太子妃 在听到李秀宁 同李建成有事商议的时候 自觉地准备回避 我一个辅导人家 能出什么主意 妹子竟说笑了 郑观音笑着 重新坐到了李建成的身旁 兄长 我要说的 可是关系到陆先生终身的大事 李秀宁冲着李建成眨了眨眼睛 一看到李秀宁那表情 李建成和郑观音夫妇 怎么可能不知道 李秀宁说的是什么事 妹子可是有什么好的人选了 李建成笑着问道 兄长 您觉得狼牙如何 李秀宁看着李世民说道 狼牙 李世民听到李秀宁提起的名字 立马一个俏丽的身影 出现在脑海中 狼牙公主就是后面的高密公主 此时还没有改封高密公主 而是李渊峰的狼牙公主 这位狼牙公主 可是出了名的贤良淑德 相当的孝顺 甚至在百年之后 还要将自己的坟墓 朝向父亲李渊所在陵墓的方向 狼牙倒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 咱们这位陆侯爷能同意吗 李世民对于李秀宁的提议 倒是很赞成 如果真的能够让陆臣与李家 多了这么一层关系 那对李家的将来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咱俩也只是商议这么个人选 但是到底同意不同意 不还得阿爷做主吗 话说严峻也到了代价的年纪了 这件事就交给维兄去说了 李世民直接把这件事 大包大揽了下来 毕竟这种事 他这个当太子的 去跟皇帝说 要比李秀宁说更合适一些 爱妃 你觉得这件事如何 李建成还是不忘询问一下 郑观音的意见 此事甚好 妹妹也到了代价的年纪 若是能够许配给陆先生 也算是配的良人 于国于家于妹子 都是好事 郑观音笑应应地说道 既如此 那事不宜迟 姑这就去跟阿爷商议此事 若事情能成 明月便一起办了 李建成说着 站起身就往太极殿走去 此时李渊应该还在太极殿的暖阁 看作书呢 李建成刚刚走出东宫的门 就看到了王规 正匆匆往东宫而来 对于陆成在太极殿戟对王规的事 李建成自然是有所耳闻 虽然表面上 好似是跟世家站在了一边 怒斥了陆成几句 不过说过了也就过了 此时王规匆匆向自己走来 李建成就没法回避了 陈王规 见过太子殿下 见到李建成 王规赶忙给李建成失礼 王忠允礼 王忠允如此匆匆而行 可是有事来寻本宫 李建成看着王规 神情淡漠地问道 陈下是魏晨的侄子 宫中 内侍间的黄庄内奸王规而来 王规也不客气 直接把自己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 哦 王规如何了 对于王规被陆成给收拾了的是 李建成也是知晓的 李建成这话不是问王规 而是转头问向身边的内侍 王规双腿 已经这太医署的太医给诊治过了 如今正在僵养 内侍听到李建成询问自己 赶忙躬身回应 这还是内侍收着说的 实际上王彪下半辈子 基本上就不能下地了 只能在床上过了 若不是因为王彪是王家的人 估计早都被扔出那时间了 不过如今也已经被王家接回了家中 毕竟宫中不可能养着这么一个瘫痪型选手 哦 回头去选些补药 赐予王彪便是 李建成对于王彪的死活并不在意 一个小角色而已 很是随意地说了一句 殿下 那陆成嚣张跋扈 如此行径 简直同草间人命无异 王规这话说的就有些狠了 草间人命四个字一旦给陆成扣食了 那陆成要么霸绝流放 要么就是斩首了 王忠允这话说的有些重了 怎么说 陆成也是长安县侯 如此说法 有些过重了 李建成怎么可能听不出王彪话里的意思 顿时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而且 父皇也说会下指训斥路侯爷 莫非王忠允还是如此不依不饶吗 可是微臣至今也未听说 陛下有旨意下达 王彪酸溜溜地说了一句 既如此 孤正要求见父皇 不如王忠允随同故意同前去求见如何 李建成见王彪有些没完没了 直接把李渊给搬了出来 第103章 你说的不会是陆成吧 听到李建成的话 王彪不由地小退了半步 嘴角微微抽动了两下 这才陪着笑说道 殿下玩笑了 殿下与陛下必然有要事相伤 微臣不宜前往 王彪已经在李建成的话里 听出了一丝不悦 若是继续纠 恐怕在李渊那也不好交代 即便他与李渊关系不错 但也知道如今乃是君臣有别 而且李渊也不喜欢 世家来掺和宫里的事情 李渊已经说了 会下旨身吃路尘 就算是给了王彪面子了 而且太极殿一事 明显李渊已经对王彪有些看不上了 若是再不能搞好跟李建成的关系 那将来王家在朝中的话语权会直线下降 知道就好 李建成冷着脸一甩袍袖 向着太极殿的方向快步走去 王彪站在原地 看着李建成离去的背影 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他也不可奈何 如今还要攀附李建成 李建成一日不能上位 他就得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哼 也就现在能嚣张 到时候谁真说了算 还不一定吗 王彪眼中一丝阴质的光芒 一闪而逝 陛下 太子在外面求见 看到站在暖阁门外的李建成 长宝赶忙来到 正坐在龙书案后面批阅奏章的李渊身边 扶下身子低声禀报 哦 听到李建成来了 李渊放下手中毛笔 抬头看向暖阁门口 就见李建成正恭恭敬敬敬地站在门外 让他进来吧 李渊点了点头 将毛笔放置在了一旁的笔山上 而给阿爷见礼 李建成在长宝的引领下 进了暖阁 躬身给李渊施礼 免礼 李渊直接冲着李建成一摆手 这都快要用膳的时辰了 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了 莫非是想到阿爷这里蹭犯不成 此时已是艳阳行至中天 眼瞅着就要到午膳时间了 这个时间段 李建成居然跑到自己这里来了 李渊见到李建成 今日气色不错 难得地开起了玩笑 李建成的病 也一直是李渊心中的一块石头 若不是孙思淼的药方吊着命 恐怕李建成早都一命呜呼了 而自己这个大儿子 更是要以身作耳 怎么能让李渊不心疼 儿子此次来阿爷这里 可不是为了蹭犯 李建成笑着说道 李渊冲着李建成招了招手 示意李建成做到自己的身边来 莫非有什么急事不成 李渊仔细端向着李建成的面容 本应白皙俊俏的脸庞 要说窦皇后的几个子女中 长得最像窦皇后的就是李建成 可惜却多了一丝异样的嘲红 不过李建成显然是修饰过 若不是李渊仔细观察 也很难发觉 这是吧 说急也不急 说不急吧 还有点急 李建成笑盈盈的 同李渊说道 什么叫急又不急的 有话好好说 李渊笑着 数罗了李建成一句 李建成对于李渊的数罗毫不在意 依旧是笑容满面的看着李渊 阿爷 严峻今年有十九了吧 李建成巧声在李渊身边说道 嗯 一听到李建成莫名其妙的提起李严峻 李渊不由的愣了一下 怎么突然提起严峻来了 儿子今日要说的是 跟严峻有关系 李建成一本正经的回应道 与严峻有关 李渊一听李建成如此严肃的提起狼牙公主 不由的也郑重了起来 冲着长宝挥了挥手 顿时长宝心领神会的 把房间内的内室和宫女都驱赶了出去 同时 自己也退出了暖阁 反身带上了暖阁的门 莫非严峻闯了什么或不成 还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自己并没有接到后宫的汇报 看着李建成郑重的表情 李渊忍不住开始猜测了起来 可是严峻性情温和 知书达理 端庄贤书 最不可能惹祸的就是他了 难道严峻出了什么事吗 为父并未受到任何奏报 李渊疑惑地看着李建成 严峻怎么可能出事 今日秀宁来了东宫 跟儿子提起的 严峻也是到了代价的年纪了 阿爷对于严峻的驸马人选可有着落 李建成看着李渊问道 吴海以为是什么事呢 李渊一听李建成说的是李严峻的婚事问题 李渊这才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后宫再出点什么事 外面现在已经够乱的了 别看外面表面平静 下面实际上是暗流涌动 要是这个时候 后宫再出点乱子 那剩下的就是乱子和头疼了 严峻的驸马人选是吗 李渊看着李建成面带微笑 李建成正惊微坐看着李渊 等待着李渊的答案 断轮此人如何 李渊的手指轻轻敲击着龙书案 思索了片刻以后说道 启国公 能够都想到陆臣呢 没想到李渊居然把断轮给提了出来 所以听到断轮的名字 李建成也愣了一下 说实话 要是没有陆臣出现的话 断轮也算是狼牙公主的良配了 而事实上 在历史上 高密公主确实是先嫁了长孙孝正后 嫁了断轮 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陆臣的穿越的关系 此时的狼牙公主并没有许配给长孙孝正 李渊则是直接提起了断轮 断轮此人确实有才识胆略 只不过儿子觉得有一人比断轮合适 而且 若是此人真能同意的话 只要此人在一天 便可保握李家江山稳固一天 李建成被与李渊提到的断轮 直接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你想说的是陆臣吗 李渊如何听不出来 李建成话里有话 笑着看着李建成 直接把谜底给揭了出来 你说的是 为父如何不曾想过 只是那陆臣的性格脾性 你并不了解 而且 为父是要脸的人 万一陆臣拒绝赐婚怎么办 李渊可是看到陆臣在太极殿的表现 显然这小子就不是个省心的主 而且脾气并不好 在太极殿的时候 明显是陆臣给自己面子收着呢 要是真把这家伙给惹烦了 跑了 咋办 这件事好解决啊 阿爷 咱们可以让严峻跟陆臣先培养感情吗 李建成笑嘻嘻地说道 李渊没想到 一向成熟稳重世人的 自己这个大儿子 还有如此调皮的一面 估计也就是私下父子二人的时候 李建成才会如此吧 毕竟李建成也才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 难免在父亲面前露出孩子气的一面 这主意是秀宁的丫头出的吧 不过李渊稍一思索 就知道这种鬼主意 绝对不是李建成能想出来的 而能够想出如此肆无忌惮的主意的 也就自己的三丫头 李秀宁这个无法无天的丫头了 阿爷猜到了 一看李渊直接猜出来 是李秀宁出的主意 李建成只能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废话 就凭你那脑子能想出来这种主意 李渊直接笑骂了李建成一句 皮沙门啊 你就是太实诚了 威夫稍微一诈你 你就承认了 李渊伸手轻轻点了点李建成的额头 为君者 不可让人轻易揣摩出你的心思 李渊把这句话一说完 心中就咯噔一下 想起了李建成的身体 不由的脸色黯然了下来 阿爷 不必伤心 而认为 二弟比我更合适成为大唐君主 李建成却毫不在意地劝慰起了李渊 如今大唐出力 正需要二弟这种锐意进取的君主 儿子有自知之明 以儿子的心性 守城有余 进取不足 可不是能够掌控的 李建成看着李渊继续说道 李渊刚想说什么 李建成继续说道 阿爷 而知道您的心思 并不是儿子因为身体才说这个话 而是市民确实要比儿子当这个皇帝强 只是儿子现在反而担心老三 儿子现在很后悔 把老三给牵扯到这里面来 说到这里 李建成想起了李渊吉 不由的面露难过的之色 皮杀们 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这也是老三自己的选择 计划里需要这么一个人 而元吉又正好合适 就只能让他去了 再说 就他那个脾气 谁能拧得过他 李渊眼中 竟是慈爱与不忍之色 伸手拍了拍李建成的肩头 儿子明白 对了 阿爷 您对秀宁出的这个主意 觉得如何呀 李建成抬起头笑着 看着李渊问道 这件事 还得征求一下严俊的意思 另外 你怎么让严俊与陆臣见面啊 李渊饶有兴致地看着李建成 对于这自己儿子女儿 如何给另一个女儿做梅这件事 还是很感兴趣的 阿爷 我听说你要下指斥责陆臣 打断那是腿 李建成看着李渊黑黑一笑 臭小子 一听到李建成提起的事情 李渊又是一句笑骂 显然李建成是想要借用下指的机会 把狼牙公主介绍给陆臣 促成两人见面 吴现在就写一道诏书 李渊直接拿起龙书案上的毛笔 填饱墨汁 灰灰洒洒地写了一份诏书 然后递给了李建成 你亲自带着你妹子去吧 话都说到这了 李渊能不明白李建成的意思 第104章 那就行了 本来李建成还准备跟李渊毛遂自荐一下 让自己去给陆臣下指 顺便跟陆臣见个面 没想到李渊直接就把这件事交给自己了 是 李建成赶忙硬了下来 生怕李渊变卦一样 陪阿爷用过扇 就去找严峻把这件事先跟他通通气 看看他的意思 为父要是去说的话 严峻肯定不会拒绝的 所以就由你这当哥哥的 先探探他的意思吧 李渊笑着同李建成说道 是 李建成再次点头硬成 长宝 见李建成答应了下来 李渊直接喊了一声内侍长宝 奴婢在 听到李渊喊自己 长宝赶忙推开暖阁的门 急步走了进来 躬身失礼 传善吧 李渊说道 莫 长宝转身出了暖阁 传善 一声奸细的声音传了出去 很快就有宫女端着盘子走了进来 其实说是御善 但是时至冬季 此时皇宫的饭菜也就那么回事 唯一多的可能就是酱菜了 毕竟这玩意也不是普通人家在冬季能够吃得起的 主事依旧是征病 李建成陪着李渊用过膳 就起身去后宫 找狼牙公主李延俊去了 李建成带着内侍和护卫 来到了李延俊的凤娘阁狼牙宫 站在宫门外 立马有宫女迎了上来 婢子见过太子殿下 宫女给李建成失礼 免礼 姑的妹子可在 李建成握着手中的折扇 看着面前的宫女问道 回殿下 宫主正在寝宫休息 宫女起身回道 嗯 去通禀一声 就说姑过来拜访妹子了 李建成冲着宫女说道 请殿下稍候 婢子这就进去禀报 宫女转身滴溜着如群 一溜烟地跑进了宫里 功夫不大 狼牙公主李延俊 带领着内侍和宫女 就迎了出来 脸部轻摇 来到李建成面前 延俊见过太子殿下 随着李延俊失礼 其余的内侍和宫女 纷纷跪倒在地 妹子不必多礼 都起来吧 姑今天可是有好事来找妹子的 看着李延俊那柔美的面旁 李建成笑着说道 自己这妹子的性格说实话 有点柔弱了些 不知道要是真的跟了陆臣 会不会受苦啊 李建成现在反而在心中 出现了一丝丝担忧 兄长请里面坐 李延俊引着李建成进了狼牙宫 两人分兵主落座 虽然李建成是太子 但是这里是李延俊的宫殿 而且还是女孩下的屋子 李建成也只能在客座上落座 奉茶 李延俊吩咐了一句 功夫不大 有宫女过来奉上汤茶 天气寒冷 兄长先喝点茶暖暖身子 李延俊微笑着看着李建成 多谢妹子 李建成冲着李延俊倒了线 这才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茶汤 不知兄长说的好事是何事啊 李延俊看着李建成好奇地问道 要知道 别看李建成是太子 这后宫也不是随便能进的 而且转过年 李延俊的公主府也要开始修建了 毕竟李延俊的年龄 也到了上驸马的年纪了 只不过李延并没有考虑好李延俊的赐婚 准确地说还没有下定决心 今日若不是李建成寻来 估计转过年 李延就该给李延俊赐婚了 妹子如今也到了上驸马的年纪了 故和你三姐 给你物色了一个人物 不知妹子意下如何啊 李建成把玩着折扇 微笑着看着李延俊 这一听到李建成说的好事 是自己的婚事 顿时两腮飞红 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了下去 莫非妹子不愿意 李建成看到李延俊的如此表现 忍不住问道 还是已经有了一中之人了 我整日在这宫中 哪来的一中人 李延俊赶忙连连白手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也并非是不愿意 只是不知 兄长为延俊物色的是何等的人物 李延俊还是很好奇 李建成跟李秀宁都能看上眼的人物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此人说来 他真是非凡的人物 李建成说的 好像他见过陆尘一般 前几日太极殿上 王忠宇晕倒的事情听说了吧 李建成才不幸这么大的事情 李延俊会不知道 就算他不知道 他身边的那些内侍和宫女 也会把这件事说给他听的 毕竟说实话 公主住在这后宫 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就靠闲聊 女工之类的 打发个时间 听说了 听说此人连阿爷都不给面子呢 一想到内侍传来的句文 李延俊忍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 妹子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人敢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呢 这不废话吗 你是没听说陆尘念的那首诗 要是听了那首诗 估计你这妮子 就不会觉得不给皇帝面子 李延俊看着李延俊那娇笑的模样 忍不住在心中赋斐了一句 不过这事 李延俊暂时还不能跟李延俊说 不然以自家妹子的胆子 估计直接就缩回去了 李延俊也不说话 就是微笑着看着李延俊 兄长不会说的 就是此人吧 见李延俊就是看着自己不说话 李延俊也反应过来了 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惊讶地盯着李延俊 正是此人 李延俊看着李延俊那惊讶的模样 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只怕人家看不上延俊呢 李延俊有些不好意思地摆弄着衣角 毕竟路程那逼迫世家 交出一半家产的行为 实在是太过勇猛了 敢一个人对抗一个世家 正常来说 此人要么是疯子 要么是傻子 但是此人的谈吐可以证明 此人既不疯也不傻 而且世家还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甚至还被封为长安县侯 如此人物 但是听故事 就足够让李延俊心动了 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 对于自己的白马王子的想象 李延俊自然也不会例外 那可不好说 是在人为吗 李建成摇指折扇 笑容满面地说道 既然自己妹子能说这种话 就说明对路程有了心思 剩下就是看看明日两人见面 能不能促成此事了 明日为兄要去给路程下旨 妹子有没有兴趣 一同前往啊 李建成看着李延俊问道 此事阿爷知道吗 虽然唐朝并没有什么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规矩 但是作为公主 还是没有上驸马 成亲的公主 想要私自出宫 也是需要跟李渊报备的 此事阿爷自然是同意的 不然唯兄也不会来通知你了 明日便随唯兄去见见这个路 侯爷如何 李建成笑淫淫地看着李延俊说道 全凭兄长做主便是 李延俊翘生生地说了一句 跟着就又低头摆弄起了衣角 如此便说定了 唯兄这就到辞了 李建成件事情已经说好了 就起身离开了狼牙宫 李延俊将李建成送了出来以后 便转身小跑着 回到自己卧房去了 阿帖 郑待人在大棚里翻地的路程 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侯爷 这种事情我们来就行了 您别害了风寒 听到路程打喷嚏 刘金和苏定芳赶忙来到路程面前 风寒的屁 指不定谁念叨我呢 路程不屑地撇了撇嘴 就凭他的身体素质 还是在大棚里 不至于染上风寒 指不定是谁在背后念叨他呢 最有可能的就是王规那个老东西 侯爷 这面瓶整得差不多了 就在路程煮着锄头琢磨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芳起了喊声 我瞅瞅 路程闻声直接走了过去 伸手捏了下泥土 其实路程哪懂得种地 只不过是看看土地土质的情况而已 说白了 就是地拢沟挖没挖出来而已 这深度能种了不 路程直接询问起自己的 找来的临时农业顾问杜燕良 正常来说这 深度下种是够了 但是侯爷 这可是冬天啊 距离深番还有两个月呢 真要下种吗 杜燕良带着疑惑的语气 看着路程说道 不过在想到自己初次见到大棚时候的惊讶 以及大棚里微暖的温度 杜燕良又觉得 若是自家侯爷的话 说不定还真能在冬天种出绿蔬 那就行了 下种 路程直接从怀里把种子掏了出来 他要种的是韭菜和白菜 也就是松菜 这两样种子是路程用来做试验的 看看能不能发芽 如果能种出来 那再种别的 当然 穿越者吗 不种土豆 红薯和玉米 能对得起自己吗 莫 见劝阻不了路程 也只能帮助路程下种了 这些事自然不是路程来做 负责下种的是 被围兵里的几个农家好手 这几个被围兵 同时也直接担负起了 后院大棚的守卫任务 路程在一旁好奇地 看着这帮子人下种 毕竟路程这还是第一次 见到古人如何耕种 因此路程的表情很是好奇 这些人下种的速度并不慢 很快就把划分出来 种植韭菜和松菜的这块地 都给下上了种子 下了种 浇了水 剩下的就看能不能发芽了 第105章 这玩意能炼铁 该忙活的忙活完了 剩下的就是等待 路程闲来无事 开始在庄子里转悠 突然路程发现个问题 这庄子太他们的大了 1500亩的庄子 一眼都望不到边 这得窥骑着白狐出来 不然要是让路程腿着走 路程得累死 路程的首要目标 自然是自己的攻防 如今砖窑和水泥窑 都正式开工 尽管铁渣不是很多 但是以前积攒了也不少 暂时还是可以维持水泥窑的运转 而小高炉也在刘老三的指挥下 正在建设 用的自然是红砖加水泥来建造 高炉还得几天能成 路程看着面前 路程处理的两人多高的高炉 首大梁棚抬头看了一下 随口向一旁的刘老三问道 怎么还得两天 刘老三拿着路程给的图纸 将工程进度给路程做了汇报 嗯 路程又看了一眼高炉 心中盘算着 李秀宁帮自己弄的铁料 什么时候能到 同时要想长期制造水泥的话 还是得弄铁矿 回去得翻翻书 看看距离陆家庄最近的铁矿在哪里 路程昨天问过杜燕良 好像距离陆家庄最近的铁矿 也得一百多里地 而且那个铁矿 还是归金照为是经营 路程要是想要从这个铁矿 拿矿石回来 简直是痴心妄想 毕竟他在太极殿 把王规和围挺都得罪了 有这两个人在 他还想从这束铁矿 弄铁矿石 路程冲着一旁的刘金招了招手 刘金赶忙走了过来 看于图拿出来 路程吩咐了刘金一句 刘金赶忙把怀中的陆家庄 看于图拿了出来 路程此时所在的山坡 正好能够把路家庄一览无余 苏定方与刘金 站在路程前方两侧 一左一右地展开了看于图 嗯 路程在看于图上 对比着路家庄的实际布局 一面对比着 一面看着看于图 这里可以作为住宅区 这里到时候扩建个池塘 路程一面嘴里念念有词 一面在看于图上开始规划 直接把一张看于图 就给改成了规划图 以后路家庄就按照这个布局建造 终于路程放下了手中的水性笔 其实从路程拿出水性笔的时候 苏定方和刘金的眼睛 就被水性笔给吸引了 因为这东西书写绘画 速度太快了 那尖细的笔尖 轻轻松松的 就能写出好看的字迹 而且还没有低沫的情况出现 怎么会不让二人感到神奇 收了吧 路程这一番的规划 就已经日头偏西了 这种光线下 路程再想修改 也不是那么方便了 剩下的 就晚上回去再研究吧 刘金把看于图 也可以说是规划图给收了起来 贴身带好 跟着路程回转路府去了 晚上路程又被规划图上 不太满意的地方修改了几处 直到觉得满意了 这才上床休息 一日 路程正在沉练的时候 负责把守府邸门口的士兵进来通报 说是路家庄外面来了一个车队 带队的是柴驸马 路程一听 就知道是柴少给自己送铁料来了 不过这时间也太早了吧 有这么迫不及待吗 不过路程还是换了一身长服 带人迎接了出来 虽然对方说跟自己兄弟相称 但那也是私底下的 明面上 自己也不过是个侯爷 人家可是实打实的国公还是驸马 品级上还有差距的 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 路程带着人迎了出来 远远的就看到柴少骑在马上 带着一大队车辆 再往自己的府邸方向过来 路程赶忙迎了上去 见过霍国公 路程抱拳拱手对着柴少行礼 柴少也是远远的就看到 路程迎了出来 也赶忙翻身下马 在原地等着路程的到来 见路程冲着自己行礼 柴少顿时脸沉了一下 贤弟这话说的有些见外了 人多嘴杂 还是要避讳一些的 雄上应该知道 余地的风平可不算太好吧 路程冲着柴少黑黑一笑 那些人哪里能了解到贤弟的能耐 一帮子蜀目寸光的东西 最近长安城里对于路程的风平 可是一直不咋地 柴少就住在长安 怎么可能听不到这些事 不过在见到路程的那些神奇的东西以后 柴少更加坚定站在路程一边的信心了 而且 那些人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李家怎么看路程 只要皇帝不觉得路程有威胁 那路程就屁是没有 那些世家整些风言风语 有什么用 尽管说是三人成虎 众口硕精 但是那也分对谁 现在明显李秀宁和天策府的几个将领 都跟路程关系不错 这就只能让世家动动嘴皮子 而且 若是世家真有人来当面搞路程 估计能不能活着回去 都是个事 不 应该是百分之百回不去 贤殿 不要把那些风言风语当回事 柴少以为路程会为城里的那些风言风语 感到烦恼 忍不住宽慰了路程一句 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呗 路程很是不屑地说了一句 我现在的重心是陆家庄 但是并不代表我好欺负 若是把我惹劫了 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路程看着长安城的方向 冷哼了一声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 贤殿 你要的铁料鱼胸 可是亲自给你送来了 要不要验验货 柴少听到路程的话 以及感受到路程刚才说话时 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气势 这名酒精沙场的名将 也不由得心中一抖 柴少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男人 居然杀性这么重 既然是凶上亲自送来的 哪还有验货的必要 直接让他们送到铁匠坊就行了 路程指了指远处山坡上的高炉的位置 那是什么 看到高高耸立在半山腰的高炉 柴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毕竟前几天他来的时候 还没有这玩意呢 这才几天不见 陆家庄就多出来这么个东西了 那是余地发明的炼铁高炉 路程笑着同柴少解释了一句 这玩意能炼铁 柴少指着远处的高炉惊讶地说道 要知道 此时的炼铁方式 还是矮炉和婉士炉 哪里见过高炉炼铁 因此 柴少还是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高炉 此乃我墨家独有的炼铁记忆 路程再次把墨家传人的头衔给拎了出来 哦 那这样一炉能出多少铁 柴少听到墨家二字不由地点了点头 但还是很是好奇地问道 若是铁矿石足够的话 我这个一炉可以出个一两千斤铁不成问题 我这是缩小的 若是再大的话 一炉万斤甚至十万斤都不成问题 路程很是得意地说道 万斤 甚至十万斤 听到路程的话 柴少再次被震惊到了 一天就是一万斤铁 甚至十万斤铁 柴少直接抓住了路程的手腕 急切地问道 啥一天万斤 是一炉万斤 一天十二个时辰 最少三炉 路程给了柴少一个看看 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的眼神 那若是能够多建立高炉 那大唐不是不缺铁了吗 柴少开始沙场出身 太知道铁对于部队的重要性了 尤其现在更是普及了铁马具以后 大唐对于铁的需求更多了 这还只是部队 名声呢 名声也需要大量的生铁 农具 厨具 不都需要铁吗 若是能日产几十万斤铁 那大唐哪还能缺铁啊 哥 行行 路程实在是不忍心 让柴少陷入他自己的脑部里 直接拍了拍柴少的尖头 就算搁了高炉 你有那么多铁矿石来炼铁吗 而且 铁矿可是有不少都把持在世家手里 路程提醒了柴少一句 这 一听到路程的话 柴少的脑袋搭拉下来了 确实 就算路程拿出来如此练铁之法 但是其他条件都被卡了脖子啊 柴少不由得有点沮丧 世家把持铁矿 只不过是因为奇货可居而已 若是铁矿过多呢 路程见柴少有些沮丧 忍不住笑着提醒了柴少一句 这件事的本质 还是大唐 现在已知的铁矿太少了 若是多整出一些铁矿 然后把产量搞上去 世家还把持铁矿 就以他们的生产力 路程直接来个清销 就能让世家哭着锤墙 莫非贤弟有办法寻找铁矿 听到路程的话 柴少一下就听出来话里的意思了 听话听音 路程能说这话 肯定就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了 自然是有些手段的 此时 路程与柴少已经一路攀谈着 走进了府邸 两人分兵主落座 留经给两人奉上茶水 嗯 柴少一进堂屋 就感觉到堂屋里特别温暖 而且在一旁还看到了一个黑漆漆的铁罐子 上面连这个铁桶 一直延伸到堂屋的外面 在铁罐子上面 还坐着一个铜壶 狐嘴症不断冒着热气 留经给二人泡茶的热水 就是用的铜壶里的水 为何闲递这堂屋之内 如此温暖 柴少看着那个黑漆漆的罐子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莫非是此物的原因 第106章 路程 接纸 驸马爷眼神还真是犀利 一下子就发现了要害之处 路程跟柴少半开玩笑地说道 此物名为铁炉 里面烧的是石炭 冬季用来取满效果极佳 路程笑呵呵地同柴少介绍道 同时起身邀请柴少 就进一关铁炉的构造 说起来 铁炉子的构造很简单 柴少仅仅是看了一下 就大致明白了原理 都知道石炭有毒 而路程设计的这个铁炉子 直接把毒烟给排到了屋子外面 大大降低了中毒的几率 回头给我那也整几套 柴少看着眼前的铁炉子 但是升铁需要驸马爷自己提供 还有这个加工费 路程直接创的柴少 做出搓手指的动作 哥 你也知道 你弟弟 我现在是一穷二白 舔着脸跟公主殿下 要这五百斤升铁 也是要做他用 就这五百斤升铁 我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路程直接开启了诉苦模式 而且 这家大业大的 也得吃饭不是 这是自然 柴少倒是不觉得 路程的诉苦有什么不对 毕竟路程刚刚接手这么大一个庄子 所有一切基本都属于重新发展 因此柴少答应的也很干脆 而且 甚至柴少还在心中懊恼了一下 怎么就没有想到 给路程提供一些帮助 就在路程与柴少正说着闲话聊天的时候 就听到外面有间隙的嗓音高喊了一声 圣旨道 啥玩意 听到圣旨道三个字 路程与柴少齐齐地愣了一下 同时面面相去 两个都是一脸的猛逼 不明白怎么突然有圣旨来了 兄上 你知道今日会有圣旨下达吗 路程看着柴少 一脸纳闷地问道 唯兄不知啊 听到路程问自己 柴少也有点猛 他最近可没听说 有什么关系到路程的圣旨会下来 而且最近上朝 也很少有人提起路程的事 毕竟太极殿那件事 让王规和围挺都灰头土脸的 王家与维家在朝廷里围观的并不少 谁会没事去提这种没面子的事 出去看看吧 既然柴少也没听到什么风声 路程只能起身同柴少一起出门 同时吩咐刘金 让人准备接纸的相爱啥的 整个院子里顿时一阵子鸡飞狗跳 你不换身衣服 柴少指了指路程身上的衣服 提醒了路程一句 上次路程来接受庄子的时候 是刚被封禁为长安县侯的时候 那时候路程还没有侯爷服饰 如今侯爷服饰已经制好送来了 因此路程接纸的时候 是需要穿上侯爷服的 那我去换身衣服 就麻烦兄上帮忙周旋片刻了 听到柴少的提醒 虽然路程并不在乎圣旨会说什么 但是还是要给予对方尊重的 毕竟是圣旨嘛 在柴少点头映成了以后 路程转身往后宅走去 柴少一出路程府底的府门就愣住了 这阵仗有点不太对啊 因为站在柴少面前的是 当朝太子李建成 而自己媳妇和另一个妙龄女子 则是站在了李世民的身后 李世民身旁的一名内侍 手里捧着圣旨黄卷 臣 柴少 见过太子殿下 柴少稍微一愣神 就赶忙给李建成见礼 虽然现在东宫与天侧府之间的状态 是水火不容 但是明面上还是要过得去的 柴妇马免裂 陆县侯可在家中 李建成看着柴少问道 陆县侯正在后宅换衣服 应该马上就会出来 柴少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哦 既如此 那便再等一会儿吧 要是其他人敢这么接旨 尤其还是李建成亲自过来宣旨 恐怕早都爱收拾了 也就陆臣 竟然让堂堂太子爷和两位公主在外面等着他 此时 旁人已经在院内摆好了香案 静悄悄地势力在旁 只等着换好衣服的陆臣出来接旨了 功夫不大 陆臣穿着侯爷服从后面溜溜达达地走了出来 一面走 还一面扯一领子 显然脖子被侯爷服的领子弄得不太舒服 哎呦 让诸位久等了 告罪 告罪 陆臣一走进院子 就看到一大帮子等着自己的人赶忙拱手赔罪 今天这宣旨公公不太一样 为何不见临忙公公 陆臣看着李建成面带疑惑地问道 而陆臣这一句话问出来 直接让站在李建成身后的李秀宁 跟李延峻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而站在陆臣面前的李建成则是一张脸顿时阴沉了下来 各种情况都想到了 比如陆臣见到自己的惊讶 甚至是意外 但是唯独没想到陆臣的嘴里能蹦出这么一句话来 李建成的涵养和诚服那是相当深厚了 甚至可以说是谦和有礼 但是在谦和有礼的男人也难以接受被说成是一个太监 因此李建成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同时嘴角微不可查地抽动了两下 这家伙还真是不按常理出牌 难道自己身上的蟒袍这么不明显吗 李建成不禁疑惑地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蟒袍 姑奶当朝太子 李建成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着陆臣说道 毕竟陆臣没有见过自己 而且也没有太子宣旨的先例 所以陆臣认错自己也算情有可原吧 李建成只能如此开导自己 毕竟自己还有求于陆臣呢 哎呀 原来是太子殿下驾灵 陆臣一听站在自己面前的是李建成 陆臣赶忙装出吃惊的样子 陈勿将太子殿下认成传旨太监 真是罪该万死 陆臣躬身实力告罪 其实陆臣刚才看到李建成身上的衣服 就已经猜到李建成是谁了 陆臣就是故意调理一下李建成 想要看看李建成是否会当场发怒 也算是陆臣想要初步验证一下心中所想 不知者不罪 此次前来宣旨 也是顾得任性妄为 怪不得陆现后 李建成脸上的笑容很和煦 望之就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只不过脸上的肤色 却夹杂着些许不自然的病态感 陆臣虽然并不精通医术 但是眼睛却是很毒辣的 一眼就看出来李建成身体不好 多谢殿下宽宏大量 陆臣再次拱手 长安献猴 陆臣 接纸 既然话说过了 就该干正事了 李建成冲着身旁的内侍递了个眼色 内侍心领神会地展开圣旨黄卷 奸细的嗓音 直接在府邸内扩散开来 臣 陆臣 接纸 陆臣赶忙收敛起刚才嬉笑的表情 表情恭敬地拱手回应 接下来 内侍就是宣读圣旨 自自动行打断了王彪的腿 此事影响恶劣 并说陆臣过于胆大妄为 但念及出犯 罚闭门思过三个月 罚奉一年 闭门思过三个月 罚奉一年 听到最后的处罚结果 陆臣瞪大了眼睛 闭门思过三个月倒是无所谓 陆臣暂时心思全在陆家庄上 并没有出门的心思 但是罚奉一年就有点让陆臣不爽了 本来刚接手陆家庄就没什么钱 现在罚奉一年 顿时让陆臣感到雪上加霜了 见陆臣一脸的苦瓜表情 李建成忍不住笑了 陆县侯还不接纸 李建成说这句话的时候 联想到陆臣前面说自己是内侍 顿时有一种恶作剧得逞般的快感 臣接纸 听到李建成提醒自己 陆臣只能苦着脸 很无奈地把圣旨接了过来 陆县侯是不准备请我们进去坐坐了 李建成再次提醒了陆臣一句 诸位里面请 陆臣赶忙闪身 做了个请的手势 只不过脸上依旧是一副难受得要死的样子 刘金 给诸位大人奉茶 本侯去后面换身衣服 陆臣把众人让进了堂屋 堂屋里那浓浓的暖意 顿时让李建成等人不由得微微吃惊 而此时陆臣已经往后宅走去 刘金刚给李建成等人奉上清茶 李建成等人刚刚拿起茶杯准备品名的时候 就听到后宅传来一嗓子哀嚎 我的愤怒啊 没到手就没了 陆臣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 直接把李建成吓了一跳 尤其是李严峻 好玄没把手里的茶杯给扔了 哼 诸位莫要见笑 陆侯爷就是如此性情 作为与陆臣兄弟相称的柴哨赶忙打圆场 好家伙 陆臣这一嗓子也太突然了 真要把这几位龙子龙女给吓到了 那还了得 没想到陆侯爷居然是因为这件事苦恼啊 李建成吓了一口茶 顿时眼睛一亮 而坐在他身旁的狼牙公主李严峻也是眼睛一亮 他俩可没有喝过陆臣这里的清茶 因此这一口下去 顿时就感到了从没有感受过的味道 这是茶 看着漂浮在茶杯中的茶叶 李建成看着李秀宁面带疑惑的问道 此乃陆侯爷独创的茶叶 据说还有不少功效 李秀宁笑着同李建成说道 不过李秀宁对于李建成的表现并不感到意外 毕竟他第一次喝这种茶的时候 那表现也没比李建成强多少 第107章 清平调 此茶如此干烈清纯 实在难得 李建成放下茶杯 回味着铁观音的问道 一脸陶醉的表情说道 喝过此茶以后 与过去汤茶比起来 过去的汤茶实在是难以下咽了 李建成看着茶杯里那漂浮着茶叶 忍不住唏嘘了一句 听到李建成的话 柴少忍不住一脸得色 毕竟陆成可是给了他一包小半斤的铁观音 虽然被李秀宁给半路截胡了 但是现在 在家他可是 每天都可以喝着铁观音看书 那滋味 就一个字形容美 结果柴少 刚刚稍微得意了一下 就被李秀宁狠狠地瞪了一眼 柴少立马老实了起来 而且文静地坐在身旁的李延峻笑眯眯地问道 其实从刚才一进门 李延峻的一双眼睛就全在陆成身上了 虽然发型有些古怪 陆成此时的发型 已经不再是出来炸道时候的寸头了 也长了起来 不过要像跟此时的发型一样 那还得一段时间 陆成此时顶多就是能够扎起来而已 若是想要来个什么高碗发簪什么的 陆成只能竖一个冲天便出来 陆成此时的发型 也就是头发向后一拢 用皮筋扎了个小尾巴而已 但是陆成长得俊啊 圆壁风腰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实打实的阳光行男的形象 而且陆成很不喜欢穿那种宽大的袍服 基本都是那种修身的衣服 凸显着身材健硕而高挑 怎么可能不吸引李延峻的目光 李延峻甚至在见到陆成第一面的时候 就觉得若是能够嫁得此人 也算是不错了 就是不知道陆成此人人品心性如何 不过一想到陆成刚才在后面哀嚎的那句 我的愤怒啊 李延峻就忍不住眼口娇笑连连 对于陆成的第一眼的评价 有趣的人 势力在旁的苏定峻 听到李延峻对陆成的这句评价 好学没绷住 心道 殿下 也就您能用有趣来评价我们侯爷 您是没看见侯爷发火 那是杀人都不眨眼的杀神 而且 侯爷训练我们被围围的时候 那就是魔鬼 不过这种话 苏定峻可不敢说 而且苏定峻也看出来了 这三公主是带着自己妹子 来跟侯爷相亲来了 虽然还不知道这位公主叫啥 但是自家侯爷 很可能以后就是驸马爷了 自己得罪了未来的主母 绝对没啥好下场 姐姐还是第一次 听到有人用有趣来评价陆侯爷的 不过妹妹 这个评价倒是很重肯 陆侯爷确实是个有趣的人 尤其是他的那些奇思妙想 李秀宁笑着打趣李延峻 那其他人都是怎么评价陆侯爷的 听到李秀宁话 李延峻好奇地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着李秀宁问道 这个嘛 李秀宁故意做了个卖关子的样子 看着李延峻 太子殿下 围臣的铁观音 喝着滋味可还行 就在李延峻等着李秀宁的回应的时候 陆臣已经换了一身月白段的修身长袍 腰杂一条玉带 从堂屋门外走了进来 一脸笑眯眯的模样 李延峻看着此时换了一身修身衣服的陆臣 顿时两颊飞红 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主要陆臣这身太撩人了 尤其是站在门口 被风一吹 长袍底进微微摆动 真是给人一种出尘欲仙的感觉 此茶名为铁观音吗 听到陆臣的话 李建成看向陆臣好奇地问道 为何称此茶为铁观音呢 殿下若是问此茶音和得名铁观音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呢 陆臣也不客气 直接一屁股坐到了李建成对面 现在的场面就是陆臣自己坐一面 李建成 李秀宁 以及李延峻坐在另一面 而陆臣的位置正好跟李建成相对 理法来讲 陆臣就相当于与李建成平起平坐了 势力在李建成身后的内侍董义 看到陆臣这般慕无尊长的行为 顿时皱了皱眉头 但是李建成都没说什么 他自然不敢强出头 毕竟自家主子都是一脸温和的表情 自己强出头算怎么回事 而且这个陆臣也看出来了 不论是自家这位太子 还是平阳公主 甚至柴少这位国公 都对陆臣推崇被制 而李延峻的出现 更是让陆臣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当今陛下也有一招陆臣为驸马 可见李家对于陆臣这个新晋侯爷 多么的器重 董义也犯不上强出头跟对方交恶 哦 一听到陆臣说到 关于茶叶还有小故事 李建成就眉毛微调 显然是来了兴致了 毕竟这个时代的娱乐项目很乏味 而李家的这三位挑大梁的人物 以前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在马背上南征北讨度过的 这偶然的闲暇时间 能听到各故事 那也是很解禅的一件事 至于李延峻 虽然没有出去征战 但是皇宫内院 能有什么新鲜事听 顶多就是这个宫女和那个婆婆吵起来了 或者是这个妃子 如何如何争宠了 大多都是一些八卦问题 想要听点新鲜事 那就更难了 因此也是兴趣浓厚的看向陆臣 陆县侯究竟是什么故事 没等陆臣继续说下去 一阵清脆的声音响起 陆臣寻声望去 正好跟李延峻瞅了个对眼 李延峻被陆臣一个对视 直接闹了的大红脸 赶忙把头低了下去 直到两人对视了一下 陆臣才真正看到李延峻 陆臣就见此女身材修长 举止优雅 身穿一件淡雅的袖凤如裙 露出优美的锁骨和颈部 她的长发做成双环戚的发型 并插紫禁布摇 微微摆动 五官精致 此时正汗手低头 两颊飞红 说不尽的诱人风情 为请教 这位是哪位公主殿下 陆臣见李延峻与李秀宁之间举止亲密 陆臣就知道 李延峻应该也是一位公主了 就是不知道是哪位公主 陆臣赶忙失礼问道 此乃赦妹狼牙公主 李建成直接同陆臣介绍道 同时脸上明显含着笑 只不过这笑意在陆臣看来中 感觉有点不怀好意的意思 哦 原来是狼牙公主驾龄 未曾远迎 还望公主恕罪 陆臣说着 再次对李延峻失礼 陆侯爷多礼了 李延峻见陆臣二次对自己失礼 赶忙起身还礼 同时冲着陆臣微微一笑 狼牙公主这一笑 真当的是借问汉宫谁得四 可怜飞燕以新装啊 看着李延峻那精致的面容 陆臣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好一句借问汉宫谁得四 可怜飞燕以新装 没想到陆向侯的财情如此了得 李建成听到陆臣的诗句后 冲着陆臣赞叹了一句 不过孤听着这首诗 是不是没有完啊 李建成笑着看着陆臣 啊 陆臣没想到 自己本来是客气客气的 居然还整出这么一下子 本来陆臣想说 就是自己随口说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 看到李延峻那期待的眼神 就不由地脱口而出 确实是一整首 那不知姑是否有幸能听的全篇呢 李建成看了一眼 自己妹子李延峻那期待的眼神 笑着问道 李延峻其实在听到陆臣的 这两句诗的时候 心中已经美得不要不要的 当听到是一首完整的诗的时候 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他就觉得自己心脏跳得飞快 终于明白 书上写的小鹿乱撞 是什么意思 甚至已经开始琢磨 这个陆侯爷是不是看上我了 这种事情 而陆臣则是完全是惊讶于 这位狼牙公主的美貌 这才脱口说了 李白为杨玉还写的 清平掉其二 结果没想到 竟然被李建成要求说出全尸 而且李延峻那偷瞄自己 还带着期盼的眼神 是什么意思 不过陆臣倒是不介意 把这首饰送给李延峻 至于对不起李白 现在这位师仙 估计还没投胎呢 既然太子爷都开口了 陆臣只能点头硬承下来 站起身来 手摇折扇 一只红艳鹿宁香 云与乌山网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四 可怜非艳以心装 献丑了 陆臣迎送完毕 冲着在场诸人拱了拱手 贤弟太谦虚了 你这首饰 要是都算献丑的话 那些自诩文人默克的家伙 都该抹脖子上吊了 一直坐在一旁 没有说话的柴少 直接笑着 冲陆臣竖起大拇指 甚至还给陆臣使了个眼色 看到柴少的眼神 陆臣有点猛 一时间没搞懂啥意思 结果等看到李严峻的表情的时候 陆臣才明白怎么回事 感情狼牙公主李严峻 此时正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含情默默地看着自己 直接把陆臣看得心里一阵发毛 那个 咱们还是说说铁观音的故事 好吧 陆臣赶忙回到座位坐下 喝了口茶 刘金 你个狗奴才 不知道添茶吗 茶都凉了 陆臣直接呵斥了 站在一旁的刘金一句 至于遭受了无妄之灾的刘金 只能乖乖地添茶到水 第108章 铁观音的由来 所有人都憋着笑看着陆臣 就连苏定方这几个被微微的头子 都忍不住低下头看着脚尖 只不过双肩不断地耸动 出卖了他们此时的表情 哼 陆臣冷哼一声 瞪了苏定方几人一眼 这几个家伙不懂规矩 让诸位见笑了 陆臣笑着同李建成等人解释 无碍 都是真性情 姑很喜欢 李建成哪能不知道 陆臣这是要转移话题 但还是很配合陆臣的表演 多谢殿下夸奖 但是失礼之罪 他们是逃不掉的 明天晨练 每人多负重五公里 陆臣转头看向苏定方三人 是 苏定方三人 看着陆臣那不善的脸色 只能乖乖地答应下来 贤弟还真是治军有方 只是不知道 这负重五公里是何等训练 作为大唐的顶级将领之一 柴少一下就抓住了陆臣话里的重点 哦 只是一种训练方式 若是霍国公有兴趣的话 明日诚实可过来一关 陆臣冲着柴少笑着说道 如此便说定了 柴少很是兴奋地答应了下来 而李秀宁和李建成的脸上 也都露出了感兴趣的模样 虽然贝维会在娘子军组建的 但是那些日子 李秀宁一直军务繁忙 并有去贝维会的营地 见过他们训练 如果太子殿下与三公主也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观摩一下 陆臣自然也看到了 李建成与李秀宁那感兴趣的表情 对李建成与李秀宁也发出了邀请 如此便多谢陆侯爷相邀了 李建成与李秀宁对视了一眼 李建成笑着应承了下来 侯爷是不是该说说铁观音的故事了 还有如此醇厚甘醇的清茶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李建成看着陆臣笑着问道 哦对 这铁观音呢 是陈得自于泉州清溪县的一户农家的 至于为什么叫铁观音 乃是跟那户农家的男主人做的梦有关系 陆臣瞎了口茶 笑眯眯地开启了讲故事模式 哦 没想到居然跟梦有关 这可有意思了 一听到陆臣说的这个事 居然有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在里面 顿时众人越发的感兴趣了 而刚刚还被家恋的苏定芳三人 也是趁着耳朵认真在听 毕竟这个时代的人 对于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可是最喜欢听的 也是最敬畏的 陈在进入娘子军以前 可是在外游历之人 相信诸位应该很清楚吧 陆臣才不信 李秀宁没有把自己的过往 告诉给李家众人 当然那个什么老十字的过往 也都是陆臣编的 这件事 秀宁已经跟姑和皇上说过了 李建成点了点头 表示陆臣的过往他是知道的 只有李延峻则是一脸茫然的坐在那里 看来对于陆臣的过往 这位狼牙公主是一无所知的 看到李延峻的茫然表情 李秀宁凑到李延峻的耳边 巧声地把陆臣的过往 跟李延峻简略地说了一遍 同时也把刘黑榻的事告诉给了李延峻 直接把李延峻的两眼听得直放光 似陆臣这种文武无双的人物 简直满足了李延峻 对于自己未来驸马的所有幻想 而此时 李延峻居然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不断摆弄着衣角 心中暗暗思量 自己真的配得上如此人物吗 那日臣游历到了清溪县松延村 就在这户人家借宿了一宿 吃过晚饭 男主人就端了一杯铁观音给我 当时臣还并不知道 此茶名为铁观音 一番品尝 自然是喜欢上了这种茶水 就跟男主人攀谈了起来 陆臣开始用说评书的方式 开始讲述这个故事 简单来说 茶农告诉陆臣 这个茶叫铁观音 为何叫铁观音 乃是他信奉光世音菩萨 每日都会用清茶来祭拜菩萨 有一天晚上 他睡熟了 朦胧中 梦见自己扛着锄头走出家门 他来到一条西剑旁边 在石缝中忽然发现一株茶树 枝壮叶茂 芳香诱人 跟自己所见过的茶树不同 而第二天清晨 他回想着梦中记忆的路径 真的西剑的石缝处 找到了一株茶树 仔细观看 只见茶叶椭圆 叶肉肥厚 嫩芽紫红 清脆玉滴 魏英十分高兴 将这株茶树 挖回种在家小一口铁顶里 悉心培育 英这茶是观音托梦得到的 取名铁光世音 但是他说话有口音 所以臣就把这个光世音 叫做了观音 而且这种茶叶的制作方法 叫做炒茶 与现在的茶砖制作工艺完全不同 但是炒茶更能保证 茶的原味和功效 陆臣拿起茶杯 将茶杯里的茶水一饮而尽 毕竟说了这么久 也有些口干舌燥了 哦 原来是如此得名 现在还能找到这个 叫魏英的茶农吗 李建成看着陆臣问道 哎 听到李建成的问话 陆臣无奈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兵荒马乱的 魏英一家早都不知所踪了 可惜了 听陆臣说 找不到这股茶农人家了 李建成不由得惋惜地摇了摇头 谁知道 李秀宁则是带着笑意看着陆臣 想必炒茶这个技术 陆县侯已经掌握了吧 真是瞒不过殿下呀 陆臣做出无奈的表情笑着说道 不过臣觉得 此时还不到使用这个公益的时候 毕竟天下还没有搭订呢 陆臣意犹所指地 看着李建成和李秀宁说道 这二人如何不知道陆臣话里的意思 齐齐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今日姑前来 除了是宣旨以外 还有点是 想要跟陆县侯私下商讨一下 不知可否去书房一聊 李建成见闲话说得差不多了 而且他带着李延峻出宫的时间也不短了 就准备直奔主题了 有何不可 陆臣当然也看出来了 李建成此次前来 绝对不是宣旨那么简单 而且陆臣也猜到了 李建成要说的是 八成跟李家的计划有关系 而他既然知道了这个计划的大概 自然也算是绑在了李家的战车上 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于是陆臣起身 带着李建成往书房走去 至于李秀宁夫妇与李延峻 则是依旧坐在堂屋里闲聊 李秀宁夫妇则是没什么 毕竟跟陆臣很熟 只有李延峻有些心虚不宁 怎么 再担心 看到李延峻心虚不宁的样子 李秀宁忍不住打去自己的妹妹 没 没有 李延峻显然是被李秀宁说破了心思 有些扭捏地回道 陆县侯这样的男人可不好找 得把握住 李秀宁不依不饶地 继续打去自己的妹妹 又不是我说了算的 李延峻自然知道 李秀宁说的是什么意思 顿时羞红了脸 再说 还不知道人家怎么看我呢 李延峻弱弱的声音补了一句 书房 陆县与李建成相对做 刘金重新给二人奉了茶以后 就退出了书房 将房门带好 殿下药说的究竟是何事呢 陆县端起茶杯 吹了吹拂在水面上的茶叶 神情淡然地问道 秀宁说 你有办法医治孤的病症 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李建成很是直截了当地问道 这件事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因为我并不知道 殿下具体的病症是什么 要知道对症下药 只有知道症状 才能想治疗之法 而且 最好是能找到孙神医帮忙 陆县也只是 知道一些急救方法 再就是一些 简单的病症治疗方法 比如感冒啥的 真要是什么大病 陆县也得马找 孙神医如今在何处孤也不知 不过孙神医和袁道长都说过 孤最少还有三年的命 李建成对于陆县的话 倒是没有感到什么不快 毕竟陆县是实话实说 因此孤觉得三年之内 找到孙神医 还是有希望的吧 说完这句话 李建成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只不过这句话 多少有些自嘲的意味 殿下也不必过于沮丧 据我所知 如今孙神医应该在中南山附近 殿下不妨派人去寻访一番 陆县提醒了李建成一句 这件事也是陆县推测的 毕竟孙思廟即是医生 又是道士 而中南山是孙思廟最喜爱的地方 因为这里圣产中药 更是道家圣地 对于一道双修的孙思廟来说 这可是个好地方 而且这件事 更是黄阳跟陆县说的 因为娘子军里的军医黄阳 是孙思廟的徒弟 跟孙思廟有过书信往来 而在书信中 孙思廟提过 会在年底的时候 前往中南山 陆县也不过是 看着日子推算的而已 哦 那明日姑便派人前去寻他 一听到陆县居然知道 孙思廟的行踪 忍不住有些喜出望望 对了 陆县侯 你可有一中人 得到孙思廟行踪的李建成 显然心情大好起来 看着陆县笑眯眯地问道 并没有 不知殿下为何有此疑问 陆县听到李建成的问话 顿时心中咯噔了一下 而陆县眼前 居然浮现出了 狼牙公主李延峻的倩影 第109章 世家不可灭 不瞒陆县侯 孤本次前来 虽为宣旨 但是时事乃是为三件事而来 其一 孤已与县侯说明 线下要说的 就是第二件事 就是关于县侯的婚配 李建成端起茶水 喝了一口笑眯眯地看着陆县 是平阳公主跟您说的吧 听到李建成的话 陆县算是彻底明白 为啥狼牙公主李延峻 今天会出现在自己的府邸了 虽然陆县刚才就已经猜到了端倪 也一下子就猜到了这件事的主谋 毕竟在娘子军的时候 李秀宁就跟他讨论过这件事 也不全是 毕竟陆县侯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其实陆县侯现在谈婚论嫁都有些晚了 姑下你这么大的时候 都是两个孩子阿耶了 李建成笑着说道 陈并非是拒绝婚姻 只是陈觉得 婚姻这件事 还是两情相悦的情况下比较好 殿下您说对吧 所以 这种事 是要看缘分的 陆县端起茶杯 同样下了口茶 笑音音的看着李建成 那表情明显就是再说 我知道你们想要干嘛 但是不要用刺婚那套来对付我 没用 陆县侯说的有脸 不要陆县说的李建成不懂 李建成与郑观音之间 就是两情相悦而澄清的 虽然也有父母之命在内 但是也是有感情基础的 既然如此 那就看缘分吧 李建成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不过 姑还是想问一句 陆县侯觉得严峻如何 李建成看着陆成 此时李建成的表情很认真 陈觉得 那一首 清平调 就是最好的解释了 陆成看着李建成 很是淡然的说了一句 说实话 陆成不心动吗 怎么可能 这么漂亮的女孩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 第一眼见到 都会有心动的感觉 但是陆成觉得自己的那种感觉 更多是惊艳 而不是爱慕 陆成从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 按照陆成的说法 所谓的一见钟情 就是见色起义 感情是要培养的 爱情是要滋润的 那种见了人家姑娘 第一眼就说 我为你倾倒啊 愿意为你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就是赤伯伯的耍流氓 就是缠人家身子 跟感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吧 李建成对于陆成的回答 也算是服气了 不过对于陆成的说法 也表示理解 而且 陆成并没有把话说死 何况陆成还有一首 清平调 送给自己的妹子 说明陆成对于李严峻 显然是不讨厌的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吗 殿下的第三件事 陈觉得 看着李建成一副成竹在凶的样子 路线后所言不差 第三件事 确实是与世家有关 李建成点了点头 其实 要对付世家 对陈来说 简直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陆成做了个手掌翻覆的动作 但是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世家虽然伟大不调 但是还有用得到他们的地方 可以打压 却不能跟除 陆成提醒了李建成一句 为何 李建成疑惑地看向陆成 殿下和陛下 想要除掉世家 无非是世家势力过大 怕影响到李家的江山稳固 可是殿下有没有想过 当初杨广为何会败 陆成说完这句话 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拿起一旁炉子上的铜壶 给李建成和自己的茶杯里 分别添了一些茶水 李建成明眉思索了一阵 突然有所明目一般 看着陆成说道 李家能得天下 是因为有世家的帮助 而大随朝的分崩离析 里面有世家的推波助澜 殿下只看到了一部分 却没有看到另一部分 陆成对于李建成能想通这一点 就已经很满意了 其实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人 再强的人 他的目光都会有局限性 这是时代造成的 与智力和学识并无直接关系 杨广是暴君吗 见李建成并没有搭话的想法 只是静静地等着陆成说话 陆成这才继续说道 这不好说 殿下是经历过的人 世人皆传随阳帝是副杀凶罢嫂 殿下真的认同这种说法 听到陆成的提问 李建成摇了摇头 既然随阳帝并没有那种暴君行为 为何世人会传送随阳帝是如此之人 要知道随阳帝在位 可是科举制度 修建随朝大运河 营建东都 迁都洛阳 每一项都是大工程 都有历史意义 尤其是科举制度和大运河的修建 科举制 是通过发展分科考试 选拔人才的方法 增至近视科 杨广即位第一年 就在诏书中写道 君民建国 教学为先 遗风一俗 遗自滋始 殿下 这诏书不至于就是一颗炸大 殿下明白吗 陆成说到这里 再次反问李建成 陆成分析到这 李建成还能不明白 陆成什么意思吗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 和数族地主的兴起 未近以来 选官注重门帝的九品中正制 已无法继续下去 这科举制度的创建 重财学品质 而不重门帝 直接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 这属于直接把一直在使用的 九品中正制的朝堂给掀了桌子 随阳帝杨广 这时 直接就把门阀大族的特权 给一刀砍了下来 但是当时杨广是大 这招科举制 直接把寒门给拉了起来 成为门阀大族的对立面 天下寒门学子众多 而且杨广手中手握兵权 这些士家门阀 也都只能敢怒不敢言 也就是说 随朝的衰败 其中有很大 可能是士家的从中作梗 李建成带着猜测的语气说道 不是有可能 是必然是有士家从中作梗 陆成很是笃定的说道 随朝的乱有士家从中作梗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随阳帝的三针高沟梨 若是随阳帝没有三针高沟梨 那些士家也无法从中作梗 更是无法制使随朝动乱 天下分崩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还不能连根拔了士家 李建成轻敲着椅子扶手 轻探着说道 士家是必然要连根拔起的 但是要温水煮青蛙 毕竟士家再朝官员众多 若是真用猛药的话 会造成朝堂不稳 大唐出力 此时朝堂空虚 到时候就会再次天下大乱的 陆成继续给李建成分析道 那一路献猴的意思 我李家的计划得搁置了 李建成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毕竟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 也布置了许多年 若是一招放弃 难免有些不甘心 但是 这个计划 又是要牺牲不少李家的人 想到若是放弃计划 可以挽救不少李家人的性命 李建成心中又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此时的李建成 心中就是充斥着 如此两种感情 为何要搁置 陆成看着李建成的表情 就知道 这位太子殿下 明显是想差了 计划该怎么进行怎么进行 到时候 死的是世家的人 又不是李家的人 殿下何必苦恼呢 陆成笑着看着李建成 陆县侯的意思是说 孤河三弟继续联系世家 李建成听到陆成的话 眼中顿时一亮 有些激动地看着陆成 而且他也听出来了 陆成显然是有办法 能保下计划中 需要牺牲的李家人的 就算陆成不能全部保下来 只要能保住一部分也行啊 该干嘛干嘛 但是陈有一事 需要先跟殿下说明 若是想要扫清首尾 参与计划的一些人 必须消失 而且 在世家不再构成麻烦之前 是不能返回大堂的 不知道殿下能否接受 陆成收起了笑意 转而变成严肃的表情 看着李建成 换句话说 就是殿下和弃王到时候会消失 而殿下也就与那个位置无缘了 殿下能接受吗 若是殿下想要那个位置 恐怕殿下就要放弃计划了 陆成现在属于 直接跟李建成挑明了 若是自己面前 这位温和有礼 长相英俊的太子 想要克纪大统 陆成也能帮忙 但是李家的计划就得取消 而若要计划继续 李建成与李元吉就要 消失一段时间 古已经决定 让给二弟了 李建成自然明白 陆成话里说的是什么意思 冲着陆成 微微摇头 神色平淡地说道 而且姑命不久矣 贪恋那个位置 又有何用呢 李建成冲着陆成 苦笑了一下 姑自认守成有余 进去不做 二弟则是雄才伟劣 远胜我与阿燕 想我大唐出力 自然需要二弟 这种君主来把持 没等陆成说话 李建成直接把自己 让位置给李世民的理由 说了出来 此时是殿下有病在身 才如此说 而若是陈邦殿下 医治好身体呢 陆成直接把最扎心的话 说了出来 然后平静地看着李建成 实不相瞒 陆建侯 估计是对于太子之位 并不在意 就算是孤无病在身 也并不喜欢朝堂的那些勾心斗酒 若是此生 能寻得一处山清水秀之地 让我与观音双宿双漆 此生足矣 李建成 看向书房房门 似有所悟地说道 第110章 受惊体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希望殿下 在治好身体以后 也能保持这份心思 看着李建成 不似座位的言语 陆成点了点头 似乎是在 嘱咐李建成一般说道 毕竟那种手足相残的事情 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 其实那个位置并不舒服 希望殿下能记住臣的这句话 陆宪后之言 估计下了 李建成已经听出了 陆成话里的意思 那意思很明显 他现在帮大唐 帮李家 是觉得大唐和李家 是天命所归 但是 若是有朝一日 李家整出天怒人怨的事 陆成绝对会撒手不管 既如此 殿下就尽快寻找孙神医吧 至于计划的事 该干嘛干嘛 若是有机会的话 臣倒是想要见见秦王 和齐王两位殿下 陆成笑盈盈的说道 只可惜 陛下让臣闭门思过 出不得门了 这件事姑来安排 既然陆宪侯说了 现在不宜 过于刺激世家 姑的阿爷下这道旨意 也不过是安抚一下王家而已嘛 李建成听出来 陆成对于李渊这道禁足令 似乎有些不满 笑着说道 世家嘛 那么多 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 臣说的是 不能刺激所有的世家 但是一个半个嘛 那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 也可以稍微让气氛活跃一点嘛 陆成黑黑坏笑着说道 此时的陆成怎么看 怎么像一个阴险至极的无耻之徒 不过 这样也好 可以把陛下 从我与王家的恩怨里摘除出去 王家的事 就由陈自己解决吧 那王家可是世家之一 陆宪侯可有把握 李建成虽然听李秀宁说过 陆成的过往 和那些神仙一般的手段 但是王家毕竟是 根深蒂固势力庞大的世家 陆成现在充其量 就一个陆家庄 而且 李渊还刚刚下指斥责了陆成 摆明了 李家是两不相帮 陆成现在可以说是 单枪匹马地跟王家对着干 李建成难免有些为陆成担忧 区区一个王家 陆某还不曾把他们放在眼里 陆成豪气甘云地说道 既如此 那姑也就放心了 李建成不知为何 对于陆成的话深信不疑 就连李建成自己都觉得奇怪 但是就是笃定 只要是陆成说出的话 就一定会做到 既如此 姑就该回宫了 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李建成跟陆成在书房 已经谈了接近一个时辰了 加上前面在堂屋里闲聊和宣旨的时间 这眼看着就到了午膳时分了 李建成肯定是不能再留在陆成这里了 既如此 陈宫送太子殿下 陆成自然明白 李建成话里的意思 起身冲着李建成失利说道 而陆成的声音并不下 驻守在门外的刘金 自然是能听到 一直站在天井中 守着书房的刘金 听见陆成的声音 赶忙过来 把书房的门给打开 李建成迈步从书房走了出来 陆成跟在李建成身后 也走出了书房 兄上 咱们是否该回宫了 时候可是不短了 就在李建成与陆成一前一后走进堂屋的时候 李秀宁起身看着李建成问道 的确时候不短了 咱们也该回宫复旨了 李建成点了点头 同时看了 站在李秀宁身旁的李延俊一眼 就见李延俊此时正偷眼观乔卓陆成 似乎有什么是难以启齿一般 延俊 你还有什么事吗 见到李延俊 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 李建成忍不住开口问道 自己这妹子久居深宫 又是被李建成带出来见有可能成为他未来驸马的人 自然会有些不好意思 听到李建成的话 李延俊顿时有些扭捏的低声说道 那个 我就是想要感谢一下陆宪侯为我写的诗 李延俊声音越说越小 陆成眼睛越瞪越大 努力的想要听清李延俊说什么 我妹子说 谢谢你为他做的诗 要是能写下来就好了 李秀宁在一旁 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瞪了李延俊一眼 直接冲着陆成说道 陈的字可不好看 若是公主不嫌弃的话 陈倒是不介意献丑 等到李秀宁说完 陆成才明白李延俊要跟自己说什么 陆成自然不介意把这首 清平掉之二 写出来送给李延俊 毕竟是美人相求嘛 其实刚才陆成也想过 要是能娶个这么漂亮的美人当老婆 也挺不错的 但是毕竟 陆成是个二十几年的光棍 虽然出任务的时候 也同各种女人周旋过 但是这种纯天然的青春小花一般的女子 陆成还真是第一次见 能够给对方留下点好印象 陆成自然不会介意 万一要是擦出火花不就更好了 这是陆成想的 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 他现在可不是在一千多年以后 这里是唐朝 他赠识给李延俊 就是表明了对李延俊有意思 而李延俊更会觉得陆成是看上自己了 这识乃是陆成给他的定情信物 狗啊 取之笔来 陆成直接冲着刘金吩咐了一声 刘金领命而去 功夫不大 就把文方四宝准备了个齐全 陆成直接宝田笔墨 开始在宣纸上刷刷点点的写了起来 嗯 一看到陆成的毛笔字 李延俊等人顿时眼前一亮 因为陆成写的是寿金体 寿金体乃是宋徽宗所创 别看这位宋徽宗召集这位同志 当皇帝不咋的 但是却是书画双绝的艺术家 而寿金体 就是宋徽宗所创的书法字体 就见陆成在宣纸上刷刷点点 每个字都给人一种如曲铁断金的感觉 所谓字如其人 看到陆成的字迹 就知道陆成此人性格如何了 好字 等到陆成写完 李建成看着陆成书写的寿金体 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陆宪侯的字可谓是自称一派 废话 这乃是宋徽宗独创的寿金体 可不是自称一派 听到李建成的话 陆成忍不住在心中吐槽了一句 可是脸上则是笑意盈盈地 冲着李建成笑道 太子殿下过欲了 陈这几笔字也不过是闲来无事 自己瞎琢磨的 如何称得上自称一派 贤帝勿要谦虚 若是贤帝这首字都不算自称一派的话 那那些号称书法大家的人 都可以抹脖子上吊了 看到陆成的这一首字 柴少则是极尽称赞之词 护国公此言不虚 李建成则是很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知陆宪侯可为此种字体起了名字 李建成看着陆成 很是期待地问道 哪要给自己的字体命名呢 那也太不要脸了吧 陆成忍不住笑着回应李建成 不如太子殿下给起个名字 陆成冲着李建成拱了拱手 字讲究筋骨 路线后的字则是筋骨偏瘦 不如就叫瘦晶体吧 李建成在宣纸上观摩了半天 然后琢磨了一下说道 瘦晶体 瘦晶体 陆成在嘴里念叨了两遍 而陆成也想起了瘦晶体 本来也是被称作瘦晶体的 只不过因为是宋徽宗赵吉所创 赵吉写的字乃是御书 这才把金字换成了金字 没想到 居然跟李建成说的一曲同工了 多谢殿下赐命 陆成冲着李建成失礼 感谢李建成为自己的字体赐名 至于后面召集能不能写出瘦晶体来 陆成就不关心了 因为在这个时代 是他陆成发明的瘦晶体 带到宣纸上的墨迹干涸 陆成郑重其事地把宣纸折叠起来 双手捧给李延俊 臣将此诗献于狼牙公主殿下 多谢陆县后赠师 李延俊红着脸把陆成的赠师接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中 此件事了 孤等便回宫了 李建成见李延俊所要的清平调 也已经到手了 就跟陆成告辞 成功送太子殿下 公主殿下 霍伯公 陆成将众人送至陆家庄口 冲着李建成一行人躬身失礼 臣有皇命在身 就不远送了 陆成自然指的是 让他在陆家庄内闭门思过的禁足令 路先后留步 李建成冲着陆成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明白陆成的意思 转身上了马车 李秀宁与柴少也是该上车的上车 该上马的上马 只有李延俊驻足原地 寒情默默地看了陆成一眼 跟着跑过来 往陆成手里塞了一个香囊 然后才红着脸 转身跑回自己的马车 这 看着远去的车队 陆成忍不住低头 看了一眼手里的香囊 香囊上的绣弓 可是相当的精致 上面绣着两只鸭子 只不过 这两只鸭子 绣得可比李秀宁绣得好看多了 李延俊上了马车 就展开陆成写的那首 清平调 看了又看 越看越欢喜 忍不住俏脸都通红起来 等到回宫我是不是该招阿爷说一声呢 望着手里的清平调 李延俊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 陆成看着桌子上的香囊 忍不住琢磨了起来 难道这位狼牙公主殿下 对自己有意思 就在李延俊胡思乱想的时候 陆成也坐在书房里 盯着桌子上的香囊 开始琢磨 第111章 把你活埋了 不过话说回来 若是真能取得如此女子为妻 想想也挺好 看着书桌上的香囊 陆成忍不住笑了起来 侯爷 就在陆成正想如飞飞的时候 刘金从书房门外跑了进来 又怎么了 陆成眼疾手快地 把香囊揣进了怀里 抬头看向刘金 脸上有些不悦地看着刘金 虽然陆成手很快 但是刘金还是看见了 陆成往怀里揣的香囊 只不过看到陆成那不善的脸色 刘金赶忙把眼神收了回来 冲着陆成躬身势力说道 启禀侯爷 后花园那个大棚里的菜发芽了 哦 一听到刘金的话 陆成顿时来了精神 这几天陆成可是没事就去大棚转悠 生怕自己的实验失败 没想到今天居然发芽了 这可是好事啊 距离陆成在冬季吃上绿色蔬菜 可是前进了一大步 快去看看 陆成起身带着刘金 急匆匆地就来到了后花园 负责护卫大棚的贝维尉士兵 刚准备给陆成失礼 陆成直接一摆手 阻止了二人 直接就钻进了大棚 过段时间就有蔬菜吃了 真不错 陆成俯下身子 查看着蔬菜幼苗 手指轻轻地扶过嫩牙 生怕碰坏了一般 好半天 陆成才怀着激动的心情出了大棚 给我看好这里 谁要是敢随意碰坏了我的菜 本侯剁了他的狗头 陆成决定恶补一下培育知识 为了自己的绿色蔬菜大忌 坚决不能马虎对待 谨遵侯爷命 负责守卫大棚的两名 被维尉士兵抱拳拱手硬道 嗯 陆成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转身回到书房 他要开始编写三字经和签字文了 刘金 去找杜燕良 带来书房叫我 陆成吩咐刘金一句 就进到了书房里 是 刘金领命转身出了书房 大约一盏茶的功夫 刘金带着杜燕良来到了陆成的书房 杜老 看看这两本书给孩子启蒙如何 陆成把自己抄写下来的签字文 和三字经 推到了杜燕良面前 杜燕良直接拿起其中一本看了起来 待到看完一本 又拿起另一遍看了起来 其实 签字文在这个时代也是有的 只不过价格昂贵 很多先生也都是凭借记忆教授 好说啊 好说 杜燕良称赞的 自然不是签字文 而是三字经 此书可否借老夫回家一读 宋语杜老又如何 陆成笑音地说道 本侯此次招杜老前来 是想要询问杜老 这三字经 可否作为孩子的启蒙不悟 自然是极好的 只是现在 这文房之物极其昂贵 庄子中有这么多孩童 只怕到时候 这书籍是个问题啊 杜燕良自然能看出来 这两本启蒙书籍的好处来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乃是课本 就算书籍再好 没法给孩子们学习 那也是无用的 这点杜老无需担心 纸张的事情 自然是本侯来解决 陆成一副 胸有成竹的样子笑着说道 对于造纸之术 本侯也是略知一二的 无日便会建立造纸作坊 至于书籍的问题 也一并由本侯来解决 只是这教书先生的人选 杜老可有推荐 小老近日写了几封书信 给以往的朋友 相信转过年 应该就会有回音 杜燕良一听自己关心的问题 自家侯爷都有办法解决 那这教书先生 自然就要自己来加把劲了 如此甚好 就有劳杜老了 陆成对于杜燕良的回答 很是满意 此乃老夫应尽职责 谈何有劳 侯爷切莫折杀老夫了 随着与陆成的接触 杜燕良也明白 自家侯爷是个什么人 只要不碰触到陆成的底线 陆成还是一个很随和 很好说话的人 老夫这就回去继续研读这本 《三字经》了 侯爷这本书 可以说是一本经典之作了 杜燕良有些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 冲着陆成攻身失礼后 就兴冲冲地离开了书房 陆成看着杜燕良离去的背影 忍不住摇头笑了笑 这老人也是 真是个急性子 转过天 陆成就召集了人手 开始在工坊用地上挖坑 所有人都不知道陆成要干嘛 但是既然陆成让挖坑 那就挖呗 这一坑可不是随便挖的 可是为了庄子里的那些孩子挖的 陆成站在一旁 指着已经挖好的一个大坑说道 啥 听到陆成的话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两只眼呆呆地望着陆成 甚至有庄户直接跪了下来 冲着陆成一面磕头 一面哭诉 侯爷 俺们家勤勤恳恳地 并没有得罪侯爷的地方 侯爷因何狠心要坑杀我等的孩子 就是啊 侯爷 就算是让小人死 也得让小人死个明白 对啊 侯爷 君让陈死成不得不死 逐辱陈死 那也是有缘由的 您这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挖坑活埋那些孩子 您这做法 俺方起下不了手 看着一地哀哭的装户 方起直接把手里的铲子扔到了地上 也是带着怨气看着陆成 战场杀人 那是敌我想见 分外眼红 你死我活的地方 可是这挖坑活埋 方起可下不去手 不光方起不干了 其他士兵也把手里的铲子放下了 都静静地看着陆成一副逼宫的架势 哎呦 陆成被面前场景直接搞得哭笑不得 陆成也知道 自己刚才那句话说的起义有点太大了 这个时代 这些装户 说好听的是陆成的家仆 说不好听的就是陆成的家奴 尤其是这些黄庄的装户 大多都是前朝最臣的后人 这些最臣本人伏法 家人则是被迁入黄庄干活 所以这些人都是奴级 不光黄庄如此 其他那些国公侯爷的装子 也大多都是如此 所以 这些人的命不值钱 虽然不值钱 但是他们能种地能干活 因此 也很少有主人家随便的就弄死装户 毕竟还指望他们干活种地呢 当然遇到娇奢营义的那种 是人命如草芥的主家 那些装户 也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但是即便如此 也没听说哪个主家 有把装户的孩子 都给活埋了的 那不是毕民造反吗 你们想哪去了 看着面前跪着的一大片装户 陆成苦笑着说道 可惜哀嚎声太大 都没听到陆成说啥 依旧在好哭 都给我闭嘴 没办法 陆成只能大吼一声 别说 这么一吼 顿时哀嚎之声消失了 但是跪着的装户 还是双肩耸动着抽气 你是不是傻 陆成气呼呼地照着方起的屁股 就是一脚 本侯是试杀之人吗 还活埋孩子 你真想得出来 那些孩子都是本侯的宝贝 来年还要上学堂呢 咋的 老子挖这些坑活埋孩子 要改学堂称灵堂吗 老子要埋人 第一个先把你埋了 陆成没法对装户下手 只能抓着方起一个收拾 天天让你跟着苏定方学文化 都学狗肚子里去了 陆成不解气 照着方起的屁股又是一脚 看到陆成对着方起一顿踢 所有还在抽气的装户都傻眼了 感情自家侯爷挖坑 不是为了埋孩子 那侯爷那话是什么意思 侯爷 俺知道错了 俺知道错了 方起被陆成踢得哇哇大叫 一个劲的求饶 给我继续挖坑 你自己挖一个这么大的坑 不挖完不许吃饭睡觉 陆成指了指面前已经完成了一个大坑 气呼呼地冲着方起说道 侯爷 这么大的坑 俺自己挖不完啊 看着那硕大的深坑 方起苦着连咧着嘴说道 自己挖不完是吧 陆成黑黑冷笑着看着方起 你们刚才是不是也跟他一个想法 陆成转头看向 刚才也把手里铲子放下的被围围士兵 是 这些士兵知道 自己要是不老实回答 估计下场比方起还惨 只能低着头闷声回答 你们跟他一起挖 挖不完 你们都别吃饭睡觉了 陆成指了指旁边的一块心地 方起只能带着一帮子被围围 开始挖坑 诸位亲切 本侯刚才说的话的意思 你们理解错了 陆成来到这些庄户面前 伸手掺起这些人里 年纪最大的中年庄户 本侯挖这些坑 是为了给孩子造上学堂使用的纸张的 别听方起那家伙在那胡说八道 陆成说着 还回头瞪了另一边奋力挖坑的方起 献猴大人要造纸吗 就在陆成这话刚说出口的时候 一名年约三十岁左右 年纪穿着粗布麻衣的青年人出言问道 是啊 本侯确实是准备造纸 蔡静 莫非你懂得造纸之法 陆成看着身穿粗布麻衣的蔡静问道 之所以陆成能记住他的名字 完全是因为他的名字 蔡静与北宋大奸臣蔡静同音 所以陆成在上次询问过以后 就记住了他的名字 其实陆成这几天在庄子里溜达 记住了不少人的名字 第112章 你小子就是年幻 回侯爷的话 小人曾在为家的造纸方中做过功 对于造纸之法略知一二 蔡静撩一贵道 叩首回答陆成 哦 陆成没想到 这么闹一下 居然还给自己找出来的 懂得一些造纸之术的人来 若是此人可堪大用 那这造纸方的管事一职 倒是可以交给此人 只不过陆成还是要厌看一番这人的本领才行 起来说话 那你来说说 这维加造纸是如何制造的 陆成让蔡静站起来回话 蔡静一言起身 回侯爷 小人在维加主要是负责打架 蔡静看着陆成稍微有些忐忑地回答 不错呀 居然懂得打架 那么前面的宫序你知道吗 陆成倒是没有觉得蔡静有何不妥之处 那么大的世家 肯定不可能让你一个外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不要以为这个时代的人不知道奋而置之 要知道奋而置之 就是这帮子世家的先祖整出来的 小人听说过 但是却不曾见过 蔡静摇了摇头 那若要是让你带人造纸 你可能敢 陆成看着蔡静神色严肃地问道 无形的压力直接笼罩在了蔡静的身上 小人可以学 必不负侯爷所望 蔡静神色一领 然后再次跪倒在地 他知道 前面那三个作坊的管事 可都被陆成除了奴籍 若是自己能够成为这造纸房的管事 自家也就等于拜托了奴籍 不论如何他都要抓住这个机会 很好 你识字吗 陆成看着蔡静再次问道 虽然蔡静现在还不足以担当管事之职 但是既然他敢在自己面前表露决心 那陆成不介意给他一个机会 毕竟陆成现在是在用人之际 而且陆成近几日 也是派了贝维为明察暗访的庄子 对于庄子里的人也都有了大致的了解 这蔡静的心性倒还是不错的 小人不识字 蔡静脸色有些胀红 有些不好意思低头说道 不识字又不是什么大错 陆成笑音音地说道 谁也不是天生就识字的 不识字可以慢慢学 男子汉大丈夫 做人做事要挺胸抬头 对得起天地良心 陆成说完这句话 直接扫射了一众庄护眼 你们都给本侯听好了 只要你们表现得好 本侯就会把你们的奴级除去 但是 谁要是被本侯知道心怀叵测 对本侯或本庄不利 那到时候 就别怪本侯翻脸无情了 那王彪 就是先例 陆成的声音里充满了警告的意味 侯爷乃是咱们陆家庄的大恩人 谁要是对侯爷不敬 或是背叛侯爷 不劳侯爷动手 我们就生死了他 大家伙说 是与不是 此时有人带头喊了一嗓子 是 对 一种庄护纷纷响应起了此人的喊话 毕竟出去奴级就代表着自己的孩子可以读书 可以当兵 很多能够光耀门眉的机会 他们都能有机会参与了 怎么可能不感谢陆成 尽管陆成是给他们画了大饼 但是这大饼就是他们的希望 那个喊得最响的那小子 你给我过来 陆成双手下压 止住了庄护门的喊声 冲着刚才喊话的人指了一下 就见此人 如此冷的天气 居然身穿一件汉衫 这和打赤膊没有任何区别 此人居然没有一丝感到寒冷的意思 显露着一身剑子肉 那肌肉比很多被围围的士兵都要结实 本来如此魁梧 有力之人 应该也是面向粗犷一些才是 但是恰恰相反 此人居然长得唇红齿白 如果套一剑如山 光看脸的话 绝对是一个读书的公子哥 哎 小人冯淮给侯爷磕头了 这人来到陆成面前 陆成一米八多的身高 看冯淮都得抬头看 此人身高绝对接近两米 冯淮扑通一声 跪在了陆成面前 这一下 直接让陆成见识到 什么是堆金山岛玉柱了 冯淮 这么冷的天 怎么就穿这个 不冷吗 陆成看着面前的冯淮 居然想起了 以前客栈队里的重火力 支援暴雄 那家伙如果跟冯淮站在一起 不看脸单看身材的话 这二人简直就可以说 是孪生双胞胎兄弟 陆成看着冯淮单薄的衣衫 忍不住有些心疼他的问道 回侯爷 俺不了 俺习惯了 冯淮看着陆成 嘿嘿一笑 说道 你今年多大了 陆成再次问道 俺失久了 冯淮笑嘻嘻地回答道 你爹娘呢 陆成扫视了一圈 似乎并没有发现 冯淮的爹娘 也来参与造纸方的工程 因此才有此疑问 没了 提到爹娘 冯淮的眼神黯淡了一些 俺也不知道 俺爹娘是没了 还是不要俺了 俺是被冯老爹捡回来的 上个月 冯老爹也没了 提到冯老爹 冯淮的脸上出现了悲伤的神情 侯爷 冯淮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就在这时 站在陆成身旁的杜军绰低声说道 陆成现在身份是侯爷了 出行身边肯定是要有护卫的 一般跟随在陆成身边的护卫 都是苏定方和刘金 今天苏定方要带被维尉进行拉练 苏定方就把杜军绰给派来当陆成的护卫的 而杜军绰本身也是苏定方 当成陆成的护卫来培养的 至于刘金 当然也是接受护卫训练的 百家饭吗 听到杜军绰的话 捡回陆家村的村长给起的 杜军绰一句百家饭 也让陆成不自觉地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不由地对冯淮越加的喜爱 刚开始喜爱冯淮 是因为这孩子跟暴雄很像 而现在 想到这孩子身世跟自己差不多 就更加喜爱了 俺饭量大 冯老爹自己养活不期俺 所以就是庄子里的大伙 一起把俺养得这么大 冯淮看着陆成 憨笑着说道 那你以后跟在本侯身边怎么样 陆成愈发喜欢这个 有些憨憨的少年了 行啊 今天庄子里的大伙 还说让俺投君 就投侯爷的贝微味 到时候 侯爷能让俺吃饱饭 俺看贝微味的伙食可好了 俺可眼馋了 冯淮依旧有些憨憨地说道 哈哈 听到冯淮的话 陆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行 明天开始本侯亲自训练你 你的伙食比他们还好 行不行 真的 冯淮半信半疑地看着陆成问道 因为冯淮的饭量实在太大 就算全庄人一起养他 有时候他都吃不饱 所以他很怕自己吃几天 就被陆成给赶出来 废话 杜军绰上去就给了冯淮一脚 杜军绰可以说是跟冯淮一起长起来的 其实今天要是陆成不对冯淮点名的话 杜军绰也准备找机会把冯淮推荐给陆成 现在看到冯淮居然质疑自家侯爷 杜军绰上去罩着 冯淮屁股就是一脚 冯淮也不闹 就是憨笑着看着杜军绰 侯爷还能骗你不成 还不赶紧磕头 杜军绰见冯淮还在那跪着憨笑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哦 冯淮光荡一头就处到了地上 谢侯爷 陆成直接被冯淮这光荡的一个磕头动作给吓了一跳 这孩子太实诚了 哎呦喂 脑袋没事吧 这可是大冰地啊 地上石头啥的都有 这孩子直接一脑袋磕地上 受得了受不了啊 陆成赶忙把冯淮给扶了起来 仔细查看着冯淮的脑袋 见没有破皮受伤 这才放心 你这孩子 他让你磕你真磕啊 陆成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冯淮 跟着瞪了一旁 让冯淮磕头的杜军绰也 侯爷 我也没想到他能真磕啊 杜军绰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说道 你跟他一起长大的 不知道他的心情 陆成再次瞪了杜军绰也 你小子就是粘坏 欺负你兄弟 还不赶紧把你兄弟扶起来 小子 起来吧 以后就跟着本侯 陆成看着冯淮越看越喜欢 伸手拍了拍冯淮的肩膀 去给冯淮找身衣服 这像什么样子 哎 杜军绰一溜烟跑去 给冯淮找衣服去了 贝维尉里也有 跟冯淮身高差不多的士兵 杜军绰自然就是 去找这种士兵 给冯淮要衣服去了 你们继续挖坑 这种坑最起码需要六个 陆成叮嘱了一句 本侯去看看高炉的建造情况 就在陆成迈不刚准备走的时候 就见远处 一名贝维尉的士兵 正在向自己这里跑来 启禀侯爷 三公主和霍国公来了 士兵来到陆成面前失礼说道 说到这里 这名士兵似乎脸上 还在努力憋着笑 傅老三 还有什么话说 陆成看着士兵脸上 努力憋笑的神情 就知道 这家伙绝对是有话没说完 那个 那个还有一位公主也来了 还领了不少奴仆丫鬟 被称作傅老三的士兵 憋着笑说道 陆成一下就明白 这家伙为什么憋着笑了 肯定是狼牙公主来了 而昨天这家伙 就是负责在陆家庄门口 站岗直勤的家伙 第113章 金兵100与游泳1000 别人可能没看到 但是傅老三这家伙 可是把狼牙公主李延峻 给露成香囊的事 看了个清清楚楚 所以今天狼牙公主 再次来到陆家庄的时候 负责站岗的傅老三 老远就看见了狼牙公主的马车 然后又看到了骑马的柴哨 和李秀宁的马车 别人的坐骑和马车 他可能不认识 但是作为近卫军出身的傅老三 怎么可能不认识李秀宁的马车 看到这夫妻二人 和狼牙公主的马车 再看到后面 装着大包小卷的东西 和奴仆丫鬟模样的人 傅老三就被一起站岗执行的 另一个兄弟打了个招呼 然后一溜烟地跑来 给露成送信来了 只不过一想到 昨天狼牙公主给露成 送了香囊这件事 顿时忍不住又想笑 虽然露成并没有说到什么风声 但是被维会里都已经传开了 说是自家侯爷 估计是要迎娶狼牙公主了 现在就差当今陛下下旨赐婚了 这位公主很可能以后就是主母 所以被维会所有人 对于狼牙公主的再次到来 都很期待 当然这件事被苏定方下了风口令 谁敢把这事传到露成耳朵里 谁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那还不赶紧过去迎见 露成直接踢了傅老三一脚 这家伙也不敢躲 只能憋着笑承受了露成一脚 露成带着人急匆匆地来到庄子门口 迎接李秀宁 李延峻以及柴少 身边还跟着刚刚收下的冯淮 冯淮也不知道露成要干嘛 但是既然露成让自己跟着他 那就不离左右地跟在露成身旁 陈寅嫁来迟 还望公主和霍国公恕罪 见到等在庄子外的这三位人物 露成赶忙面带笑容的失礼说道 露宪侯免礼 本宫几人可是不请自来 露宪侯不会生气吧 李秀宁同露成半开玩笑地说道 殿下说的哪里话 只要殿下愿意 随时可以来露家庄游玩 只可惜 现在露家庄还在建设期 可观赏性不高 露成笑着回应李秀宁 我们夫妻二人 可是应路向侯之遥 前来观摩训练的 柴少此时看着露成笑着说道 贤弟昨天可是答应了 可不能藏私哦 既然已经答应了驸马爷 怎么可能藏私 露成笑着回应柴少 至于两人身后 一直偷偷看着露成的李延峻 露成则是抱以微笑 而且 露成心中则是暗自吐槽 贝维魏的训练方法 就算给你们 你们能养得起吗 这还真不是露成吹牛 贝维魏那是露成 按照自己的特战九队的标准 进行训练和培养的 可以说一个被微微的伙食的价格 都可以够一个三十人的小队吃七天了 这些人是 露成闪身 让柴少等三人进了庄子 不过看到后面跟着的车队 露成还是装作看不懂的样子 询问柴少 这些人可是狼牙公主 未献猴准备的 柴少冲着露成几眉弄脸的说道 话中满含打趣的意味 这些人可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忠诚度绝对没有问题 毕竟 如果是不忠诚的人 将来怎么可能伺候得了狼牙公主呢 贤弟 你说是不是 兄长这话说的余地可有点听不懂了 露成一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模样 大家都是男人 贤弟居然还看不出来狼牙公主的意思吗 柴少直接伸手搭在了露成的肩膀上 李秀宁与李延俊跟在两个男人的后面 看着前面两个家伙勾肩搭背的模样 李秀宁忍不住嘴角出现了笑意 要说自己的这个驸马哪都好 就是有时候太死板了 能够多跟露成接触一下 做人也能圆滑一些 毕竟这些天 柴少可是说了不少李世民的好话 毕竟柴少算是天策府一戏 与李世民的关系 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 都说姐夫小舅子 狗扯羊肚子 一般正常人家 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 是见面就得干假 但是李世民跟柴少可不一样 这两人是属于一起扛过枪的关系 那关系多铁 就不用细说了吧 所以自从李秀宁回来 柴少没少在李秀宁身边吹枕头风 但是看到现在柴少与陆成关系如此 而且极大的可能 这两人以后会是莲金 这个听到柴少的话 陆成难得的沉默了一下 哎呀 大家都是男人吗 难道你看不上狼牙公主 那我去跟狼牙公主说 没事 柴少做事就准备转身 别 陆成一见柴少真准备转身 赶忙拉住了柴少 其实也不是看不上 只不过人家贵为公主殿下 千金之躯 我这也就是个无权无势的献猴 怎么高攀得起吗 陆成有些无奈的说道 哎呦喂 我的兄弟啊 柴少一听陆成的话 就知道有戏啊 其实柴少为啥这么做 还有李秀宁的关系在里面 来的时候 李秀宁就跟柴少说了 自家妹子李延峻 可是相中陆成了 让柴少想办法探一探陆成的口风 柴少才有刚才那番表现 别说你现在就是个县猴 就算不是 你不还是娘子军的军师吗 一声令下 那也是能调动几万大军 甚至十几万大军的人物 这天下还有敢说 你高攀呢 柴少直接很是不屑的 鄙视了陆成一下 柴少嘴上没说 心里却是负匪了陆成一句 你小子真是装得可以 谁不知道你小子是什么身份 狼牙公主要是真嫁给了你 是 天下人都以为是你陆成高攀了李家 实际上 那是李家高攀了你才对 你小子是哲仙人临凡的事 本国公可是知道的 只不过 这话柴少可不敢当着陆成的面说出来 毕竟李秀宁可是叮嘱过柴少 这件事只能烂在肚子里 胸上可是说笑了 那娘子军乃是公主殿下执掌 哪是我能调动得了的 陆成连连摆手笑道 无所谓了 柴少知道陆成怕这些话传出去 不光对陆成有影响 对李秀宁也会有影响 甚至那些世家更会在这方面做文章 别看世家别的方面不行 拿人画把 鸡蛋里挑骨头 泼脏水的事 这帮子人可是手道擒来 轻车熟路的 对了 你那个贝维维的营地在哪了 柴少目跳远方 到处打量着 寻找着贝维维的营地 就在前面山坡上 陆成指了指远处山坡处 青砖白墙的一排房子说道 几天不见 这房子都盖起来了 看着那一排新出现的房屋 柴少很是惊讶 前一阵子 他跟李秀宁来的时候 那山坡还是光秃秃的 而此时 竟然已经有了一大片平整的延舞厂 在延舞厂后面 更是一排青砖白墙的瓦舍 这只是贝维维的临时住所 毕竟我那面水泥和砖头 还不时太充裕 而且 优先要解决装户的住宿问题 陆成笑着同柴少解释道 就这还是临时住所 柴少一溜烟钻进了营房 陆成紧随其后 也进入了营房 陆成的营房 完全是按照部队的宿舍设计的 一个房间是八个人 八个人是一个班 他把贝维维重新打散 进行了编制 同时在陆家庄的庄户里 也吸收了不少人 进入了贝维维 只不过这些人 暂时被称作民兵 能通过考核验收的 会吸收进贝维维 不能通过的 就会成为民兵 这些民兵会组成护装队 所以现在贝维维 已经从原来的五十人 增加到了八十人 而护装队也有了三十余人 你这 看着宿舍里八张床 床上整齐的豆腐块被褥 柴少震惊了 当然所谓的豆腐块被褥 也不过是有个形状而已 在陆成的眼里 这些都是不合格的 毕竟此时还没有棉花 这些士兵的被褥里 大多填充的是卢花 柳絮之类的东西 不过每个宿舍陆成 都给配备了一个炉子 这倒是让宿舍里并不寒冷 转过年 陆成就准备开始种棉花了 毕竟这个黄庄 可是占地一千五百亩的 不把地都利用上 陆成觉得 对不起自己基地里 那么多的种子 用得着这样吗 柴绍看着面前 整节画一的宿舍摆设和配置 有些不解的 看着陆成问道 那我想问 胸上是要精兵一百 还是散兵游泳一千 陆成没有回答柴绍 而是反问了柴绍一句 自然是精兵一百 好的百炼精兵 可以以一当十 甚至以一当百 散兵游泳 再多也是散兵游泳 带兵这么多年 该如何选择柴绍 自然是知道的 如果我说我这里 随便挑一个兵 胸上的轻卫 随便一人都走不出五合之术 胸上可相信 陆成充满自信地笑着说道 贤弟这话 可就有点夸张了吧 不是为兄自夸 为兄的那些轻卫 与为兄一起在战场冲杀出来的 说以一当百 可能有些夸大其词 单个顶个 都是以一当十之人 一说到带兵 柴绍那也是自信满满 自然对于陆成说的话 不可能信服 第114章 解磋 既然如此 不如你们各自派人打上一场 如何 就在这时 李秀宁出现在两人身后 面带微笑 看着谁也不服谁的两个人 要不说胜负欲是个 很奇怪的东西呢 关系再好的两个男人 在某件事情上 也必须会分出个长短胜负出来 如此甚好 正有此意 柴绍与陆成 互相瞪了对方一眼 也不知道为啥 在带兵这方面 任何一个将领 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差劲的 何况李秀宁面前的这两个人 一个是战功赫赫的霍国公柴绍 一个是号称哲仙人 林凡拥有神仙手段的娘子军 军师陆成 而且 李秀宁也很好奇 陆成带出来的贝微卫 到底是个什么水准 自从陆成 把自己赠予他的这支卫队 称为贝微卫以来 就没人见过这支卫队出手 而且 方启和孟绍 也不曾同李秀宁禀报过 虽然方启和孟绍 依旧在娘子军中有职务 陆成也并没有明确表示 二人不可以向李秀宁禀报 但是这二人 似乎更加在意陆成家将的身份 从未向李秀宁吐露过 关于贝微卫的直言骗语 甚至就连已经被朝廷 封为议会校尉的苏定芳 也是没有任何消息 所以对于贝微卫的战力如何 在李秀宁的眼里 也是一个谜 陆成与柴绍 一前一后的离开了营房 此时 外面留守营房的贝微卫 已经集合了起来 毕竟贝微卫每天执勤 都是有排班的 没有排班的贝微卫 大多会在营房待着 在陆成带着柴绍前来视察的时候 留守的贝微卫 已经集合了起来 看着穿着短衣襟小打扮的 站得整整齐齐的 这二十几名贝微卫士兵 柴绍与李秀宁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单从军容来说 二人都在心底默默赞了声 好 军容是最能体现军人精气神的东西 若是军容都违米不振 那这支军队要是能打胜仗 那才出轨了 而面前 站着的二十几名贝微卫士兵 都是两只眼睛正亮 胸脯舔着 屁股淡撅着 精气神贝足 怎么就你们几十人留守在此 其他人呢 陆成看着面前 站着的二十几名贝微卫士兵问道 报告 就在陆成话音刚落的时候 站在牌头的一名班长高喊了一声 之所以陆成能够分辨出他是班长 是因为他的衣服上戴有陆成设计的班长 军衔标志 说 陆成冲着这名班长点了点头 报告侯爷 有十几个兄弟回乡接父母老小去了 这名班长回答的声音很洪亮 而陆成这才想起来 原来是前几天他跟苏定方说过这件事 就是既然他已经在陆家庄定居了 这些贝微微的兄弟 以后又都会跟着他 就让在贝微微的兄弟中做一个统计 按照陆成远近 让这些兄弟 把家中还有的亲人给接到陆家庄来 是本侯疏忽了 你很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 对于这名班长的报告提醒 陆成很满意 微笑着询问这名班长的名字 报告侯爷 小的名叫几通 现在是武班班长 几通直接冲着陆成进了个军礼说道 陆成规定过 被微微的军营礼 敬礼只有一种 那就是军礼 很好 一会儿 本侯跟霍国公将会各自挑选 轻微进行比试 几通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啊 几通的身材并不高 大约也就一米七五左右 但是看着却很结实 一看就是那种敦实的体格 陆成微笑着看着几通 小的愿意 几通有些激动地回答道 很好 若是赢了 本侯让你指挥一个小队 若是输了 当说到输字的时候 陆成的语音直接低缠了下来 报告 就在这时 几通直接一声报告 打断了陆成的话 什么事 陆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话 被打断而生气 因为他看到 几通在自己说到 输字的时候 胸口居然出现了剧烈的起伏 显然是被陆成的话刺激得不轻 报告侯爷 再被微微就没有输 只有死 被微微的存在只有一个 那就是赢 报告完遍 几通的脸 因为吼出这些话 显得有些战红 哟喝 这小子口气不小啊 没等陆成说话 柴烧看着几通笑眯眯地说道 不过 我喜欢这小子 没有他娘的这骨子精气神 上了战场 那就是软脚虾 柴烧快步来到几通的面前 上下打量着几通 伸手拍了拍几通的肩膀 有没有兴趣跟着本国公啊 柴烧看着几通笑盈盈地说道 霍国公 过分了 你这当着我的面挖我的人 是不是有点不给我这侯爷面子了 陆成开着玩笑说道 你小子愿不愿意跟着公爷啊 跟着公爷 可是前途无量哦 陆成也笑眯眯地看着几通问道 报告 几通倒是没有忘记被微微的军纪 说话之前先报告 俺生是被微微的人 死是被微微的鬼 那意思很明显 不可能跟着柴烧走 不错 对于几通的回答 柴烧很满意 你小子如果答应跟本宫走了 本宫绝对不会用你 一个可以随时倒戈的人 是不可能存在于本宫身边的 你明白了吧 陆成笑盈盈地看着几通 而几通此时 也在心中暗自庆幸了一下 毕竟刚才柴烧招揽他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一丝心动 那是假的 毕竟那可是霍国公啊 未及人臣的存在 但是几通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谁给了他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他是知道的 好了 公爷 我这边就让几通出战第一场 你那边让谁出战 陆成拍了拍几通的肩膀 带着鼓励的眼神 看了几通一眼 几通顿时又拔了一下胸脯 本宫这面就让他出战吧 柴烧回身在自己的护卫里指了一个人 此人身材跟几通差不多 两只眼睛中也是金光闪烁 一身的肃杀之气 一看就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精兵汉将 切磋记得点到极止 不可下死守 知道吗 陆成叮嘱了几通一句 毕竟他教的都是特战酒队的近身搏杀技术 那都是直接一招毕命的招数 这要是不叮嘱一下 几通这小子万一上了头 给对方来个狠招 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而且 本身柴烧和李秀宁 也只是想要见识一下被威威的能耐而已 又不是两军交战 切磋一下而已 没有必要整得非死即伤的 肖致 听到侯爷的话了吧 点到极止 切不可下死守 柴烧也叮嘱了为他指定的肖致一句 在柴烧看来 这些跟着自己在战场上冲杀出来的轻位 那也是能赢得了对方的 是 侯爷 是 公爷 几通与肖致纷纷冲着自家主子一失礼 其他人自觉地把场子让了出来 陆成与柴少夫妇 还有李延峻站在一边 贝维未和其他柴少夫妇的护卫 站在另一边 都是目光不错地盯着站在场中的两人 贝维未继通 祸国功夫肖致 站在场中的几通与肖致互相一抱拳 冲着对方失礼以后都摆开了架势 几通自然是陆成交的秦纳术的起手势 而肖致则是摆出了罗汉拳的起手势 没看出来啊 这个肖致居然会罗汉拳 看到肖致的起手势 陆成眼睛一亮 少林俗家的 陆成转头看着柴少询问道 嗯 柴少很是自得地点了点头 这个几通的拳法为凶倒是从没见过 几通的起手势 柴少看不出所以然来 别说柴少看不出来 李秀宁也没有见过 毕竟陆成自从传授了被维尾秦纳术以后 这还是第一次在人前显露 这是在下自创的秦纳术 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今日此二人切磋 倒是可以印证一下 陆成并没有把话说得多么得意 而是很谦虚地说道 哦 竟然是贤弟自创的武术 那维兄得好好见识一下了 一听是陆成自创的武技 柴少的眼睛更亮了 别说柴少了 一旁的李秀宁的一双秀幕 也是紧紧的盯着场中的两人 至于李延峻根本就不懂武术 只不过见到二人进行比斗 也是兴奋的步行 毕竟他在宫中 可是见不到这种场景的 几通与萧志对视了 大概有个几秒钟的时间 跟着两人几乎同时冲向了对方 一个如同龙虎下山 一个如同蛟龙入海 瞬间两人便碰撞到了一块 罗汉拳的手法 讲究格 破 冲 闪 点 举 压 勾 抄 抛 腿法则是讲究疼 滚 扫 弹 而萧志又是从战场摸爬滚打出来的 因此 这套罗汉拳被萧志使得 虽然大开大合 但也是带有平地惊雷之势 起手就不离几通的要害 而几通则是直接硬碰硬地接了萧志一拳 就听见 砰的一声 几通左胸接了萧志一拳 而萧志也没讨到好 直接被几通一拳砸在了左肩上 两人各自向后退了两步 跟着抬头相视一笑 第115章 训练手册 随着两人互相将对方撞开 所有人齐声喊了个好 班长 干他 这是被维尉继统班里的战士 在给几通加油鼓劲 萧志 你平时那能耐呢 这就不行了 这是柴少亲卫里 与萧志相熟的重将士 对萧志开启了嘲讽模式 有道是棋逢对手 降与良才 如此之人 基本都会产生惺惺相惜的感觉 两人对视一笑 眼中都露出了对对方的钦佩之意 按理说 作为霍国公亲卫的萧志的军职 绝对在继统之上 但是军中与官场不同 那是实力至上 就算你是个大头兵 只要你能耐在那 就算是将军 也得对你另眼相看 爱惜非凡 因此 别看几通现在只是被维尉维里的一个班长 但是在萧志的眼中 对于继统的欣赏之意 也是毫不掩饰的 再来 两人齐齐的大吼了一声 再次朝着对方冲了过去 这一次 两人没有硬碰硬 毕竟刚才一次对撞 互相也都对对方的劲道有了了解 单凭气力想要赢对方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跟陆辰的擎拿术相比 稍微有点差距 不是说罗汉权不好 而是陆辰教的擎拿术说实话 实在是有些阴损 因此 两人交手了仅仅三招 萧志就被几通一招 猴子偷逃给撂倒了 虽然几通没有下狠手 但是这一下也够瘦的 毕竟那是男人最脆弱的部位 碰一下 都受不了 何况被几通故意对了一下 萧志直接捂着裤裆 满面涨红眼泪寒眼圈地指着几通 不是萧志不想说下去 实在是太他们的疼了 萧志疼得都哆嗦了 声音都差了 只能不停地指着几通 而李秀宁与李延俊 则是直接一无脸 实在是这招太阴损了 虽然唐朝风气开放 但是也没开放到 可以明目张胆地 看着男人那不可描述部位 而看到几通 这个状态表现的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当李一疼 心中一寒 就连用了这招的几通 也是一脸猛逼地看着萧志 毕竟从练了这套擎拿术以后 忙过去把萧志搀扶了起来 一脸的歉意 没 没事 萧志双腿并拢 努力做出没事的样子 只不过确实迈不开步 只能在几通的搀扶下 用小碎步往前走 毕竟这一下太他妈的疼了 你看 霍国公 我就说你的亲卫走不过五招吧 对于这个场面 陆臣则是有些甜不知耻的一开折扇 看着柴少笑着说道 我说贤店 你这教的都什么招数 这未免有点太阴损了吧 柴少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有些不自然 显然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虽然对于陆臣教的这些招数很不屑 毕竟作为一代名将 柴少也难免讲究 做事光明磊落 对于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属实 有些看不上 但是结果却是 确实如陆臣所言 萧志确实没有在几通手上过去五招 兵者 鬼道业 陆臣似乎对于自己手下 使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 还颇为欣赏 在战场上 只要能保住我手下将士的性命 更卑鄙的事 我都可以做 陆臣毫不在意地说道 听到陆臣的话 柴少没有说话 而是琢磨了一下 点了点头 战场那是你死我活的地方 只要能保住自己手下将士的命 卑鄙一点 下三滥一点算什么 咋样 凶上 余地没骗你吧 是不是没有走过五招 陆臣笑嘻嘻地看着柴少说道 是 虽然招数有点下三滥 不过事实还是摆在了眼前 柴少咬牙切齿地回应陆臣 不过陆臣说的话 却让柴少觉得很有道理 只要能保住将士的命 手段下作又如何 胸上若是觉得输得有些憋屈 不妨再来一局 陆臣依旧是满脸笑容地看着柴少提议 只不过那笑容看在柴少眼里 多少有些见 不必了 柴少直接摆手否决了陆臣的提议 咋的 再整一个护卫 然后再挨一下猴子偷头 咋的 自己这位贤弟 是想让自己的这些亲卫 都夹着当走出陆家庄吗 对了 你说 让我们见识见识被微微的训练方法 就是让我们看这个吗 就在这时 一直站在两人身后的李秀宁来到陆臣身边 提醒了陆臣一句 李秀宁觉得 要是自己再不说话的话 估计这两个男人还能再说一会儿 没问题 陆臣把折扇一合 在手里一拍 几通 陆臣冲着刚刚归队的几通喊了一声 到 几通迈出一步 出了队列 高声回应 带着你的班 把日常训练做一遍 陆臣直接冲着几通下令说道 是 几通冲着陆臣进了个军礼 转身冲着已经重新整队的被围卫队列里喊道 五班全体出列 随着几通一声令下 五班的队员全部从队列里走了出来 加上几通八个人正好站成一列 报告 五班全体队员集合完毕 请侯爷指示 等到五班的战事全部集结完毕以后 几通转身冲着陆臣敬礼以后说道 开始训练 陆臣看着已经有模有样的军资 陆臣满意地点了点头 直接下令 是 几通得到陆臣的命令以后 这才转身面对自己的班员 全体都有 向右看齐 随着几通一声声令下 五班的战事 从最开始的整队到后面的障碍翻阅等等 再到后面的集体表演擒拿术 直接给柴少和李秀宁 以及李延峻演示了一遍 演示结束以后 重新集结完毕 在陆臣下达命令以后 才重新站回被围卫的队列里 怎么样 陆臣看着有些目瞪口袋的柴少和李秀宁 笑着问道 贤店 你能跟我说一下 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吗 柴少看着那些训练设施 很是好奇的转头问陆臣 毕竟他们训练士兵的时候 一般都是整队 练格斗术等等 至于练力量 基本都是什么石锁呀 石吨之类的 哪有陆臣整出来的这些东西 还有大小不一的各种杠铃 刚才这些杠铃和哑铃的使用 直接把柴少和李秀宁都看呆了 再加上那些什么泥坑 障碍 独木桥之类的 直接把柴少和李秀宁都看傻了 他们从来也没见过陆臣这么练兵的 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模拟训练 而这些是为了把战士的体能训练的更精细一些 他们后面还有负重跑 越野拉链 武装求度这些 陆臣笑着同柴少说道 越说柴少跟李秀宁眼睛瞪得越大 显然 陆臣说的训练方法是一种自成体系的东西 更是他们听都没听过 见都没见过的东西 这里有一本基础训练手册 二位可以看一看 里面关于训练以及伙食都写得很清楚了 还有两项的设定 陆臣一伸手从怀里掏了一本训练手册出来 递给柴少和李秀宁 当然陆臣给的是后世普通的训练手册 而现在贝维维的训练 也就是后世普通的军事训练 唯一不同的就是 秦拿树是交的第九特战队的 至于真正第九特战队的训练 陆臣还没给贝维维这帮人上呢 毕竟第九特战队的训练 可不是一般士兵吃得消的 那是需要精选出来的士兵才能训练的 毕竟第九特战队号称特种兵里的特种兵 那是选了又选才能选拔上的 陆臣自然是要精挑细选才行 哦 柴少一听是写着训练方法的训练手册 赶忙接了过来 结果没等柴少翻看呢 就被一旁伸出来的一只御手给抢了过去 我说娘子啊 这位可是你的军师 这东西能不能让我为父先看一看 柴少苦着脸看着李秀宁 心中则是对自己媳妇付菲不已 你有这现成的军师不用 你抢他给我的训练手册 这算什么事 怎么 本宫要先赌微快不行吗 李秀宁秀没一条 很是得意的看着柴少 行 行 柴少看着李秀宁那模样 无奈的叹了口气 给你看吧 本宫找陆宪侯说说话 李秀宁一见柴少那样子 直接把训练手册又扔给了柴少 其实李秀宁就是突然想要恶作剧一下而已 这玩意陆臣有一本就有两本 自己再找陆臣要一本就是了 陆宪侯 为何在娘子军的时候 你不把这训练之法拿出来呢 李秀宁并不觉得陆臣有藏私的意思 只是很好奇 陆臣为何以前不把这方法 给自己去用来训练娘子军 殿下 其实这训练之法 在目前来说 并不适合唐军全军使用 陆臣冲着李秀宁 微微一笑说道 为何 听到陆臣的话 李秀宁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陆臣 至于柴少则是在一旁 很是认真地看着手里的训练手册 殿下 您觉得如今大唐的粮食储备如何 陆臣看着李秀宁 直接把话题引到了大唐的粮食储备上 第116章 苏长 如今大唐 百姓上能吃饱吧 李秀宁不知道 陆臣为何把练兵同粮食储备挂上的 毕竟对于李秀宁来说 娘子军的粮享一直是不缺的 至于其他唐军部队的粮享情况 李秀宁并不是太清楚 想来也应该不是太缺吧 这是李秀宁的想法 不过李秀宁说话的语气 不是太肯定 如今百姓上能吃饱 是因为大唐出力的开仓放粮 陆臣自然听出了李秀宁话里的不确定 笑着说道 咱们回去吧 这件事 其实在下也早就想跟殿下说一下了 毕竟此事跟李唐天下有莫大的关系 而殿下则是可以直达天厅不适 陆臣做了个请的手势 示意李秀宁回自己的宅邸 详细谈这件事 左右也已经见识了被微微的训练方式 再留在营地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何况陆臣连训练手册都给了 还留在这里干嘛 更何况 一旁的李延峻一直都是似懂非懂地站着 毫无存在感 李秀宁自然不能让自己妹子受到冷落 因此 一众人等也就回到了陆臣的府邸 一进府邸 陆臣就愣住了 因为此时府里已经有些变样了 不断地有仆役和丫鬟在走来走去 在布置着整个府邸 这是怎么回事 陆臣直接拽了一个负责执勤的被微微的士兵过来 指着院子里走来走去的这些奴仆和丫鬟问道 就在这时 一名女官打扮面容交好的女子来到陆臣面前 苏长见过陆县后 恭迎陆县后回府 自称苏长的女官给陆臣失礼 同时冲着李秀宁 李延峻以及柴少也一一见礼 见过霍国公 平阳公主殿下 狼牙公主殿下 免礼 李秀宁自然认识苏长 笑盈盈的一摆手 苏长 来到这里看习惯 李秀宁看着苏长问道 回殿下 并无不适 苏长很是平静地回答道 只是苏长说到这里 看了陆臣一眼 只是什么 陆臣在一旁冷冷地问了一句 下官如今也算是侯爷府的人了 殿下派我前来执掌府内事宜 只是府内似乎有些地方有禁止 下官无法进行安排 苏长很是恭敬地回答 在苏长的意识里 既然是狼牙公主和平阳公主一起选的自己 派自己来执掌府内的杂物管理 也就是管家一职 而这侯府里的一些院落 自己居然进不去 而且陆臣还派人把守着 苏长就觉得很不理解 毕竟在苏长的意识里 皇权高于一切 既然自己是被皇家派来这里当总管的 就应该能够进出 除了陆臣书房和卧房以外的任何地方才是 安排 你经过本侯同意了吗 就安排 听到苏长的话 陆臣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同时浑身散发出的冰冷的气息 直接向苏长压迫而去 苏长直接被陆臣的气势压迫地后退了一步 并脚直接出现了冷汗 苏长没有想到 在两位公主和国公的面前 陆臣敢如此肆无忌惮地甩脸子 给自己这个宫里出来的女官看 贤臂 贤臂 此事错在为凶 肖肖切 肖肖切 一见陆臣要发火 柴少赶忙出来打圆场 毕竟这种情形下 也就他出头打圆场合适 李秀宁和李延峻都不适合出面 这位女官是诸位派来监视下官的吗 陆臣看着柴少面露不悦地说道 一听陆臣自称下官 柴少心里就咯噔一下 知道陆臣这是真要生气了 一般情况下陆臣跟柴少都会自称在下或者余地 这一声下官直接就是摆明了要拉开距离 不光柴少心里咯噔一下 就连一旁的李秀宁和李延峻心中也咯噔一下 李延峻在听到陆臣自称下官的时候 小脸刷的一下有些发白 心中甚至埋怨自己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陆臣似乎刚刚对自己有些好感 自己昨天回去的路上跟李秀宁央求了一阵 这才挑选了人来陆臣家服侍陆臣 没想到这个女官刚来就把陆臣给惹毛了 李延峻此时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多此一举了 双手不断搅动着自己的衣角 偷眼官乔着陆臣 哎呀 贤店 你想到哪里去了 柴少赶忙上前搂住陆臣的肩膀 裴笑说道 这些人可是狼牙公主和平阳公主 精挑细选出来服侍你的 显然是有些不懂规矩 贤弟莫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给维兄个面子如何 柴少话里重重地提到狼牙公主 是吗 陆臣脸色依旧不算好看 只不过稍微缓和了一些 当然了 柴少一见陆臣语气有所缓和 直接搂着陆臣的肩膀 就把陆臣拽进了堂屋 这不是昨天狼牙公主前来发现 贤弟府上没有吓人使花吗 这回去就找到我家娘子说了这事 他俩这不今天就带着这些吓人 来伺候贤弟吗 两人进到堂屋 柴少就拉着陆臣坐到椅子上 开始讲起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这苏常是狼牙公主的狼牙公的女官 一直在狼牙公主身边伺候公主 你跟狼牙公主在围凶看来 也是早晚的事 这不就被派过来提前适应一下吗 柴少说到这里 还见兮兮的冲着陆臣一笑 柴少这笑容直接看得陆臣心里发毛 虽然陆臣确实对狼牙公主有意思 但是陆臣自认还没有达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也仅仅是有好感而已 这怎么刚转过头 就把宫里的女官给派来提前适应 这提前适应个鬼啊 我说大哥 这么大的事能提前跟我知会一声不 我这府里可是有不少机密的 这要万一泄露出去 怎么办 陆臣瞪了柴少一眼 依旧有些不悦和担忧地说道 啥机密 唯兄能看看不 一听到陆臣说有机密 柴少眼睛直接亮了起来 要知道 单是从陆臣那得到的铁观音 如今可是让柴少在天侧府里 倍儿有面子 毕竟在李世民没有来陆臣这里以前 其他人天侧府的人都不敢来找陆臣 包括臭不要脸的程咬金在内 都不敢来 因为陆臣这里实在牵扯太大了 也就柴少不在乎 虽然柴少人在天侧府 但是柴少身份特殊 人家是平阳公主李秀宁的驸马 所以柴少来陆臣这里溜达 也没人敢说三到四 要是其他人随随便便来陆臣这里 第一天来 第二天 长安城里就得有风年风雨传出去 而柴少在陆臣这 弄得那半斤铁观音 现在天侧府里上到李世民 下到其他与柴少交好的将官 别管是秦琼还是李继 这帮人现在每天都是各种找借口 跟柴少喝茶 其实 今天柴少来找陆臣 一是看看贝维维的训练 看看陆臣是如何训练士兵的 还有就是 想要找陆臣讨茶叶 结果这刚看完训练贝维维 一回到陆臣的侯爷府 就遇到苏长这马子是了 让柴少 想要找陆臣讨要茶叶的话 都没法说了 毕竟安抚陆臣乃是大事 看嘛 陆臣看着柴少那八卦之火熊熊燃烧的双眼 忍不住摸了摸下巴 其实陆臣此时府里最大的秘密 就是重兵把守的后花园大棚 毕竟大棚里 现在不光种了韭菜和松菜 陆臣把土豆 玉米和红薯 也给种了下去 还有不少其他的蔬菜 毕竟基地里种子有的是 形形色色 陆臣觉得有用的种子 都在大棚里种了一些 也不是不能看 但是你们这先斩后奏 让我很不高兴 其实陆臣并没有想要把大棚这个技术 严防死守的意思 只不过 陆臣现在 也还在试验阶段 再没成功 没有把我以前 陆臣不想把这个东西公之于众 当然 就算陆臣就算公之于众 其他人也弄不出来大棚 这是怪维兄 维兄想要给兄弟一个惊喜 想要在咱们去被围围营地的时候 让他们把你这侯府好好收拾收拾 谁想到 竟然惹贤弟生气了 这是 维兄这里 给贤弟赔礼了 柴少说着 起身冲着陆臣一躬到地 凶上严重了 陆臣一见柴少给自己行此大礼赔罪 赶忙起身 双手向掺 其实 兄上和两位殿下不排下人来 于弟也想跟兄上要人 只不过兄上也知道 于弟经常会研究一些东西 这些人的话 陆臣把柴少拽到椅子上坐好 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 这点贤弟大可放心 这些派来的人 都是自家多年的老人了 若是谁敢乱说 或者泄露什么出去 不用贤弟动手 维兄就亲自送他上路 对于这次派来的这些下人和丫鬟 包括苏长在内 都是多年在狼牙公主和柴少府上服侍之人 至于李秀宁公主府的下人 并没有任何一人被选中 毕竟李秀宁好多年没有回公主府了 府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谁也不敢保证 所以这些派来的人 心性如何 柴少还是敢保证的 有兄上保证的话 余地还是可以用他们一用的 陆臣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只不过心中 则是还有一番计较罢了 第117章 母产如何 见陆臣松了口 柴少这心裁放了下来 冲着外面陪着李延峻说话的李秀宁 招了招手 毕竟刚才那种情况 也就柴少单独劝说陆臣比较合适 若是李秀宁跟李延峻一起都进去 难免会有一种给陆臣施压的感觉 见到柴少招手 李秀宁与李延峻手牵手走进了堂屋 一进屋李延峻就冲着陆臣躬身失礼 面带歉意地说道 此时皆因本宫而起 是本宫思虑不周 惹陆县侯心烦 本宫这香给陆县侯赔礼了 李延峻的声音中 颇有些气气哀哀的情绪 哎呦 殿下莫要如此 陆臣赶忙给李延峻还礼 陆县后没有生气便好 见陆臣没有生气的意思 李延峻这才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转身跟李秀宁一起落座 先生 这苏长乃是狼牙宫里的女官 是打小就跟在延峻身边的人 心性不坏 坐在椅子上的李秀宁 看着陆臣也帮着解释了一句 此时刚才霍国公已经跟在下说清楚了 陆臣知道 这话今天要是不说开了 只怕这三位大人 还得跟自己纠缠这件事 这府邸里除了在下的书房和卧房 苏女官皆可取得 至于后花园的事 实在是有些事 现在不方便外人得知而已 陆臣看着李秀宁和李延峻解释道 不知此事 我等可否得知 李秀宁觉得陆臣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 就有意思让自己三人知道 他后花园里到底藏着的是什么 子无不可 陆臣笑着说道 而且此事还跟在下刚才与殿下所说之事有关 是吗 一听到陆臣说他后花园里藏着的东西 还跟粮食有关 李秀宁的眼睛顿时更亮了 几位请随我来 陆臣起身 冲着几人做了个请的姿势 柴少三人起身跟着陆臣一起出了堂屋 你过来 出了堂屋 陆臣冲着站在堂屋外面的苏长一招手 声音阴沉地说道 苏长一听到陆臣喊自己 赶忙小碎步走了过来 给陆臣失礼 毕竟刚才那三位对陆臣的态度他也看在了眼里 他大小就跟在李延峻身边 自然明白 面前这位很可能就会是狼牙公主的驸马 所以也把刚刚进门的傲气收敛了起来 想要在我这里待着 就得管好自己的嘴 陆臣看着低头站在自己面前的苏长 话中警告得意味十足 苏长听到陆臣的话 赶忙连连点头硬士 你不是想知道 后花园里有什么吗 你跟着一起来吧 陆臣看了苏长一眼 跟着迈步往前走去 苏长被陆臣的气势 压得都有些透不过气的感觉了 直到陆臣转身往前走的时候 这才暗中松了口气 就算面见皇帝李渊的时候 苏长都没有感受到如此可怕的气息 待到柴少三人从他身前走过以后 他才小心翼翼地跟在李延峻的身后 往后花园走去 苏长 以后切不可得罪陆臣后 一切当以陆县侯为尊 知道吗 李延峻看了一眼 跟在自己身侧的苏长 轻声叮嘱了苏长一句 苏长明白 苏长赶紧点了点头 来到后花园 直守的士兵见到陆臣 赶忙敬礼 侯爷 嗯 陆臣冲着两名士兵点了点头 今日如何 陆臣进到后花园 就看到孟继从大棚的耳房里钻出来 长势很不错 后面种下去的那些东西发芽了 而且那些韭菜都有两寸高了 孟继一脸喜色地同陆臣汇报 不错 听到孟继的汇报 陆臣满意地点了点头 之所以孟继在这里 是因为孟继在从军以前 在家中务农的时候 也是一把好手 这是在陆臣经过同其他人的比较后 得出的结论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都是孟继负责在大棚这里的首位 这是进到后花园 柴绍 李秀宁 李延峻 以及对于陆臣不让他进入后花园的苏长 都被面前的建筑惊呆了 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前的东西 说是房子吧 还不是 毕竟哪有房子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透明的东西 说不是房子吧 旁边还有炉子烟囱在冒烟取暖 此物名为大棚 乃是在下独创的冬季仲裁之所 看到几人惊呆的表情 陆臣微微一笑 很是得意的说道 对于几人的表情 陆臣还是有些小得意的 冬季也可以中餐吗 柴绍惊讶的指着面前的大棚问道 当然可以 眼见为时 耳听为虚 几位跟着我来吧 陆臣带着几人进了大棚的耳房 穿过耳房 就进入了大棚之内 一进大棚内 除了陆臣以外的所有人 都被眼前的绿色给震惊到了 陆臣并没有骗他们 真的在冬天种出了绿书 而且 有几种绿书 他们似乎并没有见过 这是神仙手段吧 李延峻惊讶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直接在嘴中念念有词道 而此时 苏长也终于知道 为何后花园会有守卫 为何守卫会不让自己进入其中了 陆县后果然有神仙手段 在见到大棚里的一切的以后 所有人都对陆臣那哲仙人灵凡的身份 深信不疑了 这些绿书 还是需要时间生长的 在下也就是试着培育一下 若是成功 自然是要推广出去的 陆臣笑着同柴少等人说道 大棚里面朝热 诸位 还是出去说话吧 陆臣提醒了柴少等人一句 是 贤弟言之有理 咱们出去吧 在陆臣的提醒下 几人也是感觉到了大棚里的朝热温度 恋恋不舍地看了看大棚里的绿书 这才离开了大棚 毕竟此时乃是冬天 能看见绿书 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 有什么事 能比在寒冬中看到一抹绿色 更让人兴奋呢 除了大棚 众人回答堂污 此时的苏长 已经俨然进入了陆臣这座侯府管家的角色 直接命人上茶 可是当苏长想要上汤茶的时候 才发现陆臣的府里并没有茶砖这种东西 侯爷 敢问茶砖在何处 苏长只能有些不好意思的 在陆臣身边小声询问 要茶砖作何 陆臣抬头看向苏长 面露不解之色 自然是为各位大人提供汤茶啊 苏长被陆臣的访问也是问得一愣 难道堂堂先后的府邸 居然不用汤茶代客吗 苏长一脸搞不懂的表情 看着陆臣 哦 本侯府中不用那种东西代客 你跟着刘金去 他会告诉你 侯府里用什么茶水代客 陆臣说着 喊了刘金一句 刘金从陆臣身后转了出来 冲着苏长点了点头 苏长只能跟着刘金出了堂屋 功夫不大 两人来到厨房 这个是侯爷用来代客的茶宴 你看着我 如何汽茶 刘金从怀中掏出一包铁观音 展示在苏长面前 纸包打开 铁观音的茶叶香气 直接扑面而来 苏长的鼻翼忍不住抽动了两下 实在是这个味道太好闻了 刘金也不说话 捏起茶叶 分别放入几个茶杯之内 然后拿起一旁 一直坐在炉子上的铜壶 将水倒入茶杯 很快茶香就在厨房里飘散了开来 就这样 苏长看着刘金的一番操作 直接愣住了 要知道 虽然这个时代并没有清茶 但是煮茶的工序 也是挺费劲的 他从来也没想过 如此的饮茶方法 就是用开水将茶叶泡开就完事了 不这样 还能咋样 刘金直接给了苏长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眼神 侯爷说过 大道至简 饮茶也是如此 刘金看着苏长说道 大道至简 苏长在脑子里回味着刘金的话 端过去吧 刘金把茶杯一个一个放到托盘上 示意苏长端上托盘 跟着自己走 苏长老老实实地端起了茶盘 侯爷还说过 有一种叫功夫茶的东西 但是侯爷说弄功夫茶需要茶具 现在的那些煮茶的东西 是不能做功夫茶的 等他有时间了 会弄一套出来的 刘金一面走着 一面同苏长说道 哦 苏长哪里听得懂 什么叫功夫茶 不过看着刘金那一脸崇拜的表情 就觉得 既然是陆晨要弄的东西 那一定是很神奇的东西 毕竟刚才见到的后花园的大棚 对于苏长的震撼到现在 还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回到堂屋 苏长为众人奉茶以后 就退了出去 至于刘金则是继续站到了陆晨的身后 先生刚才说 大棚里的东西跟名声有关 不知可否名言 坐在陆晨对面的李秀宁 脸上依旧带着刚才见到绿书 而激动的潮红 我在大棚里 试着重则三种作物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便可以直接让大唐子民吃饱 陆晨倾笑了一声说道 不知是何作物 母产又是如何呢 一听说 能让整个大唐的人都吃饱 柴少急火火的就问道 这三种东西 若是培育成功的话 每一种母产的三十至五十蛋不费劲 陆晨笑盈盈地把玩着折扇说道 似乎这种事 根本就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一般 第118章 有何不可 多少 听到陆晨那似轻描淡写的话语 柴少直接惊讶地大叫了起来 要知道 此时的土地一般的母产 就是两蛋左右 好的三四蛋 而这三四蛋的好田地 则大部分都是在世家和官换手中 普通老百姓自己家的田 也就两蛋左右 其中抛去交税交租 百姓能剩下的余粮 根本就不够吃 若是真如陆晨所说的 不用母产五十蛋 光是母产三十蛋就够用了 因此听到陆晨的话 柴少怎么可能不惊讶地大叫 哎呀 别大喊大叫的行吗 陆晨被柴少在耳边的这一声 突然地吼叫 直接吓了一跳 显然陆晨并没有想到 这件事对于这个时代的人的震撼 因为陆晨根本就不知道 此时母产究竟是多少 陆晨一面皱眉 一面用小指掏着耳朵 贤弟 是于胸唐突了 柴少面带歉意地冲着陆晨拱手致歉 实在是贤弟所说之事 实在是太过惊人了 柴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在下也不过是在尝试 毕竟这三种作物乃是从海外得来 成与不成还得试过才知道 陆晨端起茶杯 轻吹了一下漂浮在水面上的茶梗 瞎了口茶悠然地说道 哦 柴少此时也冷静了下来 同样端起茶杯瞎了口茶 既然是从海外得来 想必贤弟是见过此种作物的果实吧 柴少放下茶杯 看着陆晨问道 此时见过 陆晨点了点头 既如此 贤弟能否告知此物是产自何处 柴少放下茶杯 看着陆晨好奇地问道 这三种作物 皆产自一个名为黄金舟的地方 可以说 那里珍宝无数 只可惜 以目前大唐的能力 尚无法到达此处 所以 凶上还是不要知道的太多为妙 陆晨笑盈盈地看着柴少说道 显然陆晨话里的意思很明显了 你再问我也不会把产地告诉你的 毕竟现在大唐还没有说天下太平呢 此时 大唐自己这一亩三分地 还没弄明白呢 还想漂洋过海 别闹了 陆晨是这么想的 可是柴少和李秀宁等人 就不是这么想了 他们琢磨的是 这三种作物 可能是陆晨自先遇得来 因此不能轻易透露方位 毕竟都说 海外有蓬莱仙山 恐怕这三种神奇的作物 就是陆晨从蓬莱仙山处得来的 贤弟言之有理 唯兄不问便是 柴少与李秀宁对视了一眼 然后冲着陆晨点了点头 对了 先生所说的练兵与天下粮食的事情 还请先生继续说说 李秀宁直接转移了话题 直接把陆晨前面 跟他说的粮食问题提了起来 如今大唐的粮食 大部分应该来自于就随的粮仓吧 陆晨倒是没有 拒绝回答李秀宁的问题 而是表情温和地 看着李秀宁问道 确实 虽然李秀宁对于这事不是太关注 但是对于身处天侧府 和长安的柴少来说 这事并不是什么秘密 而且 甚至天侧府下辖的 不少折冲府的粮草 也都是吃的潜随的粮仓里的粮 毕竟连年的征战 很多农田都因为人口的减少 变成了荒地 而潜随留下来的粮食 不可谓不多 所以目前除了百姓耕种之外 不少地方驻守的军队的粮草 都来自于潜随 但是 你看到我训练手册里 要求的士兵伙食了吗 陆晨转头看向柴少 笑着问道 听到陆晨的话 柴少摇了摇头 虽然他像如获至宝一般 将陆晨的训练手册 揣着怀里 但是也仅仅是在 刚得到的时候看了几眼 所以 陆晨问他的事情 他哪里回答得上来 既然胸上并没有注意到 那余帝就跟胸长说一下吧 陆晨自然知道 柴少还没有导出时间 来看手册上 关于士兵伙食的事情 陆晨就决定 当面跟柴少说一下 愿闻其详 柴少看着陆晨说道 与此同时 坐在对面的李秀宁 也把注意力放到了陆晨身上 至于李延峻 则是看着看着陆晨 侃侃而谈的样子 眼中充满了欣赏之意 据在下所知 是吧 陆晨先是把如今部队里 士兵的饮食水准提了出来 不都是这样吗 柴少对于陆晨提出的问题 并没有感到有任何的意义 甚至还点了点头访问陆晨 而李秀宁也是点了点头 但是 被微微的伙食 是每个士兵每日三顿饭 而且 两日之内 必然有一餐是有肉的 陆晨直接把被微微的饮食标准 说了出来 而听到陆晨说的被微微的饮食标准 柴少和李秀宁 都吃惊地看着陆晨 同时柴少赶忙把怀中的训练手册拿了出来 翻了几页就看到了上面的伙食标准 当然 这还只是初期 到了后期 基本上要保证餐餐有肉才行 不让他们的体力 是支撑不住我要求的训练量的 陆晨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 什么 听到陆晨的话 柴少愈加的惊讶了 感情陆晨这训练手册上写的饮食标准 居然还只是出级的 那要是这么训练士兵得耗费多少钱量啊 别说普通士兵了 就算是李世民手下的玄甲铁骑 也达不到这个伙食标准啊 贤弟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哪有那么多粮食 能支撑如此练兵啊 柴少苦笑着看着陆晨说道 他还把这训练手册当宝呢 而且陆晨还随随便便就给了自己 感情在这等着自己呢 估计按照陆晨说的那个伙食标准 自己也就能训练自己的那些轻卫了 至于普及到军中 想都不要想了 而李秀宁也明白 陆晨为啥不把这个训练方法 普及到娘子军中了 因为按照这个伙食标准 恐怕现在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达到 所以在下才要研究那三种作物啊 陆晨笑着说道 如果那三种作物能够成功 不就解决粮食问题了吗 而且 这训练方法可以一步一步来吗 看到两人吃惊的样子 陆晨笑着说道 若是兄上想要训练亲卫的话 于帝倒是可以派几个人过去帮忙 陆晨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于兄回去便会在亲卫中 尝试此种训练之法 若是有所求 必然不会跟贤弟客气 柴少笑着回应陆晨 陆晨点了点头 所以在下才说 训练部队是跟粮食息息相关的 陆晨收起笑容 很是严肃的说道 而大唐如今最需要的 就是与民生息 本宫会把先生的建议带给阿爷的 李秀宁也是神色严肃的回应陆晨 如此 本宫与驸马就先回去了 至于狼牙 就暂且留在此处 毕竟这些下人乃是严俊所选 有些事情 还是要跟陆宪侯说一下的 李秀宁说着用胳膊拐了李延俊一下 同时冲着陆晨眨了眨眼睛 这说实话 要是让陆晨跟李秀宁 或者柴少谈带兵啊 打仗啊 甚至谈论天下大事之类的 陆晨都能侃侃而谈 但是一涉及到风花雪月之事的话 陆晨还真不知道 如何跟这个有些甜禁的女子说 就如此说定了 难得看到陆晨也有 显露出为难的表情 李秀宁怎么可能放过陆晨 直接冲着柴少依识眼色 这夫妻俩一溜烟的就跑了 临走的时候 柴少经过陆晨的身边的时候 还一脸坏笑的冲着陆晨眨了眨眼睛 甚至小声说了句 加油 然后就跟着李秀宁一溜烟的溜了 至于陆晨想要相送 都被二人很是干脆的拒绝了 那个殿下还有什么事要交代的吗 见二人溜走了 陆晨没有办法 只能看着 依旧端坐着椅子上的李延俊问道 今日仙斩后奏 送来这些下人 不知陆县侯可否满意 李延俊看着陆晨轻声问道 其实满意还是挺满意的 毕竟总不能每日 都让这些被围围的兄弟当下人使用 而且 这帮子家伙 本身也不适合干这个事 陆晨笑着说道 这帮子杀财 你让他们打仗 一个比一个强 但是说到家中琐事的话 说到这里 陆晨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前些日就想跟平阳公主殿下 邀一些人来用了 殿下送来这些人 对在下来说 真是雪中送炭了 陆晨冲着李延俊拱手说道 陆晨后没有因为此事生气便好 李延俊看着陆晨笑着说道 不知陆晨后能否带着严俊 参观一下这陆家庄呢 平日里 严俊可是难得能够出来 李延俊鼓起勇气 看着陆晨说道 有何不可 只是这陆家庄 如今还在建设阶段 到处都有些乌烟瘴气 就怕殿下不感兴趣 本来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坐着 就让陆晨感到 有种坐立不安的感觉 如今李延俊竟然提出 要去陆家庄里转一转 陆晨自然是点头同意了 陆晨起身在前面带路 李延俊跟在陆晨的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堂屋 等到出了侯府大门的时候 两人就变成了肩并肩地行走 至于其他人和护卫 都远距离跟在两人身后 刘金本来还往前凑 被苏长直接拽着衣领子 给拽到了后面 第119章 略知一二 一点眼力见没有 苏长直接瞪了刘金一眼 其实苏长年龄也不大 打小就陪着李延俊长起来 年龄也跟李延俊仿佛 只不过常年在宫中担任女官之职 这才给人一种冷冰冰不苟言笑的感觉 实际上也是一个花季少女 刘金什么时候跟女孩子接触过 被苏长这么拎着衣领 还被瞪了一眼 刘金疼得一下脸就红了 只能黑黑憨笑两声 挠着后脑勺 前面陆晨与李延俊并排走着 对于出宫来的李延俊来说 陆家庄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好奇 尤其是刚才在见过那神奇的大鹏以后 李延俊更加对陆家庄的一起都感到好奇 此时他就看到了远处山坡上的高炉 陆宪侯 那里是做什么用的 李延俊抬起御手 指了指远处的高炉 很是好奇的问道 那里啊 陆晨顺着李延俊指的方向看去 自然也看到了高炉 那里是用来炼铁的 陆晨笑着解释道 炼铁 李延俊听到这两个字就更加好奇了 其实说实话 李延俊一直身处身宫 哪里见识过外面的东西 他所知道的东西 要么是书上看到的 要么就是那是宫女 或者女官跟他念叨的闲文之类的东西 真要是说到青年所见的东西并不多 本宫还没见过炼铁呢 李延俊俨然一副放飞自我的模样 此时的李延俊 明显与初次见面时候的田径有所不同了 而陆晨则是摇着折扇看着李延俊 过于矜持的女子 陆晨也并不喜欢 何况李延俊也不过是个花季女孩 整个死气沉沉的 那还有什么生活乐趣了 陆晨一面笑着摇着折扇 一面引着李延俊往高炉处走去 结果刚走到一半 李延俊又看到了坡下一群人在挖坑 为首的自然是方琪了 他们在干嘛 李延俊指着方琪等人问道 而方琪这些被围围的将士 以及陆家庄的庄户 自然也看到了陆晨与李延俊 一帮子人放下手里的铲子 搞头和锄头 呼啦啦地走了过来 直接给陆晨建立 侯爷 侯爷 这帮子人冲着陆晨喊道 侯爷 站在陆晨身边的李延俊 如此打扮而且漂亮的李延俊 这帮子庄户直接半开玩笑的喊道 瞎说什么呢 这位是狼牙公主殿下 陆晨直接瞪了众人一眼 然后冲着李延俊陪笑道 以帮子操货 没啥见识 还望殿下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 陆晨说着 还瞪了众人一眼 而李延俊 哪里有什么生气的 直接被刚才那一句侯爷夫人 给喊得满面通红 都滚去挖坑 挖不好 都把你们埋了 滚蛋 陆晨自然看出来 李延俊被喊得有些不好意思 直接一挥袖子 把这一大帮子人给驱散了 走了 走了 快去干活 一会儿 侯爷真生气就不好了 一帮子人也不害怕 嘻嘻哈哈地往回走去 也不知道是谁 走了几步 又转过身来高声喊道 侯爷 啥时候成亲啊 他这一嗓子喊完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这帮别犊子 真当本侯不会发火是不是 被众人这么一调侃 陆晨顿时弯腰 捡起一块石头 就丢了过去 陆晨当然不能下死手 就是吓唬吓唬这帮人 而这帮人倒也配合 一见陆晨扔石头了 众人黑黑哈哈地一顿大笑 就跑回去继续挖坑去了 一帮子操货 殿下切磨往心里去 看着这帮子人嘻嘻哈哈的模样 陆晨苦笑着同李延俊说道 嗯 李延俊满面通通地点了点头 他怎么可能不往心里去 那生侯爷夫人可是喊得他心里美滋滋的 当然表面上还是要保持矜持的 陆县侯 他们如此不尊敬你 你不生气吗 李延俊对于刚才这帮子人跟陆晨笑闹 陆晨居然不生气 就感到很新奇 要知道 宫里的人见到他那都是恭恭敬敬的 说话声音都不敢太大 殿下如何看出来他们不尊敬我的 陆晨没有回答李延俊 而是反问了一句 他们取笑于你 跟你嘻嘻哈哈的 这不是明显的不尽尊上吗 李延俊好奇地看着陆晨问道 毕竟那些文臣武将 见到李渊时候的表现 以及那些内侍宫女 见到自己时候的表现 李延俊可是都见过的 但是从来就没见过陆晨这样的 说到底 那帮子人也是陆晨的下人 下人如此打去主家的场景 李延俊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李延俊很好奇 陆晨心中是怎么想的 不尽尊上 听到李延俊的话 陆晨笑了 尊敬是在心中的 不是说在嘴上的 嘴上说着尊敬你 如何如何的 背后捅刀子的人还少吗 所以说 尊敬是在心里 不是在面上 口秘附件是最可恨的 陆晨摇着折扇 同李延俊解释道 你看他们在打去我 其实正是因为他们尊敬我 信任我 才会跟我玩笑 只有亲近之人 才会不拘小节 殿下 你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么得理 嗯 李延俊也是冰雪聪明之人 怎么可能听不出 陆晨话里的意思 而且稍一琢磨 自然也确实觉得 陆晨说得有理 便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对了 陆先后为何要让他们挖坑啊 如此冬季 天寒地冻的 想起来 这冬天地都动得很硬 如此天气 陆晨居然让这一帮子人挖坑 李延俊实在搞不懂 陆晨为啥要搞这些 本侯也不想这个天气 让他们挖坑 但是为了庄子里孩子转过年 能够有书上学堂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冬天挖坑陆晨自然也知道 以现在的生产力难度有多大 又不像后世 有挖掘机之类的 这时代只能全靠人工 当然陆晨也不能让这些人生挖 幸好挖坑的地方 距离黄庄的小河不远 他命人在河里取冰取水 直接弄了几口大瓮 在坑边上烧水 既能解渴 又能用热水浇地 陆晨自然是把方法 也解释给了李延俊听 李延俊点了点头 不过他还是不明白 陆晨为何要挖坑 这挖坑 跟庄子里孩子上学堂 又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难道挖坑就能挖出书来 本侯挖这些坑 是为了造纸 陆晨直接把目的告诉了李延俊 路线后还精通造纸之术 听到陆晨要造纸 李延俊惊讶地看着陆晨 李延俊此时对陆晨的崇拜 简直达到了顶点 而且李延俊更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阿爷给自己赐婚 自己的驸马必须是陆晨 略知一二吧 陆晨笑着点了点头 说话间 两人已经来到了工坊所在地 高炉已经建好了 并且已经投入了使用 来到这里 李延俊才知道 这里到底是干嘛用的 此时随着红砖和水泥的产出 再加上陆晨的设计 工坊的厂房已经出具雏形 见过侯爷 见到陆晨带人来了 刘老三赶忙迎了上来 同时看向站在陆晨身旁的李延俊 这位是 本来刘老三还想问李延俊 是不是未来的夫人 不过话到嘴边 刘老三还是咽了回去 只是看着陆晨问道 毕竟万一只是谁家小姐出来游玩 本刘老三说成是陆晨的夫人 难免陆晨会有些许尴尬 刘老三自然不能像方琴那帮子操货一样 心直口快了 这位是狼牙公主殿下 陆晨真怕刘老三也来一句 这位是侯爵夫人吗 到时候不是陆晨尴尬 而是惹得这位狼牙公主殿下不高兴 小人刘老三拜见狼牙公主殿下 跟在陆晨身边久了 见过的人也多了 而且这些人不是皇子就是公主 刘老三自然也懂得了不少东西 本身刘老三除了十字不多以外 也是一个很通透之人 见陆晨介绍了 刘老三赶忙跪下给李延俊行礼 免礼 李延俊一见刘老三给自己磕头 赶忙说道 这位是刘金的父亲 陆晨在李延俊身边补充了一句 哦 李延俊可知道陆晨有多看重刘金 几乎刘金就是陆晨的贴身长随 有陆晨的地方必然有刘金 而面前这位老者居然是刘金的阿爷 李延俊自然更加里育有加了 可以说 若是陆晨成为他的驸马 这刘老三就是自家人 这些工坊现在是刘老负责管辖吗 李延俊看着刘老三一副总管打扮 出口询问道 而此时李延俊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问话的语气已经很接近女主人了 蒙侯爷信任 这三座工坊目前确实是老奴负责的 刘老三赶忙回答道 当然对于李延俊的语气 刘老三心中也是一喜 毕竟这种语气让刘老三已经可以笃定 这位狼牙公主殿下 未来很可能就是陆晨的夫人 而自家侯爷也很可能就是未来的驸马爷了 这里能进去看看吗 相比于砖方和水泥方 李延俊明显对于这个高炉更加的感兴趣的多 第120章 不宜此时赐婚 听到李延俊想要进入炼铁方的要求 刘老三没有立即回应 而是看了陆晨一眼 见陆晨微微点了点头 刘老三这才满口硬成 毕竟高炉目前也还属于陆家庄的机密 虽然陆晨从来没这么说过 但是当高炉炼出第一炉铁以后 刘老三就直接决定 不能轻易把高炉的事情说出去 同时对于在高炉工作的这些个工匠 也下达了封口令 陆晨带着李延俊进入了炼铁方 至于能够陪同进来的 也就只有苏长和刘金 其他人都被拦在了外面 尽管有李延俊的护卫 觉得此事不妥 但是在看到贝薇薇那身板 以及接到李延俊的命令以后 也就乖乖地留在了炼铁方外面 一进入炼铁方 一股子热气就扑面而来 而炼铁方里的工匠 都是穿着麻布短卦 麻布裤子高腕裤腿 正汗如雨下地工作着 这里怎么这样 这里温度太高 如果不穿成这样 他们没办法干活 而且 一会儿要是铁水出炉 温度还高 陆晨在李延俊身边解释道 哦 那铁水还得多久出炉啊 李延俊轻轻点了点头 然后很是好奇地问道 老刘 还得多久能出炉 陆晨转头看向刘老三问道 算算 侯爷和殿下来的还真是时候 这一炉铁水 马上就到时辰了 刘老三在一旁恭敬地回道 那咱们还是站远点看看吧 陆晨很自然地就拉着李延俊的手 往后退了退 陆晨本身是为了保护李延俊 万一高如铁水出来 哪怕崩倒李延俊 就算烫伤一点地方 那也是莫大的罪过 所以陆晨很随意地拽着李延俊 往后退了退 陆晨没当回事 李延俊可是心中一惊 心道 这可如何是好 李延俊心里就跟打了鼓一样 小鹿乱撞 对于拒绝陆晨 李延俊心中就没有这个想法 只能羞答答地 任由陆晨牵着自己的手往后退 至于一旁的苏长 则是直接瞪大了眼睛 虽然大唐的风气很开发 但是也没开放到 男子可以随便牵女子的手 男女受受不清还是有的 所以陆晨这么一抓李延俊的手 苏长顿时就有点猛了 这还了得 说到底 先不论李延俊是不是公主 就是随便谁家的女子 你一个男子 也不能随便去牵一个女孩子的手啊 苏长就准备去阻止 结果直接被李延俊给瞪了一眼 苏长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只能缩着脖子站在后面 就当作没看见吧 反正进来的人也不多 只要不说出去就行 很快时辰到了 就在李延俊和苏长惊讶的目光中 高炉中的赤红的铁水 顺着沟槽流了出来 滚滚热浪袭来 就算陆晨等人站得距离远 也受不了这温度 陆晨直接带着李延俊 就出了炼铁方 殿下 对于炼铁还有兴趣吗 陆晨看着李延俊 红扑扑的脸庞 笑着问道 李延俊的脸 也不知道是被铁水的热浪刺激的 还是因为被陆晨牵住手的缘故 用细弱的声音从着陆晨说道 陆县侯 能先放开我的手吗 说完 李延俊的脸庞愈加得红润起来 哦 哦 在李延俊的提醒下 陆晨才发现自己 还抓着李延俊的手呢 赶忙把手撒开了 冒犯了 冒犯了 陆晨赶忙冲着李延俊道歉 只不过对于刚才自己握在手中 那柔弱无骨的感觉 被陆晨把手撒开 李延俊居然心中 还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李延俊都在心中 暗自骂了自己一句 不知羞 殿下还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 陆晨赶忙转移话题 滞留宫外时间过长 本宫就不久留了 这就回宫了 不然时间长了 阿爷该担心了 李延俊也知道自己 在陆晨这里待的时间有些长了 就同陆晨辞别回宫 虽然心中有些恋恋不舍的意味 不过李延俊还是得回宫才行 那下官恭送殿下回宫 陆晨将李延俊送出了陆家庄 李延俊在登上马车之前 再次回首 深深地看了陆晨一眼 这才上了马车 往长安城而去 侯爷 恐怕不日陛下 就该赐婚了 就在这时 站在陆晨旁边的杜燕良 笑着说道 杜老 莫要说笑 陆晨转头看向杜燕良说道 如今本侯可是刚被陛下下旨训斥 如何能够赐婚 是 是 小耳口快了 杜燕良怎么可能听不出 陆晨话里的意思 显然自家这位侯爷 对于这位狼牙公主殿下 也是很得意的 陆晨与杜燕良说着闲话 就回转了府邸 阿叶 女儿觉得 严俊跟那路线侯缘分不浅 就在陆晨送走李严俊的时候 李秀宁已经进宫 来到了李渊所处的暖阁 同时 暖阁里坐着的 还有李建成和李世明 整个暖阁之内 此时只有这檐四个 至于长宝 绕就是守在暖阁门外 给这爷儿四个独处说话的空间 哦 听到李秀宁的话 李渊不自觉的挑了挑眉吗 那陆晨没有任何不悦之色吗 也不知道为什么 堂堂大堂的开国皇帝 居然会担心 一个侯爷对自己的看法 这要是传出去 这皇帝的威严 可就有些要扫地的危险了 当然 这也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 毕竟陆晨现在这个 哲仙人林凡的身份 可是深入李渊之心 并没有任何不满 甚至他还为严俊做了一首诗 李建成笑着瞎了一口清茶 如今从陆晨那弄来的铁观音 可是被李渊深深地喜爱着 当然 李渊能喝上 铁观音也是跟李建成有关 陆晨给了李建成一斤的铁观音 李建成自然是要献给自己 阿耶一些品尝了 李渊喝过一次 就爱上了这清茶 到最后 李建成手里也就剩下二两了 剩下的八两 都被李渊给没收了 什么事 没等李渊说话 坐在另一边的李世民 直接很是好奇地问了出来 要是外面人见到李建成 与李世民如此和谐的场景 只怕会惊掉下巴 毕竟在外面可是都知道 太子与秦王之间 已经争得不可开交了 就差直接动手了 而此时这间暖阁里 却是一片副辞字笑 胸有地公的模样 李建成也不含糊 直接把陆晨给李严峻写的那首 清平调给念了出来 好 很好 听完这首清平调 李渊直接龙颜大悦 显然对于陆晨 如此称赞自己的女儿 他是很满意的 就是不知道 严峻的丫头愿意 还是不愿意 李渊这话是冲着李秀宁问的 毕竟有些事情 姐妹之间更容易交流一些 那丫头 现在恐怕满心都是陆县侯了 这不现在还没回宫呢 就是留在陆县侯那了 李秀宁一想到自己同柴少 离开时的场景 就忍不住想要笑 那为父为他们二人赐婚如何 听到李秀宁如此说 李渊心下也算平稳了 他生怕自己这个闺女不同意 到时候惹恼了陆晨 那对李家可是大大的不利 当然 李渊也不想自己的闺女 嫁得不幸福 阿燕 而觉得不宜此时赐婚 就在李渊话音刚落的时候 坐在一旁的李世民 直接提出了反对意见 世民 为何如此说 听到李世民的话 李建成直接反问了李世民一句 虽然脸上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只不过说话的语气 多少有些不悦 显然对于李世民阻止李延峻 与陆晨澄清的事 有些不高兴了 兄长 您先不要着急 李世民怎么不知道 自己这位大哥什么星星 打小这位大哥 就护着这些兄弟姐妹 若不是大哥患病 孙思淼说大革命不久已 李世民根本就不会同意李建成的计划的 现在见李建成有些不悦 李世民赶紧安抚自己这位大哥 弟弟我不是要阻止这桩轻视 而是阿燕此时赐婚不合适 为何如此说 听到李世民的话 李渊一时也没太明白 李世民究竟是什么意思 阿燕 您刚下旨斥责了陆宪侯 同时还下了禁足令 这没几天就下旨赐婚 那让那些世家如何想 李世民表情严肃地说道 现如今陆宪侯本就与王家和为家不合 若是阿燕刚刚斥责了陆宪侯 转头就马上赐婚 难免会让那些世家觉得 咱们是站在陆宪侯一边的 本身陆宪侯就说 让咱们按计划行事 阿燕刚刚下旨斥责 就是表明了两不相邦 这时候要是赐婚的话 李世民说到这里没有继续说下去 因为这话说到这里 在座的几人自然都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有时候话不必说透 世民 言之有理 可是若是不赐婚 严峻那面又如何交代呢 李渊微微皱眉说道 毕竟这事可是关系到李严峻的终身幸福的大事 也关系到李家与陆宪的关系 第121章 原来如此 其实严峻那面 阿燕倒是不必过于担忧 以严峻的心性 应该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的 李秀明笑着宽慰了李渊一句 但愿如此吧 李渊只能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端起茶杯瞎了口茶 有的时候 就算是皇帝也得为一些事情妥协 所以 李渊在心中只能暗自记下这事 以后找机会补偿李严峻吧 对了 披沙门 对于你身体的事 那陆成是如何说的 李渊放下茶杯 看向李建成问道 对于李建成的身体 一直都是家里人的心病 但是都尽量不在李建成面前提起这事 毕竟 这就相当于在给李建成的生命 进行倒计时一般 不过李秀明可是说过 陆成或许有办法治愈李建成的身体 因此 李渊就算不愿意提这件事 也不得不问一下 回阿燕 李建成笑了一下 那陆县侯说了 若想治愈儿子的身体 需要寻到孙思秒孙神医才行 那孙神医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如何寻得 听到李建成的话 李渊就一皱眉 心中暗道 莫非这路程是因为无法治愈皮沙门 这才以寻找孙思秒为借口吗 就是啊 咱们也没少派人去寻找孙神医 都寻而不得 若是寻不到孙神医 这如何是好 李世民也面带忧色地说道 莫要如此颓丧 见到几人有些颓丧的表情和言语 李建成笑了起来 陆县侯可是给了孙神医的线索 我已经派人前去寻找了 李建成对于面前几人听话 就听一半的作风 实在有些哭笑不得 人家陆县并没有说 不能帮自己治病 自家这帮人 居然就以为 陆县是找借口 不给自己治 这不是误会人家了吗 哦 一听到陆县居然有孙思秒的行踪线索 李渊忍不住挑了挑眉 据所有人所知来看 基本上除非孙神医自己现身 不然想要找到这位活神仙 简直不要太难 而陆县跟孙思秒 可以说是素未谋面 居然能够知道孙思秒的行踪 这就让陆县在李渊等人的心里 愈加的神秘了起来 那陆县侯真的知道孙神医的行踪 李渊还是忍不住好奇的问道 陆县侯并没有给儿子具体的线索 只是说 如今孙神医应该是在中南山一带 而已经派人前去寻找了 李建成还是把从陆县那得来的孙思秒的线索 李世民看着李建成很是好奇的问道 在这几人里面 现在唯有李渊和李世民 没有真正与陆县交谈过了 而最近李秀宁和李延峻又频繁的前往陆家庄 柴少也跟李世民没少说陆县的事 只不过现在这个形势下 既然李建成见了陆县 那李世民就得另找机会去见陆县 这就让李世民现在对于陆县这个人越加的好奇了 毕竟上次太极殿的时候 李世民也只是与陆县匆匆一面而已 这个为凶的也不是很清楚了 李建成看着李世民苦笑着摇了摇头 陆县侯此人形势非常 千万不要用常人的眼光去审视他 可以说陆县侯的文韬武略 非咱们这些凡人所能比拟的 一想到在陆家庄的见闻 李建成不由地带着感慨语气说道 胸上此话有理 从第一次见到陆县侯起 我就觉得此人绝对不简单 而且 大哥 你想过一件事没有 李秀宁看着李建成问道 何事 李建成被李秀宁突然地问话 问得有点迷糊 转头看向李秀宁 咱们这个叫铁观音的茶 陆县侯说是产自泉州 你想过没有 陆县侯说他是从海外归来 泉州确实通海 但是这个茶 他说是产自五月间 而他来到娘子军军中的时候 是九月末 也就是说陆县侯仅仅是用了 不足四个月的时间 便从泉州到达了娘子关 而且 他来娘子军的时候 其无作其 又身无常物 李秀宁说着 似乎是更加笃定了什么事一般 妹子的意思是说 陆县侯用不足四个月的时间 横穿了整个大唐疆域 还没等李建成说话 李世民先是吃惊地说道 要知道 泉州到娘子关 相当于从南到北 直接横穿了整个大唐的疆域 直线距离都几千里 走路肯定不可能直穿 肯定是要穿舟过府的 所以算下来 最起码也接近万里之遥了 而陆县仅仅仅是不足四个月就走完了 还是没有任何坐骑的情况下 也许时间更短 李秀宁看着李世民说道 因为我听陆县后念过一首诗 但是这首诗 似乎他并没有说完 单单是开头几句 就把我吓得不轻 李秀宁回想起 第一次听陆县念叨 惊乱离后天恩流夜狼义 就由书怀赠江夏为太守两宰时的情景 什么诗 关于这首诗这件事 其实只有李渊和李秀宁知道 而李建成和李世民 却并不知晓 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五城 仙人扶我顶 结发寿长盛 物竹世间乐 颇穷里乱情 九十六圣君 浮云挂空明 天地赌一致 未能望战争 李秀宁直接把当初陆县念叨的几句给说了出来 这一下子 直接把李建成与李世民都给惊住了 莫非这陆县真如妹子所言 乃是哲仙人凌凡不成 李世民一面琢磨琢陆县这几句诗的意味 一面看着李秀宁问道 陆县侯一直自称是墨家传人 但是在我看来 陆县侯会的东西 远远不是墨家能够比拟的 而且 墨家向来讲究奸爱 非公 但是我看陆县侯的行事作风 与墨家传上的明显不一致 但是既然陆县侯说是墨家传人 咱们就配合他好了 李秀宁把自己长久以来琢磨的 关于陆县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陆县侯若不是哲仙人凌凡 如何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 而且 陆县侯曾经跟我说过 他不喜欢朝堂之事 陆县侯这话 你还没有听明白吗 在听到李秀宁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李渊笑了起来 女儿奴钝 未能理解 李秀宁只以为陆县是不喜欢进入朝堂 但是听李渊这么一讲 就觉得是不是陆县的话里另有深意 自己没有听明白呢 是啊 阿叶 陆县侯这话 难道还有其他神意不成 李建成与李世明也是将目光投向李渊 眼神中带着询问的意思 陆县侯说不喜欢朝堂之事 应该是说 他乃方外之人 不便过多插手朝堂这些俗世之事 而且 他既然答应了秀宁帮助李家 就是说 他会庇佑李家天下 但是这江山还是李家来做 只要不让他感到烦心 他自会护佑李家的江山 你们懂了吗 李渊摞着胡须笑 迎迎的说道 原来如此 以李建成为首的李家三兄妹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点了点头 可是 若是陆县侯真是方外之人 不肯接受赐婚怎么办 李世明一句话 又把话题拉回到了陆县与李严峻的婚事上 我觉得陆县侯不会拒绝 李秀宁很是笃定的说道 陆县侯曾经说过 他若成亲 必是与他有情缘之人 我这几日带着严峻前去陆家庄 觉得陆县侯说的情缘之人 应该就是严峻 李秀宁说到这里 直接笑了笑 若严峻不是陆县侯的有缘人 陆县侯岂会赠失给严峻 秀宁此话有脸 李渊与李建成 很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而李世明在琢磨了一番以后 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对了 而前几日去见陆县侯 陆县侯不仅改指明了孙神医所在之地 更是把咱们的计划给调整了一下 李建成似乎想起什么来 直接说道 陆县侯是如何说的 现在他们最关心的是三件事 一是陆县与李延峻的婚事 这件事已经暂且搁置 二是李建成的身体问题 而陆县也指明了方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李家对世家的计划 陆县侯说 暂且一切一计行事 只不过后面计划何时发动 却要他来布置 李建成把当任陆县跟他说的话 直接说给了其他三人知道 如此 便按照陆县后所说的办法 李渊捋着胡子点了点头 毕竟他们最开始的计划 是要牺牲掉李建成与李渊吉的 甚至受到他们两人牵连 太子与齐王的家里 还得死很多人 如今陆县说 有办法保住他们 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见该说的都说的差不多了 李建成兄妹三人 就被李渊失离以后 离开了暖阁 带到三人走后 长宝从暖阁外走了进来 长宝啊 李渊半靠在龙椅的靠背上 有些疲累的 喊了长宝一声 陛下 奴婢在 长宝赶忙应答 凑到李渊身边 那王家何为家是什么情况 李渊半眯着眼 声音有些阴沉的问道 回禀陛下 那王规今月去了围挺的家中 到现在都没有离开 下面还没有具体消息传回来 长宝在李渊身边 低声说道 第122章 弹劾 哼 听到长宝的汇报 李渊冷哼了一声 真是不知好歹 朕本以为下旨斥责了路线后 他们会消停 没想到还是如此作为 陛下息怒 切莫欺坏了龙铁 长宝赶忙劝为了李渊一句 兴许那王忠语 语为祭酒 有什么要事 相谈也未可知呢 还是等下面人 把消息送来再做定夺 也不会迟晚啊 那两人皆为世家子弟 此次路线侯与他们交恶 他们岂会亲言罢休 不必等消息来 朕也知道他们 是在密谋对付路线后 李渊再次冷哼了一声 对于这些世家的尿性 他可太知道了 贪得无厌 只能做初一 是对这些世家最好的写照 那奴婢派人去保护路线侯 长宝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李渊对于陆臣的重视 虽然长宝不是太了解陆臣 但是站在暖阁外的他 也听到了直言片语 对于李家的计划 他其实也或多或少的知道一些 毕竟常年跟在李渊的身边 若说一字不知那是扯淡 不过长宝也知道 自己什么该说什么该做 嗯 这主意倒是不错 你就派一些不良人 散步到陆家庄周围吧 切记不可把手伸进陆家庄 至于陆家庄里有什么风吹草动 可以暴于阵支 明白了吗 李渊叮嘱了长宝一句 毕竟也是跟着自己多年的人了 李渊话里的意思 长宝要是听不明白 长宝就别统领不良人了 直接死了算了 奴婢明白 长宝躬身失礼 王兄 那陆臣如今被陛下下达了禁足令 也算是为我等出了一口恶气 围挺的书房中 围挺与王规对面而坐 围挺拿起面前的汤茶 饮了一口说道 哼 那禁足令 也不过是让陆臣暂时不能离开陆家庄而已 但是据在下所知 平阳公主 霍伯公 太子 甚至狼牙公主 都去了陆家庄 王规显然对于陆臣 仅仅是被下达了禁足令 还是有些不满的 毕竟王规身后可是王家 无姓期望之一 而陆臣可是口出狂言 要让王家拿出一半的家产出来 这样的人不仅封侯了 还只是被李渊下达了禁足令惩戒 以前得罪世家的 哪有好的 轻的丢官罢绝 众则丢了性命 哪有陆臣这样轻描淡写的 哦 太子殿下去过陆家庄了 似乎对于王规的不满 唯挺并不是很感兴趣 反而在听说李渊城去了陆家庄这件事 唯挺倒是挺上心 怎么 唯大人 莫非 你也要站在那陆臣一边 王规见对于自己对陆臣不满的事 唯挺并不是太在意 难免心中有所不满 直接话说的有些阴阳怪气起来 王兄此言诧异 那陆臣与我唯挺也是有过节的 在下怎么可能站在陆臣那边 唯挺自然听出王规话里的不满之意 陪着笑说道 虽然唯挺此时对于王规心中也有些不满 但是却不敢表现出来 尽管经兆为氏也算是不小的世家 跟一般的小世家相比 唯家自然是庞然大物 不过这也分跟谁比 要是跟王规所在的太原王室来比 那就没得比了 说到底太原王室也是五姓期望之一 经兆为氏还是不敢得罪的 那为何唯兄却对太子殿下去 陆家庄见那陆臣如此感兴趣 尽管唯挺陪笑解释 但是王规心中还是很不舒服 书介兄 尽管那陆臣得罪了你我 但是若是抛去 你我与他之间的恩怨不提 此人是否有才 而且有大才 唯挺端起汤茶喝了一口 笑盈盈地看着王规问道 若是抛去恩怨不谈 此人确实算是精彩绝艳之辈 王规也不得不承认 单单是陆臣发明的东西 对于唐军战力的提高这一块来说 陆臣绝对算得上一个人才 既然是人才 那么若能为太子殿下所用呢 你我皆是太子东宫之人 太子若是得到此人相助 是否可以算是如虎添翼呢 唯挺继续笑眯眯地说道 此言不假 若能得此人相助 未来太子殿下克机大统的几率 将会大大增加 毕竟唐军现在正在全部使用陆臣的发明 陆臣在军中的威望 也是与日俱增的 王规点了点头 毕竟唯挺说的有道理 虽然王规与陆臣注定是要分个胜负 但是王规也是一个能够看清现实的人 自然不会违心地反驳为挺 若是此人来到太子麾下 那么想要收拾他还难吗 有道是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到时候 你我的从龙之功 自然在那陆臣之上 到时候 为挺冲着王规黑黑一笑 听君一席话 真是毛色顿开 是书借着香了 还是为兄看得长远 以茶代酒 在下谢过为兄指点了 王规怎么可能不明白 为挺话里的意思 说到底 只要陆臣与太子交后 为太子效命 到时候太子登基之日 就是王家更上一步之时 一个小小的陆臣 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 咱们也不是非得遵循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这句话 偶尔给陆臣添点赌 也无伤大雅嘛 书借兄认为如何 为挺说罢就看着王规 而王规也看着为挺 两人相识一笑 前些日子 在下可听说 那陆臣索要了五百斤的铁料 这是要做什么呢 五百斤铁料 那用处可大了去了 为挺再次端起汤茶 好似自言自语一般 这件事 说不得明日早朝要说到说到了 王规怎么可能不明白为挺的意思 也端起汤茶喝了一口 两人再次对视一笑 既如此 在下就不挽留书借兄了 为挺给了王规一个 你懂得的眼神 既如此 那在下就告辞了 为兄留步 不必相送 王规也明白 自己来为挺这里 时间也不短了 这要是让有心人看到 传出去 难免遭人口舌 王规直接起身 同为挺失礼告辞 恕不远送 书借兄 慢走 为挺将王规送至书房门外 同王规告辞后 命下人将王规送出了宅邸 而这些事 在王规离开为挺宅邸不久 就被人承报给了长保 而长保同时也命人 去到陆家庄周围进行监控 当长保把消息呈送给李渊以后 李渊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乐了 陛下 只怕王规会联系官员 明月早朝弹劾陆宪侯 长保不知道李渊为何发笑 只以为是被王规这些人的做法给弃乐了 弹劾 李渊直接把长保诚送给他的消息 扔进了探盆里 他们凭什么弹劾陆宪侯 别忘了 陆宪侯还有个身份 是娘子军的军事 你真以为那些官员 能把陆宪侯怎么样 若真是如此 到时候秀宁那丫头发火 可别怪朕不护着他们了 李渊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笑盈盈地说道 次日早朝 果然王规带头弹劾陆陈了 陈 王规 有本奏 王规高声喊道 王爱卿 有何本章要奏 李渊直接揣着明白装糊涂 眯着眼看着王规 等待着王规的表演 陈王规 弹劾长安县侯陆陈 私自囤积铁料 意图不轨 王规也不含糊 直接一顶大帽子 扣到了陆陈脑袋上 而此时的陆陈 还在家里研究大棚里的律书呢 根本不知道 今日早朝有人弹劾他 不过就算他知道 估计也不会当回事 王规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目光 都汇聚到了王规的身上 其中自然包括 平阳公主李秀宁 其实李秀宁平日 是不需要上朝的 昨天晚上 是李渊派人传话 让李秀宁今日来上朝 结果来了 就听到王规弹劾陆陈 你说陆陈私自囤积铁料 可有证据 李秀宁直接秀眉倒树 声音冰冷地质问王规 而另一边的柴哨 程耀金等人 也面色不善地看着王规 陈这里有公布的记录 上面记载了 霍国公踢陆县侯 再公布提领了五百斤铁料 王规说着 从袍袖里掏出一个账簿 双手承云面前 程送上来正看看 李渊直接说了一句 一旁的长宝走过去 将王规手中的账本 送到了李渊面前 李渊打开账簿翻了翻 发现确实有记载 霍国公柴哨领了五百斤铁料 并将铁料送到了陆家庄 五百斤铁料而已 有何大惊小怪的 柴哨听到王规 把自己也掺进去了 直接冷哼了一声说道 五百斤铁料就意图不轨了 咋的 你王家铁料就少了 那本国公是不是也可以告你 王家一个意图谋反 就是 五百斤铁料 才能打鸡饼刀 说不定陆向侯 只不过是要铁料打造农具 打造哪具呢 咋的 那么大一个庄子 人吃马味的 那些铁器不得修修补补 站在柴哨身旁的程咬金 也直接帮腔说道 要我说 你们这些臭穷酸 就是一天闲得无聊 东家长西家短的 哪次也少不了你们 王规顿时气的脸都有些发白 指着柴哨跟程咬金一个劲的哆嗦嘴 123章 无知者无畏 王规的本意 只不过是想要用这件事 恶心恶心陆臣 而且 陆臣上次在文武群臣面前露面 也不过是太极殿那一次 王规不觉得 除了李秀宁以外 会有人帮衬陆臣说话 但是面前这场面 明显不太对 王规不由的偷掩关桥 站在一旁的围挺 围挺此时也只能 冲着王规扁了别嘴 表示他也没招 别看他有个记久的头衔 还有个未帅的职位 但是真要想要用这官职说话 他还不如王规呢 毕竟围挺的几个头衔 那都是东宫的 说实话 真要往前站 他也不够看的 而且现在帮着陆臣说话的 那是一位位高权重的公主 以及两个国公爷 这个时期说实话 文武的区分 也不过是职位而已 很多非世家的文官 那都是能上马提刀干账的 而且此时的朝堂之上 也没有后世那种 什么唯唯诺诺的事情 皇帝说错话 文臣武将都可以当堂开喷 文武互相不服 都能直接在朝堂上干假 所以 王规此时心中也是有些忐忑 毕竟刚才喷他的其中 可是有出了名的混世魔王 程咬金 上次朝堂上 还有个世家官员 被程咬金 直接大嘴巴子招呼了 何况此时程咬金旁边 还有个柴少 虽然柴少平时在朝堂上 不怎么说话 但是只要柴少说话 武将里最少一多半 都会给柴少帮枪 毕竟柴少不光是霍不公 还是李秀宁的驸马爷 而且柴少本身 就是任辖仗义之人 所以跟柴少相好的 文臣武将不在少数 李秀宁就笨不必说了 平阳公主 大唐的晴天白玉柱 嫁孩子精良 直接拔剑砍了王规 估计李渊也就顶多训斥两句 至于王家找李秀宁的麻烦 扯淡 别看王规敢参本弹劾陆成 恶心陆成 他要是真敢扯着王家 跟李秀宁对着干 这位平阳公主 就敢直接带着娘子军 把王家给铲了 说实话 如今这些世家 能够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 很大的原因是 帮着李家打了天下 而且并没有太大的把柄 落在李家手里 不然真要是惹毛了李秀宁 让李秀宁找到借口 你看李秀宁敢不敢带着大军 直接铲平了世家 要知道 现在大唐唯一世家 没法插手的军队 就是李秀宁的娘子军 简单来说 娘子军就是李秀宁的一言堂 毕竟这整个娘子军 都是李秀宁一点点带出来的 怎么反驳柴少等人的时候 柴少直接迈不来到王规旁边 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哦 霍国公有何本奏 一听到柴少 居然今日要奏本 李渊忍不住有些好奇地看着柴少 而其他人 也都纷纷好奇地望着柴少 都想要知道 这位平日李延与慎少的驸马爷 要说啥 陈奏本是为陆宪后鸣不平 柴少朗声说道 跟着扫尸了一下四周众人 今日陈曾去过陆家庄 为陆宪侯送去五百斤铁料 本来柴少还不想说这件事 因为陆宪叮嘱过他 这些事不要急着说出去 但是近日王规出来恶心人 柴少心中有所不愤 所以就准备挑点不重要的 说给李渊听 昨日 李渊与自己的子女 在暖阁中谈话的是 柴少并不知道 而李秀宁也将这件事瞒着柴少 毕竟计划这种东西 知道的人越少才越保密 因此 今日王规来奏本恶心陆成 柴少就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他与陆成意气相投 如今是兄弟相称 将来更有可能成为廉金 柴少怎么可能 看着王规出来抹黑陆成 生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万一真的让李渊猜忌陆成的话 到时候 让陆成与大唐之间 产生了信任危机 那对大唐来说 绝对是天大的损失 单单几次接触 柴少就知道 陆成的才学是什么程度了 按照柴少的所见所闻来看 李秀宁说 陆成是安邦定国 国是无双 那都不足以来形容陆成的才学了 哦 听到柴少说 知道陆成用铁料干什么了 随着李渊话音落下 整个大殿里 文武群臣的目光 也都会聚到了柴少的身上 据臣所见 陆宪侯用铁料制作了一种铁炉子 可以烧石碳取暖 现在基本上陆家庄的家家户户 都是用这种铁炉子来取暖了 柴少朗声说道 维臣家中如今也使用了这种铁炉子 取暖效果要比碳盆更厚 而且也比碳盆更加省钱 说到这里 柴少很是得意地 扫视了这帮子文武群臣一眼 现在柴少那是除了上朝 就是坐在家里守着铁炉子喝茶 那日子过得相当的美滋滋 同时不时地训练一下两个儿子的文武 胡说 谁知道柴少话音刚落 站在柴少身边的王规 就好像见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了一般 双目瞪得溜圆 大声喝倒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诧异地看向王规 不知道王规为何如此激动大吼 谁不知道石碳含有剧毒 焚烧石碳取暖 无疑于自寻死路 王规有些激动的唾液横飞地说道 显然他是觉得抓住了柴少话里的错处 意外的有些激动 陆宪侯如此提倡石碳取暖 这是要谋害性命不成 王规一句话 倒是让不少世家官员赞同地点了点头 毕竟石碳有毒这件事乃是尽人皆知的 至于另一部分人则是半信半疑地看向柴少 毕竟柴少可是说了 他在自己家也用了石碳取暖 按照陆宪侯的话说 你这就是无知者无畏 柴少瞥了王规一眼说道 若是陆宪侯能够控制石碳的毒素呢 若是诸位不信 本宫可让你们见识见识 柴少傲然地扫尸了哪些世家官员一眼 若是真能如此 当是百姓之福了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尚书又蒲叶裴继 直接出班说道 裴继可以说是李渊最信任之人 当年李渊太元能够下决心起兵反随 其中就有裴继不小的功劳 因此大唐出力裴继 就官居尚书又蒲叶任宰相之职 既然玄真都说话了 那霍国公就把那个铁炉子弄来 让朕也见识见识吧 李渊捋着胡子 笑眯眯地看着柴少说道 是 只是这东西只有陆家庄有 只怕需要陛下需要下诏才行 柴少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准 李渊点了点头 毕竟是同陆臣所要东西 而且是要当庭验证 皇帝下诏也算是合适 毕竟其他人去了陆臣 未必会给面子 而柴少此时若是去找陆臣的话 也得奉旨或者奉诏才行 不然此时正是上朝时间 柴少可不敢随随便便地就跑出去 很快 李渊就下了一纸诏书 由柴少带着宣旨内侍 带人直奔陆臣的陆家庄而去 至于其他人 则是在太极殿内等待 柴少带着宣旨太监 直奔陆家庄而来 与柴少同爱陆家庄的宣旨太监 正好是第一次陪着陆臣来宣旨封侯的凌郎 身处陆家庄内的陆臣 还不知道太极殿发生的事 一大早起来 陆臣就钻进了大棚里 也可以让陆臣改善伙食 而且基地里的绿书 也大多都是脱水蜜蜂的 怎么可能有新鲜的好吃 就在陆臣正在大棚里割韭菜的时候 方起从外面跑了进来 怎么了 方起应该是带着那些装户 正在挖造纸用的土坑 突然跑来找自己 肯定是有事 陆臣站起身看着方起问道 霍国公带着宣旨太监来了 说是有陛下的诏书 方起看着陆臣说道 又下诏 前段时间刚下旨 让本侯闭门思过 这又下诏是要干嘛 陆臣满腹疑惑地站起身 让方起把割好的韭菜送到厨房 他则是准备回到后宅去换了身衣服 怎么说也是皇帝李渊的诏书 穿着一身迷彩服的陆臣 就这么去的话 难免有些不尊重李渊 不许偷吃 见到方起 想要把一根韭菜塞到嘴里 陆臣直接警告了方起一句 中午要炒菜的 方起见偷吃被发现 只能黑黑憨笑一声 放下那根韭菜 像捧着宝贝一般 一路小跑的 把韭菜送到了厨房 看着方起那背影 陆臣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才去到后宅 换了一身长服 来到了府门处 当到府门处 就看到柴少与手捧赵书的林郎 已经在等着自己了 林内侍 柴驸马又见面了 陆臣冲着二人 一拱手笑着说道 贤店 你们二位认识 听到陆臣同林郎打招呼 那熟络的样子 柴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当初我这长安县侯 可是林内侍给宣的纸呢 不知这次 又是带了什么纸意前来 陆臣笑盈盈地 同柴少与林郎说道 同时目光 看向林郎手中的黄眷 第124章 万岁万岁万万岁 侯爷 咱们先把诏书念了 既然大家都是熟人 那也不需要太多的磕头 直接先把正式办了 再说其他的 对 对 先把正式办了 其他的一会儿再说 柴少爷赶忙说道 再闲聊一会儿 太极殿的李渊 该等得着急了 什么事 这么急 陆臣面带笑意地 看着面前有些焦急的二位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两位家里火上房了呢 下个诏书都火急火燎的 不对啊 我说柴驸马 这个时辰 你不是应该在上朝吗 陆臣突然想起什么事的 一脸怪异地 看着柴少问道 而且 如果现在是上朝的时辰的话 李渊给自己下个诏书 又是干嘛呢 还不就是因为上朝 陛下 才你给下了个诏书 柴少叹了口气说道 贤弟 你还是先接诏书 然后咱们录上细说吧 行 陈 陆臣 接诏 陆臣只能无奈地拱手失礼 做个样子 见陆臣这么说了 琳琅也赶忙将诏书打开 说是诏书实际上 就是皇帝李渊的一则御址 这玩意就是针对陆臣一个人的 若是真正的诏书 那是要招告天下的 等听完这则御址 陆臣算是明白了 李渊是想要自己带着自己发明的铁卢子 去太极殿 证明这玩意 能去除石炭的烟毒 无奈的表情看着柴少 倒没有责怪柴少的意思 主要是 陆臣是想要用这玩意 坑一坑世家的钱 但是计划明显没有变化快 自己还没准备妥当呢 柴少直接就把这玩意给露出去了 贤弟啊 维兄也是逼不得已才说的 你知足吧 维兄就说了这么一样东西 要是把你这西山高炉 还有砖方和水泥方的事说出去 我估计 这时候陛下应该都到你家了 柴少不但承认了 还反过来邀功式的 称赞了一下自己嘴紧 你真是这个 看着柴少那模样 陆臣咬牙切齿地冲着柴少 竖了下大拇指 你咋不把大鹏的事也说出去 大鹏的事说出去 此时柴少跟陆臣并齐前行 琳郎则是落后了两人一个身位 倒不是琳郎没资格跟两人并驾齐驱 而是琳郎故意留出空间 给二人之间说话 毕竟太极殿里的事 琳郎也是知道的 听到陆臣提到大鹏 柴少用怪异的眼神 看了陆臣一眼 你现在弄了五百斤的铁料 那王规就跟疯狗似的 咬着你不放 要是大鹏的事说出去 那王规还不得说 你是妖人 柴少瞥了陆臣一眼 那是家事什么玩意 都跟他们疯狗似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看见好处 那就得咬一口 他们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 就这德性 你别说你不知道 柴少似乎是想起 什么不好的事情来 忍不住狠狠地骂了几句 不是 王规这老狗 是没完了是吧 柴少把事情的原委 已经原原本本地 说给了陆臣听 陆臣直接见梅倒数 气不打一出来地说道 上次没收拾够他 又出来恶心本猴来了 这帮子世家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现在得罪了王家和为家 虽然陛下下旨斥责了你 给你下了禁足令 但是就以那帮子世家的尿性 能这么轻描淡写就完事 你可是要王家 捐出一半的家产 这愁没个完 柴少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 而柴少自然也知道陆臣的脾气 想让陆臣给王家和为家服软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陆臣说过 王家和为家 他要自己一个个地收拾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缓和余地 柴少也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帮助陆臣了 看来上次让这老狗说的教训还不够 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 陆臣越想越来气 忍不住恨恨地说道 自己本来还想着闷头发展一段时间 在收拾王家 没想到 这王鬼跑这来恶心自己来了 今天要是不让王家出点血 估计这老家伙 会一直找借口恶心自己 陆家庄距离长安城并不远 毕竟以前是黄庄 总不能整个几百里地以外 再加上陆臣这些人赶路的速度并不慢 毕竟也不能让皇帝等太久不适 因此很快就进了长安城 陆臣这次进城 只带了四个人来 一个刘金 一个苏定芳 一个杜君措 还有一个就是芳琪 四个人负责带着铁卢子的配件 到了承天门下马 陆臣带着扛着铁卢子配件的四个人 迈步就往承天门里进 旁边跟着柴绍和琳琅 干什么的 承天门的守卫南崖禁军 哪见过铁卢子这种东西 看见一身侯爷服的陆臣身后 背着抱着铁卢子配件的四个人 直接就给拦了下来 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是干嘛使的 但是这玩意一看就是铁器 那能随便整进皇宫吗 放肆 就在陆臣被南崖禁军拦下的时候 一旁的柴绍 直接出言训斥了一句 这是奉陛下御址前来进见的陆县侯 这些是要展示给陛下看的东西 你们也敢来 柴绍不光是霍国公 更是左一位大将军 那也是禁军统帅之一 负责守卫的南崖禁军小队的统领 一见柴绍 赶忙势力道 属下见过左一位大将军 属下不知这位便是陆县侯 还望陆县侯恕罪 统领很是诚恳的同陆臣道歉 毕竟陆臣在娘子军中的发明 如今已经开始在唐军所有部队中传播 那酒精和生理盐水 不知道挽救的士兵有多少 虽然他们是禁军 但是也难免有磕磕碰碰 自然也有所受益 一听说自己面前 这位就是军中名声显赫的陆县后 胆忙诚恳的同陆臣道歉 不知者不罪 将军也是职责所在 谈何恕罪 陆臣笑着同小队统领拱了拱手 献猴赶紧进去吧 刚才换房的时候 还听说里面挺热闹的 统领看见陆臣一脸和煦的笑容 直接很是自来书的贴近陆臣耳边 很是热心的开始提醒陆臣 王贵那个老帮菜 可是说了不少献猴的坏话 献猴此去可得多加小心 那些文人杀人都不用刀的 多谢同领 陆臣自然知道 统领跟他说这个话 是有些泄密的嫌疑 不过陆臣也知道 这位小队统领是担心自己 因此很是真诚的冲着统领到了生县 然后迈步往太极殿方向走去 随着陆臣往里走 刘京等四人则是紧紧跟在陆臣身后 而柴少在经过那个小队统领身边 则是停了一下 笑眯眯地看着统领说道 小子 以后可不许这么干了 说完 拍了拍小队统领的肩膀 追着陆臣而去 至于小队统领则是赶忙英士 他当然明白自己 刚才同陆臣说的那番话 要是被有心人听去了 会对自己多么不利 不过有柴少提点自己一句 就说明柴少是会保住他的 不然柴少也不会提点他 直接不闻不问地离去也就是了 来到太极殿外 陆臣停下了脚步 该有的礼仪还是要有的 至于柴少自然是先一步进入了太极殿 毕竟柴少是去下御址的 此时回来算是复旨来了 柴少进入太极殿不足五分钟 就见有飞色衣着的内侍 从太极殿走了出来 悬长安献猴陆臣 觐见 就算这名内侍看到了一旁 靠在柱子上的陆臣 也是高声喊贺了一句 内侍喊完这一嗓子 这才看向一旁的陆臣 笑眯眯地说道 陆县后 随奴婢进见吧 有劳公公啊 陆臣冲着内侍一拱手 这才跟在内侍后面走进了太极殿 陆臣一走进太极殿 就有了一种重心捧月的感觉 因为随着陆臣迈步进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他的身上 尤其是王规和围挺 那目光简直要多怨毒有多怨毒 陆臣看到这么多人看着自己 差点没忍住 冲着这些人挥手来一句 大家辛苦了 臣 长安县侯陆臣 见过陛下 吴皇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陆臣说着 冲着李渊攻身行礼 李渊可是亲自陆臣 不用行跪拜礼 所以陆臣只需要攻身失礼就行了 不过这是时候 还没有听说 谁称呼皇帝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但 因此陆臣这一句万岁 万岁 万万岁直接把李渊 喊的就是一愣 跟着捋着胡子 感受到一股舒爽的感觉 其实 万岁是从汉武帝时期就有的称呼 而加上万万岁 则是在女帝武则天使期开始的 陆臣直接把这个敬见礼仪给提前了 不过 李渊听在耳朵里 那叫一个舒坦 哪个皇帝不希望自己真能万寿无疆 陆县侯平身 陆县侯这个称呼 倒是很新颖 李渊摞着胡子 一脸满足感的说道 这是魏臣觉得陛下英明神武 自应福寿绵长 因此情不自禁的喊出了心中所愿 还望陛下 勿要责怪臣下 陆臣一脸平静 却有些激动地说道 马屁精 一旁的王规直接按骂了一句 俺觉得俺就够不要脸了 没想到 这陆县侯更加不要脸 陈厥金站在柴少的身边嘟囔了一句 而柴少也没想到 陆臣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直接嘴角直抽抽 而李秀宁等人也是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陆臣 第125章 王规又掉坑里了 在李秀宁等人的印象里 陆臣应该是说不出这种话的人才对 但是事实就摆在了面前 实在是让李秀宁等人有种大跌眼镜的感觉 至于其他人 则是对陆臣有些嗤之以鼻了 毕竟上次陆臣在太极殿的表现 可是震撼了他们 直接当面印钢太原王室的王规的存在 还有不少人在琢磨 是不是因为李渊的那道禁足令 让陆臣有所醒悟 陆臣当然也听到了王规说的那句马屁精 陆臣直接转头看向王规 王忠远 你说本侯是马屁精 不知这个结论从何而得 陆臣目光灼灼地盯着王规 自公为座座 难道不是拍马屁吗 王规被陆臣盯得有些发毛 不过既然要整陆臣 就要硬气起来 直接脖子一梗说道 哎呀 你居然如此居心婆策 陆臣直接指着王规的鼻子 很是一副痛心的样子说道 本侯所说的句句肺腑 句句都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感情流露 如此英明神武的陛下 难道本侯祝愿陛下万寿无疆有错吗 你居然说本侯是拍马屁 莫非是觉得陛下不应该万寿无疆不成 难道仗着你太原王家乃是世家旺族 就可以如此行事 还是说你王家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不成 陆臣最后一句是直接冷喝着逼问王规 王规一听陆臣的话 就知道陆臣这王八蛋 当才说那句话就是给自己挖坑呢 自己怎么就这么冲动就上当了呢 顿时额头并脚就见了汗了 陆臣这话说的他轻了是个目无尊上 说得重了就是他以及太原王室有不成之心 那是要掉脑袋的 但是没等王规说话 陆臣直接冲着在场的文武官员一抱拳 诸位给评评礼 本侯祝愿陛下万寿无疆难道有错吗 这王中允居然说本侯是那拍马逢鹰之人 本侯心痛啊 陆臣继续着他的表演 一副垂胸顿足心痛不已的表情 这番表演 直接把坐在龙椅上的李渊 与势力在一旁的长宝 都看得嘴角直抽抽 能站在太极殿里的 没有哪个是二百五 自然都看出来陆臣这时开局就挖坑给王规跳 结果王规还真听话 直接脑瓜子一热就跳下去了 而看到陆臣这一番表演的程耀精 也是嘴角直抽抽 行下暗自琢磨 那魏州城三万祥君的事 是不是就是这孙子出的馊主意 至于站在朝班后面的魏征 也是嘴角一抽 想起了在娘子官时 关于陆臣给他出的 关于魏州城祥君的主意 陛下 陈绝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不齿陆县侯的为人而已 还望陛下恕罪 王规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额头冷汗直冒地说道 王爱卿多虑了 朕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李渊看着战战兢兢匍匐在地的王规 心中忍不住有种酸爽的感觉 没想到陆臣居然挖坑挖地 让着王规害怕了 虽然王规与李渊私交不错 但那是在反随的时候 如今李家执掌天下 这说的两人之间就有了隔阂 当然 当初李渊也不过是 借着世家的事而已 不然也不会有李建成设计 想要削弱世家了 哎 王忠远 你这话说的可就没意思了 李渊话音刚落 没等王规回应呢 陆臣直接低头看着 跪倒在帝王规 你凭什么不吃本侯的为人 本侯为人怎么了 是袍绝护坟了 还是踹寡赴门了 你把话说清楚了 脸上一副不服不愤的表情 大殿里的这帮人 哪听过陆臣嘴里的那些 好似骂街一般的语言 文官有讲究的 直接掩面偷笑 而武将这面 则是不少人都直接哈哈大笑起来 入先后 不要太过分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围艇看不下去了 直接出言说道 本侯过分了 陆臣看着围艇 直接给了围艇一个不屑的眼神 怎么 一个不行来两个 没事 你们谁要是觉得本侯说错了 都可以站出来 陆臣直接轻蔑地扫视了一眼 那群世家官员 怎么 他说本侯为人不好 本侯就得默认 你们这世家 未免有些霸道了吧 本侯今天还就得问清楚了 本侯的为人 哪里不好了 是本侯发明的酒精不好 还是生理盐水不好 陆臣越说声音越响 直接逼问的几个 本来还想帮枪的世家官员 全都退了回去 本侯还真得跟王忠云好好学学 上次谈到奉献大唐的事 本侯听说王家 要捐一半的家产给大唐 没想到王忠云竟然忘记这件事了 还跟没事人一样 上朝嚼舌根子 怎么 是打算奉献一半家产了吗 陆臣直接蹲到了王规面前 皮笑若不笑地问道 本官不曾记得 有捐献家产的事 王规索性也来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拒绝承认上次太极殿的事 反正脸都已经丢了一次了 也不怕再丢第二次 哦 原来不记得了呀 陆臣看着王规 黑黑冷笑了一声 转头看向出来 喝止他的围挺 听说经兆为事 也是家资丰厚 怎么 唯大人这是要奉献家产了吗 陆县后 莫要胡搅蛮缠 此次陛下宣女禁剑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莫要忘记了 你还有禁足令在身呢 围挺面色阴冷地看着陆臣说道 哦 对 本侯还有禁足令在身呢 那本侯告退就是 陆臣很干脆地 直接冲着李渊失礼 陛下 韦大人说陈下有禁足令在身 不宜出现在太极殿 请容陈下告退 回家继续闭门思过 说完陆臣转身就要走 一见陆臣要走 王规和围挺对视了一眼 这不扯了吗 费挺大哥竟把陆臣整来了 满心期望用石炭的事情弄陆臣一下 结果这家伙来了一顿胡搅蛮缠 然后准备拔腿就走 那哪成啊 而且这件事还把柴少给牵扯进来了 若不是柴少为陆臣出头 李渊也不可能下狱子把陆臣给弄来 这陆臣要是走了 这算什么事 到头来 这锅得拳扣王规跟围挺脑袋上 得罪柴少也就得罪了 关键柴少媳妇是平阳公主 这位公主殿下 那是一言不合就抡刀的主 有时候李渊说话都不好使 这真要抡刀罢 他俩给剁了 这谁受得了 陆线后 莫要胡闹 陛下下狱子召你前来 自然是有要事相伤 莫要耍性子才好 陪吉一看陆臣真要走 李渊那是皇帝 而且陆臣这要走 还是被围挺给逼迫的 还挑不出毛病 还能让李渊出言挽留陆臣 说爱卿 莫走 有事 那不让李渊太没面子了吗 所以只能陪吉这个宰相 出头挽留陆臣一句 听到有人喊自己 此人还是站在文官之手的位置 陆臣就知道 面前这位身着紫色官服 腰横金玉带 金玉带上悬挂着金色渔服的老人的官位 绝对不一般 而且 此人尽管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 脸上虽然皱纹不守 但是却是慈眉善目 身材魁梧 可见年轻时 也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 这位大人 为请教 对于好言相劝自己的这位老大人 陆臣还是很恭敬的 本官陪吉 陪吉也不客套 直接爆出了自己的名号 陪吉 陆臣看着陪吉 就是双目一亮 陆臣知道 面前这位陪吉裴玄真大人可了不得 那是大唐建国的第一任宰相 没有这位宰相大人 李渊也不可能下决心反随 可以说 大唐能够立国 陪吉有着莫大的功劳 而且 这位陪大人 还是 唐律的修订者 原来是陪大人 师敬 师敬 陆臣赶忙冲着陪吉失礼 陆县猴多礼了 陪吉对于陆臣 也是心中甚是喜爱 毕竟陆臣的发明 可是挽救了不少大唐儿郎 此次陛下赵献猴前来 来是为了五百斤铁料之事 若是此事不说个清楚 恐怕对陆县猴有所不利 陪吉说着 还用目光扫了一下 站在一旁的王规与围艇 显然是在提醒陆臣 这事是谁搞出来的 同时 也提醒陆臣 要是不说清楚了 恐怕后面这帮人 还得用这事扯犊子 就这破事 也值得说 陆臣直接瞪了王规与围艇一眼 再说了 本猴要五百斤铁料又如何 本猴还能造反不成 反观有些人家中 恐怕十万斤铁料都不止吧 陆臣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 同时目光再次看向王规与围艇 要是本猴能用五百斤铁料 行不忠之事 那囤有数万斤铁料的 照本猴看来 家中超过车轮的都该砍了 陆臣最后一句话说完 直接冲着王规与围艇一次牙 看着陆臣那不怀好意的笑容 王规与围艇不自觉地 又后退了半步 要我说 你们就是脑子有病 老子就陛下赏赐的那么一个庄子 庄子里就那么几百口子的人 咋的 五百斤铁料就能造反 千万不要跟本猴提我那庄子 离长安境的屁话 这长安城里多少守军呢 你们的脑袋 都是长在屁股上了吧 陆臣觉得不过瘾 继续指着王规与围艇骂 第126章 例字为句 你们脑子里能不能多想想 怎么造福老百姓成不 陆臣指着王规与围艇 继续数落到 别成天坐在自家抗头 捧着几本破书 就觉得自己是人上人了 陛下给你们当官 是为了让你们替陛下照顾老百姓的 不是让你们成天无中生有的 明白不 陆臣是越说越来劲 而陆臣最后这句话说的 顿时让不少武将喊好 毕竟有不少武将 真就是从平民百姓中杀出来的 跟这些世家官员不同 而李渊在听到陆臣的话的时候 也是心有所感 捋着胡子眯着眼 继续看着陆臣表演 知道什么叫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吗 知道吗 陆臣见没人阻止自己 陆臣就继续说了下去 没事多关心关心百姓的生计 大唐出力 百废戴心别成天就盯着本侯 本侯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愿意干嘛 你管得着吗 当然陛下例外 陆臣说到这里 还不忘提了一句李渊 这让李渊顿时觉得很爽 说句不好听的 本侯在庄子里干嘛 关你屁事啊 陆臣这通骂 算是给王规和围挺 骂了个狗血淋头 心中舒爽了不少 那个路线后 本官想要问一下 阁下说的这个红薯是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炕头又是何物 等到陆臣浑身舒坦的骂完以后 一旁一直听着陆臣讲话的陪记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毕竟这个时代 可没有红薯地瓜和热炕头这种东西 呃 等到陪记一发问 所有人也都向陆臣 投向好奇的目光 至于红薯这种东西 李秀宁和柴少是知道的 毕竟陆臣的大棚里 正培育了三样 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宝物 其中一种就是这个叫红薯的东西 但是两人对视了一眼后 都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毕竟陆臣说的这玩意 母产太吓人了 没有见到食物以前 他们可不敢乱说 这个红薯是一种农作物 产于黄金粥 据说母产能达到30蛋 甚至50蛋 至于炕头吗 陆臣挠了脑脑袋 红薯这玩意好解释 那就是一种农作物 炕头咋解释 自己又没有盘炕 这帮人也没见过后世 才有的这种神奇的东西 陆臣想了想 这才继续说道 这炕就是一种 类似于床榻的东西 只不过是用青砖或土坯 堆砌出来的床榻 冬天可以生火取暖 莫非这炕是 类似暖榻一般的东西 只是质地不同 陆臣想了想 看着陆臣问道 那红薯此物 可容易寻得 若是寻得此物 天下百姓都种植的话 岂不是就不会有饥荒了 一听到陆臣说的 红薯母产能达到30蛋 甚至50蛋 陆臣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看着陆臣兴奋地说道 暖榻吗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 陆臣也懒得继续解释 什么是炕了 那红薯远在海外的黄金周 树在下直言 以大唐目前的能力 还去不了 陆臣看着陪戒摇了摇头 陆臣心道 就算我现在 把海图给你 大唐现在还没稳定呢 你拿毛线造船啊 哎 听到陆臣的话 陪戒有些沮丧地摇了摇头 陪大人也不要悲伤 等大唐吻过 到时候 咱们再造船出海嘛 反正黄金周 现在也没杀人 有也是一些如毛饮血的野人 陆臣笑盈盈地说道 莫非路线后 曾到过黄金周 陪戒听了陆臣的话 马上两只眼睛又明亮了起来 看着陆臣目光灼灼地问道 不操 陆臣很是干脆地摇了摇头 心中则是暗道 老子全世界都跑遍了 不过陆臣此时 倒是不能说自己去过 不然谁知道 这老头又得问出什么话来 陆臣可不想继续跟陪戒 这老头继续探讨下去 陆臣没想到 陪戒居然这么难缠 一副打破杀顾问到底的架势 在下也只是在墨家前辈的典籍上 看到过记录 可惜 陪戒间陆臣不似座尾 只能摇头叹息了一声 而一旁的柴少于李秀宁 则是微不可查地撇了撇嘴 心中暗暗吐槽 这家伙就是在忽悠老头 他要是没去过 乃来的大棚里的三宝 不过这夫妻二人 也是默契的没有出声 就是看着陆臣表演 我说陪大人 陛下下御址照在下栏 不是就为了这点破事吧 陆臣一副明知顾问的表情 看着陪记 哦 对 听到陆臣的提醒 陪记才回过神来 刚才他满脑子都是陆臣说的红鼠 差点把正式给忘了 这才陛下下御址 让陆县侯前来 来是为了询问实探之事 实探 陆臣依旧是做出一副 不明所以的样子 实探咋了 取暖 做饭 炼铁都可以用啊 挺好的 哼 就在陆臣话音刚落 一旁的王规 似乎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直接冷哼了一声 你哼个屁 就你是多 陆臣直接瞪了王规一眼 陆县侯 此乃太极殿 莫要口出乌言晦语 王规冷冷地看着陆臣说道 似乎此时 他又胜券在握了一般 咋的 就你是多 这么大的太极殿 就险着你了 你又想说什么 赶紧说 本侯一会儿 还得回去闭门思过 陆臣不耐烦地看了王规一眼 最后闭门思过四个字 咬得很重 显然是说给一旁的围挺听的 陆县后 谁不知道烧石炭会产生剧毒 轻则昏迷不醒 重则丢失性命 你如此推崇使用石炭 是这百姓信命于不顾吗 王规可算得到机会了 一口气把指责陆臣的话给说了出来 心中那叫一个爽快 甚至还得意地看着陆臣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不错 刚才陆县后可是言辞凿凿地说 要为百姓谋福利 这就是你的做法吗 鼓励百姓用石炭 罔顾百姓性命 唯挺似乎也找到了方向 直接也开始指责起了陆臣 甚至此时 他都感觉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俯视着自己面前的陆臣一般 甚至不少世家官员 也是同仇敌忾一般的死死盯着陆臣 那都是一副看你怎么死的表情 结果在听完这二人的指责之言 然后扫尸了一圈 这帮子准备看好戏的世家官员 直接亲密的一笑 要我说你们不是脑子不好 就是缺根馅 你们心脏挺健康的 就是缺个眼 本侯现在都怕你们睡觉 把自己给淹死 陆县侯 你这话说的可有些过分了 此时有世家官员叫嚷了起来 咋的 说到你们的痛处了 陆臣依旧是一副轻蔑的表情 看着这些人 用你们那装满了智慧的脑子想想 本侯没有把握的 是能让陆家装那么多装户 用石炭 看到陆臣如此嚣张跋扈的样子 一些世家官员 直接气得手指都抖了 别人说石炭有毒 你们就信 咋的 我还说酱菜吃多了会得病 继续嘲讽这些官员 估计你们连石炭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就在那抄抄石炭有毒 你们没办法驱毒 难道本侯就没有办法 一群拿着无知当个性 拿无能当洒脱的废物 陆县侯 少要成口舌之力 若是你真有驱除石炭毒性的办法 不妨让我们大家见识见识 俗话说得好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若是你真能驱除石炭毒素 本官当庭对你道歉 我也挺知道 在嘴上他们是赢不了陆臣的 直接开始玩百事实那一套 给我道歉 你也配 陆臣看着围挺冷笑了一声 咱们不如玩个游戏吧 若是本侯能够驱除石炭毒素 你经兆为事 就捐献五千亩良田出来 若是本侯不能驱除毒素 那本侯任凭你们发落 如何 陆臣冷笑着看着围挺 一句道歉 就想把我陆臣打发了 别说门了 窗户也没有 不让你们这些世家出点血 今天你弹劾我一下 明天他再弹劾我一下 那我陆臣还睡觉不睡觉了 可以 围挺琢磨了一下 五千亩良田 对于金兆为事 并不是什么问题 金兆为事 那也是世家大族 五千亩良田 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若是能用这良田 把陆臣给整来 这买卖不亏 哦 对了 我听说 是你这个老家伙弹劾的我 陆臣直接把矛头 又指向了站在一旁的王规 他金兆为事出五千亩 你太原王室 怎么地不也得出一万亩吗 你敢玩吗 陆臣轻蔑地看着王规 可以 王规死死地盯着陆臣 咬牙切齿地说道 别说一万亩了 只要能把陆臣整死 王规就算再拿出一倍的良田 也不带眨一下眼睛的 陛下 您可都听见了 到时候 您可得给微臣做主啊 陆臣直接转头 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嗯 此事朕做主了 李渊捋着胡子 笑眯眯地硬了下来 还是不行 哪知道 李渊都同意 做主的情况下 陆臣还觉得不保险 为了避免出现晕倒的情况 本侯觉得 还是例子为句比较好 第127章 组装完成 你他妈 王规与围挺 听到陆臣的话 好学没把牙咬碎了 口头协议跟书面协议 可是两个概念的东西 口头协议 按照这两个世家官员的尿性 实在不行 就再来一次晕倒 要是书面协议 那可就是白纸黑字了 到时候 按照陆臣的性格 绝对会直接上门讨要的 怎么 不敢 看到两人恨自己恨得牙根痒痒的表情 陆臣不屑地说了一句 不敢就算了 没想到 两个自诩圣人门下的人物 居然也有怕的一天 陆臣再次开启 冷嘲热讽的技能 有何不敢 此时两人也是骑虎难下了 不过一想到石探有毒之事 有顿时有些信心满满 只觉得 陆臣此时就是在装枪做事 他们可不信 有人真能驱除石探中的毒素 陆臣将二人一口同声地答应了下来 顿时喊了一声 笔墨伺候 长宝征询了李渊的意见 李渊汉手同意 这才吩咐一旁的内侍 取了笔墨纸验过来 陆臣也不客气 直接将双方对赌的协议写了两份 这是陆臣的寿晶体 第二次面试 所有人都被陆臣的那一首寿晶体 给惊验到了 要知道这个时代推崇的书法大家 乃是王熙之 王献之 张之 以及钟瑶 这被称为书中四贤的书法 今日一见陆臣的寿晶体 顿时都明白 单单陆臣这一首寿晶体 就足够在书法上开宗立派的了 顿时所有人都紧紧的 盯着陆臣写的字 至于内容 竟然一时间无人关心了 而王规与围挺 也被陆臣这一首字 给深深的吸引了过去 只不过 二人与陆臣之间的过节 又让这两人不好意思 明目张胆的盯着陆臣看 直接搞得二人心中 别提多难受了 陆臣一口气写了两张字句 两位看看 可有什么纰漏没有 陆臣将一张字句吹干末迹 亮给王规与围挺看 内容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陆臣不能驱除石炭的毒素 或者证明 石炭确实可以使用 并不会伤人害命 王规捐献一万亩粮田 而围挺则是捐献五千亩粮田 并且规定 粮田必须是长安城近郊的 反过来 若是陆臣无法证明 陆臣则是辞去长安县侯爵位 任由王家与维家发落 两人盯着字句看了半天 其实内容很简短 几眼就看完了 主要是陆臣这首受晶体的毛笔字 太吸引他们二人了 因此 二人看得那叫一个认真 我说二位 是不认字还是怎么的 这都快看一刻钟了 陆臣总是擒着字句 也累啊 忍不住出言 酸了这二人一句 内容并无不妥 听到陆臣的酸话 王规这才只起身子 看着陆臣说道 只不过说话间 还是忍不住继续 瞟了两眼字句上的字 一旁的围挺 也是捋着胡子点了点头 既然二位认可 那咱们就签字画鸭吧 陆臣也不客气 直接从腰上摘下 代表长安县侯的精印 往两张字句上一按 跟着又分别在两张字句上 按了个手印 然后冲着王规与围挺一次牙 二位 请吧 陆臣将字句往二人面前一推 做了个请的手势 王规与围挺也不含糊 有样学样的 也是加带了印章和手印 跟着王规伸手就要去拿字句 别啊 陆臣直接伸手 把王规的手给拦了下来 王规被陆臣这么一拦 顿时就是一愣 陆县侯 字句一试两份 李英你一份 我们二人一份 因何不让我们收取字句 王规顿时 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他之所以着急拿字句 并不是说字句多么重要 而是看上了字句上的字 谁说这份字句 是给你们的了 陆臣看着王规那满脸不乐意的样子 就笑了起来 这一份乃是本侯的 至于这一份 乃是要交给陛下留存 到时候 你们两个赖账 本侯也可以跟陛下请旨 以便本侯上门讨债的凭证 陆臣说着 就将其中一份字句 交给一旁的内侍 笑着同一旁的内侍说道 内侍点了点头 就把字句交给了长宝 再由长宝摆放到了 李渊面前的龙书案上 看着字句上的字 李渊满眼欢喜的点了点头 可惜这是一份字句 不然等到下朝 李渊高低的 把陆臣这幅字给表起来 这一份乃是本侯的 陆臣说着 把另一份字句拿了起来 直接叠好 揣到了袖笼里 陆臣这一番操作 直接把王规跟围婷给看傻了 这怎么到最后 自己手里连个凭证都没有了呢 两人直接面面相去起来 你俩要是觉得 信不过陛下和本侯 可以照抄一份 本侯不介意再签字花牙一次 陆臣说着 做事就准备从绣笼里 再把字句给掏出来 关键陆臣这话说的有点草蛋 整得王规跟围婷 是真没法再抄一份 毕竟陆臣写了一模一样的两份字句 一份陆臣收着 一份陆臣竟然直接献给了皇帝 他俩说再抄一份 说是信不过陆臣 这行 抄一份不用陆臣收拾他俩 李渊当场就得发飙 咋的 真当李渊这个皇帝 是好好先生呢 不必了 两人怎么可能不知道 陆臣这又是给他俩挖的坑 被陆臣坑过一次的王规 直接摇了摇头 现在已经立字为句 也签字画压了 就请陆县后证明 石探不会害人性命如何 王规不想再跟陆臣说下去了 生怕着陆臣再给他挖坑 直接敦促陆臣证明 石探能够驱毒 没问题 陆臣很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只是在证明之前 陈还请陛下允许我的护卫上殿禁剑 毕竟要使用到的工具 在陈的护卫身上 陆臣转身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正准了 李渊自然早就接到了报告 说是陆臣带着的四个护卫 都拿着很奇怪的铁锯 此时正在太极殿外等候 被禁军看管着 随着李渊话音落下 有内侍跑了出去 站在太极殿门口喊道 宣长安县侯护卫流金 方启 杜军绰 苏定方觐见 随着内侍声音传出 很快流金四人 扛着铁炉子的配件 迈不进了太极殿 四人把配件往地上一放 齐齐跪倒给李渊建立 陈方启 拜见皇帝陛下 方启现在还有官职在身 因此可以自称为臣 而剩下的流金三人 则只是陆臣的护卫 说白了 他们三个就是白身 因此见到李渊以后 三人都得自称草民 草民苏定方 杜军绰 流金 拜见皇帝陛下 苏定方还行 而杜军绰与流金 则是有些战战兢兢 免礼 平身吧 李渊看着面前跪着的四个人 年岁都不大 但是精气神十足 不由的心中甚是喜爱 汉手笑眯眯地说道 谢陛下 几人齐齐谢恩 这才站了起来 方启和苏定方还不错 而流金与杜军绰 就差点意思了 毕竟两人年岁也不大 这文武群臣站立两旁 直接看得 二人心里有点小害怕 不过也是站在了当场 陆爱卿 这些就是 你说的铁炉子吗 李渊好奇地往四人脚边看去 看着那些铁炉子配件好奇地问道 而文武群臣 包括王规与维亭两人 也是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着地上的配件 正是 陆臣点了点头 这玩意 就能驱除石碳的毒素 王规看着那些配件 忍不住不懈地说了一句 几个铁具而已 只不过造型有些奇特罢了 这东西 要是能驱除石碳毒素 他还真就不信了 这东西不仅能规避石碳毒素 还可以取暖 而且取暖效果 远远比碳盆要好 陆臣很是胸有成竹地说道 哦 陆爱卿快快演示给朕看看 这个铁 铁炉子是如何规避石碳毒素 如何取暖的 李渊有些心急地说道 遵旨 陆臣冲着李渊一失礼 然后转身看着苏定方四人 定方 你们几人把炉子组装起来吧 是 苏定方冲着陆臣一拱手 然后就见四人直接开始忙活起来 功夫不大 铁炉子就组装了起来 本身铁炉子也没有那么难组装 铁炉子自然是不能在太极殿中央组装的 毕竟陆臣并没有带那么长的烟囱来 因此就在靠近太极殿大门的地方 把炉子组装了起来 烟囱直接伸到了太极殿的外面 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个铁炉子 这就完成了 看着那长长的烟囱 李渊再次好奇地问道 组装完成了 现在就可以加入石碳了 陆臣说着 冲着方奇蛇的眼色 再来的时候 方奇还背着一些石碳过来 很快 炉子里的火就烧了起来 方奇把石碳也添加了进去 功夫不大 就见 深到太极殿外的烟囱口 出现了石碳燃烧的烟雾 正常石碳燃烧是有味道的 但是陆臣这炉子里 同样也燃烧的是石碳 可是味道却没有那么呛人 第128章 倒打一耙 路线后 你确定你这烧的是石碳 对于石碳是什么味道 有世家官员了解 毕竟有些世家的店户 曾经使用石碳而丢了性命 这些世家官员也闻到过 石碳燃烧是什么味道 因此 直接开始质疑起了陆臣 而随着这名世家官员的质疑 王贵与韦婷 似乎找到了突破口了 直接也看着陆臣 陆县侯 咱们说好的是驱除和规避石碳毒素 可不是用替代物 你这就有点违反规则了吧 韦婷冷笑着看着陆臣说道 不懂就别装懂 你说 本侯用的不是石碳 陆臣没有回答违挺的话 而是直接指着刚才说话的 那个世家官员说道 被陆臣这么一说 顿时那个世家官员缩了缩脖子 要知道 他也只是一个小世家出来的 只不过他们家跟王家有些关系 他运气好弄了的小官 刚才说话就是想要给王规帮忙 要让他独自面对陆臣 他可没那个胆子 不过这家伙也算是硬气 直接耿着脖子说道 陆县侯 莫非是被本官说到了痛楚 打算以施压人吗 你叫什么名字 陆臣被这小子那狐假虎卫的模样给气笑了 直接指着这名官员问道 下官位置 这名官员直接仗着胆子 报出了自己的姓名 莫非陆县侯打算秋后算账吗 位置直接看着陆臣 准备拿话把陆臣给圈住 收起你那小心思吧 陆臣怎么可能听不出位置话里的意思 直接瞥了位置一眼 别以为你能拿话来颠对本侯 本侯出手 向来不会信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直接当场就把仇报了 本侯要收拾你 你还能站在这 陆臣红着位置冷哼了一声 行了 别瞪着你那两个眼珠子了 你还真对得起你的名字 你以后别叫位置了 叫弱智算了 陆臣得理不饶人般地继续说道 方琪 你给他看看 你带来的究竟是不是实探 也让在场这些大人都辨别辨辩辩 别说本侯玩什么鱼木混猪的把戏 陆臣冷哼了一声 而一旁的方琪 则是直接把一旁搁在地上的包袱打开 就见里面摆放着几块黑灿灿的蜂窝煤 这些官员哪见过蜂窝煤 都撑着脖子往方琪手中看去 就连里渊也是撑着脖子在看 在这些官员的眼中 实探要么是快的 要么是面的 从来也没见过蜂窝煤这种形状的 不由的都有些猛 看着颜色 确实与实探一般无二 但是这形状明显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说话的是玉池弓 毕竟玉池弓当过铁匠 自然是跟实探打过交道 毕竟断铁时 实探可比焦探便宜得多了 还是玉池将军有眼力见 陆辰一眼就认出了玉池弓 毕竟玉池弓黑的太有特点了 全大堂能比玉池弓黑的 恐怕就没有几个 实在是太好辨认了 陆辰直接笑着冲着玉池弓说道 而随着玉池弓的肯定 在场的文武官员也都知道了 陆辰拿出来的确实是实探 只不过是经过加工的实探 而位置此时已经掩面退到了人群里 陆建侯 为何要将这实探做成如此形状 玉池弓忍不住迈步走了过来 弯腰拿起一块蜂窝煤 直接端向了起来 甚至还通过蜂窝煤上的空洞 往外看了看 因为这是金煤 陆辰笑着同玉池弓解释了一句 金煤又是何意 玉池弓继续问道 这实探有毒 乃是因为实探中含有其他 能够致人中毒的成分 这种成分在实探中含量很大 因为在开采实探矿区旁 总是会半生硫铁矿 而实探中也含有硫 若是将这部分流清洗出去 或者是降低这种成分在实探中的含量 您说这实探燃烧 还容易让人中毒吗 陆辰笑着同玉池弓解释道 硫铁矿 硫 这又是什么东西 玉池弓秉承着打破杀郭问到底的精神 继续询问陆辰 而此时高坐在龙椅上的李渊 也是津津有味地听着陆辰讲解 这咋解释啊 难道自己还能给他们科普一下元素周期表吗 陆辰一脸无奈地看着玉池弓在心中琢磨着 而且这玩意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解释清楚的 硫磺知道吧 陆辰想了想就想到了硫磺 毕竟这个时代还是有硫磺的 知道 玉池弓回答得很干脆 不知道玉池将军有没有发现 那些石炭在燃烧的时候 经常会有硫磺味 或者是臭鸡蛋味 陆辰突然脑子里一闪 想起来没有经过清洗工序的煤炭燃烧的味道 到底像什么了 确实如此 玉池弓点了点头 毕竟干过铁匠的他 知道用石炭断铁时候 石炭燃烧的味道 那硫磺燃烧的味道呢 陆辰继续引导着玉池弓说道 玉池弓稍一琢磨 就明白了陆辰的意思 直接笑道 陆县侯的意思是说 只要把这硫磺从石炭中清洗出去 石炭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 陆辰点了点头 不过就算是清洗了 但是在使用石炭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通风的 毕竟这玩意还是有烟气 到时候空气流通不畅 憋也把人憋死了 对 对 陆县侯说的对 这些附和着说道 安老臣可听说 那些石炭中毒死的 那死状都是憋死的 也就是说 陆爱卿已经找到方法 能够清除石炭中的这什么流了 是吗 陈咬金刚说完话 坐在笼椅上的李渊直接问道 李渊一说话 本来还有些吵杂的太极殿 顿时安静了许多 毕竟刚才陆辰在解释石炭的时候 不少人都在窃窃一论 现在当今陛下说话了 这些人自然就安静了下来 启禀陛下 臣确实找到了方法 清除这些石炭中的杂志 不然 陈也不敢贸然 让陆家庄的装户使用 陆辰直接冲着李渊施里说道 而且 诸位没有感觉到 这太极殿中暖和了许多吗 陆辰笑着再次提醒了 这些官员一句 确实比刚才暖和了许多 有离铁卢子敬的官员 直接回应了陆辰 此时乃是冬季 上朝的时候 太极殿的四周 也会摆上几个炭盆 毕竟这硕大的太极殿 又没有厚实的地热 站在里面 不活动 那温度绝对感人 但是就算是摆上了炭盆 也只不过是聊胜于无 主要太极殿面积过大 炭盆那玩意的温度 才能有多少 距离铁卢子敬的官员 此时已经把手从袖笼里放了出来 毕竟这里距离太极殿的大门很近 这些官员都属于站在后排的 距离大门最近 有风刮过 最先感受到的就是他们 因此 这冬天上朝的时候 他们都习惯性把手抄在袖笼里 而此时 因为铁卢子的关系 他们已经可以把手从袖笼里拿出来了 是吗 朕来感受一下 李渊说着 从笼椅上站了起来 在长宝的搀符下 直接迈步来到了铁卢子面前 此时铁卢子里的炭火 已经忘了起来 李渊在距离铁卢子 还有十几步的距离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一阵阵的暖意 嗯 感受到暖意的李渊 顿时两道瘦眉就是一条 若是这个距离都能感受到暖意 那就是说 这个铁卢子 可以让方圆十几步的面积上 都有这种温度 随着李渊越靠近炉子 身上的暖意越浓 真乃神物眼 当来到铁卢子近前两三步远的时候 李渊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因为这个距离 他已经感受到烘烤的感觉了 再往前 温度就有些烫了 与此同时 王贵与维婷的脸色已经变了 因为他俩知道 这一局 他俩又输了 而且 这次可是有字句的 白纸黑字啊 陆臣就弄了这么个铁疙瘩一样的东西 就直接圈走了他俩一万五千亩的凉田 两人现在简直就是心如刀脚一般 死死地叮嘱陆臣 为何要增加这个东西 李渊指了指铁卢子上的烟囱 好奇地问道 此物名为烟囱 当才陈也说过了 这石炭就算经过了清洗 燃烧也会有烟雾产生 若是在室内使用 烟雾不能排出 到时候 依旧会让人有生命危险 有了这个东西 就可以把石炭的烟雾排出到屋外 屋内之人可以安全使用 陆臣在李渊身边 笑着同李渊解释道 好 好 好 李渊连说了三个好字 如此一来 就可以避免使用者吸入烟气而避命 而且石炭价格低廉 有了这铁卢子 百姓过冬取暖 也就有了着落了 路线后 这又是大功一件啊 李渊摞着胡子 一脸欣慰地说道 不过 话说回来 陆爱卿可是有点藏私了呀 李渊随即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李渊秘密地说道 若不是今日有人弹劾你 你准备什么时候 把这铁卢子送给朕瞧瞧 启禀陛下 臣近日可是在家中闭门思过 如何来觐见陛下 路纯笑嘻嘻地看着李渊 直接来了个倒打一耙 第129章 你又是哪位 这倒成了朕的不是了 对于路纯的倒打一耙 李渊倒是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 反而半代调侃的语气 回了路纯一句 随着李渊这话讲出来 所有的文武大臣都愣住了 要知道皇权天兽 那是天子 说出的话就是金口玉盐 金科玉律般的存在 路纯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面说 李渊的不是 这真是有点胆大包天了吧 臣可没有这个意思 路纯直接冲着李渊师里说道 臣虽然出不了陆家庄 但是也把这铁卢子 赠予了平阳公主与柴驸马 也同柴驸马说了 要进行给陛下的事情 路纯说着 转头看向柴哨 这件事 路纯跟柴哨提过吗 压根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只不过路纯倒是跟柴哨提过 要售卖这种铁卢子的事情 只不过那时路纯还在路家庄闭门撕过 这件事就搁置下了 要不是王规今日弹劾路纯 说定还得个一个月的时间 长安城里 估计才会出现铁卢子 反过来说 王规这一下 也算是帮路纯做了宣传了 柴驸马 国有此事吗 听到路纯的解释 李渊也转头看向柴哨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铁卢子这东西 除了路纯的路家庄有 剩下的就是柴哨的国公府有了 当然 李秀宁的公主府应该也是有的 但是这帮人 估计敢去找柴哨 也不敢去打扰李秀宁 确实如此 柴哨直接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虽然柴哨嘴上说着确实如此 但是心中则是暗自说道 说过个屁 这小子就说 这玩意到时候要售卖 哪说过要进县陛下了 不过柴哨可不敢把这话说出来 这要是说出来 那路纯还不得被定个欺君之罪啊 既然陆爱卿 已与你商量了进县之事 为何今日正才得知此事 李渊沉着脸看着柴哨问道 显然对于柴哨 没有早点把这个取暖神器 进县给自己 感到有些不高兴了 不是 自家这位老丈人 有点双标了吧 这玩意是陆陈发明的 他没进县 你不说他 直接冲我来进干嘛 听到李渊的话 柴哨忍不住在心中 暗自赋斐了一句 不过表面上 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启禀陛下 女婿本来今日早朝是准备 是说进县铁卢子一世的 但是王忠允弹劾陆县侯在前 女婿就没机会 把进县之事禀名陛下了 柴哨才不会背这个丝末 不献这口锅呢 而且更是把耽误 自己进县神器的责任 直接扔到了王规的脑袋上 柴哨直接狠狠地瞪了王规一眼 那意思很明显 要不是你个老东西 没事找事 弹劾陆臣 本国公能被陛下训斥 看到柴哨那有些怨毒的眼神 王规不自觉地砸罢砸罢嘴 也就是说他跟韦婷 就得按照字句上写的 捐献出一万五千亩粮田出来 此时韦婷看向王规的眼神 也颇为不善 尽管弹劾陆臣这招 是韦婷给王规出的 但是韦婷可没想过 会配上五千亩粮田啊 韦婷也自然是把自己 亏了五千亩粮田的事 寄到了王规的脑袋上 最关键的是 都立自为拒了 这五千亩粮田 想赖都赖不掉了 原来如此 李渊听了柴哨的解释 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深深地看了王规一眼 被李渊看了一眼的王规 只能畏畏缩缩地低下了头 他深知自己现在还能站在这里 完全是因为自己的从龙之功 更是因为他负有辅佐 太子李建成的责任而已 显然李渊已经有点不得已自己了 这么说来 陆爱卿是准备把此物献给朝廷了 李渊本来还有些阴沉的脸色 在转向陆臣的时候 又变成了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这是自然 陆臣直接点了点头 不过 陛下 此物其实也挺耗费铁料的 而且 这制作之法 也只有魏晨庄子上的那些铁匠才会 所以想要大力推广的话 陆臣这话没有说下去 而是看向了文臣前排的方向 五世约 李渊怎么可能不明白陆臣的意思 陆臣话没说完 明显是跟自己要工匠和铁料呢 而这些东西 自然是归公布尚书馆 现阶段的公布尚书 乃是英国公武士货 听到五世约的名字 陆臣心中就是一个机灵 虽然这位在历史上记载的事迹不是太多 何况这位仁兄乃是唯一一个 大唐开国仪仗没打 就分为国公的人 并且 他之所以有名 也是因为他闺女 他的次女 就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赵武则天 当然 现在武则天 这位女帝还没出生呢 至于武士约的媳妇荣国夫人杨氏 此时怀媚怀武则天 陆臣也不知道 但是并不妨碍陆臣 想要好好看看这位武士约到底什么模样 能养出千古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来 陈在 随着李渊喊了武士约的名字 武士约初八里 冲着李渊失礼 要说李渊与武士约的关系 那也是非同寻常的 要知道 尽管历史上对于武士约的笔墨不多 当然 这里不算许经宗美化的那些关于武士约的记载 但是一个太原原谋功臣的名号 就足以说明武士约与李渊的关系了 随着武士约初八里 陆臣也算是见到 这位女帝的父亲了 就见武士约四十多岁的年纪 一身紫色的薄公斧 腰横金玉带 悬挂金玉符 容貌俊郎 和下一尺长短的黑燃 飘洒前胸 如荣雅兹 给人一种千千世子的感觉 难怪能养出武招这种漂亮女儿 就她跌着容貌 就可以称之为美男子一枚了 放在后世 妥妥的禁欲戏大叔啊 陆臣忍不住在心中 暗自称赞了武士约一番 这位是公布上书武士约 陆爱卿若是在制造铁炉子方面 有所需求的话 可以找武士约辅助于你 李渊把武士约招到境前 同陆臣介绍道 谨遵陛下旨意 武士约直接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英国公 以后咱们可得长打交道了 陆臣冲着武士约拱手笑道 陆县侯多礼了 陛下既然已经下旨 下官必然尽力辅佐陆县侯 做此立国立民的事情 武士或冲着陆臣还礼说道 既然有英国公这句话 但本侯到时候可就不客气了 陆臣说完再次冲着武士约拱手笑道 自该如此 武士约笑着点头应道 不过这铁料公布可不多了 武士或作为公布尚书 其实现在也有他头疼的事 就是自从陆臣弄出铁马具以后 全唐军都在更换马具 本身大唐出力 百废待兴 现在这铁料在公布 也是有些捉襟见肘 兵部尚书驱突通 可是时不时的就来找他要铁料 现在陆臣要打造铁炉子 也得跟他要铁料 所以这件事他还得提前跟陆臣说清楚 铁料知识本侯有办法解决 就是这铁匠的问题 到时候还得英国公多帮帮忙才行 制造原材料的事 陆臣并不担心 他建高炉就是为了解决铁料的问题 陆臣不仅要炼铁还要炼钢呢 不炼钢怎么造枪 哦 路线后还有办法解决铁料的问题 不知可否跟下官说上一说 一听到陆臣能够解决铁料的问题 武士约顿时眼睛一亮 要知道这铁料知识 已经让他头疼一段时间了 现在听到陆臣说 有办法解决 顿时就来了精神头了 这个怎么说呢 陆臣琢磨了一下 其实对于陆臣来说 他在陆家庄 弄的这些基础建设的东西 将来都是要给大唐用的 现在他 不过是在自己的庄子里 进行先期测试罢了 本侯确实有办法提高链铁产量 但是要是说的话不太好说 若是英国公有时间的话 不如到陆家庄看一看 陆臣没有立即把高炉的事情说出来 也要改变一下 当然这件事 也是需要在玄武门之变之后 他确定了一些事情 以后才可以去做 好 五世约对于陆臣的相邀 很干脆的答应了下来 哼 真当自己无所不能了 就在五世约答应了陆臣的邀请的时候 一旁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 陆臣寻声望去 就看到这次说话的 既不是王规也不是围挺 毕竟这两人已经在陆臣身上吃过亏了 现在还欠着陆臣一万五千亩粮田呢 对于陆臣说什么 这两人就当做没听见 是不会给什么好脸色的 本官李部尚书郑善果 说话之人直接自爆家门 听到李部尚书郑善果几个字 陆臣就是一皱眉 听着名字 陆臣就知道这个郑善果 很可能就是五姓七旺李行娘正式之人了 可以说 郑善果是目前世家里出来 跟陆臣对着干的最高职位的人员了 第130章 你这胃头挺大 哦 原来是李部尚书郑大人 施敬 施敬 陆臣冲着郑善果 随意地拱了拱手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对于这种一老卖老的人 陆臣向来是不会给什么面子 何况对方还是世家之人 陆臣更加不会给对方什么好脸色了 一众文武也都看出来陆臣那敷衍的样子 而与陆臣相熟的柴少等人 这是直接憋着笑 刚才王贵跟围挺 已经被陆臣给坑了一万五千亩粮田了 这老小子 估计也好不到哪去了 至于陆臣说的 提高炼铁产量的事情 柴少一下子就想到了 陆臣跟自己提过的高炉 只不过当时去参观贝维威的训练 后面还发生了苏长的事情 所以柴少并没有见过高炉如何炼铁 以及高炉链铁的产量如何 而真正见过高炉链铁产量的狼牙公主李严峻 此时正坐在狼牙宫内 坐在绣床上 手捧陆臣写给他的那首 清平调 呆呆的出神啊 一只红艳鹿宁香 云与乌山网断肠 借问汉公谁得四 可怜非燕以兴装 李严峻一面看着 清平调 一面口中喃喃的念叨着诗词 越想一张俏脸越好 再想到陆臣那意气风发的样子 忍不住自己黑黑的偷笑了起来 公主这是怎么了 势力在房门处的宫女春娥 听到李严峻偷笑的声音 忍不住询问另一个宫女连翠 我乃知道啊 公主看了那首诗 看了快一上午了 看一会儿笑一会儿的 不会是一证了吧 连翠小声的猜测道 别瞎说 要我说啊 公主恐怕是遇到一中人了 这诗恐怕就是内意中人所写的 春娥笑嘻嘻的同连翠说道 真的吗 连翠有些惊讶的看着春娥 这两个宫女年纪都不大 也就十三四岁的年纪 要是公主上驸马的话 咱们是不是也要跟着出宫了 也不知道连翠的思维 是不是要比春娥跳跃一些 直接就联系到了 李严峻上驸马以后的事情 那谁知道呢 估计得看公主 还要不要咱们服侍才知道吧 春娥琢磨了一下说道 因为以前有公主上驸马以后 原本伺候过他们的宫女也有 被仍旧留在宫里的 也不知道谁那么好运气 能为咱们公主殿下这么惦解 连翠嘻嘻一笑说道 我听说殿下出宫去了陆家庄 会不是是那个新静的长安县侯啊 春娥小声同连翠嘀咕了一句 真的吗 连翠有些惊讶的看着春娥 不好说啊 虽然听说有过大臣跟陛下提过亲 但是都被陛下回绝了 但是殿下这次从陆家庄回来 就有些神不守舍了 我估计八九不离世 春娥用猜测的语气说道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就在这时 李延峻突然出现在了两个宫女面前 刚才两个宫女在这里嘀咕 刚开始李延峻没注意到 当李延峻注意到以后就走了过来 而这两个宫女后面说的话 可都被李延峻听了个真切 殿下 我们没说什么 看到李延峻 两人赶忙事理说道 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 要知道 在外面下人随便议论主家的事情 都会被责罚 甚至责打致死的都不在手术 何况 这里乃是皇宫内院 李延峻一怒之下 把他俩打死 都是他俩活该 毕竟他俩可是在私下议论公主殿下 哼 李延峻冷哼了一声 陆县侯启示你们可以随意议论的 嗯 听到李延峻的话 春娥与莲翠就是一愣 不是应该说 我们俩议论您的事吗 怎么跑到陆县侯身上了 两人偷偷对视了一眼 在心中暗自嘀咕了一句 但是他俩可不敢把这话说出来 而且看样子 李延峻并没有因为 他俩悄悄嘀咕的是生气 殿下 我们两个就是在说 若是殿下将来上驸马的话 会不会让我们跟着继续伺候您 春娥直接把刚才两人嘀咕的事情 禀报给了李延峻 一听到上驸马三个字 又连想到陆陈 顿时李延峻的脸 腾得一下红了起来 谁说本宫要上驸马了 再瞎说掌你们的嘴 虽然李延峻嘴上这么说 但是话里的威胁意味 却是一点也没有 更多的 反倒是向为自己的脸红解围一本 殿下 那个陆姓后是个什么样的人 连翠笑嘻嘻地凑到李延峻面前问道 陆姓后吗 听到连翠的探寻 李延峻忍不住回想起 这两天陆陈在自己面前的所作所为起来 但是马上反应了过来 你问这个做什么 多事 赶你们的活去 李延峻直接瞪了连翠一眼 跟着一甩袖子 回到袖床 继续看起陆陈写的那手 轻平掉 八九不离十了 连翠与秀娥对视了一眼 两人相视一笑 然后该干嘛干嘛去了 至于这件事 两人都是很有默契的 绝口不提这件事 太极殿上 陆陈依旧是皮笑肉不笑的 看着郑上果 陆姓后无需多理 本官只是对于陆姓后 能够凭一己之力 提高升铁产量这件事 抱有怀疑态度而已 郑上果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看着陆陈 不过他也确实有这个资本 要知道 郑上果不仅仅是行阳正世之人 同时与清和崔世的关系也不浅 郑上果的生母 就是清和崔世之人 而大唐之中十之三四的铁矿 可就掌握在行阳正世手里 而清和崔世手里 也把控制一部分铁矿 若是将清和崔世 与行阳正世手中 全部的铁矿一同计算的话 这两大世家手里 基本上就掌控了 大唐将近一半的铁矿 若是陆陈手里 真的有提高升铁产量的技术 那对这两个家族 绝对是巨大的威胁 哦 原来郑上书也是怀疑本侯的话 陆陈笑嘻嘻地看着正善果 而熟悉陆陈的人都知道 陆陈这是准备给正善果挖坑了 你们总是要怀疑本侯 本侯呢 也没那么多功夫 陪你们抹嘴皮子 要不这样吧 咱们也例子为句如何 陆陈冲着正善果黑黑一笑 据本侯所知 你们正世家族 可是有不少矿山 本侯也不多要 两座矿山 如何 陆陈说着 冲着正善果 伸出两根手指头 若是献猴无法证实呢 正善果阴沉着脸 看着陆陈沉声问道 若是无法证实的话 看见这个没有 陆陈指了指铁炉子 到时候 本侯把这铁炉子的制作方法 以及清洗石炭的技术 一同教给你正是如何 听到陆陈的话 正善果眼睛就是一亮 要知道 形阳正式和清和崔氏手里 都握有大量的铁矿 若是能够得到陆陈手里的技术 那么 但是这技术到时候创造的财富 就够再次壮大正式和崔氏两家了 不妥 不过正善果还是觉得 跟这些技术相比 若是能把陆陈钻到手里 更加划算 毕竟陆陈这家伙身上 可是有着太多的秘密了 有何不妥 陆陈一挑眉看着正善果 难道这东西 和清洗石炭的技术 还不够坏你正式家族两座矿山的吗 本官觉得 若是加上陆献猴 还差不多 正善果冲着陆陈冷笑了一声说道 莫非陆献猴不敢吗 你这胃口挺大 陆陈斜眼看了正善果一眼 若是加上本猴 可就不止两座矿山了 陆陈冷笑了一声说道 不知陆献猴觉得自己值几座矿山呢 正善果皮笑若不笑地看着陆陈 作为拥有铁矿最多的家族 对于生铁的生产 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他们也不是没想过提高产量 但是他们的提高产量 无非是增加人工而已 但是投入和产出 明显地不成正比 五座 陆陈直接冲着正善果 伸出一只手 你敢赌吗 陆陈看着正善果说道 好 正善果很是干脆地硬承了下来 正善果真的不相信 陆陈有大幅度提高生铁产量的方法 但是事先说好 若是增加人工之类的提高产量 本官是不会认的 正善果也提前把自己能想到的方法给提了出来 毒死陆陈的一条路 没问题 陆陈直接点头硬承了下来 但凡是使用增加人工的方式提高产量 就算本猴输 陛下 还请赐笔墨 陈要与路线后立字为据 这次是正善果向李渊提出了 使用笔墨指研的请求 嗯 李渊这次一直是坐在龙书案后面 看着这二人说话 在正善果提出申请以后 李渊很干脆地同意了 李渊之所以没有插话打断 或者是阻止陆陈 是从刚才那件事开始 李渊就知道 陆陈这次奉御旨上朝 就是针对这些世家来的 而且陆陈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 也不会跟正善果打这样的补 很快 内侍再次把笔墨指研端了过来 只不过这次写字句的是正善果 而陆陈则是口述 等正善果写完 陆陈再次确认 确实是按照自己所说 写的以后 两人分别在字句上签字画押 加盖印章 这次正善果直接写了三份 第131章 削减一账 正善果的三份字句 自然是一份交给了李渊 一份给了陆陈 最后一份留在了他自己的手里 李渊看着自己龙书案上的两份字句 突然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今天这上朝啥也没干 光收字句完了 而且自己这个堂堂的大堂开国皇帝 居然做起了中间人的工作 实在是让李渊心中 有种莫名的无力感 估计也就陆陈敢让他干这种事吧 择日不如撞日 陈觉得 反正这大朝 估计也没啥别的事了 要不陛下 也跟着一起去看看 也好做个见证 是不是 陆陈冲着李渊失礼 黑黑一笑说道 成天闷在这皇宫里 多无聊 好家伙 看着陆陈那很是随意的模样 所有的文武群臣 都在心中直呼 好家伙 皇帝李渊还没说退朝的事呢 这家伙直接就把退朝的事给定下来了 更是当堂 就邀请李渊去陆家庄 试问满朝文武 有哪个有这种胆子 如此随意的跟李渊说话 别看平日里 李渊这个皇帝 好像是很随和 对这些文武大臣都不错 但是说到底 这也是大唐的开国皇帝 那刘文靖可是刚死了没几年 刘文靖与李渊关系不好吗 关节低吗 刘文靖名部尚书 鲁国公 斗牛 X了吧 还不是李渊说宰就宰了 所以说 半君如半虎一点错没有 现在看陆陈 居然在这太极殿上 如此随意的与李渊说话 所有人心里能不咯噔一下吗 当然也有准备看好戏的 那些世家官员 就是准备看李渊如何收拾陆陈 到时候 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卖得好 把陆陈手里的那些东西 给名正言顺的 整到自家来呢 这里面当属王规 韦挺和郑上果 最期盼李渊治罪陆陈 毕竟这三人 要比其他世家官员惨点 王规跟韦挺属于 已经输给了陆陈一次了 而郑上果 可是还有五座矿山的字句刚写完 因此 这三人是最盼着陆陈出事的 与此相反的是 与陆陈交好的这些武将 则是为陆陈捏了一把汗 当然 唯独李秀宁并没有感到有什么 陆陈是什么样的人 他可太清楚了 而李家对陆陈的态度 也只有李家的人才会知道 陆爱卿这话说得有脸 朕也该出去走动走动了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李渊居然同意了陆陈的话 直接让长宝宣布退朝 所有三平以上的官员 陪同李渊前去陆家庄 看看陆陈到底是如何提高升铁产量的 皇帝出行那一仗 自然是十分讲究的 但是准备一仗就需要一段时间 我说陛下 你这出行一趟也太麻烦了 在等待一仗的时候 陆陈忍不住在李渊身边提了一句 听到陆陈居然对皇帝一仗都提出意见 所有人顿时都把目光汇聚到了陆陈身上 都想看看 这位新晋的长安县侯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同时也想看看 李渊到底会不会收拾这个有些跳脱的陆县侯 嗯 是有点麻烦 所以朕才不愿意出宫 李渊倒是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以前没当皇帝以前 李渊那出个门也就是带着护卫啥的 自当当了这个开国皇帝 不管去了 那都是各种仪仗 单单准备这些东西就得几个时辰 所以皇帝不轻易出宫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要臣说就不必整得这么麻烦 又没有多远的路 这么多人呢 再说有臣在 也不怕有人行刺 对不 陆县笑嘻嘻地冲着李渊说道 说着还指了指一旁站着的那些武将 要是这都能有人行刺陛下 这些人就都砍了算了 群臣一听陆县的发言 直接再次在心中暗道 好家伙 这陆县侯 是把陛下的出行仪仗都给捡了 这还了得 陛下 妾妾不可削减仪仗啊 就在陆县话刚说完 郑上果就直接开口反驳陆臣 同时还狠狠地瞪了陆臣一眼 仪仗乃是陛下的身份象征 岂可随意削减 郑上果直接冲着李渊师里说道 毕竟仪仗之事 也是归他这个礼部尚书管理的 这要是削减了 他这礼部尚书 不是又少了一项管理权吗 你这话说的 本侯就不爱听了 陆臣直接回邓郑上果 难道陛下就靠着仪仗来告诉天下人 陛下是皇帝吗 陆臣直接给了郑上果 一个鄙视的眼神 陛下在百姓心中 乃是爱名如子的圣人 尊敬陛下是在心中的 又不是成天喊在嘴上的 想我大堂出力 陛下削减一仗 乃是拒绝铺张浪费 给天下做出节俭表率的行为 百姓见到 只会更加尊敬和爱戴陛下 陆臣这一番话说的李渊那是心中暗爽 但是这礼部尚书的面子还得给 李渊摞着胡子笑眯眯地说道 陆爱卿此话说得甚是有理 而郑爱卿的话也不无道理 毕竟朕乃一国之君 这一仗还是要有的 不如就削减一半吧 朕今日也不成做玉年了 直接骑马出行吧 皇帝都发话了 郑善国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只能吩咐下去 一仗减半 同时将李渊的玉马坐骑牵了过来 此时很多文称武将心中 也都明白了一件事 与陆臣只能交好 不能得罪 这家伙一句话 就把皇帝的出行一仗 给削减了一半 而且这家伙绝对是个坑 王规跟韦婷已经栽到这个坑里 现在从这家伙的表情看来 估计郑善国也好不到哪去 就是不知道 到时候 陆臣能不能让这些世家履行赌约 毕竟世家是大 别看陆臣有长安县侯的爵位 但是也只有一个陆家庄 跟世家比起来 在这些人心中那就是浮游汉大树 不要看陆臣有李渊的庇护 但是到时候 估计就算李渊发话 陆臣能拿到一半的赌约就不错了 所以 一众文武官员的心中 都在琢磨着这些事情 一半的仪仗准备起来还是很快的 也就一个时辰左右 李渊身前身后 自然是被文武官员包围着 当然 李渊不可能让所有官员都跟着 能跟着李渊前去的 自然就是三平以上的官员 当然 这也是陆臣要求的 浩浩荡荡的队伍 直接出了皇宫 直奔陆家庄 李渊这一出行 前面倒架和引架的队伍一出现 街两边看热闹的老百姓 直接全都跪倒了下去 百姓的前面有南亚十六位的士兵 在维持着秩序 很快 队伍直接出了长安城 直接奔着陆家庄的方向而去 当来到陆家庄外的时候 已经提前回来 通知的刘金等四人 已经率领陆家庄的这些庄户 和被文威的士兵 列队两旁 在等待着皇帝李渊的驾到了 等到李渊骑马进了陆家庄的时候 站立在道路两旁的庄户 齐齐的跪倒在地 被围兵的士兵 则是直接立正进军里 这些人齐齐三呼万岁 看到被围兵的这帮子 穿着黑衣黑甲的将士的敬礼方式 李渊感到很新鲜 倒是并没有对他们 没有给自己行跪拜之礼 感到生气 陆爱卿 李渊骑在马上 直接呼唤了陆臣一声 陈在 陆臣一抖白胡的缰绳 来到了李渊身旁 落后半个马身的位置 你这些护卫 为何如此尽力 李渊很是好奇地问道 启禀陛下 陆臣笑音音地说道 这是围臣的被围位 乃是平阳公主殿下所赐 他们行的乃是军礼 围臣告诉他们 当他们穿上这身军装以后 就要敬畏这身衣服 代表着大唐的军人形象 不可以随意给人下跪 若要跪只有五种人 就是天地军轻尸 至于其他人行 这个军礼便可以了 陆臣同李渊解释道 那他们为何 见了正确不跪 李渊听了陆臣的解释 点了点头 陆臣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 而且 这军礼也确实好看 李渊并没有生气 依旧很好奇地问道 回陛下 若是陛下前来 他们自然是要跪的 卖话里的意思了 你小子鬼心思是真多 李渊笑骂了陆臣一句 不过你这贝薇薇的 精气神不错 这军礼倒也好看 他们这身装扮 又是怎么回事 李渊看着贝薇薇身上的装备 眼睛就是一亮 这些贝薇薇的盔甲装备 明显与其他唐军不同 通体上下都是漆黑的铠甲 铠甲上戴着饕贴纹 脸上还戴着獠牙面具 只留着两只眼睛 露在外面 而且这种铠甲 并不是唐军的制式盔甲 特别的修身 尤其是这帮子 被围围身上的兵器 装备的地方也很奇特 腰间悬挂着一把 三尺多长的细长的唐刀 也是黑色的刀鞘 但是在右大腿处 却是贴着大腿处 还绑着一把短刀 这是魏臣设计制造的贝薇甲 陆臣同李渊解释道 哦 陆爱卿还会设计盔甲呢 只是这盔甲的防护能力如何 李渊那也是马上打天下的皇帝 所以对于这新石铠甲很感兴趣 第132章 何为水泥 回陛下 普通的刀剑 是无法破开贝薇甲的防御的 甚至长枪之类的兵器 如果扎在有铠甲保护的位置 也不会受伤 陆臣笑着说道 这贝薇甲虽然看着黑漆漆的 如同铁片一般 而且明显不如唐军制式盔甲那么厚重 但是却是用陆臣最近研制出来的 转弩法和灌钢法 炼制出来的钢片做出来的 而被围兵身上的糖刀和短刀 也都是钢刀 笑话 如此薄的铠甲 如何抵御刀剑 一旁的兵部尚书驱突通 很是不屑地说了一句 为请教 这位老大人是 陆臣看着这位面容苍老的驱突通 陆臣拱手问道 心中则是暗自琢磨此人若要是世家的 高低再坑你一把 若不是 就看看到底是谁在说 本官兵部尚书驱突通 驱突通随意地冲着陆臣拱了拱手 一副瞧不起陆臣的样子 虽然陆臣前面弄出了铁炉子这些东西 但是对于带兵打仗方面 驱突通并不觉得陆臣有那个本事 毕竟从来也没听说过 陆臣有带兵打仗的本事和什么战绩 因此 驱突通难免有些瞧不起陆臣弄出来的这些东西 原来是驱大人 施敬 施敬 对于这种在战场拼杀出来的将军 陆臣还是很尊敬的 至于驱突通这种林烟阁功臣 陆臣更是尊敬有加 驱突通见陆臣并没有对自己 如同对郑尚国等人一般冷嘲热讽 当下也对陆臣表露了一些善意 只不过对于陆臣说的被违甲的事 多少还是带着怀疑的眼神审视 陆建侯 你说这辈被违甲能够抵御刀剑和长枪 本官比较怀疑可信度有多少 毕竟你这被违甲看起来过于单薄了一些 驱突通此时的言语间虽然依旧带着怀疑态度 但是语气多少柔顺了一些 没有刚才驳斥陆臣时候那么冲啊 此事简单啊 陆臣看着驱突通笑道 一会儿再证实了本侯可以提高铁料产量以后 咱们验证一番不就可以了吗 陆宪侯此言有理 到时候本官定要看看陆宪侯所说是否属实 驱突通说着冲着陆臣拱了拱手 朕也很想看看陆爱卿所设计制造的这被违军成色如何 走在前面的李渊笑一凝地说道 陈丹保不让陛下失望就是 陆臣很是自信地回应李渊 很快 李渊一行就来到了陆臣的宅邸 这里以前可是李渊的行载 不过再次来到这里 站在门前李渊就愣住了 实在是这个庄子与自己以前来的时候变化太大了 本来以前东一处西一栋的庄户房屋不见了不少 而是在远处出现了不少新的砖瓦房 而且都是独门独院的 有不少孩童正在那些院楼外面玩耍 而通往这些院楼的道路都是坚硬的水泥路 这种水泥路别说李渊没见过 随同而来的这些文武大臣也没有见过 至于柴少和李秀宁也是第一次见到 在他们前段时间来的时候 还没有这种道路呢 而且不远处 还有不少人正在施工 明显是在建造那些砖瓦房 这路李渊抬起脚在水泥路上跺了几脚 坚硬的路面直接震得李渊 腿脚都有些发麻 陛下 此乃水泥路 看着李渊斗腿的模样 陆臣忍着笑说道 何为水泥路 李渊看着陆臣好奇地问道 这水泥又是何物 这是臣发明的一种建筑材料 这种东西要比现在黏土沙浆和夯土好用得多 如果数量和人员足够的话 一晚上建造一座城都不费劲 陆臣笑着同李渊解释道 哦 还有如此神奇之物 但是 比黏土和沙浆要好用的话 是不是生产起来也很困难 这水做的泥 怎么听都觉得很难生产 李渊瞪大了眼睛看着陆臣 虽然在李渊的心中 已经确认陆臣属于哲仙人下凡无疑 但是陆臣能在短短时间内 弄出如此多的神奇物品出来 更是坐实了这件事了 怎么就在郑上国准备出演反驳陆臣的时候 没等他把可能两个字说出来 就感觉有人在拽他的袍袖 郑上国回头看去 就看到站在他身旁的黄门侍郎崔明干 正在他身后 道真 为何阻止我 郑上国眼中充满不解地看着这位 出身柏林崔氏的黄门侍郎 郑大人 不可莽撞 您不觉得这陆臣伪实不简单吗 崔明干在郑上国身旁小声提醒道 此人看着飞扬跋扈 而且急受陛下青睐 王忠云雨维继酒已经在此人身上吃了亏 您如今跟他还有赌约在身 此时若是在招惹他 只怕不会善了呀 嗯 郑上国在听了崔明干的话以后 稍微沉淫了一下 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对付这种人 咱们必须找机会 一击毙命才行 崔明干继续在郑上国提醒道 道真言之有理 若是此次本官赌约输了的话 就有必要召集大家一起商量对策了 陆辰此人显然对咱们世家似乎抱有敌意 绝对不能留下词中隐患 郑上国眼中金光一闪 低声同崔明干说道 从刚才陆辰对待去途通的态度 郑上国就感觉到 陆辰对于世家明显很有看法 这种不稳定因素绝对不能留着 陛下 水泥并不是水做的泥 陆辰实在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对于李渊的这个理解能力 陆辰也只能感到一阵无语 不过如果陆辰不是现代人的话 第一次见到水泥 应该也是会这么想的吧 陛下 这东西之所以叫水泥 乃是因为这东西 需要与水混合才能使用 陆辰笑着同李渊解释道 陛下 前方就是我陆家庄的工房 这水泥为何物 陛下一看便知 陆辰指了指远处的陆家庄工房区说道 那就过去看看吧 李渊直接就交过长保 准备让长保服侍自己上马 陛下 那里需要步行前往 见李渊准备翻身上马 陆辰直接提醒了李渊一句 这是为何 李渊停止了上马的动作 不解地看着陆辰 陛下 您看 随着陆辰指着前方 李渊就看到一辆辆的小车 上面推着许多东西 正在前方道路上进进出出 若是咱们都骑着马过去 难免会造成道路堵塞 而且工房区内部 也没有停放马匹的地方 陆辰露出为难的笑容说道 这个工房区也是魏臣刚刚规划建立的 还有很多没有完善的地方 还望陛下勿要怪罪才是 陆辰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无妨 朕也好久没有走动走动了 正好活动一番也不错 李渊倒是没有责备陆辰的意思 而且陆辰说的也确实在理 不过在李渊看来 这才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陆辰已经把陆家庄建设成如此模样 若是再有个两三年 这陆家庄还不得变成世外桃源一般 陆辰在前面引导 李渊随后 一大帮子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工房区 沿途有工匠见到李渊 纷纷跪倒在地 给李渊建立三呼万岁 而负责警卫的贝维卫 则是直接进军里 此时工房区已经有了一个门楼 门楼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工房区 门楼两边有篱笆墙 直接延伸了出去 将工房区直接与陆家庄做了一个隔离 过了门楼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那座高耸的高炉 因为这玩意实在是太显眼了 而且此时已经不止一座高炉了 随着陆辰教授了冠钢法和转炉法 此时炼铁方这里 已经矗立着好几座高炉 高炉下面则是清一色的砖瓦房 这是 李渊抬头看着面前矗立的高炉 带着疑惑的目光 转头看向身边的陆辰 此物名为高炉 用此高炉便可提高铁料的产量 陆辰一面同李渊介绍高炉 一面看向一旁的郑善果 而此时郑善果的表情 并没有什么诚惶诚恐表现出来 依旧是一脸的平静 陛下 方内比较炎热 不宜久留 陆辰提醒了一句 迈步准备走入炼铁方的李渊 无妨 郑道要亲眼见见陆爱卿所说的这个高炉 是如何炼铁的 李渊冲着陆辰一摆手 直接迈步走进了炼铁方内 李渊刚走进炼铁方 就感受到了陆辰所说的炎热 是怎么回事了 直接一股子热浪就扑面而来 炼铁方内的这些工匠 有的穿着无袖对筋汗衫 有的则是直接打着赤膊 高挽裤腿 正在不断地用扇子给自己扇风 说说笑笑的在等待着什么 一见到李渊进来 这些工匠赶忙给李渊磕头见礼 都起来吧 李渊掏出眷怕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你们为何不做工啊 反而在这里说说笑笑 李渊看着面前的工匠直接问道 陛下 这些工匠在等待开炉呢 一会儿开炉 他们是要穿那身衣服 这是抽空凉快凉快而已 陆辰指了指一旁挂在墙上的后衣裤 给李渊解释道 第133章 产量多少 还有多久可以开炉 陆辰冲着一旁的铁匠方管事一招手 原本铁匠方是刘老三主要管理的 但是随着工方区扩大 刘老三现在与杜军冲的父亲杜成泽 作为正副总管进行管理 毕竟刘老三不识字 所以杜成泽就作为副总管 帮着刘老三进行管理 而现在铁匠方管事是 刘老三一手提拔起来的艾絮 一见陆辰冲着自己招手 艾絮赶忙小跑过来 小人见过陛下 侯爷 艾絮赶忙跪下给李渊与陆辰见礼 平时陆辰是不让这些人跪的 但是有李渊在这里 那就没有办法了 免礼 李渊大手一挥 艾絮回了聚 谢陛下恩典这才战战兢兢的站起了身子 不过艾絮心里 却是更加的佩服自家的这位侯爷了 前段时间才被皇帝下了禁足令 结果没几天 竟然把皇帝给弄入家庄来了 不要小看这个时代的皇帝 在这种封建时期 别说艾絮这种平头老百姓了 就算是朝廷的一些远派的官员 一辈子都未必能见到皇帝一面 艾絮觉得自己能够这么近距离地 觐见当今的开国皇帝 那是自家祖坟都冒青烟的事情了 甚至都有一种想要祭祖的冲动 把这件事跟自家的老祖宗 好好念叨念叨 艾絮 这一炉生铁 还需要多久能够开炉 陆辰看着面容有黑的艾絮问道 艾絮这个人在成为管事的时候 刘老三跟陆辰提过 毕竟炼铁方可是相当重要的攻防 如果接管之人不是忠心耿耿之辈 陆辰绝对不会把炼铁方交给对方管理的 而艾絮则是刘老三与杜成则一起审查了好久 甚至还征询了杜燕良的意见 以后才确定下来的人选 艾絮32岁 铁匠江江湖出身 妻子在生下他儿子的时候难产过世 艾絮就一个人拉扯着儿子艾涛 在陆辰成立炼铁房的时候 这个艾絮是第一批进来工作的 回侯爷的话 艾絮说着 把随身带着的一个竹简给拿了出来 然后打开看了看 同时又看了看一旁的沙漏 这沙漏也是陆辰造出来的 其实也不是陆辰造的 而是在基地里拿出来的 随着艾絮的眼神 李渊也是发现了沙漏的存在 因为这个沙漏并不小 高下也有一尺多高 只不过一进来炼铁方 李渊的眼神就被一旁的高如这些给吸引了目光 就忽略了这个放置在一旁的沙漏 此时一见 顿时大吃一惊 陆辰弄的这个沙漏乃是通体玻璃制的 两头是方形的流金底座 四条流金支柱连接着两个底座 流金底座与支柱上都雕刻着纤细的螺旋纹 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玻璃沙漏里的白色细沙 在不断地流淌 这是琉璃 李渊有些惊讶地指着沙漏问道 要知道 这个时代的琉璃大多都是由胡商从大时代来的 因此 那指甲大小的琉璃都价值不菲 而且 透明度和纯净度 更是没有露成这个沙漏的效果好 李渊何曾见过透明度如此高的琉璃 他怎么可能不吃惊 光是这一个沙漏 就能够在长安城里换一座三进的宅子了 看到李渊那惊讶的表情 陆成好学没笑出声 就是一个玻璃制品 有那么大惊小乖的吗 陆成在心中赋斐了一句 瞅瞅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还皇帝呢 当然这话陆成可不敢说出来 不过陆成马上就醒悟过来了 现在可是唐朝啊 这玩意是被称作琉璃的存在 而且还是那种进口货 一个个都拿这玩意当宝贝似的 陆成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制作玻璃了 玻璃可是好东西 而且还可以用这玩意敛财 琉璃啊 价值连城啊 回陛下 此物确实是琉璃 乃是臣的师尊 赠与魏臣用来计时的 陆成好不容易把想象的心情压了下去 毕恭毕敬地冲着李渊回道 计时 李渊看着沙漏中的细沙 微微皱眉思索了起来 是 陛下看到这流动的沙力没有 陆成指了指正在向下流动的那些沙力 此时沙漏上半部的白色细沙 已经所剩不多 李渊点了点头 从这一半流到另一半的时间 恰好是一个时辰 而一颠一倒一次 也恰好是能够练出一如生铁的时间 陆成说着 指了指另一边那些正在穿衣服的练铁工匠 此时这些工匠已经穿上了那有些厚重的外衣 而随着这些工匠把外套穿上 一股子胶味从那些衣服上扩散了出来 而进到练铁方里的这些官员 在闻到这股味道后 都不由地拿出圈帕捂住口鼻 李渊当然也不例外 这是第几炉了 陆成转头看向爱旭问道 爱旭刚才掏出竹简 就是想要汇报产量 没想到 因为李渊被沙漏吸引给打断了 回侯爷 这是今天的第三炉了 这一炉出完 到目前为止 今天已经出炉 爱旭说着 开始看着竹简上面自己记录的炉数 开始计算产量 每一炉出完 爱旭都得计算一下产量 这一炉刚要出 爱旭还没有计算出来 看着爱旭在那计算产量的模样 陆成不由地摇了摇头 咱们庄子现在一炉 能铲铁五千斤 三炉不就是一万五千斤吗 陆成直接用折扇 敲了一下爱旭的脑袋 爱旭冲着陆成 黑黑地憨笑了一下 就知道傻笑 让你跟着杜老学十字运算 就学了这么点玩意 陆成直接瞪了爱旭一眼 爱旭一缩脖子 侯爷 您给的那些说 有些杜老太爷都没看懂 那我们就更看不懂了 爱旭有些气气爱爱的 委屈巴拉地说道 哎 陆成看着爱旭的表情摇了摇头 不是陆成恨铁不成钢 实在是他现在要忙的东西太多了 而现在孩子们的学堂 也还在建设中 要说这玩意 还得系统教育 这一段时间 陆成白天盲装子里的规划 晚上就是给以杜燕良为首的这帮子 自己的近人上课 这他娘的 小学一年级的汉语拼音 和阿拉伯数字 陆成就教了好一阵子 主要是这帮子人 大部分都是识字的 陆成本指望 这些识字的 能够容易教一些 结果陆成发现自己错了 这教有文化的 还真不如教那些没文化的从头来好 陆爱卿 你说这一炉能出多少铁 李渊直接被陆成报的数字给惊注了 好家伙 陆成这一天的产铁量 都快赶上别的炼铁房半个月的量了 一天最多能出两万斤吧 陆成很是随意地回应李渊 毕竟这里一天做工最多四个时辰 时间长了 这些工匠也受不了 对于合理的工作制度 陆成是严格要求执行的 谁要敢私自 让这些工匠加班 陆成绝对能收拾的 那个工坊管是不要不要的 严重的会被赶出陆家庄 现在陆家庄的这些庄户 都把陆成当成神一样 供着 自动陆成来了 他们的吃住都改变了好多 陆成偶尔也会发火 但是这些庄户和贝维尉士兵 不会去埋怨陆成 怎么侯爷又针对我了 怎么怎么样了 而是会直接反思 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 惹得自家侯爷生气了 据说前段时间水泥方的赵四 因为上工的时候 偷懒了一刻钟 陆成倒是没说什么 赵四则是 被他母亲孙大娘 直接拎着赶面杖 从庄子东头 一直追到庄子西头 最后拎着耳朵 来到侯府给陆成下跪道歉 直接给陆成整得哭笑不得的 其实 赵四之所以偷卸了那一刻钟 乃是因为 头天老娘突然想要吃鱼 这傻孩子 半夜跑庄子河里 给老娘摸鱼去了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 就打了一刻钟的瞌睡 陆成自然是知道前因后果的 所以才没有刻意的责罚赵四 只是叮嘱赵四 以后有这种事 可以提前跟自己说 侯府有余 这大冬天的半夜 跑河里摸鱼 这要是一个没留神 人不就没了吗 而这傻孩子 还没把这事跟他娘说 就被他娘拿着赶面杖一顿揍 陆成把这事前因后果 跟孙大娘一说 孙大娘那是眼泪哗哗的 陆成还赏赐了这娘来一把韭菜 更是把娘俩感动得无可无不可的 那若是十二个时辰 岂不是更多 李渊看着陆成问道 也不怪李渊会这么问 毕竟这个时期 可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 很多世家的店户奴仆 那都是秉承着只要干不死 就往死里干的念头的 陛下 若是有人换班的话 自然是可以做到一只开炉的 但是陈这陆家庄 总共就这么些人口 自己自足够用就可以了 而且 长时间在这种高温下工作 人是很容易脱水的 陆成笑着同李渊解释道 而且 陈这个还只是小高炉 若是更大的高炉 一炉四个时辰到六个时辰 可以出数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生铁水 当然 前提是 铁矿石得够用才行 陆成说着话 看向站立在一旁的郑上果 此时郑上果正 脸色煞白的看着那些 在高炉前忙碌的工匠 第134章 开炉咯 尽管此时炉铁房里的酷热 已经让很多人感到很难挨了 但是郑上果确实感到通体冰凉 因为陆成与李渊的对话 他都听了得清清楚楚 陆成这个不算太大的炉铁房 一天的产铁量 就已经赶上他正家五个炼铁工房 一天的产量了 而且最恐怕的是 陆成说他这个高炉还只是小的 若是大的一天 能产十几万斤的铁 怎么能不让郑上果感到恐惧 因为五座矿山 就要被陆成所有了 这才是郑上果感到心痛的地方 而现在 他也终于体会到 王规与围挺的心情了 而且他也深深体会到了 陆成对他的恶意 这小子在太极殿上 绝对是在给自己挖坑 而自己 还暗中嘲笑王规与围挺 那么容易就被陆成坑了 到头来 没想到的是 他自己也被陆成这孙子给坑了 不由得恨恨地瞪了陆成一眼 就在他看向陆成的时候 陆成也看向了他 直接冲着 他摆了个愿赌服输的嘴型 直接把郑上果好玄梅给气晕过去 不过怎么说 郑上果那也是位居高位之人 同时也是世家之人 涵养功夫也真是一流的 冲着陆成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不过那眼神 分明是在跟陆成说 咱们走着瞧 陆爱卿 此法可否给朝廷使用 李渊看着陆成询问道 眼中满是渴求 李渊当然可以下旨 让陆成将这高炉链铁之法 贡献给朝廷 但是李渊可是知道陆成的身份 这道旨意一下 皇权天授的李渊 自然可以获得陆成手里的 高炉链铁之法 但是以后 要是想要从陆成这里 再得到帮助 恐怕就难了 而且到时候能不能找到陆成 就不一定了 周围的文武官员一听 心中再次暗道 还得是长安县侯啊 能让陛下说出 如此自降身份的话来 当然可以 陆成回答得很干脆 这高炉链铁之法 围臣就是为朝廷准备的 只不过是在陆家庄 进行测试而已 现在看来颇有成效 臣愿将此法贡献给朝廷 陆成说着 冲着李渊恭恭敬敬的失礼 看到陆成如此给自己面子 这么干脆的 就把这高炉链铁之法 贡献给了自己 甚至连要求都没有提 李渊高兴地捋着胡子 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然后接着说道 陆爱卿 这又是为过立了大功一件啊 朕真不知道 奖赏你点什么好 李渊看着陆成笑眯眯地说道 若是世家获得此法 就算不来个必走自珍 也得跟李渊讨价还价 获得足够的酬劳以后 兴许才会将这种炼铁之法 贡献出来 哪有人会像陆成一般 毫不在意的 就把这种炼铁之法 送给了李渊 臣并无所求 当日臣 曾与平阳公主说过 臣乃是凤家 是一命游历山川 增长见闻 如见有着陆家 装益于妻身 已是足矣 陆成冲着李渊诗里 很是平静地说道 陆成的脸色 很是云淡风轻 那表情似乎就是在告诉所有人 我是全是如浮云 这些什么位高权重 之类的东西 本人根本就看不上 一副世外高人的派头 陆先后这话说的 倒有几分淡薄明智的意思 李渊看着陆成那不似作为的表情 赞叹了一句 同时还扫视了一旁的世家官员一眼 陈并非淡薄明智 只是不喜欢耳鱼我诈罢了 陆成直接实话实说出来 陈做这些事 也无非是希望陆家庄的这些百姓 能过得好一些 当然 也希望大唐的百姓 能够过上好日子 不过陆成这句话一说来 一旁刚被陆成坑了正善果 王规 以及围挺三人好玄 没直接骂街 你还不喜欢耳鱼我诈 就你他们的罪坑 三人齐齐地 在心中鄙视了陆成一下 当然 这话这三人可不敢说出来 尤其李渊还在这里站着呢 陆成这番话一说完 很多武将 还有些非是家的文臣 直接冲着陆成是好的点了点头 这些武将很多人 也都是受不了随朝后期的横征暴敛 才起义反随的 若是都能吃饱肚子 谁没事造反完 所以 陆成这番话 直接获得了不少文臣武将的好感 侯爷 马上要开炉了 您看 就在这时 一只势力在旁的艾婿 巧声在陆成身旁提醒了一句 毕竟这里可战的 都是他有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大人物 甚至还有皇帝老子在内 这要是让出炉的铁水给崩到了 烫伤了 他全家的命也赔不起啊 陛下 咱们稍微出去一会儿 陆成冲着李渊提议道 李渊不明所以地看着陆成 不明白 陆成怎么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显然爱序说的话 他并没有听到 这里马上要开炉放铁水出来了 若是伤到陛下龙体 就不好了 陆成指了指那边一切准备就绪 准备开炉的工匠说道 出去是不是就看不到开炉了 李渊看着陆成问道 也不是看不到 站在门口的话也能看到 陆成笑着指了指炼铁方的门口 那朕就去门口等着看看 你这高炉开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李渊直接迈步来到了炼铁方门口出 撑着脖子往高炉方向望去 那神情做派就跟小朋友在自家门口 守抚门框探头往外看 期待着父母带着好吃的回来 是一样的 此时的李渊哪还有一点大唐开国皇帝的威严 俨然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邻家小老头 开炉了 随着炼铁方里开炉工匠的一声高喊 滚红的铁水顺着高炉里的槽道 直接流淌了出来 热浪滚滚 直接扑面而来 这都是生铁 李渊仿佛根本就没有感受到 哪扑面的热浪 而是充满好奇的温道 是的 陛下 这些铁水就是生铁的原料 陆成给李渊解释道 看着高炉中不断顺着沟槽流出的铁水 李渊满眼都是欣喜 你那些被围甲就是用这生铁所制吗 就在这时 陆成身后的驱突通直接出言问道 而这句话也相当于提醒陆成 他跟陆成之间可还有事没做呢 就是验证被围甲是否真如陆成所说的那么厉害 飞也 陆成看着驱突通笑着摇了摇头 若是用这生铁制作被围甲 那跟军众的那些制式盔甲有何区别 陆成笑道 这被围甲乃是用金刚所制 陆成指着一旁手扶腰中堂刀 战力守卫的被围甲士兵笑着说道 本官只听说过百炼钢 这金刚又是何物 驱突通看着陆成问道 比如这些将军所用的马朔等兵器 就是用百炼钢所制作而成的 那一柄马朔往往需要三四年才能制作出来 马朔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 一次制作石饼 往往能够成功的也就三四饼 因此 马朔多为大将军级别才能使用的武器 而百炼钢 那时是制炼过程中要反复加热断打 千锤百炼才能锻造出来的好钢 据曹植宝刀副云建安中曹操作宝刀五枚 曹操在内戒令中称此刀为百炼利器 在百炼刀令中又为之百炼刀 辟者 辟也 多层击叠 反复折叠也 说明此百炼是百炼的一种具体方式 由此可见百炼钢的珍惜程度 这金刚不比百炼钢差 而且生产起来比百炼钢容易 陆成笑着同趣秃通说道 而陆成这话一出口 顿时其他武将也都围了上来 毕竟这帮杀财对于武器和盔甲 那是发自骨子里的热爱 陆建侯 光说不练假把势 要不你让咱们见识见识你说的金刚如何 就在这时 一道粗广的嗓音响起 陆成不用看光听声音就知道说话的是谁 除了混是魔王成咬金以外 就没有第二个人了 那就让各位看一看 陆成知道 这帮子武将 今天要是不见识见识 自己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那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陆成说着 冲着一旁的贝维尉士兵一招手 那名士兵赶忙小跑着过来 侯爷 贝维尉士兵冲着陆成行了的军礼 叫什么名字 怕死不 陆成笑着打句这位贝维尉士兵 回侯爷 俺叫石丰 俺这条命都是侯爷的 哪有什么怕死不怕死的 这位叫石丰的贝维尉士兵 表情冷峻地回答道 放屁 陆成直接罩着石丰脑袋上的头盔 就是一扇子 老子怎么教 你们都忘记了 陆成直接冲着石丰一瞪眼 没忘记 但是俺说的是心里话 石丰依旧是表情冷峻地回答 石丰确实说的是心里话 现在石丰已经已经把自己的老娘和妹子接了过来 妹子现在是侯府里的丫鬟 而自己也有了陆成给盖的砖瓦房 家里也有了两亩地 所以石丰打心眼里敬仰陆成 但凡陆成说一句话 叫他直接自身 他二话不说就能直接抽刀抹脖子 跟谁学的 这么周 听到石丰的话 陆成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听到石丰的话 陆成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第135章 被围甲 嘿嘿 听到陆成的笑骂 石丰只是憨厚地笑了笑 就知道傻笑 一会儿别被我丢人 知道吗 陆成看着石丰那憨厚的样子 只能瞪了他一眼 还有 别真丢了性命 陆成拍了拍石丰的肩头 叮嘱了石丰一句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听到陆成的叮嘱 石丰一个立正经理说道 来吧 你们谁来试试 陆成转头看向一旁那些 都有些跃跃欲试的武将 我来 就在陆成话音刚落之际 一人直接跃众而出 此人也就二十多岁的年纪 年纪跟陆成相仿 一身者黄色郡王莽袍 金冠竖发 面容与李世民有几分相似 虽然陆成也只是在 李渊大雁群臣的太极殿上 与李世民见过一面 不过并不妨碍陆成能够记住 李世民的长相 见过王爷 陆成直接冲着来人拱手行李 你认识本王 来人见陆成给自己行李 忍不住愣了一下 看着陆成好奇地问道 并不认识 但是以王爷这般年纪 如今大唐以军功闻名 而且能够出现在长安城的 只会有三个人 陆成微微一笑 竖起三根手指 头一位自然不必说 乃是天策府上将军 秦王殿下 陆成这话一说 顿时不少天策府出身的武将 都点了点头 对于陆成把李世民排在第一名 也是暗暗点了点头 对于陆成的好感 顿时又上升了不少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想过 陆成这是故意如此 给那些世家官员听的 毕竟除了正善国 王规和围挺之外 剩下那些世家官员 也或多或少的都知道 李建成来见过陆成的事 甚至不少人 在见到陆成的所作所为之后 都对于李建成 能够拉拢到陆成感到高兴 但是在听到陆成这番话以后 顿时心中有有些不爽 毕竟李建成的军功也不低 而陆成竟然没有先提李建成 而是提的李世民 这无形中 就让李建成矮了李世民一头 甚至可以说 在军功方面 陆成是更推崇李世民 而多于李建成的 但是他们又没办法站出来说什么 毕竟李渊可是站在这里呢 人家陆成夸的可是秦王 那也是李渊的儿子 他们要是站出来指责陆成什么 陆成反手给他们扣一个 剑系天界兄弟感情的帽子 他们受得了受不了 因此都默不作声地看着陆成 而另外两位 就是赵郡王李孝公 和仁臣王李道宗了 陆成毫不避讳地 直接把李孝公和李道宗的名字 给说了出来 按理说被人直呼名讳 尤其是王室成员的名讳 这可是天大的忌讳 不过此时 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这件事一般 都没有对陆成这种做法提出质疑 甚至就连站在陆成面前的李道宗 和站在人群里的李孝公 也没有因为陆成直呼名讳 而感到不妥 那陆先后说说 本王是谁呢 李道宗看着陆成笑着问道 若是臣下所猜不错的话 您应该是仁臣王殿下 不知臣说的可对 陆成看着李道宗狡狭的一笑说道 陆成虽然把李世民 李孝公并不年轻 李孝公可是比李世民和李道宗都要大 此时李孝公可是三十而立的年纪了 三人中李道宗是最小的 而性格也是三人中最随和 以及心胸最为开阔之人 护送文成公主 进藏并且使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西藏 对藏族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并促进了汉藏友好关系的 便是这位史书上赫赫有名的江夏王 一猜极重 本王就是李道宗 李道宗看着陆成笑道 陆县侯果然心思敏捷 难怪能够短短十日 就创出如此堪称惊世骇俗的记忆出来 李道宗笑着指了指一旁的炼铁方 同时又看了看石峰身上的铠甲 既然是任成王要出手 那自然是石峰的荣幸 陆成见要试验被围甲成色的是李道宗 陆成心下也安定了不少 毕竟李道宗不可能跟其他那些武将一般 火了八计的上去就照着要命的地方看 毕竟要是御赤公 程咬金这帮子家伙 说不定直接抽刀就奔石峰的脖子招呼了 本王这口佩剑乃是百炼钢打造 不知你这被围甲是否扛得住 李道宗说着 直接把随身佩剑抽了出来 佩剑出鞘 众人面前就如同打了一刀立闪一般 就见三尺清风 寒光闪烁 剑柄处悬挂着黄色的灯笼碎 李道宗将长剑斜于胸前 玩味地看着陆成 好剑 看着李道宗手中的长剑 陆成赞了一句 可千万不要小看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 就这宝剑的钢口 在后世都未必能够轻易打造出来 不过 陆成对于被围甲的防御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毕竟甲叶刚刚打造出来的时候 陆成可是用手枪试过 一枪打上去 子弹头直接嵌在了甲叶上 说明被围甲甚至可以抗住子弹的冲击 由此可知 这百炼长剑 想要破开被围甲的防御 几乎不可能 不知本王这把剑行不 李道宗说着 还挥舞了两下长剑 殿下尽管尝试便是 陆成笑着对李道宗做了个请的手势 看来陆向侯对于自己的被围甲 很有信心啊 本王这把剑可是能够刺穿明光铠的 你真的不担心吗 李道宗再次提醒了陆成一句 王爷尽管尝试 臣是不是过于夸大其词 王爷一事便知 陆成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那本王就不客气了 李道宗见陆成并没有退缩的意思 直接点了点头 心中也很想知道 陆成究竟是真的对他创造出来的这种被围甲 还是在虚张声势 不过李道宗觉得 从这一路上的观察来看 陆成并不像是那种喜欢夸大其词的人 那就只能说 陆成对于自己创造的被围甲 有着十足的信心 确信自己的百炼常见 破不开被围甲的防御 你叫石丰 李道宗来到石丰面前 石丰依旧是以君资站立在原地 李道宗上下打量了一下 这个身材魁梧的憨厚汉子 眼中露出欣赏之意 回殿下 小人确实叫石丰 石丰冲着李道宗行了个君礼回道 你就不怕这被围甲 被本王刺穿 命丧于此 李道宗手里提着长剑 在石丰面前挥舞了几下 而石丰居然连眼都没眨一下 似乎直接无视了李道宗手里的长剑一般 回殿下 石丰对侯也有信心 石丰不卑不亢地回应李道宗 在听到石丰的回答以后 李道宗直接停下了手里挥舞长剑的动作 转过头深深地看了石丰一眼 这得多崇拜陆成 才能做到连自己的命都不当一回事 很好 李道宗看着石丰点了点头 若是本王不慎失手将你刺死或者刺残 那么你的一家老小 由本王照顾 李道宗很是郑重地给了石丰一个承诺 对于这种士兵 没有一个将领是不喜欢的 甚至李道宗现在都希望陆成放弃测试被围甲 倒不是李道宗怕自己刺穿了被围甲 没了陆成的面子 而是真的担心被围甲防御不够 自己刺穿了被围甲 伤到这么好的一名士兵 多谢王爷 但是侯爷已经说了 被围巍的家人就是侯爷府上的人 若是小人不幸生死 小人的家眷侯爷也会照顾 石丰依旧是不卑不亢地说道 听着石丰的回答 很多人直接皱了皱眉 这石丰明显是不给这位任成王面子 这可是堂堂的任成王 你一个小小的被围巍士兵 居然敢不给王爷面子 这不是厕所里电灯 找屎 死吗 好 好汉子 谁知道 就在这帮人心中嘀咕的时候 李道宗反而直接赞扬了石丰一句 没想到陆县侯带兵也是一把好手 既然如此 石丰 你可小心了 李道宗扬起手里的长剑提醒了石丰一句 见到李道宗扬起长剑 所有人都为石丰捏了一把汗 虽然所有人都对石丰刚才不给李道宗面子 觉得石丰此举有些过火 但是也都不忍心 这么好的一名士兵不是削洒疆场 而是因为这无聊的事业丢了性命 甚至有些文官都直接用袖袍遮面 不忍心去看 唯有石丰依旧是毫不表情地站在那里 无视李道宗手里的长剑 随着李道宗手起剑落 百炼长剑刷的一声 带着一片白光就直接辟到了石丰的身上 唐狼随着长剑与贝伟甲的撞击声响起 那些不忍目睹的官员全在心中暗暗叹息了一声 完了 可惜这位贝伟伟的士兵了 可是 就在这些人心中暗暗提石丰惋惜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不断地惊叹了起来 好家伙 这真是好东西啊 在听到这些惊叹声的时候 那些不敢看的官员才缓缓放下袍袖 向石丰所在的位置看去 这一看 顿时也直接目瞪口呆起来 第136章 你参我吧 因为在所有人的心中都认为 李道宗这一剑下去 石丰非死极残 可是现在出现的场景 却是他们怎么没有想象到的 就见石丰依旧是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至于李道宗则是右手持剑柄 左手扶剑间 把长剑放到自己面前 再仔细查看着什么 可惜了 就见李道宗查看了一会长剑 忍不住叹息了一句 所有人都被李道宗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给搞得有点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为何 李道宗在批了石丰一剑以后 会说出这种话 就见李道宗直接拎着宝剑 转身就往众人这边走来 当看到这帮人 那带着询问和疑惑的目光时 李道宗直接苦笑了一下 陆县侯这辈为假 伪实厉害 说话的时候 看向一旁 一副老神在在模样的路程 难怪陆县侯信心如此十足 只可惜 我这口配剑了 李道宗说着 把宝剑横在胸前 晾给众人观看 而一帮子武将 直接围了上来 当看到李道宗长剑的时候 这些武将 奇奇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李道宗的长剑 居然卷刃了 要知道 这把宝剑 不说削铁如泥 但那也是上好的兵刃 普通兵器跟这把长剑对上的话 基本都是会被这把长剑削断 但就是这么一口长剑 不但没有给被围甲 留下一丝伤痕 甚至自己还卷刃了 可见被围甲的防御有多么牢固 而陆成 为何会不拒绝李道宗的测试了 这柄配剑 也是李道宗的心爱之物 没少陪着李道宗驰骋将场 与其对碰的兵器也不知反几 不曾想 今日在陆成的被围甲上 遭遇了滑铁炉 李道宗怎么可能不心疼呢 要知道 这把宝剑乃是百炼钢锁住 修复起来 也是颇要费些功夫的 这也就难免让李道宗 有些情绪低落 陆成本意是想让这些武将 随意用些普通兵器来测试 谁知道这位任成王 直接拎着随身配剑就上去看 而李道宗配剑卷刃这件事 也是陆成有些意外 所以 此时 在看到李道宗那 有些低落的情绪以后 陆成在一旁 则是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那个 殿下 陆成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这武器就是武将的命 若是在战场上 没有衬手的兵器 基本上在对阵时 想要取胜就很难了 而且 基本上 这些古代的名将的兵器 都是量身定做的 重量啊 长度啊 那都是夺身定制而成 不然哪来的后世 传送的那些神兵戾气 现在陆成 把李道宗的爱剑 给整卷刃了 这不至于在李道宗心口上扎了一刀 因此 陆成在喊李道宗的时候 表情上多少有些尴尬 听到陆成喊自己 李道宗转头看向陆成 当看到陆成的表情的时候 李道宗就明白 陆成心里所想了 直接冲着陆成苦笑了一下说道 大将难免挣前王 本王这配剑 也跟了本王十几年了 今日能够败于陆宗侯的被围甲之下 也算是降于良才了 陆宗侯不必挂怀 李道宗嘴里这么说着 但是在看到自己的爱剑的时候 难免还是有些不舍 那个 殿下 要不我陪您一把比这个好点的长剑如何 陆成看着李道宗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陆成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本来还替李道宗惋惜的这些武将 直接都看向了陆成 那眼中的火热 让陆成都想直接转身逃跑 这些武将此时的表情 跟那些饿了三十几顿 突然看到一个雪白大馒头一般 陆宗侯 这话可有点拖大了吧 就在这时 不和谐的声音又出现了 陆成转头看去 说话的是一位身穿紫袍 面容削瘦的老人 合下一尺左右的常然 已然是黑白博杂 不过打理的倒是不错 一双阴损一般的眼睛 直接盯着陆成 言语间多少有些不屑 这位是 陆成转头看向这人 对于这个老头 陆成实在是没什么印象 在他恶不得史书上 似乎也并没有此人的画像 这位是宋国公 明部尚书肖宇 就在陆成迟疑的时候 一旁的李道宗 直接给陆成介绍了一下 哦 原来是宋国公 肖尚说 陆成打亮了一眼肖宇 同时回想着史书上 对此人的评价 而当陆成琢磨了一下 才想起来 这位评价不咋地啊 心地偏狭 不能容人是对此人的评价 最主要这人最出名的是 六遭霸相 这也挺牛X了 在一个朝代 能当六次宰相 然后被罢免六次 还能安稳 活到寿终正寝 也是个人物了 不过 想想这人的身世 陆成突然觉得 他能安稳活下来 估计跟他背后 是兰陵萧氏 有不少关系 虽说不算武姓七旺里的 但是人家那也是 关隆八大家里的一员 而关隆集团跟李家的关系 可比武姓七旺轻易得多了 所以 萧宇能够六遭霸枪 还安稳 活到寿终正寝 与这也不无关系 不知萧大人 为何说在下托大呢 对于这些世家 陆成一直是不假言辞的 你敢对我 我就敢坑你 据老夫所知 此件乃是陛下赐予人成王的 莫非陆姓侯觉得自己 造出来的东西 能够超过皇家不成 萧宇阴沉着脸看着陆成 直接用话开始挤兑陆成 但凡陆成敢说 自己就是造得比李渊次的好 萧宇就准备参陆成 一个以下犯上之罪 前面陆成整出来坑王规 围廷 以及正上果的东西 那都是皇家并没有的东西 或者说是皇家并没有掌握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技术类的东西 但是现在若是说到实物方面 陆成要是敢说 自己用的比皇帝的还好 那就是以下犯上了 毕竟皇家都没有的东西 你陆成凭什么不先进贡给皇帝用 而是自己私自享用 怎么 本侯要是说 本侯造出来的长剑 确实比这把长剑好 萧大人是不是还准备 参本侯一个以下犯上之罪 陆成冷冷地看了萧宇一眼 陆成一句话 但是让萧宇没想到的是 陆成居然明目张胆地 就把这件事给点了出来 本侯今天就给你个机会参我 我发现 你们这些人怎么成天 就喜欢参这个说那个的 能不能把薪资用在老百姓身上 陆成毫不客气地 直接吐槽起了这些世家官员 本侯造的长剑确实比这把好 你参我吧 陛下就在那 去吧 陆成毫不客气地冲着萧宇说道 一副耍无赖的样子 而陆成这一下 直接把萧宇整不会了 若是前面陆成没把话挑明了 现在萧宇确实可以跑到李渊面前 参陆成一本 但是陆成把他的心思给挑了出来了 这就让萧宇很难受了 若是萧宇去参了陆成一本 则直接证明 陆成说对了萧宇的心思 若是不参吧 这口气能让萧宇憋屈死 而且周围人可都看着他呢 就在萧宇进退两难的时候 李渊直接说话了 陆爱卿 真的有比百炼钢还好的 铸造兵器的材料吗 李渊这句话 算是给萧宇解了围 不过李渊则是直接瞪了萧宇一眼 萧宇被李渊瞪了一眼 赶忙默不作声地退了回去 启禀陛下 陈向来不打狂语 陈自认为 陈卫被薇薇铸造的这些兵器 确实要比百炼钢好一些 陆成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哦 听到陆成的话 李渊眼睛就是一亮 要知道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同时这些人 其实也都是一进陆家庄 就注意到了 被薇薇身上佩戴的那两把兵刃 现在陆成说着 两把兵刃的铸造材料比百炼钢还好 当然都想要观摩一下了 石峰 陆成冲着石峰招了招手 刀 石峰应了一声以后 直接小跑了过来 带到石峰来到陆成进前 陆成毫不客气地 直接把石峰腰间的那把糖刀拽了出来 等到这把糖刀拽出来以后 这些人才发现 陆成手里的这把糖刀 最起码有三尺三寸长 这把刀只有刀刃是白色的 其他部位都是黑色的 刀刃上透出一股残气 这些人何曾见过这种颜色的刀 不由得都好奇地 看向陆成手里的糖刀 哪位大人借把百炼刀用用 陆成看着一众文武官员喊道 结果这帮人面面相去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似乎都是等着看戏的 却没有人愿意把兵器提供出来 用本王的吧 李道宗直接把自己的配件递给了陆成 这 看着李道宗这把卷刃的配件 陆成一时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刚才把人家的爱剑给搞卷刃了 现在又要砍人家的剑 就算陆成再能拉下脸来 也做不出这种事来 所以陆成迟疑着没有去接 陆爱卿 就用这把百炼剑吧 就在陆成犹豫的时候 站在一旁的李渊直接发话了 好吧 既然李渊都发话了 陆成只能把李道宗的配件给接了过来 心中则是暗自决定 一定要好好补偿李道宗 第137章 编号 陆成接过李道宗的配件 此时陆成左手持着百炼剑 右手拿着的则是石锋的糖刀 双手一黑一白两种兵器 诸位 稍微让让 要是伤到诸位就不好了 陆成笑着说道 围观的这些文武官员 自觉地把圈子让开了一些 柴少则是直接护在了李秀宁前面 李渊面前也站了两位武将 保护着李渊 陆成剑场子让出来了 这才抡起左手的糖刀 照着右手的百炼剑就劈了下去 兵器相交清脆的声音响起 随着汤郎一声 就进百炼剑的半截剑间 直接跌落尘埃 而陆成左手中的糖刀 则是完好无损 连一点卷刃的迹象都没有 给人的感觉 糖刀刚才砍的根本不是百炼剑 而是切了一块豆腐一般 死 所有人在剑刀面前场景的时候 直接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些人都以为糖刀砍百炼剑的话 就算这糖刀能砍断百炼剑 怎么也得是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 毕竟百炼钢已经是这个时代 最好的铸造兵器的材料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材料 铸造出来的百炼剑 居然被陆成用金刚打造出来的糖刀 好似切豆腐一般的给斩断了 这帮人怎么可能不震惊 朕看看 李渊到底是开国皇帝 稍微震惊了一下 就马上恢复如常 直接冲着陆成招手 试一板地把糖刀拿给他看看 陛下 请过目 陆成恭恭敬敬地双手 把糖刀承送给到李渊面前 李渊也不客气 直接把糖刀抄在手里 仔细观察了起来 好刀 李渊在发现糖刀丝毫无损以后 直接称赞了一句 此刀可有名字 李渊看着陆成问道 此刀为大唐所著 故此陈斗胆起名为糖刀 陆成冲着李渊施里说道 说到糖刀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 以为糖恒刀就是糖刀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实际上糖刀是对隋 唐代四种军刀制式的总称 包括一刀 杖刀 恒刀 末刀 由于隋朝的时候 这四种军刀并不是太过广泛 而到了唐朝则是逐渐在军中普及 因此才将这四种军刀统称为糖刀 但是现在 陆成直接把他打造出来的这种黑糖刀 称作糖刀 算是直接把这个名字给占了下来了 糖刀 李渊看着自己手中的这柄糖刀 眼中满是喜爱之情 因为这是在陆成这里 首次出现的一种冰刃 而且可以说是大唐独有的长刀 再加上陆成说 此刀乃是为大唐所著 更是让李渊心中无比的欢喜 好 此刀以后就叫糖刀 李渊直接拍板 把名字给定了下来 陆成给命名不算什么 顶多就是说这个刀是有这么个名字 但是李渊给名字定下来 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李渊可是皇帝 说话那都是金口预言 既然李渊说这刀叫糖刀了 那以后 但凡是按照这个制式制作出来的长刀 那都叫糖刀了 这里为何会有符号 就在这时 李渊突然发现 石峰这把糖刀的护手 与刀身交接的地方 居然刻着019三个数字 但是李渊不认识阿拉伯数字 就以为是什么符号 看着陆成直接问道 回陛下 这是编号 陆成指着阿拉伯数字给李渊解释道 被维尉实行一人一刀制 每个人的刀与名字都是对应的 若是此刀丢失 那就是这个人的责任 武器就是士兵的命 若是连自己的武器都丢了 那跟丢命有什么区别呢 而且 若是此刀丢失 被人拿去行凶作恶 也有一个追查的线索 陆成这些话说完 一旁的这些武将都是眼睛一亮 因为陆成这是提供了一种武库管理的方式 另外 若是持有糖刀的将士牺牲了 那么这把刀就会封存起来 若是有后人继承的话 可以直接继承这把刀 陆成继续说道 好家伙 陆成不但把这糖刀作为管理方式 更是把糖刀升级到了家族荣誉传承的级别 那这符号 呃 编号 是什么意思 李渊对于陆成的解释满意的点了点头 而李渊也明白陆成说的话的意思 这个代表的是019 也就是说 十峰是第十九个被赐予糖刀的被威威战士 陆成再次同李渊解释道 哦 这数字记录方式倒是很有意思 李渊看着糖刀上的0193个数字 很是感兴趣的说道 这个数字也是陆爱卿发明的吗 算是吧 陆成点了点头 陈之所以发明这些数字 不过是因为 陈觉得这个数字书写起来 要比咱们方便 便拿来用了 陆成跟李渊再次解释道 当然 此时天竺发明的数字也不过是1到3 一直到九世纪 阿拉伯人学会了这种数字 然后传入欧洲 这才被称作阿拉伯数字 看这笔画 确实比咱们的记录方式简单得多 李渊又端向了一下糖刀上的数字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种数字可能普及 李渊看着陆成问道 看到这些记录简编的数字 李渊突然想起来 六步的那些账簿 每到年底 那些账簿可都是需要那些主宝什么的 用算筹算个十天半个月的 有时候算错了 还要反攻 如今再有个半个多月 又要开始年底核算了 李渊不由地想到了此事 当然可以 陆成点了点头 转过年 魏成便准备在陆家庄的学堂里 教授孩子们 学习这种数字 陆成直接把自己过完年 准备开学堂的打算 告诉了李渊 既然如此 到时候正准备过来 看看陆爱卿创出的这种数字 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李渊知道 此时他若是同陆成说 让六步派人来学习这种数字 陆成不一定会拒绝 但是李渊又想了一下 这短短十几日的功夫 又如何能学成 那帮人都是今年累月学的算术 才达到如今的效果 因此 李渊也就暂时按下了这个念头 不过对于陆成的创造出来的数字 李渊还是很感兴趣的 唐朝皇帝就这点好 但凡是对国家有用的东西 他们都能拿来用 而且 他们也不是试杀之人 出唐极少听到什么人因言获罪 除非有识句 皇帝才会真的治罪 若是因言获罪的话 那魏征都不知道死几百回了 道时臣必然恭迎 陛下驾灵 一听说李渊到时候要来学堂 陆成直接冲着李渊施里说道 对了 此刀乃是十九号 那第一把刀呢 李渊似乎是想起什么来了 饶有兴致地看着陆成 陆爱卿 你就没有给自己打造一把堂刀吗 启禀陛下 臣确实没有给自己打造堂刀 陆成看了一眼一旁的萧宇 而萧宇的两只阴损一般的眼睛 在听到李渊的问话以后 死死地盯着陆成 就等着陆成说出那把一号堂刀在他自己的手里 到时候 萧宇就有借口参陆成了 可惜陆成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告诉李渊 我就没给自己准备堂刀 那一号堂刀在哪里 萧宇在一旁有些着急的插嘴问道 李渊有些不悦地瞪了萧宇一眼 而陆成则是冷笑着看着萧宇 萧大人 你似乎有点目无尊上了吧 陛下在询问本侯 轮得到你插嘴吗 陆成看着萧宇沉着脸说道 陆成这话 直接就把一顶目无尊上的帽子 扣到了萧宇的脑袋上 而萧宇急切地插嘴 也确实有些对李渊不尊敬了 陛下 臣只是一时心急 迫切地想要见到一号堂刀而已 一时口快 还望陛下恕罪 萧宇直接冲着李渊失礼 一脸忐忑地看着李渊说道 萧爱卿也是多年的老臣了 性子正是知道的 正恕你无罪便是 李渊看着萧宇那谨小慎微 战战兢兢的样子 心中别提多舒坦了 要知道这些世家 也就在李渊面前装一装 出去以后 回到家里 哪个不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能够让这些世家吃别 李渊是最愿意见到的 谢陛下 萧宇再次同李渊失礼 然后闭着嘴站到了一边 只不过脸色阴沉的 快要滴下水来 死死地盯着陆尘 两次都被陆尘给反击回来 让萧宇心中欲加的怒火中烧 他现在就盯着陆尘 就等陆尘出错 好狠狠参陆尘一下 处一出自己胸中的恶气 陆爱卿 你还没有告诉朕 这一号堂刀在哪吗 处理了萧宇的事 李渊转过头 笑眯眯地看着陆尘 陛下 一号堂刀不就在这里吗 陆尘笑着 冲着远处指了指 就见以苏定方为首的 被微微将领 雄啾啾气昂昂地走在前面 后面是身材高大的冯淮 双手捧着一个长方形 深红色锦匣 正快速往陆尘所在的 炼铁方走来 随着几人走近 所有人在看到 这几名被微微的将领的时候 都不由地称赞了一声 放弃跟梦迹不算 另外的苏定方和杜君绰 那都是相貌堂堂之辈 但是这四人 却被捧着锦匣的冯淮 直接压了一头 第138章 这是为何 此时 冯淮一身微微微的盔甲打扮 腰悬堂刀 但是并没有戴头盔 头发好似马尾便一般 直接扎在脑后 冯淮长得也漂亮 贱眉虎目的 身材睽萎 按照此时的标准 就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的形象 这是 李渊看着冯淮捧着的锦匣 忍不住疑惑地看着陆成问道 这便是一号堂刀 陆成介绍道 说着迈不来到冯淮面前 直接打开了锦匣 锦匣里的黄绸子上 躺着一柄堂刀 这柄堂刀 明显与其他的那些堂刀不同 金色的刀柄 刀柄上镶嵌着琉璃珠 当然陆成也想镶嵌宝石什么的 不过陆成觉得 宝石明显没有基地里的那些花色玻璃球好看 就把玻璃球给镶嵌在了刀柄上 刀柄后面悬挂的黄色灯笼碎 躺在唐刀旁边 刀柄上多了一个金色的护手 唐刀除了刀刃以外 其他部位都是金色的 在唐刀下方是唐刀的刀鞘 刀鞘是绿色鲨鱼皮材质的 上面有流金的五爪金龙缠绕刀鞘 锦盒内的唐刀和刀鞘 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陛下 这便是一号唐刀 乃是臣为陛下准备的 陛晨把唐刀从锦盒里捧了出来 直接转身陷到了李渊面前 所有人都被这柄唐刀的做工给惊住了 因为这把唐刀实在是太漂亮了 直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就连找机会想要参陛晨的消语 只能失望地叹了口气 因为想要利用一号唐刀来参陛晨的目的 他是达不到了 好 李渊伸手接过陛晨献给自己的唐刀 当看到刀柄上的玻璃球以后 李渊不由地惊讶了几分 宝石什么的皇宫里并不缺 李渊也见得多了 但是像这种如此漂亮的琉璃 却是李渊从来也没有见过的 甚至可以说 这琉璃比炼铁房里的沙漏做工还要精致 朕很满意 李渊示意旁已经接过锦匣的长宝过来 把唐刀放到了锦匣里 朕今日也算不虚此行了 对于能够得到高如炼铁之法 和收获一号唐刀 李渊对于今天出宫来陆家庄 已经心满意足了 陛下 陈有本 就在李渊话音刚落的时候 就见到站在文城里的曲突通 直接站了出来 哦 爱卿有何本奏 李渊转头看向曲突通 臣以为陛下 应该跟陆县侯索要唐刀锻造之法 曲突通看了陆臣一眼 直接说道 而曲突通说的是 也是所有武将关心的事 主要是陆臣制造出来的唐刀 实在是太优秀了 就连百炼钢锻造的兵器 都难以与其抗衡 若是大唐将士 都能装备此种金刚所住之兵器 天下还有谁能挡得住大唐的军队 因此 在曲突通说出这番话以后 所有武将都眼神火热地看向陆臣 不过曲突通这话一说完 就见李渊脸色一沉 似乎对于曲突通所奏之事有些不悦 其实李渊又何尝不想获得陆臣的金刚锻造之术 但是李渊心中还有更多的考量 毕竟这高炉炼铁之法 只是增加了生铁和熟铁的产量而已 而百炼钢的锻造又很是费时费力 陆臣能在短短时间内 就打造出这么多金刚堂刀 显然这金刚的锻造 要比百炼钢容易得多 这种锻造之法 放在陆臣这里 李渊是比较放心的 因为李渊知道陆臣是什么人 但是若是把这锻造之法交给了朝廷 那说不得 很容易就会被释迦获取 若是释迦也获得这种金刚锻造之法 那是李渊不愿意见到的 曲爱卿此言正会考虑的 但是也得在证询问陆县侯以后方可定夺 李渊并没有立即回答曲突通 而是转头看向陆臣 启禀陛下 臣觉得 就算臣现在 把这金刚的锻造之术献于朝廷 也是无用 陆臣自然知道 曲突通是什么意思 要说曲突通与世家有关系 那可能性不大 毕竟这种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武将 想要被世家收编 还是很困难的 而且曲突通乃是灵阴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属于天策府一系 这曲突通想要从陆臣这里 索取金刚锻造之术 大概率是要武装秦王李世民的队伍所用 这是为何 李渊有些不解地看着陆臣问道 其余人也是一脸不解地看着陆臣 陛下 金刚铸造之法 需要大量生铁与属铁 如今大唐的铁料产量 并不足以支撑锻造金刚 臣这里的铁料产量 想必陛下已经有所了解了 陆臣说到这里 指了指不远处的炼铁车间 而李渊也点了点头 陆臣这里的炼铁工坊 一天最少能产出一两万多斤的铁料 但是就算如此 臣也仅仅是锻造出来武士与把的糖刀而已 陆臣脸上带着诚恳的表情说道 只不过陆臣并没有说具体变换是多少 只是说了句魔棱两可的话 直接让李渊以及这些文武官员以为 金刚需要大量的生铁和属铁来锻造 实际上陆臣的金刚钉 在侯府的仓库里可是堆了好几屋子 这都是陆臣留着接下来研发火枪要用到的 而且陆臣也不想 现在把这个金刚锻造之法给朝廷 因为陆臣也知道 若是把这方法交上去 固然朝廷会得到金刚 但是同样的那些世家也会得到 甚至恐怕世家锻造出金刚的速度 要比朝廷还快 在火枪没有研发出来之前 陆臣是不打算把这个平炉炼钢法 贡献给朝廷的 更何况 朝廷现在连高炉炼铁法都没有制冷起来 就想着平炉炼钢法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平炉炼钢法 确实需要大量的生铁和属铁来支撑 产量上不去 只会白白便宜那些世家旺族 原来如此 听到陆臣的解释 李渊点了点头 大唐的产铁量还真无法满足锻造金刚的需求 难道老百姓都不用铁了 把国库里的铁料都拿来锻造金刚吗 那到时候不用往外打 大唐内部就得先乱了套 事成冒昧了 屈突通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既然知道自己操之过急了 加上李渊刚才脸色也颇有些不善 屈突通直接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不知者不惯 爱卿也是为国着想 何罪之有 对于陆臣有理有据的拒绝 李渊也是很满意的 如此才脸上的表情也好看了一些 对于降罪给屈突通 李渊倒没有想过 毕竟屈突通也是为了朝廷考虑的 但是若是真逼着陆臣 把这金刚锻造之法贡献出来 李渊回去绝对会把屈突通 骂个狗血淋头 谢陛下恩典 屈突通知道 李渊说了这话 就表示不会责怪自己 屈突通赶忙再次冲着李渊失礼 给李渊失礼 又转身冲着陆臣一抱拳 说道 陆县侯 本官一时心急 还望陆县侯海涵 这话说的真心实意 毫无虚假敷衍之意在内 屈大人客气了 所谓不知者不怪 陆臣冲着屈突通回礼 陛下也说了 屈大人乃是一心为国 本侯又岂会怪诈屈大人呢 见两人互相失礼 李渊也知道 这一天的云彩算是散了 但是日后会如何 就得看屈突通是怎么做的了 至于陆臣 李渊知道 在这种事上 陆臣是不会去找这些武将麻烦的 既如此 这里朕也看得差不多了 朕出来许久 也该回宫了 李渊很是心满意足地说道 臣 恭送陛下 陆臣自然是不可能 再跟着李渊回宫了 直接把李渊这些人 送到了陆家庄外 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看着李渊带着仪仗和文武官员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陆家庄以后 陆臣这才松了口气 倒不是陆臣怕出什么事 主要是应付这些人 实在是太累了 长保 传阵旨意 让李秀宁调派三千人给陆家庄 全全听从陆臣指挥 至于翻号码 回到太极殿暖阁的李渊 坐在龙叔案后 直接冲着长保下令说道 还是叫贝维尉吧 既然陆臣的护卫叫贝维尉 这三千人也是 赠给陆臣的护卫 就都叫这个名字吧 李渊稍一沉思 就下了决定 是 长保赶忙应承道 心中则是暗道 好家伙 一个县侯的卫队 比国公都大 这上哪说里去 看来陛下是真的偏爱着的陆县侯 就在长保准备转身离去船址的时候 又被李渊给叫住了 对了 长保 另外再传一道赤址 就说陆臣进县高炉铁法有功 直接晋升为长安县功 是 听到陆臣又升官了 长保心中虽然咯噔了一下 但是还是转身硬了下来 见李渊没有其他吩咐了 这才出门招呼船址内侍 下达李渊的旨意去了 这陆臣还真是厉害 这才多长时间 这就晋升长安县功了 长保刚把李渊的两道旨意传达出来 那面萧宇在家就得到了消息 不由得在书房里开始来回踱步 脸上满是愤奔的表情 另一边 王规 韦廷也召集了其他几个世家 在长安的头头脑脑 这些人全部聚集在了王规家中 第139章 你去送送他 就在萧宇在书房中来回踱步思索对策之时 有人敲响了书房的房门 什么事 萧宇本就心情焦躁 此时听到有人敲了书房的门 更是有骨子不耐烦 大人 门外王忠允的管家求见 敲响书房门的人是萧宇的管家 萧桓 这萧桓是从萧宇的半读书童 一直到现在的萧府管家 可以说是萧宇的心腹 嗯 萧宇听到萧桓说是王规的管家登门而来 顿时微微挑了挑眉 思索了一下 这才沉生说道 带他到前厅等我 是 萧桓听到萧宇的吩咐后 直接领命转身去 来到萧府大门 让门房把侧门打开 王规的管家王兴 赶忙冲着萧桓拱手致谢 这才迈不尽了萧府 萧管家 好久不见 回头在下府满楼坐东 请管家喝上几杯可好 王兴冲着萧桓拱手说道 虽然同样是管家 但是王规目前的官职 可跟萧宇比不了 都说宰相门前三品官 如今萧宇可是宋国公 名部尚书 属于位高权重 因此 王兴也想同萧桓交好 萧宇看了王兴一眼 对于王兴 而且有时候 陪着自家老爷上朝的时候 那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没有必要交恶 何况世家之间盘根错节 何必横生之节与之交恶呢 如此 就多谢王管家向邀了 萧宇笑着同王兴拱手说道 我家大人正在后面更衣 有劳王管家在前厅稍后了 说话间 萧桓就带着王兴 进了萧宇家的前厅 王兴自然是不敢落座的 就站在前厅里等着 眼睛也不敢四处乱看 毕竟他只是一个管家 过来也只不过是把王规的书信 送给萧宇而已 因此 他就垂手而立 站在前厅当中 至于萧桓 则是去到书房通知萧宇去了 约门斩查时间 萧宇在萧桓的引领下来到前厅 正在前厅垂手而立的王兴 赶忙那头便拜 小人王兴 倩故国公大人 王兴跪在地上 给萧宇建立 萧宇眯着眼 看了一眼王兴 看到王兴给自己行跪拜之礼 心中那股刚才在书房中 烦闷焦躁的气息 竟然因为王兴的跪拜之礼 竟然削减了不少 起来吧 萧宇直接坐在了主位上 看着贵服在地的王兴 淡淡地说了一句 同时有侍女把茶杯 送到了萧宇手旁的茶几上 萧宇端起茶杯 轻抿了一口汤茶 放下茶杯后 才神色淡然地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王兴 王管家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启禀大人 我家大人有书信一封 让小人承送于国公 王兴看到 前厅里只有他 以及萧宇 还有萧桓以后 这才从袖笼里 逃出一封信件 拿过来吧 萧宇冲着萧桓舍个眼色 萧桓过去 结果王兴手里的信件 承送给了萧宇 萧宇也不客套 直接将信纸抽了出来 仔细观看了起来 信上的内容并不复杂 就是邀请萧宇前往王家 与其他几家 一起共同商议对付陆臣的计划 毕竟王伟两家输 给陆臣一万五千亩粮田 而郑家则是更惨 直接被陆臣坑了 五座矿山 虽然萧家并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也让陆臣 把萧宇的面子一顿扫 这都是 让他们能够站在一条战线上 对付陆臣的理由 而且这些世家秉承的观念就是 不能为我所用者 皆可除之 何况自从跟随李渊官 磨了陆臣的陆家庄以后 这些世家也没闲着 自然也是派出 眼线盯紧了陆家庄 而陆家庄的发展 那更是一天一个样 从郑善国 以及王伟二人 被陆臣连续坑了 两次的情况来看 想要陆臣站在世家这边 是比登天还难了 既然如此 就不如下狠手 让陆臣消失 至于李建成 拉拢陆臣的事 这帮世家也看开了 本身他们也不过试想 要利用李建成而已 因此 能让陆臣站在世家这边更好 不能的话 就不能让陆臣 成为世家的绊脚石 你回去回复王忠远 就说本公会准时赴宴 萧宇在看完王规 写给他的信以后 直接把信件塞到了袖笼里 然后看着王兴淡淡地说道 同时端起了一旁的茶杯 王兴怎么能看不出来 萧宇这是端茶送客的意思 赶忙应道 小人这就回去 通知我家大人 说完冲着萧宇失礼 转身就往前厅 外面走去 萧桓 你去送送他 萧宇意有所指的冲着 萧桓说了一句 是 跟了萧宇半辈子的萧桓 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萧桓话里的意思 直接追上了 刚刚迈步 走出前厅的王兴 然后带着王兴 曲曲折折地绕过后宅 来到后门处 王管家 以后若是再来府上 可走此门 站在隐蔽的后门处 萧桓指了指面前 一道有些破旧的小木门说道 现在乃是多事之秋 被人说三道四 对咱家大人 可有些不利 萧桓一有所指的同王兴说道 能够成为 世家官员的管家 那哪有一个省油的灯 跟着他们家的那些大人 很多事情 这些管家都是清楚的 因此萧桓话里的意思 王兴又怎么不明白 萧管家提醒的是 是在下莽撞了 王兴赶忙拱手 佟萧桓致歉 显然他今天来 萧羽府上的事 应该是要传出去了 现在太子与秦王是同水火 自家的王大人 乃是东宫之人 自己这个管家 今天明目张胆地 来明部尚书府上 只怕自家大人 下次上朝之时 难免会被天策府的官员 参一本了 今日之事 我家大人 自然会有说法 堵住那些人的口实 但是以后 切记不可如此莽撞了 萧桓笑着同王兴说道 受教了 王兴再次同萧桓拱手 只不过这次二人 已经回到了萧府的前门 如此 在下便告辞了 过几日扶满楼之约 萧管家可不要忘记了 王兴冲着萧桓眨了 眨眼说道 在下记着的 王管家慢走 萧桓笑了一下 冲着王兴一拱手 接着把王兴 从侧门送出了萧府 大人 那王兴已经离开了 带到王兴走后 萧桓回到前厅 同宵与汇报 同时不经意间 看到了在碳盆中燃烧的信件 萧桓自然知道 碳盆里烧的是什么 因此苗泪眼后 却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一般 等着萧羽的吩咐 嗯 听到萧桓的回禀 萧羽点了点头 萧桓啊 你说怎么才能 不把这五座矿山 和一万五千亩良田 给陆成呢 一想到郑家书 给陆成五座矿山 王伟两家书给陆成 一万五千亩良田 萧羽就感觉 肉疼的厉害 虽然这些家 都是千年门伐 世家旺族 手里的矿山 百座有余 拿出五座矿山 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但是一想到 这无一余是 从世家身上割肉 萧羽还是有些 同气廉质的肉疼 毕竟从来都是世家收东西 哪有往外拿的道理 再加上陆成 还辅了萧羽的面子 这就更让萧羽来气了 若是真让陆成 拿到这些东西 世家就圣年面扫地了 但是他还一时想不出 如何能够 不给陆成矿山和良田 毕竟白纸黑字 立了字句 陆成手里有一份 在皇帝李渊手里 还有一份呢 一想到这个事 萧羽就有些头疼 平时自己的这个管家 萧桓也有一些鬼点子 何况萧桓 还是萧羽的心腹 萧羽就忍不住 询问萧桓的想法 大人 虽然有字句为凭 但是小人以为 既然字句上说 是以三月之内为期 若是三个月以内 咱们能 萧桓也听说了郑家 跟陆成对赌的那件事 上面写的是 若是正上过书了 三月之内 交接五座矿山给陆成 且不可距离长安过远 而萧桓的意思 就是让世家 在时间上做文章 因此 在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 直接做了个手刀 抹脖子的动作 那意思很明显 若是三个月以内 陆成消失了 那这字句 还有什么用呢 那陆成刚刚进行了 高炉炼铁法 皇帝对于那陆成 青睐有加 而且他身边的贝维卫 装备精粮 何况陛下 又刚刚赐予他三千卫兵 同时还禁封了长安县宫 想要短时间内除掉他 恐怕有点难啊 萧桓所说的方法 萧宇如何没有想过 刚才在书房里 来回夺步的时候 萧宇就想过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事 不是说做就能做的 那可是长安县宫 你把一个受皇帝青睐 有加的县宫 给不明不白地弄死了 李渊还不得炸了 大人 咱们也未必 要把他弄死啊 只要让他失了事 到时候陛下不待见他了 甚至丢官罢绝了 那这字句 还有何用处呢 萧桓有些自以为是的提议道 难啊 如今 这路程正式当红之时 能有什么事 能让他身败名裂呢 只要不是杀头之罪 都无法撼动他分喉 上次他还只是白衣的时候 就敢大脑太极电 最后还不时该封喉封喉 陛下 也不过是碍于情面 才给他下了一指禁足令 稍微斥责两句 也就算了 萧宇有些无奈地皱着眉头 看着势力 在自己面前的萧桓说道 杀头之罪 萧桓琢磨了一下 大人 若是这路程非礼了公主殿下 会如何 萧桓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直接眼睛一亮 凑到萧宇耳边 小声嘀咕了一句 嗯 听到萧桓的话 萧宇那阴损般的眼眸 也亮了起来 第140章 你担心什么 你这话 萧宇在听到萧桓的提议后 稍微沉默思索了片刻后 似乎又有些为难地说道 有点意思 但是如今居住在外的公主 只有那平阳公主 霍国公柴绍 又是平阳公主的驸马 而且 那路程乃是出身娘子军 更是娘子军的军师 你觉得这二人可能发生你所说的事情吗 大人 据小人得知 那狼牙公主 可是去过陆家庄 萧桓再次低声在萧宇耳边说道 而且那路程 还陪同狼牙公主 在陆家庄内游玩了不短的时间 据说 路程更是给狼牙公主 亲自做了一首诗 你从何而知 听到萧桓的话 萧宇一把抓住了萧桓的手腕 别看萧宇上了年岁 但是这突然的一抓 也是让萧桓吃痛不小 毕竟萧桓的年纪并不比萧宇小几岁 大人 这些都是小人侄子 从宫中传出来的秘信上提到的 萧桓自压咧嘴的压低声音说道 萧宇看到 萧桓那自压咧嘴的模样 直接松开了萧桓的手腕 秘信何在 萧宇阴沉着脸看着萧桓 秘信已经被小人烧掉了 萧桓忍着手腕的疼痛说道 尽管手腕疼痛 但是萧桓却不敢揉搓 此种事情 因何不报 萧宇说这话的时候 面色已经有些不善了 甚至对于萧桓是否忠诚 已经产生怀疑 启禀大人 萧桓跟了萧宇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不了解萧宇的性格 看到萧宇那不善的脸色 显然心中 对自己已经有些动摇 萧桓可不想跟了萧宇这么多年 最后还不能落得个善终 因此赶忙解释道 这密信是昨日小人侄子托人传来的 大人并未在府上 而且当时 小人以为 这不过是男女之间的事情 而且 那狼牙公主久居深宫 就算是陛下刺婚于他们 也不过是拉拢路臣的手段 所以 小人就没有及时上报 还请大人恕罪 萧桓说着 直接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听到萧桓的解释 以及这请罪的模样 萧宇脸上的脸色 才稍微好看了一点 若是没有路臣与她对赌 让她颜面尽失 还失去五座矿山的事情的话 李渊就是刺婚于狼牙公主和路臣 萧宇也不会多说什么 毕竟那时候的路臣 也不过是跟王家和为家交恶 跟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是世家旁跟错节 之间关系紧密 但是实际上 只是路臣这般恶心人的做法的话 萧宇还犯不上为王家和为家出头 毕竟她现在的位置 可跟王贵宇为挺不一样 她现在也算得上是未及人臣了 萧家当时也与路臣并无瓜葛 但是路臣提出炼铁之法能够改进 这就触及了萧家的蛋糕了 萧宇当时必须出面制止路臣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 路臣居然是给她萧家挖的坑 而她既然真的跳了下去 这就让萧宇不能接受了 就算路臣现在是长安县宫 但是跟她这个明部尚书 和宋国公中间还差着不少呢 若不是路臣 现在是李渊眼中的红人 萧宇认为 单凭萧家的力量 就可以收拾路臣 甚至夺取路臣手中的高炉炼铁之法了 萧宇稍一琢磨 也觉得萧桓这话说的不无道理 毕竟当时萧桓还不知道 萧宇与路臣骄傲的事情 这种儿女情长的事 萧宇和萧桓又怎么会当回事 只要李渊不是赐婚给世家联姻 那这些世家官员根本就不会在意 更何况是路臣这个心境的献猴 但是现在事情不一样了 路臣所做的几件事 都是触及到世家的利益了 那就得收拾路臣了 你这侄子的密报可信度有多少 萧宇稍一琢磨 看着萧桓问道 应该八九不离十 萧桓很是笃定的说道 毕竟以前萧桓这个侄子 送出来的密报 可是帮着世家成了不少的事 因此对于自己侄子这封 关于路臣和李延俊的密报 萧桓还是很信任的 既然如此 那就找机会吧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出去 萧宇手指轻敲茶击 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神色凝重地吩咐萧桓道 既然陛下能够允许狼牙公主 出宫见路臣一次 那就会有第二次 一定要找准时机 不怪萧宇神色凝重 这种事可是事关于为公主的清白 要是做得不好 一旦事情败露 到时候就不是路臣会不会死的事了 而是萧家要承受李约的怒火了 李约那是吃人的老虎 没有几下子会成为大唐的开国皇帝吗 小人明白 萧桓冲着萧宇躬身失礼说道 下去吧 萧桓点了点头 冲着萧桓摆了摆手 萧桓这才转身退出了前厅 只有萧桓端起茶杯 瞎了口茶以后 眉头紧锁思索起来 公主 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 李秀宁在公主府也接到了李约 让他给陆臣准备三千护卫的事情 而柴少与李秀宁一同接的这道旨意 显然 对于被围卫增加三千人的事 柴少有所担忧 毕竟陆臣现在顶多就是个县工 一个县工居然拥有三千人的卫队 这件事可是有些违反族制了 要知道 任臣王李道宗的卫队才一千多人 这一下子 把陆臣的被围卫增加到三千人 只怕会有阎官直接参陆臣 你担心什么 李秀宁看着自己丈夫 这副杞人忧天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就不担心吗 怎么说 这也是未来的妹夫 他这整出个三千人的卫队 比王爷的规格都高 到时候朝堂上 那些世家的人能留守 要知道 这小子 现在已经坑了三家了 柴少有些坐卧不安的 在厅里走来走去 好似下定什么 决心一般 再次说道 不行 我得进宫去找陛下 把这个事跟陛下说说 柴少说着 就往前厅外走去 站住 看到柴少 一副关心则乱的样子 李秀宁直接喊住了柴少 你以为阿爷不会想到这个事 还是以陆臣那脑袋瓜 想不明白这个事 李秀宁直接给了柴少 一个大大的白眼 什么意思 柴少停下脚步 转头看着自己的妻子 你觉得以陆臣的心性 他会全部接受三千人吗 李秀宁看着自己丈夫 那有些焦急的样子 忍着笑说道 不要拿咱们的思维去和陆臣比 那家伙鬼着呢 到时候你就看好戏吧 李秀宁直接起身 把柴少给按到了椅子上 此时 正在书房里研究图纸的陆臣 直接连续打了几个喷嚏 不应该啊 陆臣看了一眼 散发着热量的铁炉子 这么温暖的屋子 还能感冒吗 陆臣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 估计是那帮世家在骂我呢 陆臣摇了摇头 继续看着自己画的图纸 陆臣此刻手里拿的图纸 就是碎发枪的制造图 至于火神枪 陆臣直接就舍弃了 既然有基地 还造什么火神枪 直接从碎发枪起步 其实基地里那么多枪支弹药 陆臣不能拿出来用吗 当然可以 但是陆臣觉得 让工匠循序渐进地学习这些东西比较好 就算基地里家底在后时 如果没有补充 也有打光的一天 而且 全大堂那么多部队 自己这些装备 又能武装多少 而且训练这些士兵 也得用到子弹 没有补充 光是消耗 那总有用完的一天 而且这个时代 碎发枪和火炮 就已经可以算是跨时代的戾气了 让这些士兵循序渐进地练习 让这些工匠循序渐进地学习 等到后面整出电力来 到时候 再把基地里的车床什么的弄出来 那不是要多少子弹 有多少子弹吗 因此 陆臣就准备开始制造碎发枪 至于碎发枪的火药 也是容易弄出来的黑火药 就以现在条件 想要弄出敌火 但是雷拱陆臣就没法子弄出来 而且 碎发枪的制造也不算太麻烦 子弹也容易制造 用这些来训练被威威的士兵 再合适不过了 因此 陆臣就把碎发枪和火炮的研制 直接提上了日程 当然 陆臣这几天也没闲着 玻璃窑也已经弄了出来了 侯爷 侯爷 就在陆臣在研究碎发枪图纸的时候 书房的门被刘金给敲响了 怎么了 陆臣走过去 打开书房的门 看着一脸喜色的刘金 侯爷 刘璃窑那面 按照侯爷教授的方法 真的烧出琉璃了 刘金满脸激动地说道 自从跟着苏定芳和杜燕良识文段字以来 刘金也开窍了不手 其实刘金本来年岁就不大 头脑也灵活 只不过因为出身没有学过知识而已 因此 在苏定芳和杜燕良的教授下 那知识水平也咔咔见长 何况有时候 陆臣也会给刘金开个小灶 哦 听到刘金的禀报 陆臣见眉也是一条 只要烧之出了琉璃 那来钱倒可就打开了 走 去看看 陆臣转身去到书桌处 把碎发枪的图纸收藏起来以后 带着刘金就离开了侯府 直奔工房区的琉璃芳而去 要知道 这玻璃一旦烧制成功 不光可以赚钱 那用处大了去了 第141章 这李渊是不是咸的 陆臣带着刘金急匆匆地来到琉璃芳 毕竟这玩意在目前来看 很可能就是陆家庄的第一项镜像 陆臣怎么可能不重视 到的琉璃芳 就看到 干锅中已经出现了玻璃溶液 其实陆臣给的配方 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试验的 并没有觉得一次就能成功 没成想一次就成了 看着干锅中的玻璃溶液 陆臣心中一阵子欣喜 这可是来钱倒啊 到时候把这玩意弄出去 陆家庄可就不愁镜像了 开始降温了吗 陆臣看着干锅中的玻璃溶液问道 回侯爷 已经开始降温了 听到陆臣的问话 工匠赶忙回应道 那还等什么 赶紧试试 能不能做出来 陆臣指了指一旁的钢铁板 这玩意可是陆臣专门为了制作大块玻璃准备的 听到陆臣的话 工匠缓缓缓将玻璃溶液倒在钢铁板上 然后有两名工匠 抬着一根已经打磨的光滑的钢棍 开始赶饺子皮 看着逐渐成型的大块玻璃 陆臣别提多开心了 有了这玩意 就可以把那些遮挡视线的窗户纸给换掉了 而且这玩意的保温效果 可比窗户值好多了 结果没等陆臣开心一会儿呢 就听见啪叉一声 钢铁板上的玻璃直接碎掉了 这看着变成随便的玻璃 陆臣顿时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满怀的欣喜 直接被啪叉一声给搞得有些失望 侯爷恕罪 那几名工匠一看玻璃碎了 同时陆臣那有些沮丧的表情 赶忙跪了下来 同陆臣请罪 都起来 你们这是干嘛 看到给自己下跪的这些工匠 陆臣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是一块玻璃而已 其实陆臣也不是没有做好失败的打算 谁也不能保证 试验一次性就能成功 因此玻璃碎了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这些工匠居然直接跪地请罪 小人等人不慎将琉璃弄碎了 领头的工匠跪在地上 低着头坠坠不安的说道 这琉璃碎了属于正常现象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陆臣看着这帮子工匠 有些无奈的说道 一次没成功就再来一次吗 多大的事 多起来吧 啊 这些工匠还是第一次 没有因为失误受到责罚 在他们心中 但凡是没有做到大人要求的事情 那就是他们的罪过 轻则不给饭吃 重则受到责打 而陆臣居然轻描淡写的 就让他们起来了 因此这帮匠人 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陆臣 啊什么啊 谁说一次就能成的 陆臣看着这些工匠的表情 笑着说道 本侯也没说能一次就成啊 把这些随便打扫一下 再试试 是 这些工匠回答得有些激动 再次弄了一锅玻璃溶液 刚才那下 估计还是温度没控制好 大块的 可能不太好控制温度 咱们可以小块小块的事 逐渐增加 不要怕失败 多试验几次 成功了 就让人来禀报 陆臣也不可能一直待在琉璃坊 陆臣把话说完 就离开了琉璃坊 因为他要去钢铁车间 那是陆臣为了制造碎发枪 而建造的新工坊 来到钢铁车间 就见到刘老三 正在打磨一根钢管 而这个钢管 正是陆臣给得碎发枪的枪管图纸 老刘 如何了 看着正在认真打磨钢管的刘老三 陆臣问道 别看这个钢铁车间不小 但是整个车间里 只有刘老三一个人在工作 因为整个陆家装的工匠 都被陆臣用得差不多了 实在是没有人手 能来钢铁车间干活了 侯爷 刘老三一直在专心致志地 打磨着钢管 并没有注意到陆臣的到来 听到陆臣喊自己 刘老三赶忙放下钢管 起身同陆臣失礼 不用多礼 东西弄得如何了 陆臣一眼就看到了 刘老师呢 面前工作台上那一对零件 回侯爷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请侯爷过目 刘老三闪身让开位置 方便陆臣到工作台 查看碎发枪的配件 陆臣拿起枪管往里看了看 此时枪管内壁 已经被刘老三打磨得很光滑了 至于其他配件 也都被刘老三打磨得有模有样的 不错 陆臣放下枪管 满意地点了点头 刘京 本侯要的那些东西都弄来了吗 光有枪没子弹 这玩意跟烧火棍有啥区别 所以陆臣让刘京出去 收购了不少的黑火药配料 黑火药的配料是啥 一销二黄三木炭 回侯爷 各准备了五百斤左右 刘京冲着陆臣拱手说道 为何如此之手 陆臣疑惑地看向刘京 要知道 这年头 销石和硫磺的用处并不算太大 而木炭也就是冬季使用的会比较多 但是也容易买 因为陆臣不明白 为何刘京每样才收购了五百斤左右 回侯爷 没钱了 刘京看着自家侯爷 不由得苦着脸说道 自家侯爷哪里都好 就是在财务方面 有些过于花钱如流水了 自打陆臣入主陆家庄以来 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而且这些来干活的庄户 还都给报酬 当初李秀宁给的那些陆臣 晋升侯爷的贺礼 都被陆臣用得差不多了 没 没钱了 陆臣突然想起来 自己还被李渊罚疯一年 陆臣现在 想起来就心疼 一年那是一百八十罐 那能置办多少东西 一想到这里 陆臣就觉得心口疼 不行 老子得去要钱去 陆臣顿时恶粉粉地说道 要知道王规 围挺和肖宇 还欠着陆臣赌账没给呢 把他们欠的拿来 陆臣也能有不少收入 不算田地 光是拿五座矿山的矿石炼出铁来 陆臣也能换不少钱 当然是跟朝廷换 就在这时 就见到杜君辍 慌慌忙忙地 从钢铁车间门外跑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 跑成这样 陆臣有些不悦地看着杜君辍 你现在也是被围围的一名班长了 这荒利慌张得成什么样子 侯爷 庄外来了大队人马 还有宣旨内侍 琳朗也来了 让侯爷去皇子外面接旨呢 杜君辍一面喘着气 一面说道 这李渊是不是闲的 一天没事 怎么老给自己下纸完 陆臣一听 又让自己去接旨 忍不住在心中吐槽了一句 但是还不得不去 不去接旨 那就是抗旨不尊了 这就属于没事找事了 也不知道这皇帝 这次又下指想干嘛 陆臣还是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而跟在陆臣身边的刘金和杜君辍 则是一缩脖子 就当没听见陆臣对李渊的吐槽 陆臣带着杜君辍与刘金 来到陆家庄庄口 此时相爱已经准备好了 说实话 这么多天接了这么多次圣旨了 对于方启和孟姬来说 准备这些东西 都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 长安县侯陆臣 接旨 见陆臣来了 琳琅与陆臣互相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毕竟都是熟人了 也没有客套 琳琅直接开始宣指 臣 长安县侯 陆臣 接旨 陆臣攻身失礼说道 奉天承运皇帝 赤约 琳琅直接打开圣旨卷轴 朗生宣读起来 圣旨大致的意思就是 陆臣贡献高炉炼铁法有功 晋升为长安县功 赏千金 赐十亿一千五百户 永叶田三千亩 绸缎一百匹等等 最主要的是 贝唯尉三千人这个赏赐 直接就把陆臣给惊到了 要知道 王爷的敬畏才一千人 自己一个从二品的献功三千人 这不扯了吗 当然 秦王和平阳公主那种不算 毕竟人家有兵权在手里 普通的像任成王李道宗 赵郡王李孝公 那也才一千人的卫队 自己要是接受这三千人的贝唯尉 那直接就会被世家官员参一个乐举 而李渊也会被指责有为组制 这皇帝老头想干嘛 但是圣旨已经下了 陆臣还不得不接纸 臣 陆臣 接纸 陆臣只能硬着头皮 先把圣旨给接了过来 只是看到林郎后面 那黑压压看不到头的士兵 陆臣直接感到脑壳疼 前面的赏赐 让陆臣挺开心的 尤其是听到赏千金的时候 陆臣别提多开心了 毕竟这就是来钱了 但是听到后面 自三千倍为位的时候 陆臣心里就直犯嘀咕咕了 虽然陆臣知道 李渊这是想让自己带兵 但是也不能这么整吧 这不是 直接就把自己放火上烤了吗 本来现在他跟三大士家 就已经结怨了 李渊这在给整个三千倍为位 然后陆臣还就是个县公 连个带兵权都没有 这不是 把把柄往士家手里递吗 陆县后 哦 不对 现在是公爷大人了 琳琅冲着陆臣一攻手 笑眯眯的说道 咱家在这里恭喜公爷了 公爷可是咱家见过 今生最快的侯爷了 多谢公公 陆臣一面心里犯着嘀咕 一面还得笑眯眯的应付着琳琅 第142章 你们不要过来啊 怎么 公爷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看着陆臣接过圣旨 那略显不自然的笑容 琳琅小声询问道 我说公公啊 你就没发现 这位队有点多了吗 陆臣指了指琳琅身后 那跟随琳琅而来的三千士兵 苦笑着说道 这 琳琅巧然回头瞟了一眼 那望不到头的军队 琳琅也觉得这三千倍为位 是真的有点越举了 毕竟是陛下所赐 难道公爷还敢抗制不尊吗 琳琅也想到越举的问题 但是毕竟是皇帝圣旨里赏赐的 琳琅也没法说什么 哎 陆臣无奈地叹了口气 毕竟琳琅也只是个传旨内侍 跟他说又有什么用吗 有劳林公公传旨了 陆臣说着 从绣笼里掏出一把铜钱 塞到了琳琅手里 咱家就谢过公爷赏赐了 琳琅也不跟陆臣客气 直接把陆臣给的洗钱 直接揣到了绣笼里 冲着陆臣拱手说道 咱家这就回宫 赴纸去了 公爷可有什么话要咱家带的 琳琅前半句说的声音很大 后半句则是压低了声音说的 陆臣看了看琳琅 本来想要说什么 但是看了一眼琳琅左右的人 还是没有说 只是说了句 公公慢走 恕在下不能远送 毕竟陆臣现在的禁足令 还没有解除 是不能离开陆家庄的 如此 咱家就告辞了 琳琅冲着陆臣点了点头 冲着陆臣一拱手 带着一帮子人 转身离开了陆家庄 等到琳琅带着宣旨队伍离开以后 就见那三千士兵的前面 两名穿着校尉盔甲的校尉将军 一抖缰绳 胯下战马 直接奔着陆臣而来 到的陆臣面前 这两名校尉将军勒住马将 翻身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奇奇地冲着陆臣视力说道 军师好久不见 当陆臣看清楚头盔下面两人的面容时 陆臣惊喜地说道 是你们两个 正是属下 两人看着陆臣那惊喜的模样 黑黑一笑 来的两个校尉不是别人 正是李秀宁麾下娘子军里的两个校尉 连修德与彭尊 陆臣认识他俩 是因为他俩是最早测试铁马具的人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陆臣看着两人 颇有些意外知喜地问道 要知道 听到圣旨里赐予他三千倍为位的时候 一个陆臣是有些埋怨李渊 给自己制造了乐举的把柄 送给了那些世家官员 另一个就是 这三千倍为位陆臣如何收服处置 若是不熟悉的将官带队 这想要重整三千多人的队伍 那是要费很大功夫的 当见到是连修德与彭尊带队而来的时候 陆臣就明白了 这三千倍为位 很可能是李秀宁从娘子军里挑出来 派给自己的 而且 在听到两人喊自己军师的时候 陆臣眼睛就是一亮 对啊 谁说自己没有军权了 自己这个娘子军的军师 还没下岗呢 当初李秀宁可是送给过自己一块他的腰牌 凭借这块李秀宁的腰牌 可是有调动娘子军的权力的 一想到这里 陆臣顿时心里亮堂了不守 而这三千倍为位 陆臣也有了新的打算 这三千人 那就可以进行选拔了 正好陆臣要制造碎发枪和火炮 这三千人 可都是娘子军出来的 那自己训练起来 选拔起来 可就方便多了 而且中心程度也比较高 是大帅让我们来的 连修德冲着陆臣抱拳说道 陛下让殿下选三千人 给军师扩充被为位 我们两个可是打破头 才抢到的这个买卖 连修德得意地笑了起来 而陆臣也发现 连修德与彭尊脸上 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你们两个还真打破头啊 陆臣有些哭笑不得的 指了指二人的脸颊 那倒不是 主要是跟那些老伙计 喝了一顿酒 然后不小心摔了一脚 彭尊黑黑憨笑着说道 陆臣很是无语地看了二人一眼 这哥俩能喝酒摔成这样 那也真是没谁了 不过陆臣一下就想到了 估计是喝酒以后 因为这俩人抢到了 来自己这里的机遇 被其他兄弟给揍的 你俩能摔成这样 也不容易 陆臣一脸赞同的表情 点了点头 行了 既然你俩来了 就进来吧 正好还有几位老兄弟 也跟你们见见面 是 公爷 两人齐齐冲着陆臣拱手 没想到 这才多长时间没见 军师都成为县工大人了 连修德笑着说道 眼中没有半分嫉妒之意 只是为陆臣感到高兴 军师是什么人 军师那能耐 是你我能比的 彭尊大嘴一脸 笑着说道 要我说 这个县工给军师都取材了 国公还差不多 别瞎说 听到彭尊的话 陆臣直接瞪了彭尊一眼 就你话多 连修德也直接拍了 彭尊后脑勺一下 显着你了 什么话都说 连修德瞪了彭尊一眼 是 是 属下失言了 彭尊也知道自己 刚才说的有些过了 彭尊赶忙给陆臣赔罪 彭尊想到 刚才自己口不择言的话 也有点后怕 毕竟要是上纲上线的话 彭尊这话 就有富匪皇帝的嫌疑了 而现在 自己又是 陆尊直属的武官了 到时候 若是真有人 到李渊面前告他一状的话 难免会牵连到陆尊 因此他 赶忙同陆尊告罪 别什么实话 不往外说 陆尊瞪了彭尊一眼 两人听到陆尊的话 直接瞪大了眼睛 尤其是彭尊 以为陆尊会训斥自己一顿 但是没想到 陆尊直接说了这么一句出来 直接把这两个武官给整不会了 就在这时 远处带队巡逻的方启 看到了陪周陆尊 往侯府方向走的 莲修德与彭尊二人 刚才陆尊接指的是 他已经听到了 知道陆尊晋升为县功了 看到陆尊往回走 刚忙小跑了过来 属下拜见公爷 来到陆尊面前 方启一脸严肃 毕恭毕敬的 冲着陆尊失利说道 恭喜侯爷晋升为公爷 滚蛋 看着方启一副 跟谁学的 陆尊瞪了方启一眼 嘿嘿 俺这不是替公爷高兴吗 被陆尊踢了一脚的方启 马上恢复了往常的模样 舔个大脸 笑嘻嘻地从陆尊说道 你看看我身后的是谁 对于方启 这副二皮脸的模样 陆尊已经习以为常了 直接用手里的折扇 指了指自己的身后 方启这才往陆尊的身后看去 当看到莲修德与彭尊的时候 直接一脸的惊喜 哎呦 这不是莲修德跟彭尊吗 你们怎么来 陆家装了 行啊 老方 跟着军师 你这脸是越来越大了 两人见到方启 也是分外的高兴 毕竟是一起上战场过命的交情 两人也不客气 直接来到方启面前 一人给了方启一拳 陆尊在一旁微笑着 看着三人打闹 呦呵 你这盔甲不错呀 两人一人给了方启一拳以后 发现方启身上的盔甲的甲片很硬 直接震得两人手都有点疼 两人这才看向方启的身上 发现方启的这身统领级被围甲 明显与他们的制式盔甲不同 公爷 这就是您发明的被围甲吧 莲修德转头看向陆尘问道 陆尘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想要吗 想 太想了 莲修德与彭尊连连的点头 现在军营里 谁不知道 陆尘创造出来的被围甲 连百炼钢材质的宝剑都不怕 穿上这身盔甲上了战场 那绝对是所向披靡 哪有一个将领不眼馋的 更别提陆尘打造的糖刀了 更是让这些将领回去以后 掩热的不行 可惜只有陆尘 才能打造出这样的盔甲和兵器 还不对外 整得那些将领 一个个在家抓心挠肝的 都在想办法 怎么能跟陆尘拉关系 搞到这些盔甲武器 所以陆尘问莲修德与彭尊 是不是想要的时候 这两人那头点的跟小鸡吃米似的 这么好的武器盔甲 谁看着不眼热 那你们俩还等什么 扒了他 谁抢到就是谁的 陆尘看着方启 飞飞话也笑着说道 公爷 我这两天可是很老实的 你不能这么对我啊 看着摩拳擦掌 向自己逼近的 莲修德与彭尊 方启一面后退 一面向陆尘求救 陆尘则是摇着折扇 对于方启的呼救毫不在意 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老方 这可是公爷下的命令 你可怨不得我们兄弟了 莲修德与彭尊 摩拳擦掌 飞飞冷笑着看着方启 两人一左一右的向着方启逼近 那架势跟地痞调戏女孩子 差不了多少 你们不要过来啊 再过来 我可喊人了 被两人那炽热的眼神 冰得直发毛的方启 一面后退 一面威胁着莲修德与彭尊 你喊吧 说话间 莲修德从左侧张开大手 就去抓方启的肩膀 你喊破喉咙 也是没有用的 彭尊则是从右侧 直接就去抱方启的腰 两人这一动手 可以说配合的相当有默契 第143章 狂犬一描 方启一个人 那是莲修德与彭尊的对手 直接就奔莲修德与彭尊 给摁倒在地 两人也不客气 上手就开始扒方启的盔甲 公爷 救命啊 公爷 被莲修德与彭尊 联手摁倒在地的方启 伸出手凄惨的同陆尘求救 至于陆尘 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默默地当着吃瓜群众 就在这时 远处带着另一队 被维维士兵巡逻的孟姬 则似乎是听到了方启的喊声 直接带人跑了过来 公爷 这是当孟姬带人跑过来 再看到被莲修德与彭尊 摁倒在地的方启 只能一脸怪异的表情 看向陆尘问道 哦 没啥 他俩看上方启的被为假了 本宫告诉他们 谁抢到算谁的 所以就这样了 陆尘一脸淡然的 冲着孟姬耸了耸肩说道 公爷 让这么多人看着 不太好吧 孟姬在听到陆尘的话以后 忍不住微微抽动了下嘴角 他没想到 陆尘居然还有这种恶趣味 不过这么多人看着呢 不光有原来被为为的将士 还有新来的三千后补士兵 都看着三个统领在地上打滚 这实在是有点好说不好听吧 行了 别闹了 既然孟姬都这么说了 而且陆尘也发现 虽然莲修德两人 把方启摁倒在地 上下棋手 但是并没有真的要 扒方启铠甲的意思 只不过是太长时间没见面 相互打闹而已 听到陆尘说话 三人直接从地上爬了起来 三个人都是灰头土脸了 互相对视了一下 顿时奇奇的哈哈大笑起来 孟姬 带他们两个 一人领一套统领装备 陆尘直接同孟姬吩咐道 是 孟姬直接冲着陆尘进了个军里 去吧 陆尘摆了摆手 莲修德与彭尊跟孟姬去领装备去了 方启则带着人继续巡逻 公爷 不好了 公爷 就在方启领着莲修德两人刚刚离开的时候 杜君辍从后山跑了下来 怎么了 看到杜君辍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 陆尘诧异的问道 冯淮受伤了 杜君辍来到陆尘面前 一面喘着粗气 一面说道 受伤了 听到冯淮受伤了 陆尘心中就是咯噔一下 怎么伤的 在哪伤的 带我去看看 这还是陆尘第一次听说陆家庄有人受伤 陆尘快步往前走去 再迎脸 杜君辍跟在陆尘身边说道 走 陆尘带着杜君辍和刘金急匆匆的就往贝围营走去 等进到营房 就看到冯淮腿上胳膊上都包着白布 正躺在床上 鲜血已经渗透了白布 不光冯淮一个人 还有几个被围围的战士 也都受伤经过包扎后 躺在了床上 怎么回事 看到冯淮身上的伤 陆尘顿时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侯爷 冯淮和这些战士看到陆尘来了 就想从床上起来 现在侯爷已经是公爷了 刘金过去想要扶冯淮 同时在冯淮耳边说道 都别起来了 看到冯淮用力 胳膊上和腿上血渗出的更多 陆尘赶忙抬手阻止冯淮和这些战士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后山出现狼群 冯淮有些虚弱的说道 后山怎么会有狼群呢 听到冯淮的话 陆尘疑惑的喃喃自语 要知道 在接手陆家庄的时候 陆尘可是带人把山前山后都溜带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狼群这种东西 怎么会突然有狼群出现了呢 公爷 会不会是觅食过来的狼群 这冬天 没什么可吃的 然后流窜过来的 杜军绰在陆尘身边小声说道 听到刘金的提醒 陆尘这才想起来 自己这个庄子 后山属于秦岭于脉 同时 距离经历山和北仲山也都不远 属于山脉的交汇处 若是真有野狼群这种东西 从那些山中跑过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 冯淮今天正好带队在后山巡逻 这才遇到狼群 冯淮 估计有多少只狼 陆尘阴沉着脸问冯淮 倒是因为冯淮跟这些战士 与狼群交战时受伤而生气 而是担心这些狼群进了庄子 会伤害到更多的人 俺估计最少有三四十只 俺砍死了七八只 冯淮看着陆尘会报道 你们呢 陆尘又转头问其他战士 战士纷纷回答陆尘 少的杀了两三只 多的四五只 陆尘估算了一下 冯淮加上这些巡逻士兵 砍死砍伤的最起码有二十多只狼 而冯淮和这些巡逻战士 能够回来 估计是狼王看到自己狼群损失惨重 带着狼群撤退了 不然冯淮几个 应该是够呛能回来了 大人 就怕这些狼晚上会进庄子 杜军戳在陆尘身边 用担忧的语气说道 本宫担心的也是这事 陆尘没拖紧锁 主要是庄子沿着后山这条线 可是住着不少人 若是晚上狼群进了庄子 就很麻烦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 直接把这些狼给弄死 不得不说 陛下给的这三千人 还真是时候 陆尘突然想到了 还在庄子外住扎等候的 那三千被围围的预备队 你们好好养伤 本宫倒要看看那群狼 能跑到哪去 刘金 你去请狼中来给他们治伤 陆尘直接吩咐刘金 去找狼中来给冯淮这些人治伤 不过陆尘又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狂犬病 冯淮这些人可都是被野狼咬伤的 若是得了狂犬病 那就麻烦了 刘金领命 转身离开去找狼中去了 陆尘则是回到侯府 将书房门紧闭 然后进入基地 来到药品储存库 找了一些狂犬疫苗出来 在这个时代 有没有狂犬病 有 在孙寺庙孙神医的千金妖方 就对狂犬病有过记载 只不过 此时孙神医的千金妖方 尚未面试 孙神医还在收集资料中呢 其中也记录过治疗方法 其中写道 取狂犬病狗的大脑图在伤口上 其原理是 取出的狂犬病病毒毒性减弱 以毒攻毒 这种方法 可以视为现代灭活疫苗的早期版本 陆尘带着狂犬疫苗 重新回到了军营 来到营房 就开始给冯淮众人注射狂犬疫苗 把冯淮的胳膊露出来 陆尘一面拿着针筒 一面让杜君措 将冯淮的右臂给露出来 大人 这是要干嘛 看着陆尘手中那亮闪闪的针头 冯淮眼中充满了恐惧 因为那针头 居然还喷出了一股水 直接吓得冯淮 都有些瑟瑟发抖起来 害什么怕 看着冯淮那瑟瑟发抖的样子 陆尘忍不住笑了起来 没想到连狼群都不怕的汉子 居然会害怕自己手里的针头 大人 俺下次一定能把狼群灭了 您别用针扎俺行吗 冯淮都快哭出来了 说到底 冯淮也不过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 胆子再大 看到针头也怂 摁住他 陆尘也不准备跟冯淮解释 直接让杜君绰把冯淮给摁住了 别说冯淮了 杜君绰看到陆尘手里 装满液体的针筒和针头 心里也是胆兔的 陆尘用酒精给冯淮胳膊削了消毒 结果发现酒精棉都黑了 你这是多久没洗澡了 陆尘看着发黑的酒精棉 很是嫌弃的撇了撇嘴 啥是洗澡 冯淮没听懂陆尘的话 看着陆尘问道 就是沐浴 陆尘继续用酒精棉 给冯淮的胳膊削毒 一般夏天里 俺都是在庄子的河里沐浴 冯淮想了一下回答道 看来有必要普及一下卫生知识了 通过冯淮 陆尘就知道 庄子里这些庄户 估计一年沐浴的次数不会多 这哪能行 这卫生知识必须得普及下去 夺沐浴有好处 陆尘跟冯淮说着话 手里的活计可没有停下 哦 冯淮似懂非懂地回应了陆尘一声 然后随着陆尘把狂犬一瞄 扎到冯淮的手臂上 得一声惨叫 从冯淮的嘴里喊了出来 而冯淮这一声喊叫 直接把其他的被狼群咬伤的士兵 也都吓得一哆嗦 好了 别喊了 陆尘把一次性针筒扔到一边 然后重新吸了一只 往其他受伤的士兵走来 大人 不扎行不行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陆尘 士兵脸上露出了哀求的神色 主要冯淮刚才叫得太惨了 士兵看到陆尘手里的一次性针筒 实在是怕得不行不行的 冯淮这么猛的人都受不了 何况他们呢 你说呢 陆尘微笑着看着士兵 此时陆尘脸上的微笑 在士兵的心中 跟恶魔的微笑 没有任何区别 是你自己露出来 还是让杜军绰帮你呢 陆尘打量着士兵的胳膊 微笑着说道 俺自己来吧 士兵直接很是认命的 把右臂露了出来 谁让陆尘才是说了算的那个 士兵看都不敢看陆尘手里的针筒 直接把脸扭了过去 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 至于吗 陆尘看着士兵那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忍不住就觉得好笑 在给士兵消毒后 一针扎了下去 啊 又是一声惨叫 士兵的这声惨叫 没比冯淮好多少 第144章 追踪狼群 在营房外面操练的士兵 听到营房里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都忍不住哆嗦了起来 他们实在是不明白 自家这位公爷到底在营房里做了什么 让这些铁打的汉子叫得这么惨 自从他们看到陆尘拎着一个包袱 进了营房以后 就开始听到这些惨叫声 也不知道自家公爷 到底是拿的什么东西进的营房 今天是第一天 后面还有司征等着你们呢 在给冯淮这些被狼咬伤的被围围士兵后 陆尘扔下这么一句话以后 把东西重新收拾到包袱里 出了营房 听到陆尘说后面还有司征 这些受伤的士兵都忍不住 浑身再次哆嗦了一下 看到陆尘拎着包袱 从营房里走了出来 那些正在操练的士兵 纷纷停了下来 用带着询问的一样目光 注视着陆尘手里的包袱 看什么呢 陆尘看着这帮士兵那怪异的表情 陆尘就知道 应该是刚才营房里冯淮那些人的惨叫 把他们吓得不轻 杜君绰 让他们全体集合 陆尘吩咐了杜君绰一句 就独自出了被围围的营地 等到陆尘把东西在书房里藏好以后 再次来到营地的时 这里已经集合 除了需要放哨和巡逻的所有被围围士兵 而苏定方 方启 孟记 以及新来的联修德和彭尊 也都站在了这里 联修德和彭尊不断地摸着身上的统领及被围甲 脸上是一脸的骄傲 甚至彭尊还把唐刀抽了出来 不停地擦拭着 彭尊 联修德 陆尘直接点了这二人的名字 属下在 两人听到陆尘喊自己 彭尊赶忙把唐刀入窍 挺胸抬头地看向陆尘 你二人去点弃五百士兵 随本宫搜山 陆尘直接给两人下达了命令 是 两人领命 转身去庄子外面点兵去了 至于为何搜山 刚才他们来的时候 已经听杜军绰说了 冯淮等人在后山巡逻的时候 被狼群给咬伤了 陆尘现在让他们点兵搜山 明显是准备灭了这群野狼 你们随本侯进山 此时的陆尘 已经换上了那身迷彩服 手枪插在腰间的枪套里 是 剩下的被围卫将士 齐声应道 就在陆尘带着这些被围卫将士 从军营里走出来的时候 远处联修德和彭尊 已经带着五百名军士走了过来 连修德 留下一百人 给我守好这条线 陆尘直接指了指 陆家庄背靠山坡的那条线 直接开始部署 是 连修德直接领命 转身安排一百名士兵 保持好距离 守候在陆尘吩咐的警戒线上 其余人 随本宫进山 今天晚上 咱们吃狼肉 陆尘直接一挥手 率先向后山走去 苏定方这些被微微的统领 互相对视了一眼 赶忙追赶了上去 公爷 俺来开路吧 紧随着陆尘进山脚步的方琪 拎着糖刀 来到陆尘身边说道 你会追踪术吗 陆尘瞥了方琪一眼 不会 方琪回答得很干脆 他出身农户 又不是猎户 哪里会这种追踪术 公爷 俺从军以前是猎户 对于追踪猎户 倒是略知一二 就在方琪有些尴尬的时候 连修德在陆尘身后说道 哦 修德 你以前居然是猎户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听到连修德说 自己是猎户出身 一旁的彭尊和孟继 都一脸好奇地看向连修德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 有啥可说的 连修德笑着解释道 修德 你会追踪术 那咱俩比比 看看谁能更先找到狼群如何 陆尘看着连修德笑着说道 大人也懂得追踪之术 听到陆尘说自己也懂得追踪之术的时候 连修德有些惊讶地看向陆尘 你这话说的 我可不爱听了 看到连修德那惊讶的表情 孟继直接拍了连修德一下 咱家大人学究天人 区区追踪术 怎么可能不会 自从陆尘让陆家庄变得一天一个样以后 这庄子里的所有人都把陆尘当作神仙看待了 若不是陆尘明令禁止 不少庄户家里都准备给陆尘立长生牌位 早晚一炷香了 本宫也是略知一二 正好今日试试 本宫学得这追踪术是否生疏了 陆尘笑着说道 作为第九特战队的队长 追踪术那可是基本科目 要是这能耐都忘记了 自己还算什么特战队长 既然如此 咱们就看看大人的追踪术和修德的追踪术 有何不同之处 苏定方在一旁笑着说道 至于陆尘受伤这种事 根本就不在这些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若是这么多人在这 都能让自己家这位公爷受伤了 那自己这些人可以集体抹脖子了 出发 陆尘一挥手 迈步往前走去 而跟随着陆尘的就是连修德 至于其他人则是以陆尘为中心 散落在陆尘的四周进行护卫 很快 陆尘就命令所有人停止前进 转头看向连修德 修德 你说说 陆尘笑眯眯的看着连修德 那属下可就说了 连修德冲着陆尘失礼说道 看这些掉落在地的树枝 应该是冯淮他们下山的时候碰断的 连修德说着 从地上捡起几根断裂的树枝 树枝上还有褐色的血迹 可以验证连修德话 陆尘听到连修德的分析 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而属下从冯淮等人的伤势看来 此地距离他们遭遇狼群的地方不会太远 应该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不知属下说的可对 连修德看着陆尘询问道 修德说的在里 陆尘再次点了点头 以本宫看来 冯淮他们遭遇狼群的地方 距离咱们这里不会超过三百步 陆尘看着连修德手里的枯枝 给了一个准确的数字 公爷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小心一些 毕竟三百步的距离 对那些狼崽子来说 距离可不算远 苏定方在一旁提醒陆尘说道 没事 咱们现在过去 那里应该不会有狼群在那了 陆尘很是笃定的说道 毕竟狼群对于死去的成员 是会拖回去带走的 而且会当作食物吃掉 所以陆尘很肯定 此时 冯淮他们与狼群遭遇的地方 并不会有狼群 甚至连狼狮都不会有 继续前进 陆尘一挥手 示意队伍继续往前搜索 注意保护大人 不管陆尘说的对不对 苏定方都把保护陆尘放在第一位 直接传令说道 随着苏定方命令下达 负责保护陆尘的 被围围士兵的防护圈 再次缩了一缩 随着继续前进 陆尘带领着众人 来到了一处山坳处 就见地上散落着布片和狼毛 甚至还有狼的尾巴 短只 地上左一滩右一滩的褐色血迹 但是一具狼狮都没有发现 果然如大人所言 一具狼狮都没有 彭尘带着士兵搜寻了一遍山坳 果然一具狼狮都没有找到 不由地用带着钦佩的语气说道 大人是如何得知 这里不会有狼狮的呢 彭尘还是忍不住好奇问道 这大冬天的 本来能让狼群吃饱的食物就不多 那些狼狮都被狼群拖回去当粮食了 陆尘笑着同彭尘解释道 而且 狼群的习性就是如此 即使不是冬季 狼群中死去的狼 也会被狼群分而食之 这是他们的习性 原来如此 听到陆尘的解释 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大人知道的真多 方启冲着陆尘竖起大拇指 称赞道 老方 我怀疑 你有拍马屁的嫌疑 孟记直接给了方启 一个鄙视的眼神 不用怀疑 这家伙就是在拍马屁 苏定方直接给了一个肯定的回复 本来还有些为了提防狼群 偷袭的紧张气氛 被方启这么一说一闹 直接冲淡了不少 很多士兵也都放松了一些警动的神经 毕竟他们也是第一次进行打狼这种工作 就在这时 在山背后响起了狼嚎声 一阵一阵吵杂的嗷乌声 从山背后的方向传来 看来用不着追踪术了 听到狼群的哀嚎声 陆尘冷哼了一声说道 公爷 这帮狼崽子明显是在挑衅咱们 听到狼群的哀嚎声 连修德也是冷冷地说道 并不是 这是那群野狼准备分食同类尸体了 陆尘直接解释了一句 狼群在分食同类尸体之前 都会围成一圈 哀嚎一阵以后才开始进食 都要同类相残了 还哀嚎两声 这就是假人假意吧 彭尘不懈地吐了一口唾沫 握紧了手里的唐刀说道 走 咱们过去会会这群野狼 陆尘把手枪从腰间拔了出来 咔嚓一声子弹上膛 向着狼嚎的方向走去 其他人紧紧地护卫在陆尘身旁 保护着陆尘 至于方启跟彭尘这事 直接来到了陆尘前面 带着一对士兵负责开路 当陆尘带着众人翻到山背的时候 就看到约莫三十多头野狼 正围绕在二十余巨狼尸周围 正抬头冲着天空不停地哀嚎 第145章 战狼王 陆尘看着这些正在哀嚎的狼群 直接冷笑了一声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陆尘直接做了个停止前进 全体晋升的手势 随着陆尘的手势 被微微的士兵都停下了脚步 静静地看着山下正在哀嚎的群狼 陆尘随即又冲着苏定方和方起 做了几个手势 两人点头 各自招呼了一对士兵 悄悄地往狼群背后摸去 陆尘准备直接用这些人围住这些狼 一头狼都别想跑 今天晚上就在庄子里开个狼肉宴 狼可是不错的东西 除了肉以外 狼皮可以做成狼皮奥 保暖性能可比羊皮奥好多了 另外 狼牙和狼壁石可都是好东西 前者据说有辟邪的效果 而狼壁石一头狼身上只有两块 都在后腿处 据说游牧民族的婴儿出生后 用狼皮里住 在摇篮下挂一块狼壁石 寓意长命百岁 在牧民放牧石 会在口袋中装上狼牙或狼壁石 他们认为 有此二者中的一个 便可逢凶化吉 大难不死 蒙古人也有个说法 如果你有一对狼壁石 当你遇到你一生最珍惜的人 不离不弃的人 最重视的人石 就可以给他一块狼壁石 因为一只狼 只有两块壁石 左右相伴 拴住的相知的心 至于狼肉 那可是食补的药材 元朝明一呼思会的 隐善正妙 终究提到过狼肉 逐补一五脏 厚肠胃 甜精髓 负有冷击者一食之 狼骨也可以泡酒 总之 陆成是不会放过这群狼的 此时所有的狼 都在那只长得最壮的狼王带领下 冲着天空哀嚎 而陆成他们 距离这群狼的距离也比较远 显然这群狼并没有感觉的 有人靠近 也没有嗅到生人的气味 看到苏定方和方琪 已经带人包抄了过去 到达了指定位置 陆成直接高高举起手臂 然后用力挥下 士兵们直接就向那群野狼从了过去 正在哀嚎的群狼 显然被这些士兵惊吓到了 顿时停止了哀嚎 直接形成了一个圈子 狼头冲外 圈子里面是狼王和那些狼狮 而狼王的眼中 则是闪烁着银绿色的光芒 冲着陆成闷哼呲哑 而其他的野狼 在头狼的带领下 也纷纷前爪抓地 狼头匍匐 眼中闪动着绿油油的光芒 冲着阵围狼群的士兵 不断的呲哑 发出呜呜的警告声 结阵 苏定方看到狼群 这副迎战的模样 直接高喊了一声 随着苏定方的喊声 所有士兵都直接变成 刀盾兵在前 长枪兵在后的站位方式 刀盾兵一手持盾 一手持着明晃晃的战刀 缓慢地向狼群围拢过去 而长枪兵 则是将枪头 直接顺着刀盾兵之间的缝隙 探了出去 不错 看到这些士兵进退有序的配合方式 陆成点了点头 毕竟是冷兵器时代 这种配合可以有效地保护自身 不过陆成觉得 要是把长枪换成碎发枪 就更好了 因为士兵距离狼群的这个距离 这么多士兵一轮骑射 应该就可以把狼群给解决了 看来碎发枪和火炮的研发 还是要抓紧了 随着对野狼群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被围在狼群当中的头狼 终于发出嗷呜的嚎叫声 顿时那些野狼 直接向周围的士兵冲了过来 人狼大战顿时展开 有盾牌保护的士兵 怎么可能会害怕这些狼群的铺击 直接把盾牌一架 这些狼纷纷撞击在了盾牌上 放出 Do on Do on的撞击声 随着撞击倒地 刀盾兵后面的长枪兵 直接对着倒地的野狼 就刺了过去 伴随扑刺 扑刺 此时居然转头看向 站在外围的露出 冲着陆尘发出一阵嚎叫 可以啊 看到狼王冲着自己 发出愤怒的嚎叫声 陆尘忍不住笑了起来 没看出来 这狼王还懂擒贼仙擒王呢 因为 就在狼王冲着陆尘嚎叫的时候 所有的野狼 全部都往陆尘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 保护大人 跟在陆尘身边的杜君绰和梦记 直接高喊了一声 然后两人齐齐地 护在了陆尘的身前 让开 陆尘直接把挡在自己面前的杜君绰和梦记 给扒拉到一边去了 然后直接拎着手枪 就往扑过来的狼群走了过去 好久没开枪了 来了这么多靶子 陆尘怎么可能不熟呀 看到陆尘往狼群走去 杜君绰跟梦记 赶忙一左一右地跟了上来 忽在陆尘的身边 由于狼王下令 整个狼群都开始冲击陆尘这个方向 导致其他方向的苏定方等人 直接心下大惊 这要是让这群狼 伤到自家公爷 这回去怎么交代 陆尘一看苏定方等人要往自己这面赶 直接高声喝止了众人 苏定方他们一旦往陆尘这里赶 势必会让包围圈出现缺口 以狼性的狡猾 陆尘绝对相信 一旦出现缺口 这狼王保证会带着狼群逃跑 大人 听到陆尘下达原地待命命令以后 苏定方等人都有些焦急 毕竟这是狼 不是人 这玩意有空能钻 万一从陆尘前面的队伍缝隙钻过去几只 伤到陆尘可怎么整 放心 本宫还不把这些狼仔子看在眼里 陆尘冷笑了一声 毕竟前世在野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不是没跟野狼打过交道 只不过那时候遇到的狼群 并没有今天规模这么大而已 随着陆尘往狼群靠近 冲击过来的狼群 也跟站在陆尘前面的士兵撞到了一起 人狼就厮杀在了一起 站在陆尘前面的也就五十多人 毕竟陆尘也就带了四百多士兵过来 还是分八个方向围拢狼群 煞时间狼血飞溅 而有的士兵虽然没被狼咬伤 但是也被狼给抓伤了不少 终于有两头狼直接越过了士兵的人墙 向陆尘冲了过来 杜君绰与梦记一见有狼冲着陆尘从过来了 两人手持堂刀就准备迎上去 就在这时就听到两声枪响 这两头刚刚越过人墙的野狼 就直接扑通一声从半空掉落在地上 每头狼的脑袋上都有一个血窟窿 正往外淌血 而陆尘则是直接冲着手里的手枪枪口吹了口气 都闪开 陆尘直接来到士兵组成的人墙后面 高喊了一声 此时其他方向的队伍也都围拢了上来 场中算上狼王 也不过剩下五六头狼了 其他的野狼不是重伤倒地在流血 就是已经变成了狼尸 给受伤的包扎一下 陆尘直接下令 此时已经有其他士兵帮着被抓伤的士兵开始简单包扎 又是几声枪响 保护在狼王身边的几头狼也纷纷倒在了地上 陆尘冷冷地看着 冲着自己呲牙低豪的狼王 凶残的光芒在狼王的眼中不断地闪烁 谁给你的勇气跑到我的地方来的 还敢咬伤我的人 陆尘站在狼王对面 看着狼王冷喝了一声 嗷乌狼王一声嚎叫 本来还攻着的巨大身体直接弹射了起来 冲着陆尘就扑了过来 大人 大人小心 所有人都惊呼了一声 啪 的一声 就见飞扑向陆尘的狼王 被陆尘直接一脚就被凌空踹了回去 狼王在地上翻滚了一圈 再次站了起来 拱着身子冲着陆尘呲牙 嗷 看到陆尘直接一脚 把狼王给贴个跟头 这些将士才松了口气 大人威武 接近着所有人 就齐声为陆尘呐喊起来 大人 为何不一枪打死这狼王 方启在苏定方身边 带着疑惑的语气问道 大人这是要立威 苏定方自然知道 陆尘为何要独斗狼王 而且还不使用手枪 陆尘这是要立威 毕竟新来了三千的倍威威的后备军 虽然都是娘子军出来的 同时也知道 陆尘在军中的发明 也对陆尘感恩 但是对于陆尘的带兵能力 这些人还是怀疑的 毕竟在这个时代 这些将军本身的武力值可都不低 陆尘就是要借着今天这头狼王 让这些士兵知道知道 他们跟着的公爷到底能耐如何 哦 听到苏定方的话 方启点了点头 转头继续关注陆尘与狼王的对决 还敢呲牙 陆尘轻蔑地看了拱着身子的狼王一眼 狼王似乎是被陆尘的目光刺激到了 再次扑向陆尘 陆尘直接一个闪身躲过狼王的扑击 同时用手里的散兵刀 罩着狼王的肚子 就是一刀 刺拉一声 狼王肚子上 直接就被陆尘划了一道口子 鲜血顺着口子就流了出来 狼王肚子上的白毛 顿时就变成了红毛 狼王吃痛 落地以后四爪抓地 低头舔湿了一下肚子上的伤口 跟着抬头冲着陆尘 再次低声咆哮起来 让狼王感受到了陆尘手里散兵刀的威胁 直接开始围着陆尘踱步 陆尘则是手持散兵刀 随着狼王踱步 不断地转动方向 保持着正面迎敌的姿态 狼王围绕陆尘夺着步 瞬间奔跑起来 同时左翘右纵地向着陆尘奔袭而来 还来这套 陆尘死死盯着狼王 就在狼王跳跃起来 伸出两只前肘 向陆尘肩膀扑来的时候 陆尘竟然也跳了起来 而且在空中 可见是什么硬度 砰的一声 陆尘这一脚凌空 扭身侧踹结结实实地 就踹到了狼王的脑袋上 身体比普通野狼大一倍的狼王 被陆尘这一脚就给踹出去一丈四五远 躺在地上 血沫子顺着狼嘴就躺了下来 肚子不停地起伏着 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 好 所有将士都被陆尘这潇洒的一梯给惊呆了 随之就爆发出震天的叫好声 陆尘一步一步往躺在地上的狼王走去 就在陆尘距离狼王还有四五不远的时候 本来还躺倒 在地的狼王突然一跃而起 向着陆尘再次扑来 平 得一声枪响 腾越到半空的狼王扑通一声 掉落在了地上 陆尘吹着枪口 来到狼王面前蹲了下来 跟我耍诈 老子防着你呢 看着死不瞑目的狼王 陆尘冷哼了一声 来人 把这些狼都给本宫带回去 今晚吃狼肉 记住 别把皮损坏了 本宫还有用呢 陆尘起身 把手枪插到枪套里 冲着周围的士兵 下令说道 是 这些士兵此时看着陆尘的眼睛里面 都充满了崇拜的光芒 实在是陆尘刚才对战狼王的姿态太潇洒了 这些士兵直接开始 掏出随身携带的绳索 把这些狼尸给捆到了长枪了 要带狼尸回去 这些长枪就当成扁蛋用了 至于有些没死透的野狼 也都被士兵纷纷补刀解决掉了 大人 帅啊 一众将官来到陆尘身边 冲着陆尘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看看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陆尘很是得意的冲着一众将官说道 大人 您那个手枪 啥时候给俺们也整一把呗 方起直接舔着个大脸 笑嘻嘻地冲着陆尘说道 而其他将官也都眼热地 看着陆尘腰间的手枪 想要啊 陆尘扫射了这几名将官一眼 嗯 嗯 一众将官纷纷点头硬道 那头点的跟小鸡吃米似的 给你你会用吗 陆尘拔出手枪 在手指上转了一圈 然后潇洒地再次插入枪套中 看着方起挑了挑眉说道 您叫啊啊就会用 方起黑黑一笑 继续说道 行 陆尘答应了一句 你们谁表现好 本宫就先教谁打手枪 陆尘扫射了其他几名将官一眼 笑着说道 一听到陆尘答应下来了 顿时几个将官都精神抖擞起来了 毕竟陆尘手里的手枪 堪称神器一般的存在 这要是以后打仗 给对方将领对阵 上去一枪就完事了 哪还用刀来剑网的 所以几人都是精神一振 回家 陆尘直接把手一挥 带着一众将士 浩浩荡荡地返回陆家庄 大人回来了 等到陆尘带着队伍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日落西山时分了 整个陆家庄里 已经星星点点地亮起了光芒 而光芒最多的那一片 自然是陆尘的府邸 负责守护防线的连修德 在身边士兵活把的光芒下 看到了陆尘 随着陆尘带队走近 就看到了陆尘身后 浩浩荡荡荡的队伍 很多士兵两个人 扛着一支长枪 长枪上则是捆着一个 倒吊着的野狼 而狼王则是吊在两根长枪上 由四名士兵扛着 攻迎大人凯旋 连修德直接冲着陆尘失礼说道 年礼 陆尘冲着连修德说道 防线没有出现问题吧 陆尘唯一担心的就是 有漏网的野狼跑进庄子里 所以看到连修德第一句话 就是问的这个 庄子一切正常 并没有任何异样 负责防线的连修德 冲着陆尘汇报道 那就好 听到连修德的汇报 陆尘放下心来 通知下去 找几个手艺好的过来 今晚吃肉 没有野狼跑进庄子 陆尘也轻松了下来 直接笑着吩咐道 是 连修德直接拱手领命而去 三千倍威威的后备军里 可是有火头军的 通知庄子里也有屠夫 连修德直接就让士兵 跑着去传令去了 注意让这些士兵换班 对于这道后山防线 陆尘暂时不准备给撤掉 毕竟既然有狼群能来 再来的其他什么动物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还是要布置一些士兵 进行防御和预警 属下这就安排 陆尘这话是同苏定芳说的 要说陆尘现在手下这些人里 领兵能力最强的 就是苏定芳了 因此 让苏定芳来布置防御 是最合适的 等到陆尘带着队伍 回到庄子里的时候 被连修德安排人 叫来的士兵 和庄子里的图户 也都已经等在了广场上了 这个广场是陆尘特意修建的 为的就是宣布个什么事 或者庄子 有个聚会什么的使用 刚修建好没几天 这就用上了 这时 庄户也都收到了通知 整个广场 除了四周高高的灯笼照射 还有庄户手里的灯笼和火把 把广场照得是灯火通明的 公演 大人 看到陆尘带着队伍 从后山方向走来 庄户和士兵纷纷叫喊起来 都来了 看到广场上聚集的人群 陆尘笑着说道 一会儿就让他们给你们分肉 陆尘指了指 站在广场边上 临时搭建的 遗留案板后面的士兵和图户说道 对了 别把本宫的狼皮破坏了 陆尘叮嘱了那些 负责处理狼尸的士兵和图户一举 公演 放心 咱又不是第一次处理皮毛了 庄子里的图户 笑着同陆尘说道 和图户 都说你手艺好 近日本宫可得开开眼了 可别丢了手艺哦 陆尘看着和图户笑着说道 不瞒大人 俺家这可是祖传的手艺 道俺这可是第三倍了 大人 您就瞧好吧 和图户冲着陆尘一把胸脯 自信满满地说道 你们可也是使刀的 别被和图户给比下去了哦 陆尘看到和图户自信满满的样子 直接转头冲着一旁 被联修德带来的士兵笑道 大人 您就看俺们的吧 其他那些士兵 撇了和图户一眼 同样自信满满地拔了把胸脯 就在陆尘与士兵和和图户说话期间 那些狼尸已经被堆积在了案板旁边 而狼王的尸体则是单独放到了一边 这就是狼王啊 有些小孩子很是好奇地 围在了狼王的尸体身边 虽然有些害怕 但是还是想要伸手去触摸一下 害怕吗 陆尘来到这帮子孩子面前 看着畏畏缩缩 想要去触摸狼王尸体的这群孩子 笑着问道 大人 这帮孩子一见陆尘过来了 赶忙给陆尘行礼 害怕吗 陆尘微笑着看着这群孩子 再次问道 有点害怕 最大的那个孩子 抬头看着陆尘 眨巴着大眼睛说道 知道害怕就好 陆尘伸手摸了摸孩子头顶 所以不要随便去后山玩 知道吗 陆尘很是温柔地 跟这群孩子说道 嗯 看着那硕大的狼王尸体 一群孩子点了点头 此时 狼尸已经被抬到了案板上 和图户与那几名士兵 开始肢解狼尸 而所有人也都用期待的眼神 看着那些狼尸 毕竟 现在肉的来源基本就是羊 至于猪肉基本没人吃 而牛肉 更是想都别想了 吃牛那是犯法的行为 而且牛都少得可怜 你还敢吃牛肉 所以 看到这么多狼肉 庄护和士兵的眼睛都亮了 甚至有不少庄护 都开始擦口水了 杜老 知道哪有猪吗 陆尘冲着杜燕良问道 猪 听到陆尘的话 杜燕良就是一愣 大人 您莫不是想要吃猪肉吧 那玩意心骚味极重 难以下咽 只有我们这些庄护人 才会偶尔吃一次 杜燕良同陆尘解释道 谁说那东西 心骚难吃啊 陆尘直接笑着同杜燕良说道 那是你们没有掌握养猪的诀窍 回头本宫教你们养猪 大人还会养猪 听到陆尘的话 陆燕良直接惊讶地看着陆尘 要知道 猪这东西又脏又臭 就连庄护人都是能养羊 也不会养猪的 杜燕良从来没想过 陆尘如此身份尊贵之人 居然还会养猪 本宫不会 但是基地里有书啊 陆尘在心中暗道 对于养猪倒是略知一二 试试呗 要是成了 不就不愁肉食了吗 陆尘笑着同杜燕良说道 毕竟贵薇薇 现在吃的肉食可都是买来的 本来五十来人 陆尘还能抗住 这又多了三千人 不养猪 直接就得把陆尘给吃破产了 第147章 坐在家里看呗 大人 那牛二小子家里 倒是有两头黑猪 杜燕良知道 陆尘是铁了心的想要养猪 再说了 人家是公爷 整个庄子都是人家的 就算是人家好奇 自己也只能照办不是 杜燕良稍一琢磨 就想起庄户里养猪的几家 其中 牛二小子家的那两头黑猪 长得最壮实 杜燕良就把这事禀报给了陆尘 那明日就去牛二小子家看看 陆尘直接点了点头 这时候 和屠户与那些火头兵 已经处理了几具狼尸 陆尘走过去看了看 就见到案板上 狼肉 狼骨 獠牙以及狼臂石这些 都分得清清楚楚的 而狼皮则是放在一旁 至于内脏 则是扔到了放在一旁的竹框里面 陆尘指了指一旁的狼皮 有士兵过去 把狼皮扯开 陆尘看着被收拾得很干净的狼皮 满意地点了点头 天气寒冷 尤其是晚上 没有太阳的情况下 夜晚要比白天更寒冷一些 这些狼皮 虽然被处理得很干净 但是还是有血水在上面 因此这一段时间 狼皮也被冻得有些硬了起来 广场上已经点起了篝火 篝火对映照着人们的脸 都是通红通红的 通红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表情 有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和图护 跟火头兵处理狼尸 有的孩子则是咬着手指头 盯着那些狼肉流着口水 还有的孩子在围着篝火打闹 至于庄户 则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嗑 还有的妇女则是不断在大声提醒 围着篝火打闹的孩子 小心篝火 整个广场都是一片热热闹闹的景象 大人 东西都拿来了 就在陆成看着广场上的场景的时候 苏长带着人带着一堆家伙 来到了广场 苏长来到陆成面前禀报 嗯 都准备上吧 陆成看了一眼苏长带人搬来的家伙 在广场的边上 已经有士兵垒好了土灶 苏长指挥人 把两口大铁锅 直接架到了土灶上 两个身材丰满的厨娘 拎着锅铲 就站在了灶前 另一边又搭起了几张案板 那里有几十具狼尸 指望和屠户跟火头兵 处理完狼尸 再切块切条啥的 速度也太慢了 陆成直接招呼了 府邸里厨房的帮厨 和庄户里的人 开始加工狼肉 此时也有庄户把家里的府 灌什么的拿了出来 又累了几个灶 直接开始熬狼骨汤 随着狼骨汤的熬制 整个广场上 那是肉香四溢 不光那些孩子流口水 很多大人也忍不住吞咽拖咽 方启 梦记 狼肉烤上了吗 陆成直接冲着方启 和梦记所在的方向问道 大人 烤着呢 听到陆成喊自己 正蹲在那指挥士兵 穿穿烤狼肉的方启 赶忙起身报告 抓紧点 这么多人等着呢 陆成冲着方启说道 放心吧 大人 都忙活着呢 方启笑着说道 听见没 大人让你们动作快点 别给老子丢人 方启冲着蹲在地上 正烤肉的贝维尉士兵 催促了一句 一排十几个贝维尉的士兵 一身贝维甲 腰玄堂刀 蹲在地上烤狼肉串 场面颇为壮观 开席 随着陆成一声令下 广场上的男女老幼 纷纷欢呼起来 至于那三千倍维尉的后备役 则是由火头兵 带着狼肉和狼骨 回去给他们改善伙食 陆成坐在主席上 陪席的自然是 贝维尉的几名将领 还有杜燕良 刘老三等人 一场宴会 也是进行的热热闹闹 次日 陆成是被刘金的敲门声 给叫起来的 何事 陆成起床 随手拿起一旁的衣服 披在身上 打开房门 看着面前的刘金问道 大人 人成王来了 刘金看着一脸 睡眼心疯模样的陆成 哭笑不得地说道 自家大人每天都是准时起床 难得能见到如此晚起的模样 哦 陆成抬头看了一眼 外面高挂天空的艳阳 此时已经是日上三干的时分了 陆成摁了摁自己的太阳穴 昨天喝的有些碗 让自己居然起碗了 听到李道宗来了 加上开门以后 外面的冷气扑面 陆成顿时精神了不少 王爷正在前厅品查 等着大人呢 刘金一招手 一旁有婢女端着铜盆等洗漱用品 鱼贯进入陆成的房中 伺候陆成洗漱 最开始 陆成还不太习惯 有人服侍自己洗漱 后来苏常说 如果陆成不让这些婢女伺候他 这些婢女是会受罚的以后 陆成才习惯了被人伺候 而渐渐的 陆成觉得 要是没有婢女伺候 竟然还有些不习惯了 婢女服侍着陆成洗漱完毕 陆成坐在铜镜前面 婢女帮陆成梳理着头发 如今陆成的头发已经长了不少 已经达到了可以束发别三程度 陆成一套湖蓝色团花修身长袍 腰杂玉带 头顶是金冠别顶 手持折扇 俨然一副翩翩家公子的模样 青瑶 本宫这身打扮如何 陆成啪的一声打开折扇 青瑶了两下 看着给自己梳理头发的青瑶笑眯眯的问道 大人今天很很婴我 看着陆成那张俊俏的脸庞 青瑶翘面通红的低声回应道 本宫每天不音舞了 陆成忍不住冲着这个十三四岁的丫鬟一笑 冲着刘金一招手 走 随本宫去看看 李道宗这家伙跑来想干嘛 任成王驾到 在下有失远迎 还望任成王恕罪 来到前厅 看到正坐在椅子上品查的李道宗 陆成拱手笑着说道 陆县公有礼了 本王不请自来 讨扰了陆县公 应该请陆县公恕罪才是 李道宗一见陆成来了 赶忙从椅子上起来 给陆成还礼说道 在下是害怕王爷前来心事问罪啊 陆成一面半开玩笑的说道 一面冲着李道宗 做了个请坐的手势 李道宗听到陆成的玩笑话 直接哈哈一笑 两人分兵煮落座 王爷 在下这茶喝着还行 陆成看着李道宗盖碗里 露出来的半碗茶 笑眯眯的问道 这茶我也就在三姐那里喝到一次 没成想 居然是公爷所创 李道宗看着陆成笑眯眯的说道 若是王爷喜欢 等王爷回府的时候 拿一些回去便是 陆成一脸和煦笑容的 同李道宗说道 如此 本王便多谢陆县宫了 李道宗一听 陆成要送自己一些铁观音 有些惊喜地冲着陆成拱手说道 一点小礼物而已 王爷不必如此 陆成看到李道宗如此 赶忙回里说道 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王爷此次前来 恐怕不是为了在下这点茶叶吧 陆成看着李道宗问道 本王此次前来 乃是为了朝中之事 李道宗收起了笑容 看着陆成问道 如今太子李建成和李渊 都先后来了陆成的陆家庄 而李世民到现在也没有动静 李道宗作为李世民的支持者 以及弟弟 虽然他不知道 李世民是怎么想的 但是他先来替李世民探探口风 想必李世民是不会介意的 不知朝中又发生了何事 难道是又与在下有关吗 陆成一脸不明所以的模样 看着李道宗问道 你跟三姐关系那么好 难道朝中什么情况 你能不知道 看着陆成那一脸不明所以的表情 李道宗忍不住在心中 吐槽了陆成一句 但是这话里 道宗是不能说出来的 毕竟陆成的能耐 李道宗是亲眼见到的 但是陆成发明的那些东西 就足够让陆成变得举足轻重起来 何况陆成还有着娘子军军事的身份 谁得到陆成的支持 那就是得到了李秀宁的支持 到时候 谁就更容易得到那个位置 如今太子与秦王 不知道陆宪侯是如何看的 李道宗也不客气 直接把话题扔了出来 也许是此时的李道宗年轻气盛 毕竟李道宗也是大唐赫赫有名的战争王爷 因此说话肯定不能跟以后的江夏王李道宗一样 年轻嘛 而且战功赫赫自然是有话直说了 听到李道宗问自己的话 陆成也明白了李道宗的来意 显然是想要让自己支持李世民的 不过这也不意外 毕竟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坚定支持者了 还能怎么看 坐在家里看呗 陆成看着李道宗 半开玩笑地说道 而陆成虽然说是半开玩笑的话 不过也算是向李道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就是陆成准备置身室外 与李秀宁一样保持中立了 陆宗恐怕你很难置身室外了吧 李道宗端起流金心虚的茶水 轻瞎了一口 但笑着看着陆成 据本王所知 陆宗如今可是得罪了好几家世家 如果应对不好吧 恐怕陆宗要难保自身啊 李道宗这话可不是威胁陆成 毕竟陆成是真的同时得罪了王家 萧家和维家 这三个世家可以说都是顶级世家之中的 唯一稍差一点的也就是经兆为世 按照这个时代的理解 陆成这小胳膊如何能拧过这大腿 就连他们李家 别看是天剑 对于同时得罪三个世家 也得考虑考虑后果 在这一点上 李道宗对于陆成 还能如此安稳地坐在这里 还是蛮佩服的 第148章 不介意让他们灰飞烟灭 王爷 你这话说的 难道是威胁在下吗 听到李道宗的话 陆成把手里的茶碗放下 看着李道宗笑眯眯地说道 只不过双眼之中却是寒光闪烁 陆宪想多了 并无威胁之意 对于李渊多看中陆成 李道宗又不是不知道 赶忙解释了一句 可能是本王刚才的话 说的有点奇异了 本王属实 对于陆宪侯得罪三个世家之人 有些感觉不明智 陆成也知道 李道宗从来都不是以士林人之人 甚至可以说 此人甚是好学 静慕名士 所以陆成也相信 李道宗刚才那番话 也是出自关心自己所言 只不过目前比较年轻 说话比较冲而已 那是在下会错意了 陆成冲着李道宗 拱了拱手说道 不过是世家而已 那又如何呢 提到世家 陆成很是不屑撇了撇嘴 王爷 你说世家如此豪横 凭的是什么呢 陆成看着李道宗问道 世家之间 谈根错节 而且世家有三多 钱多 人多 地多 李道宗不明白 陆成怎么突然说起 世家的根本来 不过李道宗 还是回答了陆成的问题 王爷 您看到的只是表面 听到李道宗的回答 陆成摇了摇头 直接否定了李道宗的答案 哦 那陆宗宗觉得 世家是凭借了什么呢 李道宗有些诧异的 看着陆成问道 世家能够如此庞大 归根结底是这个 陆成直接从一旁 悬挂了一幅字画 什么意思 李道宗还是没明白 陆成的意思 盯着那幅字画看了半天 这幅字画 倒是出自一位大家的手笔 但是李道宗看了半天 也没看明白 陆成指着这幅字画 什么意思 知识 陆成看着李道宗 那有些呆萌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朝中官员 大半出自世家 就算不是世家 也与大小世家有个关联 只因为他们控制了知识 陆成看着李道宗解释道 如今想要入室的途径 无非是科举考试 门音 流外入流 航武和入牧等几种 陆成继续说道 而李道宗在听了陆成的话以后 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因为陆成说的确实如此 除了航武是拼出来的 其他几种可都很容易被世家把持 陆成说到这里 没有说话 而是看着李道宗 李道宗怎么不明白 陆成说的什么意思 如今李渊要重启科举 每年都会举行 又被称为长举 而参加长举的人只有两种 一种是国子剑 红文馆 重文馆的学生 另一种是周县举人 这两种人 无论哪一种都绕不开世家 因为很多授学的大儒 都是世家的供奉 他们教出来的学生 又如何能说与世家无关 自古以来就讲究尊师重道 老师说什么 学生就听什么 作为世家供奉的授学大儒 怎么可能说世家的坏话 所以这些学生 自然也就会站在世家的一边了 门英出身 主要指贵族子弟 如皇亲国妻 亲王以下子孙 公主及郡主了 和吴平以上中高级官员子孙 大唐刚刚开国 李家能有多少子嗣 而门英出身 自然更多的 就是世家子弟了 因此朝中为官的 大半都是世家子弟 也正是如此 入牧就更简单了 进入官员 或者一方大员的家中 成为幕僚官员 那不还是大部分 在世家手中掌握吗 所以说 如今唐朝入世的途径 大部分都掌握在世家手里 除了航武 毕竟航武那是完命出来的 有几个书生会放弃其他途径 去战场完命搏个书生呢 路线后可有解决之法 以李道宗的心思 怎么可能不明白 陆成话里的意思 顿时看着陆成 有些焦急的问道 说到底 世家能够如此 不过是天下大部分的书籍 都掌握在世家的手中 书籍之所以能够 大量掌握在世家手中 乃是因为纸张昂贵 若是纸张不再昂贵 书籍也就不再昂贵了 到时候 人人都读得起书 人人都有机会科举 王爷 您觉得 世家还能做得住吗 陆成看着李道宗 神色淡然地说道 同时用碗盖 轻轻滑动了一下茶盏的碗口 瞎了一口茶说道 陆成说得轻描淡写 但是不至于在李道宗脑子 划过一道惊雷 而且 李道宗也想明白了 陆成要如何应对世家 若是陆成真能做出这种事 那不至于直接把世家的灯给挖了 那世家还不得 但陆成不死不休啊 越想心中越是惊恐 如此恐怖的事情 自己对面 这位长安县公 居然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仿佛这种事对他来说 易如反掌一般 陆县公 你有办法做到这种事 李道宗不知不觉之间 对陆成用上了禁语 主要是陆成所说之事 实在是太过可怕了 若是陆成真得做到 那就是把这天下所有的世家 都给得罪了 在下从不做无准备之事 若是那些世家老老实实便罢 不然本宫不介意 让他们直接灰飞烟灭 陆成淡然一笑说道 当然若是他们想跟本宫动武的话 本宫当然更是无限欢迎 陆成说到这里 嘿嘿冷笑了一声 一想到陆成现在掌握的锻造技术 李道宗忍不住嘴角抽搐了一下 当然 若是李道宗见识到了 陆成还没有面试的碎发枪和火炮的话 李道宗估计会直接下的坐到地上 因为那玩意才是陆成的大杀器 既然如此 本王倒是有些替人担忧了 李道宗苦笑了一下看着陆成 毕竟李道宗本意是希望陆成看清楚形势 若是陆成觉得形势不妙 说出一些胆怯的话 自己就顺势把陆成拽到天侧府的阵营里 但是明显事实跟李道宗所想大有不同 陆成的底蕴过于强硬和神秘了 李道宗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如何拉拢陆成了 王爷也是一番好意 在下岂会不知 陆成笑着看着李道宗 自然也看出李道宗眼中那些许失望 在下倒是希望能够见秦王殿下 只是如今陛下给在下下下了禁足令 带到禁足令结束 在下必然会到天侧府求见秦王殿下 陆成怎么可能会想不到李道宗今日来此的目的 这位王爷之所以说出前面那番话 也不过是希望自己有些服软 好把自己拉入天侧府阵营 如今自己态度强硬 难免让这位王爷有些骑虎难下了 陆成这话就算是给了李道宗一个台阶下 如此 本王必然会把陆宪宗这话带给秦王的 李道宗一听陆成的话 论时本有些失望的心情又秦王了起来 宫爷 宫爷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杜军绰欣喜若狂的从外面跑了进来 结果一看到李道宗坐在前厅 顿时把嘴就闭上了 有话但说无妨 王爷不是外人 陆成看着杜军绰突然闭嘴 那憋得有些难受的模样 直接笑着说道 杜军绰先给李道宗失礼 李道宗点了点头 杜军绰这才说道 宫爷 那个琉璃成了 琉璃 听到杜军绰的话 李道宗又被惊到了 陆宪宫还会制作琉璃 李道宗一脸震惊表情地看向陆成 总得弄点镜像不适 不然这坐吃山空的 这一桩子的人 还有外面那三千多的被围围 在下也养不起啊 陆成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而陆成这个模样 直接让李道宗更加觉得陆成高深莫测起来 不如王爷一同去在下的琉璃芳看看 陆成起身邀请李道宗一同前往琉璃芳 顾索悦儿 不敢擒儿 李道宗起身同陆成客气道 说话间 两人一前一后的直接出了前厅 往琉璃芳所在的工房区走去 萧宇身着便装带着管家萧桓 两人来到王归家的后门 毕竟以萧宇的身份 随意地进出王归家的大门 被有心人看到 难免招惹口舌 因此 这主仆二人则是从后门进入的王归家 别看王归现在只是一个太子忠语 但是王家乃是五姓七旺的大事家 而王归也算是王家在长安的代言人了 因此 王归这座宅院占地可不小 前后五进的院子 亭台楼阁 回廊水泄 那是相当的奢华 后门是王兴亲自打开的 把萧宇主仆引进后门以后 探头观察了一下 确认四下无人后 这才把后门关上 王兴见过萧大人 关好后门 王兴赶忙跪地给萧宇建立 起来吧 那几家人都来了 萧宇随意地摆了摆手 让王兴起来回话 启禀大人 其他几家已经在明月宣中等着大人了 王兴公身回答道 言外之意 萧宇是最后一个来到王家的世家之人 嗯 前面带路吧 萧宇倒没有觉得自己最后一个来到王家有何不妥 毕竟这里面他的身份是最高的 最后倒也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这代表着他萧宇身份地位 他有这个身份地位 让其他人等他一个 是 对于萧宇那傲然的神色 王兴也没有表现什么不满 公身在前面给萧宇主仆领路 第149章道 不同不相为谋 穿过后花园 又过了两道院子 这才来到王家的明月宣 说是明月宣 不过是王家荷花池中的一座六角亭 一道带有石栏丹的小桥 顺着荷花池边 直通六角亭 六角亭上悬挂匾额 上书明月宣三个字 匾额的落款上有王仪两个字 王仪是王规的父亲 是现在太原王室的领头人 也就是家主 毕竟王规虽然是太子忠誉 但是当初李渊可是在太原起的兵 与王家尤其是王规关系相当好 赴兵子贵王仪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太原王室的家主 而这明月宣三个字写的也是囚禁有力 毕竟曾经是隋朝乐林郡太守 一手字那写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虽然称不上是大家 但是也功底颇深 明月宣这座六角亭 六本两个成人才能合抱的红七名柱 撑起了上面的飞檐斗拱 亭子当中的石桌之上 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 王规居于主位 而他的左手位则是空着的 显然是给萧宇留着的 其他人此时也都没有动快 面前的酒杯中都真满美酒 酒香随着微风从亭子中飘散出来 只不过在座之人并没有人去动酒杯 只是在互相之间说着话 明显所有人都是在等着萧宇的到来 萧宇跟在王兴的身后 缓步走进了亭子 以王规为首的所有人看到萧宇到来 赶忙起身相迎 不好意思 诸位 事物繁忙 来迟了 来迟了 萧宇一见众人对自己起身相迎 顿时笑着冲着在座这些世家之人拱手告罪 萧大人言重了 我们也是刚刚落座不久 王规以及众人 赶忙冲着萧宇拱手回礼 萧大人 快快入座 王规伸手邀请萧宇入座 萧宇的位置就是王规左手第一个位置 萧宇也不客气 直接就坐到了位置了 等到王规与萧宇落座以后 其他人这才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萧大人 陆尘此人 您如何看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众人吃喝的差不多了 郑善果冲着萧宇抱拳问道 其实别看着这一桌子美食 萧宇只不过是被陆尘落了面子 所以一顿饭吃的倒也香甜 只不过有三位却是味同嚼辣 其一就是张罗这次聚会的主人家王规 另外两个就是韦廷和郑善果 最难受的应该就是郑善果了 毕竟王规与韦廷两人加在一起 也不过一万五千亩土地 对于家大业大的世家来说 并没有多贵的东西 此时对于寿田 基本就是一亩地 一般也就三十名 英纪左右 也就是三十罐左右 而上等的良田的话 则要贵一些 得四十罐左右 当然 以世家的性格 怎么可能用如此高昂的价格来收取田地 当然是使用各种手段来获取田地了 而且只听说有千年的世家 哪有千年的王朝 所以这么多年的累积下来 这一万五千亩土地 对于世家来说 甚至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不过对于郑善果来说 就难受了 那可是五座矿山啊 跟土地比起来 这矿山可就贵太多了 毕竟这玩意掏空一座就少一座呀 因此 郑善果这顿饭 吃的那是无比的难受 尤其是看到其他人说说笑笑的时候 郑善果的兴致始终提不起来 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 陆臣此人绝不是我世家之人 听到郑善果的发问 萧宇放下酒杯冷笑了一声 咱们不能把他拉到咱们这边吗 不论他提出何种条件 咱们都可以谈吗 此时说话的是关国公杨文杨工人 显然他 对于萧宇说的如此斩钉截铁的话 有些不同意见 杨工人出身红龙杨氏 现在官拜皇门侍郎 虽然官职不如萧宇 但是人家也是有爵位在身的 乃是关国公 何况人家还有个弟弟 那可是赫赫有名 乃是唐初有名的将领之一 现在任灵州总管一职的杨师道 杨师道同样也是李家的驸马爷 迎娶的长广公主 杨氏三兄弟还有一位 就是杨旭 只不过这位跟他的兄弟比起来 就声明有些不鲜了 不过那也是运州刺史 也是一方大员 因此 朝中对于这兄弟三人的称呼 也称之为杨氏三雄 杨工人来这里 并不是因为他与这些人关系有多好 而是因为 他现在还属于李建成一系中人 在李建成面前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更何况 他是李元吉的齐王妃杨氏的叔叔 就冲着这个层关系 他也得支持李建成 毕竟李元吉是李建成的铁改支持者 至于他弟弟杨师道 此时倒是属于中立状态 这也是杨工人要求的 首先杨师道手中握有兵权 乃是灵州总管 再一个杨师道 还是驸马都尉 迎娶的乃是长广公主 而且如今形势暗潮汹涌 杨工人可不希望 直接把杨家都搭进去 必须得留着退路 因此他告诉杨师道 只要不接到他的书信 就不要表露出任何态度出来 至于杨旭 一个外派的刺史 对于这种事情影响不大 不过杨工人同样给杨旭修书一封 同样是告诫杨旭 做好自己事 不要乱说话 杨工人之所以说这个话 也是站在李建成的立场上说的 而且这些世家也都表明 是要支持李建成的 现在居然要对付李建成 要拉拢的人 杨工人哪里能干 你有五性期望 杨工人那也是官隆八大家出来的人 同样都是世家 杨工人倒是不怕得罪肖宇 而且 你肖宇是国公 我杨工人也是国公 若是陆成表态支持了李建成 到时候 李建成真的尚未成功 到时候谁要倒霉 还不一定呢 陆成现在就敢坑你这么多东西 到时候 有了从龙之功 还能怪你毛病 更何况 别忘了 陆成与李秀宁的关系 别看陆成现在只是一个长安县宫的爵位 但是还有一层娘子军军师的皮呢 杨工人反驳萧宇的话 是一点也不客气 陆成乃是太子殿下看上的人 你们要是对他随意出手 只怕会惹得太子不悦 杨工人带着紧盗的口吻说道 杨工人为人 那是为人忠厚 态度千功之人 正因如此 杨工人对于萧宇这种心胸狭隘之人 颇为看不上 因此 杨工人话语间的语气 很是不客气 杨国公 那陆成显然对我们这些世家中人 颇有为辞 不然也不会如此坑害我们吧 看到杨工人有些不乐意了 王规也很是不爽 毕竟今天这个聚会是他组织的 目的就是 一起商讨一个对付陆成的对策 现在有人当场唱反调 王规也有些不乐意了 究竟是那陆成坑了你们 还是你们垂涎人家的东西呢 杨工人冷笑着撇了王规一眼 你也是世家之人 若是任由陆成如此 我们世家的百事基业 恐怕就要被此人毁掉了 看着杨工人 萧宇也是冷笑了一声说道 到时候 关国公只怕 你要成为杨家的千古罪人了 这听到萧宇的话 杨工人沉吟了片刻 也罢 今日之事与本官无关 本官也不曾来过 你们好自为之吧 杨工人知道 这么多世家之人在这里 自己想要阻止这件事 肯定不可能了 杨工人不知为何 虽然他到现在 也只是跟随李渊 在陆家庄见过陆成那一次 但就是那一次的所见所闻 就让杨工人 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这些世家之人捆在一起 只怕都对付不了陆成 既然自己无法阻止 杨工人就准备直接抽身而去 杨工人觉得 不抽身而去的话 只怕到时候 自己想要抽身就难了 杨工人说话间 起身冲着这些世家之人一拱手 就往明月轩外走去 杨国公 今日您没来过对吧 就在杨工人刚刚迈出明月轩 一只脚刚刚踏上石桥的时候 就听到身后萧宇的声音 不错 本官今日不曾来过 杨工人站定身形 转身冲着萧宇等人一拱手 面容冷峻地回了一句 告辞 王兴 宋客 既然都不同 自然是不相为谋 王贵也没有给杨工人什么好脸色 直接命令管家王兴送客 王兴引着杨工人离开了明月轩 哼 胆小怕事 等看到杨工人被王兴带着 穿过石桥 走到莲花池岸边的时候 韦廷冷哼了一声说道 咱们此事 杨工人不会报给太子吧 看到杨工人已经不见了身影 王贵有些担忧地看着萧宇问道 毕竟说到底 李建成是很看重陆臣的 不然也不会亲自去见陆臣 若是他们要对付陆臣的事 传到李建成耳朵里 到时候 可是会影响到李建成与世家的关系的 当然他绝对不会想到 若是这事真传到李建成耳朵里 只怕李建成不仅不会发怒 甚至会躲在寝宫里偷笑 毕竟让陆臣直接出手收拾世家 那是李建成最希望看到的 当时 听说陆臣把世家给坑了 李建成用膳食都多吃了一碗饭 第150章 岂可非议皇家之事 他不坏 萧宇看了一眼杨工人离去的方向 端起酒杯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他是个聪明人 同样也是世家之人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他清楚得很 萧宇那阴损一般的双目中 寒光闪烁 萧大人 那陆臣如今整日缩在陆家庄 咱们就是想要对付他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此时说话的是郑上果 这次被陆臣坑得最惨的就是他 所以 最迫切想要对付陆臣的 也是他 诸位莫慌 看到郑上果那有些沮丧的表情 萧宇放下酒杯 神色淡然地说道 据本官所知 咱们可以先在实线上做做文章吗 对啊 听到萧宇这么一说 王规 维婷 以及郑上果 都是眼中一亮 谁也没说 这赌月得马上旅行 毕竟赌月上的数字 可不是个小数目 咱们总得有时间 准备才是 王规一下就听出来萧宇话里的意思 直接笑了起来 还是萧大人看得通透 我们这是当局者迷了 咱们一起敬萧大人一杯 王规说着 端起了酒杯 其他两人也纷纷有样学样的端起酒杯 冲着萧宇敬酒 哪里话 都是自家人 谁都有当局者迷的时候 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尽管萧宇嘴上这么说 但是谁都看得出来 对于三人的敬酒和恭维 萧宇还是很受用的 萧宇高高兴兴地端起面前的酒杯 来 咱们供您此杯 萧宇说着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三人齐生回了剧情 也是纷纷把杯中酒给干了 当然 刚才本官说的 也不过是第一步 毕竟还是有实现的 到时候 难免陆成会去找皇帝 到时候 陛下下旨讨要 只怕到时候 你们还是要履行补约 萧宇说到这里 看了一眼 正在给众人斟酒的婢女 然后端起酒杯 默默地抿了一口酒 王规看到萧宇如此表现 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直接抬手做了个退下去的手势 这几名婢女 冲着王规等人失礼以后 纷纷退出了明月轩 等到婢女纷纷退走了以后 直到穿过石桥 去到荷花市岸边以后 萧宇又扫射了周围一眼 这才低声说道 咱们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履行补约 而那路程大约还有个七八天 陛下的禁足令就解除了 到时候 路程必然会出庄子 那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下手了 难道大人是想要 一听到萧宇说 下手两个字 王规有些吃惊地看着萧宇 同时做了个单手下切的动作 而这个动作 这些人怎么可能不懂 怎么可能 萧宇看到王规 那副震惊的模样 笑着说道 那路程现在急受陛下宠幸 若是咱们对他下手的话 先不说陛下那里 但是平阳公主那里 就不会放过咱们 而且 路程身边的被围 为什么实力 你们又不是没见过 想要暗中对他下手太难了 萧宇直接摇了摇头 那萧大人的意思是 郑上果看着萧宇低声问道 咱们虽然不能要了他的命 但是若是能够让他身败名裂 罢官虚绝的话 到时候再要对付他的话 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说到这里 萧宇坐直了身子冷冷一笑 看到萧宇的笑容 其他人也笑了起来 路程此时有爵位在身 而且还深受宠幸 此时要是对付路程的话 他们确实不太好下手 但是想要搞坏路程的名声 让路程身败名裂 罢官虚绝的话 这种事情 他们这些世家 可是轻车熟路的 到时候 路程变成了不受待见的白身 想要搓圆捏扁路程 那不是一如反场一般了吗 只是路程乃是县功 普通的事情 顶多是恶心恶心他 想要让他罢官虚绝 有点难吧 我一挺琢磨了一下萧宇的话 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 据本官所知 狼牙公主似乎主意路程 若是在这之前 路程整出什么 调戏公主的戏码 那到时候 萧宇说到这里 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捋着 那有些花白的胡须 笑眯眯地看着在座的几人 那到时候 陛下必然震怒 别说罢官削绝 恐怕到时候 脑袋都有可能保不住 听到萧宇的话 王规顿时黑黑冷笑起来 岂可非议皇家之事 喝酒 喝酒 萧宇直接打断了王规的话 端起酒杯 招呼起几人喝酒 对 对 咱们做臣子的 岂可乱议天界之事 多谢萧国公提醒 在下自罚一杯 王规赶忙来个旧坡下驴 端起酒杯就一饮而尽 一想到萧宇说的是 要是能成的话 王规顿时心中舒爽了不少 咱们今日只谈风月 不谈正事 喝酒 喝酒 郑善国赶忙帮王规斟满酒 笑着说道 正该如此 萧宇连有得色的举杯说道 王爷 前面就是在下的琉璃芳了 陆臣并不知道 萧宇这帮人 在背后如何筹谋算计自己 不过就算他知道了 估计也不会在乎 有道是一力破万法 等到碎发枪和火炮造出来 他们要是敢赖账 陆臣就敢带人 直接轰了他们家 要账吗 不寒臣 这才多长时间 你这工房区 又出来不少作坊啊 过了写着工房区 三个字的牌楼 李道宗就见到不少装户 正在盖着砖瓦房 而且这些砖瓦房 都是按照钢铁车间 那个巨大的砖瓦房修建的 显然这位陆县工 又要捣过什么东西了 都是一些小作坊 不值一提 陆臣笑着回应李道宗 说话间 两人就来到了琉璃坊 琉璃坊门口 负责警卫的贝维卫士兵 一件是自家工爷来了 赶忙敬礼 然后放行 一进到琉璃坊 琉璃坊里的工匠就迎了上来 工爷 您要的大块玻璃 咱们整出来了 行啊 老丁 这才几天就整出来了 本宫还以为 怎么地还得个十天半个月的呢 陆臣笑着拍了拍 站在自己面前的四十多岁的汉子 肩膀两下 言语间满是欣喜 老丁 是陆臣对琉璃坊管事丁武的称呼 丁武以前是烧过陶瓷的工匠 陆臣听说 丁武烧过陶瓷 同时经过几天的观察 此人的心性也靠得住 就把琉璃坊管事的职位给了丁武 而丁武的副手则是苏安 苏安以前跟丁武在同一个陶瓷方做过工 两人更是通家之好 至于其他几名工匠 也都是二人的儿子和女婿 而丁武被陆臣拍了肩膀以后 更是满脸都是骄傲的表情 显然陆臣夸赞了他几句 让这家伙高兴得不得了 不过在看到李道宗的时候 眼中则是出现了警惕的神色 这位乃是大唐任成王 还不给王爷见脸 陆臣看到丁武眼中的警惕之色 心中更加对丁武的表现感到满意 不过把李道宗晾在一边 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啊 丁武可没见过李道宗 尽管李约那天带了不少人来 但是像他们这种平头老百姓 哪敢过来围观看热闹 都是远远的看几眼 就被护卫驱散了 所以丁武并没有见过李道宗 小人丁武 给王爷磕头了 一听说跟在陆臣身边的十任成王 丁武赶忙就要跪下给李道宗磕头 其他人也纷纷直接败倒在地 虽然大唐官员就算见到皇帝 也很少使用跪拜之力 但是这些可是平民老百姓 他们见到皇帝和王爷 还是要行跪拜之力的 不必多脸 多起来吧 李道宗的性格本来就好 再加上现在跟陆臣仿佛的年纪 直接一挥手 就让丁武等人起身 还不谢谢王爷 陆臣看着有点猛的丁武等人 笑着说道 哎 哎 小人谢过王爷 在陆臣的提醒下 丁武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你说的那个大块琉璃在哪呢 能有多大 带本王见识见识 在李道宗的意识里 这丁武说的大块琉璃能有多大 最多能有拳头大小 那就不错了 因为到现在为止 李道宗见过最大的琉璃 就是李渊宫里的那个琉璃碗 那都是迄今为止 李道宗见过的最大的琉璃 再大的琉璃 还能比碗大吗 王爷 公爷 这边请 丁武一听李道宗说 要见识见识大块琉璃 就引领卓陆臣和李道宗 来到那块钢铁板面前 此时钢铁板上面 是被一层麻布盖着的 丁武来到钢铁板前面 伸出双手 把盖在上面的麻布掀了起来 随着丁武一点点的 把麻布向后卷 就见李道宗脸上的表情 直接从从容淡定 变成了阴晴不定 最后直接就变成了大惊失色 这 当看到那一整块玻璃以后 李道宗直接颤抖着手指 指着钢铁板上的玻璃 有种有话说不出的感觉 就是不停地指着玻璃 喘气的方式都有些不对了 王爷 陆臣一见李道宗的神情 就知道李道宗 被面前见到的东西给惊到了 直接伸手在李道宗的后背拍了一下 就这一下 李道宗才缓过这口气来 第151章 就是要掏世家的钱 陆臣给李道宗 又是抹前胸 又是拍后背 好半天 李道宗才缓过这口气来 李道宗一脸的震惊 看着面前 这块巨大透明的玻璃 这 这就是你说的琉璃 李道宗转头看向陆臣 说话的时候 声音都发颤了 显然对于面前 见到的这么巨大的琉璃 依旧是心有余悸的感觉 毕竟这玩意太大了 大到李道宗 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琉璃不纯 称之为琉璃 如此纯净的琉璃 在下命名为玻璃 陆臣看着李道宗笑着说道 同时回身 伸手摸了摸钢铁板上的玻璃 尽管看着透明度不错 并不比后世的透明度差多少 但是真要拿手一摸 还是缺乏平滑感 上面有着不少的凸起和凹陷 手指头一股子色感 还没有打磨吧 陆臣向丁武招了招手问道 打磨这道工序是必不可少的 打磨不光是玻璃需要的 就连烧桃的成品出炉以后 也是需要抛光打磨的 是 大人 只不过是因为 终于把大人要求的玻璃做出来了 一时欣喜 这才急于通知大人 我们这就打磨 丁武生怕陆臣生气 赶忙解释道 毕竟陆臣身边 还站着任成王李道宗呢 这要是让自家公爷 在李道宗面前唠了面子 那自己这帮人的罪过 可就大了 因此 说话间 多少有些诚惶惶惶恐 我说老丁 本宫又没说 要拿你们怎么样 怎么还畏畏缩缩起来了 看着丁武那诚惶惶惶恐的样子 陆臣忍不住笑了起来 能把本宫要求的玻璃做出来 你们几人就都是大功一剑 回头去找老杜 每人赏一吊钱 陆臣拍了拍丁武的肩膀 谢大人赏赐 一听到陆臣赏了每人一吊钱 以丁武为首的这些琉璃芳的工匠 齐齐地跪倒在地 给陆臣磕头 毕竟一吊钱 那就是一百文 可是能让自己一家子 好好的过上一个月呢 都起来吧 只要你们好好干活 赏赐少不了你们的 陆臣直接挥手 让丁武等人站起来 赶紧把打磨工作做好了 还有加紧生产玻璃 本宫有大用 是 大人 已经起身的丁武这些工匠 急忙回应陆臣道 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的 毕竟被赏赐了一吊钱 那干活的积极性 立马就出来了 记住 都言好口鼻 别到时候 有命赚钱 没命花 陆臣叮嘱了丁武一句 就带着李道宗离开了琉璃芳 王爷 在下这琉璃芳 还入得王爷法眼吗 陆臣颇有些得意的 看着李道宗说道 虽然二人身份差距不小 但是不论是陆臣 还是李道宗 都没把这种事情当回事 两人年纪相仿 虽然思想上的年代不同 但是毕竟李道宗年轻 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 还是很快的 入得法眼 李道宗直接给了陆臣 一个大白眼 当才突然见到 那么大那么纯净的琉璃 把李道宗惊吓得都差点背起 这家伙居然还问自己 这琉璃芳能不能入得法眼 这家伙明显就是 在同自己显摆 若这里不是陆县宫所有 本王都准备直接带兵 把这里洗劫了 李道宗半开玩笑的说道 这么大一块琉璃 足够我那灵州十年的军费了 那若是在下邀请王爷 共同做这琉璃生意呢 陆臣之所以要带着李道宗 来看琉璃芳 就是打算把自己的玻璃生意做出去 现在以他的身份 想要做生意 那些世家要是不来捣乱就怪了 但是李道宗就不同了 这家伙不但是王爷 而且手握兵权 更是深受李渊喜爱 世家要是敢找他的麻烦 这家伙就敢打上门去 哦 陆兄真的愿意与本王合作 此等生意 一听到陆臣 打算做着玻璃生意 李道宗直接对陆臣的称呼都变了 声音更是带着激动 要知道 虽然李道宗贵为任城王 也有不少的庄子和土地 以及十亿 但是那都是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李道宗可没有多少 尽管在长安城里 李道宗也是有一些扑面 但是那玩一根琉璃 哪有可比性 那湖上一个小小的琉璃球 就可以换到十几罐 甚至几十罐的钱 而且品质还远远不如陆臣的玻璃 若是把陆臣造出来的玻璃 拿出去贩卖 那不得换房子换地才行 王爷妻可如此称呼在下 这要是让外人听见了 如何是好 虽然陆臣对于李道宗 称呼自己为陆兄 这件事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毕竟自己年纪可比李道宗大一点 但是毕竟此时还是封建社会 这尊卑有别的 就算陆臣现在是长安县公了 但是那跟李道宗这个皇帝本家的王爷 在地位上有着天壤之别的 不过若是陆臣娶了李延峻 那话就另说了 毕竟那时候陆臣可就是李道宗的姐夫了 你我一见如故 平日里如此称呼 写个清静 李道宗笑着说道 再说了 是本王愿意如此称呼陆兄 谁还能管到本王不成 说到这里 李道宗一脸的不屑 这生意不光是王爷一人 在下还准备拉上东宫 公主府和天侧府 陆臣看着李道宗 嘿嘿一笑说道 李道宗一下就明白陆臣的意思了 这是准备用着玻璃生意 直接把皇家给拉到陆臣的战车上 不得不说 李道宗倒是很佩服陆臣的想法 而且这个生意 上到李渊下到自己 都没办法拒绝 实在是因为这玩意太暴力了 谁要是拒绝 那要么是跟钱过不去 要么就是脑子有问题 这件事 自然是需要麻烦王爷去说了 在下这里 可是还被陛下下着禁足令呢 陆臣笑着同李道宗说道 说话间 两人就已经来到了钢铁作坊这里 这是本王自然是义不容辞 只不过 这生意该如何分配呢 李道宗看着陆臣问道 在下是这么想的 咱们做这个生意 最好是把陛下也带上 陛下占三成 王爷你一成 公主府一成 东宫太子殿下一成 天侧府秦王殿下一成 赵郡王一成 在下自己留两成 不知王爷以为如何 陆臣把自己的分配打算 直接同李道宗说了出来 目前李世民还没有登基 而朝中手握重兵之人 基本上就是陆臣口里说的这些人 至于那些世家 陆臣把玻璃弄出来 第一个要卖的 就是世家之人 李道宗听着陆臣念叨 一面念叨 一面在心里盘算 这么多人 自己占一成可就不少了 别看这只是一成 这在目前看来 那就是垄断的买卖 这一成的钱 那可就海了去了 本王觉得可以 但是其他官员 就不用照顾一下吗 李道宗看着陆臣提议道 毕竟陆臣在这里面 可是一句世家都没提 到时候那些世家 要是知道了陆臣如何分配 只不定要出什么幺蛾子 只怕又会给陆臣 惹出不少麻烦 照顾他们 听到李道宗的提议 陆臣冷笑了一声 那些世家官员 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别看现在老老实实 那是没动他们的利益 王爷 您信不信 在下与他们的赌约 他们肯定不会老老实实的旅行 对于这些世家的德性 陆臣是再清楚不过了 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 他们背地里的烟杂是多了去了 表面上读着圣贤书 背地里什么缺的事都干得出来 实话跟您说吧 王爷 在下卖这琉璃 就是要掏世家的钱 陆臣毫不避讳地 把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而李道宗在听到陆臣的话的时候 竟然没有一丝感觉到惊讶 因为在陆臣说 不会照顾其他官员时候 李道宗就已经想到了 毕竟陆臣 现在跟几个家族关系都不好 若是陆臣去照顾他们 无疑是让陆臣示弱了 以他对陆臣的了解 陆臣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 当时陆臣还没授封的时候 就已经赶在太极殿队的王规晕过去 陆臣这性格就不是能服软的人 既然如此 那本王这就进攻便胜 李道宗直接冲着陆臣一抱拳 就准备离开陆家庄 去皇宫求见李渊 毕竟这可是赚钱的买卖 他也是受益人 越早把这件事定下来 好处越快到手 慢着 王爷 你这性子也太急躁了 看着李道宗急火火的 就准备进攻去见李渊 陆臣直接伸手把李道宗给拦了下来 还有事 李道宗站住身形 有些不解地看着陆臣 王爷 在下可答应过 陪您一把剑 难道王爷就不准备把剑拿走吗 陆臣微笑着 看着这有些心急的任成王 谁说李道宗沉稳的 这不也挺急躁的吗 哦 难道陆兄已经把本王的剑铸造好了 一听陆臣说 已经把金刚剑铸造好了 顿时更加喜上眉烧了 自从他的百炼剑 被陆臣铸造的糖刀劈断以后 心心念念地向着陆臣说 要赔偿给自己的金刚剑会是什么模样 第152章 崩煌 其实李道宗今天来找陆臣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要问问自己配剑的事 只不过被陆臣拉着参观了一下琉璃坊以后 就把这件事暂时抛之脑后了 虽然看到自己的那柄百炼断剑 颇为伤心 但是在见到那巨大的玻璃 和听到陆臣的提议以后 这种伤心早都被李道宗抛之脑后了 现在自己这位陆兄 居然还记得自己的金刚剑的事 李道宗怎么可能不喜出望外 难得陆兄还记得这件事 本王都忘记这件事了 李道宗一脸的笑颜如花 在陆臣看来 这一脸的笑容 就直接体现出了 李道宗这话说的有多违心了 在下既然答应了王爷的事 自然是要做到的 在下信奉的就是言必行 行必果 陆臣笑着带着李道宗往钢铁作坊走去 至于钢铁车间 那可是现在攻防区最重要的地方 以后那里就是陆臣的兵工厂 怎么可能随意暴露呢 就连钢铁车间的位置 都是陆家庄的工防区最中心的位置 前面是被钢铁作坊和琉璃坊 这些作坊直接包围起来的 进了钢铁作坊 本来还叫铁匠房 不过在有了金刚以后 这里就叫做钢铁作坊了 艾旭就迎了上来 艾旭是见过李道宗的 见到陆臣带着李道宗 一起走进钢铁作坊 赶忙给两人磕头见礼 草名艾旭 给王爷和公爷磕头了 在艾旭的带领下 钢铁作坊里的这些工匠 也纷纷给两人磕头 都起来吧 李道宗直接一摆手说道 谢王爷 谢公爷 艾旭带领着一众工匠 其声回答了以后 这才站起身来 正常陆臣是不让他们这些 工匠行跪拜里的 不光是他们 就连庄子里的庄户那些人 陆臣也不让他们 给自己行跪拜里 不过今天李道宗在这里 这帮人还是得行跪拜之礼的 艾旭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准备好了吗 陆臣看着艾旭问道 回公爷 都已经准备好了 艾旭公身说道 跟着转头喊了一嗓子 二娃 把那个匣子拿过来 随着艾旭声音落下 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去到一旁捧了一个 长条木匣过来 匣子整体 是用檀木打造的 这檀木 还是陆臣让人去 城里木材行买来的 上面叼着一条翻身吗 艾旭将少年手里的 檀木匣子取了过来 碰到了陆臣 与李道宗面前 陆臣也不客气 直接伸手 把檀木匣子打开 里面铺着一层 红色的绸缎 绸缎上摆着一柄长剑 长剑旁 就是黑色鲨鱼皮剑鞘 剑鞘的前端和鞘口处 都是用黄铜包裹着 上面走了一层金水 闪闪发光 三尺多长的 红色灯笼剑碎 躺在长剑旁边 剑尾镶嵌嵌 一颗彩色玻璃球 当然在李道宗的眼中 自然就是彩色琉璃球了 紫檀木的剑饼 前面是金色的剑隔 在前面 就是三尺左右的剑锋 黑色的剑身 衬托着白色的剑刃 在阳光下 散发着森寒的光芒 王爷 试试 陆臣指着檀木匣中的长剑 冲着李道宗 做了个请的手势 听到陆臣的话 李道宗也不客气 直接伸手 抄起檀木匣中的长剑 在手里颠了一下 跟着伸出两根手指 直接在剑身上弹了一下 长剑发出嗡的一声 好剑 听到长剑在被弹动时候的声音 李道宗直接兴高采烈地 称赞了一声 用剑的行家 光是听着剑身被弹动的声音 就能听出一把剑是好是坏 久战沙场的李道宗 自然可以算是用剑的行家了 李道宗剑烈欣喜 直接手持长剑 就挽了个剑花 红色的剑碎 随着长剑飘舞 给人一种潇洒飘逸的感觉 跟着李道宗又耍了几个剑招 这才抄起剑鞘 听到剑鞘发出咔哒一声 李道宗神色就是异领 赶忙低头查看长剑 那表情很是担忧的模样 显然是这一声响 让李道宗以为自己 把剑鞘给弄坏了 王爷 这是崩凰卡住的正常现象 陆成看着李道宗 那小心翼翼查看金刚剑的模样 忍着笑说道 崩凰是什么 李道宗听说 这声音是剑鞘自带的 这才稍微放下心来 接着马上抬头询问陆成 崩凰是在下发明的一种 卡住刀剑的小发明 陆成笑着 继续从李道宗解释道 跟着从李道宗手里 拿过金刚剑 王爷 您看这里 陆成指着崩凰机关处 给李道宗看 李道宗这才发现在剑鞘 接近剑隔的位置 有一个圆圆的小扭 只要在这里按一下 就可以把金刚剑弹出来了 陆成说着 直接对着那个圆圆的小扭 按了下去 跟着就又是咔哒一声 然后就看到已经入鞘的金刚剑 直接弹出来两寸多长 哦 这倒是方便抽剑了 李道宗一看到这个崩凰的设计 顿时就是眼前一亮 一直以来 唐骏的刀剑入鞘 全部都是靠组 因同组 经这种金属剑 来固定刀剑的 这个组精说白了 就是刀身或者剑身 接近护手位置的地方 突起的带凹槽的金属剑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刀剑入鞘 全部都是依靠这个东西 以及刀鞘本身的摩擦力 来固定刀剑的 不要小看陆成 这个小小的崩凰设计 在战场上 你比敌人提前一寸抽出刀剑 都有可能让对方毙命 何况这一下 就能弹出两寸有余的距离呢 而且如此设计 更加能够使人轻松地 把刀剑拔出鞘 李道宗把长剑重新插入剑鞘 听到咔哒一声以后 就模拟着腰弦宝剑的状态 右手按在剑柄上 左手一按崩凰 刷着一下 就把长剑给抽了出来 不过这一下 直接把陆成吓得一击零 因为李道宗拔剑的时候 正好冲着陆成 陆成一个闪身 往后一下跳出去一米多远 这才躲过李道宗这一剑 不过一脚 却是被李道宗一剑给削了下来 飘落在了地上 我说王爷 咱不带这么玩的 还好在下躲得快 这要躲慢点 还不得被你给开膛破朵 陆成一脸苦笑地 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一脚 冲着李道宗抱怨道 哎呦 对不起 对不起 李道宗此时也看到了地上的一脚 而且他额头都出现冷汗了 这要是一剑把陆成给伤了 这可如何是好 让皇帝李渊知道了 还不得打死自己 就算李渊能放过自己 自己那三姐 李秀宁能放过自己 还不得扒了自己的皮 李道宗赶忙冲着陆成拱手道歉 好家伙 你这一下太突然了 说实话 陆成也被李道宗这突然一下下的冒了汗了 当然陆成说是开膛破度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两人之间还是有着距离的 但是那一下陆成要躲慢点 直接入宫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陆兄 实在是对不起 本王也是见烈欣喜 这才不自觉地测试了一下 抱歉 抱歉 李道宗冲着陆成连连拱手赔罪 没事 王爷 咱以后别总搞这种突然袭击就行 陆成这时也缓过来了 冲着李道宗拱手说道 难道陆成还能不依不饶地 上去把李道宗揍一顿吗 陆兄 这个崩凰能否在军中使用 见陆成没有过于生气 李道宗这才放下心来 看着陆成问道 自然可以 只不过这东西需要金刚制作 恐怕现在想要普及还有点难度 不过不要紧 陛下不是已经开始试用高炉链铁法了吗 相信等到生铁产量上去了 这转炉链钢法也就可以用了 时间不会太长的 陆成虽然出不去陆家庄 但是李渊开始在矿山附近 直接建造高炉的事陆成还是知道的 毕竟苏长可是派下人出去采购东西 也能听到一些消息的 哦 那看来只能本王先尝尝先了 李道宗很是得意地拍了拍檀木侠 李道宗可是除了被维维第一个获得金刚武器的人 这就够让他得死的了 既然陆兄已经把金刚剑点了我 那本王就不多讨扰了 这就进宫去找陛下 李道宗给了陆成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陆成则是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在下就不多留王爷了 陆成也知道 若不是因为金刚剑的事 恐怕李道宗早都快马加鞭的 跑到李渊娜去了 陆成直接把李道宗送到陆家庄门口 而李道宗则是让贴身侍从捧着檀木侠 至于金刚剑已经被李道宗悬挂在了身上 一个大唐李氏宗亲王爷居然因为一柄金刚剑 整出了一种富贵不还乡 如锦衣夜行一般的感觉 不过说到底 此时的李道宗也不过才二十来岁的年纪 正是喜欢得死的年纪 王爷 术在下不能远送了 站在陆家庄门口 陆成冲着李道宗一拱手笑着说道 算算十日 顶多也就十来天 陛下对陆兄的禁足令也就该到期了 到时候 陆兄可要到本王的府邸来坐一坐 在仆从的服饰下 正准备上马的李道宗 本宗要大兴土木 戴得禁足令结束 在下必然要去王爷府上叨扰一番 对于李道宗的邀请 陆成倒是没有推辞 毕竟陆成也很好奇 这王爷府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有机会看见活的王爷的机会可不多 因此陆成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如此 便说定了 到时本王必然准备美酒佳肴 与陆兄一醉方休才行 听到陆成答应了自己的邀请 李道宗也很高兴 冲着陆成笑道 然后在仆从的服饰上翻身上马 在马背上冲着陆成一拱手 陆兄本王告辞了 王爷慢行 站在陆家庄的门口 也冲着李道宗一拱手 李道宗也不再与陆成续斗 直接一斗缰绳 窝转马头 喝了一声 架 直接带着一众仆从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陆家庄 看着李道宗离去的背影 陆成摇头一笑 转身往庄子里走去 狗娃 去把你阿爷和你杜叔找来 还有你杜爷爷 本宫有事要说 陆成一面走 一面吩咐刘金 哎 刘金应答了一声 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嗯 看着刘金奔跑去的速度 陆成点了点头 看来这训练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陆成很是得意地自言自语道 等到陆成回到府邸的时候 杜燕良父子 以及刘老三父子 都已经等在了前厅 大人 见到陆成从外面迈步 走进了前厅 四人齐齐给陆成行礼 多坐吧 陆成冲着四人点了点头 一挥手 让四人找位置坐 等到陆成坐到主位之上 在得到陆成的允许后 杜氏父子和刘老三都 找了个位置坐 至于刘金 则是很自觉地给陆成奉茶 大人 不知赵老朽等人前来 是有何事吩咐 看着正在端着茶杯 正在饮茶的陆成 杜燕良开口问道 本宫准备大兴土木 听到杜燕良的疑问 陆成放下茶杯 看着杜燕良笑道 不知公爷 这大兴土木是何意 如今天寒地冻 公爷若是大兴土木 不免有劳民伤财之险 杜燕良听到陆成说 要大兴土木 顿时有些吃惊地看着陆成 莫非陆成也跟那些世家一般 要开始欺压庄户了吗 这是杜燕良不想要见到的 但是陆成若执意如此 杜燕良这些庄户 还真没办法不执行 因此杜燕良这才出言 其意不外乎是想要劝导 陆成不要此时大兴土木 本宫是那种欺压庄户的人吗 陆成如何听不出 杜燕良话里的意思 本宫带你们看看究竟 为何要大兴土木 陆成起身冲着四人一招手 四人起身跟在陆成身后 往后花园走去 杜燕良父子自然是没有见过大棚的 刘老三在大棚建成以后 也是没有去过 只有刘金时常会去后院大棚采摘蔬菜 给陆成食用 因此看到陆成往后花园走 刘金就知道 陆成要带着几人要去看什么 但是当三人看向刘金的时候 刘金则是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知道 但是不能说 三人也都理解的点了点头 陆成身后来到后花园门口 公演 后花园月亮门左右 负责守卫的被围卫士兵 冲着陆成衣镜里 嗯 陆成点了点头 带着刘金四人走进了后花园 此时大棚里的翠绿 隔着大棚已经能够看到了 本宫要大兴土木 就是这个 陆成指了指面前的大棚说道 这是相较于刘金的习以为常 杜燕良父子和刘老三都 惊讶地看着面前那一抹翠绿 要知道 此时可是寒冬季节了 别说吃上绿书了 就是看到一抹绿色 那都足够让人惊讶了 此物名为大棚 在冬季也可以种植蔬菜 你们跟本宫来 陆成一招手 几人跟在陆成身后 进入了大棚之中 进入到大棚中 那绿色植物独有的气息 直接充满了众人的肺腑 看着那熟悉的翠绿的韭菜和松菜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绿色作物 除了陆成与刘金 其他人都是惊讶不已 大人的大兴土木的意思是 好半天 在震惊情绪中平复下来的杜燕良 看着陆成问道 他有一种感觉 陆成所谓的大兴土木 应该就是要在庄子上 推广这种大棚 不错 本宫已经试验成功了 准备把这大棚 在全庄子推广 陆成点了点头 肯定了杜燕良的想法 就是不知道庄护们 愿意不愿意了 陆成笑着看着杜燕良 谁家要是不愿意 老朽去打断他的腿 听到陆成的话 杜燕良直接掩路凶光说道 公爷这是积了大德的事情 要是谁敢偷奸耍华 老朽第一个不答应 狗啊 你带着阿爷 他们去前厅等我 陆成看着杜燕良那凶狠的模样 忍不住笑起来 没想到一直以一副 温和老人形象出现的杜燕良 居然还能说出这种狠话 是 出了大棚 刘金听从陆成的吩咐 带着自己阿爷和杜燕良父子 去到了前厅等待 而陆成则是回到书房 把自己设计的玻璃大棚的图纸 找了出来 带着图纸来到前厅 这种东西能不能做出来 重新回到前厅的陆成 把曹刚图纸铺在桌子上 招呼刘老三过来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刘老三看到陆成的曹刚图纸 琢磨了一会儿 很是确定的点了点头 公爷 这东西做出来不难 只要做好模具即可 既然如此 你就负责这个事吧 本宫在图纸上已经表明 一座玻璃大棚需要多少曹刚了 就先陆成琢磨了一下 先准备五座大棚的材料吧 毕竟玻璃大棚是否真的可以 陆成还是要测试一番的 建造一座的话 数据毕竟不可靠 五座的话 陆成觉得数据应该就差不多了 是 公爷 刘老三郑重其事地把图纸收起来 揣到怀里 这才攻身冲着陆成失礼 小人这就去让工匠们开工 嗯 去吧 陆成点了点头 刘老三冲着陆成再次攻身失礼 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前厅 这个是玻璃大棚需要的玻璃的尺寸 以及如何安装玻璃大棚的图纸 这件事就交给成泽负责吧 陆成把玻璃大棚的整体安装图纸 交给了杜成泽 杜成泽双手如获质宝般地 把图纸接了过来 至于尺寸这些东西 在陆成交给刘老三以后 刘老三也都交给了那些工匠 毕竟陆成很多时候 都是把图纸交给刘老三 陆成只要成品 因此尺寸模具这些东西的审核 就都交给了刘老三负责 他不交给工匠 让他自己干 他得累死 杜成泽如同刘老三一样 郑重其事地把图纸揣到怀里 然后也离开了前厅 如此一来 这个前厅就剩下杜成泽与刘金二人了 至于刘金就是负责前妻传话 和给陆成添茶的作用 杜老 你觉得若是这大棚建立起来 咱们需要注意什么 陆成端起茶杯瞎了一口茶 看着杜燕良问道 公爷 老朽以为 如此贵重之物 当得防范消小济鱼 杜燕良冲着陆成一拱手 直言不讳地说道 哦 听到杜燕良的话 陆成见眉微调 饶有兴致地看向杜燕良 愿闻其详 公爷 以老朽看来 如今的宁 在得罪了萧宇 王规 维廷 以及郑上国以后 只怕已经变成了世家的眼中钉 和肉中刺了 杜燕良看着陆成神色凝重地说道 何况公爷又造出如此纯净的琉璃 要知道 这湖上的琉璃 那些世家都市若珍宝 若是侯爷的这个玻璃现实 只怕那些世家会无比的觊觎 这才不动人心 何况是侯爷制造出的这种稀释奇珍 到时候那些世家只怕会不择手段 说到这里 杜燕良脸上出现了担忧的神情 什么稀释奇珍 听到杜燕良说 玻璃是稀释奇珍 陆成直接笑了起来 那玩意过段时间 本宫一天随随便便弄出个几百上千块 以后这玩意有可能比松菜都便宜 陆成笑着说道 这琉璃是如何烧制出来的 相信杜老也知道吧 除了钢铁车间 也就是陆成的兵工厂 其他工坊可以说是对杜燕良都是开放的 毕竟杜燕良可一直都是陆家庄的庄历 负责管理除了行载以外的所有的黄庄庄户 现在黄庄赐给了陆成 变成了陆家庄 杜燕良这庄历自然就卸职了 但是陆成给了杜燕良一个新职位 那就是陆家庄的村长 是 这件事老朽知道 但是那些世家不知道 公爷现在若是将这玻璃拿到外面贩卖 绝对会掀起轩然大波的 杜燕良看着陆成那毫不在意的表情 再次提醒陆成 这件事本宫也考虑过了 今天任成王的到来 想必杜老已经知道了吧 陆成看着杜燕良笑道 此事老朽 确实有所耳闻 杜燕良点了点头 对于李道宗的到来 作为村长的杜燕良自然是知道的 第154章 这是何物 本身陆家庄又不是多大的地方 什么人来过 什么人出门了 很快就可以传遍庄子 尤其是李道宗这种王爷的到来 光是那侍从和护卫的队伍 就够扎眼的了 就算了李道宗轻装剪从的到来 也不会没人告诉陆家庄的村长杜燕良 因此 对于李道宗的到来 杜燕良还是知道的 那么本宫如果说 本宫要开始做玻璃生意了 你觉得如何呢 陆成把玩着手中的折扇 看着杜燕良笑着说道 公爷 您是说 听到陆成的话 杜燕良一下就明白陆成的意思了 也同时知道 陆成为何要开始兴建玻璃大棚了 陆成把玻璃放出去 绝对会掀起轩然大波 而其中若是有李道宗这位王爷参与其中 必然让生意有了保障 李家刚刚得了天下 刀还没入鞘呢 谁要敢在这个时候 找这个王爷的麻烦 李道宗绝对会提刀就砍人的 而这还只是自家公爷的第一步 把玻璃放出去 到时候 能够买得起这种琉璃的 绝对就是那些世家 而第二步 就是用玻璃修建玻璃大棚 到时候那些世家看到了 还不得被自家公爷给欺图写了 至于那些世家 想要找麻烦 不好意思 卖琉璃的是任城王李道宗 你们买的琉璃 都是李道宗卖给你们的 有本事 你们去找李道宗麻烦 就看到时候是 你们脖子硬 还是李道宗手里的刀印了 公爷 好计谋 杜燕良稍一琢磨 就明白了陆臣的意思了 直接冲着陆臣 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哎 雕虫小戒而已 陆臣也看出来 杜燕良是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直接摆了白手 很是自得的说道 对了 玻璃大棚先让谁家使用 这件事 就得麻烦杜老来操作了 陆臣到这时 才把要让杜燕良去做的事 交代给杜燕良 毕竟他接手整个陆家庄的时日尚短 虽然庄户都表现出忠诚的模样 但是陆臣总觉得 防人之心不可恶 而论对庄户的熟悉程度 杜燕良绝对是不二人选 没问题 此事就包在老朽身上了 杜燕良起身冲着陆臣一失礼说道 对于陆臣能把选人如此重要的事交给自己 杜燕良也是心中感激 毕竟最近一段时间 自己除了看陆臣交给自己的一些 转过年要交给孩童的教材 其他事 确实他也没多少 这终于有自家工业 用上自己的地方 杜燕良心中 居然有些小激动 杜燕良失礼完毕 就离开了前厅 回到自己家 去琢磨陆臣的这五个玻璃 大棚的市中名额的事情了 陆臣见暂时把事情都交代下去了 就直接离开了前厅 前往书房 至于刘金 见到陆臣进书房了 就知道自家工业 指不定又要在书房里 研究什么新奇东西了 他则是直接去到书房 所在跨院的厢房坐着 一方面是 防止有人来打扰自家大人 另一方面 也是怕陆臣有什么事 要吩咐自己去办 怕陆臣找不到自己 进了书房 陆臣掏出手机 陆臣看了一下手机的电量 没想到跟着自己 一起穿越过来的手机 这么多天没充电 居然还有60%的电量 陆臣不由地琢磨起来 这手机的电池也太抗燥了 这要是充电的话 得多少充电宝能够够用 虽然基地里有充电宝 还有发电机 但是陆臣曾经试过 这手机是带不进基地的 难道要把发电机 和充电宝带出来 给手机充电 陆臣琢磨了一下 发电机的声音有些响 一个太阳能充电宝 又能充多少电呢 陆臣摸着下巴 看着手机 不如先弄一个 太阳能充电宝出来试试 实在不行 再想办法把发电机弄出来 打定主意 陆臣就直接进入了基地 找了个太阳能充电宝出来 同时还带了几本 关于玻璃生产和设计的书籍出来 毕竟陆臣 想要做第一波玻璃产品 总不能拿着大块玻璃出去卖吧 总得弄得好看些才行 陆臣把太阳能充电宝 连接到手机上 果然手机开始显示充电了 然后陆臣就开始研究 玻璃产品的设计 这玩意 要是让陆臣自己设计 抱歉 让陆臣干设计师的活 他还真干不了 但是照猫画虎 还是可以的 就在陆臣在书房里照猫画虎的时候 李道宗则是来到了皇宫求见李渊 正在暖阁看着奏书的李渊 听到长宝说 李道宗求见自己 就是疑惑的 看向暖阁房门处 自己的这个侄子李渊 还是了解的 别看领兵作战什么的勇武非凡 但是却基本不上朝 当然这也跟李道宗久居灵州有关 但是回到长安以后 这小子也基本不上朝 除了敬见自己秦安外 基本上就在王爷府待着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求见自己了 估计是有什么事要找自己 就在李渊纳闷的时候 长宝在李渊身边低声说道 今日早些时候 任成王去了陆家庄 哦 听到长宝的汇报 李渊就是眼睛一亮 顿时就明白了 李道宗这小子来找自己 绝对跟陆臣有关系 让他进来 李渊冲着站在门外的小内侍 淡淡地说了一句 任成王 陛下召见 听到李渊的话 小内侍赶忙跑了出去 冲着站在门外求见的李道宗说道 李道宗跟着小内侍走进了暖阁 当然小内侍是没资格进暖阁的 李道宗站在门口整理了一下衣冠 这才走进暖阁 臣 李道宗 见过陛下 李道宗进到暖阁 恭恭敬敬给李渊施力说道 就算李道宗是李渊的侄子 在这个时候 也得先以君臣之力相见 然后才能续亲情 免礼 李渊冲着李道宗一摆手 成范 这个时候来找叔父 所为何事啊 君臣之力完事 自然就是续亲情了 所以 李渊此时已经变成以叔父的口吻 与李道宗说话 启禀叔父 侄儿今日 拜访陆宪宫以后 找到一桩好买卖 听到李渊自称叔父以后 李道宗也是放松了下来 看着李渊笑嘻嘻地说道 哦 莫非那陆宪宫 又弄出了什么新奇的东西吗 一听李道宗说 在陆陈那弄来一桩好买卖 自然就想到 陆陈肯定是又发明出什么新奇的东西了 是 侄儿自认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那种惊世骇俗之物 李道宗一脸认真地说道 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话 有夸大气词的意思 不过李道宗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则是看了一眼左右 看到李道宗这副模样 李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都退下吧 李渊冲着左右一白手 示意暖阁内 等着伺候自己的那些公罗内侍 直接退出暖阁 至于长宝自然也包括在内 等到所有公罗内侍退出暖阁 长宝倒退着 把暖阁门关上以后 李渊才看着李道宗说道 对于陆宪侯来说 他做出什么惊世骇俗之物 朕已经不觉得惊讶了 李渊自认为 那天在陆陈那见到的东西 已经可以让他承受住 来自陆陈的惊喜了 因此很是自信地说道 叔父 您看这是什么 李道宗也不客气 直接从绣笼里 逃出一个小木匣 木匣也就三寸长 两寸宽大小 李道宗将木匣 承送到了李渊的龙树岸上以后 就退了回去 这是何物 李渊疑惑地看着李道宗 承送到自己面前的木匣 一天竟整些幺蛾子 李渊笑骂了李道宗一句 说着顺手打开了木匣 当打开木匣以后 李渊的眼睛就瞪大了 这是 看着木匣里放着的那块纯净透明的玻璃 李渊有些目瞪口呆 这可是琉璃 李渊带着惊讶的目光 看着李道宗说道 此物正是琉璃 不过按照陆宪公所说 胡商的那种不纯净的 才是琉璃 而这种陆宪公为其启名为玻璃 李道宗对于李渊那见到玻璃时 吃惊的表情 心中感到小得意 毕竟当初他见到那巨大的玻璃的时候 可是差点吓得被过气去 一想到这件事 又觉得 看到李渊那吃惊的表情 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 玻璃 李渊把木匣中那块玻璃拿了起来 透过玻璃 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对面的李道宗 你说的生意 莫非指的就是这个 李渊一下就想到 李道宗可是说在陆陈那得到了一桩大生意 若是这生意指的是这玻璃 那可真就有些不得了了 正是 今日陆宪公可是跟小侄 就这个生意的事谈了不少 李道宗直接原原本本地 将陆陈与他合计的玻璃生意的事 禀报给了李渊 同时也把分配方法说给李渊听 嗯 听完李道宗的话 李渊沉吟了半嗓 并没有说话 而李道宗就是静静地看着李渊 等待着自己这位皇帝叔父的决定 陆宪公就一句没提那些世家 好半天 李渊看着李道宗问出了自己的疑虑 毕竟那些世家若是联合起来发难 只怕就算是李家下场 也不容易安抚住 第155章 商本兼业 叔父这话者也问过陆宪公 听到李渊的问话 李道宗杂败了一下嘴 苦笑了一下说道 哦 那陆宪公是如何作答的 对于陆陈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李渊倒是兴致很高 盯着李道宗追问了一句 他说李道宗沉吟了一下 然后继续说道 他说这玻璃就是给那些世家准备的 李道宗说到这里 一脸的无奈 看着李渊 对于与世家交恶的事情 其实不论是李道宗还是李渊 都不愿意去做 尽管他们也知道 历朝历代世家做大的危害 但是现在还得指望这些世家官员帮着治国 现在要是与这些世家翻脸的话 颇有些不明智 而且大唐出力 这时候要是国内再乱起来 那李渊这皇位还能稳当吗 他就没说别的 听到李道宗的话 李渊直接微微皱眉 李渊没有想到 陆成让自己这面按照计划进行 他却如此的激进 到现在为止 最起码有三家肯定是跟陆成不对付了 至于萧宇 一想到萧宇的性格 只怕这萧家对陆成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了 这样陆成就是得罪了四个世家 而陆成居然还如此激进 让李渊实在是有点不明白 陆成为何要如此做 陆宪宇还说了一句 他说若是世家老实点还责罢了 不然他有的是办法 让他们灰飞烟面 这是陆宪宇的原话 李道宗把陆成的原话 原原本本的复述给了李渊 然后就看着李渊 他果然这么说的 听到李道宗复述的陆成原话 李渊眼睛就是一亮 果然陆成还有着对付世家的后手 不然应该也不会如此激进 不过李渊又想起了对陆成身份的猜测 又觉得不如此 那就不是陆成了 既然陆先公如此说了 那就按照陆先公的计划办吧 李渊稍一琢磨 直接冲着李道宗说道 另外 这件事 朕不知道 你懂吗 李渊看着李道宗微微一笑 眼中狡黠的光芒一闪而逝 指而明白 李道宗怎么可能不明白 李渊话里的意思 李渊不知道这件事 就代表不管后面闹成什么样 李渊都能出面收拾摊子 若是直接表明皇帝也参与到这件事 那就麻烦大了 指而倒退 李道宗冲着李渊失礼说道 毕竟该说的都说完了 李道宗也该去其他几家通知这件事了 去吧 李渊冲着李道宗一摆手 拿起龙书案上的奏书看了起来 李道宗则是倒退着出了暖阁 李道宗出了暖阁 直接离开了皇宫 第一站直奔李秀宁的公主府而去 而李渊则是冲着刚刚从暖阁外面走进来的长宝 招了招手 陛下 一见李渊冲自己招手 长宝赶忙急走几步来到了李渊身边 让不良人看护好陆家壮 李渊眼中寒光一闪 低声吩咐着长宝 是 长宝一躬身硬了下来 心中暗自琢磨 这陆臣还真是受陛下青睐 先是给了三千护卫 这又第二次让自己加紧护卫 不过陆臣弄出来的那些东西 也确实得多多保护了 来到公主府的李渊宗 自然轻而易举的 就见到了李秀宁和柴少 夫妻二人正在公主府的演舞场教授柴哲薇 和柴令武兄弟俩武艺 一听说李渊宗来了 两人让柴哲薇兄弟自己先练 双双换了身衣服以后 来到前厅 剑已经等在这里的李渊宗 成犯 今日怎么得闲来姐姐这里了 看见李渊宗 李秀宁笑着同李 道宗打招呼 姐姐 驸马 听到李秀宁的声音 正在抬头研究前厅里悬挂的字画的李道宗 赶忙回身给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见礼 自家兄弟 无比多脸 虽然李秀宁嘴上这么说 但是夫妻二人 还是给李道宗还了一礼 来人 奉茶 柴少冲着前厅外喊了一声 功夫不大 就有婢女捧着托盘进了前厅 给分宾主落座的三人奉上茶水 说吧 来找你姐姐什么事 难道你又惹祸了 柴少端起茶杯 瞎了口茶 笑眯眯地看着李道宗问道 姐夫 我都多大了 还能惹什么祸 听到柴少的话 李道宗无奈一笑 毕竟李道宗年少的时候 就跟在了李世民身边 而柴少跟李世民的关系 自然不必多说 所以李道宗小时候每次惹祸 李世民要收拾他 都是柴少帮着说情的 至于柴少问李道宗惹祸的事 当时是柴少对李道宗的调侃了 那你们是跑我们这来干嘛来了 李秀宁看着李道宗问道 本王可是来给你们送好买卖来的 听到自己三姐的问话 李道宗忍不住把胸脯一拔 有些得意的说道 毕竟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自然是想要在自己姐姐面前嘚瑟一番 虽然是堂姐弟的关系 但也是姐弟不是 你可拉倒吧 一听到李道宗给自己送买卖 李秀宁直接给了李道宗一个白眼 你倒是在长安有铺子 哪个不是半死不活的 一听李秀宁毫不客气的接自己老底 李道宗无奈的撇了撇嘴 对于跟李秀宁顶嘴 李道宗可是不敢的 谁不知道这位三公主的脾气 自己真敢顶嘴 李秀宁就真敢揍他 商门见艳 你这么上心干嘛 看李道宗不吭声 李秀宁看着李道宗再次问道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 儒家的仲义亲历的价值观 便逐步进入国人的内心世界 正所谓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达欲义者不可动以利 这就造成了商人的地位一直是最低的 甚至为了限制商人 抑制商业就产生了两种方式 一种是限制商业的发展 对商业生产征收重税 以此来限制商业的发展 和打击人们 想从事商业的热情 另一种是对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在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上 进行限制 这就造成了 这些天皇贵胄和世家之人 对于商人表面上是很唾弃的 但是暗地里 大部分的商人 也是被控制在世家手中的 只不过表面上 世家这些自诩独胜贤书的人 是不懈从事商业的 至于天皇贵胄 和那些名将国公 也或多或少都会有商业铺子 不然就指望俸禄养活一大家子人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三姐说的没错 商本见业 你作为王爷参与商业 传出去影响不好 当初你弄那些铺子 我跟你三姐就不赞成 柴少向来处事稳重 这番话说的也是语重心肠 规劝着李道宗 商乃见业 我也知道 只是这是乃是陆县公提出来的 我也不好回绝吧 等到柴少说完话 李道宗这才看着这夫妻俩 用带着有些委屈的腔调说道 那表情要多无辜 有多无辜 等李道宗把话说完 李秀宁夫妻两人 齐齐抽动了一下嘴角 此时两人都有一种 被李道宗耍了的感觉 而李道宗虽然脸上是无辜的表情 但是眼中则是明显是在憋着 想要偷笑的感觉 嗨嗨 既然是陆县公提议的 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如你将陆县公的计划 说给我们听听 柴少轻轻咳了两下 拌起茶杯瞎了口茶 然后看着李道宗说道 感情我要做生意 就是丢人 陆县公要带着你们做生意 就是有所谋 听到柴少的话以后 李道宗忍不住在心中 暗自赋斐了一句 但是他可不敢说出来 毕竟面前这两个人 他可都不敢得罪 别看他是王爷 那在外面面前也许好使 但是在他三姐面前 他就是个弟弟 李道宗也不再说别的 就把陆县弄出流离的事 还有如何分配的事 都跟李秀宁夫妇说了一遍 至于玻璃是何物 李道宗自然有所准备 他在陆县尿了好几块玻璃 就是为了这种情况预备的 当看到玻璃的时候 这些人的表情都跟李渊差不多 都是惊讶的到吸冷气 只不过都没有出现李道宗那种情况 不过李道宗也想明白了 毕竟自己带的玻璃块还是小 若是看到琉璃坊里的那大块玻璃 估计他们也不会比自己强多少 当然 陆县是如何对待世家的事 李道宗也说了 李秀宁夫妇自然很同意陆县的做法 对于陆县做任何事 李秀宁和柴少纳都是无条件支持的 等说完这件事 李道宗就跟李秀丽夫妇告辞 离开了公主府 而后再去了东宫与天侧府 至于说的话 自然是大同小异 李道宗这一圈跑下来 等回到自己的王府 已经是掌灯十分了 当然这些事这些人都是很有默契的 没有往外吐露半句 甚至家中下人都没有得知的 公爷 今天咱们弄了好东西回来 李道宗回王府的时候 正在大棚里观察土豆和红薯掌势的陆县 就看到方起一脸兴高采烈的模样 跑进了大棚 你这是捡到宝贝了 陆成起身 看着方起问道 第156章 妙音真人 公爷 今天咱们在后山巡逻 弄了两头鹿回来 方起一脸见兮兮的表情 凑到陆成跟前说道 哦 是吗 那可是好东西 陆成接过流金递过来的手巾擦了擦手 听到方起他们打了两头鹿回来 也是很高兴的 毕竟后世 那野生的鹿都被吃成保护动物了 难得的在这个时代吃也为不犯法 这也算是穿越的一种好处吧 陆成在心中琢磨着 狗啊 这些马铃薯和红薯 应该在元正日以前就会成熟了 到时候挖出来 给那五个玻璃大棚当种子 记住了 陆成把毛巾递给流金后 叮嘱了流金一句 好的 大人 流金接过毛巾的同时答应道 走吧 去看看你们弄回来的那两头鹿 陆成对于这个时代的野鹿 也是很感兴趣的 不知道这个时代的野鹿 是不是跟后世一样 在前往前院的时候 陆成不自觉地在脑子里琢磨着 不过在路过书房的时候 陆成去了一趟书房 毕竟他的手机还在暗格里放着充电呢 陆成在暗格里把手机拿出来一看 手机电量恢复了2%左右 而太阳能充电宝则是电量全无 也就是说 一个满电的太阳能充电宝 顶多能给手机充5%的电 至于多长时间充的这么多电 陆成则是没有计算 毕竟陆成中途去了工房区 又去了大棚 手机就一直放在暗格里充电 至于一个太阳能充电宝能充多长时间 陆成得找个时间测试一下了 陆成把太阳能充电宝放到暗格里 手机则是随身带好 这才出了书房 带着方琪与刘金来到了前院 一到前院 陆成远远就看到地上躺着的两头野鹿 两头肥瘦的野鹿身上黄白相见 显然是两头梅花鹿 梅花鹿的头顶的两只鹿角如同巨大的球只 陆成快步来到两头梅花鹿的旁边 这可是好东西啊 就在陆成准备伸手去触摸鹿角的时候 从前门位置传来一道声音 陆成以及众人寻声望去 就见府邸门外站着一个鹤发童年的老道士 一柄宝剑与一个蓝色包袱 交叉碑于身后 手持一柄浮尘 一身蓝色道袍 洗得有些发白 胖外云履 俨然一副室外高人的模样 哪里来的道士 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就在这时 负责陆府门口守卫的贝维尉士兵 这才发现老道士 直接上来就准备撵老道士走 住手 陆成直接一摆手 叫住了整准备去拉扯老道士的两名士兵 而两名士兵则是有些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毕竟让老道士就这么大摇大摆地 站在自家公爷府邸的门口 那就是他俩的失职 因此 二人都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不敢抬头看陆成 陆成再次打亮了老道士一眼 而老道士也同样在看着陆成 老道士的两只眼睛中 金光四射 若是单看着双眼睛 说这位老道士 当过荔枝年还差不多 太阳学鼓起 陆成知道 这是那家高手才会出现的表现 因为陆成在后世也见过这种人 练那家宫的人 太阳学都是鼓起来的 老道士也同样在端向陆成 好半天 老道士冲着陆成一笑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这位居士好面相 老道士冲着陆成打了起手 笑着说道 老神仙也是好身体啊 陆成同样冲着老道士 一拱手笑道 两人相视一笑 至于那两名被围围士兵 则是低着头 尴尬地站在一边 至于刘金和方启 则是面面相去 实在是看不懂自家公爷 跟着老道士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两人都是在称赞对方 脸上也都带着笑 只不过那话怎么听 怎么觉得不正常 你俩也别低着头住在那 别说你们两个了 就算是 你们这些人一起上 都难伤 这位老神仙分好 呆干嘛干嘛去 陆成直接冲着那两个 自认为失职的 被围围士兵一摆手 两人低着头也不说话 直接出门站党去了 老神仙 如何称呼 顶到两个被围围士兵离开 陆成看着老道士笑着问道 平道妙应真人 老道士扶尘一摆 再次冲着陆成一起手说道 妙应真人 听到老道士的道号 陆成就觉得很耳熟 突然脑中 如同划过一道雷电一般 猛然看向老道士 敢问老神仙 尊慧可是上孙下司庙 陆成有些激动的 看着老道士问道 平道俗家姓名 确实是孙思庙 没想到陆宪公 居然也知道我这话外之人 孙思庙没想到 陆成居然凭借一个道号 就认出了自己 毕竟孙思庙在世间行走之时 更多的是使用孙思庙这个名字 很少对外人提起自己 妙应真人这个道号 而这个道号 基本上都是他去道观 挂单时候用的 世人知道的很少 孙思庙没想到 这位陆宪公居然知道自己的道号 您不也一样知道我的名字吗 陆成看着孙思庙一笑说道 陆宪公那是大名在外 尽管宪公大人 不曾出的这陆家庄 可是这长安城里 可都是关于您的传闻了 就连平道暂居的钟南山 也听到了不少 关于宪公大人的传闻了 孙思庙看着陆成笑眯眯地说道 跟宪公一比 平道这点名号算得了什么呢 老神仙 您可别这么说 您玄乎即逝的神意美名 可是名满天下 我这名声 如何敢跟老神仙相比 而且 估计我这名声 也不是什么好名声 陆成苦笑着冲着孙思庙 连连拱手说道 陆成可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别看自己是长安宪公 那纯粹是利用后世知识得来的 跟面前 这位历史上有记录的 活了140岁的老神仙相比 自己那名声放个屁 而且 后世因为这位药王留下的医书 和医书救命的人 那更是无计其数了 自己面前可是活生生的药王 没想到 自己居然真的见到活药王了 要不是陆成能够压抑住自己的情绪 此时陆成都想直接大吼一声 甚至掏出手机 跟这位活药王来个合照了 只不过现在手机的拍照功能 还好不好用就不好说了 毕竟陆成还没试过 哎呀 怎么能让老神先站在这里说话 这成何体统 陆成看到孙思淼还站在大门里 赶忙冲着孙思淼告罪 快 快 老神仙里面请 狗娃 去把本宫的大红袍拿出来 陆成一面把孙思淼让进前厅 一面吩咐刘金 去把自己的茶叶拿来 这大红袍是何物 听到陆成说 大红袍三个字 孙思淼就一脸疑惑地看着陆成 同时眼神多少有些怪异 孙思淼行医修到这么多年 也算是见过无数的达官显贵了 毕竟见面就送大红袍这种礼节 孙思淼还真没经历过 这大红袍是在下给茶叶起的名字 陆成正在琢磨 该如何解释大红袍这名字的由来呢 毕竟这大红袍 这个名字 可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给起的 若是从现在开始算 距离朱元璋当皇帝 还有七百多年呢 陆成总不能告诉孙思淼 这名字 是七百多年以后的明朝皇帝给起的吧 那孙思淼 还不得把陆成当成神经病看 是否就是如同铁观音一般 没想想 没等陆成想好 怎么解释名字由来的时候 孙思淼直接帮陆成解围了 正是 正是 陆成心中暗暗舒了口气 陆成还真怕这位药王袍根问底 既然孙思淼把话说到这了 陆成哪能不来的救泼下驴 说话间 刘金已经把两盏茶 分别放到了陆成与孙思淼身旁的茶几上 老神仙 尝尝这茶如何 陆成冲着孙思淼 做了个请的手势 至于孙思淼 怎么会知道铁观音茶这件事 陆成觉得并不算稀奇 毕竟陆成送过好几个人铁观音了 这要是都传不出去 那就怪了 好茶 孙思淼端起茶杯 轻抿了一口茶水 点头称赞了一句 老神仙 您怎么来陆家庄了 陆成同样端起茶杯抿了口茶 一脸好奇地看着孙思淼问道 毕竟按照历史书上写的 这个时期的孙思淼 应该是在钟南山研究单道才对 这突然跑到自己家里来 是几个意思 平道是心有疑惑 特来请教 别看孙思淼将近八十岁的人 他这个年纪 当陆成的爷爷都绰绰有余了 但是却很诚恳地对陆成说出 请教二字 可见人家 这位能写出那么多医学名著的药王 是多么的虚怀弱骨 请教二字可不敢当 一听孙思淼要请教自己 陆成连连摆手 老神仙有什么事 想要问的 只要在下知道的 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陆成看着孙思淼 很是认真地回答道 因为陆成知道 一个是医学 一个是单道 单道这玩意 自己属于十俏通了九俏 那是一俏不通 而且陆成觉得 单道这玩意容易伤人害命 陆成都有种 想要阻止孙思淼炼丹的冲动 第157章 陆建功此言甚妙 其实炼丹岛也是为华夏的历史进程 提供了不少帮助 比如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 就是炼丹士炼出来的产物 当然炼丹士也整出了很多化学物质 比如葛洪 虽然此人一心炼丹 还著书力说 但是他也记载了不少 关于化学方面的知识 比如 关于硫化拱的最早的可逆反应 就是葛洪记录下来的 不过总是吃这种 含有重金属超标的玩意 想要修仙 恐怕是够呛 但是想要早日成仙 那是必然可以的 而且陆成还记起来 李世明后来也服侍过 这种所谓的仙丹 而李世明只活了52岁 是不是也跟这仙丹有关呢 当然这也只是陆成 在史书上看到过的记载 至于究竟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陆成也只能猜测一番了 不过吃这种重金属超标的玩意 绝对就是慢性自杀 这一点陆成是可以确定的 好在现在不论是李渊还是李世明 甚至包括有病在身的李建成在内 都没人服侍这玩意 这一点倒是让陆成毕竟放心的 只不过面前这位老神仙 竟然开启了炼丹的道路 这让陆成有点难受了 而且 这位老神仙 可是活到140来岁才辞世 自己这刚一见面 就直接当着人家面说 你的仙丹有问题 毕竟有些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让这位老神仙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医术上 是不是就可以让孙思淼 不再惦记便当的事了呢 陆宪宫 可是凭到此次前来 有何不妥之处吗 看到陆成说完话 就再不言语 在那好似沉思一般 孙思淼带着试探性的口吻问道 毕竟他这次可以算是不请自来 若是因此打扰了陆成 孙思淼难免心中会有愧疚之意 听到孙思淼喊自己 陆成赶忙抬头 陆成没有想到 自己这么一沉思 居然让孙思淼误会了什么 赶忙面带歉意的孝道 没有 怎么会呢 能够得见老神仙天言 在下只是觉得三生有幸而已 只不过是刚才突然想起来一些事情而已 让老神仙误会了 真是抱歉 哦 听到陆成如此说 孙思淼这才放心下来 不知此刻是否方便向陆宪宫 讨教一些一道知识 孙思淼眼中的眼神 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另外 陆宪宫可别再以老神仙来称呼频道了 跟陆宪侯相比 频道算的什么神仙呢 说到这里 孙思淼目光灼灼地看着陆成 听到孙思淼后面的话 陆成的心中就是咯噔一下 莫非这位要王看出什么来了 都说方外之人有些特殊的能耐 什么奇门遁甲 五行数数的 难道这位要王也懂这些 陆成忍不住狐疑地看了孙思淼一眼 老道长何出此言 天上白欲惊 十二楼五城看到陆成狐疑的目光 孙思淼捋着自己那闪烁着银白光芒的胡须 笑眯眯地看着陆成迎送道 老道长如何得知这首诗的 听到孙思淼的话 陆成心中又是一惊 要知道陆成迎送这首诗的时候 知道和听到的人并没有几个 而这里面肯定不包括 坐在陆成面前的孙思淼在内 老道虽然年岁大了 但是这眼不花而也不聋 孙思淼依旧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神色淡然地说道 听到孙思淼的话 陆成顿时就明白了 都说这老神却是咸云野鹤般的人物 四海漂泊 玄乎济世 但是实际上 这老神仙的消息灵通得很 毕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若是没点能耐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 还真够呛 陆成点了点头 至于追问如何得知的 陆成不会去问 因为就算问了 孙思淼也未必会说 还不如不问 见陆成仅仅是惊讶了一下 就恢复了平静的表情 孙思淼心中也有些诧异 孙思淼说这个话 其实也是想要从陆成那 得到点什么有用的消息 甚至说 想要知道陆成这首诗的全部 如果可能的话 孙思淼甚至想要在陆成 这求个单方啥的 毕竟孙思淼为何隐居中南山炼丹 还不是想要求个长生 不过 既然见陆成没有说这件事的兴致 孙思淼也就不再追问 因为他觉得 如果追问下去 惹得陆成不快 那这次来就是得不偿失了 因此 孙思淼也默契的 没有再说这件事 老道长可曾用善 陆成直接转移了话题 提到了晚饭上 毕竟孙思淼的到来 可是打断了陆成的用餐计划 孙思淼倒是回答得很干脆 既然如此 相请不如偶遇 不知道在下邀请老道长 一同用善可否 陆成冲着孙思淼发出了邀请 既然陆宪宫相邀 岂有不从之理 何况 频道听说 陆宪宫对于厨艺一道 也是颇为精通 今日自是要在宪宫大人这里 讨一餐饭食了 孙思淼搂着胡子 笑盈盈的说道 这老道士 知道的还挺多 看着孙思淼搂着胡子笑眯眯的模样 陆成忍不住在心中赋斐了一句 不过这话陆成倒不能说出来 毕竟要想救治李建成 还少不了这个老道士 而且 基地里那些医书 估计对这个老道士 比对陆成有用 何况陆成也不觉得自己是天才 什么都学得会 陆成也尝试过 在晚上没事的时候学一学 事实证明 陆成还真就不是那块料 至于在特战队学的那些医疗知识 那都是死记硬背下来的 而陆成 顶多就知道一些医学常识而已 既如此 那就请老道长一步前院吧 毕竟这鹿肉要是单个时间长了 可就不好吃了 陆成起身冲着孙思淼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那频道就客随主遍了 孙思淼起身跟着陆成 一起再次来到了前院 此时那两头野鹿 依旧躺在地上 只不过身上的剑簇 已经被清理掉了 这鹿绒可是好东西 孙思淼站在陆成身旁 看着野鹿头上的 那如囚之般分有八叉的鹿绒 低声说道 似如此巨大的鹿绒 可是不多见 据在下所知 这野鹿可是浑身是宝 陆成指了指野鹿的 腹部忠厚部位 一有所指的说道 这鹿皮别给本宫弄坏了 本宫有大用 看着这两头野鹿的皮 陆成突然冒出 制作沙发的想法 后是因为环境保护 动物保护 已经很少有这种 野生动物皮的沙发了 现在有机会 搞纯野生鹿皮的沙发 陆成说什么也得试试 可惜都是公鹿 没有母鹿 不然倒是可以看看 有没有鹿胎 孙思淼看着两头 躺在地上的公野鹿 不由得有些惋惜地说道 鹿胎这种东西 可遇不可求 如果抢求 实在是有伤天河 听到孙思淼提到鹿胎 陆成就想起来 鹿胎是如何获取的了 那是在春季的时候 让母鹿受孕 等母鹿怀胎三到四个月 小鹿在母体里成形阶段 杀死母鹿 直接把母鹿身体里 连同子宫一起取出 然后用酒浸泡 成形 烘烤 风干后获得鹿胎 在陆成看来 这种做法比给黑熊造漏 获取胆质还残忍 鹿成是不赞成 如此获取鹿胎的 因此 在听到孙思淼 那副惋惜的语气后 鹿成忍不住说了一句 鹿献公果然有慈悲之心 听到鹿成的话 孙思淼在一旁 称赞了鹿成一句 慈悲之心 鹿成直接怪异地 看了孙思淼一眼 也许吧 不过道长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鹿成看着孙思淼问道 何话 孙思淼好奇地问道 蛇蝎缠身因还招 道门慈悲益成恶 鹿成突然想起了 少林寺中绝远师父谈宗的一句话 当然原话是蛇蝎缠身因还招 我佛慈悲益成恶 但是鹿成一直对于佛教不太感冒 因此在这里直接把这句话给改动了一下 听到鹿成的话 孙思淼眼睛就是一亮 鹿献公此言甚妙 孙思淼再次称赞了鹿成一句 道长 在下对于道派知道的不多 不知道道长是否有什么忌口的 鹿成看着孙思淼问道 毕竟知道孙思淼是道教中人 而道教有分为正义派和全真派 但是全真派 那是王重阳在距今好几百年后创立的 而历史上又说 孙思淼是清澄派的 清澄属于全真义派 只是不知道 此时的全真派 是不是也跟后世一样 不婚吃素 因此鹿成才有此疑问 平道并无忌口 孙思淼笑着答道 对于鹿成居然关心自己的饮食 孙思淼还是颇为感动的 说得好听 自己是名义有名望 但是真要跟鹿成比起来 他就是个白衣 而鹿成可是实打实的 有爵位在身 对于鹿成能够如此关心孙思淼 在孙思淼看来 鹿成这就是礼贤下士 御尊降贵了 如此甚好 在下还怕 若是老道长吃斋的话 可就没有口福了 这鹿若可是好东西 鹿成笑嘻嘻地看着孙思淼说道 第158章 费劳之正 来吧 孙道长 尝尝在下的手艺如何 鹿成一面用毛巾擦着手 一面从走进了饭厅 鹿成让木匠打到的八仙桌上 已经摆好了几道菜 而跟在鹿成身后的 刘金手里的托盘上 则是摆着今晚的最后一道菜 口膜露肉 没想到四公爷这种身份高贵之人 居然也喜好着刨厨之道 不都说君子远刨厨吗 看来公爷距离君子 还有一段距离啊 孙思淼看到鹿成走了进来 赶忙起身相迎 同时半开玩笑地说道 尽管两人今天是初次见面 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 似乎天然的 就这么融洽似的 君子 鹿成见孙思淼起身迎接自己 赶忙邀请孙思淼一同入座 然后笑着说道 世家倒是不少自诩君子之人 但是干的事嘛 鹿成说到这里 直接撇了撇嘴 显然对于那些人干的事 不屑于谈起 而且 真君子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 在下觉得 就当个俗人挺好 至于君子嘛 谁爱当谁当吧 孔圣先师 孔子他老人家 是君子不 肯定算 周游列国了 张良厉害不 算君子不 最后还不是器官归隐了 姓林君为无忌牛逼不 最后郁郁而终 闻天祥 林则徐 谭四同 哪个不是想当当的君子 结局如何 有一个得好的没有 所以 鹿成对于这些人是佩服的 但是让他当君子 不好意思 不可能 当了君子 很多时候做事就会束手束脚 这是鹿成不能接受的 因此 鹿成自然不会去当什么君子 鹿先公看的还是通透啊 孙思淼捋着胡须笑眯眯的说道 其实频道也只是说说而已 说实话 想要成为君子 那活得就太累了 道法自然 随心随性一些 不挺好吗 当然 前提可不是欺压良善 鹿成笑着端起酒杯 看着孙思淼 老道长 这杯在下敬名 今日能够得遇道长 鹿某三生有幸啊 鹿成这话说的真情实义 毕竟这可是 记录在史书上 刘芳千古的药王孙思淼本尊 可以说是鹿成穿越过来 最想见的人之一 今日见到孙思淼 可以说是鹿成的梦想成真了 鹿成自然是喜出望外 只不过 面前的这位孙神医的性格 似乎跟史书记载的不太一样 今日能够得见鹿献宫 频道算是得偿所愿了 孙思淼见鹿成敬自己酒 赶忙也端起酒杯说道 两人相视一笑 直接一起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孙道长 快尝尝本宫的手艺 一杯酒下肚 鹿成就再次邀请孙思淼 尝尝自己的手艺 而他自己 则是直接拿起筷子 加了一筷子丁香鹿肉 要说这丁香鹿肉 在烹饪的时候还出了意外 其实也不算意外 主要是鹿成跟厨娘要丁香 结果厨娘并不知道丁香是什么 鹿成没办法就跟厨娘 形容了一下丁香的外形 结果厨娘告诉鹿成 这玩意叫鸡舌香 跟着就把鸡舌香拿给了鹿成 鹿成看了半天也不明白 这玩意跟鸡舌有什么关系 公爷好厨艺 孙思淼也不跟鹿成客气 直接也加了一筷子丁香鹿肉 品尝了一方后 冲着鹿成一束大拇指说道 没想到 这鸡舌香居然跟鹿肉也可相容 孙思淼一面吃着丁香鹿肉 一面喃喃道 鸡舌香温顺酱腻 补肾助羊 鹿肉 意气助羊 羊血驱风 这鸡舌香与鹿肉一起烹饪 居然会有冷气腹痛 呕吐反胃的功效 孙思淼不亏是神医药王 仅仅是尝了一口丁香鹿肉 就把丁香鹿肉这道菜的功效给尝了出来 没想到 鹿县公还懂得要善之法 孙思淼看着鹿尘笑着说道 我哪懂得要善之法 听到孙思淼夸赞自己的话 鹿尘不由得脸一红 这道丁香鹿肉 不过是以前鹿尘在要善书上看到过而已 自己试着做过几次而已 只不过是以前跟随师尊的时候 师尊曾经做过几次这道菜而已 鹿尘再次把他那不并不存在的师尊给抬了出来 不过这位鹿尘 有这位不曾谋面的师尊 存在还是有不少好处的 但凡有鹿尘解释不了的事情 就可以往自己这位师尊身上推 而且这招百事百灵 不知鹿献宫的师尊鲜香何处 如何称呼 一听鹿尘提到他的师尊 孙思淼直接追问了一句 我师尊字号九龄山人 已经现有了 鹿尘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做出一副难受唏嘘的表情 哦 原来尊师已然现有 这倒是平道的不是了 提起了公业的伤心事 抱歉 看到鹿尘那一脸难受唏嘘的表情 孙思淼顿时以为自己 提起了鹿尘的伤心事 赶忙同鹿尘道歉 正所谓不知者不怪嘛 道长也是无意之言 何须道歉 其实有时候在下在夜晚 也会想起师尊他老人家 如今在下也算是小有成就 只可惜子御养亲不待啊 鹿尘有些唏嘘的说道 脸上满是自责的神情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相信尊师若是在天有灵的话 看到公爷如今的成就 相信也会被感欣慰的 孙思淼看到鹿尘那自责的神情 宽慰着鹿尘说道 只不过这话孙思淼说完 自己都觉得有些无奈 毕竟在孙思淼的思想里 也跟李家差不多 在听了鹿尘的那首诗以后 都认为鹿尘极有可能是 折仙人灵凡 折仙人的师父是啥 不还是仙人吗 不说这些了 鹿尘摆了摆手 一副释然的样子 鹿尘自家知自家事 这个师尊都是他杜撰出来的 再往下 鹿尘也演不动了 如此点到为止正好 孙道长 在下有一事 想要请教于您 鹿尘看着孙思淼问道 哦 不知公爷有何事向寻 鹿尘若是知道 必然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孙思淼放下筷子 看着鹿尘说道 在下想要知道 太子殿下究竟身患何正 鹿尘看着孙思淼淡淡地说道 此事公爷知道了 孙思淼似乎对于鹿尘知道 李建成患病一事 并不感到惊讶 反而似乎是有些期待 鹿尘找自己问询一般 是 此事乃是太子殿下 亲口对在下所言 鹿尘也没回避 直接回答了孙思淼 并且 太子还对在下言道 孙道长曾言他的性命 只剩下三四年了 鹿尘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 对于太子的病症 孙道长能否直言相告 兴许在世尊留下的医书中 能找到医治之法 也说不定 说完 鹿尘就目光炯炯地看着孙思淼 哎 听到鹿尘的话 孙思淼同样端起酒杯 饮了一口酒 然后叹了口气 平道行医数十载 也算是医病无数 世人皆称平道为性灵圣手 但是太子所患乃肺劳之症 平道的方子也只能暂时压制 所幸太子殿下身体强健 不过算算时日 只怕也压制不了多久了 这方子也是太子殿下 要求再三 平道才留下的 这是在透支太子的身体来压制的 一旦压制不住 只怕太子的大限之妻不原意 说到这里 孙思淼面现悲怆之色 连连摇头叹息 作为一名医生 还是明满天下的神医 竟然要靠透支病人的生命力 来压制病情 可见这件事 对于孙思淼的打击有多大 肺劳 那不就是肺结合吗 听到孙思淼的话 陆尘心中顿时一阵明雾 而陆尘之前就曾经猜测过 李建成所患肺病 很可能就是肺劳 只不过陆尘不敢贸然尝试 毕竟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这玩意可不是陆尘在工房区里做试验 医学上的试验 贸然的人体试验 就是要命的事 若是肺劳的话 师尊倒是遗留了治疗的药剂 而且医书上 也对这种病症有过介绍 陆尘直接说道 是吗 一听陆尘说 手中有九龄山人留下的医书 而且对肺劳治症 居然有介绍和治疗方法 顿时激动的脸都有些战红 看到孙思淼那兴奋的表情 陆尘真怕这位老人家 一激动再过去了 那自己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孙道长 莫要激动 陆尘敢忙安抚孙思淼的情绪 本宫实在不是学艺的那块料 因此师尊的医书 在下也不过是偶尔翻看节目而已 若是孙道长有兴趣 倒是可以研究研究 若是对孙道长有所注意 也不算在下抱天天物了 为了安抚孙思淼的情绪 陆尘敢忙说 愿意把师尊的医书 给孙思淼观看 哪知道 陆尘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这话 孙思淼更加激动了 若如此 频道可就谢谢陆先公的无私了 孙思淼直接起身 冲着陆尘就是一记大礼 直接把陆尘 吓得敢忙起身还礼 孙道长 这可使不得 以您的年纪型如此大礼 这不是要折在下的寿吗 陆尘一面还礼 一面惶恐地说道 不能不惶恐啊 这可是要王爷啊 道罐里的药王殿 可供奉的都是这位老神仙啊 第159章 畅想医学馆 陆尘直接把孙思淼 搀扶到座位上重新做好 孙道长岂可如此折杀在下 陆尘话语中 颇有埋怨孙思淼 给自己行如此大礼 陆先公莫要埋怨频道 实在是 陆先公能够把令师尊的医书赠予频道阅读 说到这里 孙思淼没有说下去 一双善目之中有金银闪烁 也不怪孙思淼如此 这个时代很多医生郎中 那都讲究传承 讲究个门户 什么传子不传女之类的 什么传内部传外 还有些拥有祖传秘方的医家 甚至在给人配药的时候 都会让徒弟什么的少配几味药 而这几味最重要的药 则是由其亲手配置和添加 陆成居然把他师尊留下的医书 如此轻描淡写的 就交给孙思淼了 怎么可能不让孙思淼感动 道长 在下有几句话 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陆成看着孙思淼 用探寻的眼神 看着孙思淼问道 陆先公有话直说无妨 孙思淼看着陆成 很是诚恳地说道 在下一直认为 若是避肘自真的话 只会影响一道发展 不光是一道 从古至今 有多少好东西 都因为这些各什么船子不传女 船内部船外的破规矩 导致其泯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当然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不过从在下做起 还是可以的 陆成把玩着酒杯 看着孙思淼 一脸诚恳地说道 陆先公真是抑郁重点 听了陆成的话 孙思淼直接扶掌称善 因为陆成所说的是 孙思淼这行医的几十年间 可是遇到不少 孙思淼为了撰写一书 可以说是拜访过无数的传承一家 但是肯把秘方拿出来 给孙思淼借鉴观摩的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陆成这一番话 可以说是直接说到了 孙思淼的心坎里 道长 有没有想过开管兽徒 陆成看着孙思淼提议道 平道这几十年间 已经有十几位弟子了 再说 平道年岁也大了 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平道现在的心愿 就是能够把毕生行医积累的经验 给写下来 以方便后世人借鉴 孙思淼摇了摇头 毕竟中医兽徒这种事 可是很耗费心血的 毕竟不光要看天赋 还要看心性 若是心性不佳 如何治病救人 悬壶济世 道长 你有没有想过 单凭您和您的徒弟 这普天之下 又能救治几人 听到孙思淼的话 陆成要是不知道 孙思淼这位活神仙 究竟活了多大岁数 恐怕还真就信了孙思淼的话 毕竟人生七十古来西 孙思淼此时 已经过了古兮之年了 孙思淼这番话 可是说得有理有据的 但是陆成却知道 就从现在算 都在怀疑 自己是否能够活过 这位活神仙 说不定 自己得走他前面去 就一个算一个吧 陆成的话 没有道理吗 太有道理了 但是这就是事实 孙思淼也不知道 该如何反驳陆成 只能叹了口气 清浊了一口杯中酒 脸上的神色 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 若是有办法 能够让道长救治更多人 而且还可以开管兽徒呢 陆成看着孙思淼笑盈盈的说道 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不知县功有何妙计 孙思淼看到陆成 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孙思淼也好奇 对于这种事情 陆成能有什么办法 难道这陆县功 还能凭空变出 无数的医者出来 在下是这么考虑的 若是建造一所医学馆呢 陆成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看着孙思淼说道 医学馆 孙思淼听到陆成的话 略意沉吟 朝中不是已经有太医署了吗 跟着很是诧异的 看着陆成问道 这太医署是为谁服务的 陆成没有回答孙思淼的话 而是在手中转动的这酒杯 看着孙思淼反问道 准确地说 是以什么为主要服务对象呢 其实太医署可以说是 华夏最早出现的医科大学 根据唐六点卷十四太长四条记载 太医署有令二人 从七品下 乘二人从八品下 太医令长医疗之法 乘为之二 其署有四 约医师 真师 按摩师 骤镜师 皆有博士 以教织 其考试 更用如国子剑之法 各学科的教师 以博士和助教为主 此外还有医师 医工等人 医师博士 按照学生专业不同方教织 一约体疗 二约疮肿 三约少小 四约耳目口齿 五约脚法 体疗相当于现在的中医内科 学业七年 疮肿 类似今天的中医外科 少小及儿科 学业均为五年 耳目口齿 及现在的五官科 脚法则只拔冠 二者学业均为二年 真师博士教授 真生以经脉孔学即用针 行针之法 按摩师博士 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 以除人八级 一约疯 二约寒 三约鼠 四约诗 五约鸡 六约宝 七约牢 八约异 咒敬师博士教授咒敬生 以咒敬服出邪魅之为例者 此外还有药源师 相当于今天的药剂师 药源师每年按照节令和气候 及时种植 采收药材 药源师从药源生中选拔 药源生的来源是 取数人十六以上 二十以下冲 药源生毕业时 需要熟悉掌握各种药物的阴阳配舞 相生相克 有毒无毒 以及采药部位 制药方法 储藏环境等技能 太医署根据学生所修专业不同 所学教材分别为 本草 明堂 麦爵 素问 皇帝真金 甲乙麦金 等 太医署对医生的年度考核 主要依据其治愈病人的数量 唐六点就明确规定 凡医师 医症 医工疗人疾病 以其全多少而输之 以为考课 对于医学专科学生的考试方法是 博士阅仪式 太医令 成绩仪式 太长城年终总是 若业数过于见任观者 急听补替 其再学九年无成者 退还本色 也就说 太医署的医学生 学籍最长保留九年 九年之后尚未毕业的 就要做退学处理 而其中的优秀学生 则可以充任助教 博士等教学人员 唐代太医署的服务范围很广 他不单单为皇室服务 经诗文五百官 及普通士兵 工匠 甚至囚犯 奴婢 都是其医疗服务对象 唐代的医疾令 就规定 行军及座役之处 五百人以上 太长给医师一人 诸医求有疾病 主司陈牒 长官亲厌之时 给医药救疗 唐律 又规定 诸丁将在医 及防人在防 若关乎奴婢疾病 主司不为 请给医药救疗者 吃四食 以故致死者 徒一年 可以说 太医署对于医生的管理 是十分严格的 尽管太医署的服务范围很广 但是其主要对象 还是那些达官显贵为主 至于外派的 基本属于寥寥无几 而陆臣要设立的医学管 则是面向大众百姓的 可以说 跟太医署本质上 对于服务对象就不同 这 听到陆臣的反问 孙思淼居然一时有些语节 他为何不愿意当官 以他的医署 最起码也是太医令 孙思淼之所以不愿意入朝为官 一是孙思淼不喜欢勾心斗角 不要以为太医署里 只需要给人看病 有些时候 先给谁看病 后 给谁看病 这个要该怎么用 那个要该如何用 给皇帝怎么看病 给皇子公主 皇后妃子如何看病 这都是有讲究的 孙思淼不喜欢这些 另一个 如果入朝为官以后 像孙思淼这种神异级别的人物 肯定是别想再离开长安城了 这一辈子 都得为皇家服务了 对于致力于玄乎济世 就治世人的孙思淼来说 这肯定是更无法接受的 现在陆成又说 要帮自己开医学馆 甚至还把太医署拿出来讨论 孙思淼一时 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陆成了 道长 在下也只是想要帮助您实现愿望而已 陆成看着孙思淼笑道 此时孙思淼明显是犹豫不决的状态 陆成决定再下一剂猛药 在下设立的医学馆会一视同仁 甚至对于贫困的百姓 也可以施衣赠药 也都是可以的 陆成看着孙思淼言之凿凿的说道 陆县公此话当真 听到陆成甚至可以对贫困百姓施衣赠药 立即目光灼灼的看着陆成 尽管孙思淼在云游玄乎祭世之时 也有过施衣赠药的行为 但是毕竟他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 而且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去做这种事情 而陆成显然是绝对可以办到这种事的 在下从不打狂远 既然答应了孙道长 自然是会做到的 陆成看着孙思淼很是认真的说道 不过如果随便施衣赠药 在下怕会助长懒惰之风 到时候会让他们用工作来抵偿一字 当然具体的相关细则在下会详细制定 若是真能如县公所言的话 这医学馆倒也不是不可以建立 孙思淼听了陆成的解释 点了点头 第160章 流鼻血 其实这也是在下的一个畅想 毕竟这件事的话 还是要禀明陛下才行 见孙思淼有了答应下来的意愿 陆成继续说道 毕竟建立医学馆不是一件小事情 陆成是打算先建医学馆 后整医学院 然后配套的必然还得建立附属医院 医学实验室等等 医学研究那就是无底洞 永远不会有停止的一天 这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 现在陆成只能是把这个想法 说给孙思淼听 有了孙思淼作证 这条路就是开了个好头 直接成功了一半 而孙思淼如果再把他的弟子都带过来 那么医学馆的师资力量也就有了 至于剩下的就是投入资金了 这件事自然是要国家支持才行 这件事 陆成自然是要跟李渊去商讨这件事了 此时无论陆成还是孙思淼 都已经是酒足饭饱的状态了 毕竟今天吃的都是以陆肉为主的菜肴 即使陆肉味道不错 但是两人也不敢多吃 一位是血气方刚的未婚年轻男人 一位可是已过古兮之年的老人 这俩人可都不敢过于进补陆肉 此时两人已经撤下残袭 两人在刘京的伺候下 正在对坐饮茶 公演 孙道长 就在这时 苏定芳的声音在饭厅外响了起来 声音中多少带着焦急慌张之色 定芳 何是如此慌张 看着站在饭厅门口 一脸焦急慌张之色的苏定芳 陆成不禁差异起来 苏定芳向来处世沉稳 难得见到此时的神色 而能让苏定芳露出这种表情 肯定是遇到棘手事情了 彭尊不知为何 吃过饭以后就一直在流鼻血 只都止不住 苏定芳站在饭厅门口 冲着陆成与孙思淼拱手失礼说道 估计是陆肉吃多了 上火了 孙思淼笑着说道 带平道给他配一副 龙胆蟹肝汤服下就可以了 你们这些人本就肝火旺盛 还吃那么多鹿肉 不流鼻血就怪了 刘金取过笔墨指宴 孙思淼提笔把龙胆蟹肝汤的方子 写了出来 赶紧抓药去吧 孙思淼让苏定芳过来 把方子拿走 叮嘱其召芳抓药 用水煎服就行 可是这个时辰 还能有药不开门吗 苏定芳转头看了一眼 外面黑漆漆的天色 忍不住有些为难地说道 城里药铺不开门 就去上药局 评到修书一封 评到在上药局和太医署 还是有些面子的 孙思淼也知道 这个月进中天的时辰 城内恐怕那些药铺医馆 都已经关门上板了 孙思淼说是修书一封 实际上 就是写了个类似纸条一般的东西 只不过在写完以后 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然后就把这张纸条 给了苏定芳 道长 咱们去看看彭尊 对于彭尊吃鹿肉 吃到流鼻血这件事 陆尘还是很有兴趣 看看热闹的 毕竟现在又没有 什么娱乐项目 难道有热闹看 陆尘怎么会放过 而且 当时陆尘就叮嘱过这帮人 鹿肉不能多吃 没想到还是有人不听劝 吃多了 而且还是彭尊这货 陆尘高低地去看看 等到陆尘与孙思淼二人 来到厢房 就看到此时 彭尊正用手捂着鼻子 而鲜红的血液 正顺着彭尊的手指缝 不断地流淌出来 抬头 仰脖子 看到彭尊这副样子 陆尘直接出言说道 一听是自家公爷的声音 彭尊听话地抬头仰脖 而顿时鼻孔里流淌而出的鲜血 有了减缓的趋势 去打盆冷水来 陆尘吩咐了一旁的杜君绰一声 杜君绰赶忙跑出去 很快就打了一盆冷水回来 用冷水拍他的额头 陆尘继续吩咐道 杜君绰也不怠慢 用双手捧起冷水 就往彭尊的额头拍了上去 别说 还真有效果 随着杜君绰不断用冷水 拍击彭尊的额头 彭尊的鼻血流淌得更加缓慢起来 真是的 你们一天天的就给我惹事 见彭尊的鼻血已经减缓了不少 陆尘这才瞪了彭尊一眼 训斥道 都告诉你们 鹿肉不能多吃 还吃那么多 陆尘晚上可是做了不少鹿肉 陆尘从来没有亏待自己人的习惯 陆尘跟孙思淼吃的什么 就给这些人也做了什么 陆尘和孙思淼都没敢吃多少鹿肉 而在这帮人吃饭以前 陆尘也告诉他们 这鹿肉尝尝鲜就行 别多吃 陆尘看了一眼 乡房桌子上的盘子 连菜叶都没剩下 可以说是吃了个盘干晚净 当然 这一桌的人数也不少 几个被威威的统领和刘金父子 以及杜氏祖孙三代 都在乡房就餐 但是就算是这么多人吃 也不应该把这一桌子鹿肉 都吃干净才对 毕竟陆尘给他们盛菜的盘子 都是用的大盘子 按照陆尘的估算 最少应该剩三分之一左右才对 结果现在 却是盘干晚净 再看到鹏尊的形象 估计剩下的这些鹿肉 都进了鹏尊的肚子里 你以为本宫当时 是怕你们浪费吗 陆尘在看完桌子上的现场以后 转过头又瞪了鹏尊一眼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了 看着鹏尊现在的惨样 陆尘也没有心思再训斥鹏尊了 毕竟鹏尊脸上 也露出的害羞的表情 只不过不能低头 因此那表情要多精彩 有多精彩 看着鹏尊那表情 不禁让陆尘想起一个词 那就是猛难娇羞 陆尘一想到这个词 忍不住浑身勇气 一阵阵恶寒 在苏定方和孟继回来以前 你就保持这个姿势吧 陆尘不敢多看一眼鹏尊的表情 留下一句话 就转头不看鹏尊 实在是鹏尊现在的表情 让陆尘实在是有些辣眼睛 至于其他人 则都是憋着笑看着鹏尊 而鹏尊 因为要抬头养伯 只能无奈地成为被参观物 孙思淼这时走了过去 直接伸手给抓住了鹏尊的手腕 跟着三只手指 搭在了鹏尊的脉门上 给鹏尊耗了耗脉 这位将军并没有性命之忧 只不过这火气 有些过于旺盛了 给鹏尊耗过脉以后 孙思淼捋着胡子 眯着眼看着鹏尊那有些变态 飞红的脸说道 只怕单单的龙胆谢干汤还不够 恐怕需要将军再谢谢火了 孙思淼看着鹏尊说道 谢火 鹏尊看着孙思淼 道长的意思是 这家伙还得去城里喝顿花酒不成 鹏尊想了想 看着孙思淼问道 恐怕必须如此了 如果鹏将军不把火泄出来 恐怕将来后患无穷 甚至可能 孙思淼说到这里看了鹏尊一眼 又看了看乡房那众人一眼 你们先出去 道长有话直说便是 这里都不是外人 鹏尊见孙思淼 这位神医居然只说半截话 显然是这关系到鹏尊的隐私 鹏尊直接一摆手 让其他人都离开乡房 房间里就剩下鹏尊和孙思淼 以及鹏尊三人 龙胆泄干汤 只能稳住鹏将军身上的火气 而且 此要属于边泄边补的方子 鹏将军现在火气过于旺盛 属于邪火上扬之势 若是不能及时将这邪火泄出去 单单是使用龙胆泄干汤的话 将来鹏将军 只怕有不举之忧 孙思淼看着用冷水 给自己拍额头的鹏尊 轻声在鹏尊耳边说道 他可还没有成家呢 这要是不举了 万一传出去 自己这个戎马医生的将军 居然不举 那还活不活了 不如自己切了进宫算了 宫义 您可得救救我呀 听到那不至于晴天霹雳的二字 鹏尊直接哭丧着脸 冲着鹏尊哀求道 这可是关系到男人的尊严啊 本宫知道了 鹏尊无奈地看了鹏尊一眼 这件事只有你知 我知 还有孙神医知道 你明白吗 鹏尊再次瞪了鹏尊一眼 明白 属下明白 鹏尊一听鹏尊的话 就知道鹏尊答应了孙思苗的治疗方案 鹏尊说话间就准备点头 别点头 继续拍冷甩 你这一点头 容易甩我一身血 鹏尊直接出言 克制了鹏尊想要点头的动作 好家伙 这家伙现在鼻子底下还躺着血呢 那血跟从鹏尊鼻子里 爬出两条血红色的蚯蚓一般 而鹏尊脸颊上 还是病态的飞红色 一看到鹏尊的脸 鹏尊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再一想到鹏肉吃多了 血火上升 居然会布局 鹏尊就忍不住背后一阵恶寒 以后可不准贪吃了 既然治疗方案也有了 鹏尊可不想继续看着 鼻子下面挂着两条血红蚓蚓的鹏尊 而且他还有事 没有跟孙思苗说完呢 道长 咱们回去吧 等苏定方他们回来 给他熬了要服下 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 鹏尊与孙思苗离开了厢房 回到前厅 至于鹏尊自然是交给杜军绰 他们继续照顾 道长 最近不如就留在在下府上如何 鹏尊直接冲着孙思苗 发出了邀请 第161章 医书 其实孙思苗的本意 是过来见识一下 鹏尊到底究竟是否如传闻之中 那么神奇 另一个就是想要从鹏尊口中 探探口风 但是孙思苗不曾想到的是 这次来到鹏家庄 见鹏尊居然还有了意外之喜 现在孙思苗面前的 这位长安县公 居然要把他师尊留下的医书 给自己观看 这是让孙思苗没有想到的 同时 孙思苗也更加佩服起鹏尊来 就是这么短短一段时间的接触 孙思苗就发现 鹏尊很另类 做事总是这么特立独行 出人意料 同时总是会拿出一些 让人觉得很神奇的东西出来 因此 对于鹏尊的邀请 孙思苗很爽快的 就答应了下来 苏长 给孙道长准备一处跨院 其他就不需要 我吩咐了吧 鹏尊直接冲着 站在远处的苏长一招手 苏长赶忙来到鹏尘与孙思苗面前 冲着二人一失礼 其实当孙思苗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要说最惊讶的人 就应该说是苏长了 当初孙思苗入宫的时候 苏长见过孙思苗 虽然那时候苏长年纪 要比现在小得多 但是孙思苗这些年的面相 却没有多大的变化 除了皱纹稍微多了一些以外 苏长还是能够一样认出孙思苗来 你是狼牙公主身边的小女官吧 看到苏长 孙思苗仔细打量了一下苏长 然后捋着胡子 笑眯眯地说道 孙神医还记得婢子呢 听到孙思苗同自己说话 苏长又是欣喜又是 惊讶地看着孙思苗 不要以为她在狼牙公主身边是女官 身份很高 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与那些人身份相比 她基本上跟一个小透明差不多 这么多年过去了 孙思苗居然还记得她 怎么会不让苏长震惊 道长认识苏长 见孙思苗居然认识苏长 陆臣也有些意外 早几年 平道曾经进宫面胜 与这个小丫头有一面之缘 不曾想 这丫头居然会出现在宪宫府上 孙思苗捋着胡子 一副了然的表情看着陆臣 至于为何进宫 孙思苗则是没有提 不过陆臣自然是能想到 孙思苗是因为何事进宫 也就没有追问 只不过被孙思苗那我已了然的眼神 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狼牙公主倒是有福之人 看到陆臣居然也会不好意思 孙思苗直接捋着胡子 哈哈大笑起来 苏长 还不赶紧带孙道长去歇歇 陆臣直接催促苏长 赶紧带着孙思苗 去给孙思苗安排住处 陆臣生怕这位老神仙 嘴里再说出什么话来 谁说到家高人 都是清静无为的 显然这位老神仙 还是有一颗八卦之心的 是 老神仙 请随婢子来 苏长冲着孙思苗一失礼 就准备带着孙思苗 前去给他准备好的跨院 但是此时 孙思苗似乎却没有挪步的意思 而是目光炯炯地看着陆臣 目光中似乎有所求 而且还有些急切 看着孙思苗的目光 陆臣就知道 孙思苗眼神中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刚才敢调侃我 我也让你着急着急 对于刚才孙思苗调侃了自己 陆臣也准备恶作剧一下这位要王 孙道长 来日方长 何必急于一时呢 如今天色已是不早 孙道长还是早些歇息为好 早睡早起身体才好吗 陆臣冲着孙思苗 黑黑坏笑了一声 听着陆臣的话 孙思苗只能无奈地指了指陆臣 苦笑着摇了摇头 跟着苏长前往给他准备的跨院下榻去了 刘京 盯着点彭尊 别让他出事了 见孙思苗跟着苏长歇息去了 陆臣直接吩咐了刘京一句 也往自己的卧房走去 虽然这时候的酒普遍度数不高 但是那也是酒不适 因此 倒是也有些著名的效果 陆臣回到卧房 躺在床榻之上 一觉直接睡到次日清晨 刘京 昨晚彭尊如何了 接过刘京递过来的手筋 擦着脸问道 昨天 吃了孙道长给开的龙胆蟹干汤以后 已经止住了 只是他总说 感觉浑身燥热难耐 刘京将陆臣擦拭完的 手筋接过来 放到一边回答道 你去告诉彭尊 本宫给他两天假 让他跟进去泄火去 陆臣自然知道 彭尊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 毕竟他的这种状况 已经被孙思苗预料到了 陆臣直接冲着刘京吩咐道 是 小人这就去通知彭尊 刘京转身去通知刘京去了 洗漱完毕 陆臣神清气爽的 往孙思苗所在的跨院走去 虽然陆臣昨天小小 报复了一下孙思苗这位老神仙 但是陆臣还是准备 把医术拿给孙思苗看 当然 陆臣拿的是他自己抄写的 一些入门级别的西医书上的介绍 不然陆臣直接拿出成书出来 先不说孙思苗看不看得懂 就是那上面的简体字 估计孙思苗都不认识 当陆臣来到孙思苗所住的跨院的时候 穿过月亮门 就看到孙思苗正在院子里 打着一套拳法 这套拳法里 陆臣看到了一些话陀武情戏的招式 但是更多的招式 他却看不懂了 公爷 起得这么早啊 看到陆臣到来 孙思苗又打了几招之后 收拾站住 看着陆臣同陆臣打招呼笑道 没想到孙道长起得更早 陆臣笑眯眯地回了孙思苗一句 昨天答应孙道长的东西 在下可带来了 陆臣说着 从袖笼里掏出一叠纸 递给了孙思苗 这是 孙思苗接过陆臣递给自己的折叠纸 看着上面的字迹 疑惑地看着陆臣 本来他以为陆臣会拿一本书出来 让他没想到的是 陆臣居然给了他一叠纸 而且看着上面的墨迹 显然这叠纸落寞的时间并不长 毕竟纸张都是新的 哦 这是在下抄写的一部分 实在是师尊的医书残破了不少 在下就照着腾抄了一些 孙道长放心 在下一定尽快将全数腾抄完毕 陆臣看着一脸疑惑的孙思苗解释道 不过陆臣可不打算全部腾抄 那基地里各种各样的医书堆满了屋子 让他腾抄 他得抄到死 他之所以把前面腾抄下来给孙思苗 就是为了勾起孙思苗的兴趣 提供不一样的治病思路 毕竟在人体构造方面 西方的解剖学还是很厉害的 陆臣是希望孙思苗能够结合中医 研究出不一样的道路出来 至于后面就让他们慢慢研究吧 哦 原来如此 如此珍贵的医书 可不能损坏了 听到陆臣村的解释 孙思苗赞同地点了点头 跟着就低头开始看起陆臣写的医书 越看孙思苗眼睛越亮 并且嘴里喃喃重复道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陆县公 难道这世上 真的有咱们肉眼看不到的虫子吗 就是那个戏 说到这里 孙思苗又低头看了一眼陆臣腾抄的医书 细菌 在确认了一遍以后 孙思苗用难以置信的表情 看着陆臣问道 这个在下倒是听师尊提过 说是细菌这种东西 一直存在于空气中 就是咱们呼吸之时 都会有无数的细菌进入咱们的身体 陆臣肯定地点了点头 难道令师尊就没有提到 如何消灭这种细 细菌吗 作为一个医者 首先想到的就是 如何除掉这些被称作细菌的东西 因为陆臣腾抄的医书上写着呢 这些细菌是能够让人得疾病的 所以要饭前便后要洗手 喝水一定要喝热水之类的 但是如何杀灭这些细菌 陆臣腾抄的医书上却没有写 这个在下也问过 师尊他老人家说 不要以为这些细菌都是坏的 也有好的 也有咱们本身身上就有的 至于方法 师尊说 这些细菌种类也是繁多 就如同对待疾病一般 一种病就要有一种治法 有些疾病的药剂师尊有留下 有些则是没有 这就需要孙道长来探索了 而这 也是在下建立医学馆的初衷 陆臣看着孙思淼 神色坚定地说道 令尊师真是大才 只可惜不能谋面 与其详谈一番 单单是这几页医书 已经让频道大开眼界 可以说 令师尊是在医道上另辟蹊径 开创了另一条道路出来 可惜 可惜 孙思淼眼中有些神往地说道 不过一想到陆臣的师尊已经坐骨 忍不住连说了两句 可惜来表达自己无法得见的遗憾 所幸师尊他老人家留下了医书 也算是能让孙道长与在下师尊能够神交一番了 还望孙道长能够将在下师尊的医道 与孙道长通神的道术能够结合在一起 造福更多的百姓 陆臣直接冲着孙思淼一躬到地 脸上都是郑重其事的恳求表情 此时频道硬撑下来了 定然不会让公爷的心血白费 苏定方也郑重其事的答应了下来 既如此 在下还有事要办 就不打扰道长前行研究医道了 陆臣冲着孙思淼一躬手 转身离开了孙思淼所在的跨院 第162章 碎发枪 出了孙思淼的跨院 陆臣就带着刘金和冯淮来到了钢铁车间 此时苏定方和杜军绰已经等在了这里 在苏定方和杜军绰面前 放着几个纸包 周围有被围围的士兵把守的密不透风 公爷 见到陆臣带着刘金到来 一众将士齐齐冲着陆臣行礼 公爷 按照您的吩咐 东西配置出来了 苏定方最近一直驻守在钢铁车间 因为这里在按照陆臣给的配比方式 在试着制造黑火药 有了黑火药 陆臣的热兵器计划就可以实行了 公爷 听到外面有人喊陆臣 钢铁车间里的刘老三 带着几个可靠的助手也走了出来 直接给陆臣行礼 这几天 刘老三物色了几个靠的助人 加入了钢铁车间 而这几个人陆臣也都见过 其中有两个人 就是负责陆臣给的黑火药配方的试验 两人是兄弟俩 哥哥叫童孝 弟弟叫童月 有几成把握 陆臣看着童孝和童月兄弟俩问道 回大人 我兄弟二人试过几次 说到把握的话 应该会有八成 童孝冲着陆臣失礼说道 若是成功 本宫重重有赏 试试看 陆臣指了指地上的纸包说道 是 童孝冲着陆臣一拱手 迈不向一个纸包走去 其他的纸包则是被童月收了起来 之所以放好几个 是若是有一个不成功 还有备用的 所有人都向四周散开 冯淮直接站在陆臣身前 手里一面钢铁大盾 直接举了起来 童孝蹲在地上 直接打开纸包 其实整个纸包并不大 也就是巴掌大小 当纸包打开以后 就看到了里面细面状的黑火药 童孝用火石点燃了黑火药的包装纸 跟着直接起身后撤了几步 伴随着包装纸的燃烧 点燃了里面的黑火药 死 死 伴随着烟雾 黑火药燃烧的特有味道 直接扩散了开来 看到黑火药爆发出的火苗 陆臣眼中都是激动的神情 此时陆臣的心情比拥有基地还高兴 因为这是他制造出来的 在这个大唐制造出来的 如果是在后世 他去超市逛一圈都能造出炸弹了 但是在这里制造出黑火药 那意义是不同的 伴随着黑火药的诞生 也就是说 碎发枪和火炮就可以使用了 那距离协力可汗 再歌再舞的日子就不远了 那些世家再敢逼辞 陆臣就可以一面挖根 一面哄他娘的 干得漂亮 陆臣直接称赞了童孝和童月一句 当然 你们也都辛苦了 童童有赏 每人两吊钱 直接一挥手说道 苏定芳 杜军绰 你们跟我来 陆臣直接冲着苏定芳和杜军绰一招手 老刘 那些东西都造好了吗 既然黑火药出来了 那么碎发枪就该测试了 回大人 按照图纸 都造出来了 刘老三听到陆臣问自己 赶忙拱手说道 很好 走 本宫给你们看的新鲜玩意 陆臣直接一挥手 带着一众工匠 还有刘金 冯淮和苏定芳 以及杜军绰 直接走进了钢铁车间 众人知道 只要自家这位公爷一说有新鲜玩意 那肯定就是又有了新发明了 众人也都是一脸期待的 跟着陆臣走进了钢铁车间 进到钢铁车间 刘老三就去到一边的一个上锁的箱子面前 从怀中掏出钥匙打开童锁 从里面拿出一个长条木匣 把木匣小心翼翼地捧到了工作台上 大人 东西都在这里面了 刘老三说着 打开了木匣 陆臣就看到 碎发枪的零件都躺在木匣内 看到这些零件 苏定芳等人都看不明白 这些零件是要干嘛用的 都好奇地看着自家公爷 因为陆臣已经开始从木匣里往外掏零件了 掏一个零件 就往另一个零件上安装 很快 这些零件就被组装在了一起 到这时 这些人才看明白 这些零件是干嘛用的 就是为了组装成陆臣手里这个 带着场管的东西 大人 这是何物 为何属下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看着陆臣手里的碎发枪 苏定芳表情有些怪异的在思索着 总觉得陆臣手里的碎发枪 有种曾经见到过的感觉 只是一时想不起 在哪见过这种东西 因此直接冲着陆臣问道 熟悉吗 陆臣端着碎发枪 向着前方瞄准着 听到苏定芳的疑问 转头笑着问苏定芳 确实有熟悉感 但是一时间 属下居然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到过类似的东西 苏定芳肯定的点了点头 苏定芳的记忆力是相当的好 不然如何统领千军 成为一人灭三国的军神 是否与此物相似 陆臣笑着放下碎发枪 然后从腰间直接拔出手枪 冲着苏定芳比划了一下 当看到陆臣手里的手枪的时候 苏定芳终于知道 熟悉感是从何而来的了 就是陆臣手里的手枪 正是此物 莫非 苏定芳看了看陆臣手里的手枪 又看了看细长的碎发枪 顿时明误了 自己对于这东西的熟悉感 是从何而来的了 尽管如此 苏定芳还是没有把话说死 而是带着猜测的语气问道 这个是放大版的枪 叫做碎发枪 陆臣则是直接肯定的点了点头 当然这只是初级的东西 毕竟材料和工具都不足 不足以造出本宫手里的手枪 不过现阶段训练的话 这玩意也算够用了 陆臣随口说道 这东西如何使用 难道用这玩意轮人 除了苏定芳 其他人都没有见过陆臣的手枪 是如何使用的 而问这话的 则是站在陆臣身边的冯淮 冯淮一点疑惑的表情说道 要说这个表情出现在他那张俊脸上 要多违和有多违和 要是用来轮人 那本宫非那么大尽造这东西干嘛 陆臣直接给了冯淮一个白眼 那本宫直接锻造长毛大刀好不好 这孩子是小人看着长大的 可惜了 这孩子哪都好 就是脑子不灵光 从一个小憨子 长成了一个大憨子 童孝看着冯淮 忍不住有些惋惜的摇了摇头 就连他这个只负责黑火药的工匠都知道 这黑火药绝对是配合着碎发枪用的 不然自家公爷 也不会如此急切的要求 制造出黑火药了 走 出去试试 陆臣拎着碎发枪 率先出了钢铁车间 其他人赶忙跟在陆臣身后 也走出了钢铁车间 出了钢铁车间 陆臣就寻找目标 看来有了碎发枪以后 要在后山凭整一个靶场出来了 陆臣暗自思索了一下 刘金把这个铁板放到那面去 一百步距离吧 陆臣指了指后山方向 让刘金拿着一块一人高的八分厚的铁板 去到一百步远的距离 刘金一眼直接跑步 把铁板树立在了一百步的距离 然后站在了铁板旁边 你回来 陆臣看刘金站在铁板旁边 直接冲着刘金喊道 刘金一眼往旁边走了几步 陆臣继续挥手 刘金又走了几步 这枪也不知道准心怎么样 要是伤到他可怎么办 见到刘金站在了安全位置 陆臣这才放下心来 拿起黑火药 装填了碎发枪 跟着装入铁砂 然后抬起碎发枪 瞄准了铁板 陆臣瞄得差不多了 这才扣动扳机 伴随着平的一声 一股子火药燃烧的味道弥漫了出来 至于一百步以外的铁板 是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陆臣拎着碎发枪 就往铁板处走去 到的铁板处 看到铁板上有铁砂 已经镶嵌进了钢板里 这当看到铁砂 镶嵌进了钢板里以后 苏定芳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这可是铁板啊 人身上的铠甲 再后也不可能 披着八分厚的铁板当盔甲吧 这都能镶嵌得这么深 那他们身上的铠甲 怎么可能能挡住这种东西 再想到那些连盔甲都不足的突厥人 若是遇到了这种东西 不得被打得屁滚尿流吗 我A里还不错 陆成满意的点了点头 直接把碎发枪扔给了刘老三 刘老三慌忙接住碎发枪 不过刘老三心中此时除了震撼 就是骄傲 毕竟这东西可是他制造出来的 照这个标准 先造一百把 陆成直接冲着刘老三吩咐道 是 刘老三直接硬了下来 可是 大人 咱们就这么几个人 只怕有难度啊 虽然刘老三接下了命令 但是还是面露难色 说出了自己为难的地方 工匠不用你操心 工匠的是本工来办 另外 不可让一人知道这碎发枪的制造工艺 可以让工匠只负责其中一种零件 你懂吗 陆成看着刘老三叮嘱道 小人明白 刘老三点了点头 为了防止偷师学艺 这种分工模式以前也存在 所以陆成的叮嘱 刘老三并不觉得有什么突兀的地方 甚至还很赞同这种方式 毕竟这碎发枪太可怕了 第163章 这把枪可不给你们 好了 这只碎发枪本工就带走了 你们继续干活吧 陆成再次从刘老三手里 把碎发枪拿了过来 这成品放在这里 倒不是陆成不放心 主要是 这毕竟是大唐的第一把碎发枪 也是陆成造出来的第一把碎发枪 枪托上的编号都是001 这把枪可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同时 目前这把碎发枪 也可以用来作为教学道具使用 这件事在当初陆成决定制造碎发枪的时候 就已经被陆成酝酿在心里了 你们干嘛呢 陆成拎着碎发枪 就准备往前走 结果陆成直接被自己周围 那几个人的眼神给吓了一跳 尤其是苏定方这几个负责带兵的家伙 一向做事沉稳的苏定方 此时的眼神都直勾勾的 盯在陆成手里的碎发枪上 那眼神就给老SP看到丝袜美女差不多 看着这帮人那充满渴望的眼神 陆成就明白了 这是都看上自己手里的这把碎发枪了 看上了 陆成颠了颠手里的碎发枪 嘴角含笑的看着苏定方等人问道 嗯 听到陆成的问话 苏定方等人齐齐的点头 那头点的跟小鸡吃米一般 这把枪可不给你吗 陆成直接把碎发枪往身后一杯 一脸坏笑的看着这几位都快流口水的家伙 这把一号枪本宫要收藏起来 不过在新的碎发枪没有造出来以前 倒是可以让你们尝尝先 其实倒不是陆成小气 只不过目前为止 只有这一把碎发枪给谁不给谁 给了苏定方 其他人虽然嘴上不会说什么 但是心中会不会有微词 这谁都不敢保证 毕竟人都是有攀比心的 古语说的好 不换寡 而换步军 领兵作战依旧是如此 最怕的就是后此薄彼 这最容易动摇军心 何况这把碎发枪 陆成也确实想要自己收藏 因此直接就把自己的决定说了出来 尽管几人没有得到碎发枪 但是陆成说能让他们先尝尝先 这也够苏定方等人高兴的了 你们也别高兴太早 看着几人有些兴奋的表情 陆成直接继续说道 本宫让你们尝尝先 可不是随便玩的 到时候 你们是要训练士兵使用的 懂吗 陆成表情严肃地看着几人 是 谨遵大人命 看到陆成那严肃的表情 几人齐齐抱全领命 而因为能够使用碎发枪的兴奋之情 也直接消散了一半 陆成随手直接把碎发枪扔给了苏定方 一向沉稳的苏定方 见到陆成这么随手 把碎发枪抛给了自己 急忙接住 接碎发枪的时候 苏定方居然还有些手忙脚乱 接住碎发枪以后 苏定方直接开始妈撒了起来 一旁的杜君绰 很是眼馋的 想要伸手去摸一下碎发枪 直接被苏定方罩着手拍了一下 杜君绰直接忧愿地看着苏定方 看着杜君绰那有些忧愿的眼神 苏定方才不情不愿地 让杜君绰摸了摸碎发枪 看着苏定方 那好像护实一般的表现 陆成无奈地摇了摇头 陆成带着几人 又去了琉璃方 这几天 琉璃方一直都在加工陆成要的玻璃大棚 要使用到的玻璃 随着数量的增加 琉璃方的工匠们的效率是越来越高 技术也是越来越熟练 陆成满意地 又给了一众工匠一些奖赏 这才带着众人返回自己的府邸 结果 陆成距离府邸 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就发现了府邸的异常 因为在自己府邸的周围 多了许多护卫 而这些护卫陆成认识 乃是太子李建成的东宫率位 莫非李建成来了 看到这些东宫率位 陆成就在心中暗自琢磨了一番 昨天苏长给孙思庙安排好住所以后 来跟陆成汇报的时候 陆成交代给苏长了一件事 就是让苏长通过狼牙公主通知李建成 让太子李建成 最近有时间来自己这里一趟 至于为何邀请太子前来 陆成没有告诉苏长 而苏长也明白 陆成不想说 自己就不能多嘴 这是作为下人的根本原则 今天早上 苏长就进宫 去到狼牙公主李严峻的狼牙公 求见了李严峻 同时把陆成的话带给了李严峻 李严峻一听说 是陆成托自己办的事 那办事效率嗖嗖的 苏长这面刚离开皇宫 那面李严峻已经找到了李建成 把陆成的话带给了李建成 李建成一听说 是陆成邀请自己过去 里面就通知了自己的亲卫 轻装简从的出发 直奔陆家庄而来 至于怀疑陆成邀请李建成来的目的 李建成才不会有那种想法 而且李建成觉得 若不是因为事情紧急 估计陆成也不会派苏长来宫内 找自己的妹子来通知自己 虽然说这是在宫里 但是人多眼杂 必然有人会看到这件事 到时候必然会有风言风语传出 陆成都不顾及这些 直接通知自己前往陆家庄 可见事情有多急 当李建成来到陆家庄里的陆宅的时候 陆成已经去了攻防区 测试碎发枪去了 而李建成当走到前厅就愣住了 因为他看到一位老道长 坐在前厅一面品茶 一面看着手里的一笛纸张 这位老道长李建成自然是认识的 这不就是自己秘密派人 前往中南山附近搜寻的神医孙寺庙吗 而李建成也终于明白 为何自己派的那些人 这么长时间都搜寻无果了 感情这位神医跑到陆成这里来了 平道见过太子殿下 听到脚步声 孙思淼自然而然地放下手里 陆成为他腾抄的医书 寻生望去 正好看到李建成走进前院 孙思淼赶忙起身迎接 同时冲李建成打了个起手 老神医不必如此 快快入座 一见孙思淼给自己行礼 李建成赶忙紧走几步 双手向掺 与孙思淼二人直接进到前厅 李建成也不是第一次来陆成这里了 而且 未来这位陆宪侯 可是要成为自己妹夫的人 自己作为大舅哥 在妹夫家里稍微随意一点 应该很正常吧 李建成直接一撩一惊 坐到了左手卫上 古可是派人去中南山 找了老神医好久了 没曾想 您居然会在这里 李建成一脸无奈的笑容 看着孙思淼 直接开始诉苦 听到前段时间 确实是居住在中南山 但是此事所知之人应该不多 太子殿下如何得知 听到李建成 说派人去中南山寻找自己 孙思淼有些诧异地看着李建成 毕竟他前段时间 隐居中南山的事情 就连他的那些徒弟都没有告知 他就是想清静地严修丹道 若不是因为陆成的事 传到了孙思淼耳朵里 孙思淼此时 恐怕还在中南山严修丹道呢 自然是路线后告诉孤达 李建成毫不客气地 直接把陆成给出卖了 虽然李建成说得轻描淡写 不过听在孙思淼耳朵里 却是另一回事了 毕竟他隐居中南山的事情 基本没有外泄 陆成居然知道他就在中南山 顿时陆成的形象 在孙思淼的心中 更加高深莫测起来 原来是陆县公所言 孙思淼捋着胡子点了点头 就在两人闲谈的时候 苏长端着茶杯走了进来 给李建成奉茶 苏长 为何不见陆县公 等到苏长将茶杯 放到茶几上起身的时候 李建成看着苏长问道 回太子殿下 县公大人一大早就去工坊区那面了 苏长听到李建成问自己 赶忙行李回道 哦 李建成点了点头 需要婢子派人去通知县公大人吗 苏长看着李建成询问道 毕竟李建成来得很突然 直到进到前厅 在后院大棚采摘绿树的苏长 才得到通报 这才急急忙忙地来到前面伺候李建成 不便 陆县公去工坊区应该是有事在忙 孤在这里等他回来便是 李建成摆了摆手 阻止了苏长想要派人去通知入城 听到李建成的话 苏长心中充满了惊讶 但是表面上依旧神色如常的应了声 是 就退出了大厅 竟然让堂堂的大堂太子殿下 坐在前厅等自家公爷 而且还是太子自己要求的 可见自家公爷在太子殿下心中的分量 退出前厅的苏长在心中暗自琢磨着 当然这话 他是不敢往外说的 苏长退出前厅以后 李建成端起茶杯瞎了口茶 这才与孙思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其实李建成心中是想要跟孙思苗询问自己的病情的 但是这可是前厅 毕竟隔墙有耳 太子有重疾在身的事情 可不能够传出去 因此两人聊天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就在两人随意聊天的时候 就听到了陆成的声音 因为陆成在询问苏长 为何李建成来了 竟然没有派人前去通知自己 陆建公 此时不怪苏长 是顾不让通知你的 听到陆成的声音 李建成走出了前厅 笑容满面地冲着陆成说道 太子殿下驾到 在下有失远迎 还望太子殿下恕罪 见李建成走了出来 陆成赶忙冲着李建成失利说道 第164章 利福平 陆建公不必多脸 李建成直接回道 毕竟这院子里还占着东宫率位呢 该有的样子还是要有的 而陆成给李建成失利请罪 自然也是为此 不然以陆成与李建成的关系 自然不会如此 谢过太子殿下 陆成冲着李建成谢了恩 这才只起身子走进了前厅 可 不知太子殿下 今日来此所为何事 陆成轻咳了一声 冲着李建成使了个眼色 先是撇了前厅门外一眼 跟着又瞟了一眼 老神在在坐在一旁的孙思廟 李建成心思多敏捷 自然一下子就听出了陆成话里的意思 同时也明白了 陆成给自己识眼色的意图 孤在宫中听闻孙生一来到了陆县后府上 与陆县侯探讨医术 最近孤感觉身体疲乏 这不就过来 想要请孙生一给孤瞧一瞧身子吗 同时 也想见一见陆县宫 想要看看 陆县宫是否又有了新的发明 李建成一面饮茶 一面配合着陆成 开始了表演 发明的话 倒是有点想法 现在不还在实验阶段呢吗 陆成同样端起茶杯瞎了口茶笑着说道 在看到东宫帅位的时候 陆成就让苏定芳和杜军绰带着碎发枪 直接绕路去被围围营地了 现在还不时让碎发枪面试的时候 太子殿下说 在下跟孙生一探讨医道 陆成看着李建成继续说道 在下对于医术 那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如何感同孙生一探讨医道 只不过是 腾抄了一些世尊留下的医书 给孙生一过目而已 不过 太子殿下若是身体不舒服的话 恰好孙生一在此 何不请孙生一给太子殿下把一把脉 陆成自然而然地 把话题扯到了孙思淼身上 对于陆成与李建成在那里谈天 孙思淼是无意参与的 因此 孙思淼一直坐在一旁 在看着陆成腾写的医书 不过在听到陆成提到自己的时候 孙思淼还是抬头看向陆成 如此甚好 就有劳孙生一了 李建成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 冲着孙思淼说道 不敢 看到李建成如此客气 孙思淼赶忙拱手说道 不要看孙思淼医术高超 名声在外 年龄甚至都可以算是李建成的爷爷辈了 但是此时可是大唐 尊卑有别 李建成怎么说 也是当朝太子 孙思淼就算名气再大 此时也不过是一介不一 顶多因为是道门之人 算是话外之人而已 说到底 两人之间的地位差距 还是巨大的 此处似乎不已诊病 不如一步跨院如何 那里比较安静 陆成直接起身提议道 甚好 李建成与孙思淼 齐齐地点了点头 赞同了陆成的提议 在陆成的带领下 穿过回廊 来到一处挂着 静心院三个字扁额的跨院 在静心院门口 陆成让自己的被围位 站在了静心院门口警戒 至于李建成 则是直接把自己的帅位 都留在了前院 当然有侍卫统领 不同意李建成单独跟着陆成走 结果李建成当时就生气地 瞪着这位侍卫统领说道 若是陆县公相邀队孤下手 就凭你们能尽得了陆家庄 李建成扔下这句话 看也不看侍卫统领一眼 一甩袍袖 跟着陆成离开了前厅 本来侍卫统领还有些不服气 毕竟他们虽然名义上是东宫率位 但是也可以说是 未来的大内进军 向来眼高于顶 不过在看到那些被围围身上的装备以后 尤其是看到身材高大 冲着他呲牙笑的冯淮以后 侍卫统领只能把这口气咽了下去 进入静心院的只有三个人 就是陆成 李建成 以及孙思淼 其实是陆成与李建成先进的静心院 后面孙思淼 采拎着药箱 被苏常引领着来到了这里 等到孙思淼进到堂屋 就看到了李建成与陆成相对儿做 太子殿下 让评到给你好下麦吧 孙思淼从药箱里拿出麦枕 放置在桌子上 跟着一撩道袍厚金 坐在了椅子上 这些家具都是陆成让庄子里的木匠 根据他给的图纸打造的 实在是唐朝的贵作之理 让陆成很不习惯 每次看到这贵作之理 陆成就会想起小巴嘎 当然 现在那面被称作窝国 当然也有人说 此时窝国被称作扶桑 不过陆成一直不理解 扶桑这种神木 怎么能称为窝国的代名词呢 屁大的地方 伸个手都有可能干出国境的国家 居然用扶桑称呼 那屁大的地方 能跟扶桑神术搭上一点边吗 而且 每当陆成想起来窝国 就琢磨着 怎么能让这个国家消失 当然以现在大唐的造传术 想要横渡汪洋去窝国 有些不现实 此时 窝国也才刚刚完成初步统一 而此时窝国的天皇 居然是一位女人 也是窝国 历史上第一位女天皇 被称作推古天皇 毕竟陆成一直有心思 在对付窝国方面 因此 这个时期的窝国历史 陆成也没少研究 今天在看到李建成的时候 陆成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想到了一个 去铲平窝国的最合适的人选 只是现在还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 不过这件事 陆成觉得 绝对可以运作一下 陆成没有说话 只是坐在一旁暗自琢磨着 而孙思淼 则是在给李建成好脉 好半天 孙思淼才满面愁容地收回了手指 殿下 能否伸出舌头 让平道一关 孙思淼看着李建成询问道 李建成没有回答孙思淼 而是直接伸出了舌头 在看到李建成的舌头以后 孙思淼哀的一声叹了口气 平道已经无能为力了 若是这世上 真有能治愈殿下之人 恐怕也只有陆县公了 孙思淼看了一旁 正在沉思的陆成 轻声说道 嗯 叫我 听到孙思淼提到陆县公三的字 陆成猛然从沉思中醒悟过来 抬头看向李建成与孙思淼二人 孙神一说 你有办法治愈姑的病症 看到陆成那有些懵懂的模样 也知道 刚才陆成似乎是陷入了沉思 当然李建成并没有怪罪陆成的意思 毕竟陆成的攻防区 总是能造出很多神奇的东西 估计刚才陆成陷入沉思 也是在思考攻防区的事情 不过若是李建成知道 陆成刚才在琢磨 怎么灭了窝国的话 估计李建成就不会是 现在一脸淡然的神色了 哦 在下师尊确实留下了一些药剂 其中确实有应对殿下病症的成药 不过在下也只能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使用 毕竟师尊他老人家不在 在下也不敢说 有把握能完全治愈 陆成看着李建成说道 虽然在医书上查到了 如何治疗肺牢 但是具体究竟好不好用 陆成也没有完全的把握 毕竟是在书上看来的 并没有实际试验过 有机会就行 一听是陆成师尊留下的成药 李建成有些激动的说道 陆成本身就被认为是哲仙人转世 那能够教导陆成的人 那得是什么样的室外高人 而这种室外高人留下的药 又该有多神奇呢 那就试试吧 陆成说着 直接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玻璃瓶 这玩意是琉璃芳 按照陆成的设计做出来的 当然 这也是陆成就为了这一刻准备的 陆成总不能掏出一个厚实的塑料瓶吧 估计掏出来又得好顿解释 掏出个玻璃瓶就好解释多了 毕竟陆成的琉璃芳可是能造玻璃的 做这么个小玩意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何况 李建成在琉璃芳还有股份呢 当然了 暂时玻璃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 因为陆成要准备不少东西 现在琉璃芳里的工匠 都在加班加点的 赶制陆成设计的东西 李建成与孙思淼的目光 一下就被陆成拿出来的玻璃瓶 给吸引住了目光 这可是琉璃 当然 李建成已经见过玻璃了 所以仅仅是惊讶了一下而已 不过孙思淼就不一样了 毕竟这位老神仙 可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纯净的琉璃 顿时一脸震惊地看着陆成问道 此物在下命名为玻璃 本中的琉璃芳就能生产此物 陆成看到孙思淼的表情 感到十分有成就感 毕竟能让一个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 出现震惊表情 真的很过瘾 此药称之为利福瓶 陆成指着手里的玻璃瓶中的白色药片 给二人解释道 师尊说 此药可以治疗太子所患之症 每日早善之前 空腹服用两力 陆成说着 把玻璃瓶交到了李建成的手中 李建成接过陆成递给他的玻璃瓶 把玻璃瓶拿到面前 不断地打量着 里面小半瓶的白色药片 手都有些颤抖了 毕竟这里的药片 很可能就可以治愈他的肺病 保住他的性命 但是 在下有句话 要询问太子殿下 希望太子殿下如实作答 陆成看着李建成 面容严肃 极其郑重地问道 陆现后有画质管讲便是 李建成郑重其事地 把玻璃瓶收入袖龙之中 然后也是神色严肃地看着陆成 因为他知道 陆成如此表情看着自己 可见陆成问的问题 应该很重要 作者君也是第一次 写历史类书记 有不到之处 还望各位看官大大多多包涵 作者君这里 给大家多一了 有时候看到评论指出了作者君写作中不少的问题 首先要感谢看官老爷的批评指证 不过作者君想说 写这本书 只是希望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欢乐 毕竟不是正史 各位看官老爷 看了图一乐就可以了 第165章 您做不成闲散王爷 殿下 还记得当日与在下的承诺吗 当时 在下问过您 若是有朝一日 能够治愈此病 您当如何 陆成目光炯炯地 郑重其事地看着李建成问道 孙思淼在听到陆成的话的时候 直接起身 平道出去转转 孙思淼知道 看着陆成的表情 就知道陆成话里涉及到了太子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而且事关李建成的承诺 尽管二人说 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背着自己 但是孙思淼很有自知之明 有的是自己可以知道 有的是自己不如不知道的好 而现在孙思淼觉得 陆成与李建成要谈论的事 就不便自己知晓了 直接起身离开了景心院 看到孙思淼从屋子走了出去 陆成与李建成 看了孙思淼的背影一眼 心中都忍不住称赞了一句 难怪人家能够活这么大岁数 就这份察言观色的能耐 就多少人都学不来的 当日之承诺 乃是孙的肺腑之言 不论生死 皆都有效 孙身为太子 虽说不算金口欲言 但也是一言九鼎 岂会出而反而 李建成微笑着看着陆成说道 孙曾经说过 孙守成有余于进取不足 比不上二帝的雄才伟劣 而且 那个位置也过于疲累 常言都说百官朝拜皆肃立 万民膜拜心敬服 但实际上却是皇帝之位不义得 责任重大心忧悔 李建成说到这里叹了口气 殿下 你说的那是做明军 要是做个昏君 可就不必如此了 陆成笑着 调侃了李建成一句 妹夫啊 你这话就有点说笑了 哪有开国救出昏君呢 听到陆成的调侃之言 李建成忍不住苦笑着说道 甚至一吐噜嘴 直接喊了陆成一声妹夫 这一声妹夫 直接把陆成喊得一愣 殿下 慎言 慎言啊 陆成一听 李建成喊自己妹夫 胆忙连连摆手 虽然心中有些喜滋滋的 还别说 这么多天没有见到李延峻 陆成还真有点想得慌 至于李延峻有没有想自己 他就不知道了 不过根据看过的电视剧和电影来看 李延峻的表情 多半也是看上自己了吧 这有什么慎言的 你这眼看着禁足气就过了 阿爷应该就会挑个合适的日子下 给你和狼牙赐婚了 李建成也不见外 直接把李渊准备赐婚的事 告诉了陆成 陛下怎可如此心急 准备给他和李延峻赐婚之事 陆成赶忙客气的说道 只不过脸上多少有些在憋笑的抽动表情 想笑就笑吧 看着陆成那憋笑的表情 李建成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跟你说 若不是你有禁足令在身 恐怕阿爷早就给你们赐婚了 你是不知道 据古所知 狼牙每日里都必须拿着你 给他写的轻平调 观看 若不是宫中诸多硅脂 只怕这丫头早跑出来见你了 一想到每日李延峻坐在狼牙宫内 看着陆成写的轻平调的时候 李建成脸上的笑更加的温柔了 嘿嘿 陆成一听李建成所言 顿时得意地笑了两声 我说大舅哥 你真的对那个位置没有意思吗 若是有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啊 陆成看着李建成笑眯眯地说道 颇有一种挥舞着叉子的小恶魔的感觉 妹夫 你就不必如此试探于姑了 姑说的都是真心之言 自从得了这个病 也算是看透了一切 若是此病痊愈 姑能侥幸地活 只想做一个闲散王爷 也就可以了 李建成不知道 是真心实意地说这个话 还是再次试探自己 不过李建成说的都是真心话 面容上不带一丝笑意 很是郑重地说道 恐怕您做不成闲散王爷 听到李建成的话 以及说这个话的语气 陆成也知道 李建成确实对那个位置 没有什么心思了 不过陆成可不想如此放过 这位太子殿下 要知道 虽然史书上说 李建成不如李世民 但是若是李建成 真的没有文韬武略 又如何能够统兵征战 要知道 李家能得这个天下 李建成 李世民 以及李秀宁这兄妹三人 那是鞠躬至尾的 因此 若是让李建成当的闲散王爷 那跟暴殖天物有什么区别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啊 让李建成当闲散王爷 怎么可能吗 为何 到时世家备受打击 大唐必然天下定顶 孤不做闲散王爷做什么 李建成一脸疑惑地 看着陆成问道 实话跟殿下说吧 大唐的敌人不在内 而在外 陆成看着李建成那疑惑的表情 直接轻轻摇了摇头说道 殿下 在下问您一句 您觉得大唐的疆土大吗 陆成看着李建成笑着问道 自然是大的 我大唐如今握土千里 威震四海 李建成很是得意地回应陆成说道 可是殿下有没有想过 这天下真的只有大唐强大吗 陆成直接抛出了一个问题给李建成 而李建成听到陆成的问题以后 顿时目光一致 是啊 若天下只有大唐 那些湖上的国家又是何种模样呢 在听到陆成的问题以后 李建成暗暗在心中思索起来 看着李建成思索的模样 陆成也没有打扰他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莫非妹夫你知道 李建成思索了一会儿 抬头看向陆成问道 只不过这话一出口 李建成就有些后悔了 毕竟自己面前 这位被自己称为妹夫的人 可是号称哲仙人转世的人物 他若是不知道 又如何会问出这些问题呢 算是知道一些吧 陆成笑着点了点头 殿下说得不错 我大唐卧土千里 可是基于我大唐的萧小 又何其多 殿下和陛下都以为在下所做之事 是为了对付世家 说实话 对付世家 在下有的是办法 而且就算世家不堪 咱们与世家相斗 也不过是兄弟戏强而已 而在下真正准备对付的是 外面的那些人 陆成直接指了指北方 第一个是突厥 突厥自诩骑兵天下第一 每每对我边阵烧杀抢掠 在下正在研制克制骑兵之物 陆成神色淡然地说道 其二 东北面 自随朝起 高沟里表面称臣 暗地里却一直亡我之心不死 其三 东面 与新罗隔海相望的窝国岛 如今应该也完成了统一 而这个国家 才是咱们的心腹大患 死国之人之小理而无大义 不出几年 必然会派人来咱们大唐学习 陆成洋洋洒洒地 把大唐周边的形式 给李建成说了一遍 直接把李建成说得一愣一愣的 尽管陆成只是简略地说说 但是李建成知道 陆成绝对不是信口开河 其他的国家 咱们可以征服 但是窝国必须灭 当说到窝国二字的时候 陆成目光凛冽 浑身散发出阵阵杀气 直接把李建成都给惊住了 李建成实在没有想到 坐在自己面前的陆成 竟然会有如此重的杀气 简直与平时那一副 温和模样的长安县宫 大相径庭 甚至李建成怀疑 陆成是不是跟这个窝国 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不然对于别的国家 陆成都只说征服 到了窝国这里 直接要让对方王国灭种 当然对于陆成要灭了窝国这件事 李建成是不会怀疑 陆成没有那个能力的 直接轻咳了一声 看着陆成说道 就算咱们要灭窝国 现在咱们不杀过不去吗 李建成轻声提醒了陆成一句 在下要的是大唐的日不落 在李建成的提醒下 陆成发觉自己说的有些激动了 甚至说有些失态了 毕竟自己对面的 可是当朝太子殿下 在太子殿下面前显露杀气 似乎有些不太好 但是一想到窝国做的那些事 陆成就忍不住热血上涌 日不落 听到陆成说出日不落几个字 李建成再次疑惑地看向陆成 不知何谓日不落 日不落的意思就是 我大唐的疆域所处之地 皆为太阳照耀之处 陆成只能这么说 毕竟这个时候 人们还是笃信 天原地方之说的 就算陆成告诉李建成 这个地球是原的 估计李建成也不会相信 毕竟没有实际依据啊 何况真正确定地球是原的 还是迈折伦环球航行的事 那都是距离唐朝七八百年以后的事了 若是没有航海支撑 但是空口白话的话 就算陆成把基地里的教科书拿出来 估计现在也没人会信 只会说陆成这是歪理邪说 因此陆成就如此含糊地解释了一句 何为日不落 结果李建成听到以后 精神大为振奋 日不落呀 多么宏伟的愿景啊 若是如此 我大唐那不真就是万邦来朝了吗 李建成直接感叹着说道 也不知道 姑能否看得到那一日 所以啊 殿下这闲散王爷 恐怕是当不成了 陆成看着李建成笑着说道 第166章 彭尊出事了 妹夫有如此宏愿 估这闲散王爷不做也罢 李建成自然也是 被陆成这日不落的宏愿所折服 若是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 真的能够实现大唐帝国的日不落 他李建成又和西潭区 所以啊 殿下还是得好好保重 身体才行 陆成笑着同李建成说道 另外 虽然这个要有可能会治愈您的病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殿下您这患病时间太长 又是透支身体潜力 支撑到现在 恐怕医治好以后 也会有后遗症 陆成提醒了李建成一句 后遗症吧 李建成倒是无所谓的笑了笑 只是不知这后遗症是何样 李建成还是好奇的问了一句 殿下 您这可是肺牢 而且时间也不短 对您的肺已经造成了损伤 即便是治好了 恐怕以后 您也不能从事高强度的工作 比如武刀弄枪 熬夜之类的 陆成把在书上看来的 关于肺牢的后遗症 跟李建成一一做了说明 当然 若是孙神医有什么方子 能够给您调养一下的话 兴许能够消除后遗症 也说不得呢 毕竟 若是谈论医道的话 在下也只是略知皮谋 孙神医那才是姓林圣守不适 陆成继续说道 对了 这孙神医怎么出去这么久还不回来 从刚才陆成跟李建成说话的时候 孙思淼就跑到屋子外面去了 两人最起码谈论了半个来时辰了 这孙思淼还是没有进屋 我去喊一下孙神医 陆成起身 直接打开堂屋的门 结果就看到 孙思淼正坐在静心院里的亭子里 在那看着医书呢 嘴里不知道在念叨点什么 陆成亲手亲脚地来到孙思淼身旁 想听听孙思淼在念叨什么呢 孙思淼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医书 对于陆成的到来 并没有注意到 站在孙思淼旁边 陆成才隐约听清楚 孙思淼在自言自语说道 此病若是使用金房拜读汤 或者麻黄汤的话 是否功效会更好一些 陆成自然是听不懂孙思淼口中 药方名字代表什么意思 只不过 当看到孙思淼所看的 自己腾抄的医书上 是说着感冒病症的时候 陆成心中了然了一些 相比孙思淼口中念叨的方子 是用来治疗感冒的 也说不定 孙道长 孙道长 陆成没有打扰孙思淼的思路 而是在孙思淼翻看下一页的时候 这才在孙思淼耳边呼唤了两声 嗯 孙思淼听到陆成呼唤自己的声音 这才抬头看向陆成 公爷 您跟太子殿下 不是有事要谈吗 孙思淼一脸疑惑地看着陆成问道 自己这才看了几页书 两人就谈完了 这也太快了吧 早谈完了 这都多半个时辰了 陆成提醒了孙思淼一句 我说孙道长 咱们年岁也不小了 可不能这般废寝忘食了 若是您要是因为这医书 身体再出了问题 那在下这罪过可就大了 若是您再如此废寝忘食的话 本宫后面的医书可不给您了 陆成洋装生气般说道 毕竟孙思淼可是古稀之人了 就算身体好 如此一做 就是一个来小时的看书 那也是受不了的 一听陆成说 不给后续医书了 孙思淼那难受得了 光是这几天 看的这些关于西医基础方面的东西 就让孙思淼 有种眼界大开的感觉 尤其是那张人体解剖图 甚至可以说 是让孙思淼爱不释手 毕竟此时的人体解剖图 可没有后世绘画的那么详尽 因此 孙思淼对于这详尽的人体解剖图 是凤若珍宝一般 评道确实有些痴迷了 实在是令师尊的这些医书 实在是令平道大开眼界 可以说是唯一之一道 开辟了新的道路 听到这才首不识卷的沉迷其中 还望公爷见谅 孙思淼起身冲着陆成义礼 孙思淼这突然的又是义礼 直接把陆成吓了一跳 陆成本意 就是恶趣味地吓唬一下孙思淼 没想到这位老神仙居然会如此 陆成赶忙闪身 避过孙思淼的这义礼 那个 看着孙思淼 一脸诚恳的模样 陆成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在下刚才 也只是跟道长开个玩笑 这医书在我手里 基本就属于暴殿天物 给了道长 您才能发阳光大不是 嘿嘿 陆成不好意思地单笑了一下两声 孙道长切不可在行礼了 在下若是受了您的礼 可是要折受的 殿下还在屋子里等着您呢 咱们赶紧过去吧 是 是 可不能让殿下一人久等 一听到李建成还在唐屋等着自己 孙思淼赶忙把医书揣到怀里 跟着陆成重新来到唐屋 孙神医 刚才陆宪宫跟姑说 估这病医好以后会有后遗症 不知孙神医可有什么办法去除这后遗症 等到陆成与孙思淼再次落座以后 李建成看着孙思淼问道 这 听到李建成的询问 孙思淼捋着雪白的胡须沉饮了片刻 评到就实话实说吧 这肺劳之症 还从未听过有治愈之人 而传说治愈肺劳之症之人 却都不是肺劳 因此 如何去除这后遗症 恐怕也得到时对症下药才行 孙思淼直接把关于肺劳之症的事 如实相告 孙神医说的不无道理 没有见到具体病症 光是用嘴说 就算是说的天花乱坠也没用 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才行 陆成其实也有些自责 毕竟这个时代 连如何治愈肺劳都没有研究出来 何谈后遗症呢 也是自己刚才说的后遗症的事 让李建成有些着急了 事故有些着急了 现在病还没好 居然就往后遗症上想了 李建成直接自嘲了笑了一下 正常 久病不遇 现在听说能够治愈了 任谁都会着急 这是人的正常反应 看到李建成那自嘲的笑容 陆成笑着 宽慰了李建成一句 如此 姑就该回宫了 李建成来到陆家庄 时间已然不短 现在他的一举一动 都有人盯着呢 相信明日早朝就会有人参他 说他死子出宫 会见勋贵 臣下恭送太子殿下 陆成直接把李建成送到了庄子口 孙思淼则是并没有来 而是回到了自己的跨院 继续研读陆成给他的医书去了 陆宪宫还真是谨尊圣谕啊 禁足令没有解除以前 真是半步也不出陆家庄啊 自己的病有得治了 李建成也是心情大好 看到站在庄门内的陆成 忍不住打去陆成一句 没办法呀 陛下可是让臣下闭门思过的 虽然没闭门 但是臣下还是在思过的 陆成冲着李建成笑着说道 哈哈 听到陆成的话 李建成笑得更大声了 你要是真能闭门思过 那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 行了 算算日子 明日可就到日子了 你就不想去长安城里转转 李建成似乎亦有所指的问道 回殿下 明日沉下 准备去拜访一下仁城王殿下 陆成自然知道 李建成亦有所指的是什么 陆成直接据事回答道 嗯 李建成点了点头 然后在内室的服饰下上了马车 看着李建成队伍离去 陆成这才转身往庄子里走去 结果没走两步 就看到一旁的连修德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有什么事吗 陆成看着连修德直接问道 这个 连修德看了一眼 陆成身旁的刘金和冯淮 沉吟了一下 没事 有什么话直接说就行 陆成看着连修德 那副吞吞吐吐的模样 直接说道 唉 连修德只能叹了口气 连修德在心中默默说道 老鹏啊 这是可怪不得兄弟了 是大人非要让咱在大厅广众下说的 看着连修德又是叹气 又是坑吃别度的 陆成有些不爽了 说道 连修德 你也是个爷们上战场都不皱眉头的人物 怎么说个话这么费劲呢 不是 大人 他就是把连修德被陆成这么一鹤吃 更加有些吞吞吐吐了 什么话不能说 大老爷们 说话吞吞吐吐吐的 成什么样子 本宫带的兵 可没有你这种坑吃别度的东西 看到连修德 依旧是一副吞吞吐吐的样子 陆成忍不住有些生气的说道 都是战场厮杀出来的汉子 说话做事 那必须嘎巴溜丢脆 这说话都说不利索 陆成能不生气 大人 彭尊出事了 连修德一跺脚 直接说道 彭尊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在哪出的事 一听到连修德说彭尊出事了 顿时眉毛就立起来了 自己手下的人居然出事了 这还得了 那个在平康芳出的事 听到陆成的连续追问 连修德赶忙回答道 平康芳 那是哪里 陆成还是第一次听到平康芳三个字 直接看着连修德问道 第167章 平康芳 平康芳 又称北里 位于汉林院与东市之间 是长安城内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即使长安历经战火 也不曾降低这里的繁荣程度 甚至可以说 长安越经历战火 只要作为国都 这平康芳就不曾衰落过 而且平康芳里的女子 可都是在官府备案登记过的 因为她们主要服务的对象 是贵族 官员 科考世子 以及富商等等 平康芳里的风尘女子 可都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 经过诗文 写作 音乐表演等训练 不然如何服侍那些达官贵人 可以说 这里的风尘女子 都是多才多艺之人 这些女子 可跟后世的师族妇女 可是大大的不同 当然 平康芳训练的女子 也有不少是那些 逆沉犯官的子女 当然也有被买卖的女童 这些人应该算是平康芳里 主要的女子来源 当然 偌大的长安城 并不只有平康芳 这一个烟花柳像 与平康芳相对的 还有在东南角方向 远离闹市 风景秀丽的芙蓉园 这里也有不少 金钟铭记在此 很多达官显贵 在厌倦了平康芳的 灯红酒绿后 也会来芙蓉园 来个附庸芳呀 连修德看出来 陆辰似乎对于平康芳 并不了解 就在陆辰身边 小声地解释了 一下平康芳是怎么回事 哦 在听了连修德的 简略介绍以后 陆辰也知道了 平康芳到底是干嘛的地方了 不过就是寻花问柳的地方 彭尊怎么会被人打了呢 再说了 以彭尊的身手 寻常人如何是他的对手 陆辰疑惑的 一面往宅邸走一面 询问连修德 我们这些人上马杀敌 那没话说 但是大人 您要知道 去平康芳里的 可都是那些达官显贵之人 连修德面露难色地说道 大人 那里出来进去的 都是比我们这些人身份尊贵的人 咱们自然是不敢得罪的 连修德说到这里的时候 一脸的憋屈 本宫问你 彭尊被打是咎由自取 还是有人故意找查 陆辰转头看向连修德 神色严肃地问道 若是彭尊 在那棉花素柳的地方 跟人争风吃醋起了争端 被人打了 陆辰绝对不会说什么 甚至有可能还会亲自给彭尊两脚 甚至有可能直接踢出陆家庄 毕竟他让彭尊去那种地方 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 不是让他去跟人争风吃醋 当然 若是有人故意找彭尊的茶 那就是不给他这个长安县宫面子了 陆辰高低得带人 把场子找回来 连我陆辰的人都敢欺负 以后我陆辰还混不混了 什么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扯他娘的蛋 等十年 说不定不用你报仇 仇人都他们死了个屁的了 陆辰向来信奉有仇 当场就得报了 陆辰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君子 当然也不会做小人 咱就是个俗人 还喜欢护犊子 怎么可能啊 听到陆辰说 彭尊旧由自取 连修德顿时就开始替彭尊报屈 大人 您是了解彭尊的 怕可能去跟人争风吃醋吗 这是还真不怪彭尊 说话间 陆辰已经带着连修德等人 来到了被围军的军营 营帐内 彭尊正吊着胳膊 坐在了床榻上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还有不少地方破了皮 衣服应该是回来以后换的 毕竟此时 一身灰色衣衫很整洁 大人 看到陆辰进来了 彭尊就起身 准备给陆辰失礼 只不过这声大人 喊得多少有些充满委屈 毕竟彭尊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憋屈过 别起来了 看着彭尊那青一块紫一块的青肿脸庞 又看了看被吊着的胳膊 陆辰表情就阴沉下来了 先说治眉治病 相比于外伤 陆辰更担心彭尊的内伤 毕竟孙思淼说过 彭尊这邪火 要是不泄出去 那是容易让老彭家绝后的 听到陆辰的问话 彭尊直接摇了摇头 陆辰一看彭尊摇头 就知道 这家伙现在是外伤加内伤了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陆辰坐在主位之上 刘金给陆辰奉上茶水 陆辰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看着病床上一副凄惨样子的彭尊 没想到驰骋将场的铁血汉子 居然在长安城这里 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大人 今日安奉您的命休假 就去了平康坊 彭尊直接就开始 讲述他被打的经过 平康坊里面的收费并不低 平康坊里面 但是一桌酒席 就是一吊多钱 什么概念 就是光是吃个饭 最起码就得一千多文钱 若是第一次来的升客 这价钱还得翻倍 只是单单吃饭 要是有人坐陪 和找个乐师唱曲 就还得加钱 就是坐陪的要两吊钱 乐师也得两吊钱 就是这样 人家也只是 赔你一副蜡烛的钱 若是蜡烛燃尽 你想继续 不好意思 给加钱 翻倍的加 而且平康坊里的女子 那也是分等的 唐代孙启在其所住的 《北里志》里 就提过平康坊 而且对平康坊之记家情形叙述甚详 平康里 入北门东回三曲 即诸记所居之巨也 记中有争争者 夺在南曲 中曲 其寻强异曲 卑蜉记所居 颇为二曲轻视之 其南曲中者 门前通十字阶 初登管阁者 夺于此妾尤焉 二曲中居者 皆唐与宽静 各有三述听试 前后之花会 或有怪事盆池左右对射 小唐垂帘 阴入为谎之类乘试 朱记皆私有所指战 根据孙启的描述可以看出 平康坊分为三驱 北举为较为低下的青楼女子所居 中驱和南曲居住的 都是极为高雅的青楼女子 她们诗情书画无一不经 而且有单独的阁楼居住 她们这样阁调的女子 可不是有钱就能够见到的 她们更多的是 凭借记忆生存 她们是平康坊的方中 难得一见的风景 彭尊也不是第一次来平康坊了 说实话 在这里 彭尊还有一个挺投机的中驱女子 名为顾卿 每次彭尊回到长安 必然会前来与顾卿相会 要说彭尊光棍一条 跟着顾卿也算是情投意合 只可惜 就算彭尊有五官之职 俸禄赏赐也都有 但是要想把顾卿从这里捞出去 那彭尊还真是做不到 不过 自从莲修德与彭尊 带着三千备为甲后备军 来到陆家庄以后 由于陆臣的军规军令 彭尊就没有再出过陆家庄 想要见上顾卿一面 也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 他们也是有休目之日的 不过彭尊 想要每次休目 多去平康方也是不可能的 资金就不允许 而这次彭尊来平康方 乃是因为陆臣特批给他价 让他出来治病的 同时还给了他一贯钱 毕竟彭尊虽然是没听陆臣的提醒 把那一桌子陆若给造了 但是陆臣也心疼自己的兵 就给了彭尊一贯钱 作为治病的诊费 彭尊自然是高高兴兴的 带着一贯钱来到了平康方 来找顾卿来了 不要以为平康方的中曲和男曲 这些青楼女子给钱就行 这些青楼女子 虽然身处封臣之地 但是那也是多才多艺之人 想要进入他们的青楼鸾杖之内 没一点本事 那还真入不了人家的眼 你给钱 人家兴许也只是陪着你唱个歌 赢的是 做个对就完事了 想要春宵一课 不好意思 你得打动人家才行 这顾卿要说长得漂亮 什么倾国倾城的 那没有 顶多算是中尚之资 而且还颇有才情 之所以依旧是中曲 是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了 自从初次与彭尊见过以后 两人算是王八丑绿豆 对了眼了 要说彭尊这个人 识不识字 识字 但是也仅仅是识字而已 毕竟当年隋朝的时期 彭尊家里也算是小有薄姿 彭尊也是上过几年私塾的 因此识文断字倒是可以 但是你让他吟诗作对 附庸风雅什么的 不好意思 那是识窍通了九窍 一窍不通 不过这家伙有一点好 能逮吧 当然有不少是连修德的 也被他揽过去了 见到美人了吗 必须得鼓吹一下自己 当时陪着彭尊去的是连修德 看着把自己战绩都揽过去的彭尊 在那说的眉飞色舞的 而顾卿看着彭尊的眼神 那都直放光 要是有特效 那就是眼睛里都是小星星了 彭尊一通吹嘘自己 在战场上的勇猛 顾卿直接就佩服彭尊佩服的 不要不要的 这英雄美人的 再加上互相都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 其实彭尊长得并不丑 但是说是英俊也谈不上 不过倒是一脸的坚毅之色 这两人顿时就相谈甚欢 甚至后来连修德很秩序地提前离开 留下彭尊与顾卿 直接丙烛夜谈了一下 打那以后 彭尊只要是回长安 必然会来这里找顾卿 当然彭尊也提过给顾卿熟身之事 毕竟彭尊可是顾卿的第一个男人 只不过每次两人谈到这个话题 都是眉头紧锁 毕竟这里不是外面的那些青楼之类的地方 想要从这里捞人熟身出去 简直太难了 第168章 还是苦情戏 彭尊就跟说故事一样 直接把他如何跟顾卿相遇相知 又如何想要给顾卿熟身 都说给了彭尊听 直接听得彭尊脑袋都有点大了 本宫让你说的 是你为何会被打 不是让你给我讲 你和顾卿之间的爱情故事的 彭尊直接喝彻彭尊一句 给你快醒悟 你都可以当说书先生了 彭尊直接瞪了彭尊一眼 而连修德等人 则在一旁努力憋着笑 赐一个媳妇给俺了 可是俺还没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你这家伙居然给老子讲爱情故事 还是他娘的苦情戏 这受得了受不了 彭尊在心中暗自赋斐了 坐在床榻上一脸委屈的彭尊 你直接说重点 到底是怎么挨得揍 什么英雄爱美人 美人爱英雄的 瞅瞅你现在这个模样 还英雄 狗熊都不如 彭尊直接数落了彭尊一眼 老子告诉你 老子手下的兵就没有吃亏的 就算是你跟人争风吃醋 也得把人揍了 回来告诉老子你错了 然后怎么收拾 你是老子的事 没等彭尊开口 彭尊继续说道 看什么看 还有你们 若是在外面打架输了 就自己直接撒泡尿 把自己尽死 别他娘的回来跟老子诉苦 当然了 若是有人仗势欺人 什么屁话也不用跟他们说 先揍了再说 有什么是老子给你们顶着 明白吗 彭尊这次是转头看向一旁的 连修德等人说的 虽然彭尊说的可能不讲理 但是彭尊明白 什么叫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若是连自己的手下都护不住 你还带个屁的兵 自己给自己脑袋来一枪算了 老子自己的兵犯了错 有老子安收拾 外人想插手 不好意思 哪凉快哪待着去 明白 听到彭尊如此说话 而且彭尊说的这话 声音可不小 外面负责守卫的那些被围军的士兵 可都听得真真的 心中不禁有滚滚暖流涌动 平时看着自家这位陆宪公 好像啥也不管是的 但是有事是真上 众人奇奇地高声回答道 行了 彭尊 你也别跟我耍小心思 不就是想让本宫帮你 把那个顾庆给熟出来吗 陆尘哪里能看不出来 彭尊的小心思 借着自己被打的这个机会 直接跟陆尘诉诉苦 他想要把顾庆 从平康方里熟出来 可以说难如登天一般 但是陆尘 想要把顾庆 从平康方里弄出来 估计就是一句话的事 毕竟自家公爷 那是连当今陛下 都言听计从的人 想要从平康方里 熟一个风尘女子出来 简直一如反掌 嘿嘿 彭尊的小心思 被陆尘直接给戳穿了 直接不好意思的 尴尬的用完好的右手 闹了闹后脑勺 不过彭尊 你可想清楚了 本宫若是把这个顾庆 从平康方里熟出来 你怎么安置人家 毕竟他的出身 对于寻常人家来说 都是忌讳 更何况 你如今也是有 观之在身的人呢 陆尘很是严肃的 看着彭尊问道 对于陆尘来说 想要把顾庆熟出来 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了 不说别人 就算他只是 写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 给柴少或者李道宗 估计前脚纸条 到二人任何一人面前 后脚对方 就能把人给送到陆家庄来 公爷 这时属下已禀报过老娘 也与顾庆商谈过 属下会迎娶他进门 做妻事不行了 但是属下可以收他做妾事 此事 属下老娘和顾庆都同意的 彭尊知道 陆尘这话说得是为自己好 若是陆尘把顾庆给熟出来 到时候 自己若是不要人家 只怕他得流落街头 那反倒不如如今 在平康坊里 作为中曲 吃得饱 穿得暖了 嗯 听到彭尊郑重其事的回答 陆尘满意地点了点头 算你小子有良心 若是让本宫知道 你屎乱中气 本宫必定亲手切了你 北面娘子军的残房 你还记得吧 陆尘直接做了个 手刀下挥的动作 同时还提了一句 娘子军的残房 当初陆尘可是用残房 把这帮将官 下的裤裆都凉嗖嗖的 陆尘冷不定一提起来 众人还觉得裤裆里凉嗖嗖的 感情自家公演 还是有这个念头 众人纷纷低头不敢看陆尘 唯独一旁的冯淮 不知道残房是怎么回事 两个大眼睛瞅瞅这个 又看看哪个 不知道这些人 为啥都突然低头 看向自己的裤裆 跟着也有样学样的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裆 看到这一幕 尤其是冯淮那 有样学样的懵懂表情 陆尘直接被冯淮给逗笑了 冯淮 你别学他们 陆尘看着冯淮那俊俏的脸庞 笑着说道 可惜了 每次陆尘看到 冯淮那张过于俊俏的脸 都感觉有些可惜 长得这么好看 就是憨糊糊的 哦 听到陆尘说 让自己别学他们 冯淮直接挺胸抬头 站在了陆尘边上 行了 别看了 能常常是怎么地 陆尘直接瞪了连修德一眼 这帮人只能不好意思地抬起头 彭尊 说正事 到底是怎么挨得揍 陆尘用折扇 直接一拍彭尊 彭尊这才又讲起来事情的原委 他今天带着陆尘给他的一罐钱 高高兴兴地去找顾青去了 一个是得了陆尘的赏赐一罐钱 有了这一罐钱 就可以跟顾青好吃好喝的 畅谈人生理想了 二一个是好长时间 也没有见到顾青了 不知道这女子是否新学了什么武艺 晚上丙烛夜谈之时 自己可得好好跟对方切磋一下 一想到这里 彭尘就觉得 小腹之处血气上冲 鼻子里有种痒痒的感觉 不好 鼻子一痒痒 彭尊就感觉不好 彭尊赶忙收敛心思 不敢胡思乱想 但是胯下的马匹 却是被彭尊紧催 进了长安城 直奔东市方向 在东市的前面的就是平康芳 到了平康芳里 彭尊马不停蹄的 就直奔北街三曲 这北街三曲也被称作北里三曲 因此平康芳又被称作北里 来至这里 找到顾青的院落 中曲在这里 可都是独门独院的居住 平时也有下人伺候 彭尊直接翻身下马 把马交给小四去刷洗引六 虽然彭尊不常出现在这里 但是这里的下人都知道 这位爷可是自家小姐的 唯一入木之兵 因此很是熟练的接过马交 牵着马匹走了 至于彭尊自己 则是大踏步的 直接走进了顾青的前厅 青儿 我来了 彭尊一进前厅 就高声呼喊顾青 将军 青儿怎么得闲了 听到彭尊的呼喊 顾青带着婢女从后堂走了出来 一身浅绿色如裙 外照半壁 由于天气寒冷 还披了一件狐皮大厂在外面 看到彭尊赶忙迎了上来 今日我家大人给俺放了假 特许俺来见你 彭尊也不避讳 直接拉住了顾青的手 一旁的婢女见状 知道二人有话要说 很是自觉地退了出去 莫非你家大人知道你我之事了 顾青的眼中有着疑惑 也有着期许地看着彭尊问道 我家大人并不知道你我之事 大人至君甚言 我没敢把你我之事说与他听 能够前来寻你 是因为一想到自己流鼻血止不住的场景 彭尊说到这里 顿时脸色一红 有些尴尬起来 因为什么啊 顾青正听着彭尊说话呢 谁知道彭尊居然说话就说了一半 顿时有些着急地询问道 乃是因为 哎 彭尊叹了口气 反正苏定方那些家伙 也都看到了自己流鼻血的模样 甚至自己吃的 要还是苏定方大半夜 跑到上药局给整回来的 顾青也算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了 彭尊就把自己是如何没听话 吃鹿肉吃到流鼻血的事 跟顾青说了 没想到 彭昂静做出此等事来 实在是让妾身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顾青袖手眼口 两只眼睛微弯 一看就是在憋着笑 秦儿 你想笑就笑吧 那孙神医还说了 若是俺这伙不能谢了 只怕以后会 彭尊说到这里 转头看了一下 见前厅四下里 确实无人以后 才凑到顾青耳边 继续小声说道 不拒 一听到彭尊说到最后两个字 顾青忍不住直接娇笑起来 那彭郎是想要先吃饭 还是顾青说道 后面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冲着彭尊一条眉 眉目含情地看了彭尊一眼 结果没等彭尊答话 就见院子门外 直接走进来一位公子哥 公子哥身后 还跟着几个绑大妖元的护卫 这位公子哥一身紧求 手里拿着个纸扇 一步三摇地向着前厅走来 至于门外阻拦公子哥的小丝 早就被公子哥身边的护卫 给放翻在地了 秦儿 本宫来了 为何不前来迎接啊 这位公子哥模样的人 直接大模大样地往院中一站 我说门外的看门狗 怎么不让本官进呢 原来是在这私会秦王啊 看到站在 站在顾卿身旁的彭尊 这位公子哥 直接厌恶地看了彭尊一眼 同时阴阳怪气地继续说道 第169章 我若离去 你当如何 你是何人 听着这公子哥的话如此脏耳朵 彭尊直接出言贺问道 同时把顾卿拉到自己身后 挡了起来 因为公子哥是站在院子中的 所以公子哥那句 本公彭尊并没有听清楚 究竟是本公还是本官 而且看着这公子哥也就20岁上下 而且看着那白脸黑眼圈 一看就是经常棉花素柳的常客 类似这种公子哥 彭尊没少见 就算是围官 估计也是硬币的无职闲官 这种官员在平康方不少见 仗着家里有人 硬币个无实权的闲散官职 哟喝 还挺有脾气 你听好了 本公李德俊 乃是吴王之子 公子哥自称李德俊 瞟了彭尊一眼 一脸不屑地说道 而且说完这话以后 就是仰脸用鼻孔看着彭尊的模样 听到对方自爆家门乃是吴王之子 而且还信里 彭尊不仅有些进退为难了 若是硬币的闲散官员 彭尊并不惧怕 就算是闹起来 他家大人应该也是朝廷命官 这种事估计就压下去了 毕竟传出去 对他家大人也有影响 但是现在面前 这位居然自爆是吴王世子 而且有公爵爵位在身 何况对方还自称姓李 这就麻烦了 因为这件事处理不好 那属于得罪了天皇贵咒了 毕竟封王还信李的 那能是谁家的亲戚 用屁股想都知道了 若是因为这点事 给自家公爵惹了麻烦 那自己罪过就大了 小公爵 看这位的做派 应该是个武将 就在彭尊有些进退为难的时候 跟在李俊德身边的护卫 低声在李俊德耳边提醒了一句 哼 武将 再大能大得过本宫的阿爷 不过就是个丘巴尔爷 李德俊冷哼一声 虽然李德俊自称姓李 其实他本姓杜乃是吴王杜福威的儿子 杜福威被李渊封为吴王之时 赐了李姓 因此又称李福威 在主动来到长安以后 李渊更是家封太子太保 兼行台上书令 杜福威的地位 直接就在齐王元吉之上 成为仅次于李渊 李建成 李世民三人 为大唐第四号人物 当然这是从官位和勋爵上来说的 而这位杜德俊呢 则是被封了的山羊公 然后就一直以李德俊自称 因为李姓能让他觉得自己是皇家之人 杜德俊和南曲都被这小子用这一手给拿下了 说是中曲和南曲也有自己的挑选 但是真要面对着李姓小公爷 他们还只能选择顺从 而前几日 这杜德俊就看到了顾清 虽说顾清的容貌也只是忠上之姿 但是那谷子清丽的味道 则是吸引了杜德俊 不过这几日 杜德俊因为跟一些臭味相投的世家子弟应酬 就没有顾上来这里找顾清 今日得闲 一来这里 正好撞见彭尊与顾清重逢 一旁的护卫不敢再言语 只能暗暗地叹了口气 退到一边去了 他深知自家这位小公爷 可是骄横跋扈惚惯了 没有随着吴王杜福威来长安以前 在属地的时候就作威作福惯了 毕竟杜福威就这么一个独子 虽然杜福威有不少的义子 但是到底能够继承他这爵位的 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 因此骄惯无比 等来到长安 杜德俊虽说有些收敛 但是在这平康芳一带 可以算是一霸了 何况 他又结识了不少留恋于此的世家子弟 也越发地在平康芳 无法无天起来 顾卿如何看不出来 彭尊有些进退为难 都说民不与官斗 虽然彭尊有官职在身 但是如何与这王爷世子 山阳公相比 因此不顾彭尊阻拦 直接从彭尊身后走了出来 冲着杜德俊一失礼 说道 公爷 奴婢有礼了 今日奴婢已有恩客 恕奴婢无法相陪公爷了 若是公爷有雅信 可明日再来 如何 顾卿失礼以后 起身看着杜德俊 不卑不亢地说道 哦 恩客 杜德俊瞥了 站在顾卿身旁 紧钻双拳的彭尊一眼 彭尊现在脸上是一片红韵 并不是因为邪火上升 而是骚的 他一个堂堂的校尉 居然要靠自己心仪女子保护 那种无力感 让彭尊心中别体多难受了 可是这时候 他还不能出手 因为他一旦出手 他死了倒是无所谓 但是必然会牵连到自家公爷 因此 彭尊紧咬牙关 死死地盯着杜德俊 双拳紧钻 手背上的青筋都抱起多高 听到恩客两个字 杜德俊的脸 马上就阴沉了下来 恩客代表什么意思 他这个都快长在平康方的人 能不知道吗 明显这彭尊 就是这种屈骨轻心仪之人了 这怎么能让杜德俊受得了 他是恩客 本宫就不是恩客了吗 杜德俊摇指了彭尊一下 脸色阴沉地说道 把他扔出去 本宫就是你的恩客了 动手 当他看到彭尊那不善的脸色以后 顿时一种羞辱感 自心底陡然出现 在这平康方他看上的女子 还没有他得不到的 没想到 今天这个中曲居然敢拒绝他 这怎么让他受得了 直接命令他的护卫 上去把彭尊给扔出去 这些护卫 其实在听到杜德俊的命令以后 心中有些为难的 但是他们的使命 就是保护自家这位小公爷 而且都是杜家的嘉宾 因此 听到杜德俊的命令以后 也只能直接就冲到了彭尊的面前 将彭尊团团围住 你们要是对某家动手 可是殴打朝廷官员 这个罪名 你们担待得起吗 彭尊虽然不能对他们动手 但是还是要威吓他们一下的 虽然此时大唐最早的律法 武德律 还没有正式颁布 但是殴打朝廷命官 那也是掉脑袋的罪名 因此 彭尊直接站在几个护卫合围之中 扫视着这几名护卫 阴沉着脸 低声威吓道 打 听到彭尊居然敢恐吓他 顿时杜德郡更加火冒三丈 感到被冒犯了 出了事 自然有本宫承担 杜德郡直接被彭尊弃的原地跳脚 挥舞着手里的折扇 有些气急败坏的喊道 刚才在围着彭尊的时候 这几名护卫 其实已经有些为难了 但是碍于身份 他们还是围住了彭尊 在听到杜德郡的命令以后 脸色更加有些难看 他们是嘉宾不是死士 若是他们今天真打了彭尊 到时候 朝廷真要怪罪下来 以着杜德郡的性子 争风吃醋的迫事丢了性命 这传出去也太丢人了 他们死后都没脸去见祖宗了 因此 护卫中领头之人看着彭尊 低声带着劝慰的语气说道 这位将军 我家小公也可是下了令了 您还是离开比较好 别让我等难做 是啊 彭郎 咱们惹不起还躲得起 妾身只是一个烟花女子 不知彭郎如此 你还是快走吧 顾卿也在一旁劝慰彭尊说道 我若离去 你当如何 彭尊转头看向顾卿 德语彭郎 妾身已经心满意足了 还是那句话 妾身本就是烟花女子 只盼过了今日之后 彭郎能记得 有妾身这个女子 也就够了 顾卿面容有些凄苦地说道 只不过一双眼睛中 却闪烁着绝绝的光芒 彭尊也许不知道 但是顾卿却知道 凡是伺候过杜德骏的平康芳女子 那都是几天下不来床榻的 而且身上更是不满伤痕 听到顾卿的话 再加上顾卿的表情 彭尊就知道 顾卿这是有了什么想法了 彭尊直接把牙一咬 冲着那几个护卫低贺了一声 来吧 大人 这是不给汪府面子了 听到彭尊的低贺 几名护卫的脸色也有些阴郁 以往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但是那些人被他们这么一说 基本都自动自觉地离开了 这还是第一次 他们劝说无果 遇到投铁之人了 某家在战场之上杀人无数 你们几个 恐怕还未必能伤到某家 彭尊直接把凶徒一把朗声说道 一股子射人气息 直接从彭尊身上散发出来 目光扫视着面前的几名护卫 那就得罪了 杜德骏的几名护卫 也是跟着杜芙威 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 看到彭尊释放出气息 心中虽然对彭尊很是赞赏 对于这种战场拼杀出来的人物 他们是佩服的 但是作为吴王府的嘉宾 对于彭尊不给吴王府面子 他们又是无法接受的 因此 几人也毫不顾忌地释放出气息 一点点地向着彭尊逼迫过去 在几名护卫释放出气息的时候 彭尊心中也是一惊 他本以为这种顽固子弟的身旁的护卫 大多都是家生子 狐假虎威之人 没曾想 这几名护卫的气息 显然也是经历过战场之人 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架不住人多 都是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 再加上杜芙威十分珍视自己这个独子 因此 这几名护卫在保护杜德骏以前 那都是军中好手 彭尊又如何是几人的对手呢 第170章 这里面也有你的份吧 当然 几人不可能是在前厅里动手 毕竟杜德骏可是在一旁喊着 别伤了本宫的美人 而彭尊也怕几人在前厅里动手 误伤到顾卿 因此 彭尊与几名护卫 直接跳到了天井当院之中 杜德骏则是直接进了前厅 一把拽住顾卿的手 嬉皮笑脸的说道 美人 陪本宫看戏如何 说着毫不客气的 直接把顾卿抱到了自己的大腿上 顾卿稍有反抗 杜德骏就直接阴沉着低声威胁道 若是不想你的相好死在这里 你最好顺从本宫 看着在天井当院中被围攻的彭尊 顾卿只能咬着嘴唇 任由杜德骏抱着自己 那个 那个谁 杜德骏一脸洋洋得意的笑容 冲着正在天井当院 熬战几位护卫的彭尊高声喊道 你这想好的 本宫就先替你咽咽货了 说着伸手 就往顾卿的腰间抓去 彭尊被杜德骏这么一喊 再加上看到杜德骏的魔爪 伸向了顾卿 本就勉力支撑的他 一个没留神 直接被一名护卫 一脚踢到了大腿上 身子一个踉跄 其他几名护卫抓住机会 直接一顿猛攻 就把彭尊给打倒在地 其实 彭尊真的这么弱吗 并没有 毕竟他也是校尉之职 一身的能耐 怎么可能弱 就算是他赢不了这几名护卫的联手 但是想要自保 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他想的是什么 是他会被打 到时候就有借口说话了 要是他打赢了 后面的事就不好说了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本来彭尊是何计 是拖着这些护卫 让这个杜德骏觉得厌烦了 失去兴致 兴许就走了 现在一看 自己这一出手 反而给了杜德骏机会 彭尊顿时心中有些懊恼 再加上杜德骏在一旁一干扰 他心神 顿时就被几名护卫抓住机会 打翻在地 几名护卫这时倒是没有下死手 这一身擦了一下嘴角的血 高喊一声 再来 又冲向了几名护卫 随着连续几次 始终不见彭尊停手的杜德骏 在看到如此不屈不挠的彭尊后 杜德骏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直接把顾青往旁边一推 站起身 冲着几名护卫吼道 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连这么个废物都搞不定 而几名护卫被彭尊如此纠缠之下 也动了火气 下手也直接冲了起来 这一次在彭尊到底的时候 就听咔嚓一声 彭尊的左臂直接搭了下来 显然是被一名护卫给踢断了 啊 左臂的疼痛 直接刺激的彭尊大喊了一声 但是彭尊依旧不屈不挠地捂着左臂站在原地 目光坚毅地扫视着站在他面前的几名护卫 同时也看了杜德骏一眼 被彭尊的眼神一叮 杜德骏也是心中有些发毛 这种眼神他见到过 那是 他从在战场上厮杀完毕下来的士兵的眼睛中 见到过这种眼神 杜德骏知道 今天自己碰到硬骨头了 而且他虽然骄哄跋扈 但是不是傻子 要是今天 他真在这里把彭尊给弄死了 虽然他跌度扶威肯定能把这事摆平 但是他肯定也得挨一顿责罚 若是禁足不能出来玩 他可受不了 哼 杜德骏冷哼了一声 没看出来 还是个硬骨头 扫了本公爷的雅兴 不过看你这样子 恐怕也做不成能课了 杜德骏看着扶着左臂的彭尊 冷笑着嘲讽道 小美人 明日本公再来寻你 我们走 杜德骏回身冲着顾卿黑黑一笑 跟着冷冷地扫了彭尊一眼 这才带着一众护卫 大摇大摆地出了顾卿的院子 直到看见杜德骏领着护卫离开院子 彭尊这次一屁股坐到地上 嘴里不停地丝丝地抽着冷气 额头并脚都是冷汗 彭狼 你这是何苦啊 顾卿来到彭尊身旁 双目垂泪 满脸都是心疼之色 悠悠地说道 不如此 如何能让此人离开 彭尊看着垂泪的顾卿 艰难地扯出一个笑容 只是这笑容显然比哭还难看 而且显然还扯动了脸上的伤势 疼得彭尊又丝丝地抽了口冷气 可是你今日显然是得罪了那位理工爷 这可如何是好 顾卿显然对于彭尊如此做法 感到无比的担忧 没办法 只能回去求求我家大人 希望我家大人能出手相助吧 彭尊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 说着在顾卿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你家大人 莫非是平阳公主殿下吗 公主殿下能管咱俩这种事吗 对于彭尊是娘子君校尉的事 顾卿还是知道的 若是公主殿下为你说话的话 相信那吴王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对于平阳公主的大名 可以说是妇如皆知 当初这长安城 还是李秀宁打下来送给李渊的 若是这位公主殿下 肯为彭尊说话的话 那吴王恐怕碍于李秀宁的面子 还真不敢对彭尊怎么样 至于自己一个封臣女子 怎么样又能如何呢 只要彭尊无事 她别安心了 彭尊并没有把他被调派到 陆尘麾下的事跟顾卿说 而且似乎自家大人 现在正被陛下禁足 能不能管自己这个闲事 也不好说 毕竟自己跟莲修德 来到陆家庄的时间也不长 谁知道自家公爷心中会如何想 彭尊也不说破 只是让顾卿吩咐小私 扶着自己上了座棋 然后回到了陆家庄 而他回陆家庄的时候 正好是陆尘跟李建成密谈的时候 因此陆尘并没有看到 他刚回来时候的惨状 彭尊就把整件事情前前后后 详详细细地跟陆尘说了一遍 嘖嘖嘖 陆尘听完彭尊的叙述 直接砸巴着嘴看着彭尊 你小子还真是粗中有戏啊 想要把你想好的 呃 不对 拼头 也不能这么说 红颜知己 对 红颜知己熟出来 还真是费了心思了 陆尘双眼一瞇 看着彭尊说道 显然对于彭尊对方操作的小心思 陆尘直接就给看了个通透 苦情戏 外加苦肉计 你小子行啊 不当戏子都委屈你了 陆尘直接瞪了彭尊一眼 立声说道 谁以后要是说你彭尊是个粗人 本宫直接大嘴巴抽他 陆尘瞪了一眼 被自己说得面红耳赤 低头不语的彭尊 你这胳膊就别吊着了 脱臼而已 又不是骨折 陆尘直接伸手 一戳彭尊掉着的左臂肩头 你要是骨折 早就满脸冷汗了 还能说话说这么利索 连修德 陆尘戳完彭尊的肩膀 直接喊了连修德一声 属下在 连修德赶忙冲着陆尘行礼 这里面也有你的份吧 陆尘把玩着折扇 眯着眼看着连修德问道 嘿嘿 有一点 不多 连修德也知道 陆尘显然是 已经把他跟彭尊的小伎俩给看穿了 直接用手比划了一下 尴尬的笑了笑 哼 陆尘冷冷的扫视两人一眼 两人赶忙低下头 不敢跟陆尘对视 两人此时的表情 就跟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本宫最讨厌被人算计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 陆尘说着 啪的一声 直接一巴掌拍在了一旁的小脊上 整个营帐内 顿时鸦雀无声 就连营帐外守卫的士兵 都被陆尘这一声怒吓 给吓得缩了缩脖子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陆尘如此震怒 公爷 息怒 公爷 息怒 扑通 扑通 彭尊与连修德 直接齐刷刷的跪倒在地 此事与修德无关 实在是修德 看着属下无计可施 才帮着属下出了这个主意 公爷若要责罚 罚我一人便是 莫要牵连修德 彭尊直接冲着陆尘磕头请罪说道 站起来 看着两人跪地请罪的模样 陆尘直接再次怒吓一声 本宫跟你们说过什么 你们忘了吗 没忘 公爷说过 然而膝下有黄金 跪也只跪天地君轻尸 属下从未忘记过 两人站起身 其身回答道 就算是做错事 也要站着受罚 不能跪着求饶 可是公爷 您在我们心中就是轻 所以跪您不算为归 连修德看着陆尘 在听到二人回答后 脸色有些缓和 这才小声说道 一听到连修德说到轻字 陆尘不由地想起 后世某修网购店家的那声 轻 同时在看到连修德 那有些谄媚的笑容 这谄媚的笑容 出现在连修德这种 刚毅汉子脸上 简直要多违和 有多违和 忍不住被连修德给欺乐了 连修德 本宫怎么没发现 你还有这嘴皮子功夫呢 陆尘看着连修德问道 那是公爷调教得好 连修德继续一记马屁拍了过去 一个身高一米九多的魁梧汉子 冲着你谄媚的笑 还如此拍马屁 直接让陆尘身上 感到一阵恶寒 滚犊子 陆尘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起身照着连修德 屁股就是一脚 本宫什么时候 叫你们拍马屁了 第171章 知己知彼 这次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陆尘收起笑容 面容严肃地 看着连修德与彭尊 而两人也拾去地低下了头 毕竟这事 他们确实做得不地道 算是变相地算计了自家主子 虽然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是陆尘若是真是因为这件事 迁怒于他们 他们也没招 至于怎么处理你们 等这件事结束以后再说 陆尘看了两人 如同认罪一般的表情 重新做到了主位上 那李德俊说是 明日会去世吗 陆尘看着低头不语的彭尊问道 是 那李德俊离去的时候 确实是这么说的 听到陆尘问自己 彭尊赶忙回答道 明日陆尘的手指 在小机上轻敲了几下 若是早些日子 彭尊若是遇到这个事 陆尘说不得 还真要为了彭尊的事 去跟李秀宁 或者是李道宗通通气 毕竟李渊可是给他下了禁足令 皇帝的面子他 还是要给的 不过明日他的禁足令 就要解除了 所以这件事 陆尘准备亲自去处理一下 不过李德俊这个名字 陆尘琢磨了半天也没想出来 李家的直系亲属里 有人叫这个名字 在陆尘的记忆里 唐初被奉为吴王的 李氏直系亲属 应该只有李世民的儿子李克 但是现在李克才三四岁 而且现在的风角 还是长沙郡王 哪来的李德俊这么大的儿子 看来还得翻书 看看才行了 明日随本宫去会会这个李德俊 不过 不管这个吴王是谁 陆尘都准备去把这个场子给找回来 自己手下的人被欺负了 那怎么行 陆尘说完 陆尘直接起身离开了军营 直接回到书房 就进到基地里 补历史知识去了 等到陆尘从基地出来 陆尘也终于知道 这个吴王是谁了 原来是跟燕王罗伊一样的 被刺姓的异姓王 还是眼瞅着就要隔屁朝梁的杜芙威 其实 现在因为李子通的事的牵连 杜芙威已经身具检出了 据说是在家里研究什么神仙长寿之术 找了一帮子道士 在家里炼丹 而此时 杜芙威的封地 已经交给了辅宫石管理 而这个辅宫石在武德六年 就该伪造杜芙威的密令造反了 而在武德七年 这杜芙威就在家中中毒而死 据说是因为务实炼丹 所用的云母中毒 到底是真是假 就不好说了 现在这个阶段 辅宫石应该是在左右先的辅佐下 在跟杜芙威的义子 绰号小将军的王熊弹 争夺兵权 而绰号大将军的看棱 则是驻守在越州 算算时间 眼瞅着就是元政之日了 也就是要过年了 想想这杜芙威 也就七八个月的好日子可以过了 其实现在杜芙威的日子 也不算太好过 毕竟他已经被他的好朋友李子通 给连累了一次了 现在整日是闭门不出 就这么个独子 整日在外面晃荡 杜芙威绝对想不到 他一直以来信赖的副手 辅宫石会马上给他来个被刺 再次造反 而辅宫石这次造反 不仅自己丢了命 还把杜芙威的命 也给牵连进去了 虽然杜芙威显然是属于 跟着吃瓜落的那个 摸着下巴琢磨道 要说杜芙威这人打仗 确实不含糊 确实有为帅之才 尤其他那两个义子 大将军看棱和小将军 王雄蛋也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只可惜他打仗行 识人却不行 甚至可以说 在战场上杜芙威 可以说是无往不利 在官场上玩政治 不光是他 就连他的那些义子 也都不是那快料 不然也不会被辅宫石给坑死了 对付杜芙威陆臣 可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若是这李德俊 但是若是杜芙威父子的话 陆臣可就没那么顾忌了 别看杜芙威是异性王 那也得看是对谁 一个相当于被软禁的异性王 陆臣还真就不在乎 当然 杜德郡也就是在平康芳这种地方 作威作福一些 真要扔到长安城里 指不定得被那些真正的二世子 给打成什么样 别的不说 就柴哲威和柴令武这哥俩 就能打得他抱头鼠窜 既然弄清楚了杜德郡的身份 陆臣也就心中有了底了 作为穿越者就这点好 很多事情能够做到知己知彼 然后就可以想办法收拾对方了 陆臣离开书房 回到自己的卧房 躺在床榻上 陆臣又开始琢磨 若是杜芙威不死呢 陆臣忍不住摸着下巴琢磨 杜芙威不死 是不是又可以多一个 开疆拓土的猛将了 而且他那个儿子 既然喜欢祸害人 他觉得有个地方 肯定很合适这小子 陆臣想到这里 直接一拍大腿坐了起来 这小子后来 可是因为俯工时的牵连 国家这小子绝对大有用武之地 陆臣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想法 简直太英明了 自己简直就是物尽其用的典范了 不过现在距离浅唐使 来大唐还有好几年 而大唐现在又没有能够 去到窝国的船 这是个难事 看来有时间得去见见李孝公了 这位赵郡王现在可是奎州总管 总督造船和训练水军之士 是不是可以找这位赵郡王 研究研究造船的事呢 哎呀 现在不管想造什么都需要铁 看来附近找到的那个小矿山 还是不够用 得抓紧时间要债才行 一想到造船 然后又想到自己要造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 陆臣忍不住感叹物资不够 只有把钢铁给弄出来 自己才好有借口 把基地的东西往外掏 另外工匠也不太够 好烦 陆臣一想到自己 现在的工房区的工匠 随着自己想要开办的工房 越来越多 这工匠人数也明显的不够用 陆臣也开始烦躁起来 看来还得找五十约要人 陆臣躺在床榻上 就开始琢磨起来 至于什么时候睡着的 陆臣自己都不知道 只不过就知道 迷迷糊糊之间 听到了庄子里的工匠打鸣私塵了 陆臣在庄子里先处理了一些事 吃过午膳 休息了一会儿 就带着人浩浩荡荡的出了陆家庄 陆臣的坐骑 自然是飞白狐 莫属了 整天只能在庄子里溜达的白狐 这一出来 也算是得到撒欢的机会了 在着陆臣 直接就表演了一个 什么叫一期绝尘 陆家庄距离长安城 也是有几十里路程的 等到进到长安城 就已经是半下午的时间了 陆臣这次进城 自然不可能单独为了彭敦的事情 他还要去找陆院坊的人成王府邸 拜访李道宗呢 尽管李道宗的封地在任城 而他的真正王府也是在任城 但是在长安城 自然也是有他的王府的 总不能因为是外放王爷 就不给人家在长安留一套宅子吧 难道皇帝要是有什么事 把这外放王爷给召回来 然后让人家住管役 或者宗人府吧 陆臣带着一行十几个人 浩浩荡荡的 就来到了陆院坊任城王府 当然这一行人在路上 还是蛮引人注目 除了彭尊 那还有些伤痕的脸 就是陆臣身边带着的 十六个一身黑色被围甲的被围位了 长安城里的人 何时见过这种铠甲 纷纷驻足观看 而有不少世家的家丁什么的 在看到这一幕 都纷纷开始往家里送信 尤其以郑家 王家 为家 以及萧家迅速 其实在陆臣离开陆家庄的时候 这四个世家的耳目 就已经开始给家中报信了 来到任城王府 陆臣翻身下马 驻足在任城王府门前 抬头看了看写着任城王府 四个大字的匾额 此时已经有婚人看到了陆臣一行人 陆臣一身长服打扮 并没有穿着公爷服 只不过看到陆臣带着的那些不凡的护卫 婚人也知道 来者身份不会低 可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带着这么多身穿铠甲的带刀护卫 在长安城里到处溜达的 但是不管是什么人 既然驻足在任城王府前面 作为王府的婚人 他都是要过问一下的 所以直接来到陆臣面前 冲着陆臣一失礼 这位大人 此乃任城王府 不知大人是路过 还是来求见我家王爷的 作为一个婚人 那也是要看人下菜碟的 虽然都说宰相门前三品官 那也得分谁 面前这位公子哥 看着表情温和 但是他身后站着的这帮兵将 一看就是上过战场下来的 虽然他现在是个婚人 但是以前也是跟着李道宗上过战场的 只不过上了年岁 就说长安宪宫前来拜访任城王殿下 站在陆臣身边的刘京 冲着婚人一失礼说道 原来是长安宪宫大人 我家王爷说了 若是长安宪宫前来 无需禀报 直接禁服就是了 婚人一听是陆臣来了 直接冲着陆臣宫身说道 第172章 这是你打算怎么做 哦 任城王殿下知道 本宫今日会来 陆臣微笑着 看着面前的婚人问道 公爷一出陆家庄 就有人回来禀报王爷了 婚人毫不避讳地 直接回答陆臣 陆宪宫果然没有誓言 这一离开陆家庄 竟然真是笨本王 这里而来 本王可是酒后多时了 就在婚人引着陆臣 转过隐蔽墙 当刚走进前院 就看到一身淡紫色绣蟒长袍的 李道宗已经迎了出来 有劳王爷酒后 罪过 罪过 陆臣一见李道宗亲自迎了出来 赶忙冲着李道宗拱手说道 外面天寒地冻的 其实讲话之所 快快随本王入内 李道宗直接抓住了陆臣的手腕 陆臣的婢女吩咐了一句上茶 跟着就与陆臣分兵主落座 王爷这耳目还真是迅速 在下刚离开陆家庄 你这面就知道了 陆臣坐在李道宗对面 笑着问道 实不相瞒 你一出陆家庄 基本上这京城里 就少有人不知道 听到陆臣的问话 李道宗笑着回答道 哦 关注在下的人这么多吗 陆臣文言直接笑了起来 再下一步参与朝政 二不坐监犯客 这帮人这面关心我干嘛 显然对于这么多人盯着自己 陆臣颇为有些不爽 陆兄莫要生气 本王关注陆兄 也不过是想要知道 陆兄什么时候离开陆家庄而已 并没有其他想法 至于其他人嘛 李道宗一见陆臣的话语间 充满了不悦的语气 赶忙解释道 李道宗可不想因为这点事 影响了他跟陆臣的关系 其他人怎么了 此时已经有婢女 把茶杯放到了二人身旁的茶几上 陆臣端起茶杯吹了吹 轻瞎了一口问道 我说陆兄啊 你自己干了啥事 自己不知道吗 看着陆臣那一脸茫然无知的表情 李道宗实在忍不住苦笑着说道 我干啥了 我不是一直待在陆家庄面壁思过吗 陆臣依旧是一副 自己很无辜的表情 我说陆兄啊 你这是健忘啊 还是真的忘记了 你跟那正王肖为四家的事情 不会这么简单就忘记了吧 李道宗再次提醒了陆臣一句 王爷 您要是不提这事 在下还差点忘了 这几家还欠我账吗 在下得跟他们讨要一下才行 这都多长时间了 所以说 这些世家的人 听到李道宗的提醒 陆臣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说道 我信你个鬼 你要是能把这事忘了 那才有鬼了 李道宗看着陆臣那表情 直接在心中吐槽了陆臣一句 只能说陆兄是贵人多忘事 不过咱们之间的事 陆兄没有忘记吧 李道宗亦有所指的问道 而李道宗指的自然是玻璃的事 李道宗可是在东西两室 都倒出来两间铺面 到时候专门做着玻璃生意 连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圣堂琉璃 怎么可能呢 王爷的店铺准备好了 陆臣看着李道宗问道 准备好了 东是一间 西是一间 李道宗很是得意地说道 而且名字本王都起好了 当然也是陛下同意的 就叫圣堂玻璃 噗 陆臣听到李道宗说的店铺名字 陆臣直接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莫非有何不妥之处吗 李道宗看着陆臣 从袖笼里掏出圈爬擦嘴的模样 忍不住疑惑地看着陆臣 我说王爷啊 这店名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其他人 这店铺里面有皇室的参与吗 有多少人知道这店铺是您的 陆臣一副恨铁不成当的样子 看着李道宗问道 这名字一看 就是跟李家有关系的人开的 不然谁没事敢叫圣堂二字 那不是找不自在吗 呃 知道本王拥有着店铺的人并不多 不过那些世家应该能猜到 毕竟执掌这两间店铺的掌柜 都是本王亲信之人 李道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哎 左右都已经这样了 这次就这样吧 陆臣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己就忘了叮嘱李道宗这件事了 不过陆臣转念一想 那些世家会在乎这个 应该不会 何况自己要弄的东西 肯定前期是物以细为贵 量不会太多 而且要走高境间路线 就不信你世家不上钩 咱们要想圈那些世家的钱 咱们肯定要悄悄地进行 王爷 你明白吗 陆臣直接给了李道宗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虽然这次李道宗这是办得不算漂亮 但是李道宗可是皇家之人 陆臣话里的意思他怎么会不明白 越是不叫的狗咬人才越很不适 不过一想到自己的比喻 李道宗忍不住在心中暗暗呸了两口 这个本王记下了 不知道这玻璃要何时开始收买 李道宗一想到 在陆臣那见到的那大块玻璃 就忍不住有些激动 甚至已经开始幻想 往家里一箱子一箱子抬前的场景了 不急 再下这次出来 还有点别的事要办 而且琉璃坊那面也正在加工产品 到时候必然会送到王爷府上 让王爷亲自过目的 看到李道宗那有些心急的模样 忍不住在心中暗笑 没想到堂堂大堂的任成王居然 也会有如此焦急的情绪 还有什么事要办 需要本王帮忙吗 一听陆臣还有事要办 李道宗忍不住问道 毕竟他现在可是在陆臣 那得了好处了 有道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陆臣要是办什么事的话 自己要是能帮上忙 岂不是更加能拉近自己跟陆臣的关系了 不说别的 但是陆臣锻造的那些被围甲和糖刀 到时候自己带一批回灵州 武装一下自己的灵州军 到时候突厥再赶来 李道宗就有自信带兵 直接打的突厥 连他妈都不认识他们 这件事恐怕王爷出面不太妥当 陆臣看着李道宗露出为难的神色 还有本王不方便出面的事情 李道宗一听陆臣的话 直接眼珠子瞪起来了 别忘了 李道宗今年也才二十二岁 比陆臣还小两岁呢 顿时胸脯一把 豪气甘云地说道 陆兄 你我虽非同性 但本王与你一见如故 陆兄有事无需多言 放眼这大堂境内 本王不敢管的事还真不多 哎 陆臣一见李道宗这模样 只能叹了口气 就把彭尊的事跟李道宗说了一遍 当然也包括彭尊吃多了鹿肉的事 而李道宗在听完陆臣的叙述以后 一脸惊异地上下打量彭尊 而彭尊本来脸上就没消肿 再加上自己这事 被陆臣说给李道宗知道了 一张脸直接扫得变成了调色版 本王只在画本上 看到过这种文人的风流运势 没想到彭孝卫也有这般风流运势 李道宗看着彭尊直接感叹了一句 至于彭尊得罪杜德郡的事 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叫个事 当然李道宗要是真要是一剑批了杜德郡 这肯定是不能够的 但是要是李道宗直接揍杜德郡一顿 甚至打个重点 例如腿打骨折或者胳膊打骨折之类的 他肯定没啥事 顶多跟杜福威道个歉都完事了 毕竟他才是大唐真真正正的王爷 杜福威说是王爷也不过是个次性的异性王而已 跟李道宗哪有颗比处 更何况 前段时间李子通出的那档子是 李道宗又不是不知道 杜福威为啥闭门不出 他可比陆尘还清楚得多 至于说到把忠曲顾卿熟出来的事 也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 李道宗只要说 这个顾卿我王府要了 让他去王府做官姑 估计对方得恭恭敬敬地 把顾卿给送到王府来 至于后面怎么操作 还不是李道宗说了算 李道宗这话一说完 彭尊直接一张脸 直接从调色版变成画布了 陆兄 这是你打算怎么做 虽然这些事情 都是李道宗一句话的事 但是看到陆尘带着这么多护卫出门 就知道陆尘这事 肯定不是想善了 何况彭尊说到底 现在也是陆尘手下 所以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还是要看陆尘这个主家的意思 不瞒王爷 在下从来不信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那一套 在下向来信奉有仇当朝就报 你敬我一尺 我还你一仗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嘿嘿 不好意思 斩草出根 陆尘看着李道宗 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笑着说道 只不过这笑容里多少有些寒意 眼中冷芒闪烁 这冷不丁的一下 把李道宗都给吓了一跳 陆兄 你不会是想是看着陆尘那表情 李道宗直接做了个手刀向下的手势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 这是必须得处理的干净利落才行 李道宗摸着下巴 琢磨了一下说道 可 本来听李道宗说 前半句的时候 陆尘还以为李道宗回劝自己什么 得饶人处且饶人啥的 结果没想到李道宗后半句 居然是已经开始思考这件事的可行性起来 直接让陆尘觉得有点意想不到 第173章 自我感觉良好二人组 那个 王爷 要命这个事情就不要考虑了 给他点教训也就可以了 陆尘赶忙打消李道宗这个念头 不然这家伙真的会琢磨 怎么能悄无声息的去弄死杜德俊的 你说 要是这小子走在大街上 被金马给撞一下咋样 哪知道陆尘刚把话说完 李道宗直接就有些兴奋的 看着陆尘问道 不怎么样 陆尘直接摇头否定了李道宗的提议 好家伙 金马直接撞一下 不死也得半惨啊 再说了 就杜德俊那个德行 你以为他有欧阳海同志的觉悟 估计看见金马 他能直接把自己的护卫 推自己前面挡着 然后他自己跑进人群里躲着 哦 见陆尘很干脆的否决了自己的提议 李道宗又开始琢磨了 我说 王爷 你就非得憋着把他弄死吗 看着李道宗 那一脸认真地摸着下巴琢磨的样子 陆尘只能无奈地说道 听你们说完 本王觉得这小子就是个祸害 弄死他 本王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李道宗很是不服气地反驳陆尘说道 我的王爷啊 祸害只要使用好了 也是可以废物利用的吗 陆尘看着李道宗那不服气的样子 只能劝慰道 这种祸害能有什么用 听到陆尘的话 李道宗抬头看向陆尘不解地问道 这种祸害 自然也可以物尽其用嘛 咱们大唐用不到 不等于大唐以外用不到吗 陆尘说着 冲着李道宗黑黑坏笑了一下 同时眨了眨眼睛 陆兄 还是你高啊 李道宗一看到陆尘的表情 顿时两只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不过李道宗稍一转念 就明白了陆尘什么意思了 感情不让自己弄死这杜德骏 陆尘是准备想办法 把这小子给发配了 这招是真的很啊 杀了 那是一下子一了百了了 这要是发配了 我乐个去 那是这辈子都别想好好过了 果然这陆宪公整治人的法子更狠啊 这是要让杜德骏生不如死啊 陆尘的本意 是想要后面找李孝公研究 打造船只的事情 若是真能打造出 能够横渡东海的船只出来 陆尘是准备让杜德骏 先去窝国打个前站的 以这小子的脾性和做派 去了高低的惹事出来 到时候 这不就有借口了吗 谁知道李道宗直接想岔了 直接认为陆尘是准备 把杜德骏给流放出去 让他生不如死 行了 王爷 这都是后话了 今天高低得把在下这口气给出了 打我的人 谁给他的胆子 陆尘起身 站在前厅里 看着外面已经快要擦飞的天色 西坠的红日 在远处只剩下一丝光亮了 此时 任成王府里的下人们 已经陆陆续续的 开始给各个屋子掌灯了 这个时间段 平康芳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 虽然长安城实行宵禁 但是平康芳这个宵禁窟 可是长安城里的不夜城 而这个时间段 也正是那些达官显贵 文人骚客 前往平康芳的时间 像杜德骏这么喜欢嘚瑟的人 绝对会在这个时间段 前往顾清那里的 陆尘带着一众护卫 来到平康芳 陆尘还真是首次见到 大唐都城里的这个不夜城 平康芳并非全是青楼 平康芳地方并不小 你想想 一个拥有十字大街 开四个方门的地方 那面积得有多大 只有北门东回 这里算是青楼聚集之地 这里分有三个巷子 这三条巷子的名字 分别叫做南曲 中曲 北曲 南曲与中曲 都是一些独门独院的门户 只有北曲 是背靠方强这一溜的 然后这里 就邻里着一家家 挂着各种名字匾额的青楼 而这里面的青楼女子 因为地处北曲 且又无南曲与中曲 那些女子的能耐 故此属于最底层的封尘女子 又被称作北曲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路程 可算是见识到 这平康芳的热闹了 就见穿着各色服饰 穿金带银的达观显贵 络绎不绝 而一些身着长山 手持折扇的 文生公子模样的人 也是三五成群的 在街上闲逛 不时的 会被轻衣小帽打扮的人 走上前搭个话 若是有被说动了 几人 就一起迈步 走进一家青楼 骑在白湖上的路程 自然是能听到 那些北曲青楼里 传出来的酒令声 歌曲声 以及各种叫好声 之类的声音 王爷 您来过这里吗 路程坐在白湖背上 好奇的左顾右盼 跟着转头向一旁 骑在一匹乌云踏雪背上的 李道宗询问道 本王岂会来这种地方 本王府中就有林人歌姬 也有官妓数十人 何须来此等地方 听到路程的问话 李道宗顾盼了一下左右 很是不屑地回道 若来此处 岂不辱没了本王的身份 李道宗说话间 直接朝着想要 冲他们走来的龟奴 瞪了一眼 不怒自威的气息 直接把龟奴吓得一缩脖子 赶忙转身 去招揽别的客人去了 其实李道宗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到底他也没来过这里 所以跟路程一样 也是好奇地左看看右瞅瞅 他们是在看别人 别人也同样在看他们 人家来这里玩 顶多带着贴身小丝 或者是有自觉身份高贵的 也带着两三个护卫 哪有像他俩这样的 路程身后 一六十几个 都武装到牙齿的护卫 李道宗身后 也跟着二十来个腰弦横刀 身穿铠甲的护卫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两个家伙 是要进来开战的 所以街道上的人 那身份绝对是无比高贵的 当然也有官员认出了路程和李道宗 但是这些官员可不敢上去打招呼 本身路程现在就属于恶民在外了 这里道宗也不是什么善茶 不过他们都在心里琢磨 这二位怎么凑一块去了 还跑平康芳来了 不会是谁家 倒霉催得惹了这二位爷了吧 人家都是逛窑子 这二位爷带着这么两队人 怎么看都不像是逛窑子的 难道这二位爷 跟那些中区或者南曲进了房 这些人还在外面加油助威不成 在他们的猜测里 这二位爷倒像是带队来寻仇的 但是这里是平康芳北里 难道是哪位女子 惹了这二位爷不高兴了 这二位直接带人来拆房子来了 很多见过路程和李道宗的官员 都在心中琢磨着 而且得出的结论 基本更接近后者 毕竟以这二位爷的身份 根本不需要来这里 直接家里就可以豢养官机了 还来这里跟咱们抢食吃干嘛 有好事的 想要跟在队伍后面去看热闹 直接被相熟的认识路程 和李道宗的朋友 给一把给拽了回去 拉我干嘛 想要跟着去看热闹的 对他的朋友 还有些不乐意 你不要命了 什么热闹都想看 你知道这二位是谁吗 你就跟着去 这位好事之人的朋友 直接数落了此人几句 来这里的能是谁 看他们那岁数 估计也就是谁家的柿子之类的呗 好事之人很是不屑地说道 柿子 此人的朋友 直接冷笑了一句 满朝国公的柿子 估计没有哪个敢在这二位面前叫嚣 那么说 这二位比那些柿子还厉害了 听到朋友如此说 那好事之人 立马也来了兴致 急忙追问道 那骑白马的 就是最近在长安城里 传得沸沸扬扬的长安县公路程 至于那黑马的 就是前段时间 刚刚打了灵州之战的仁城王殿下 见到这二人的任何一个 最好都绕着走 还想看他俩的热闹 你有几颗脑袋 此人的友人 直接把陆成和李道宗的身份 说给了此人听 这好事之人 在听到朋友的介绍后 赶忙摇了摇头 直接拽着友人 钻进了究竟的一家青楼之内 如此这样的 可并不是只有这个力 而是多起 当然这种议论 陆成和李道宗是不知道的 二人并齐 在落后半个身位的 彭尊的指引下 正往中取向子前进 只不过令二人感到奇怪的是 凡是他俩经过的地段 那些人都纷纷 往路旁的青楼里钻 那速度是相当的快 这些人就这么猴急吗 看着那些人急急忙忙的样子 李道宗脸色怪异的 看着陆成问道 谁知道呢 都说人有三级 这个也算一级吗 陆成也有些猛的 看着这些行动迅速的人 那速度那叫一个快 这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在他俩身后的彭尊等人 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甚至有些议论声 由于他们走得靠后 也听了个直言片语的 然后分别看着前面 还自我感觉良好的 各自自家大人 纷纷在内心吐槽道 大人 您是对自己的实力 一无所知啊 您二位现在都快变成进阶虎了 哪有您二位这样 带着好几十个护卫逛窑子的 当然 他们也只能在内心吐槽 说出来 那是万万不敢的 自我感觉良好 二人组在彭尊的指引下 来到了顾清所在的中曲巷子 第174章 一百贯 大人 前面第三家就是 彭尊在陆尘身边低声说道 嗯 陆尘点了点头 直接勒住了缰绳 李道宗见陆尘勒住了缰绳 也直接拽住了自己的座骑 陆尘直接翻身下马 李道宗一见陆尘下马了 也在护卫的服饰下下了马 什么意思 这中曲箱子的宽度并不小 容纳两辆马车交错通过都不费劲 李道宗不明白 陆尘为啥要在巷子口 就下马往里走 没什么 咱们要悄悄地进去 陆尘冲着李道宗黑黑一笑 直接一招手 带着一众侍卫 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巷子里 经过两个院子以后 就看到了站在门口 正在交际搓手的小丝 还不时地探头往院子里望去 跟着再往四处张望 现在在期待着什么 又像是在等待什么人似的 陆尘冲着后面一招手 两名被围围士兵 直接来到了陆尘身后 此时陆尘等人是在房子的拐角处 陆尘是探头往门口看去的 所以小丝并没有注意到陆尘这些人 而陆尘则是能看到 顾清院子门口的情况 更是听到了院子里 时不时传出杜德骏那得意的笑声 而站在陆尘身旁的彭尊 此时拳头紧钻 脸色阴沉 但是没有陆尘的命令 彭尊也只能忍耐 陆尘直接对着那个小丝 做了一个战术手势 两名被围围士兵一点头 直接快速地转过墙角 几步就来到小丝的面前 小丝一回头 正好看到面前站着两名 穿着黑色被围甲的被围围士兵 吓得当时就要大喊一声 没等他张嘴 就被一名被围围士兵捂住了嘴巴 另一名被围围士兵 直接罩着小丝的后脑勺 就是一记手刀 小丝只觉得两眼一黑 身子一软 就倒在了另一名被围围的怀里 这名被围围 轻轻地把小丝放到门边以后 这才冲着陆成及李道宗的方向 招了招手 陆成直接站起身子 从拐角走了出来 李道宗则是跟在陆成身旁 至于其他被围围 则是被陆成直接给安置在了原地 并没有让他们跟随 而李道宗也是让自己的护卫 待在了这里 一会儿听本宫号令行事 陆成冲着留下负责统领 这些被围围的廉修德 吩咐了一句以后 这才迈步往顾青的院子门口走去 彭尊作为当事人 自然是要跟在陆成身后的 李道宗则是一副 等着看好戏的样子 也跟在陆成身旁 往院子门口走去 不对 就在陆成准备迈步禁院的时候 突然停下脚步 看向李道宗 李道宗被陆成这么猛地一看 直接吓了一跳 愣了一下问道 陆兄 你看着我干嘛 那兔崽子认识你不 陆成看着李道宗 很是认真的问道 本王一直驻守灵州 若不是陛下召回 此时还在灵州驻守呢 他哪里能认得我 不过他父亲杜福威道士 跟本王见过 李道宗以为陆成要问什么呢 直接很是随意地说道 确定 陆成看着李道宗 继续郑重地问道 确定 李道宗用力地点了点头 这眼瞅着就能看到热闹了 结果卡在这里了 这让李道宗心里别提都难受了 现在 他就差直接把陆成推进院子里了 那就好 陆成点了点头 然后整理了一下衣冠 然后刷了一下 半开手里的折扇 再下着架势如何 陆成看着李道宗笑着问道 嗯 有几分顽固的味道 李道宗上下打量了一下陆成 陆成此时的做派 还真跟那些没事 带着家奴满街乱窜的世家子 有几分相像 走着 陆成一步三晃地大摇大摆地 就走到了院门前 院门虚眼 里面不时地传来杜德骏的笑声 说是一个院子 其实也就一进 进门就是一个天井小院 左边是厨房 右边是厢房 中间一个前厅 前厅后面应该就是顾青的卧房了 陆成站在虚眼的门前 给彭尊使了个眼色 同时对着院门一挪嘴 彭尊哪能不明白陆成的意思 直接抬脚就把院门给踹开了 也许是因为听见杜德骏的笑声 和顾青那略带委屈的声音 彭尊心里的火气 都发泄在这一脚上了 砰的一声 顾青的院门 直接被彭尊一脚给踢飞了出去 咣当 一声 直接跌落在了天井当院之中 随着院门落地 直接让天井小院中尘土飞扬 而正在给顾青灌酒的杜德骏 也被这门板落地的声音吓了一跳 而他的那几个护卫 则是齐刷刷地站到了前厅前面 挡住了身后的杜德骏 冲着从院门外走进来的陆成 和李道宗 以及彭尊怒目而逝 姓彭的 你还敢来 透过护卫之间的缝隙 杜德骏一眼就看到了彭尊 顿时阴沉着脸 冲着彭尊说道 怎么 今天把你这条狗的主子给带来了 杜德骏冷笑着 看着从院外走进来的陆成 陆成左手用锦帕捂着自己的口鼻 右手则是用折扇不断挥舞着 驱散面前的灰尘 一脸厌恶的表情 此时的陆成的做派 怎么看 怎么想一个顽固子弟 而李道宗虽然没带折扇 不过也是有样学样的 从袖笼里掏出锦帕捂住了口鼻 陆成皱着眉 直接瞪了彭尊一眼 让你开门 又没让你踹门 你还把人家院门给踹飞了 这维修的费用 从你的响音里扣啊 陆成直接用带着责怪的口吻 同彭尊说道 是 是属下不知轻重 彭尊赶忙失礼说道 你看看 就你这样的 你主子都看不下去了 你还因为你这点破事 把你家主子找来 估计不用本宫出手 你家主子就得收拾你 看到彭尊被陆成责怪 杜德俊越加的狂妄起来 直接阴阳怪气的讽刺着彭尊 你谁啊 陆成直接看着杜德俊 明知故问道 连本宫都不认识 你是第一次来平康芳吗 本宫就是山阳宫 本宫阿爷就是当朝吴王殿下 杜德俊一脸骄傲的 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陆成 杜德俊这嘚瑟的样子 直接就让李道宗心头火起了 自己这个直系的任成王可还站在这里呢 你一个区区异性王的儿子 看到自己不但不过来给自己建理 居然还敢用如此居高临下的眼神看自己 若不是陆成早有吩咐 估计这时候 李道宗早就直接拔剑一剑 把这小子给劈了 哦 原来是吴王世子 施敬 施敬 陆成似乎并没有因为杜德俊 那瞧不起自己的眼神生气 而是直接冲着杜德俊 客气地拱了拱手说道 好说 你们主仆打扰了本宫的雅兴 这时代怎么算啊 杜德俊一副高高在下的样子 看着陆成问道 显然这家伙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 毕竟要是明白人 早就看出这二人衣着不凡 而站在陆成身边的李道宗 已经脸色不善 显然并没有把他这个吴王世子 山羊公当回事 若是杜德俊懂得察言观色的话 也就不至于到如今这个地步了 主要还是在没来长安之前 在丹阳交哄跋扈乎惯了 再加上来了长安以后 整日混迹平康芳 都以为他自己就是这平康芳最大的那个了 小公爷准备如何算啊 陆成看着杜德俊问道 依旧是一副笑容满面的模样 给人一种屈从于杜德俊的感觉 而看着陆成这样 一旁的彭尊 拳头都攥得轻轻抱起了 虽然彭尊想要让陆成帮自己和顾青 但是要是知道陆成如此第三下四的话 彭尊现在是悔恨交加 恨不得直接一头撞死算了 而顾青则也是有些埋怨的 偷眼看着彭尊 那眼中是什么含义 彭尊又如何不知 一百贯 本宫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如何 杜德俊看着陆成 这有些第三下四的模样 直接喊了个价格出来 甚至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此时的他 甚至有比跟中区和南曲 共赴乌山还爽的感觉 一百贯 陆成听到这个钱数 点了点头 这个价钱倒也公道 那小公爷什么时候支付这笔赔宽给在下 陆成收起了笑容 直接双目中寒光闪动 看着杜德俊冷声问道 此时的陆成 哪还有刚才那般第三下四的温和模样 直接就是看着杜德俊冷笑 大胆 你是在戏弄本宫吗 听到陆成的话 杜德俊再傻 也知道自己被陆成给耍了 直接看着陆成怒喝道 戏弄你 别说是你 就算是你阿爷在这 也不好使 陆成看着杜德俊冷笑着说道 这一百贯你吴王府要是不赔 你就别想见到你阿爷了 把他给本宫拿下 出了事本宫淡着 杜德俊此时也明白了 刚才那番话 自己面前这人就是在故意找茬 因此直接冲着自己的护卫下领导 几名护卫听到杜德俊的命令以后 直接往陆成和李道宗扑来 停的一声 一名护卫直接捂着大腿瘫倒在地 陆成手中已经多了一顶手枪 而手枪的枪口 此时正散发着鸟鸟青烟 第175章 看眼不怕乱子大 伴随着陆成的一声枪响 等在院子外面的被围围 一窝蜂一般的 直接冲入了院子里 腰间的唐刀 伴随着崩凰声 纷纷出窍 直接将杜德俊的几个护卫 给包围在院子当中 而此时所有人震惊的目光 都会聚到了陆成的手上 腰法 他会腰法 看着陆成手里枪口 散发着鸟鸟青烟的手枪 杜德俊直接有些歇斯底里地 喊叫了起来 因为此时陆成的枪口正冲着他 刚才他的护卫 无腿倒下的景象 他还没消化完呢 被陆成一枪撂倒的护卫 正捂着大腿 咬着牙坐在地上 鲜血顺着护卫的指缝 滴落到了地上 这 这是何物 李道宗也被陆成 这一手给吓了一跳 他就看到陆成一抬手 伴随着 平的一声 那名护卫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他才刚刚 想要拔剑相助呢 结果对方就被陆成给撂倒了 不过对于杜德俊所喊的陆成 使用的是妖法 话 李道宗是不信的 他更愿意相信 陆成手里是一种极其厉害的暗器 而且 在看到彭尊 连修德 以及那些被微微的习以为常的表情看来 就可以推断出 这些人肯定是见识过陆成使用这个东西的 此物称之为手枪 乃是在下师尊所传 陆成潇洒地吹了一下枪口 然后把手枪插入了后腰 然后迈步往杜德俊面前走去 你不要过来 杜德俊何曾见过手枪这种东西 而且陆成下手 那是毫不拖泥带水 对于从来都是欺负别人的杜德俊来说 此时的陆成跟恶魔差不了多少 而这个恶魔 正一脸冷笑地 一步步地朝着自己走来 看到陆成一步步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杜德俊不断地后退 本来他还想叫护卫的 结果他那几个护卫 已经被被微微给摁倒在地了 杜德伟一脸惊恐地看着陆成向后退去 直接把桌子上的酒杯 酒壶都给碰落在地 发出碎裂的声音 小公爷 你这也不行了 怎么就没一点像你阿爷的地方呢 陆成一面朝着杜德俊走去 一面嘲讽着杜德俊 你别过来 杜德俊直接抄起桌子上的酒杯 就朝陆成扔了过去 陆成一歪头躲过酒杯 但是杯子里还有酒呢 这酒直接见了不少在陆成的景球上 陆成看了一眼被酒水建设到的地方 顿时眉毛就立起来了 眼神也阴冷了起来 坏了 一看到陆成这副模样 彭尊和莲修德都是心里一惊 彭尊也顾不得尊卑有别了 直接来到李道宗的身边 有些焦急地说道 王爷 快点拦住我家公爷 不然杜公爷恐怕有性命之忧 因为陆成在看到冯淮被狼王所伤的时候 也是这副表情 那狼王死得有多惨 他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陆成对着杜德俊又露出了这种表情 彭尊就知道杜德俊那杯酒恐怕是激怒了陆成了 李道宗不解地看了彭尊一眼 而彭尊也来不及跟李道宗解释 王爷 快点拦住公爷 不然来不及了 就在彭尊话音刚落的时候 就见陆成一个剑步 就来到了杜德俊的面前 此时杜德俊刚端起一盘子菜 想要扔陆成 被陆成这突然的一下 直接吓得双手一松 啪叉一声 一盘子菜 直接摔到了地上 一盘子菜扣到了地上 随着盘子四分五裂 汤汁也建设到了陆成警求的跑脚上 陆成厌恶地看了面前的杜德俊一眼 跟着抬起腿 照着杜德俊的胸腹就是一脚 这一脚直接把杜德俊踢得双脚离地 向后飞出去似无耻远才 扑通一声跌落在地上 杜德俊被陆成这突如其来的一脚 直接踢得有点蒙登转向 好半天才 双手撑地颤颤巍巍地想要爬起来 同时抬头看向陆成 而陆成这一脚 也算是把杜德俊给踢得有点清醒了 杜德俊恶狠狠地盯着陆成 你敢 结果话 还没说完 陆成就感觉胃内翻滚 喉咙上涌 哇的一口 就吐了出来 草 看到杜德俊直接一口吐了出来 陆成直接急急地往后退了几步 整个前厅里 全是杜德俊呕吐物带来的气味 至于李道宗则是吃惊地看着陆成 从他见到陆成那天起 就从来没有想过陆成会拥有武力 因为陆成从来没有显露过自己的功夫 在李道宗的印象里 陆成应该是类似于诸葛孔明那样的人物 而且陆成在娘子军 还是军师之职 李道宗一直认为陆成是文人而非武者 但是在见识到陆成刚才这一脚以后 李道宗明白了 陆成这是典型的文武双全啊 一脚能把人给踢吐了 这一脚的力量有多大可想而知了 就算对方身子弱 想要一脚给踢吐了 那要是没练过 是绝对不会有这个效果的 看着杜德俊在那捂着肚子呕吐的模样 陆成皱了皱眉 也没了再对其下手的心思了 真晦气 陆成看了看被酒水见识的锦球 和被菜汤蹦剑上的跑脚 有些烦躁的说了一句 公爷 您没事吧 见陆成没有再动手的打算 彭尊和莲修德赶忙跑了过来 手里拿着刚刚从顾清侍女那要来的眷帕 一个给陆成擦颈球 一个给陆成擦跑脚 嘴里很是担忧的问道 本宫能有什么事 陆成冷冷的扫了 还半跪在地的杜德俊说道 就那几个家伙打的你 陆成转头看向外面天津小院里 被被维维控制的护卫问道 是 彭尊不敢抬头跟陆成对视 一面给陆成擦着跑脚 一面低着头说道 就这几块量 你能被做成这个样 看着那几个护卫 陆成冷笑了一声 你这还真是下血本啊 陆成直接嘲讽了彭尊一句 这几个护卫的伸手 陆成刚才在他们反抗被围围的时候 也见识到了 确实伸手不错 但是就这几个人围攻之下 彭尊兴许会挨揍 但绝对不会像自己见到那样惨 估计破几块皮就爆头了 彭尊没敢答话 只是低着头给陆成擦拭跑脚 别擦了 再擦擦破了 陆成直接一抖跑脚 很是无奈地说道 起来吧 看你那个熊样 你这样 以后还怎么照顾顾亲 陆成直接瞪了彭尊一眼 嘿嘿 彭尊知道陆成并没有真的生自己的气 不然陆成必然什么话 也不会说直接抽身就走了 而自己 则很可能直接就被赶出贝维尉 赶出陆家庄了 你会武功 此时 李道宗用紧帕捂着口鼻 来到陆成身边问道 同时厌恶地看了一眼杜德骏 在下可从来没说过不会啊 陆成看着李道宗狡黠地一笑 这家伙怎么办 李道宗用目光示意了一下杜德骏 他不是说 要给咱们一把罐吗 那就让他阿爷带着钱来熟人呗 陆成一脸欢笑地说道 那那几个呢 留着还是 李道宗对于陆成说的要熟金的提议 并没有提出反驳意见 而是转头 指了指外面的那几个杜德骏的护卫问道 至于李道宗没说完的话 明显是想要直接给埋了 王爷 你能不能别那么大杀性 咋的 灵州之战没打过瘾 这咋回来 还要喊打喊杀的呢 陆成看着李道宗 有些无奈地说道 史书上不都说 李道宗这个未来的江夏王静暮闲事 从不已是灵人 怎么觉着不像啊 从知道彭尊这事以后 怎么老憋着要杀人呢 陆成疑惑地看了看李道宗 怎么 本王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被陆成那眼神一看 李道宗直接不解地看着陆成问道 没什么 看着李道宗再联想到 在娘子军中相处时日颇长的李秀宁 陆成只能在心中感叹一句 果然史书上写的东西不能全信 那你说 这几个怎么弄 李道宗直接把陆成拽出了前厅 毕竟杜德俊弄的前厅全是位 李道宗实在忍受不了了 简单 照着彭尊的待遇来 然后都扔到汪府门口就是了 陆成很是随意地说道 还是你鬼点子多 还够坏 李道宗一听陆成的话 就知道这小子想干嘛了 护卫给人揍了一顿送回去了 而柿子被人给绑走了 还索要赎金 这杜福威的脸可就丢大了 到时候这件事 恐怕得传得满长安都是 只怕到时候杜福威 能直接打上陆家庄去 照着陆宪宫的话 然后把他们都给扔到吴王府前门去 李道宗一脸兴奋地 冲着自己的护卫下令道 谁说要扔到前门了 一听李道宗要把人给扔到前门 陆成赶忙说道 我擦 这是典型的 看眼不怕乱子大 陆成在心中赋匪了李道宗一句 真要按着李道宗说得去办 到时候杜福威还不得跟自己不死不休 那自己的计划可就落空了 你不是说按照彭尊的标准 收拾他们一顿 然后扔到吴王府吗 被陆成劝阻的李道宗 一脸不解地看着陆成 第176章 打道回府 把他们扔到吴王府 是让他们给吴王带个消息 让他带着一百罐来赎他儿子 又没说要打落他的颜面 陆成直接同李道宗解释道 而且在下有一场功劳要送给王爷 不知道王爷想不想要 陆成冲着李道宗眨了眨眼睛 笑着问道 哦 陆兄是要送本王怎样一场功劳呢 一听到功劳二字 李道宗忍不住眼睛一亮 此地恐怕并不是细讲此事的讲话之所吧 陆成看着李道宗笑着问道 陆成之所以让李道宗随着自己看热闹 就是为了这一步棋 陆兄所言即是 是本王心急了 李道宗有些不好意思地善笑了一下 这小子怎么办 是你带回去 还是送到本王的府里 李道宗轻蔑地看了一眼 已经蜷缩在地的杜德郡 杜德郡此事已经明白了 自己恐怕今天是踢到铁板了 在这个长安城里 能够自称王爷的部首 但是像李道宗这般的王爷 杜德郡没见过几个 但是他从他爹杜福威那可是 听到过几个 恐怕自己面前站着的 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 这位王爷似乎对这个 殴打自己的自称公爷的人 还有些言听计从的感觉 莫非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男子 是某位国公不成 但是从来也没有听他爹提起过 如此年轻的国公啊 杜德郡勾搂着身子 捂着肚子 偷眼打量着陆成和李道宗 把两个人的样子 记在了脑子里 自然是送到在下那里去 王爷府 哪适合这种人进 在下那庄子地处偏僻 正好适合这位小公爷做客 在下也想对这位小公爷 吴王世子殿下 敬一敬地主之意 陆成笑着说道 同时还不忘看了一眼杜德郡 杜德郡发现陆成看向自己 敢忙低下头 不敢跟陆成对视 来人 给小公爷洗血 陆成直接冲着身后招了招手 这小公爷身上太胃了 有损小公爷的形象 陆成用锦帕捂住口鼻 表示对于杜德郡身上的 味道的防范 是 顿时有几名被围卫士士兵 向着杜德郡走去 你不会是想在这里 就扒了他吧 看到那几个如狼似虎的被围卫 李道宗都有种背脊发凉的感觉 毕竟陆成的这番操作 可是太狠了 这要是真在这里 把杜德郡给扒光了 那杜德郡还怎么火啊 在下怎么可能 做如此龌龊的事情 陆成用怪异的眼神 看向李道宗 这家伙 怎么能把自己想成这样呢 自己是做那么猥琐的事情的人吗 你们要干什么 看到几名走向自己的被围卫 杜德郡如同受惊的小兔子一般 坐在地上就向后面退去 但是他那小身板 怎么可能是被围卫士兵的对手 直接就被几人七手八脚的 给抓了起来 带到了天井小院之中 杜德郡惊恐的浑身哆嗦的 看着站在自己四周的被围卫 杜德郡直接冲着陆成瑟丽那人的喊道 你如此对我就不怕我阿爷怪罪于你吗 不要以为你有王爷护着就可以如此 这位王爷护得了你一时 护不了你一世 你吓唬我呀 陆成冷冷地看着杜德郡说道 胆紧地伺候小公爷清醒 陆成直接不耐烦地 冲着一旁的被围卫摆了摆手 你可别瞎喊了 没啥用 李道宗看着杜德郡冷笑着说道 本王就适得来看热闹的 而且你想多了 本王可没那能耐护着这位 李道宗说完 也不理会杜德郡那惊恶的眼神 跟着陆成一起走进了前厅 你就是顾青 陆成直接大马惊刀地坐到了前厅里 李道宗则是坐在了陆成身旁 当然 主位自然是留给李道宗的 陆成直接看着 一直战战兢兢站在一旁的顾青问道 是 明女正是顾青 顾青战战兢兢地走到陆成和李道宗面前 缓缓失礼颤抖着声音说道 明女给公爷和王爷建立 在他看来 一向在平康方无法无天的杜德郡 此刻被陆成收拾得跟死狗一般 可见这两人的地位有多恐怖 而自己的彭郎居然跟随着这样的人 顾青行礼之后不敢抬头 始终低着头 起来回话 陆成转头看了下李道宗 李道宗直接给陆成做了个拟请的手势 一副事不关己 就是来看热闹的表情 谢王爷 谢公爷 听到陆成叫自己起身 顾青这才颤声回应了一句 缓缓站直了身子 嗯 陆成借着灯光 上下打量了一下顾青 还真别说 彭尊这别犊子 还真有眼光 也得亏你 还真能看上那个憨货 看着面容清秀的顾青 陆成点了点头 还不忘损彭尊一句 站在陆成身边的彭尊 只能嘿嘿一笑 毕竟陆成可是一直生气 彭尊跟连修德算计自己 虽然刚才给了杜德俊一脚 让陆成稍微撒了撒气 不过该收拾他们俩人陆成 还是要收拾他们两个的 看看 你那个要死的样子 陆成直接瞥了彭尊一眼 彭尊依旧一脸的憨笑 你跟顾青的是本公 不会多管 但是 陆成说到这里 直接再次看了看彭尊 又看了看顾青 若是要让本公知道 你做出使乱中气的事 本公就亲自给你去了事 再把你踢出陆家庄 知道了吗 陆成表情严肃地警告着彭尊 公爷 属校不是那样的人 彭尊听到陆成的警告之言 赶忙正色回应道 本公不听你说 看你做 你说的天花乱坠也没用 本公只看实际行动 明白吗 陆成依旧是一脸严肃的表情 是 彭尊知道自家公爷的脾气 赶忙冲着陆成行了个军礼 郑重其事地答应道 行了 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 陆成直接起身 冲着彭尊一摆手说道 毕竟彭尊还有邪火要泄呢 陆成可不想在这里听墙根 直接起身就往前厅外走去 你小子走运 跟着陆兄 若是你小子敢整出乱七八糟的事 不用陆兄动手 本王就饶不了你 与陆成一同起身的李道宗也警告了彭尊一句 这才与陆成一起走出了前厅 当然 在陆成和李道宗进了前厅以后 前厅的门已经被被围围的士兵和李道宗的护卫给关上了 直到两人推门出来 才看到院子里跟洛汤记一样的杜德郡 这就是你说的清血 看着杜德郡动得直哆嗦的模样 李道宗很是无语地看向陆成 啊 哪有时间烧水啊 凑合凑合得了 陆成很是无所谓地说道 听到陆成的话 李道宗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此时的杜德郡就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一身的锦球不停的滴答水 杜德郡紧抱双臂不停的哆嗦 嘴唇都冻得发白了 还不赶紧给小公爷裹上点什么 要是冻出毛病 你们负得起这个责吗 陆成直接有些责怪的 瞪了那几个被围围一样 那个 顾青啊 你这里有多余的被子吗 陆成回身冲着前厅里 还站着的顾青问道 而顾青在看到杜德郡那副模样以后 看向陆成的眼神充满的惧怕 毕竟能想出这种折磨人法子的公爷 也太可怕了 有 有 听到陆成问自己的话 顾青一面赶忙应道 一面吩咐自己的侍女 去后面卧房找几条被子来 很快 侍女就抱着几条被子走了出来 几名被围围的士兵 直接过去拿过被子 然后就把杜德郡给裹了起来 小公爷是要脸的人 把脸挡上 陆成继续吩咐道 是 被围围士兵一面应道 一面直接把杜德郡的脸 也给蒙上了 好家伙 杜德郡被几条被子这么一裹 再加上把脸一蒙 此时的杜德郡 怎么看 怎么像一个大检勇 不错 打道回府 陆成围着大检勇转了一圈 满意地点了点头 直接一挥手 带着一众被围围 离开了顾青的院子 对了 记得明早回去报到 临出门的时候 陆成转身冲着彭尊叮嘱了一句 这才扬长而去 顾青看着扬长而去的 陆成与李道宗 等到二人出了院门 院子里的那些护卫 也都离去以后 这才松了口气 直接腿一软 就要坐倒在地 要不是彭尊手急眼快 扶住顾青 顾青恐怕真就坐倒在地了 这位公爷好可怕 贪婪在彭尊怀里的顾青 心有余悸地说道 公爷人很好的 不可怕 彭尊安慰着顾青 我家公爷 可是有着通天彻地智能的人物 能跟随公爷 那是我彭家祖宗姬德了 这几个人 直接扔到王府的后门 陆成指了指那几个 被其他被威尉捆在马背上的 杜德郡的护卫说道 对了 记得敲两下门再走 不然这小子有可能会死在王府后门 陆成特意提了一句 被他用枪打伤的护卫说道 几名被威尉领命以后 准备一斗缰绳离队的时候 李道宗又直接叫住了几人 同时从腰间摘了一块令牌下来